我的父亲觉醒S级磨刀切刃 母亲更是觉醒SS极权重尺 可我却在今天的仪式上觉醒了一把破目剪 正当台下众龙发出雷鸣丹的嘲笑时 突然整个城市的上空被染成了红色 紧急着一道红光从天而降落在了我的身上 红光散去后一位剑客虚影出现在了半空 校长见状惊呼竟然是唯一隐藏职业剑阵师 这就意味着这个职业全世界就我一个人有 除非我死了否则世上不会再出第二个剑阵师 除非我觉醒了战斗类职业 所以学校又送了一枚新的觉醒神之石 一旁维持转职阵法的法师无比激动的打 同学赶快趁着手气好进行第二抽 我也不犹豫将新得到的神之石放进法阵 又是一道红光闪过天空乌云密布剑光纵横 不过我抽出的卡片中并没有武器 同样是一位遇见凌空的剑客 校长看到这一幕后快要兴奋的猝死 因为神之石只有在第一次觉醒时才会百分百抽中职业 而后的抽卡中只有非常小概率会抽出重复职业 重复的职业并不会浪费掉 而是会转化为额外的属性或者特殊的技能 在第一次转之后 之后每一次抽卡抽到重复职业便会转化为命座 每一个职业都有六个命座 不过许多人耗费一生的时间都抽不到六命 像我这种单抽出红再出红的情况 全世界还是第一例 阵法师此时眼睛都红了激动咆哮的 同学继续抽抽个专舞出来你就是大国重器 我此时也有些忙不过我还是听话 立刻使用新赠送的神之石再一抽 一个红光闪过天空中竟然又出现了剑阵 然后又一个遇见凌空剑客的虚影出现在了觉醒台上 这一刻比较沉稳的阵法师都开始立声咆哮起来 校长宁琴更是直接激动的晕了过去 校长休克了校医快把校医叫来 我也不再等阵法师说话熟练的放入神之石 又一道红光闪烁又是命座 这时的我已经进入忘我状态继续抽卡 在两分半内又进行了三次抽卡 结果还是三道红光整个学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居然有人抽出了唯一隐藏职业环 他们要是满命座 世界几千年历史中都找不到这么离谱的人 这绝对是上帝的私生子 这次夸张的抽卡让我感觉自己是把寿命都抽进去 不过此时一日还有一枚赠送的神之石继续抽卡 可惜这一次不再有红光闪烁 甚至连金光和蓝光都没有指出一道白光 一个剑匣子从法阵中飞了出来缓缓落到我手上 我捧着剑匣子哀叹道 真是倒霉居然抽中了一个白板 听到我的这句话 校园激愤无数学生开始暴动 随后一位音乐老师发动技能 他的歌声立刻平处了所有人的情绪 等我抱着剑匣走回人群后 柳如妍立刻凑上来问我的属性是什么 文言我便先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 技能剑阵一级 展开剑阵持续消耗精神力半径十米内 暴击伤害增加百分之一百 预剑一级 驾驭飞剑凌空攻击 命做一剑军 剑阵生效半径变为十倍 命做二剑一 展开剑阵和预剑不再消耗精神力 命做三剑五 剑阵内持续恢复自身体力 命做四剑胎 剑阵内每攻击一个敌人 剑阵内其他敌人会受到百分之十的剑射伤害 命做五剑星 剑阵内攻击必定暴击 暴击率双倍转化为暴击伤害 暴击伤害楼外增加百分之一百 命做六剑星 剑阵内所有攻击无视敌人防御力 当我看完自己的属性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起 这命做加成幅度 别人还怎么玩 从职业属性来看 精神远高于其他属性 说明剑阵师更偏向于法系职业 稍微思考了一下 并没有展开剑阵 而是直接使用了预剑技能 操控铁制剑侠 打开一把铁长剑从中飞出 我看了一下这柄铁剑 只有十点攻击力 普普通通大剑上随处可见的装备 再看向剑侠内发现 里面一共可以容纳十把飞剑 开剑阵和预剑都没了消耗 这就意味着光是这个命做 就让我在初期的战斗力翻了十倍 飞上剑侠后 我又回忆起了自己抽中 剑阵师这个职业史 看到的特殊画面 百万深渊大军在荒野中行军 随后天空落下漫天遍野的宝剑 请客间将百万大军灭 那一幕让我意识到了 自己到后期也能拥有 以异敌国的力量 仪式结束后300个学生 35个学生抽到战斗类职业 265个学生抽到生活类职业 被抢救回来的宁行又走上讲台 对学生们说了一段打鸡屑的话 随即便开始讲正事 一个月后便是大夏帝国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 无论是抽中生活类职业 还是抽中战斗类职业的同学 都能够通过高考进入高等学俎进修 希望在这一个月内 尽可能提升技能熟练度和等级 解散后校长把我和柳如烟一起叫了过去 今年就只有你们两个有机会考入京都大学 所以今天我打算给你们两个开个小灶 进入京都大学的隐藏 硬性要求是一个月内达到19级 柳如烟觉醒的精灵圣女是高级稀有职业 再加上她的家族帮助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校长最担心的还是我 因为隐藏职业只代表稀少不代表一定强大 命座虽然对职业有所提升 但一般来说 六个命座对职业强度提升幅度在50% 强势一点的职业也就提升70% 我听完校长的话默默看了一眼自己的命座面板 这才知道原来是只有自己这么强 最后校长说要让我们两个 一同前往郊区新发现的隐藏副本 里面的怪物等级只有12级难度比较低 而且不仅经验比一般副本高50% 最重要的是通关副本后会获得一枚神知识 走出学校后我便来到了商店 花光两年半积攒的钱买了九把质量一般的铁剑 并又买了一个伤害测试木人 当我来到一处空地准备召唤飞剑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女人的面容 检测到宿主转值为剑阵师成就系统已开启 检测到宿主达成神级成就一抽满 奖励觉醒唯一神级天赋绝对幸运一几 检测到宿主达成神级成就剑仙 奖励觉醒唯一神级天赋我乃剑仙一几 我听后当场一阵立即查看自己的天赋属性 发现绝对幸运的效果是 每月限十次抽卡时幸运值拉满 我乃剑仙的效果是所有的伤害提升十倍 我心想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抽卡 世界基本上所有珍贵的东西 无论是金钱技能还是装备都能从抽卡里面得到 神之石虽然稀少 但一个月弄到一枚还是勉强能做到的 许久之后我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现在他迫不及待的想要测试自己的伤害 便将测试木人放在空地中央展开 见证使用御剑 我先是操控一并飞剑精准的刺中木人 打出546点伤害 据我所知就算是公认前期攻击力最高的火系法师 在一级的时候 一个火球术对测试木人的伤害也就20点左右 而且火系法师还放不了几个火球术精神力就会耗空 我这一级的普攻伤害 就已经能够赶上10级的火系法师的火球术 当看到测试木人头上出现5460点伤害后 瞳孔不由一锁 教科书上说了10级左右的boss体力也就一到两了 这意味着我顶多4次攻击 就能轻松把一个10级boss材掉 关键是我现在才一级 用的武器也不过是最低级的铁剑 我想到这里嘴角像AK一样难压 然后心满意足地背着剑下回家 到家后小姨笑着将我迎进来 我穿越过来之前 宿主的父母在某次闯神秘副本时一起失踪后 宿主就住到了外婆家 当外婆知道我觉醒了战斗职业后 脸色瞬间阴沉 一个二个都成为了战斗职业去卖命 我干脆先下去等你们好了 随后小姨安慰我道 你外婆她年轻的时候可是部队中的精英 当年你妈抽中战斗类职业的时候 她摆了三天三夜的宴席 我抽中歌手的时候 她给我摆了三天三夜的臭脸 然后我也告诉了小姨自己抽中了隐藏职业 文言小姨顿时投来羡慕极度的目光 你这职业牛不牛逼 牛逼 牛逼好啊 战斗职业就是要牛逼的 快给我说说你这职业到底哪里牛逼 接下来的一夜就在小姨的一生生牛逼中度 第二天清早我发现自己床头剥了一枚华丽的徽章 虽然看起来有些年头但保存的相当完好 等我拿起徽章属性便显示出来 帝国特等宫徽章 力量加100敏捷 加100精神 100体质 加100 伤害减免 加11%即可穿戴 最后还有一行备注 现得为帝国做出伟人贡献的英雄们 我看到徽章的名称与备注不由一正 在这名称和备注下 那家140维的属性都已经不重要了 在大夏帝国有一句话 一等宫拿命换 二等宫有伤残 三等宫流大汗 而特等宫只有战神级别的人物才能拿到 每一个特等宫徽章都代表着一段传奇 此时我有些恍惚我怎么都想不到 平时慈祥温和的外婆居然是一位立特等宫的战神 等走出客厅外婆已经做好了早餐 我坐下后问外婆这徽章是怎么回事 都是不值一提的往事 你好好吃早饭 练集努力一些别丢了我们家的脸 外婆你同意我去当冒险家了 你的职业和天赋我如果拦着你 是对国家最大的背叛 出门后我查看自己现在的属性 力量110敏捷 105精神 130体制 105佩戴了帝国特等宫 维章思维属性加了100 这相当于普通职业前期16级所加的属性 然后我便乘坐学校大巴前往西郊的隐藏副本 西湖市一共有8所中学 每个学校都有2到3个名额 进入隐藏副本练集的名额 到地点后柳如烟过来对我说道 副本开了老师说 这次副本最好组成5人小队 这样既能保证安全刷集效率也不会低 我已经帮你服好队伍了 两个活法一个战士加我一个奶妈 以这个副本的经验 我们刷一周应该就能到12级 不过怪物的经验可是要团队评分的 所以我就想去单刷 随后柳如烟就和之前的3名队友一起进去 而我则选择了单刷副本 刚一进来就有只狂暴兔子朝我跳来 我毫不犹豫地展开剑阵 剑侠中一把铁剑立刻将狂暴敏撕穿 可我只是杀死一只兔子 突然连续跳出了10多条提示 随后才反应过来是命做4的剑射效果 剑阵内每攻击一个敌人 剑阵内其他敌人会受到10%的剑射伤害 我如今伤害远远一出 只要剑阵内死一只兔子 我记得教科书上说过 一般职业升一级也就增加25个属性点 我这职业成长性居然直接翻一倍 感觉一只杀兔子也没意思 我便开始朝着森林深处推进 路上遇到的怪物等级也开始慢慢上升 所有怪物全都是没有任何限念的秒杀 而且还是一死一大片 副本中刷新怪物的速度还没有我杀的快 随到一个小时一道光柱从我身上冲出 又一次升级了 力量加10点敏捷和体质加5点精神加30点 暴击率加1%暴击伤害加10% 并且剑阵和预剑技能也提升到了2级 现在一把飞剑就有1579的伤害 十把飞剑攻击就有15790的伤害 完全拥有了秒杀10级暴的能力 伤害已经赶上40级的火系发射了 心想这职业太不平衡了 幸好这是唯一职业 只有我一人能承受这种不公 在给其他职业暴不公之时 寒泪射杀视野内的一只狂暴兔王经验条 又上涨了一级 按照现在的升级速度 也会持续恢复 完全可以不出去补给 节省大量炼击时间 就在我还在副本中大杀特杀的时候 不少学生已经从中退了出来 接受治疗和补给 校长在外面一直不见我的踪影不免 开始着急 忽然一对鹤枪实弹的官方军赶到附近 将副本入口封锁起来 官方军的队长夏朝阳上前对几个校长敬礼 抱歉军方检测到这个副本能量指数波动异常 我们需要关闭副本排查隐患 今天就请诸位带各自学生先回去吧 宁琴连忙道 夏队长我还有一个学生在副本里面能先等他出来吗 夏朝阳皱了皱眉随即看了一眼手表会等 这次能量波动可能是深渊轻然导致的 如果不及时处理这副本可能深渊化 所以我只能给你们半个小时 宁琴点头 足够了我学生已经进去两个多小时 再怎么样半个小时他也该出来 而此时被众人挂念的我已经杀到了森林中部 等级也来到了四季 我对自己的升级速度相当满意 本以为越到后面自己升级速度会越慢 可实际上靠着命座自带的剑射伤害 外加命座6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 让剑阵变成了怪物的屠宰场 只要是半径200米内的怪物刷新就死 这附近的怪物刷新太慢看来得继续往深处前进 想到我收起长剑前进 根本就没有退出副本的意思 与此同时在这个隐藏副本深处 12级BOSS独眼巨人正在石床上呼呼人睡 忽然间在他的石床旁边地里 慢慢渗出了紫色的气泡 可我还在继续朝着森林中央前进 如今即便是十级的怪物也扛不住我一见 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森林深处 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升到五级 四维与暴击伤属性提升 但我却是对自己的升级速度感到些许不满 虽说深入副本后怪物等级提高经验变多 但怪物密度却是降了下来 一头猛虎只获得0.1%的经验 得杀一千头老虎才能升一级 但猛虎数量极少一分钟最多找到五头 算上其他怪物我还得一坤石才能升到六级 心想已经进入副本三小时 现在才五级 虽说其他人目前顶多三级 但我不能跟他们 我脚步不停继续深入森林来到了一个山洞前 这山洞里边应该就是这个隐藏副本的boss 洞里边的怪物应该都是十二级的可能 还有精英怪 我稍微撕存了一会儿 随即便毅然决然地走了进去 虽说我现在才五级 但一件伤害已经有二零零零 十把飞剑就是二零零零 按照一秒一次的攻击频率 再加上命座的建设伤害 就算里边boss和精英怪渣堆也能杀干净 与此同时副本外边 夏朝阳看了一眼时间对宁情的 您校长抱歉 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 我们必须要关闭副本了 夏队长就不能再宽限一点时间吗 那孩子可是京都大学的苗子不能有失啊 您的担心我们也理解不过您放心 等我们排除隐患后会继续开放副本 到时候那学生就能退出来 这是一个士兵着急的过来大喊 队长不好的出事了 一气检测到副本有深渊气息 副本boss已经被深渊腐化 那还不赶紧把副本关闭 报告队长关不了 夏朝阳眼神微微一遍问道 只是boss被腐化副本还没有完全深渊化 怎么会关不了 有人已经踏入腐化boss影帝 副本已经开启深渊攻略模式 夏朝阳呵斥出声 不可能 现在副本里就一个学生顶了天三级 他能进boss影帝 夏朝阳面色顿时变得无比阴沉 扭头看向宁情沉声说道 宁校长你那学生到底怎么回事 宁情此时也有先往 我不造啊 夏朝阳此时也没空去追究宁咒转身命令的 立刻疏散周围师生调遣 呈防军过来 绝不能让深渊腐化boss进入市区 柳如烟看着夏朝阳匆匆离开 联盟向宁情问道 校长深渊攻略模式是什么 此时宁情愁云惨荡回的 当深渊力量侵蚀副本后 副本boss就会被深渊腐化所有属性至少暴涨十倍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腐化boss没有被攻略 腐化boss就会带着副本怪物入侵现实事件 所以我们需要在腐化boss入侵现实之前 派遣精英职业者进入深渊副本攻略boss 这就叫深渊攻略模式 一旦深渊攻略模式开启副本 便不再对外开放 进入副本的攻略者和深渊腐化boss 必须分出生死 攻略者成功攻略深渊boss将获得丰厚奖励 而一旦攻略者被杀深渊腐化boss 会被再度强化 并会立刻入侵现实 柳如烟表情微微一点 那岂不是李源他要和腐化boss战斗了 然后有些慌张立刻跑到一边 给虚管家打电话 此时副本中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身陷危机 必然沉浸在快速刷集的快乐中 成功击杀腐化哥布林经验加200 成功击杀腐化精英哥布林经验加300 成功击杀腐化巨人先锋经验加500 不愧是boss领帝这经验嘎嘎上场 我此时已经乐得合不拢嘴 一进山洞就被里边怪物的经验给吓到 虽然这里怪物的血量厚了不少 但也就是从一把飞剑变成两把飞剑的石 完全不影响我炼击的速度 短短几分钟体内便有金光冲出 直接升到了六级 突然前方出现一大群的哥布林 光是我能看到的都有一百多只 此刻我眼睛冒着金光 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经验了 在的山洞里怪物密度大数量多 还不用找怪这就是专门给我定制的炼击宝地 看到自己飞快上涨的经验条 都觉得那些脑花都暴露出来的哥布林有些可爱 副本外边 成防军已经在副本入口处构建起防线 士兵们全副武装严阵以待 是要将深渊怪物拦截在防线之外 各个学校的师生都已经疏散 只有命情靠着自己老校长的一分薄面 让夏朝阳答应他可以带着柳如烟留下来 柳如烟泪眼汪汪的看向宁台 校长李源他真活不下来吗 绝无可能 这个副本的Buffling地里边的怪物都是10级以上 被深渊腐化之后属性更是会暴涨10倍 张元连怪物的防都破不了 而此时副本动力里边 刚升到10级的我正坐在一块石头上 一边嚼着外套的肉干一边操纵飞剑屠杀怪物 然后又打开面板查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属性 力量200敏捷150精神400体质150 剑阵和御剑也都提升到了三级 现在等级也刷到10级了也该去会会那个Buff 等走到洞窟深处看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大家伙 这巨人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令人不安的气息 仅是看着那独眼巨人的眼睛 就感觉到一种无法言喻的恐怖 独眼巨人王爷已经发现了我 他眼中燃起恶意之火怒声咆哮 具体情况只能先尝试着用10把飞剑攻击 10把飞剑刺穿独眼巨人王胸前的甲鞘 打出38360点伤害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能挨上10把飞剑还不死的怪 心惊无比 不过独眼巨人王似乎也受了极重的伤 他胸口的甲鞘碎血流不止 失踪的独眼巨人愤怒地咆哮 他抓起旁边巨大的狼牙棒疯狂地向我冲来 我不敢再次操纵10把飞剑攻击 又是造成了38360点伤害 看怪物还没死我眉头危重 一边后退一边用意念将飞剑从独眼巨人王身上抽出 独眼巨人王虽然浑身雕血 但他速度依旧极快 三两步便冲到我面前狼牙棒猛然砸下 我侧跳躲避虽然躲开了狼牙棒 不过还是被冲击波给轰飞出去 血量瞬间少了一大半 好高的攻击力要是我六七级过来 怕这剑射伤害都扛不住 这剑阵是果真是个脆皮职业啊 不过我不信你还能再挨10剑 我明白自己就算再被剑射一下也必死无疑 于是毫不犹豫地控制飞剑攻击 十把飞剑贯穿独眼巨人的心脏再次造成38360点伤害 独眼巨人痛苦的叫一声随即忽然倒地 成功击杀腐化独眼巨人王经验加一万 系统提示应刚落 一道金光便从我体内冲出直接升到十一级 检测到宿主达成成就出域深渊 奖励觉醒高级天赋 恭喜宿主觉醒高级天赋深渊之眼 可探测不高于自身等级50的对象 我还没来得及去看自己的属性 独眼巨人王的石头床上便出现了一个宝箱 我两眼放光立刻跑上前去开箱 获得初级技能卷轴一个 获得神之石一个 获得职业专属技能卷轴一个 我没想到这次除了神之石还获得了两个技能卷轴 在这个世界技能卷轴是相当值钱的宝贝 即便是初级技能卷轴也能够到交易行卖到十万块 至于职业专属技能卷轴我虽然没听过 但都不用想价值肯定极高 没有由于我直接使用了初级技能卷轴 技能卷轴化作光团聋制我的身体 获得技能独速抵抗一击 效果是获得10%独速抗性 我满意得点了点头 这技能卷轴获得的技能是随机的 而且还有概率获取技能失败 用初级技能卷轴得到一个被动技能已经相当不错 随后我又迫不及待地使用了职业专属技能卷轴 获得被动技能剑阵空间 可将剑侠与飞剑置于剑阵空间中剑阵内可随时取用 我看到这个不明所以的技能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随即尝试这个被动 然后发现自己背着的剑侠和飞剑都一同消失 被储存在了剑阵空间中 我有些失望 虽然可以将厚重的剑侠收入剑阵空间的确很方便 但以我现在的力量背着剑侠也不太碍事 如果这技能只是给了一个方便的话 那这职业专属技能的性价比也太低了 不过很快我便发现了这技能的不对劲 这技能还有后半句话剑阵内随时取用 想把立刻展开剑阵 然后那些飞剑便在剑阵内凭空出现 然后又迅速消失 看到这幕我瞳孔瞬间放大 这可意味着在和敌人战斗的时候 只要对方在自己的剑阵内 那我完全可以在敌人背后释放飞剑当个老六 我心满意足地将神之石塞进兜里 开始扫荡洞里残余的怪物 神之石必须要在命运星阵中使用 现在我还没钱购买大阵法师制作 能随身携带的命运罗盘 在击杀的腐化独眼巨人王后 这洞窟中便不再刷新怪物 我只用了半个小时将怪物扫荡完 勘勘声告12级 随后我大笑着走进宝箱背后出现的副本传送出口 片刻后在洞窟深处的空宝箱里一缕紫烟飞出 渐渐凝聚成一个黑影 阴冷地盯着逐渐关闭的副本传送出口 十级单刷12级腐化Boss 人类居然出了这么一个天才 必须要想办法扼杀在摇篮中 黑影阴森地说着话做烟雾消散 副本外夏朝阳带领城防队严阵阵以待 但深渊怪物却迟迟不从副本里出来 距离副本开始深渊化已经三个小时 那孩子居然还活着 夏朝阳见深渊怪物迟迟不出来也不由有些惋惜 一个新手能在深渊副本中存活三个小时 足以说明那是精英中的精英 好好培养一定能成为帝国的高级战民 突然这时士兵报告有人出来了 夏朝阳立刻出声士兵们纷纷举枪瞄准 只要夏朝阳下令 他们就会对深渊怪物示意最猛烈的攻击 而我从传送门出来后看着眼前的景象不有一了 宁琴看到我后赶忙大喊让他们放下枪 这是我的学生 夏朝阳一愣快步上前问的 你怎么出来的 我单纯地回答 杀了BOSS不就出来了吗 可惜杀了BOSS后里面的怪就不刷新了 不然等级能再高一些 下一秒宁琴立刻对我施加了一个探测数 张元剑阵师十二级 宁琴心脏猛的一跳满脸不可置信 宁琴以为自己看错了 又像我使用了一个探测数 张元剑阵师十二级 这下宁琴彻底猛了 一般来说一个周内靠自己能升到十二级的 大概率能进考京都大学 但这一天内靠自己升到十二级的宁琴听都没听过 夏朝阳双手搭在我肩膀上激动问道 同学你是一个人把深渊BOSS攻略了吗 我感到很诧异 这副本BOSS不就是让人攻略的吗 至于这么嫉妒 这时两人才明白我根本就不知道副本深渊话 还以为在攻略一个普通隐藏副本 夏朝阳扭头看向宁奏志问道 宁校长你们是不是没教学生们关于深渊副本的事 宁琴挠头 那不是大学的课程吗 谁能想到一个高中生会去攻略深渊化的副本 毕竟学生们在高中临近毕业时才开始超卡转职 等级低技能少占力弱 别说攻略属性强化十倍以上的腐化BOSS 就算普通的BOSS 也至少得练及一个周后才有可能攻略 而且那还得在队伍配置合理队员配合默契的前提下 至于12级的深渊腐化BOSS 得要20级的精英队伍才能攻略 这种新手单刷深渊腐化BOSS这种是文所未闻 妈了 夏朝阳和宁琴全都妈了 这是柳如烟慌忙跑来递给一瓶治疗药水 我看了一眼发现这是一瓶高级治疗药水 市场价是10万块一瓶 能直接让60级的冒险者血量恢复满相当珍贵 随后我告别宁琴来到了西湖市的冒险家协会 在职业者们注册成冒险家后 就可以在冒险家协会揭取任务赚取赏金 而这也是冒险家们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冒险家协会内还有一个大夏帝国交易所 交易所由冒险家协会与人夏帝国官方联合开设 在交易所中只要是大夏帝国的公民 不仅可以自由买卖装备和材料 还能直接把东西交给交易所寄卖 而我要用的命运新阵就在交易所内 我找了一个没人使用的单间 将手掌放在了单间门上的掌纹识别区 开始身份认证 认证成功大夏帝国公民张元 会员等级一级 掌纹识别区便率单间门打开 走进房间里边有着一把椅子 以及一个由炼金术师特制的魔力水晶球 我按照使用说明将手放在魔力水晶球上 眼前便出现了一个虚拟屏幕 上面有着大量正在出售的物品 然后我就把柳如烟给我的药水放在上面 一眨眼高级药水就被以十万的价格买走 我的账户上也多出了八万款 心中暗骂一声平台真黑这么轻松就赚自己两万款 现在有了钱我就能花一千使用一次命运新阵 随后拿出了神之石放进命运新阵中 在被动绝对幸运的加持下法阵中泛起了红光 下一秒一张印有赤红宝剑的卡从法阵中飞了出来 随后卡片化作红光消散 整个法阵都亮起了红芒 一把通体赤红剑有龙纹的宝剑缓缓从法阵中升起 汹涌的气势向四周席卷而去 我赶忙查看这把宝剑的属性 神剑赤销专属一阵 攻击力加一千暴击率加百分之五十暴击伤害加百分之二百 自动护主持有者免疫精神系攻击无装备等级限制 被主十大剑气之一护主当魔嫡喜天下 看完后我脸上露出了癫狂的笑容 这装备可谓是暴力中的暴力 恐怕那些神级职业者用的武器也不过如此 我如今用攻击力时的铁剑就有四千多的伤害 如今赤销一千的攻击力 外加百分之五十暴击率和百分之二百的暴伤算上命做的暴击转化 我粗略的计算了一下用赤销出一下伤害接近七十万 十二级伤害七十万这什么概念 我在兴奋激动过后又迅速冷静下来 赶紧将赤销收尽见证空间当作底牌使用 我现在才十二级 要是让其他高等级职业者发现身上有神器 那我自己绝对性命不保 稍微平复了心情又买了一份城外地图 和一些干粮存放在自己的储物空间 给小姨发了一个今晚不会去的消息后便十奔成万 储物空间是每个人抽卡转之后才会得到的特殊空间 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各种东西放在储物空间内 不过储物空间容量有限 想要提升空间容量就只能依靠等级提升 然后根据地图上的指示 找到了一处十五到二十级的哥布林聚集地刷集 到此地点后便展开剑阵使用技能预解 一把铁剑凭空出现刺穿了哥布林先锋的脑袋 造成了四千四百八十四点伤害 剑阵范围内还有其他哥布林 但只出现了一条击杀信息 果然一把铁剑秒杀一大片的时代过去 说明这里的怪物血量都在四百四十八以上 同时在野外击杀怪物后也会掉落材料 这些材料可以拿到交易所去卖 炼金术师和药剂师都需要贩卖野怪材料 也是战斗类职业的收入来源之一 在一生后便直接使用十八铁剑进行刷管 一刀下去大量的击杀提示开始刷屏 成功击杀哥布林先锋经验加三百 成功击杀哥布林斥后经验加五百 成功击杀哥布林战士经验加二百 获得哥布林的捕头三十六个哥布林精十一个 照这个速度一晚上升到十三级不成问题 突然一只鱼剑从背后射来 赤箫瞬间出现在我身后将那只鱼砍成两半 只见有两个男子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一个拿着弓显然是刚才偷袭的人 另一个人手里拿着短刀看起来像是刺客 我立刻使用深渊之眼 孙牙弓箭手二十级 何明达刺客二十级 看完后我冷声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偷袭自己 死人不需要知道理由 何明达冷笑一声身体顿入暗影向我急速重来 我眼中闪过一丝杀意虽然我还没有杀过人 但这不代表别人都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还会放过对方 数把铁剑凭空出现迅速插向地上的影子 不过那地里的影子就好像是水里的鱿鱼 轻快地躲过了我的攻击然后绕到我的身后 然后何明达发动技能致命一击 碎毒的短刀毫不犹豫地刺向我的心脏 那些插到地上的铁剑不知何时又出现在我身后 直接将何明达成了刺猬 随即系统提示音响起 成功击杀何明达 获得装备脆毒短刀 孙牙脸色大便立刻拉弓射击发动技能三重射击 弓弦震动一只羽剑射出 在半路变成三只封锁我退路 我剑状依旧一动不动 那些插在何明达身上的铁剑凭空消失 又半路出现将孙牙的三只羽斩断 孙牙也被我的手段吓到 他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十二级的新手 能够秒杀自己二十级的同伴 还能轻松化解自己的攻击 随后在我的逼问下得知他们是王虎派来 我和王虎虽然有矛盾 但那也只是在学校中的一些摩擦 万万没想到王虎竟如此歹毒要满凶杀人 随后孙牙开始颤声求饶 大哥我知道的都说了 你就当我是一个屁把我放了吧 我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哥布林 然后就饶他滚吧 孙牙立刻连滚带爬的向远处逃去 下一秒我随手用18铁剑 将不远处的那只哥布林刺船 成功击杀哥布林战士经验加200 成功击杀孙牙 获得哥布林骨头 获得装备翠绿弓箭 收拾完它们后 我看了一下从它们身上掉落的装备 翠毒短刀白银及攻击力加100 刺客系技能伤害10% 附带毒属性伤害20级可用 翠绿弓箭白银及攻击力加80 弓箭系技能伤害10% 附带技能三重设计20级可用 这两件装备属性都很不错 卖10万块不成问题 在这个世界珍贵的武器都带有品阶 从低到高依次为青铜白银黄金白金史诗传说神器 之外还有就是只能从抽卡中得到的职业专属武器 就比如我的神剑赤销 一般来说一阶的专武的属性在史诗上传说下 随着精炼的增加装备属性会不断上升 直到满精炼成为神器 由于专武器和职业的特殊性 在专属武器满精炼后 它的价值还比一般神器要高 等我收拾好周围后天色已经暗淡下来 此时我也已经进入到了哥布林族群驻地深处 很快一只眼睛泛着红光的哥布林出现在我视野内 我使用深渊之眼探查后发现 这只要比白天的墙上许多 怪不得教科书上一直提醒 如果在野外练机最好在落日前回程 控制十把铁剑刺穿的那只哥布林 击杀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成功击杀哥布林俯首经验加1000 成功击杀哥布林弓箭手经验加1200 成功击杀野狼经验加50 获得哥布林骨头10个哥布林眼球3个狼皮20 我看了一眼经验长了一小节 这里的经验比新手隐藏副本高了不少 今天一晚上或许能升两三级 然后不断深入森林屠杀着森林中的怪物 一个小时不到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 升到了13级精神力已经到达490点 一定杀到了森林深处后来到了一个巨大漩涡前 看到森林深处的副本 我不由一愣拿出地图对照 发现地图上并没有标注这里有副本 这里应该是新出现的隐藏副本 看来我运气不错 我收起地图尝试着朝前面的隐藏副本 使用深渊之眼 幽影森林副本等级食物 难度分为普通困难 噩梦最后还有一个问号 我看到深渊之眼给出的副本信息中 有个问号不由一愣 野外副本有难度选择我是知道的 但没想到这副本还有隐藏难度 我思索了片刻决定先去 噩梦难度是试水 毕竟这不是游戏在副本中死了就真死 贸然挑战隐藏难度并不是理智的选择 当我刚进入到副本后 地面突然震动了一下 一个四五米高的黑影出现在前方浓雾中 见状我立刻使用深渊之眼 幽影森林巨人强化精英 等级15力量1000敏捷100精神30体质1000 不愧是噩梦副本中的精英怪 15级的属性就比外边20级的哥布林高这么多 不过1000力量和1000体质 血量在2万左右还扛不住18铁剑的攻击 在我边控制18铁剑攻击怪物造成48238点伤害 幽影森林巨人胸口被18铁剑洞穿 当场倒地化作黑烟消散 成功击杀幽影森林巨人经验加2000 获得巨人的心脏一个巨人的指甲一个 我收到提示心中闪过一丝兴奋 一只15级的怪有2000经验比同等级的刀好几倍啊 在这里杀一只怪等于在外边杀好几只 而且同样是秒杀速度并不慢 在这副本中练及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继续深入副本我又遇到了好几只幽影森林巨人 不过全都轻松拿下经验飞快增长 然后就这样一路横推来到副本最深处的时候 经验条已经到了70%升级速度堪称神速 在幽影森林深处有着一个祭坛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走过三项前一步后十字架瞬间变成了一个稻草人 看起来像是这个副本的boss 当即我就对他使用了深渊之眼 幽影稻草人首领 等级16力量灵敏捷灵精神1000体制灵 技能精神风暴死亡诅咒复苏 我看到boss属性后脸上笑开了花 这boss属性同然可怕 一般队伍如果不知道情况估计很容易团密 但我有专武赤销 而赤销的其中一个被动就是持有者免疫精神系攻击 可以说我的专武血客这个精神系的boss 我先是尝试着用铁剑穿刺稻草人 但是每次将他击杀后马上就又复活 又尝试了几次后我便放弃物理击杀 将注意力放在了祭坛上 发现祭坛边缘的四个角上有四根粗壮的竹 然后就尝试着熄灭了一根蜡烛 幽影稻草人便突然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并同时释放技能精神风暴 恐怖的风浪向四周扩散而去 赤销立刻在我周围凝聚一个红色屏障 挡下了幽影稻草人的攻击 见自己熄灭了蜡烛 幽影稻草人就发动了攻击 便明白自己的方向对了立刻去熄灭其他蜡烛 每熄灭一根幽影稻草人就会发动一次精神风暴 熄灭最后一根蜡烛 幽影稻草人并没有发动精神风暴 而是开始不断扭曲尖叫随即爆炸 一道死亡射线射向我的面门 这是它最后的技能死亡诅咒 只要一分钟不被净化便会立即死亡 但赤销被动发动挡下了幽影稻草人最后一击 成功击杀幽影稻草人经验加2万 获得装备诅咒链 击杀提示出现后我还是心有余计 如果没有免疫精神攻击的被动的话 那想要通关这个副本必须要有圣骑士 或者牧师这种拥有进化技能的职业者在场 否则一旦中了死亡诅咒必死无疑 想吧我就查看了一下诅咒项链的属性 佩戴后精神将500持有者获得技能精神风暴 同时遭受精神诅咒力量-250体质-250 精神风暴的效果是发动一次大范围精神嚎叫 对每个敌人造成10倍自身精神力的伤害 备注诅咒三件套之一 看完诅咒项链的属性后有些纠结 我的预见伤害就跟精神力有关 这500精神力一加相当于提升17级的属性 而且那技能精神风暴也弥补了我缺乏群攻的短板 虽说命做四有剑射伤害 但剑射伤害只有10% 到后期怪物血量上来后 我的剑射伤害就有些不够看了 就算是现在我的单次剑射伤害也秒不掉精英怪 但群攻技能不同 我命做四的效果是剑阵内每攻击一个敌人 其他敌人会受到10%的剑射伤害 这就意味着我的群攻技能攻击到的敌人越多 叠加起来的剑射伤害就越高 超过10个敌人剑射伤害 直接超过技能本身的伤害 精神风暴对我来说就是大范围轻杂兵的神迹 不过这扣250的力量和体质也相当恼火 我现在力量230体质165 戴上这项链属性直接被扣成附属 搞不好会当场被诅咒死 想佩戴这诅咒项链的话 至少得30级往后 这时我突然想到这项链的精神诅咒 应该也算是精神攻击吧 而我的专武赤肖够让我免疫精神攻击 按道理来讲这诅咒项链的精神诅咒 赤肖也应该能抵消掉 想到这里我当即决定尝试佩戴项链 如果不行的话再取下来就是 戴上诅咒项链只感觉脖子一阵冰凉 自己的视野清晰了许多 除此之外它再没有其他感觉 然后我立刻查看自己的属性 发现精神力变为990后 力量和体质都没减少 要是极其诅咒套装 获得强大家成的同时还无视负面效果 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强 在我兴奋的时候 祭坛中央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宝箱 我上前打开宝箱中亮起彩色光芒 获得神之时一个 手通乐梦及幽影森林副本额外奖励装备诅咒之节 我见到手通奖励眼睛不由一亮 神之时是每个人初次通关副本都会获得的奖励 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不过这副本手通奖励 竟然给了一件诅咒装备 这着实是意外之喜 怀着兴奋的心情 我立刻查看自己的收获 诅咒之介佩戴后精神加500 持有者遭受精神诅咒敏捷 减250体质减250 备注诅咒三件套之一 看到诅咒之介的效果 我毫不犹豫的装备上 嗜血被动触发抵消诅咒之介的负面效果 精神属性直接到了1490 这已经是法师30级转制后的属性了 诅咒三件套最后一件 应该是要去这个副本的隐藏难度获取 现在都已经拿到诅咒三件套之中的两件 没道理最后一件不去拿 更何况我还天刻这个副本 Buff完全可以无伤通关 整理好战力 凭我离开副本回到现实当中 然后不犹豫再次挑战副本的问号难度 等这次我刚一进来 林中深处突然传来一道刺耳无比的尖叫声 赤消被动直接触发 是幽影稻草人的精神风暴 我心想不愧是隐藏难度 刚进来就遭到了Buff的精神攻击 话说回来那幽影稻草人的攻击范围有这么大吗 这是一个巨人跳出来挡住了去路 我也毫不犹豫地对怪物使用了深渊之眼 发现相比于噩梦难度的怪物 这隐藏难度中的巨人属性直接翻了背 我后退与怪物保持距离 然后使用自己新获得的技能精神风暴 一道尖笑声从我的项链中爆发 然后我的精神瞬间消耗了500点 恐怖的精神风暴向四周袭击而去 居然直接造成了2610480点伤害 那巨人当场蹊跷流血直挺挺倒地 一瞬间大量击杀提示刷屏 成功击杀幽影森林巨人战士经验加4000 成功击杀幽影森林巨人先锋经验加5000 成功击杀幽影法师经验加8000 获得巨人心脏10个巨人的指甲12个 巨人的骨头10个幽影洁净一个 提示音刚落我体内又冲出一道金光升到了14级 随后我看着眼前这恐怖的景象星象 精神风暴的生效范围居然和见证范围是一样的 而且还和御剑技能一样吃暴击暴伤加成 再加上天赋10倍增幅命作4的伤害叠加 这技能一出剑阵300米半径内不会留下一个火口 试想一下如果到了后期 剑阵的半径扩大到千里万米 那来一次精神风暴 剑阵范围内每多一个敌人伤害就会叠加10% 在剑阵之中怕是神明都得被风暴卷死 想到我就起身朝着森林深处前进 路上一边前进一边练急 当来到幽影森林深处的祭坛附近的时候 已经升到了15级 等看到祭坛中央的那个稻草人 刚打算对稻草人使用深渊之眼 祭坛中突然出现了大量紫色的气泡 那个稻草人忽然诡异的扭动起来 张开血盆大口发出一道比先前强了数倍的精神风暴 即便我有赤销保护依旧被阴浪震退术 稳住身形后我立刻对稻草人使用深渊之眼 当看到他那200000精神属性后瞳孔瞬间放大 可马上又注意到BOSS的名字变为了腐化深渊稻草人 表情瞬间变得无比精彩 不是说副本深渊化的概率不到1%吗 这才是我转之后的第二天 总共也才挑战了两个副本 结果两个副本都深渊化 这是倒霉还是幸运 这次祭坛周围蜡烛有8根 每熄灭一根腐化深渊稻草人就会嚎叫两次 那难听刺耳的尖叫把我脑袋都震妈了 当我熄灭最后一根蜡烛的时候 腐化深渊稻草人不断尖叫扭动 最后轰然爆炸 红色的死亡射线冲向我 实施被动再次发动 挡住了稻草人的死亡诅咒 然后就是一道系统提示音响起 成功击杀腐化深渊稻草人经验加40000 获得装备诅咒手环 我刚将手环收起 一个黑影从祭坛中生出 最后变成一个穿着紫色法袍的恶魔法师 区区15级的人类居然能击败我的得意之作 果然不能留你 我看到恶魔法师出现眼神微微一鸣 立刻对其使用深渊之眼 结果却提示无法探测目标 我得到深渊之眼的回应 同虹猛的一所 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深渊之眼可以探测 不高于自身等级50的对象 现在没法探测这个恶魔法师 岂不是意味着 对方是65级以上的怪物 这一瞬间我忽然想起自己前阵子 从外婆定夺的报纸中 看到了一个新闻 一只平均等级70的先锋 对攻略深渊副本失败 导致一个70级的深渊boss外逃 目前那个70级的深渊boss不知所踪 想起那个新闻忽然觉得口干舌燥 潜入大厦帝国 让所有新手赴本深渊化 抹出你们人族 所有未成长起来的天才 人族少年要怪就怪 你表现得太耀眼了 否则我也不会冒着 被发现的风险亲自出手 我听到奥迪斯的话 表情忽然变得微妙起来 开口问道 你是精神系的大法师吗 奥迪斯似乎对自己的能力非常骄傲 在我问起后便自豪道 我自诞生起便专修精神系的法术 就是为了有更多手段 来折磨你们人族的灵魂 前不久你们大厦帝国 一支七十级的精英队伍 便被我的精神攻击法术 生生折磨致死 我现在想起 他们死前灵魂痛苦的样子 依然是嗨得不得了 原来如此 我点了点头 神剑赤鹿悠无声气的 出现在奥迪斯身后 直接刺穿奥迪斯的后背 当即造成了2097480点伤害 创恐怖的数字 从奥迪斯头上出现 奥迪斯当场化作烟雾散开 随即又在不远处快速凝聚 而这时奥迪斯脸上的笑容 已经转化为了金句之色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 破得了我的房 你这家伙到底多少血 我见奥迪斯气息 没什么下降的迹象 再次控制赤削攻击 赤削凭空消失 又凭空出现在奥迪斯后方 又一次成功偷袭 奥迪斯见自己受伤 整个快疯了 他死死盯着我咆哮的 你一个15级的家伙 怎么可能伤得了我 你到底有什么技能 我要让你成为我的奴隶 说罢便使用技能灵魂控制 奥迪斯法杖中能量涌动 一道无形的精神波动 向我袭来 赤削被动发动红色的屏障 挡下了奥迪斯的攻击 这一刻奥迪斯脸上的笑容 转移到了我的脸上 奥迪斯见自己的技能 对我不起服用 整个人彻底失去了理智 开始疯狂 向我扔技能 精神风暴 灵魂烈焰 死亡诅咒 灵魂剧毒 魂暴术 奥迪斯对我使出了浑身解数 那些能够秒杀 气势级职业者的精神术法 全部像不要钱般 丢向只有15级的我 而我在狂风咒语般的 精神攻击中 窥然不动 不断使用赤削偷袭奥迪斯 不管奥迪斯 有多少血一件一件的筒 总归能将奥迪斯给捅死 为什么为什么要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技能对你无效 奥迪斯撞入风魔 撕心裂肺的咆哮 一双眼睛通红 我见奥迪斯只有精神系的攻击 也忍不住在心中吐槽 这家伙当真是一点 其他法术都不学 随着奥迪斯把自己的技能 都丢了一轮 精神力消耗了大半 他才渐渐冷静下来 意识到我有完全 免疫精神攻击的神迹 张远你真的很幸运 遇到的是我奥迪斯 如果是其他深渊恶魔 发现你你今天绝对活不下来 正当他准备转身 顿入虚空逃跑时 是肖突然出现刺穿 他的胸膛化作黑烟消散 成功击退深渊恶魔 奥迪斯经验加200000 检测到宿主达成成就直面深渊 奖励觉醒高级天赋无畏之躯 与此同时祭坛中央出现宝箱 自动打开金光闪烁 获得神之十一个 获得初级技能卷轴十个 获得职业专属技能卷轴一个 成功手通隐藏难度 幽影森林副本 额外奖励装备诅咒之心 检查完属性念版后 才注意到自己新的天赋无畏之躯 仔细一看效果 居然是伤害减免80% 80%是什么概念 加上外婆给的帝国特等功徽章 减免的10% 我现在的伤害减免直接到了90% 这跟免伤有多大区别 本来我见证是这个职业脆皮 就是最大的短板 现在这个无畏之躯 直接把最大短板补足 让我变成了水统职业没有破绽 检查完天赋 又去查看储物空间里的装备 诅咒之环精神加500持有者 遭受精神诅咒 力量-250敏捷-250 备注诅咒三件套之一 跟预料中的一样 同样是增加500精神力 装备上我的精神属性就突破2000了 简直比法师还要法师 戴上诅咒之环 随即注意力又放在了另一件装备上 那是手通隐藏难度副本的奖励诅咒之心 效果实施加于自身的诅咒效果 转变为正面效果 我倒吸一口凉气诅咒效果 变为正面效果 这岂不是诅咒三件套的负面效果 全部变成正面了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我将诅咒之心从储物空间中取了出来 随即诅咒之心变化作一道光 进入我的胸腔消失不见 然后我便感觉到自己体能变强了不舍 立刻查看自己的思维属性 发现力量敏捷和体质都可增加了500点 这下真的比骑士还肉比刺客还快 比法师伤害高比战士力量大 关键是还有90%的伤害减免 什么叫同阶无敌啊 这就是同阶无敌 检查完天赋和装备 又开始整理其他战利品 两枚神之石 这就是两件装物 这个的价值 比今天其他所有收获加起来都高 技能给提升到了五级 现在毒素抵抗获得了50%毒素抗性 随后我暗暗祈祷了一下 使用了职业专属技能卷诊 获得技能属性转换一级 剑阵内可将精神力转化为 力量敏捷和体质属性 转换增幅为一倍 看到自己的新技能不由一谋 剑阵师的技能怎么都是这种烧脑的 光看文字介绍也不好理解 当即尝试使用剑阵属性转换 尝试将精神属性转换为力量属性 随后我便发现自己的力量 直接从760飙升到了2840 顿时感觉自己现在能一举打死了一头鸟 之后又将精神力转换为敏捷属性 敏捷从680飙升到了2760 又感觉自己能跑得比汽车还快 最后将精神力转换为体质属性 体质从680飙升到了2760 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一堵墙 肩不可摧 我对自己新觉醒的职业专属技能相当满意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属性转换后半句话 转换增幅为一倍 这意味着今后我技能等级提升 增幅倍数也会跟着提升 我的精神属性本来就高 然后十倍转化为力量那场面不敢想 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 我的储物空间已经快要被各种怪物材料装满 需要去交易所清空换成金钱 同时还要在第一时间上报幽灵森林副本 换取冒险家协会的贡献度 以免被其他职业者截胡 最重要的是有两枚神之石又能来两次抽奖 回到冒险家协会我走到前台接待处 一个长相甜美的少女面带职业微笑问道 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我在野外发现了一个新的副本 少女立刻在电脑上登记信息 请您在这边登录信息 冒险家协会将在一个工作日内确认副本信息 并向您发放奖励 我又问道 对了我听说新副本发现后 第一个通关噩梦及难度并提交通关攻略的人 可以获得额外奖励对吧 是的先生等冒险家协会评定副本等级后 您的等级若是合适可以试着去攻略副本 我已经把那副本的噩梦难度通关了 能直接提交攻略吗 少女听后又愣了片刻一脸 不可思议的看向我 您已经把新副本的噩梦难度通关了吗 这个年头发现新副本的人其实不舍 但发现新副本后没等冒险家协会测定等级 就贸然去挑战副本噩梦难度 而且还活着回来 那真是活久见 毕竟新副本一切都是未知的 没人会嫌自己命长 等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少女有片刻恍惚 随即才回过神来连忙道 请您稍等片刻我去通知经理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他一个前台能够处理的了 少女离开前台接待初步一会儿 一个穿着黑色正装的中年男人走了出来 你好我叫李安平 是冒险家协会西湖分会的经理 说话间他悄悄地对我使用了探测术 当他看到16级的见证事后先是一正 虽然我的职业没有听过 但这种等级的职业者能通关的乐梦副本 等级应该在8到12级左右 这种副本若在城墙内 还可以当作新手副本来培养学生 但如果在野外那就没什么价值了 与此同时我也对他使用了深渊之眼 发现他是一个40级的火魔导师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就告诉了他副本中的情报 当他听到Boss的精神属性是一万时 表露出一幅完全不相信的样子 因为这么高的属性都能赶上许多三四十级的Boss 先不说这种属性的Boss会不会出现在15级的副本里 就算真的有了你是怎么单刷过去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先派队伍去确认一番 另外提醒你们队伍中最好有牧师或者圣骑士 Boss有复苏技能常规手段是杀不死他的 必须要熄灭祭坛周围的四根蜡烛 而在熄灭蜡烛后Boss就会释放死亡诅咒 如果队伍中没有进化技能极其容易减原 李安平见我言之早早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我这就安排队伍去测定副本等级 如果你没有说谎 这可能是深渊怪物开辟的特殊副本 冒险家协会将给你丰厚的奖励 说吧他就匆匆的离开了办公室 走在路上的时候心想如果带来的副本信息是真的 那日前逃跑的七十级深渊Boss 大概率流密到了西护士 之前新手副本深渊化不是巧合 新发现的隐藏副本也极有可能深渊化 如果不及时把深渊副本攻略的话 后果不堪设计 这种事必须要上到协会高层 我并不知道自己投放了一个信息炸弹 我一边想着自己会得什么奖励 一边走向交易所贩卖材料 以及购买命运新阵使用次数 两颗神之石化来赤销精烈三阶 这已经是堪比传说级的武器了 据说传说级武器甚至可以给装备者 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不过传说装备对每个职业者来说都是机密 目前我也不知道那好处是什么 杀人越货的那两件白银装备卖了十万 零零碎碎的材料加起来两万 这一天就赚了十二万战斗职业果真赚钱了 卖完后又花2000买了两次命运新阵的使用权 精烈三阶的赤销真有点期待 等新阵开启后 我便把那两颗神之石放了进去 随着那两枚神之石在命运新阵中化作光点消散 大量卡片在其中滚动 然后法阵泛起了红光 两张印有赤红宝剑的红色卡片飞了出来 最后转化为两把神剑赤销 恐怖的气势突然从赤销之中爆发而出 我也仿佛听到了龙吟之音 赤销剑身上的纹路变得更加精致 剑身也开始亮起淡淡的光芒 光芒落下后我打开面板查看 神剑赤销专属三阶攻击力加3000暴击率 70%暴击伤害400% 若持有者生命值归零强制 便为1点每月一次 自动护主持有者免疫精神系攻击 神器任务攻略十个深渊副本 备注十大剑气之一护主当魔突袭天下 我在看完赤销精炼三阶后的强大属性后 便被下边神器任务这个词条吸引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神器任务这种事 而且攻略十个深渊副本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普通职业者十多年也不见得能遇到十个深渊化的副本 这时门口传来敲门收我收起赤鹿出门 只见李安平正一脸堆笑的看着我 我一愣的问道 你们这么快测定完了 李安平陪笑道 我们的确已经发现了你说的副本 并且派人将周围封锁起来了 既然如此可以给奖励了吧 我们已经把奖励发放了 你可以看一下自己在冒险家协会的账号 我见自己不仅有了1000的贡献度 还成了白银级冒险家会员等级也到了二级不由一愣 职业者在冒险家协会注册后 会依靠贡献度来评定冒险家等级 从低到高一次为青铜白银黄金白金史诗传奇神级 冒险家等级越高能够接到的任务等级就越高 据说冒险家等级到了白金级后 冒险家协会还会每月都会向其发放津贴 于是我就开口问他 据我所知一个15级的副本也就1000贡献度 就算加了攻略怎么也到不了一万吧 李安平对我笑了笑说道 我们发现幽影森林副本已经深渊化 而且还被人成功攻略了 我听说你之前就单人成功攻略了深渊化的新手隐藏副本 那深渊化的幽影森林副本是不是也是你单人攻略的 我一脸迷茫反问道 会不会是其他人攻略的 李安平看到我一本正经的睁眼说瞎话 嘴角不由抽了抽提醒道 副本是有通关记录的 目前幽影森林副本的通关记录就只有你一人 还有这是吗 哦那我忘记说了那副本的确深渊化 腐化稻草人很强我侥幸通关了 李安平嘴角抽了抽又到 其实我们还在副本中检测到 深渊大法是奥迪斯留下的痕迹 而那个70级的深渊boss 似乎在那个副本深渊化后当了官邸boss 其实我正打算说奥迪斯也很强我侥幸打败了他 李安平终于蹬不住了他猛个窜了起来 直勾勾的盯着我语气急促 不是大哥70级boss 那可是团变了我们整支大下先锋队的70级深渊boss 你是怎么侥幸才能在16级时击败那个怪物的 文言我便将奥迪斯的情报告诉了他 我有免疫精神系攻击的技能 而奥迪斯当时只会精神系的法术 因此他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李安平点头说道 你的这情报也验证了高层对那深渊boss猜测 当时我们的先锋队团命 就是因为队伍里没有配备精神防御的装备 孩子这次你真立了大功 白老他想要借你亲自给你奖励 我听后一愣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传奇大法师 冒险家协会会长白正国吧 没错就是白老白会长 随后他便带我来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中央站着一个穿着白色发袍的老人 这老人给我的压迫力 甚至比70级的深渊boss奥迪斯都还要强 几乎是下意识地换出赤销户在自己身前 同时对老人使用了深渊之眼 没有任何意外探测不到关于老人的任何信息 白正国满意地对我笑了笑 反应不错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你这种警惕性了 我见白正国收起了气势 也顺势收回了赤乳 像白正国行李见过白老 你刚才的那把剑是你的专务吧 我坦然告诉他正式 到这种时候隐瞒也没什么用了 我听说你在抽卡转值的时候 凭借一抽就抽到了满命的隐藏职业 这才转值第三天你又抽到了专务 还你的运气可真是逆天了 说吧顺手凭空一抓地给我一瓶可乐 我也不客气地接过可乐 打开瓶盖便是孤得惯了下去 服用神级可乐思维属性永久加十 看到自己的思维属性永久加了十点 我一脸震惊地看向白正国 白正国笑了笑随即又道 我这次专门传送过来有两件事 一是给你奖励你提供的情报相当重要 可以说变相拯救了许多年轻人的性命 二是我希望你能加入深渊攻略小组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疑了 白正国介绍道 近年来各地副本深渊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 负责攻略深渊副本的精英职业者数量 已经捉襟见重 因此我们冒险家协会建立了一个深渊攻略小组 你加入这个小组后 我们不会强制让你去执行任务 只会拉你进一个特殊的聊天群 那个聊天群会随时更新各地副本深渊化的信息 而各地的小组成员也可以在群里临时组队 选择性挑战深渊副本 挑战成功后 冒险家协会将给攻略者发放极其丰厚的奖励 我听后微微点头 自己本就有攻略深渊副本的神器任务 这个深渊攻略小组还真算是想打瞌睡了来枕头 不过我此时倒没有急着答应继续问道 能进这种小组的成员 应该都是高等级的精英职业者 为什么选择我 呵呵孩子虽然你隐藏得很好 但你散发出来的气息很凝利 我感觉得到许多三十级进阶后的职业者 都不是你的对手 如果是生死厮杀的话 甚至门外四十级的李安平 也会死在你的剑下 我没说错吧 以你的实力加入深渊攻略小组绰绰有余 当然你只要答应加入深渊攻略小组 我还会给你额外的奖励 白正国话音刚落我便说自己愿意 白正国见我如此爽快的答应 也越加欣赏我的品格 既然如此 那我先把奖励给你吧 首先是提供奥迪斯关键情报的奖励 十张初级技能卷轴 十万点冒险家协会的贡献度 我看到后瞳孔一缩 没想到奖励这么丰厚 十张初级技能卷轴 那就是一百万 十万点贡献度价值更是上千万 紧接着白正国将一个水晶球递给我 这是你答应加入深渊攻略小组的奖励 之后你如果遇到危险 只要捏碎这个水晶球 我就会立刻出现在你身边 无条件帮助你一次 我激动的收下水晶球 有这个保命符 在下一次深渊boss赛找上门来 也有足够底气应对了 孩子加油吧 未来是你的 白正国欣慰的笑了笑 随即脚下亮起一道白光 整个人消失不见 门外的李安亭已经等候多时 他见我出来立刻上前道 白老刚刚已经给我发消息说了 我们加个好友 待会儿就拉你进深渊攻略小组的聊天去 等加完好友后 我便问他能不能用协会贡献度 换一个抽卡用的命运罗盘 没有随身携带的命运罗盘 每次抽卡都得专门去交易所极其麻烦 李安亭笑着回答 以你现在的贡献度 完全可以购买顶配命运罗盘吗 你只要开口 不管什么样的命运罗盘 我都能立刻仓库给你掉一个过来 给我一个最便值的命运罗盘就行了 话音刚落李安亭从自己的储物空间中 取出一个中间刻有小型法阵的朴素罗盘 这个就是最便宜的命运罗盘 市场价是100万也就是1万贡献度 我给你打个折8000贡献度转给你 我也不在意这命运罗盘是不是20万 将贡献度赚了8000给李安亭后 便和李安亭到了别 拿着命运罗盘兴满意足的离开冒险家协会 刚出协会大门我的手机便收到李安亭邀请信息 点击确认进入深渊攻略小组的聊天群 便收到一堆信息 落成西部矿山深渊副本缺个45级奶爸 附近感兴趣的兄弟姐妹命 沈城东郊森林深渊副本来个50级暴力法师 东海鱼人岛已经深渊化来个60级盛骑士 要求史诗装备全套最好有抵右和进化技能 我一进群就感觉自己是进了某个菜市场办 这深渊攻略小组不应该是庄严神圣 里边全是人狠话不多的精英吗 可现在一看跟普通野外副本的情况也差不多 在西湖市东边有一条罗刹江 江边有一个20级的野外副本 那里是西湖市职业者刷装备材料的宝地 也是我目前的最佳练级地点 能直接在那个副本刷到19级 等我到达地点后副本外围满了组队的人 虽然他们看我只有16级 但见证师这个职业相当显眼 大家都能意识到我不简单 毕竟没两把刷子也不会16级就来罗刹江副本 我干脆的拒绝了周围人的组队邀请 选择噩梦难度直接传送进去 随着我一个人进了副本 副本外不少人都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16级一个人进副本 他这么自大吗 就算是普通难度的副本 他也是找死了 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啊 等着吧 也就一个小时看看他能不能活着出来 此时在人群外边 一个穿着刺客套装的女子 坐在一块石头上 一边抛着手中的匕首 一边玩味地看着副本传送口 真是一个有趣的家伙呀 或许他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一进副本便被传送到了江顶 前方有着一座巨大的水下宫殿 宫殿门口守着一些虾兵蟹匠 我看了一眼氧气条空气有限 看起来只够一个小时的量 要么在一个小时内通关 要么预留回到入口处的空气 想到我立刻向前方的水下宫殿走去 同时对门口的虾兵蟹匠 使用深渊之夜 随即便发现这里的精英怪 属性已经比十级的boss都高了 怪不得恶梦必须要五人队 还得需要辅助 不然就虾兵蟹匠这力量一击下去 二十级的骑士也扛不住 我自知时间紧迫 我只为一个获得蟹钱一个 走进宫殿后 发现里边是更多的虾兵蟹匠 我见到大厅中有人量怪物聚集 直接使用精神风暴 宫殿大厅中的虾兵蟹匠全部暴毙 大量经验提示刷屏我的经验条 直接上涨了百分之二十 我看到怪物们像潇潇乐一般快速消失 心情莫名畅快起来继续深入副本 不过这宫殿中有三条通路 每条通路又有人量岔路口 弱大的宫殿跟一个迷宫一样复杂无比 我在里边转了半小时 杀了不少虾兵蟹匠 等级升到了17级 却依旧没有找到包房间 我心想这样下去 不行一旦空气耗完 我还没有找到包子 他得被活活死 这个副本已经存在了多年 市面上应该有完整的副本地图 等弄到地图后再回来挑战 为了稳妥起见 我并没有再继续深入 而是原路返回到副本入口 随着我出现在副本传送口 顿时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 这小子居然活着出来的 难不成他真单刷副本了 他进去也就四十多分钟 怎么可能通关副本 我估计他连门口的虾兵蟹匠 都打不过 他绝对是为了面子 硬生生在入口处 等了这么久才出来 真是打肿脸充胖子 不对快看他的等级 已经17级了 这肯定是杀了不少怪 他八成是在宫殿里 迷路了不得已才退出 我并不在乎别人的议论 向西湖市方向走去 这种野外副本不同于新手副本 他的每个难度 都有专属的冷却时间 噩梦难度的冷却时间是六小时 我有充足的时间 去准备需要用的东西 忽然一个女子拦住了我的去路 问道 你刚才是不是单刷的噩梦难度 我扫了一眼刺客打扮的女子 随即便绕开他继续前进 女子笑道 我这里有关于罗刹江隐藏Boss的资料 你有没有兴趣 我脚步一顿回头看向女子 女子扫了一眼周围转了转道说道 这里人多眼砸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我对女子使用了深渊之眼 关心引刺客22级 确认对方职业和等级后 我便点头答应 等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后 关心停了下来 然后突然发动刺客技能隐身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发动技能 一把铁剑便是凭空出现 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关心看到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铁剑 眼中闪过一丝惊骇 我转身平静地看着关心淡淡的 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保证下一秒 你的脑袋就会落到地上 关心飞快稳定心神 将匕首收了起来笑道 别多心姐姐只是想试试 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和我组队 如果我带一个废物 去攻略隐藏BOSS的话 搞不好咱们的命都得丢在里面 但从目前来看 你反倒更像一个废物 你这家伙年龄不大嘴巴还挺 我将铁剑收回见证空间问道 直接说正是什么隐藏BOSS 关心随即取出一把伤服钥匙 这是我击杀罗刹将副本BOSS抱的钥匙 能够打开一道隐藏门 里边就有一个30级的人形隐藏BOSS 那个隐藏房间限制两个人进去 而且平均等级必须在20级以下 房间限制两个人平均等级 还必须在20级以下 BOSS却有30级 哪有这种副本骗傻子 也不是这么骗的 这就是你孤陋广闻了 这种情况其实在传奇试炼中很常见了 我听后便问他什么是传奇试炼 那是遍布在世界各地的隐秘任务 只要完成试炼内容 就会获得极其丰厚的奖励 最次都是一件史诗装备 如果运气好的话 甚至能获得特殊技能或者觉醒天赋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看你这样子应该才刚刚高中毕业吧 传奇试炼是每个大学都有的必修课 你上大学后就知道了 那你怎么确定我能帮助你击败那隐藏BOSS 我这人直觉一向很准 我感觉和你组队就一定能通关 我不喜欢冒险你这个理由不够冲算 关心忍不住吐槽了我一句 随即取出一张卷轴递给我 你拿上这个总归愿意和我去试试了吧 我接过卷轴查看信息 回程卷轴可在副本中使用 强行脱离副本回到最近的主场 看完后我眼中闪过一丝亚意 我在交易所看过这东西一张十万块贵的要死 没想到这关心出手如此扩处 我私存片刻也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点头的 我可以和你组队去攻略隐藏BOSS 不过我刚从热梦难度出来还得等六个小时 这个无所谓了 我有消除副本冷却CD的道具 关心说罢就像我发出了组队邀请 放心虽然你只有17级但战利品我们平分 见关心这么说我也不再说什么 接受组队邀请和他一起回到罢刹副本传送口 我没有犹豫和关心一起传送进副本中 进来后关心扭头对我说道 我们两个打这些精英怪很费时间 我知道一条小路可以避开绝大部分精英怪 没必要正面突破把我顺便练练几 说吧我就静止向门口的虾兵将走去 你疯了吧正面突破你会没命的 我并没有回忆 换出十把铁剑瞬间秒了门口的虾兵蟹降 然后走进大厅使用精神风暴 一道恐怖的风暴向四周席卷而去 然后关心便看到了大量击杀提示 整个人当场猛逼 我回头催促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带路啊 我没有地图 关心回过神来立刻走到前方 选择了大厅最中间的那道门 在前往过房间的路上 关心整个人都是目的 一路上他遇到的所有精英怪 没有一个不是被我秒杀的 他心想这真是十七级应该有的攻击力吗 关心无法理解以那些精英怪的血量 即便是他用自己单体伤害最高的技能 也没法做到一击秒杀 可我看起来像是在用普攻 最恐怖的是普攻似乎还带有建设伤害 忽然间关心觉得自己的稀有职业 可我的见证师比起来是一个乞丐职业了 有关心带路我的秒杀 两人用了不到十分钟 便是来到了副本报法房间外 关心停在报房间门外对我说道 我知道你攻击力很高 但里边终究是20级噩梦难度副本的最终报 我知道它的弱点 你帮我拉扯一下我绕后 咱们时间有限没必要这么麻烦 我打断关心的话 直接推开了大门 只见里边趴着一条十多米长的大蛇 当即我就使用了深渊之眼探查了 罗刹王蛇等级20 力量3200敏捷 4200精蛇 2000体质6000 看完后我难难道居然有6000的体质 关心赶忙追上来 我说了你不要冲动这把轰击很高 血液特别厚 你的小身板扛不住它一下 没等它说完我抬手一挥赤销凭空出现 化作一道红光刺穿了罗刹王蛇的脑袋 罗刹王蛇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 便是发出一声哀鸣忽然倒地 成功击杀罗刹王蛇经验加42000 关心获得装备罗刹王蛇皮盔甲 罗刹王蛇牙毒刃 罗刹王蛇金河 关心看到面板中的击杀提示嘴角抽了抽 然后正正的站在原地 神情恍惚的看着空荡荡的boss房间 以为自己在做梦 我回头问道 副本装备和材料都是掉在队长储物空间里 按照约定我们是平分队吧 关心下意识点了点头 然后将boss包的装备和材料拿了出来 罗刹王蛇皮盔甲黄金级 防御加200敏捷加200毒素 伤害20%等级20可用 罗刹王蛇牙毒刃黄金级 攻击加200攻击附带毒属性 刺客伤害技能20%等级20可用 罗刹王蛇金河毒属性材料 我查看完装备信息摇头的 这些装备对我来说都没什么用 关心提议道 这次副本我没出力按摩 说装备都该给你 不过我的确想要这些装备 要不按照黄金装备的市场价出钱 把这两件装备买下来 一件黄金级的装备市场价是百万起 这两件装备看起来像是套装价格更高 那金河也是价格不菲的材料 一套打包下来我给你500万怎么样 当我听到500万后当场猛逼 关心见我没有答应 还以为是闲少了又倒 我这次出来带的零钱不多 如果你闲少的话 出去后我们加个好友 我之后再给你会200万 我回过神来摇头道 说了平分就是平分一件装备 归我一件装备归你 金河我们一人一半 全部折现你给我250万就好 关心扑吃笑出声 你这家伙还真是个怪人 多给的钱居然不要 250不好听等出了副本后 我给你转300万 达成约定后 关心便是取出珊瑚钥匙 伴随着一道咖声珊瑚门缓缓打开 只见大门后面是一个道场 在道场中央盘坐着一个 带着恶鬼面具 穿着红色台甲的人形怪物 在他身后还安静 背着一把未出鞘的剑 高贵骄傲庄严 那怪物浑身上下 都散发着一股王的气势 我随即就对他使用了深渊之眼 隐藏首领罗刹王等级30 力量1000000 敏捷1000000 精神1000体质 1000000 技能剑之一 闪亡之威压不灭之质 我看到罗刹王的属性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不仅是高达五位数的四维属性 那罗刹王的技能 看起来也是相当吉省 随后我扭头向关心问道 你挑战过这Boss白 有没有什么情报 关心回答道 我也只挑战过一次 只过了他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他不会使用武器 第二阶段他会使用武器 同时攻击欲望与速度 都会人幅度增加 而且每个阶段都会缩写 看起来不像是灌伤害就能杀死 听完后我就踏进道场 一直闭着眼睛的罗刹王 缓缓睁眼站起身来 这时我才发现罗刹王的身高 有三米多压迫的机枪 而我直接展开剑阵 在罗刹王身后召唤出赤销 刺穿罗刹王的身体 罗刹王当场跪地 随后他周身燃起赤热的火焰 全身肌肤变得赤红 又重新站了起来 同时将宝剑抽出剑桥 关心剑我一击 就把罗刹王打到了二阶段 惊得张大了小嘴 要知道他之前在这个道场中 靠着技巧生生磨了罗刹王一个小时 才将罗刹王磨到二阶段 结果我一个普攻就把包二阶段打出来了 我见罗刹王进入二阶段 也不给他攻击的机会 再次控制赤销刺去 可这时一道剑光闪过 竟然被罗刹王用剑弹飞出去 我瞳孔微缩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自己攻击被弹飞的情况 这时罗刹王突然化作一道红光冲到我的面前 同时发动技能剑之一闪 罗刹王挥剑斩来 使赤销立刻出现在前方 展开一道红色屏障 及时将罗刹王的攻击给弹开 道场外的关心 在看到我硬抗罗刹王一击 却连半步都没退后 更心中更是掀起滔天骇浪 一脸不可置信的盯着我心想 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怪物 伤害高也就算了 怎么防御力还这么高 难道还自带霸体吗 要知道即便是22级的 他被罗刹王碰到一些 哪怕是能借用技巧 弹刀卸掉人部分伤害 但是体力也会瞬间 见底不得不使用回程卷轴逃跑 可眼前这人此时却像是没事人一般 这家伙真的是17级吗 就在关心震惊的时候 我突然向他问道 关心你知不知道 Buff为什么会弹开我的攻击 关心回过神来疑惑的问 我不知道完美格党吗 看我一脸猛逼就开口向我解释 那是一种应对物理攻击的高阶技巧 需要在敌人攻击到来的瞬间找准破绽 然后进行防御 只要能够成功就能规避攻击伤害 甚至对敌人造成僵直 我玩过不少电子游戏关心的说法 我一点就通 这就类似于游戏里的弹反 关心点头说道 没错不过完美格党的前提 就是只能瞬间防御 因此这种技巧收益巨大风险也巨大 一旦完美格党失败 就会受到全额的伤害 关心说话的时候 罗刹王再次发动剑之衣识 顺身到我面前挥剑掌 我当即控制赤销党 在自己面前尝试完美格党 不过罗刹王的速度太快 我完全反应不过来格党失败 罗刹王一剑狠狠劈在我身上 我一阵吃痛 只得换出其他铁剑将罗刹王给通退 与此同时控制十把飞剑攻击罗刹王 却全部被罗刹王完美格党掉 稳住身形后 罗刹王三击 再加上并做三的持续回血被动 能够抗四次攻击 终极体力药水能直接将我体力恢复满 三瓶终极药水就是十二次 再加上我现在还能抗两下 总共就是十四次击 如果能在十四次攻击内 能掌握完美格党的诀窍的话 那这个隐藏boss未必过不 关心见我想要完美格党 罗刹王二阶段的攻击 一脸震惊的大喊 玩关格党与力量和敏捷有关 罗刹王速度很快 你的敏捷跟得上他吗 我自有办法 我简短地回了一句 随机使用属性转换 将自己的精神力 全部转化为力量和敏捷上 下一刻我精神属性归零 力量和敏捷属性 分别变为1845和1770 所有飞剑噼里啪啦的落下 我也在无法控制飞剑 但他感觉自己力量和速度 大幅度增加 然后我握住赤销剑 全神贯注地盯着罗刹王 摇身一变从法式变为了战士 罗刹王似乎感受到了我的战役 便再次使用技能 化作一道红光朝我冲来 力量和速度大增的 我勉强能捕捉到罗刹王的动作 再次尝试完美格挡后 依然是格挡失败 罗刹王一剑刺中 我后体力当即只剩三分之一 随后罗刹王又优雅地后撤拉开距离 见罗刹王一击就撤 更加印证自己心中的猜测 这隐藏BOSS就是一场试炼 而试炼内容就是完美格挡 片刻后罗刹王再次发动技能 我再次尝试完美格挡 B就失败体力剑 我立刻掏出一瓶终极治疗药水 喝下罗刹王又一次发动技能 我再次尝试完关格挡 此时到场中 罗刹王就像是一个严厉的师傅 而我则是不服输的徒弟 不断重复着一招一式的练习 到场外的关心已经彻底看呆了 他完全没想到 仅仅只有17级的我 竟然真的在利用罗刹王练习完美格挡 随着我喝下第三瓶终极治疗药水 终于成功了一次完美格挡 将罗刹王的剑给弹飞了出去 我赶忙抓紧机会解除属性转换 恐惧赤剑刺穿罗刹王的胸膛 罗刹王血条剑底当场跪地 关心见我成功击中罗刹王顿时一脸惊喜 可他还没得祝贺 罗刹王便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威压 然后发动技能不灭之质和王之威压 整个道场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罗刹王突然咆哮一声重新站起 他厚重的台甲脱落露出满是疤痕肌肉爆起 剑此我咧嘴一笑 然后将所有飞剑收进剑阵空间 多次的练习我已经摸透了罗刹王的攻击轨迹 就在罗刹王化作一道红光朝我冲来时 我控制九把铁剑向前飞出 其中一把恰好击中罗刹王的破绽将剑给弹飞 我瞅准机会换出第十把宝剑赤销 一道红光一闪而过穿透罗刹王的心脏 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响起 成功击杀罗刹王经验加一零零零零零 获得装备罗刹王面具 召唤罗刹王协同战斗 罗刹王阵亡后会在面具中自行恢复 获得罗刹王的心脏一个 完成传奇试炼获得技能格挡直觉 效果是第一次格挡必定为完美格挡 检测到宿主达成成就第一次传奇试炼 奖励觉醒高级天赋我是传奇 效果是若副本中存在传奇试炼 通关副本后必定掉落开启试炼的道具 这些奖励都先结算到了队长关心的背包里 然后他走上来 将罗刹王面具和罗刹王心脏都交给了我说道 张远你拿着这场战斗完全是靠你一个人通过的 这两件史诗级物品案里说都该给你 我扫了一眼罗刹王面具和罗刹王心脏 最后却只拿了罗刹王面具 我说了既然约定了评分那就该一切评分 而不是按照贡献来分配 关心惊讶 你知不知道史诗级物品价值多少 这罗刹王心脏少说也是几千万 我坚定摇头说道 一个亿也该归你这是原则与金钱的多少无关 况且没有你提供的隐藏钥匙 以及关于完美格党的信息和三瓶治疗药水 我也不可能击败罗刹王 关心听后看我的眼神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 我收起罗刹王面具走向道场中央的宝箱 刚才是击败BOSS的奖励 而这宝箱是完成罗刹江副本的奖励 击败BOSS获得的装备和材料 是直接发放给队伍队长 然后由队长分配 不过首次通关副本的宝箱奖励 就是每个人独有的 关心已经通关过罗刹江副本 所以这次主箱是专属于我的 打开宝箱后 获得神之十一个初级技能卷轴五个 随着我获取奖励到场中的宝箱消失 副本传送出口出现两人传送出去 出来后关心便直接向我的账户赚了三百万 这真是一场愉快的合作 咱们加个好友 以后有机会再合作 我没有答应关心 直接退出队伍头也不回的离开 魏魏刚收了钱就走 你就是这样对待女性的吗 我回到家后拿出了命运罗盘 以及十五张初级技能卷轴 没想到这么快又得到了一枚神之十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高考前 我就能得到满街专五了 想到我先是使用了那十五个初级技能卷轴 获得重复技能技能熟练度提高 毒素抵抗提升到十级获得百分之一百毒素抗性 然后就拿出刚获得的神之十准备抽卡 想罢便将神之十放进了罗盘当中 这样赤销就能达到精炼四阶堪比神器 结果下一刻系统声音响起 获得神剑战炉专属一阶 攻击力加一千伤害百分之一百 自动护主持有者棉水属性攻击 备注十人剑气之一护主挡膜底洗天下 看完后我当场呆住 原来专五可以不止一把 忽然有了一种可怕的猜想涌上心头 其他职业的专五只有一件 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拥有附数的专五 而自己却能拥有十把 那到后期十把专五全部满精炼 那岂不是我能同时拥有十件神器吗 我想到这个可能呼吸都急促了不少 只要是神器那都有着毁天灭地的威能 即便那些踏入神级的职业者 拥有神器的人那都是极少数 这时有人敲门 我立刻将战炉收进见证空间 前去开门只见夏朝阳正笑眯眯的站在门口 我一眼认出了夏朝阳随即道 不好意思我已经决定考京都大学了 你放心我不是来阻止你去考京都大学的 那天我回去后就把你的情况上报给了最高司令部 首长们对你很重视接连开了三天的会 决定破例让你以边外成员的身份进入乾隆支队 这样你就能继续考大学了 看我一脸不解他向我解释道 那是我国的一支秘密的部队 能进入乾隆支队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文言我便又问他加入后有什么好处 只要你加入乾隆支队那军方就是你最大的背景 放眼整个大厦没人敢欺负你 另外军方的各种资源都会向你倾斜 之后你不仅可以享受京都大学的资源 我们军方独有的副本资源装备以及各类情报 你也同样有资格获取 目前能同时享受大学与军方资源的人 你是第一个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既然军方给了我相应的力 那我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想到这里我就问他自己需要做什么 这个我也不瞒你 你加入乾隆支队后就需要执行军方的任务 当然毕竟你还是新手军方 还是以培养为主 前期基本都是训练任务 不会影响你京都大学学生的身份 即便是后期你作为特殊兵主 军方也不会给你指派普通任务 你将成为帝国的一把尖刀 我沉音片刻随即便想起了外婆的难眉特等公徽章 如果是外婆一定希望我能为国效领 想到这里我微微点头答应加入乾隆支队 夏朝阳顿时兴奋起来诱导 对了要加入乾隆支队 除了要有司令部的推荐外 还需要通过乾隆支队的试炼 这些日子你好好练集等你到15集后 我带你去参加乾隆试炼 以你的实力肯定能通过 之后你就正式加入乾隆支队军衔为少校 我听后就说自己已经可以去参加试炼了 夏朝阳不由一愣并向我丢了一个探测数 结果发现我现在已经18集了大吃一惊 夏朝阳眼珠子都快瞪了出来问我是怎么办到 要知道即便是大厦排名第一的京都大学 对学生的要求也就是在一个月内升到19集 而我却在三天内升到了18集 我平静回到 我又攻略了一个深渊副本 获得了不少经验 然后又通关了噩梦难度的罗刹江副本 就升到18集了 夏朝阳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惊呼道 难道攻略幽影森林深渊副本的人是你 我听说七世级的深渊爆沙奥迪斯在那个副本中出现 还被人击碎了难道那也是你做的 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对我说道 此时我得上报司令部你先等一会儿适配了 不一会儿夏朝阳又急匆匆的跑回来 一脸激动的对我说道 张元大好是万战神想亲自见你 你和我去军区一趟 我听后一愣问他万战神是谁 夏朝阳听后也是一愣随即回答 你居然不知道战神万长安 他可是我们大夏帝国的传奇人物 他不仅是我们国防军的最高领导 还是一位神级战士 大夏帝国地位比他高的不超过十个 那可是妥妥的大人物 宝曼走吧 我微微点头倒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凭借着建政师这个职业 我自信自己能在不久的将来 肯定能爬到世界的巅峰 此时万长安已经通过传送阵 从京都传送至西湖市 夏朝阳带着我穿过重重岛 上来到司令部外 只见门外站着两个身子挺拔的士兵 我用深渊之眼探查了一番 发现门口两个士兵都是六十级的精英职业者 不禁让我感叹好大的排场 走进司令部后 只见里边孤着几个穿着墨绿色军装的军人 其中一个中年男子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气势 我看到那个中年男人的第一眼 便知道他就是万长安实力不在白镇国之下 恐怕深渊Boss奥迪斯在这里也还不有他一巴掌 万长安光是转过身来 他灵力的目光便是让一旁的夏朝阳就已经双腿发热 但见我窥然不动微微点头说了声不错 话音刚若万长安突然抬手 必把灵力的长剑凭空出现 话说一道金光朝我刺来 恐怖的威势向四周席卷而去 我轻土一声赤销凭空出现 发动技能格挡直觉 当的一声 万长安的剑被赤销弹开 司令部中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这一刻所有人都傻了 包括万长安 没人能想到区区十八级的我 竟然能完美格挡万长安的攻击 这一刻所有人都惊呆在原地 没人能想到区区十八级的我 竟然能完美格挡万战神的攻击 万长安咳嗽了两声缓解了一下 尴尬被我点头了 好小子你果然不错 居然能挡下我这一剑 怪不得老白他对你赞赏有加 我微微行李不卑不亢的回头 我只是用了必定格挡成功的技能而已 侥幸而已算不了什么 此时司令部中 其他人也是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说来也对如果不是技能的话 练习时长两天半的新手 根本不可能挡下万长安一剑 万长安见我主动解释帮他找回了面子 对我是越看越满意 当即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一双靴子递给我 虽说你是靠技能挡下我一剑 但你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过我的预理 这双靴子跟了我很多年 现在就把它送给你 周围其他人见状表情 进阶一遍惊荡 手掌大可视 万长安打断了其他人的话随即的 这是我的决定不要多嘴 都出去我和这孩子单独聊聊天 我接过靴子后查看信息 乘风之靴传说集装备 加一千敏捷 加一千精神 加一千体质 加一千 风属性伤害减免50%装备者 获得技能预风而行 使用技能后移动速度增加100% 当我看到乘风之靴的属性 瞳孔微微一锁 一脸震惊的看向万长安 这可是传说集装备太贵重了 万长安摆手笑的 他是我早期得到的装备 陪伴了我20多年 如今的我早就用不上他 将他交给你 反倒是能让他再次发光发热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你就不要拒绝 我也不再客气 当即将乘风之血装上 顿时感觉整个人 轻盈了许多 仿佛一蹦就能跳到天上 万长安笑呵呵的 看着我继续的 张员你知道我为什么 要亲自见你吗 难道不是因为 下队长的报告吗 那只是其中一方面 不过并不是我决定 亲自见你的主要原因 我听完一愣不解的 问她的是为什么 你的外婆是我的老师 而你的父母曾经也是我的部下 文言我瞳孔微微一锁 还有这种事 我从来没听外婆说过 她老人家退役后 便不再谈论军中事务 自从你父母失踪后 她更是连我的面都不愿意讲 不只是你如今 军部中绝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我曾经 还有一个老师 不过这并不是 我今天要跟你说的事 我要说的是 关于你爸妈的事 我心中一栋 虽说自从穿越过来后 就没见过宿主的父母 但因为宿主的影响 对着宿妹蒙面 敌父母也有着 某种强烈的感情 有人在深渊前线 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不过他们似乎 变成了深渊boss 听完我的惊喜 当场变成了惊吓 我沉思片刻后 随即对万长安道 首长如果有我爸妈的消息 务必在第一时间告诉我 这件事情说完后 万长安画风一转 递给我一个 乾隆之队的徽章说道 本来想亲自试一试 你有没有资格加入 乾隆之队的 但从现在来看 似乎不需要使了 此刻开始 你就是张元少校了 我站得笔直 吭枪有力的回了声道 万长安就仿佛看到了 那两个自己 曾经最骄傲的部下 他嘴角不由自主的 挂上微笑温柔道 欢迎加入乾隆之队 万长安在授予我军衔后 便带着自己的轻卫传送离开 身为大下国防军的总司令 万长安要无缠身 他抽一小段时间 出来与我见面 已经是极限 在万长安离开后 夏朝阳带着我去食堂中吃饭 同时给介绍军中情况 以及士兵们的诸多福利 在夏朝阳讲到 技能训练馆的时候 我尤其好奇地问道 技能训练馆是什么地方 技能训练馆 是我军士兵提升技能等级的地方 在里边修炼技能的效率 会人幅度上升 技能训练馆 是我军独有的设施 其他地方可没有 我听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现在自己都已经18级了 但剑阵和预剑 这两个技能还只是三级 也不知道升到下一级 会是什么时候 如果技能训练馆馆 能够提升技能等级的话 那对我战力又会有极大的飞跃 想到这里我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能去技能训练馆吗 当然可以 这本来就是你的福利 不过我们这边只有初级技能训练馆 顶多将你的技能等级快速提升到五级 你想要用更高级的技能训练馆 就只能去京都的乾隆支队报道了 我惊喜回答 能提升到五级就很不错了 我现在技能才三级 升到五级后又是一个大提升 等夏朝阳将我送进技能训练馆馆后 技能训练馆外的士兵笑着对夏朝阳问道 夏队长你猜猜那小子能在训练馆中坚持多久 夏朝阳伸出五根手指自信道的说五天 士兵惊讶道 他还是学生吧 在那鬼地方待五天人真的不会疯掉吗 在夏朝阳与士兵们谈话的时候 我已经传送进了训练场内 我一进来便听到了一道A合成的智能女生 欢迎来到初级技能训练部 是否需要量身定做训练套餐 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当即回答了事 然后便感觉到有一道光波扫描了自己身体 扫描完成目前可升级技能为 剑阵三级预剑三级属性转换一级 每天训练16个小时预计升级时间为20天 请问是否开始训练 我稍微思考了片刻 距离全国高考还有27天我现在已经18级 即便在这训练馆中训练20天 我都还有一个周的时间去练级 就算一直单刷罗刹江副本也足以升到19级 至于这每天16小时的训练内容 以自己现在超过3000的精神力坚持下来应该不难 想到这里我给外婆和小姨都发了信息 说明自己现在的情况20天内不会回家 在向家人报备后我便选择了开始训练 下一刻一个训练木人从房间中央升起 训练开始首先使用技能剑阵 然后使用技能预剑攻击木人重复100次 随着第二语音给出训练方案也开始展开剑阵 从训练空间中召唤出18铁剑攻击房间中的木人 此时感觉自己在这个房间中使用预剑技能 比在外边时更加得心应声 很快100次训练完成 我再次尝试操控铁剑发现流畅了些许 技能训练馆中的训练强度远比我想大 当结束第一天训练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快要虚拖过去 甚至都没力气洗漱直接倒头就睡 虽说这里边训练强度大 不过成果也是喜人大 才仅仅第一天我的预剑技能等级就升到了4级 第二天一早还在美梦中的我被一盆冷水泼起 第二天训练开始使用预剑技能攻击木人1000次 这20天时间我吃喝拉萨都在这个训练馆中 恭喜您完成本次训练套餐 本技能训练馆已无法再提升您的技能等级 若想继续提升请前往高级技能训练馆 AI声音响起我顺势查看自己的技能信息 技能剑阵五级 展开剑阵持续消耗精神力半径50米内 暴击伤害增加140% 剑五级 驾驭飞剑凌空攻击威力根据剑具品质 自身精神力和技能等级而定 属性转换五级 剑阵内可将精神力转化为力量敏捷和直至属性 转换增幅为五倍 我看到自己的三个技能都已经升到了五级 露出了解脱的笑容 我其实用了三天时间 就将剑阵和预剑的技能等级升到五级 剩下的时间他都是在练习属性转换这个技能 当我离开训练馆的时候只见外边围了一堆士兵 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敬佩 见到这种阵仗我不由一乐 看向同样等在外边的夏朝阳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你们怎么都在这里 夏朝阳忍不住向我竖起一根大拇指 小子你真的牛竟然能在训练馆中待二十天 我诧异的问道 待二十天咋了那不是系统定制的训练套餐吗 夏朝阳却是像看怪胎一样看着我说道 你知不知道在你之前 这个训练馆的最长训练记录是七天 等告别军营后 我便一刻不停的向城东的罗刹江副本赶去 如今距离高考就还有一个星期 我得在高考前升到十九级 否则连考京都大学的资格都没有 等我再一次来到罗刹江副本来 却看到柳如烟站在副本入口 当即上前去打招呼 他见到我后开口说道 该官可算等到你了 你这些日子等级练得怎么样 有星星考上京都大学吗 我听到柳如烟这番话 顺势对他使用了深渊之眼 柳如烟精灵圣女十六级 看到柳如烟的等级我忍不住的 相比于我你更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了 还有七天就高考了你怎么才十六级 我这可是自己辛辛苦苦练上来的 等级已经很高了 好吧我倒要看看你多少钱了 柳如烟瞪了我一眼 随即丢了一个探测数 看完后他张大小嘴一脸 不可思议的看你 你是怎么升到十八级的 很难嘛单刷几次乐梦副本就够了 在经过一番交谈后我才得知 他这次来找我是要带我去一个秘境副本 看我一脸猛逼他便向我解释道 那是不同于自然诞生的眼外副本 秘境副本是人们耗费巨大代价 创造的特殊人工副本 那个副本里的所有怪物 都是人工创造出来的 我们七天后的高考 其实也是在一个超大型的 秘境副本中进行 所以你带我去秘境副本 主要是为了你高考吗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前些天军部宣布了一个新政策 我们这一届的学生 可以在考大学的同时 还能加入军方特种部队 获得军方资源培养 要知道军部掌握了不少 连京都大学都没有的资源 我们如果能获得军方培养 那前途不可限量 这一次的秘境副本 实际上就是军部的一场考课 目的是筛选出优秀的学生 据说表现最优异的学生 甚至有机会加入传说中的乾隆之队 各大家族为了一个参加考试的名额 都争得头破血流 我费了好大力气 才帮你搞到进入秘境副本的名额 我听到柳如烟这番话 嘴角不由抽了抽问的 所以那秘境副本 就是乾隆之队的试炼了 柳如烟拍了拍 我的肩膀安慰的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虽然乾隆之队很难进 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进去 等柳如烟带我来到副本外面后 我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眼神瞬间冷了下来 不远处的王虎也注意到了我 他眼中不由傻播一丝惊讶 似乎对我还活着这件事感到意外 不过很快他眼中的惊讶就变成了挑衅 同时还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挑衅举动 我看到王虎的挑衅动作 便在心中给他打上了一个死人的标记 不过现在这里人多眼砸 而且王虎的长辈还可能在附近此事动手 并不明智 现在我的剑阵能够覆盖方圆五百米 今后有的是机会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它载掉 随后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此次秘境副本为团队副本 在场试炼者将按照各自职业进行随机分组 组成输出肉盾奶妈辅助的四人小队 话音落下老者打开传送入口 散发出的光芒笼罩住所有人 下一刻我便发现被传送到了一个地宫入口的森林中 一起出现在入口的还有柳如烟 一个骑士装扮身材高草的女子 以及手持法的王虎 柳如烟剑自己竟然和我组到了一对开心的不得了 呆挂我们居然在一队眼 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组队吧 我看清队伍配置当即明白了自己在队伍中的定位 看来自己是被当作辅助 不过我对此倒也不意外 毕竟我是唯一隐藏职业 外人都不了解我职业特性 而剑阵师这个职业名称也容易和阵法师混血 被大家当作辅助也正常 这时高挑女子走上来看起来有些害羞轻生轻理道 我叫苗书兰17级圣盾骑士 张元18级剑阵师 我叫柳如烟16级职业师精灵圣 这时王虎突然开口的 真是晦气我堂堂一个19级的火系法师 怎么跟废物辅助组到一对了 看来这次试炼铁定没心 柳如烟听到王虎的声音不悦道 王虎怎么哪都有你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等级完全就是靠高级职业者带你刷上去的 你才是拖后腿的那个 王虎确实失效的 家庭背景也是实力的一种 而且你们难道没听规则吗 一个小队只有一个输出 这个小队没我你们连怪都杀不了 要不你让张元那废物辅助去杀一个怪事实 怕是房都破不了吧 一旁的苗书兰见队伍中的火药味越来越浓 连忙站出来打圆场 大家不要吵了这次秘境副本 是需要小队合作通关的 输出和辅助都缺一不可 我建议大家还是先把恩怨放下合作通关 说着苗书兰又看向王虎安否了 发言你先消消气 我们这次副本可得靠你输出 你带人有大量 要不就带我们刷本吧 可想让爷带他一个废物没门 张元要么你现在退出副本 那我可以带烟尔通关秘境副本 要么就大家一起摆烂 描述栏见王虎油烟不进眼中 也不有涌现一丝愤迷 不过很快又压了下去 他为了参加这次秘境副本试炼 独自从边陲县城出发 穿越了一条遍布三十几野怪的山脉 才好不容易感到西湖市 就是为了在秘境副本中大展全景 却没想到自己还没开始 就遇到了这么恶心的人 我听到这里淡淡的说了一句 既然这样那你自己滚吧 王虎一脸惊诧的看向我怒吼 你是没搞清楚状况吗 这个队伍我是不可缺少的输出 而你的辅助只是可有可无的废物 我也建议你马上滚出去 这队伍没有你推进 可能还快一些 描述栏终于忍不住 直接一拳将王虎背倒 你真特么是个十九级的脑残 老娘真是受够 这副本你要刷就刷不刷就滚出去 别跟个婆娘一样 在这里叽叽歪歪吵死 等冷静下来后 他感到万分的厚 因为此时队伍中没有输出 是不可能通关副本的 见此我只是淡淡一笑 告诉他自己就是输出 说到我便禁止走进地下炎店的通道 而柳如烟也毫不犹豫的跟了过来 描述栏见两人进本 也心想反正来都来了 再怎么样也得试一试 等进来后描述栏对我说道 如果遇到怪了你就给我上状态 我有两个攻击技能 你如果有加攻的话 我应该能把怪磨死 我听完后就告诉他自己没有辅助技能 描述栏文言一愣随即又说道 那你给怪物施加减防御的buff也行 我也没有减异技能 那控制呢 也没有 描述栏听猛了一脸 诧异的看向我喊道 那你的辅助技能是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我是输出 可是这秘境副本有规定 一个小队只能有一个输出 那条活狗已经滚出去了 或许因为我是隐藏职业 让考官能误爬 描述栏眼中闪过一丝惊喜 虽说没有辅助推进 依旧困难但至少能等 这时突然一个盔甲骑士冲了过来 描述栏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立刻对怪物使用了嘲讽 砰的一声怪物大剑劈砍到描述栏盾上 不过他竟然是静纹丝不动 我随即就对这只怪物使用了深渊之夜 精英怪盔甲骑士等级20 力量1800敏捷 1200精神 800体质1000 然后我心神一动 一把铁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刺向无头铠 瞬间就对他造成了38963点伤害 紧接着系统提示成功 击杀无头骑士经验加2000 获得铠甲碎片一个 描述栏还在给自己上状态 突然看到击杀提示整个人吓了一大跳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柳如烟此时也瞪大了眼睛一脸 不可思议的看向我 他虽然知道我强大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我的攻击力 见他两人惊讶的表情 我只是淡淡的说了句 机操无量 现在我的精神已经高达3160 而且剑阵和预剑技能都已经到了5级 如果把三阶赤销和一阶战炉装备上的话 伤害甚至能上2000万 不过毕竟这次秘境副本是一场试炼 试炼者的评级和在副本中的表现有关 我必须收着点 否则光是靠命做建设 就能把整个宫殿的怪物给清光 到时候柳如烟和苗书兰都没有表现的机会 评分肯定会很低 然后我将他们从愣神中喊过来继续推进 随后苗书兰顶在前面 柳如烟在中间上状态 而我在后面不小便 三人在地下宫殿中一路横推 不管是什么精英骑士石像鬼雕像元素法式 所有怪物都是被打乱杀 如果不是我为了凸显苗书兰和柳如烟的重要性 故意让那些怪物靠近攻击 恐怕两女连怪物的影子都见不到 柳如烟完全没想到刷副本会这么轻松 他一个人组也对的时候治疗压力相当大 时刻都需要紧绷着精神防止有人被怪物抹杀 他之前刷一次副本得丢半条命 可现在他只需要象征性的丢一些治疗 就能随时将苗书兰的血线维持在安全线之上 此时的苗书兰也和柳如烟一样的感觉 他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么生猛的家伙 很快我们就刷到了地下宫殿报房间外 一路刷过来柳如烟已经升到了17级 苗书兰也到了18级 我离升到19级也只剩下不到10%的经验槽 苗书兰大叫了一声满脸兴奋 原来这就是被大脑带的感觉吗 简直要爽上天了 柳如烟也道 呆瓜早知道你这么猛 我还哼哧哼哧的去练什么级 你带我不就好了吗 我苦笑的说道 你们两个可别忘了这副本是为了试炼 我虽然已经尽量收着了 但我感觉这样下去 你们两个的评分不会太高 听到我这方法描述栏才反应过来 我们是在考试不是在练级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有一个想法 前面就是包房间了我不出手 你们两个先在boss攻击下坚持半小时 把数据都刷一刷我再解决boss 等我们进入到boss房间后 发现是一个十多米高的巨型骑士雕像 旁边还有着一把巨大的实剑 当即我就对boss使用了深渊之夜 首领及骑士王雕像等级21 力量5000敏捷3000精神1000体质6000 既能践踏大地震荡自愈 骑士王雕像肩带我们后边向前奔袭而来 描述栏毫不犹豫上前举起大盾 我去顶上烟儿给我上撞 柳如烟迎唱后一道又一道光辉在描述栏身上闪过 直接将描述栏的体质增加了50% 骑士王雕像挥动巨大实剑 猛然劈砍到描述栏的大盾之上 描述栏踩着的地板当即崩碎 不过描述栏此时却如同磐石一动不动 柳如烟立刻向描述栏扔去一个持续治疗 很快描述栏的体力便完全恢复 描述栏大声夸了柳如烟一句 然后便对骑士王雕像使用技能神圣冲撞 描述栏全身亮起金光 整个人如同一头蛮牛 竟直接将骑士王雕像给撞翻在地 咚的一声巨大的骑士王雕像重重摔倒在地 我见到两女的表现便彻底放下心来 在旁边老实当一个观众心安理得的摸鱼 圣盾骑士和精灵圣女一样都是稀有之意 描述栏拿的盾牌看起来也不像是普通装备 他们两个组合起来估计连30级的boss都能抗住 这不伤不了他们 与此同时在秘境副本中的一个特殊房间里 站着几个神情威严气势浑厚的中年人 几人都穿着乾隆之队的教官制服 等级也都在70级之上 而他们就是负责这次乾隆之队试炼的考官 一个教官将我们三人攻略副本包和画面放大说道 你们快来看西湖市那边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队伍 怎么这支队伍只有三个人 我调阅了后台这队的法师提前退队了 他们就是靠着三人队推到包房间的 有意思一个没有输出的队伍 既然能这么快推到包房间 看来他们不简单了 他们都是什么职业 精灵圣女圣盾骑士还有一个是见证师 这好像是新职业吧 都放在我身上 不过他们都等了十多分钟也没见我出手 众人进阶露出疑惑之色 这小子一直不动手是什么意思 摸鱼也不是这样摸的吧 至少也该给队友上点状态 那两个女孩的作战意识都挺不错 硬看了Boss这么久的攻击体力都还相当健康 如果好好培养的话能出两个强者 副义他们两个倒是可以考虑招募进乾隆之队 就是张元那小子一直在摸鱼看不出强度 再等等 毕竟这小子是万战神探中的人 或许他在跌什么大招 一众教官又看了十多分钟 我依旧没有出手的意思 我算是看出来的这家伙根本就没有在跌大招 也没有辅助能力 他怕不是被那两女孩一路带过去的 没想到万战神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居然招了一个孤名钓鱼的小子进乾隆之队 等这次试炼结束后 把张元的情况上报给司令部 我们乾隆之队可不能招这种废物 副本中的我估算了一下时间 感觉差不多了 便对前方努力作战的苗书栏和柳如烟档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让他接下来交给我 等他们两人撤下后我展开见证 赤霄出现在我旁边 然后化作一道红光 贯穿了骑士王雕像的脑袋 成功击杀骑士王雕像经验加3000 各书房间中众教官面面相去 全都沉默了下来 刚才发生了什么 随后众人把目光看向一个职业式 阵法师的男子身上 刚才张元明显使用了阵法一类的技能 或许阵法师能看出些许端倪 可此时阵法师也一脸恐笑 我也没看清楚他用了什么阵法 不过他刚才在阵法中用的 好像是普通攻击 有教官听后惊呼出声 普攻怎么可能秒杀了Boss 难道他之前二十多分钟没有在训练 他的阵法是瞬间展开的 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 那这小子有点逆天了呀 十八级秒杀二十一级的Boss 这时万长空出现在这房间中 众教官立刻向万长空行李 万长空笑道 我听说张元那小子也来参加试炼了 过来看看试炼情况怎么样了 几个教官纷纷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一遍 万长空看向光幕中正在分配Boss战利品的三人 陈莹片刻随即道 调整副本参数给他们刷新一个三十级的Boss 众教官文言森分色变 有教官担心道 三十级Boss对他们来说会不会太危险 要知道这个秘境副本的难度是默认噩梦难度的 三十级的噩梦难度Boss 一般是要平均等级在三十五级的五人队去攻略 张元的小队目前就三人等级最高的张元也才十八级 就算剑阵师这个隐藏职业的强度对标传说职业 也不可能绝对赢不了三十级的Boss 万长空却是孝导 不用担心 张元那小子不仅逼退过七十多级的深渊Boss 奥迪斯 甚至连我的剑都能完美格挡 那小子居然挡下了大厦前十万战神的剑 众人脸上震惊之色更加浓郁 即便是他们可也挡不下万长空一剑 此时我们三人在分配副本奖励的时候 Boss房间中突然出现一道光幕 随后一个和骑士王雕像一样的Boss 从光幕中走出来 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居然还有新Boss 描述兰立刻举起大盾挡在两人面前 管他有多少Boss 有张元你的叔叔来多少杀多少 话一落下描述兰便直接对新Boss 使用了嘲讽技能 新的Boss立刻挥动石剑 砍到描述兰的大盾上 轰的一声恐怖的气浪向四周席卷了去 描述兰被震退束部体力 瞬间到了半斜以下 描述兰见自己体力将红眼神微微一变 就在他震惊的时候 他身上突然亮起一道绿光 快剑底的体力瞬间被补满 描述兰回头看向挥动法杖的柳如烟 立刻向他竖起大拇指烟而干得不错 柳如烟笑道描述姐 放心我奶量很足保你没事 而就在这时新Boss的仇恨忽然转移到柳如烟身上 举起石头大剑就向柳如烟扛过去 猝不及防的柳如烟看到巨剑袭来 他根本来不及躲避脸色变得惨白 描述兰爆喝一声使用技能神圣冲撞 举着大盾将新Boss撞天 然后再次嘲讽Boss 新Boss的石头大剑再一次砍向描述兰的大盾 不过这一次描述兰使用了某种霸体技能硬生生顶住 雪儿别怕有我再给我治疗 柳如烟反应过来迅速向描述兰丢去治疗 同时不断给描述兰施加提高防御和韧性的状态 存在最后方的我剑描述兰和柳如烟打的如此势力 当即向新Boss使用了深渊之眼 首领及骑士王雕像等级30 力量1000敏捷5000精神2000体力12000 既能践踏大地震荡自愈 我看到骑士王雕像的等级变为了30级 而且看属性还是噩梦难度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深渊入侵 我立刻一声让他们让开 然后立刻催动赤销射向骑士王雕像 红光击穿雕像的胸膛 成功击杀骑士王雕像经验加70000 紧急这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升到了19级 教官们看到30级的Boss一样被我普攻秒杀 紧急经的下巴都快要掉在地上 这种强度恐怕连传说级的职业也做不到 张员那小子用的剑应该是专武吧 这攻击力未免也太逆天了 就算有专武也不敢秒杀30级Boss 他会不会已经觉醒了天赋 现在恐怕只有这个几时了 众教官对我的看法彻底得变了 他们纷纷看向万长空问还要继续加强度吗 现在他们都很想看到我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万长空确实摇头 不用了Boss等级在高那两个小姑娘会有威胁 等他到乾隆之队中报道后再说吧 这场试炼可以结束了他们三人都给S级的评价 张员的军衔提升为中校 与此同时我们三人也被传送回了云海庄 缘当中而其他试炼者无论有没有击败秘境副本的Boss 也都被传送回来 我见自己队伍回来不由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自己多心了 接连遇到两个深渊副本让我已经有PTS点 一直在外边等候的王虎见我们三人终于出来 立刻上前嘲讽道 怎么样没有爷的叔叔你们杀怪很辛苦 这就是你们站在张员一边的下场 苗书兰扬起拳头你还想找打是吧 这时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 试炼结束现在公布西湖式分区成绩 张员评分S级第一名 苗书兰评分S级第二名 柳如烟评分S级第三名 佐月评分级第四名 等念了半天才念到王虎的名字 王虎评分S级不入流 这时有好事者嘲讽道 我想起来的这个叫王虎的傻播一 是跟前三名一个对的吧 他一开始就退出了副本 结果没抱上大头 真是笑死爹了 还有这种他为什么要退出去 此时的王虎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等他走后我心想 再让王虎活下去 估计会有更强的杀手过来 想到我虽快跑向厕所见四周无人 便将罗刹王面具取出来 随后面具亮起红光 罗刹王从面具中飞了出来 在我的身前跪倒在地 与副本中的罗刹王不同 面具召唤出来的罗刹王修行跟人类一样 如果不使用探测术的话 很难分辨出罗刹杆到底是人类还是召唤物 我当即就查看了一下罗刹王的属性 发现他的各项属性居然没有任何衰减 然后我又给罗刹王下命令 你去跟踪王虎注意不要被发现 罗刹王微微点头化作一道残影冲出厕所 眨眼间便是消失不见 不愧是一万的敏捷速度太快了 随即又看向手中的罗刹王面具 在罗刹王离开后 我就能通过罗刹王面具和罗刹王建立特殊联系 还能取得罗刹王的视野 甚至能够控制罗刹王的动作 没想到这面具这么好用 今后要去探索危险的地方 倒是可以让罗刹王去踩内 随后我便回到了秘境副本的入口前 李雪儿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说道 教官已经开始发放奖励了 这次奖励可相当丰富 连累级的试炼者都能得到一颗升级单 我文言一论问他升级单是什么东西 李雪儿解释道 那是一种特别宝贵的单药 能够让二十级以下的职业者 直接提升一级 我诧异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听说这升级单可是军部的 大链金术师链制出来的药物 是军方独有的资源 据说还有更高级的升级单 不过那些都是战略级资源了 一般人也见不到 我心中微微一惊 不过很快就理解了升级单的价值 如果在战事军队损失严重的话 升级单能在短时间内 为大侠拉出一支高等级的军队 教官分发完奖励后 走到了我们三人面前笑道 恭喜你们评分获得S 极有资格进入乾隆之队 在给你们发放特殊奖励之前 我还是得问一句 你们愿意加入乾隆之队吗 描述栏和李雪儿 毫不犹豫的便答应了下 教官满意的点了点头 很好我将宁无微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们三个的教官 李雪儿见宁无微 没有等我回答不由的 宁教官张元不是还没有回答吗 宁无微瞧了我一眼随即笑道 我们军部之所以出招募 编外成员这个政策 就是因为这小子 他早就加入乾隆之队 李雪儿有些猛逼 随即一脸震惊的看向我 然后教官就开始 向我们三人分发奖励 他从储物空间中 取出三枚颗升级单 以及三张流金的黑卡 李雪儿一眼便认出了 那流金黑卡经道 这是天空塔入场券 宁无微见李雪儿一眼 就认出了天空塔入场券 眼中闪过一丝 从诧异随即道 没错这就是天空塔入场券 你们能够凭借这张卡 挑战一次天空塔 我和苗书兰一口同声 为什么是天空塔 没等您无微回答李雪儿 便介绍道 那是我们大夏帝国 最珍贵的副本 这个副本每年 只能进去一千人入场 资格非常珍贵 您无微随即补充到 天空塔里边 有一场珍贵的宝物 甚至有可能爆出神器 但是第一次挑战天空塔 还会有额外奖励 你们可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在发放奖励后 我并没有直接服用升级单 将两件奖品 都收进储物空间后 随后就独自下山 随后先是将自己的精神属性 5倍转化为敏捷属性 然后使用成风之靴 自带的技能移动速度增加100% 随后我就像是一阵风 很快就追上了 正跟踪王府的罗刹王 在王府旁边 还站着一个穿着正装的中年男子 我对那中年男子 使用了深渊之眼 江夜诚48级水魔导师 下一秒我直接下令 罗刹王变化作一道残影冲了出去 使用技能技能剑之一神 江夜诚眼神顿时变得凌厉 一本魔导书立刻在他手中 随后他与王府周围涌现水盾 罗刹王的剑砍在了水盾上 竟直接陷了进去 王府看到差一点砍到自己脑袋的长剑 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脸色无比苍白 他还以为是遇到了眼外boss 江夜诚感受到罗刹王的杀气眼神微微一点 不对是召唤物谁在偷袭我们 江夜诚是48级水魔导师 我并不认为罗刹王能在江夜诚的保护下杀掉王 所以开始去四周引怪 在我引怪的时候 江夜诚面前的魔导书飞快翻页使用技能水龙弹 一条水龙从魔导书中冲出 直接将罗刹王给在撞飞 在水龙将罗刹王撞到空中后 江夜诚又一次顺发技能 大量水元素汇聚在罗刹王周围 形成一个巨大的水龙将罗刹王囚禁在其中 下一秒又使用技能硫酸剑 一束硫酸从江夜诚魔导书中冲出 瞬间将罗刹王的胸口贯穿 同时将整个水牢都变为硫酸 不断腐蚀罗刹王 罗刹王体力快速下降 江夜诚眼神因冷立刻出声道 召唤师还不滚出来 这时我从暗处中走了出来 取出罗刹王面具 将罗刹王收回来的同时说道 不愧是48级的水魔导 这么轻松就压制了我的召唤物 江夜诚看到偷袭者 竟然是我眼中闪过一丝差异 倒是王虎在看到我后脸上的恐惧 当即变为怨恨 他宁笑道 好啊张元我还没有去找你 你居然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江叔杀了他 随着王虎下令 江夜诚便毫不犹豫地向我射来几颗硫酸蛋 将军凭空出现在我前方凝聚出蓝色屏障 挡下了江夜诚的攻击 江夜诚看到我的剑挡下了自己的攻击 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心中更是滔天骇浪 因为他认出这是一把专物 我在学校组织都抽卡仪式中 一抽满命的夸张事件 他也有所耳闻 这才过了多久就又抽到了专物 这是什么逆天运气 不过当水元素靠近我的时候 都被一旁的战炉全部吸收 江夜诚见到这一幕脸色巨变 又不信邪地向我使用了几个水属性技能 依旧被战炉吸收 这时他才明白我现在水属性免疫天克他的职业 我微微一笑展开剑阵 直接在王虎面前打开剑阵空间一把铁剑冲出 不过就在铁剑要抱王虎头的时候 王虎周围再次凝聚水盾直接包裹住了铁剑 见到水盾剿掉了自己一把铁剑 也印证了自己心中的猜测 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在一开始用赤销偷袭 否则自己专武可能被江夜诚给夺走 果然能到高等级的职业者都不简单 江夜诚在看到我那神出鬼没的攻击方式后 心中更是无比惊骇 他刚才要是精神稍微不集中王虎可真就被杀了 这真是十九级的学生能做到的事吗 而王虎见自己差点被我杀掉立刻对江夜诚吼道 江叔你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杀一个十多级的辅助都汗流加倍了 少爷这家伙不简单 他的砖无免疫水属性攻击我的技能伤不了他 江夜诚倒是比王虎清醒很多 他清楚自己现在没能力杀掉我 便立刻对王虎使用了水盾 然后让王虎悬空 少爷我们彻找其他人对付他 我眼中闪过一丝细血 现在想走会不会有些晚了 江夜诚一愣随即扫了周围一点 只见附近不知道什么时候聚集了大量低等级怪物 粗略一鼠有几百只 看到那些怪物江夜诚反而笑了出来嘲讽 一些低等级的怪物吧 莫非你想靠这些玩意儿杀了我们 不过这一次我并没有回答 只是把剑阵范围展开到最大覆盖方圆500米的范围 然后使用了技能精神风暴 我在使用精神风暴的时候便开启了所有命座 同时将赤销与战炉一同装备上 命座四 剑阵内每攻击一个敌人 剑阵内其他敌人会受到10%的剑射伤害 剑阵内攻击必定暴击暴击率双倍转化为暴击伤害 暴击伤害额外增加100% 剑阵内无视敌人防御力 剑阵攻击加3000暴击率70% 暴击伤害400% 颤炉攻击加1000伤害100% 江叶成看到我胸前的项链亮起诡异的光芒 顿时感觉到致命的威胁 没有任何犹豫展开水盾转身就跑 下一秒精神风暴向四周席卷了去 方圆500米的所有怪物外加江叶成和王虎 瞬间被精神风暴给吞噬 48级的江叶成 他的水盾没有起到任何防御作用 灵魂当场湮灭 大量击杀信息在我的面板上快速刷屏 以我为中心方圆500米内直接成了死狱 成功击杀江叶成 成功击杀王虎 成功击杀野兔经验加一 成功击杀野猪经验加二 获得装备水魔导书 获得装备烈焰法杖 我在离开现场后并没有直接回城 而是来到了罗刹江副本 当着不少职业者面镜到了副本刷机 毕竟王虎是王家的小儿子 而王家又是西湖市数一数二的大家族 旗下还有一家有上千战斗职业者的大型工会 王虎的死一定会在西湖市掀起轩然大波 虽说死者中有一个48级的高等级职业者 没人会想到动手的会是19级的我 但该伪造的不在场证明还是得伪造出来 我在动手杀人的时候就缜密计算过 自己以正常速度从云海山赶到罗刹江副本所需的时间 跟从云海山用技能追上王虎杀掉他们 再用技能从杀人现场赶到罗刹江副本 所需的时间差不多 而我的属性转换与预风而行这两个技能 王家不可能知道 在刷了一会副本后就回到了家中 吃饭时我隐去了杀人的事 讲述了自己这些日子所有的冒险经历 听得小姨连连惊呼 而一向稳重的外婆脸上也出现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 我开门一看居然是李经理 她一进门就说城北出命案了问我知不知道 我听后心中一咯噔 不过还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一脸疑惑问道 出什么命案了 李安平民众道 有两个战斗职业者死在了城北野外 其中一个死者叫王虎是西湖王家的小儿子 似乎还是你的同学 现在冒险家协会警司和城防军都派人过去 一场命案而已怎么惊动了这么多部门 而且就算死者是我的同学 李经理你也没必要专程来通知我吧 我虽说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 但发现事情的走向和自己预想的不一样后 还是有些心惊 有必要相当有必要 经过法医检测王虎死于强大的精神系技能 同时现场还残留了极其恐怖的精神力 我们怀疑是深渊Boss奥迪斯动了手 那奥迪斯肯定是还不甘心 一直在西湖市附近流窜 抹杀有天赋的年轻人 张远你是击败过他的人 他一定会卷土重来你千万小心 李安平在嘱咐完我后便匆匆离去 我没想到居然是奥迪斯帮自己背了黑波 也不由心中切笑随即感谢道 谢谢没想到李经理还专程来提醒我 这件事我会注意的 就这样真正的罪魁祸首 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一个周 甚至还专门去参加了王虎的葬 在那之后全国统一高考即将开始 所有要参加全国高考的战斗类职业者 都在西湖市中央广场前集合 在高考这天各城市的官方都会构建一个打型传送阵 将他们市的考生传送到省城去统一考试 将南省大大小小几十座城市上万个考生汇聚到这里 高空中悬浮的光塔突然传出一道威严的声音 现在宣布考试规则 本次高考分为基础性考试与进阶性考试两大类 基础性考试主要以考校基础能力为主 不同职业有不同的考试内容 输出类职业以测试输出 肉盾类职业测试防御 以此类推获得第级以上评价的考生 将有资格参加进阶性考试 进阶性考试中 考生在副本中的相应表现可以获得基分 同时进阶副本有不同的难度选择 副本难度越高获得的基分就越多 另外考试中能使用个人装备 但禁止使用任何道具 包括且不限于药水增益道具等 光塔顶层站着一群气势威严的中老年人 他们是个大高等学组的教授 同时也是负责江南省高考的考官 今年的高考终于开始了 不知道江南省会出多少好苗子 听说东海市役中的江云不错 不仅抽中了稀有职业 还一个月就练到了二十级 南江市有一个娃娃也不错 是个狂战士也有十九级 据说她有单刷困难难度副本的能力 有一个小县城的女娃 抽到了圣顿骑士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倒觉得今年西湖市有的学生要重点关注 这是一个知道我情况的考官将我的画面调了出来 信息现实张员剑证诗十九级 这是最近西湖市那边新抽出来的新职业吗 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 很强这孩子有单刷深渊副本的能力 单刷深渊副本这怎么可能 你们别不行 这可是我从一个冒险家协会高层那里打频道的消息 那小子可是获得了白会长的高度评价 我猜今年省状元就是他了 考试开始后我出现在一个斗兽场副本中 斗兽场中间有着一根高大的测试石装 石装上有着技术器 考试任务全力攻击测试石装 光塔顶层的考官惊的眼睛都快要瞪出来 这什么情况 那木桩能承受一百万的伤害吗 他一剑能给戳爆 应该是漏洞了吧 考官们一致认为是秘境副本出漏洞 毕竟这个秘境副本承载了全国数十万的考生 出漏洞也是预料之中的事 重新给他刷新一个木桩 斗兽场中一个新的测试石装重新刷新 我见新的测试木桩出现也没有多想 再次手握赤销向前攻击 轰的一声木桩再一次被打爆 光塔顶层的考官们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这是这些七八十级的教授们才终于看明白 这根本就不是秘境副本出漏 而是那个十九级的学生伤害超过了一百万 在场的考官们哪怕是历史教授 也没法从史书中找到这么一个逆天停在 主考官陈云当即就又给我刷新了一个一千万血量的时装 不过那时装才刚刚在斗兽场中刷新 一道红光便是直接将其给戳爆 这一下考官们的脸色瞬间就绿了 在场很多七十级的教授全力攻击 伤害有没有一千万都是一个未知数 陈云的老脸也黑了下来 决定给木桩加上防御力伤害减免提升到百分之五十 不过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保存好了刚才的录像 他们虽然都知道我的能力远远超过了S级 但如果我总是把木桩打爆导致没有评价等级的话 那秘境副本就会把我评定为第级 可当那个时装出现的一瞬间 我再次出现将其打爆 光塔中所有的考官此刻全部都骂了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技能血量一千万 百分之五是伤害减免的时装也能被打爆 我看他不是技能根本就是普攻啊 你们难道没发现那小子完全没有技能冷却的吗 陈云来回夺步忽然灵光一闪 他亲自操纵副本后台又给刷新了一个木桩 紧接着我这边收到了新的考试任务 请考生不要用全力的攻击木桩 后我便将将赤箱和战炉都卸下使用铁剑进行攻击 铁剑飞出造成4032点伤害评定等级为S级 基础测试结束后公布了榜单 我看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在榜上 第二名是一个叫做江云的 紧接着秘境副本中的考生们也开始第二场进阶性考试 单人副本试炼 所谓的单人副本试炼并不是一个人去单刷副本 而是给考生提供自身等级属性相匹配的NPC 职业分别为输出肉盾奶妈辅助 同时考生可以自主选择副本难度 以及带多少个队友去攻略副本 考生选择普通难度外加四个队友全带 那杀一只怪就获得一击分 而噩梦难度外加带三个队友杀一只怪则是六计分 如果考生选择噩梦难度以及不带任何队友的话 积分就会达到最高的十倍积分系数 当然历届高考中基本没有疯子这么做 曾经有一个抽中传说级职业的考生 因为自负而选择不带任何队友单刷噩梦难度副本 结果却死在了副本里面 副本中我阅读完进阶考试的规则后 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噩梦难度以及不带队友 因为对我来说队友法是雷坠 重考官见我孤身一人进入了噩梦难度的秘境副本 纷纷惊呼出声 陈教授要不要出面干预一下 让他至少带一个队友进去 毕竟我在基础性测试中展现出来的输出能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传说级的输出职业 只要我成长起来那绝对是大下帝国的顶级占领 如果在高考副本中出了意外 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陈云眉头紧皱思索片刻随即倒 别干预张元的选择 半寿人战士等级15 力量1000敏捷300精神100体制2000 对时我就对这个副本的难度充满了失望 实在是太没有挑战性 而高卡之上的教授们看到我表情后意乐纷纷 那小子是什么表情怎么一脸失望 他似乎对我们的副本很不满 是不是难度太高了 他还是太冒紧了 他的职业更偏向于炮台型远程输出 没有前排保护 估计扛不住半寿人一刀通不了关了 副本中的我自言自语说了声没意思 便展开见证方圆500米的巨大范围 直接将这个秘境副本全部笼罩 然后赤销贯穿前方半寿人的脑袋 下一刻副本中所有怪物包括15级的BOSS 全部暴力 紧接着系统提示开始响起 成功通关副本用时36秒 击杀积分加5000通关积分加5000 时间积分加5000 刷新副本通关时间记录积分加1000 总积分25000暂定排名第一名 我看着自己的高考积分面板打了一个哈欠 这副本又小又弱实在太过无聊 而光塔中所有考官都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默 随后爆发出了惊天喧哗 刚才发生了什么 怪物的BOSS的副本了 这小子到底有了什么技能 直接把整个副本都倾听了 他是不是作弊了携带了某种大范围杀伤道具 你当系统是板什么用道具了不报警 这家伙还能不能再过分一点 其他考生连普通副本的第一只怪都还没杀掉 这小子就通关噩梦副本了 感情他刚才的失望是觉得我们副本难度太弱点 与此同时光塔外边的巨大光景 也刷新出了第一个考生的成绩 姓名张元积分25000排名一 跟校老师们还在讨论今年的副本可能是什么 光幕上突然出现的排名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在我的成绩出来后又过了一个小时三分钟 江云的成绩才出现在第二位 与此同时另一个副本空间中 穿着黑色发袍的江云死死盯着积分排名上的张元 满脸不可置信 不可能他是怎么做到的 单元杀完噩梦副本里的全部怪物 还刷新了副本通关记录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江云本以为以自己的职业特性 能够轻松在进阶性考试中夺魁 毕竟他在一个半小时内杀掉288只精英怪物 同时还击杀Boss通关足以傲视群雄 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高考中 居然出现了一个25000积分的逆天存在 很快威严的声音在所有人耳边回答 进阶性考试结束全部考生的成绩以公式 积分500以上的考生有资格选择附加试炼 注意附加试炼不是高考必选 且有一定危险性 甚至有生命危险请考生们谨慎考虑 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考虑直接选择了放弃 附加试炼是只有冲击全国排名 前三大学的尖子生们才会选择的试炼 普通考生们的高考已经结束 当所有考生都做出选择后 秘境副本中的所有选择继续的考生 都被传送到了考场上方的光塔中 而站在最前面的主考官陈云太鼓说道 接下来的附加试炼很特殊 你们将不再是同省竞技 而是将和全国各省的天交们一起比拼 与进阶性考试一样 你们各自带着一只与自身等级与属性相匹配的NPC队伍 与模拟出来的深渊怪物作战 队伍每击杀一只深渊怪物就会获得100积分 积分获取没有上限 也就是说不管你们前面的积分有多少 在最后这轮试炼中都有翻盘或被翻盘的可能 陈云说完后将云掌心浮现一本魔导书 眼神变得无比坚异 在这最后的试炼中他相信自己一定能翻盘 随后考生们就都被传送到了最后的试炼空间 似的下了原地待机的指令独自前进 很快就有一只巡逻的深渊怪物与我碰面 不过那只深渊小队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我的十把铁剑屠杀干净 我的积分也瞬间上涨五万 陈云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在看到我轻松灭了一只深渊小队 随即方圆五百米内的深渊怪物全部暴毙后 嘴角不由抽了抽 这小子不仅单体攻击力高似乎还带有建设伤害 而且范围也大得不讲道理 我们在深渊战场中投放的深渊怪物 一下就被他轻碰了 这家伙在战场上绝对是战略极动武器 一人可以灭一支军队的那种 陈云与考官们议论纷纷 他们就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职业 历届高考全国壮严 在深渊战场中的最高得分也就四万多 这我刚刚开始就刷新了历史记录 要知道这个副本持续时间可是足足有六个小时 我将自己的十把铁剑扩散至舰阵边缘 随后全速前进 凡事进到我见证范围内的深渊怪物 全部都是请客间暴毙 我的的积分便以火箭般的速度疯狂上涨 很快就突破到了十万 这一刻考官们全部都麻木了 他们感觉我和其他考生完全就不是一个画法 在我杀深渊怪物就像是割韭菜的时候 其他考生还在与遇到的第一支深渊小队补阵 目前江南省排名第二的将军 此时也才灭了一支深渊小队积分上涨了500 与此同时江南省高考考点的光彩上空 两坛紫物凭空出现走出了两个深渊恶魔 其中一个正是被我击退的七十级深渊暴奥迪斯 而另一个穿着蓝色法袍 身边悬浮蓝色魔导书的深渊恶魔 同样是七十级的深渊暴斯名为伊斯塔 奥迪斯取出一颗黑色的心脏 口中送念起了灰色难懂的皱纹 随即直接将那黑色心脏捏爆 一道奇异声响在天空回答 东海市的天空瞬间变得无比灰暗 黑色心脏溅出的血液撒到了光塔的结界上 瞬间让结界变得七黑无比 下一刻光塔结界破碎 奥迪斯与伊斯塔相识点头一同冲进了光塔中 江南省所有考生的副本突然变成了红色 光塔内考官们的监控画面全部消失 我感知到了深渊的气息 不好肯定是那个流窜的深渊恶魔奥迪斯来了 立刻启动紧急于按终止考试 把所有考生转移到安全地方 同时向上边请求支援一定要确保所有考生的安全 以强行终止秘境副本所有考生都已经转移出来 但有一个秘境副本已经彻底深渊化 深渊攻略模式已经开始无法终止 陈云表情聚变问道 哪个考生在那个副本里面正是张元 果然奥迪斯就是冲着张元去的 此时秘境副本中我忽然感觉到四周温度变低 空气中出现了熟悉的气息 我眼神微微一变 现在这种情况我简直是太熟悉 副本深渊化 突然这时面前出现一团子 伊斯塔从中走了出来脸上那如同毒蛇般的微笑 你就是击退奥迪斯的那个人足少年 看起来也就那样嘛 我对他使用深渊之眼发现无法探测目标 看来又是一个七十级以上的深渊boss 我表情变得凝重 悄悄将白正果给的水晶球取出来准备球员 上次之所以击退奥迪斯 是因为奥迪斯指挥精神系法术 现在新的深渊boss过来 只要新深渊boss会精神系和水系以外的技能 我将必死无疑 瞧你那弱小恐惧的样子 幼年期的人足真是脆弱的令人耻笑 伊斯塔咧嘴一笑周遭有水系有动 小子在杀死你之前请允许自我介绍一番 我是来自深渊的七十级水系大魔导师 待会我就会让你在我那浩瀚的水元素中 极其痛苦的溺死 当我听到伊斯塔说自己是水系大魔导师 不由一论 随后将白正果的水晶球收了起来咧嘴笑道 你早说你是水系魔导师啊 害得我这么紧张 伊斯塔不由一论不明白我这是什么反应 这小子就没有哪怕一丁点对强者的敬畏吗 我随即问道 你既然是水系大魔导师 是不是和奥迪斯一样都是专修仪系法术 那是自然 我天生水元素氢核子诞生起便专修水系法术 梦想着有一天让整个世界都被我创造的洪水吞噬 虽说你们恶魔的性格一个比一个恶脸 不过我不得不夸一句你们深渊恶魔都还挺专一的 说修炼一种属性的法术就真的只修炼一种属性 我话音落下 是消遍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伊斯塔背后向他刺去 伊斯塔当即化作烟雾消散 随即又在不远处快速凝聚吃笑道 你的手段我早已知晓 虽说你有无视防御的技能 但凭你现在的速度还打不中我 我倒也不在意干脆放弃了进攻 估计这伊斯塔和奥迪斯一样 不是屑后就是有免死技能 反正他打中了也杀不死 现在只需要拖时间就好 这里是人族的地盘 如今有深渊恶魔入侵高考秘境副本 估计要不了多久人族的强者就会赶过来 伊斯塔看出了我的打算冷笑道 你是想拖时间等你们人族的强者过来援救你吗 可惜我不会给你这个时间 说把他旁边悬浮的魔导书快速翻页 大量水元素从魔导书中偏涌而出 凝聚成一条凶猛的水龙笑我袭来 下一秒战炉当即在我面前凝聚出一道蓝色屏障 将伊斯塔的水龙抵消掉 伊斯塔见自己的攻击无效脸上涌现震惊之似 这怎么可能你不是免疫精神系攻击吗 为什么我的水元素攻击对你也无效 你在试试或许是威力不够呢 我轻笑道言语间竟是嘲讽 伊斯塔成功被我嘲讽的笑容激怒咆哮 卑贱的人类即便在深渊也没有恶魔感 这么对我说话 就让你瞧瞧我真正的实力 天铺术 大海啸 海妖尖叫 蓄毒之海 短短几秒钟伊斯塔将自己的高尖法术用了大板 整个副本空间都被海水淹没 可我在暴躁的水元素中安然无恙 没有半点受到伤害的样子 这时副本中响起了奥迪斯焦急的声音 伊斯塔你怎么这么慢 为什么还没有杀掉张元 人族的强者要是到了我们都跑不了 快别玩了 伊斯塔愤怒的咆哮回头 小崽子奥迪斯张元明明免一水属性攻击 你还要我冒险来杀他 你这存心是想要我来送死的对吧 随后这个副本空间被撕开一个裂缝 奥迪斯冲进了副本 只见整个副本都已经被海水淹没 而我正在海水中游泳 我看到奥迪斯出现毫不留情的嘲讽 奥迪斯这就是你找来的援军的水平也不行了 然后奥迪斯见攻击不起作用 便将自己的精神力注入副本中 下一秒无数腐化兽人从地下钻了出来 当即我便用深渊之眼查看他们的属性 发现二十级的深渊腐化怪物 属性竟然和三十级的隐藏 暴索罗刹王一样 最可怕的是这四周的深渊怪物越来越多 现在我召唤出自己的十把飞剑准备收尾 这十条水绳凭空出现 将我的十把飞剑全部束缚住 释放水绳的伊斯塔愣眼看着我说道 小子你能免疫水系攻击不代表你不吃控制 与此同时十多只腐化兽人已经冲到了我面前 不对意之下只能冒着被王家发现的风险 使用技能精神风暴 轰了一声恐怖的风暴向四周席卷而去 奥迪斯和伊斯塔都从我的精神风暴中 感受到了致命威胁当即飞快后退 在即将被精神风暴吞噬之前退到了500米开外 与此同时以我为中心 方圆500米的腐化兽人们全部灰飞烟灭 奥迪斯和伊斯塔两个恶魔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面面相去眼中尽是惊骇于恐惧 他们能感觉得到没有一个腐化兽人受到攻击 见证中技能的威力就会增加10%左右 数千只腐化兽人死亡给精神风暴的增速 足以让他们两个七十级的深渊当场暴毙 一个十九级的人族少年差点秒杀两个七十级的深渊暴 死子绝不能再让他成长下去 否则深渊必有大难 这一刻奥迪斯和伊斯塔都下定了某种决心 而我虽然出现了大量的击杀提示 可却没能获得任何经验 看到自己面板上的提示我表情有些凝重 击杀深渊怪物无法获得经验 也就意味着我无法依靠升级来恢复精神力 使用一次精神风暴需要消耗五百精神力 而我目前的精神力只够使用六次 我之前之所以没有使用升级弹 就是引以能感觉到奥迪斯很可能在高考的时候出手 升级弹的一次升级能够让我恢复一次满状态 可即便用了升级弹恢复精神 精神风暴也最多用12次 如果我在精神力用完之前 人族的强者都还没有到的话 就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白正国的水晶球 五百米开外 奥迪斯再次消耗大量精神力召唤了大量升约怪物 不过这一次奥迪斯知道我有大范围群弓技能后 并没有让怪物一拥而上 只是派遣几十只怪物过来 国家奥迪斯只是派了几十只怪物过来 也不打算消耗自己的精神力去杀这些怪物 当即使用属性转换 将自己的精神力转化为五倍敏捷 然后使用技能御风而行将移动速度翻倍 随即便凭借速度在几十只怪物的围攻中自由闪避 伊斯塔见几十只深渊怪物根本就碰不到我 忍不住对奥迪斯怒骂的 蠢货你觉得我们时间很多吗 别再吝啬你的精神力直接用人海战术围攻 你一个七十级的精神大法师 还怕精神力消耗不过一个十九级的少年吗 被伊斯塔怒骂一通奥迪斯也极其不爽 当即回对了一句 闭上你的臭嘴我当然知道 不过他也明白不能再这么浪费时间 立刻操纵所有深渊怪物向我围攻而来 瞬间此前这怪物起到我的腹肌 逼我不得不取消属性转换使用精神风暴 轰了一声风暴 向四周席卷而去见阵内的怪物清空 张员我倒要看看你这种技能可以用多少次 奥迪斯咆哮一声再次召唤怪物 然后控制怪物为欧 逼我使出精神风暴如此不断重复 期间伊斯塔一直保持着对我的控制 同时依靠自己的特殊能力吸取我杀怪获得的经验 以防止我升级后恢复精神力 六波进攻后我已经头疼欲裂 连续多次使用精神风暴让我有些吃不消 另一边奥迪斯脸色也有些苍白 他并不是召唤师 持续的消耗自己精神力来给深渊赴本生成怪物 让他快要到极限 一旁的伊斯塔看完全诚忍不住感慨 这小子终于把精神力用干了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这种冷却时间短 威力还大的竞数级别既能十九级就能用六次 他等级高了后那还得了 胜券在握后奥迪斯的老毛病又烦 他对着我嘲讽道 张员你的精神力终于消耗完了 不过我的精神力还能大规模召唤两次 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胜利属于深渊 出来把我的眷属们 奥迪斯双臂展开仰头打笑 紧接着数千只深渊怪物从荒芜的大地中钻出来 伊斯塔忍不住白了奥迪斯一眼 深渊恶魔中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脸都不要的蠢 对付一个十九级的蝼蚁精神力都快被抽干了 居然还有脸床 伊斯塔你不断使用技能抽取张员杀怪的经验 自己的精神力消耗也吃不消了吧 你有什么脸嘲讽我 我听到奥迪斯和伊斯塔的对话当即咧嘴一笑 原来你们两个也吃不消了 看来这场胜利属于我 奥迪斯一胜 随后便惊恐地看到我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一颗升级弹 吞下后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升到了二十级 升级弹他哪里来的升级弹 十九级了都不用升级弹 他是留着发霉吗 这一刻奥迪斯和伊斯塔两个恶魔都崩溃了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还有这一手等他们 这下我状态全满还能使用六次精神风暴 他们别说精神力不够了 就算精神力够时间也不够了 奥迪斯健壮便拿出了某种传送道具 当即丢下伊斯塔传送离开 伊斯塔见奥迪斯跑得比兔子都要快 当即意识到人族的强者快到了奥迪斯想要让他断后 然后他也取出了某种传送道具逃离现场 他们走后我紧接着收到了系统提示 成功击退深渊恶魔奥迪斯经验加200000 成功击退深渊恶魔伊斯塔经验加200000 成功攻略深渊副本赤销神器任务进度10% 并检测到复主打成成就不可思议的嘲讽 随即提升一个天赋等级 恭喜复主我乃见先天赋等级提升 所有伤害提升20倍 并且我的等级也升到了21级 此时的秘境副本外 伤痕累累的考官们带着加乌斯之和赶了回来 陈教授我们已经在东海大学浪费了太多时间 赶紧使用加乌斯之和强行关闭深渊副本把张员救出来 陈云握着加乌斯之和对准深渊副本 正准备使用道具时那红色的深渊副本忽然变成蓝色 众考官看到副本的变化进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面面相去大脑有些当机 深渊气息好像消失了 难道是张员攻略了这个深渊副本 这怎么可能奥迪斯是70级的深渊boss吧 张员不可能击败奥迪斯 下一刻副本传送入口光芒涌动我从中走不出来 让众考官意识到这并不是幻觉 我看到陈云正拿着一块石头对着自己不由一论 老师您这是干什么 陈云看到我安然无恙的走了出来 甚至等级还到了21级满脸震惊之色问我没事吧 除了过度消耗了精神力以外没啥大碍 我摇了摇头随后又倒 对了老师有两个深渊暴速清了我的副本 他们干扰了我的高考我的成绩还作数吗 还是说要重投 陈云听到我的问题嘴角不由抽了抽 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不过很快陈云就捉到了重点向我确认道 你刚才说有两个深渊暴速清了你的副本 我坦诚回道 没错一个是叫奥迪斯的精神系大法师 另一个是叫伊斯塔的水系大魔导师 在接连被两个深渊恶魔盯上后 我便打算将自己知道的所有深渊暴的情报都告诉官方 这次奥迪斯摇了一个水系恶魔过来 谁知道他下次会摇个什么属性的恶魔 自己总不能一直去堵自己后面 抽到的专武能恰好免疫深渊恶魔的属性攻击 考官们在听完我的讲述后进阶惊掉了下来 一个人对抗两个深渊暴 白正国会这么看好我 这根本就是一个开了挂的逆天亭子 这是众人旁边的空间微微扭曲 白正国从中走了出来严肃的 我收到深渊入侵的情报 第一时间就从深渊前线赶回来的情况怎么样 陈云和一众考官立刻向白正国行李 白老事情已经解决了 白正国先是一愣随后看到一脸无辜的我 随即哑然失笑 原来如此你小子又把奥迪斯击退了 陈云立刻补充道 白老这次刺杀张元的深渊恶魔不只是奥迪斯 还有伊斯塔 白正国听到陈云的补充眼中 顿时闪过一缕金芒 如果只有一个奥迪斯闯入大厦帝国 那还能说是他们构筑的防线出了漏洞 只需要将漏洞补上就好了 可现在又出现一个深渊buff 而且还是悄无声息的出现在大厦帝国境内 这只能说明大厦帝国内部出了判断 白正国想到了一些可能性对陈云问道 陈云有秘境副本录像吗 张元所在的秘境副本被深渊气息轻染 恐怕得把深渊污染全部清除后 我们才能将秘境副本中的录像提取出来 白正国微微点头 提取录像的事情由你亲自盯着 不要让其他人插手 拿到录像后第一时间送到我手上 陈云苦笑道 白老这件事恐怕您得找其他人去做了 白正国一正问为什么 陈云拿出加乌斯之河说道 之前深渊恶魔入侵秘境副本后 我们为了就张元出来 组团去东海大学和大学老师们打了一架 把加乌斯之河抢了过来 现在张元没事东海大学之后问子 我们这些考官也该进监狱了 白正国听到陈云这番话随即笑道 你们是正确的东海大学那边我会去游说 只要你们将加乌斯之河还回去 我保证东海大学不找你们麻烦 多谢白老 白正国此话一出口 现场一众考官眼睛都亮了出来 东海大学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 但白正国的面子必须给 白正国随后随即又递给我一个水晶球 孩子如果下次再遇到深渊恶魔 第一时间捏碎我会来救你 其实这玩意儿也没有那么珍惜 你别节省道具 白正国之所以给我水晶球 就是想当奥迪斯再次找上我的时候 他能及时出手相救 顺便将那东躲西藏的深渊恶魔解决掉 这是一个考官上前大 白老陈教授所有秘境副本已经调试完成 可以重启试炼了 陈云微微点头说 把所有考生传送回副本吧 白正国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 加油吧 虽说你现在的积分已经锁定全国状 但在接下来的试炼中 还是得尽可能的获得积分 你的积分越高 最后奖励就越丰富 听到白正国这番话 我眼睛顿时一亮 在附加试炼重新开始后 我便开启了火力全开模式 屠杀副本里的深渊怪物 积分以火箭般的速度疯狂飙升 与此同时陈云也清除了深渊气息 将我秘境副本录像提取出来 交给了白正国 两人一同观看张元的战斗录像 这孩子居然又抽到了一把新的装物 而且还免疫水属性攻击 难怪他不怕那两个深渊 他天生就是这两个深渊恶魔的克星 白老不仅如此 你看张元那大范围的群攻技能 威力似乎是随着敌人数量增多而上升 奥迪斯和伊斯塔都被吓到 这要是到战场上妥妥的战略级竞数 他居然能连续释放六次 这个精神系技能 白正国眼睛微微眯起 似乎想到了什么 白老你发现什么了 白正国摇摇头对陈云道 把这个录像的保密等级设为绝密 同时把试炼光塔中的录像副本全部删除 只留我手上这一刻 在白正国复盘张元与深渊恶魔战斗的时候 附加试炼也随之结束 我的积分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考试结束所有考生即将传送出副本 我杀掉最后一只深渊怪物 看到自己面板中弹出的提示不由探讨 可惜这个副本刷新怪物的速度太慢 要是能像奥迪斯那样大批量召唤怪物就好 随后我撤去见证被传送到了光塔下方的广场中 一同出现的还有其他参加了附加试炼的考生 不过与我不同的是 其他人并不知道深渊恶魔入侵一室 只知道试炼光塔出了些技术性问题 导致考试终止了一段时间 光塔中传出一道威严的声音 随后光塔外的巨大光幕上所有的考生成绩刷新 第一名张元积分1100000 第二名江云积分8000 第三名苗书兰积分5000 第四名柳如烟积分3000 所有考生的目光都盯在我那110万上 柳如烟和苗书兰进阶一脸震惊的探向 他们预想过我的积分很高可能超过10万 但他们没有想到我的积分这么高 110万积分这什么概念 一只深渊怪物100分 这意味着得在试炼副本中杀一万多只深渊怪物 不远处的江云看到军墓上的排名后 身体剧烈颤抖满脸不可置信 这怎么可能他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能杀这么多 我申请查看考试录像一定是哪里出错 江云举手高升到质疑我的成绩 不仅是江云 不少考生和各校老师都觉得是系统出错 高考最高积分你是记录也就10万 这一下超过了百万的确太夸张了 将他拿到手中后非但没有受到伤害 反倒是让我开始持续恢复体力与血量 就在刚刚我成为全国状元后前来领奖 试炼塔会根据积分给予相应的奖励 可我的积分足足比历年来的状元高出了十倍之多 所以在我抽取奖励的时候突然天生一响 后边的主考官陈云感受到了补不祥能量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表情 巨变立刻喊道 张云不要把漩涡里边的东西拿出来 可惜陈云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晚了 漩涡中那把黑色的短刃已经被我拿到手中 一秒短刃直接刺穿我的胸膛 然后无尽的诅咒之力将我给吞噬 不过好在我有诅咒之心 诅咒王之刃给的诅咒效果转变为了正面效果 反倒是让我持续恢复体力与精神力 警戒我查看了一下这把短刃的属性 破损的诅咒王之刃 持有者遭受诅咒持续减少体力与精神力直至死亡 强制装备无法丢弃无法破坏 神系任务 使用诅咒王之刃收割十万个弱小者的灵魂 等我在睁眼时 便看到白正国和万长安 以及一堆不认识但气息强大的强者正围着自己 这群强者看到我安然无恙 进阶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不可思议他竟然征服了诅咒王之刃 万长安一脸震惊地问我到底做了什么 拿了诅咒王之刃后居然没有遭受诅咒 我随口回答说可能是诅咒之心的缘故吧 说完后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 他们都不知道这件装备 顿时意识到诅咒之心可能不简单 立刻闭上嘴巴又扫了周围那些强者一眼 白正国瞬间明白我的担忧说道 孩子你放心在场的都是值得信任的前辈 万长安也微微点头 没错就算大下帝国出了内鬼 他们也不可能是 有白正国和万长安保证 我也不再迟一回答 诅咒之心我第一次击退奥迪斯获得的装备 效果是将施加于自身的诅咒效果 转变为正面效果 众人听后惊呼居然还有这种宝物 白正国惊叹出声随即看着我意味深长道 你从中央试炼塔中取得诅咒王之刃就是天意 白老这诅咒王之刃是有什么故事吗 白正国陷入了回忆 三十年前 深渊的一个恶魔王率领深渊大军入侵人下帝国 在我们帝国付出惨痛的代价后 终于斩杀了那个恶魔王击退了深渊大军 诅咒王之刃 就是那个恶魔王陨落后遗留下来的神器 我心中已经没想到自己居然抽出了这种神器 而且这还不是一般的神器 似乎是深渊恶魔王族的信物对深渊极其重要 以至于我们在夺得诅咒王之刃后 深渊就彻底气恨上了我们 将绝大部分兵力都对准了我们大下地别 连带着其他国家的深渊压力都小了许多 我们曾经想利用诅咒王之刃来对付深渊 可惜没有人能承受这神器的诅咒 最终我们只能将其镇压在中央试炼塔之下 没想到最后居然被你取了出来 最后万长安转身看向现场的所有强者严肃了 你们所有人都听着 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给我烂在肚子 若谁有人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别怪我不念究其 等众人走后白正国将我单独留了下来 见此我不由好奇问道 白老搞得这么神秘是需要我做什么吗 你知道觉醒转职吗 当然知道 每个职业者在三十级的时候 都可以去转职馆进行职业觉醒 使得职业进一步强化 没错三十级是一道坎 成功觉醒的职业者实力会大幅度提升 但是有些职业前期很强 一转二转过后可能就会变得很弱势 那白老想说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特殊觉醒 学校教过使用觉醒时觉醒的职业者 会根据觉醒时的不同 获得不同的附加特性 不过觉醒时极其稀有 即便是品质最低的青铜觉醒时 都能上述十一 更高阶的觉醒时更是完全没人卖 张员你很幸运 我恰好知道有一个副本里面 存在着一颗神级品质的一转觉醒时 而且至今都还没有人去拿 我心中顿时一咯噔以为自己听错了 白老你没有开玩笑吧 这种好东西怎么可能一直没人去拿 白正国孝道 不是没人去拿 而是没有人能拿到 包括我万长安 以及国内各大家族的顶级强者 文言我顿时心凉了一半 连你们都拿不到 我恐怕更拿不到了 不恰恰相反 恐怕只有你能拿到 神级觉醒时所在的副本 是诅咒王允落后 而诞生的副本限定在三十级以下 没有难度选择 而且只准一个人进去 听起来的确很难 但大下帝国这么大 总归有人可以单刷这种副本 你说的没错 强势的传说级职业 以及极少数神级的职业 都能有单刷副本的能力 但那个副本不一样 进入那个副本 就会全程承受诅咒 无法被进化 思维属性减少90% 移动速度减少90% 技能冷却时间增加100% 持续减少体力和精神 直到被诅咒死亡 哪怕是体力最高的肉盾进去 十秒不到血量 就会见底最终不得不退出来 我眼睛顿时一亮 听起来这似乎是 专门为我量身定制的副本 随后白正国就要带我前往 诅咒副本位于深渊战场外 为距离京都有数千公里 即便是白正国空间法师 要传送起来也需要一段时间 进去前他又给了我 一个强制回程卷种 等我一进到副本 就收到了诅咒提示 不过因为诅咒之心的缘故 这些诅咒都变成了增益效果 此时我的属性 已经比三十级觉醒后的 职业者还要强了 随后我向沼泽地中央 前进了一段距离 便遇到了三只 比人还高的巨大青蛙 那三只大青蛙 看到我便当即 蹦到了十多米高 像导弹一般向我砸烂 剑撞我率先使用深渊之眼 惊讶地发现 这个副本中的普通怪物 思维属性竟然比 三十级的隐藏 包袱还要高 怪部的至今 都没有人拿到 那神级觉醒时 这副本出现 根本就不是给人门 当然我除外 想把我掏出赤箫 展开剑阵 向前挥出一道斩机 将那三只青蛙斩杀的同时 剑射效果还把 方圆五百米内的怪物 全部清平 一连串击杀提示 响起后我体内冲出一道金光 当场升到了二十二级 剑自己杀一只怪 就获得五万的经验 五百米范围内的怪物 全部清掉 就直接升了一级 忍不住惊叹一声 然后我开始指挥 罗刹王在前边探路 只要罗刹王踩到沼泽陷阱 我便将罗刹王 收进面具里 再重新召唤出来 但我向前走了五百米后 前方正在探路的罗刹王 突然站住不动 然后身体开始扭曲 血量急速下降 见状我立刻将罗刹王 收回面具 随后便看到沼泽地上 出现了扭曲爬行的痕迹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正朝着我过来 忽然赤霄挡在我面前 然后就是咚的一声 赤霄震动了一下 我的体力少了十分之一 当即我就明白 这是一只隐形怪物 不过我见自己体力一下 少了十分之一 心中不由一惊 要知道我的属性 可是上涨了百分之九十 自身还有百分之九十的伤害减免 就算是这样 也还是少了十分之一的体力 要是没有免伤天赋 没有专武的护主霸体特性 自己还真得死在这 实战卢也出现在另一边 同样帮我挡下了攻击 免除了僵职 我意识到周围 不止有一只隐形怪物 立刻警惕起 虽说有见证诅咒王之刃 与副本诅咒三重体力恢复 我只要不是被秒 都能迅速恢复到满状态 但如果我同时遭到大量袭击的话 或许会直接触发赤销免死被动 可赤销的免死被动 冷却时间是一个月 如果在这里就把被动用了 那通关这个副本的希望相当渺茫 下一秒没有犹豫 我直接使用了大范围的精神风暴 然后我面板跳出了 十多只诅咒恶魔蛇的击杀信息 经验上涨了一大截 此时副本外面 白正国正通过副本探测 步伐观察着我在副本中的情况 果然没看错这孩子 这副本估计只有他才能通关 要是三十集来的话 或许更稳可惜 现在没多少时间 射在白正国叹息的时候 大地忽然开始震动起来 远处的夜空突然变得血红 白正国看到天边那抹红色 表情微微一变 那是深渊进攻了 恐怕是深渊感知到 诅咒王的金河可能会被取走 提前开始了进攻 虽说现在前线兵力充足 但深渊那边很可能出 八十集以上的宝负 白正国神色变换思量 在三最终决定赶往前线支援 白正国在副本外边 给我构建了一个临时传送分阵 并留了言后便腾空而起 向前线盾去 而我并不知道深渊战场的局势出了变化 期间我一直用罗刹王探路 每隔一段时间就释放精神风暴 确定自己方圆五百米内 没有一只怪物存在 多亏这个副本的诅咒 我能快速恢复精神力 而技能冷却时间还会缩短一倍 我现在几乎能做到 无消耗释放精神风暴 随后在副本中 小心翼翼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走到了那具巨大的尸体前 来到跟前后我长叹一口气 自己现在的经验条 已经到了百分之九 时马上就到二十三节 而还没有遇到这副本中 真正意义上的精英怪 想到我站在那笔山还大的巨型尸体前 使用了一次精神风暴 确认自己周围没有隐形怪后 这才对面前的尸体 使用了深渊之眼 但深渊之眼只给了我一段文字 某位王者的遗体 其中或许隐藏着天大的命运 看完后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干脆命令罗刹王上前去切开尸体的腐肉 下一秒大量罗刹王遭受诅咒的信息 在我的面板中感出 好在诅咒之心的效果 对我的召唤物也有效 罗刹王非但没有受到伤害 反而开路的速度越来越快 随着罗刹王深入巨型尸体内部 我面板上弹出的提示信息突然变了 罗刹王遭到特级诅咒思维属性永久加事 看到罗刹王永久加属性后 我当即就心动 当即就也准备进去接受诅咒的习 可还没来得及进到尸体内部 罗刹王阵王的提示传来 当即让我停下了脚步 罗刹王的突然暴毙 让我立刻冷静下来 在外边老老实实地等着罗刹王复活 在这个副本的诅咒下技能冷却减半 罗刹王死而复生的速度倒也不慢 没等多久罗刹王便重新恢复了战力 这次我切换到了罗刹王的视角 亲自控制罗刹王进入尸体内部 走不走地突然看到一个血肉组成的怪物 冲出来死死抱住罗刹王咬住罗刹王的脖梗 然后罗刹王的体力急速下降 我在罗刹王被秒之前 对那个怪物使用了深渊之夜 精英级怪物王的血肉等级30 力量0拧结0精神0体制0 技能衰弱诅咒致命吸血不死 30级的精英怪思维属性却都是0 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特殊的怪物 属性全部都是0 却能这么快一动 而且还能秒杀罗刹王 当下我就开始分析 罗刹王被秒杀 应该是他的致命吸血这个技能的效果 我的精神风暴没有杀死他们 应该是他们的不死技能 至于他们能快速移动 应该有一个统一控制这些血肉怪物的怪物 那应该就是boss 再等了一段时间后 罗刹王重新站在我面前 然后再一次被我派进巨型尸体中开路 这次我禀吸灵神观察四周 很快便发现罗刹王左边穿来动静 当即发动技能剑之一闪 一到剑光闪过 罗刹王的剑将冲出来的血肉怪物砍成两半 不过那被砍成两半的血肉怪物竟然变成了两个 一左一右缠绕住罗刹王当场将罗刹王吸成人干 罗刹王的身板可是30级隐藏boss属性 而且还有副本的诅咒宗室 属性远高于30级的人类职业者 即便这样罗刹王都被秒杀了三次 我短时间内也找不出击杀血肉怪物的机制 当即打算让罗刹王用命给我堆出一条通路 等罗刹王又死了几次后我忍不住感慨呢 罗刹王虽然你死了但你可以复活 死了又复活复活了又死 在鬼门关前反复横跳性命无数 而内王的尸体血肉不增加和谷挖不同 古有鱼布一山经有罗刹挖室都是一样的道理 就这样重复了不知多少次 罗刹王终于挖到了王者一体的胸腔附近 进入了一个空旷的空间 而在那中间悬浮着一颗黑色的石头 我通过罗刹王使用深渊之眼查看 递转觉醒石神级 备注由某位王者精元所化 使用此觉醒石觉醒者将获得王的力量 在我的控制下罗刹王向觉醒石走去 不过没走几步血肉地面便长出大量血肉怪物 粗略的扫一眼数量竟有数百只 我看到血肉怪物挡在罗刹王的必经之路前 眉头不由皱起 以罗刹王的能力没法穿过那些血肉怪物的防线 看来陶克只能到这里了 想要拿到那觉醒石 还是得找出控制这些怪物的buff 我任由罗刹王被血肉怪物们搞死 然后重新等待罗刹王复活 这一次没有再让罗刹王进入尸体内部 而是让他沿着尸体表面爬上去寻找buff 我也没闲着围着巨型尸体绕圈去寻找线索 很快就发现在尸体肩膀腐烂的伤口处 有一只血肉怪物被水草缠住一动不动 思维属性都是零的怪物 即便它的等级是三世纪 在被普通的水草缠住后也无力回天 我突然灵机一动立刻将罗刹王呼唤到自己身边 然后让罗刹王去摸摸它 紧急着接收到了诅咒提示 罗刹王遭到特级诅思维属性永久加十 而那动弹不得的血肉怪物也无法攻击罗刹王 看到这里我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这可真是一个刷属性的好地方了 我舔了舔嘴唇尝试性的去触碰血肉怪物 下一刻系统提示弹出 遭到特级诅思维属性永久加十 面板上出现提示后我的思维属性都加了十点 果然只要摸到这些怪物就会受到诅咒 见状我立刻和罗刹王一人一边 用手指戳着血肉怪物让怪物不断诅咒我 每隔十秒我和罗刹王的属性就会永久增加十 然后我就一直蹲在这里刷自己的属性 甚至忘了自己来这个副本的目的 这是一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种生物能通关的诅咒副本 如今却被我一个人族少年所攻克 只因这个副本会施加各种诅咒且不能被禁止 而我的诅咒之心可以将全部的负面诅咒转换为增一把 可能我看到通关奖励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阴谋 那就是我通关的同时触发的天赋 我是传奇 直接强制掉落神话试炼开启道具 当即我就对这个道具使用深渊之眼查探 发现这是一个神级道具诅咒王之心 备注是陨落的王者终将归来 我看到备注后忽然新生一个可怕的念头 那就是诅咒王还会复活 而关键就是诅咒王之热和神级觉醒石 如果我真拿着这颗神级觉醒石去觉醒 恐怕自己迟早会被诅咒王夺射 这诅咒王真是好歹夺的技能 将副本设定为单人副本用神级觉醒石当诱饵 能通关这副本拿到神级觉醒石的 都是人族中万中无一的天赐 随后肯定会获得大夏帝国权力培养 如此一来诅咒王一旦复活 甚至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强大 我想到这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我有强制触发试炼的天赋 诅咒王的计谋很有可能得逞 我深吸一口气将诅咒王之心拿了起来 系统提示是否唤醒诅咒王的灵魂开启神话试炼 警告此试炼极度危险 自己如今已经入了头 就此离开的话只能成为诅咒王的傀儡 如今只有这神话试炼能拼死一搏 想把手中的黑色心脏突然冒出了浓郁的黑气 然后直接将我给吸了进去 进到试炼中后罗刹王已经消失不见 而且储物空间也禁用无法使用回程卷种 这是一道低沉而富有雌性的声音在平台上响起 随即一个英俊男子凭空出现 诅咒王一出来他的气场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见状我立刻使用深渊之夜 没有任何意外的没能得到任何关于诅咒王的信息 需去一个22级的人族居然还想探测本王 真是勇气可嘉 诅咒王对我戏血一笑随即探测了一份 见证是没听过的职业 你们人族真是喜欢诞生出一些花里胡哨的职业 除去装备和其他增幅 22级就有这么高的基础属性 看来你的这个职业相当有强度 成长起来是深渊的大患 可惜你今天得死在这里 说罢诅咒王伸出修长的食指朝着我续空翼 下一秒我便收到了系统提示 诅咒之心失效所有诅咒转化为负面效果 我看到提示瞳孔微微一缩 诅咒王笑道 你的诅咒之心本就是本王的力量 本王只要将其收回来十秒之内你就会死亡 可过了一会儿我仍然还活着 诅咒王一脸疑惑的看着我 见自己没有受到诅咒也不由松了一口气 看来赤霄能够抵挡诅咒王的诅咒效果 而我之所以赶尽着神话试炼 就是因为赤霄有免疫精神系攻击的被动 诅咒也属于精神系攻击 而诅咒王都已经叫这个名字了 就说明诅咒王的招牌手段都是诅咒 诅咒王很快就发现了我能无视诅咒的原因效果 真是有趣一般的装备可无法抵抗本王的诅咒 看来你的专武是神器级别而且品级还够高啊 不过如果你以为本王只会诅咒技能那就太天真了 我见他又散发出极强的威压下意识的心生恐惧 我的理智和情感都在疯狂告诉我 自己绝对不是诅咒王的对手 诅咒王继续笑道 人族少年你的确很不错 本王一向欣赏天才所以可以给你的机会 如果你愿意臣服于本王 本王将赐予你深渊恶魔的身份 在深渊之中分封给你一块领地如何 本来还在恐惧诅咒王威压的王 在听到诅咒王这番话后反而笑了出来 诅咒王看到一边因为恐惧而颤抖 一边脸上还露出笑容的我不有闪过一丝疑惑 我抬头直视诅咒王的双眸笑道 诅咒王啊诅咒王 你前后矛盾的行为终于让我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诅咒王瞳孔微微一缩心中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继续道 既然这是神话试炼那我是试炼者你是考官 你我都需要遵守这个神话试炼的规则 一开始你毫不犹豫地封印我诅咒之心的效果 想要利用各种诅咒杀死我 这说明你是非常想杀我的 后来你发现诅咒无效 按理说你应该用其他手段来杀掉我 但你没有而是开始利用你的气场仕途让我主动投降 诅咒王啊你这前后矛盾的行为 是不是意味着在这个神话试炼副本中 你必须要用诅咒来杀死我 我看到诅咒王的沉默笑得更加开心 看来我真赌对的即便是你这个诅咒王 也无法违抗世界的规则 试炼就是试炼即便是神话试炼 也一定有通关的可能不存在必死之举 而我的赤霄就是通关这场试炼的关键 话音落下见证空间打开 赤霄悬浮在我面前红色的气浪向四周扩散而去 虚散了四周诅咒萌物 诅咒王忽然放声大笑出来 本王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你这么有趣的家伙 看来你走到这里当真不是偶然 你说的没错这神话试炼就是诅咒试炼 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只要你能扛过本王的诅咒 那你就有通过试炼的课 但想要通关试炼你还需要击败本王 不过即便本王的实力已经不足鼎盛的千分之一 但你只是个二十二级的小家伙 你就算使出浑身解数 恐怕连本王的防也破不了吧 我听后突然笑出了声 诅咒王真是遗憾吧 或许我和你们深渊恶魔就是天生的八字不合吧 真是巧了我的攻击无视防御而且还很痛 下一秒赤霄凭空消失 然后诅咒之王周围展开十个剑阵空间 赤霄战炉以及八把铁剑 从十个不同的方向射向诅咒王 赤霄和战炉同时积诅咒王三千二百八十的精神力 两把砖武加起来四千的攻击力 外加百分之一千一百五十二爆伤加成 以及二十一倍的伤害加成 这两把砖武直接爆出了六千多万的伤害 恐怖的伤害直接将诅咒王给打满 与此同时八把铁剑紧随其后再次击中了诅咒王 又一串一百二十七万的伤害数字从诅咒王头上爆出 诅咒王接连遭受两次核爆攻击 当场被吓得交出了瘦身技能与我拉开距离惊道 小子你这到底是什么伤害 我轻轻一笑再次遇见向诅咒王攻去 八把铁剑扰乱诅咒王视线赤霄与战炉主力进攻 诅咒王在这试炼副本中 无法使用诅咒系以外的任何进攻技能 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一缕残魂实力不足等剩的千分之一 此刻躲避我的攻击相当吃力 赤霄击中造成四千七百九十八万八千一百五十八点伤害 战炉击中造成一千五百九十九万六千零五十二点伤害 铁剑击中造成十五万九千九百六十点伤害 不断有大大小小伤害数字从诅咒王头上跳出 直接打得诅咒王汗流加倍 诅咒王彻底被我的伤害吓到 他本来以为就算我把武器耐久全部耗空 都磨不掉他的血皮 但从现在来看在我武器耐久耗空之前 他的体力得先全部耗空 在诅咒王震惊的时候他又被刺中了两剑 气息变得急促起来 诅咒王咆哮一声 直接将各种诅咒施加到自己身上各项属性全面提升 进入到了Bossar阶段 很快我遇见的速度便追不上诅咒王 我眼神一宁将飞剑收进剑阵空间 又在诅咒王周围打开 可十把飞剑还没刺中诅咒王 诅咒王便顺移到了其他地方 然后他继续给自己施加各种诅咒 体力与精神都开始飞速回复 我看着满面笑意的诅咒王 也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攻击手段的弊端 飞剑的速度用来对付低等级的怪物绰绰有余 可一旦敌人速度变快飞剑追不上后 那我就打不出任何伤害 诅咒王冷笑出声 小子潜力技穷了吧 虽然你能免疫本王的诅咒 但你若不击败本王 你也无法离开这地方 顶多半个月你就得活活饿死 面对诅咒王的嘲讽我沉默了下来 的确我现在没有其他手段能对付诅咒王了 虽说我在装备了赤箫和战弩后 用精神风暴对单体也能打出千万的伤害 可没了诅咒之心的加成 我就无法靠诅咒恢复精神力 精神风暴也就使用不了几次显然杀不死诅咒王 自己虽有些不甘心 不过事实如此 毕竟我才22级而已 而对手是深渊的王者哪怕已经陨落那也是王者 这时诅咒王对我笑了笑说的 本王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愿意为本王做事 本王便放你出去 不仅如此 本王还会给予你深渊的力量 让你直升七十级 以你的天赋七十级的你足以横扫全人累了 我听后冷笑一声说道 我就算在这里饿死也不会吃你深渊一口饭 诅咒王也不再劝详 只是和我保持距离 期间我也尝试过偷袭诅咒王 不过诅咒王一直保持警惕偷袭 全都已失败到终 就这样五天过去 这时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 整个人躺在地上动弹不得 不远处的诅咒王嘲讽地看着躺在地上的我 你说你有这么好的天赋又有什么用 最终还不是得饿死 而我依旧冷笑虚弱道 我在这里死了又如何 诅咒王之刃和神级觉醒时都已经被我带了进来 今后不会再有任何人踏入这个副门 你的计划破灭你也将永远被困在这地方 诅咒王啊是我输了但你也没赢 诅咒王听后沉默了下来 很明显我戳到了他的痛苦 我看到诅咒王沉默又笑了出来 你一个深渊的王者 有勇气和我这么一个无名之辈同归于尽吗 诅咒王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会被一个人族少年逼到如此境地 就这样又过去了三天 我身体各项机能都已彻底衰弱 此时已经是有气劲没气出 看起来活不了几分钟了 诅咒王看着躺在地上的我 红色的眸子中也不由闪过一丝惊骇 他万万没有想到 我居然真能扛过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的欲望 现在我已经彻底失去意识 如果他再不出手我必死无疑 而他也将被永远困在这个狭窄的试炼副本中 诅咒王怒骂一声 最后只能恢复我的诅咒之心 再给我使用一个急死诅咒 饥饿诅咒脱水诅咒 将我恢复到满状态 等我醒来后诅咒王择了一声随即道 小子那我们个退一步如何 本王可以认输让你通过这次神话试炼 但前提是你得与本王签订恶魔契约 我眼神微微一明自己听说过这种契约 人族中有一小部分人会与深渊恶魔签订契约 从深渊恶魔那里获得强大的力量 但也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甚至需要出卖自己的灵魂 诅咒王看到我抗拒的表情笑道 张元这已经是本王能做的最大让步 或许你们人族对恶魔契约有误解 但实际上恶魔契约是这世界上最公平的合同 获取利益就要付出代价天经地义 签订恶魔契约后 我们双方都必须遵守契约内容 无人能违抗 我沉默片刻随即问恶魔契约的内容是什么 诅咒王摊开手掌掌心燃起一团子虎 最后火焰凝聚成一张写满恶魔语的羊皮卷轴 而作为回报张元在七十级之前 需要获得的百分之五十的经验分给阿瑞迪斯 我看到契约内容忍不住骂道 百分之五十的经验你怎么不去抢 阿瑞迪斯冷笑道 小子我们深渊恶魔向来寻求公平交易 你通关神话副本所获得的奖励 完全对得起分给本王百分之五十的经验 甚至本王要的还少了 分到七十级 是不是意味着我到七十级的那一天你就会复活吧 阿瑞迪斯并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你应该清楚我们两个现在的处境 本王自然是要复活的否则也不可能救 我合计了一会儿 虽说让诅咒王复活的风险会很大 但那时候自己也七十级了 十把专武估计早都极其而且满精炼 颠封状态的诅咒王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想到我就和阿瑞迪斯成功签订了契约 随即阿瑞迪斯被火焰焚烧为灰烬 同时我也收到了系统奖励提示 成功击杀诅咒王残魂惊艳加10000 000获得一转觉醒时神级诅咒王之星神级 诅咒王之星的效果是 施加于自身的诅咒效果转变为正面效果 所有攻击附在诅咒属性 对目标随即施加不可被净化的诅咒 完成神话试炼获得称号诅咒王 诅咒王称号效果是 全属性加10000可号令精神系的深渊怪物 并检测到宿主达成成就与王为谋 奖励觉醒神级天赋深渊王者 每击杀一只深渊怪物思维属性永久提升一点 通关王之买古地副本 获得神之十两个 职业专属技能卷轴一个初级技能卷轴1000个 面板中出现一大堆奖励的提示 差点没有把我的眼睛给闪下 此时我的思维属性已经夸张的不像是一个人了 更像是一个人型boss战力提升了好几倍 看完了大头的奖励后 我又迫不及待地拿出了专属技能卷轴 一个职业者在30级之前最多可以学三个职业专属技能 见证师的见证空间和属性转换 都在实战中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现在我十分期待自己最后一个职业专属技能是什么 使用职业专属技能卷轴 获得技能建议加速一级 效果是飞剑飞行速度增加100% 当看到自己新获得专属技能忍不住骂娘 这技能怎么不早点来 要是早点有这个技能也不会被诅咒王折磨那么久了 然后我直接坐在原地使用起了初级技能卷轴 一千张初级技能卷轴砸下去后一道到红光闪过 获得技能厨艺精通十级 烹饪出来的食物相当美味 获得技能毒术专精十级 毒属性伤害增加100% 获得技能医术专精十级 药水治疗效果增加100% 获得技能暗器专精十级 飞行物伤害增加100% 本来以为都是一些鸡类技能 可最后一个暗器专精引起了我的注意 也不知道我的飞剑算不算是飞行物 那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个测试木人来测试伤害 召唤出一把铁剑刺穿测试木人 直接造成了将近39万的伤害 正常来说不装备赤销和战炉 在天赋20倍伤害加成下 一把铁剑的伤害应该在37万多 而现在伤害是39万 算下来正好是21倍伤害加成 看来果然是增加了一倍的伤害 并且还将我的专武战炉升至到了三级 从而激活了一项新的被动 持有者造成的伤害将转化为 持续一分钟的临时护盾 这种技能给其他输出职业者都已经算是神经 可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开挂 因为我的伤害本来就已经严重溢出 弑枭和战炉一起上的话伤害都可以上映 现在就等于获得了上映的护盾指 等收拾完后我便退出了这个副本 不过才刚刚出来 便在空气中嗅到了极其浓郁的血腥味 紧接着远处传来吼叫声 见此我立刻展开见证十把铁剑凭空出现 使用深渊之眼查看发现是几只深渊怪物 他们冲到我跟前就被我的飞剑射成了筛子 击杀完这八只魔兽后 我的思维属性也永久提升了八点 这时突然又听到远方传来惨叫声 然后我立刻向声音传来方向感觉 只见一个骑士正顶着大盾阻挡 十多只地狱魔犬的进攻 在他身后还有一个腿被咬断的弓箭手 以及一个正在给弓箭手治疗的奶爸 我们清晰地看到 有几只地狱魔犬的嘴角还残留着人类的衣物 可一些碎肉残渣很明显 他们刚才吃了人 我了 和一声飞剑射出 那些地狱魔犬来不及惨叫 便尽数转化成了我的经验 正在被围攻的三人剑地狱魔犬被我斩杀 立刻感激地探向我说道 谢谢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 恐怕我们三个今天得死在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不是大下帝国防线后方吗 骑士剑我竟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回到 深渊大军已经突破了我军的第一阵地 目前大部队已经退守到第二阵地 我听后眼神微微一扁 大下帝国在深渊战场上构建有三大防线 被称之为三大阵地 第一阵地位于深渊战场深处 与深渊入口的距离不到100公里 第二阵地位于深渊战场边缘 与深渊入口距离500公里 王之买谷的副本就处于第一阵地和第二阵地之间 而第三阵地也是大下帝国的边境 如果第三阵地被迫那深渊大军 便会长驱直入 大下帝国全境都将被深渊拖入帐篷 骑士眼眸中闪过一丝恐惧继续头 这场战争太过惨烈了 深渊来了一位公爵级别的恶魔 连百老都被中伤 若不是万战神及时相救 李哥他伤势很重撑不了多久 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两个同伴 必须得放弃这次任务 回去让李哥接受高级治疗者的治疗 听到奶妈的话 骑士有些不甘心地攥紧拳头 这时我开口问他们是有什么任务 骑士有些迟疑 现状我立刻将乾隆徽章取了出来 你们放心我是乾隆之队的张元 我可以帮你们完成任务 骑士看到徽章上两杠两星的标志 当即肃然起经立正行礼道 报告张元忠孝我们是隶属第二军团的赤后小队 任务是探查西北方向的一处深渊据点 说到这里骑士声音有些哽咽 不过我们小队在行径途中遭到深渊军队狙击 两位同伴阵亡目前已经无力执行任务 我微微点头说道 我知道了你们先撤退探查据点的任务交给我 骑士继续道 张元忠孝我可以当你的前排协助你执行任务 我摇摇头将一张回程卷轴取出来地点骑士 不用担心这里太过危险 这是回程卷轴你们回去把这次任务辛苦 骑士看到我递过来的回程卷轴眼眶一火 感激的看着我说了声谢谢 目送三人离开后我喃喃自语道 西北方向有一个深渊据点了 或许可以刷一刷属性 不过我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向西北方赶去 而是回到了王之买谷的副本 从副本出来的时候赶知道了百老留下的传送法阵 不过刚才情况紧急也没来得及查看 回到副本入口后 我很快就找到了百老留下的临时传送法阵 以及百老的流言 张元深渊大军提前进攻情况危急 我必须赶去支援 你出来后便直接通过传送阵传送回京都 切勿在深渊战场上逗留 看完百老的留言后 我便将百老构建的临时传送阵回去 自己已经帮人接下了探查据点的任务 短时间内回不去 而这地方又快要沦陷 若百老的传送阵被深渊怪物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身上还有一张关心里的回程卷轴 等完成了任务 用回程卷轴传送回第三阵地的守望长城 再通过城中传送阵回京都 这也决定后我便向西北方向赶去 一路上遇到了不少在战场上巡逻的深渊怪物 不过都被我给顺手解决 等看到远处的一个深渊据点时 顺便查看了自己的深渊王者天赋 深渊王者思维属性加114 这么短时间内就加了114点思维属性 等于升了两级不愧是神级天赋 有着天赋这如同地狱般的深渊战场 对我来说就是一处快速提升战力的宝地啊 我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心酸 此时我看着前方的深渊据点 就好像是在看一边属性点 今晚就裂个痛快 对我所救的骑士小队传送回来后 则是在第一时间上报了他们的任务情况 当你无为听到是我救的先锋小队后心想 那孩子真是胡骂 难道他不知道深渊现在最想要的就是他的命吗 万一他遇到了恶魔大公爵怎么办 想把他立刻向万长安简单地汇报了情况后 便立刻出了成像我的方向追去 此时到据点外面后 我并没有鲁莽地冲进据点 而是在外围绕了一圈观察情况 这个据点的规模并不大 深渊怪物的数量不到500只 平均等级在30级 不过这据点戒备森严自己摸不进去 并不知道在据点内部有没有强大的深渊buff 按据据点怪物有500只算 我的剑阵能够覆盖全据点 使用精神风暴覆盖所有深渊怪物 靠着剑射伤害技能威力大概能提升50倍 在装备三间的赤销和战炉 即便是奥迪斯在里面应该也能一下炸死 我稍微合计了一下 找了一个用剑阵能覆盖整个据点的位置 正当我准备使用精神风暴进攻的时候 便看到有两个气息恐怖的人形深渊恶魔走了出来 其中一个深渊恶魔除开头上的两只脚以外 跟我的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见状我一阵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情况 那个长得像我老爸的深渊恶魔 对另一个深渊恶魔说了些什么便直接传送你 我也被被这突发状况扰乱了心事 而就在这时候后背突然感到一阵刺骨寒意 磕磕区区一个24级的人类 居然能摸到这里来有意思 听到后方传来的冰冷声音我瞳孔猛的一锁 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格挡直举 当的一声我握住从见证空间飞出的赤箫 转身招架住深渊恶魔的力爪 深渊恶魔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随即化作黑雾后撤避开了我的格挡反击 我也趁这个空档对那个深渊恶魔使用深渊之眼 结果深渊之眼无法探测目标 这也就意味着对方是74级以上的深渊Buff 比奥迪斯和伊斯塔都要强 深渊恶魔对我咧嘴一笑 是有必定格挡的技能吗 真是一个有趣的家伙 不过你能挡第二下吗 话音落下深渊恶魔顺意到我面前 然后用尖锐的指甲点向我额头 这时战炉凭空出现 帮我挡下了深渊恶魔这一击 当那一声恐怖的力量 鱼波向四周扩散而去 战炉也被弹飞出去 而我直接触发了赤箫的免死被躲 生命值强制变为一点 深渊恶魔见我还活着也不由一论 他是万万没料到区区一个24级的人类 居然能扛住他两次攻击 我见深渊恶魔愣神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精神风暴 深渊恶魔感受到威胁表情微微一点 不过此时他已经躲避不了 只能扬起自己的披风将自己包裹住 哭了一声恐怖的精神风暴在方圆500米内炸开 整个据点的瞬间被移为平地 触发深渊王者思维属性增加到714的同时 一道金光也从我体内冲出升到了25级 恢复到满状态后身上还缭绕着淡淡的蓝色光芒 那是战炉转化出来的零石护盾 虽然据点的深渊怪物全都已经被消灭 但此时我却是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强制回程卷轴 因为我没有看到深渊Boss的击杀提示 而白老又被重伤 所以我只能先传送回去 不过当强制回程卷轴亮起白光时 一道黑色光束破空而来 直接将强制回程卷轴射穿 同时我的零石护盾也在瞬间被清空 此时有些狼狈的深渊恶魔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他的双眸中燃烧着熊熊火焰死死盯着我说道 区区一个24级的人类差点伤到本宫 你就是奥迪斯和伊斯塔上报的那个人足上瘾吧 张元真不愧是你奥迪斯和伊斯塔说的没错 你就是我们深渊最大的威胁 我见那深渊恶魔不仅没被精神风暴炸死 居然还能阻断自己回程心情越加沉重 估计白老重伤和这深渊恶魔也有关系 我就算捏碎白老的金盒让重伤的白老传送过来 也只是在搭进去一条人命 我疯狂思考着寻找着以自己目前能力 所能做到的求生之法时 一杠怒吼声从远处传来 宁无为手持一杆雷霆长枪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深渊恶魔 同时发动近数式神枪 恐怖的威能从宁无为的枪间中爆发而出 以毁天涅地的威势刺向深渊恶魔 天地风云因此色变 我看到宁无为的那一枪仿佛看到了枪的极 这就是宁教官的实力好恐怖的威力 这一招足以秒杀奥迪斯 深渊恶魔扭头看向宁无为全力刺来的一枪 红色的眼眸中却是闪过一丝细血皮肤汗术 然后深渊恶魔面对全力攻来的宁无为 仅仅只是伸出了一根食指 我注意到深渊恶魔的表情 当即意识到深渊恶魔或许有手段挡下这一击 毫不犹豫地换出赤销战炉以及八把铁剑 向深渊恶魔后背刺取 同时使用剑一加速时到剑光破空而去 深渊恶魔剑我同时发动了攻击 眸子中闪过一丝不悦 他思考瞬间 最后还是决定使用技能挡下宁无为的攻击 然后硬看我的攻击 毕竟他看我现在不够25级 那个恐怖的禁术已经用过 现在的普攻不会有太高伤害 想到这些他的食指轻轻点在宁无为的枪间 听得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 深渊恶魔的手指与宁无为的枪间中出现一道空间波纹 然后向四周扩散而去 遭动技能无效化 宁无为的技能当即丢失所有伤害 宁无为看到后表情巨变大喊一声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使把飞剑一起击中深渊恶魔 造成了4196017986点伤害 深渊恶魔看到后表情巨变大喊一声怎么回事 一串短时间内都无法数清的恐怖数字跳出 差点没有将深渊恶魔的魂给吓掉 他甚至都不敢对宁无为发起反击 立刻化作黑雾后撤与我拉开距离 宁无为趁机挡在我面前问我没事吧 宁教官您再晚来一点恐怕就有事了 你这臭小子惹谁不好 居然招惹到了那位恶魔大公蒂萨斯 宁无为死死盯着退到远处的蒂萨斯 然后扔给我一张回程卷种 我帮你挡住他你寻找机会脱离战场传送离开 我见到宁无为握枪的手都在微微颤抖问洞 教官他很强吗 何止是强啊 蒂萨斯可是深渊七大公爵之一百老就是他重伤的 文言我表情微微一变 虽然知道这个深渊恶魔很忙 但没想到这深渊恶魔竟然这么忙 远处的蒂萨斯身上的伤势渐渐恢复 他阴冷的看着宁无为后边的我说道 过二十五集就有这么恐怖的伤害果然留你不得 轰的一声蒂萨斯猛然爆发出无比恐怖的气势 宁无为表情巨变咬牙道 他要来了张员我会拼命给你寻找脱身机会 你一定要逃掉 教官你可以不用管我自己走 宁无为愤怒的说道 张员你是大下的希望绝不能自私的死在这里 被逆无为怒骂一通我神色无比复杂道歉 对不起是我太自大了 我本以为自己通关了神话试炼 有足够的能力在深渊战场上自保 可真当遇到顶级强者时才发现自己是如此无力 这不是你的错以后再为我报仇便是 逆无为握紧长枪死死盯着蒂萨斯 非但没有后退甚至往前踏了一步 这一战他也有必死之志 蒂萨斯你要杀张员先踏过我的尸体 你们两个今天谁都走不了 蒂萨斯低吼着他周身缭绕恐怖的黑猫 整个大地都开始剧烈震动起来 不过下一刻蒂萨斯突然一颤眼眸中涌现出恐惧之死 他的气息开始疯狂下降 不不可能这是诅咒王的诅咒 蒂萨斯发现自己身上已经叠加了11种诅咒 其中还有一个快速衰弱的神级诅咒彻底慌了 然后他死死盯着我歇斯底里的咆哮 你到底对本宫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会有诅咒王的力量 我先是一愣 随即想到了自己通关神话试炼后获得的一件装备 那就是神级道具诅咒王之星 效果是施加于自身的诅咒效果转变为正面效果 所有攻击附带诅咒属性 对目标随即施加不可被净化的诅咒 当时我并不觉得附带诅咒属性有多强 甚至觉得诅咒王之星配不上神级的品质 但从蒂萨斯的表现来看 我才明白似乎完全低估了诅咒王之星的诅咒效果 随着诅咒王的诅咒生效 蒂萨斯的气息越来越弱 很快便跌落到了比奥迪斯都还要弱的地位 宁无为一脸不可思议 他感觉自己现在甚至能杀了蒂萨斯 张元本宫记住你了 下次深渊卷土重来 本宫必要将你碎尸万段 蒂萨斯被诅咒缠身自知无力杀掉我当即传送离开 宁无为正正的看着蒂萨斯离开的空底 只感觉这极其不真实蒂萨斯就这么撤退了 我只使用了最简单的拔刀斩 却让在场的教授震惊两秒半 只因这一击居然打出高达四亿的伤害 直接向一个高于我四十级的Boss当场秒杀 这种出色的表现甚至都引起了上界星辰的注意 于是便对我赐下了神明祝福 这一刻大夏帝国也由白昼变成了黑夜 漫天的星辰向大夏帝国各地多撒星光 凡是被星光照射到的人经验都开始上涨 守在秘境入口的牛婆婆猛地站了起来 多少年了星之神终于再一次降下赐福了 但我却在接受赐福的时候提示赐福失败 因为我的体内存在着诅咒王的力量 而诅咒王背后魔神的位格在星神之上 如今想要战胜诅咒王 必须要找到一个比魔神位格还要高的神明 我苦笑一声正要将星之结晶收回储物空间 突然天空中又降下一道星光 下一刻星光中凝聚出一件星光法袍 神级道具星神之袍 可储存神明之力神明好感度获取50% 星神之力 释放星神的怒火造成毁灭一击 可使用次数以可用星之结晶充能 我看到星神之力的介绍不由笑出了声 释放星神的怒火 应该是因为诅咒王搞的小手段把星神惹怒了 然后我迫不及待的将星神之袍装备上 星神之袍便直接包裹住我全身随即消失不见 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在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自己身上流淌 只要自己想随时都能将那股力量释放出去 随后我怕便传送出秘境副本 牛婆婆见到我后一脸激动的冲了上来问 张远你获得了星神赐福了吗 我摇头告诉她有点可惜自己没有获得 牛婆婆心想那一定就是王浩然了 因为刚才在秘境中的只有我们两人 这时副本又亮起一道光芒 穿着红色牌甲的金发少年走了出来 牛婆婆不等金发少年开口 便迫不及待的抓住她的手托着她上楼 出了宿舍我便直接联系了陈云 张远你来得正好 我刚把你的入学手续办完 等你选好了学院 就算正式成为京都大学学生了 老师都有哪些学院 针对于你的情况 我给你推荐三个隐藏学院 第一个是玄龙学院 由我校副校长担任院长 玄龙学院的资源是全校诸多学院中最多的 任何老师也都是75级以上的高等级职业者 第二个是明镜学院院长 是一个神级奶爸 明镜学院的资源虽然不如玄龙学院 但这学院的规模很小 一届学生不超过20 每一个都能获得院长的精心培养 第三个是建兴学院 这个学院就有些特殊了 目前只有一个学生 我顿时被勾起了好奇心问陈云 为什么建兴学院的院长 叶清松是我们京都大学最强的人 不过他的性格乖利 说学生从不看天赋只看演员 其实我并不是很推荐你选择建兴学院 建兴学院只有叶清松一个老师 而且他不仅是久如命 还喜欢当甩手掌柜 基本上一年所有的课他能撬个90% 建兴学院中那个唯一的学生都来学校一年了 他也没见过叶清松几面本领也基本是自学 我听到陈云的介绍 非但没有打退堂鼓 反而被极大的激起的兴趣 不说其他京都大学最强这个名头就足够吸引人了 于是我便果断选择了建兴学院 建兴学院就在学校西北方的一片竹林中 我向陈云道了一声谢随即便离开教务处前往西北方 很快就走进了西北边的一片清幽的竹林中 忽然一道充斥着三分醉意的声音在竹林中响起 我立刻高声道 敢问前辈可是叶清松老师学生张元想要加入建兴学院 一个和落魔签订契约的人类我可不喜欢你走的 我听到叶清松的回答眼神微微一遍 自己与诅咒王签订契约一事 可是连战神万长安都没有看出来 这叶清松竟然一眼就能看出 这岂不是意味着叶清松比万长安还要强 想到这里我当即坚定了要加入建兴学院的决心 既然前辈目光如炬为何不再多看几眼了 再多看几十眼也没有区别 你身上那恶魔的臭味太浓郁了 让你待在我身边影响我的九一块子 我眼神一鸣当即展开剑阵 十把飞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开始大肆砍伐周围的竹子 竹林深处顿时传来恼目的声音 首先竹子没有招惹到你其次不许破坏环境 随后一道剑气破空而来 我眼神一鸣立即操纵一把飞剑将那道剑气弹开 必定完美格挡的技能吗 小子太依赖技能可不算什么好事 叶清松点评完又有三道剑气破空而来 用属性转换将精神力全部转化为力量与敏捷 随即徒手抓住一把铁剑凭借肉眼将那三道剑气弹开 这下倒是马马虎虎 叶清松又点评了一次 随即六道剑气掠过竹林破空而来 我眼睛已经有些跟不上那剑气的速度 回想自己在罗刹王副本中练习完美格挡的感觉 勉强将六道剑气弹开 问有点意思了小子 把你那转换属性的技能观啊 再用你的预剑技能来试试 叶清松说罢便是又有一道剑气破空而来 我取消属性转换操纵十把飞剑去主动攻击剑气 当那一生在剑气弹飞八把飞剑的时候 我控制第九把飞剑完美格挡了剑气 紧接着又有三道剑气袭来 我前所未有的集中精神捕捉剑气的痕迹操纵 我眼神微微一变匆忙间操纵飞剑格挡 可惜我这次只拦下了三道剑气 另外三道剑气打在身上化作三个清风 竹林中顿时安静下来 我唤了一声前辈却在没有得到叶清松的回忆 我不免有些失望 不过倒是很快接受了自己失败的事实 没能接下六道剑气就是自己实力不足 于是我整理好心情转身打算离开 却突然听到竹林深处传来呼噜声 我微微一正顺着声音向竹林深处走去 很快便看到一个穿着素色不一 满脸胡叉的中年男子正躺在一块巨石上呼呼大睡 在巨石旁边的地上还倒着一个酒葫芦 以及一根刚折断的戏竹 我看到呼呼大睡的叶清松一阵无语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后将那个倒着的酒葫芦立起来转身离开 叶清松突然开始说梦话 你在三天内弄到一颗冰皇之心 然后叫上王浩然一起到京都西郊去上课 闻言我一顿回头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叶清松 前辈冰皇之心是什么王浩然又是谁 叶清松再次打起了呼噜 看起来是彻底睡了过去 我一脸无语不过也不好将叶清松叫醒 只得回到教务处向陈云询问情况 陈云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惊呼 你说叶清松让你在三天内弄到一颗冰皇之心 那家伙到底喝了多少 怎么给出了这这么一个离谱的任务 老是冰皇之心很难拿到吗 陈云叹了一口气说道 何止是难啊 冰皇之心是极地冰原副本boss掉落的材料 而极地冰原副本 是我们学校一个25级的50人超大型团队副本 我记得你才21级吧 就算你输出足够你等级也进不去啊 说着陈云顺手向我丢了一个探测数 结果发现我已经达到了28级 陈云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我的等级后 一脸不可置信的盯着我说道 怎么28级了这十多天你都干了些什么 其实也没带什么就是杀死了一些boss 既然你等级够了那我也不来你了 极地冰原副本在学校中部的副本打听 那个地方的副本是全校的学院通用的 不过每次挑战都需要交那500积分 你积分够吗 我有些尴尬的说道 老师我目前就只有学校赠送的100积分 要不我出去抢一点 学校不是鼓励抢夺积分吗 你才刚入学没必要去做那些招人恨的事 我个人赞助你1000积分 我告别了陈云来到学校中部的副本大厅 一进大厅耳边便传来各种热闹的吆喝声 20级黑夜沼泽副本困难难度随便来的人就出发 有常待25级兽人哨所副本价格实惠难度任选老板素兰 30级幽名塔噩梦难度缺的奶妈需要有进化技能 这京都大学的副本大厅 看起来和野外副本也没什么区别 都像萌茂市场 我走到极地冰原副本前检查副本信息 极地冰原副本 等级25人数50 备注挑战者最高等级不超过30 每次挑战需要支付500积分 在极地冰原副本的介绍下面 还挂着一行副本通关记录 玄龙学院队长赵兵团队人数50 通关时间4小时28分56秒 这是一个学姐走了过来用柔和的声音问道 同学我们正在组一个挑战极地冰原的队伍 目前团队中已经有36个人人满就出发 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我直接拒绝了学姐的邀请 然后在身份识别台刷了身份卡后便传送了进去 学姐看到我一个人进了极地冰原副本嘴角不由一瞅 这小子疯了吧 这时穿着骑士重甲的王妃走了过来 孙情什么情况刚才那个学生呢 孙情一脸无辜的指向极地冰原副本入口 他进去吧 王妃一愣 还有其他团队要攻阅极地冰原副本吗 我怎么没听说 孙情摇头说道 不是团队他是一个人进去的 他是没看清楚副本吗 我倒是觉得他看得很清楚 拒绝我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算了这种愣头亲戚我们队也是个拖累 继续找其他人吧 这次咱们准备的相当充分 一定能通关这个副本 在王妃和孙情说话的时候 我已经来到了一片冰原当中 寒风呼啸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遮挡了我的视线 我并没有胡乱走动原地展开见证 点亮方圆500米的视野 很快我便在血缘上找到一条路 立刻召唤出罗刹王 让罗刹王走在前面探路 没走多远便收到罗刹王被攻击的提示 只见一个裹着熊皮大衣精灵刺客从暴风雪中冲出 刺中罗刹王的后背 罗刹王的体力当即减少了三分之一 我立刻使用深渊之眼 强化精灵血缘精灵刺客等级25 力量15000敏捷2000精神1000体制5000 好高的属性这小怪的属性比30级的罗刹王都高了 这就是50人的团队本吗 我惊叹一声立刻用飞剑结束了他的性命 成功击杀血缘精灵刺客经验加1000000 获得精灵血液一个 一只25级的小怪就有10万的经验值 我只能感慨不愧是大型团队副本 我对这个副本的怪物强度和经验有大致的判断后 便加快了前进速度并不断使用精神风暴 有诅咒王之刃的无限回复精神力 我现在使用起精神风暴时半点压力都没有 CD好了就放一放便是清空方圆500米的怪物 经验也跟着不停的疯狂上涨 即便是一路畅通无阻 我也在血缘中走了接近半个小时 终于被一座大型冰山挡住了去路 在冰山下边有着一个山洞 而在山洞路口站着一个身材苗条手持长刀的精灵 我用深渊之眼看了一下 极地冰原副本中的第一个Boss 属性夸张堪比星之密境中35集的星之骑士了 在我探查的时候 血缘精灵刀客突然暴起 扬起漫天雪暴突进到罗刹王面前 罗刹王使用剑之一闪想要强顶血缘精灵刀客的技能 奈何属性不够当场被血缘精灵刀客砍成了只剩血皮 我当即取出面具将罗刹王收回面具空间 与此同时血缘精灵刀客的仇恨也转移到了我身上 看着血缘精灵刀客冲来 我并没有直接用飞剑将他秒杀 而是尝试用飞剑去完美格挡他的攻击 被叶轻松用剑气教育一顿后也终于明白 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数值还需要一定的技巧 现在这个血缘精灵刀客 明白着就是一个技巧型的Boss 正好把他当作我最好的陪练 当的一生我先消耗了格挡直觉的被动 打出血缘精灵刀客的僵直 然后与血缘精灵刀客拉开距离让其恢复 血缘精灵刀客重新拿起双刀 再次以极快的速度冲效果 而没有格挡直觉的 我根本就挡不下血缘精灵的刀 当场被血缘精灵刀客卡了两刀 然后就少了不到5%的生命值 随后在见证与诅咒王之刃的双重体力 恢复下迅速回满 就这样我拿着血缘精灵 练了半个小时的格挡 终于能够跟上血缘刀客的速度 靠着意念控制飞剑 完美格挡下了血缘精灵刀客的双刀斩 谢谢你的陪练 我向血缘精灵刀客道了一声谢 随即赤销飞出 对血缘精灵刀客造成了致命一击 成功击杀血缘精灵刀客经验加3000000 获得白金级装备精灵长刀 攻击加300刀系技能威力30% 技能冷却时间-24% 同时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 升到了29级 解决完血缘精灵后我继续前进 等走到副本深处后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冰块 随即那冰块突然爆了 一个长相绝美的精灵出现在我面前 我当即就用深渊之眼查看 世界级首领冰之精灵女王等级30 力量3000敏捷2000精神800体质1000000 我在看到冰之精灵女王的属性后 便是明白这个本为什么是50个人的打型团队副本 面对这个冰之精灵女王 如果团队没有顶尖的装备 优秀的指挥以及默契的配合 别说是50人了就算来100个人也只有团灭的结局 虽然你很漂亮 但可惜你是法系Buff 没法让我练习完美格党只能请你去死 看完冰之精灵女王的属性后 我也没有像之前对付血缘精灵刀客那般放水 直接使用剑易加速 赤箫和战卢同时刺穿了Buff身体 我一击秒杀直接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并且还释放了一个让全属性下降50%的诅咒技能 见此我不由地笑出了声 因为诅咒之心的缘故 所有施加在我身上的诅咒都会变为增益效果 就这样我的全属性直接上升了50% 然后我用赤箫破开招果冰之精灵女王的寒冰 战卢刺穿胸膛把他的血条清空 突然间我的面板上敲出一条奇怪的信息 诅咒王之心效果触发 冰之精灵女王遭受奴役诅咒 是否奴役冰之精灵女王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诅咒 不过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直接选择了奴役 本该死去的冰之精灵女王突然站了起来 随即他胸前伤口处冒出大量黑气缠绕住他全身 他似乎在竭力抵抗着诗加在自己身上的诅咒 可惜以他的能力根本就阻止不了诅咒的侵蚀 很快冰之精灵女王的表情就变得呆滞起 成功奴役冰之精灵女王可从宠物空间中召唤 获得冰皇之心一个 虽然获得了boss掉落的材料 但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经验 心想应该是我把boss奴役的原因 在探向不远处的冰之精灵女王 发现自己和他已经建立了某种特殊的主播关系 现在我只要一个念头 就能控制冰之精灵女王做任何事 意识到这点我眼中都有闪过一丝震惊 这奴役诅咒连世界级boss都奴役 那岂不是意味着今后攻略boss 只要攻击触发奴役诅咒 就能把boss变成自己宠物宝宝 这诅咒王之心也太逆天了吧 在我还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 殿堂中响起了悠扬的钟声 一时间大量副本大厅中人冲进殿堂 围到了极地冰原副本入口处 有人打破副本记录了 快找找是哪个副本 这边极地冰原副本那边的记录更新了 今天好像是有人在组建攻略极地冰原副本的团队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 很快光幕上便出现了新的信息 无学院信息队长张元团队人数一人 通关时间二小时十二分六秒 随着记录更新所有人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殿堂里顿时安静下来许久才有人打破死记 是不是搞错了一个人单刷大型团队副本 还只用了两个多小时 五十个三十级的人进去也不见得通关吧 张元是什么谁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号人物 好像今年的全国状元就叫张元会不会是他 不可能大意心生顶天二十一级 要是单刷这副本的大老是那个张元 我倒立吃点东西 我一出来就被疯狂的人群包围住 看着疯狂的人群嘴角不由一抽 当即用身份卡在副本前的身份识别台一刷 然后又重新传送进了副本 他又进去了还要单刷 他这是把大型团队副本当成练剧副本了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有能力单刷大型团队副本的话 在里面练剧的确快 毕竟一个人独享五十个人的经验 在副本外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我已经重新进入了极地冰原副本 说他已经得到了冰狂之心 但这个副本经验很高 完全可以在这副本一口气练到三十级 然后进行转职 除了练剧以外 我还有另外两个目的 一是想看看自己奴役了冰之精灵女王后 这副本boss还在不在 二是在刷新纪录的时候 便收到了来自学校的奖励 一万积分和十个学分 积分自然不必多说那就是金钱 关键是学分 在京都大学中想要毕业 就必须要获得三百个学分 而学分极其难获得 一学期上完一门课程 或许只有一个学分 而且能够通过上课获得的学分 最多只有一百个 剩下的二百个学分 必须要从其他渠道来获得 比如刷新学校副本记录 或者完成学校发布的任务和委层 有了第一次攻略副本的经验 这次一路高跟猛技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就重新杀到了冰之精灵女王的boss影帝 洞穴中央同样立着一块巨大的冰块 不过冰块里面却并没有冰之精灵女王 我嘴角不由抽了抽 没想到这副本的boss真被自己给掳走了 要知道每一个副本资源都极其珍贵 世界上各国爆发的战争 有三分之二是因为争夺副本资源 剩下三分之一也和副本有关 副本在这个世界就等于石油 而大型团队副本更是打型油田 我现在等于是把国家的一个大型油田给毁了 这要是让学校知道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发狂 不过冰之精灵女王就是我吃到嘴边的肉 自己也不可能还回去 此时的我心想死马当活马一把 学校总不可能让我赔命 然后直接踏入boss影帝 下一秒洞穴开始震动起 那巨大的冰块表面出现大量裂纹随即轰然爆开 然后我的面板弹出信息 成功通关极地冰原副本 恭喜副本刷新记录 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学分奖励 只获得了1000击分 与此同时京都大学副本管理中心此时炸开了波 副本管理办公室一个年轻的老师慌张的大海 朱老师副本炸了 一个正在悠闲喝茶的中年男子说道 年轻人就是没见过世面副本炸了而已 慌什么咱们就是管理副本了 副本出问题本就是家常便饭 出问题解决就是 说来听听哪个副本出问题了 极地冰原副本 我记得那是一个50人的大型团队副本了吧 这已经是个老副本的出些小问题正常 朱永福不急不缓地喝了一口茶继续问道 说说吧出了什么问题 boss被人拐走了 幽默我是让你说问题不是让你说笑话 朱老师问题就是boss被人拐走了 哐当一声茶杯砸落在地 朱永福猛地站起来一个见过冲到副本控制台 霍音喊到boss你会被人拐走 年轻老师连忙道 要知道一个大型团队副本的价值胆子上十个普通副本 要是极地冰原副本毁了 这绝对是一个重大事故搞不好他工作都得直接没 日志我已经看了 是一个大义新生在单刷极地冰原副本 击败冰之精灵女王后 直接将冰之精灵女王捉了当宠物 朱永福一论问那学生怎么办到 年轻老师摇头说了声不知道 此时副本入口亮起了帮忙我从中走了出来 大佬出来了 大佬牛逼大佬收小地步 大佬带我练及我可以给你暖床 我再一次被疯狂的人群给包围住 而自知捅出大佬子也顾不上众人的赞养 说了一句抱歉后便转换属性 使用技能御风如同一阵风般跃出的人群 好快的速度这敏捷值怕是有几万了吧 大佬果然牛逼 我离开副本大厅后便回到了教务处找陈云 说了兵之精灵女王这件事是瞒不住的 所以得在事情变得严重之前把情况报备上去 要是因为一个boss把自己学机给弄没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陈云见我松松火火回来不由的 这么快就回来了 不过你也别灰心那副本毕竟是50人的大型团队副本 你一个人单刷肯定是不行的 叶青松不是给了你三天时间吗 等你找一个团队以你的输出肯定过得去 陈云还以为我是单刷失败了当即笑着宽慰的 他知道虽然我的输出很猛 但只有一个人 而通关大型副本需要的不仅仅是输出 肉盾奶妈控制缺义不可 一个人想单刷还是太过勉强 而我直接开门见山道 陈老师我捅了一点小笼子 陈云却并不在意笑道 是和其他同学起冲突了吗 没关系在学校和其他同学发生矛盾是正常的 只要不出人命再重的伤势 我们的笑意都能就回来 我把极地冰原的副本报说了 笑着的陈云猛的一颤一脸不可置信的盯住 我的天老爷呀你说你捉了什么 这时朱永福冲进了教务处大声道 把一个叫张元的学生档案给我 那小兔崽子居然把冰之精灵女王当宠物给捉了 害得我们一个大型团队副本直接崩坏 老子非得包了他的皮布 朱永福吼完 便看到教务处内我和陈云正一脸尴尬的看见他 办公室中有些安静 陈云瞧了我一眼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得先稳住朱永福 老朱你先别激动或许有些误会 张元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你说不是故意的就不是故意的 朱永福此时就像是炸了个火药桶 赶紧把张元的信息给我这件事必须尽快解决 不然让校长知道了我这工作可都保不住了 说吧朱永福又看向我说的 你先出去等我和陈云谈完事后你再回来 我尴尬的老师内斗我就是张元 朱永福一正随即向我丢了个探测术 姓名张元职业见证师等级29级 朱永福当即爆炸 原来就是你小子 区区29级你到底在吉利兵员副本中干了什么 正常刷怪而已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就冰之精灵女王就成了我的宠物 在国老会议过后 我与诅咒王签订契约仪式已经是国家最高机密 我不能也无权向任何人透露与诅咒王相关的事 此时能做的也只有装傻 说了句不知道为什么 朱永福嘴角抽了抽 那你能把冰之精灵女王还回去吗 我摇摇头无辜的说恐怕不能 朱永福嘴角抽了抽额头清惊暴起 你知不知道一个大型团队副本报废 对我们学校来说到底是多大的损失 陈云连忙打圆场 老朱你先别激动 只是一个副本少了一个包而已 我们去野外抓一个包把它放进副本中就可以了 极地冰原副本坏不了 你说的轻松 能媲美冰之精灵女王的野外boss都是世界级的 而且还必须要三十级咱们从哪里去抓 世界boss一旦出现 尤其是这种三十级的低等级世界boss 一现身就会被各大工会围攻 那些世界boss根本就活不过几个小时 更不要说活捉了 陈云继续安抚道 总能找到办法的 反正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也不可能因为这件事开除张元吧 人家就是正常的攻略副本而已 只是过程出了意外这是无法预料的 朱永福白了陈云一眼 我算是看明白了老陈你铁了心 是要偏心这小子 他到底给你惯了什么迷魂堂 可你说多了你也不明白 就最直白的一点 张元现在二十九级 他单刷极地冰原副本之前是二十八级 他是二十八级 就能单刷五十人超大型副本的天子 价值难道不比一个大型团队副本高 毕竟咱们学校的副本本 就是用来培养学生的 张元既然能收了冰之精灵女王 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咱们当老师的总不能阻止学生进步吧 这说的倒也是 可要是这副本不明不白 就没了官底boss 我也没法向校长交代 你放心校长也是一个爱才之人 你将事情如实上报 他老人家不仅不会处分 甚至还会奖励你 毕竟你也算是帮了张元 至于极地冰原副本 既然找不到三十级的世界boss 咱们先去抓一个普通boss放到副本去 然后调整副本其他怪物难度 只要把这副本的难度平衡好 也是可以重新开放的 朱永福叹了一口气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 我见两个老师这样 此时也有些不好意思 两位老师有什么办法 捕捉野外boss吗 我要是遇到了三十级的世界boss 也可以帮忙抓一下 陈云摇头 这种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炼击提升实力 就算遇到野外世界boss 你如果有机会 也应该击杀他 毕竟每个世界boss的击杀奖励 都极为丰厚 你没必要为了学校副本 放弃那些奖励 听到这番话 我倒也没有继续坚持 学生会记住两位老师恩情的 如果没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离开 这时朱永福似乎想到了什么 突然叫住我问的 你有没有真人对战经验 我回答到应该算是有的 毕竟我已经杀了几个人 虽说都是秒杀 但那应该也算是真人对战 朱永福眼睛一亮 那正好最近全国校园竞技联赛 马上开始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集训队 代表我们学校去打屁屁 陈云顿士板起一张脸 老朱你这是活吗 参加那竞技赛的 都是大三三十五级以上的学生 张元才刚入学 怎么能去参加那种高强度的竞技赛 学生打的找不找呗 这可是为学校争光的好事在说了 要是张元能夺冠 他自己也有天大的好处 陈云叹了一口气 随即问我的意见 我好奇地问 全国校园竞技赛是什么 朱永福介绍的 那是大夏教育部主办 全国各大高校 都会参加的职业者竞技联赛 每个学校都会派遣 一支五人队伍参赛 在这个比赛中 全国上千所高校 数千名大学生同台竞技 最终决出单人赛 三人团队赛和五人团队赛 这个三个类别的冠军 每个类别的冠军 都有极其丰厚的奖励 我对你的要求 也不高三个类别中 拿一个冠军就好 距离联赛开始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你先练到三十几 最好能够觉醒境界 一转前后 是战斗职业者的一个分水 等晚上我刚到零号宿舍门口 便看到牛婆婆正守 在大门口气势汹汹的盯着我 你今天为什么要说 没有得到新神祝福 我真没得到啊 当时星之秘境中 就只有两个人 现在另一个已经确定 没有新神祝福 那有新神祝福的 就只剩下你了 张元你是不是因为 不信任我所以才瞒着我 其实你完全没必要这么做 我不会害你的 我听到牛婆婆这番话 苦笑道 牛婆婆你误会了 当时新神的确向我 降下了祝福 但因为某些原因 祝福失败了 牛婆婆眼睛瞪大 这怎么可能神明赐负 如果失败 只可能是你身上 有其他神明的力量 难道在这之前 你已经得到过 其他神明祝福了 就在当牛婆婆 得知我被新神选中后 便带我来到神智宝库 而我也从中抽到了 只有十一分之一概率的 神级一转觉醒石 然后我又拿出了 之前从诅咒王那里 拿到的神级觉醒石 下一刻两颗神级觉醒石 化作两道光芒 冲进我体内 我顿时感觉自己体内 涌出一股全新的力量 觉醒成功 见证师进阶为建筑 第一枚神级觉醒石 附加属性建筑 进阶为暗影建筑 第二枚神级觉醒石 附加属性暗影建筑 进阶为鬼神建筑 见自己一次觉醒 见证师连续三次进阶 整个人都经了 立刻查看自己现在的属性 姓名将员称号 诅咒王职业鬼神建筑 等级三十力量 二五零一零 敏捷 一九零一零 精神五零零一 体质 一九零一零 职业特殊属性暴击率 百分之三十九 暴击伤害百分之三百九十 我看完后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除开装备和天赋的属性增幅 我的裸面板属性 相当于生意级增加二千属性 相比于觉醒前属性增幅 整整翻了四十倍 除开属性增幅以外 我还发现自己的好几个技能 都出现了变化 鬼神剑阵五级 展开剑阵 持续消耗精神力半径一百米内 暴击伤害增加百分之一百八十 剑阵范围内 所有敌人速度减慢百分之五十 受到伤害增加百分之五十 所有友军速度增加百分之五十 造成伤害增加百分之五十 鬼神御剑五级 驾驭飞剑凌空攻击 攻击直接斩杀 生命值少于百分之二十五的目标 鬼剑神速一级 飞剑速度增加百分之一千 不仅如此 我甚至发现自己的六个命座 都跟着有了变化 剑军命座一 剑阵生效半径变为二十倍 剑一命座二 展开剑阵和御剑 不再消耗精神力 剑阵内敌人持续减少精神力 自身与友军持续恢复精神力 剑阵内自身与友军的攻击 必定暴击 暴击率双倍转化为暴击伤害 暴击伤害 额外增加百分之二百 剑先命座六 剑阵内自身无视敌人防御力 友军无视敌人百分之五十的防御力 我看着自己现在的属性面 已经经的彻底说不出话 我知道职业者在进行一转觉醒后 战力会获得一波巨大提升 但我不知道提升居然这么大 这已经不是职业境界了 这完全是重做了一个 更一天更暴力的新职业 输出肉盾辅助奶妈 其他职业能干的事我现在都能干 别人的三十级加上装备 也就几千的属性面 而我现在直接几万 更不要说技能和命座的提升了 现在我已经强的自己 都有些不好意思 随后我收拾好心情 随即便出门走到二百零八号门前 门打开后头发乱糟糟 满眼血丝的王浩然 颓然地看着我说道 是你呀有什么事 看到王浩然后我嘴角不由抽了抽 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 见我问起王浩然突然激动的 十颗神之石 你知道我用半年攒出来的十颗神之石 在神之宝库中抽到了什么吗 我好奇的问他抽到了什么 一件史诗级的铠甲 这不是挺不错的吗 十颗神之石还不一定能给你出史诗装备 王浩然哭道 我拿着没用啊 我已经有我的专属铠甲了 我还不如直接到命运新阵去赌石抽 这还有可能给我的装备精炼一截 气得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王浩然 毕竟我在神之宝库中抽到的是神级觉醒石 感觉自己现在无论说什么安慰的话 对王浩然来说都是嘲讽 只得赶紧将这个话题过调转了 叶老师让我来找你要我们一起去京都西郊上课 王浩然听到我这番话顿时一感先前腿里模样 石勾勾盯着我问真的吗 反正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这应该错不了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喝酒没 喝了 王浩然一顿随即叹了一口气的 那我们不用去了 估计他已经彻底把这件事给忘了 不至于把他好歹也是京都大学最强者 这昨天刚说的话今天就能忘吗 你是一点也不了解叶老师的性格呀 算了你稍等我一下 待会我们去竹林一趟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随后我们两人走到竹林深处 便看到叶轻松正趴在石头上呼呼大睡 石头周围全是酒服路 浩然推了推叶轻松说道 老师张元他已经拿到冰皇之心了 我们是不是该上课了 叶轻松嘀咕说梦话 张元是谁他为什么要拿冰皇之心过来 叶轻松在说完梦话后便睡得跟死猪一样 无论王浩然怎么推都推不行 王浩然一脸不好意思的对我说道 老师他就是这个样子 一旦喝醉之后 再重要的是他都会抛在那后 那现在怎么办 一般这个时候我都是自己去找点士组 对了我听说京都西郊最近出了一个世界boss 到现在都还没被人攻略 老师要带我们去西郊上课 估计也和那世界boss有关 要不咱们自己过去瞧瞧 我听后便点头答应自己 还没有见过野外的世界boss 正好去掌掌见识 王浩然带着我离开竹林后不久 本来还在呼呼大睡的叶轻松 微微睁眼自言自语道 天赋倒是过关 接下来就看星星和脑子如何了 叶轻松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了新的酒服 咕噜咕噜大惯一口 此时轻松吹来竹林沙沙作响 下一刻叶轻松和风一起消散 京都西城门这里的城墙是由钢铁浇注 不仅有神级阵法是施加的结界 而且墙面中还隐藏有大量跑跑 一旦战争出现这面城墙足以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王浩然向城门守卫出示了京都大学的身份卡 城门守卫便不再阻拦放我和王浩然出城 等出城一会儿后王浩然对我说道 张远你才三十级可能扛不住怪物的攻击 到时候你走我后边我保护你 我用深渊之眼探查了一番王浩然 姓名王浩然职业龙剑士等级三十五级 你也不过三十五级骂到时候谁保护谁还说不定 你不懂别看我才三十五级 但我的职业可是传说级职业灵命完全体 机制和数值远超普通职业 到时候你看我修就好 真好啊我的职业就是一个命座战士 简直是负二命开局 王浩然同情的探向我拍了拍肩膀安慰的 兄弟我懂许多职业就是这样 灵命缺少机制必须要抽到命座才能变强 有时候这世界就是这么恶心 许多隐藏职业在没抽到命座前 强度甚至都不如普通职业 我感叹一声说道 是啊幸好我满命了 我看王浩然愣在原地便开口问道 王兄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最好给我滚原点 随后我们两人一路调侃着 走了十公里的平坦大大来到了废弃小镇 当踏入小镇的一瞬间 顿时感觉周围的温度都降了不少 即便三十年过去了空气中 还弥漫着淡淡的深渊气息 可想而知深渊对这片的土地荼毒有多深 重整心情的王浩然对我嘱咐道 我们进危险区了 这里的怪物都喜欢隐藏在那些房子中 你要特别注意 我微微点头随即展开见证 下一秒王浩然看着自己面板上的增益 属性大叫一声 然后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我惊讶的 哥们你不是输出吗 怎么全是辅助效果 我此时给他的那些增益 已经把他的强度从零命提升到了六命 甚至给他的提升比六命还要猛 我解释说自己一个阵法系的输出职业 带一点辅助能力很正常吧 王浩然嘴角抽了抽 他重新刷新了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在遇到我之前 他本以为自己的职业很强 超越了世界上99.99%的职业者 甚至连叶老师也是这么评价 可在遇到我后 王浩然才明白自己的职业就是个原始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在王浩然怒斥上天不公的时候 我眼神微微一鸣说了声有人过来了 这时六个穿着统一知识装备 手拿精良武器的职业者的从小阵中走了出来 其中一个手拿法杖的法师淡淡的 我们飞龙工会正在这片区域围猎世界boss 闲杂人等尽快离开 王浩然听到那法师的话表情顿时阴沉下 这片野区是公共区域世界boss也不是独鼠女的 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太霸道 那个法师淡默地扫了王浩然和我一眼也没有废话 直接对自己旁边的职业者吩咐到杀了他们 其中两个弓箭手立刻搭弓射箭 两只冒着毒光的箭矢直射王浩然和我的面目 我站在原地还为行动一道剑光闪过 王浩然取出一把暗红色的宝剑 将那两只箭矢斩断怒斥道 你们这就要动手杀人了吗 法师剑35级的王浩然 轻易就斩断了两个40级弓箭手的攻击 眼中闪过一丝亚翼随即道 这两个家伙不简单大家一起上 话音落下其他职业者纷纷发动攻击 一时间火球冰雹毒箭各种攻击飞向我们两人 王浩然见状他眼中涌出雄雄目 皮肤表面出现龙铃往前一塌发出一声怒吼 地面直接被他踩碎发动技能龙吼 轰着一声恐怖的音波当场震碎所有人的攻击 飞龙公会的所有人直接被王浩然的龙吼给震成重伤 为首的法师表情巨变 这家伙的伤害不对尽快撤去空之会长 这时六把飞剑在他们身后凭空出现 直接收割了在场所有人的生命 六具尸体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废弃小镇中顿时安静下来 王浩然呆滞在原地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笑你 杀了他们 我却不以为意问道 王兄你没杀过人吗 杀人对王浩然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词语 他从小就是学校里的三好学生 当他抽卡转之后 他就一直在副本里练剂 考入京都大学后也一直待在校园里 即便他与其他职业者有冲突也是点到为止 可以说王浩然到目前为止的人生 都生活在名为学校的象牙塔中 没有接触过社会的毒打 看到王浩然的表情我宽慰的 没事这种是总要有第一次的 王浩然咽了咽口水 还是有些无所接受 可他们不是野怪是活生生的人 那就这么死了 他们想杀我们 如果放他们离 就会有更多的人来杀我们 到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死 王兄人性是恶毒的 在这个世界人人都掌握有超凡的力量 杀人是这个世界在容易不过的事 只要人有贪欲 那就会产生杀意 王兄你难道能一直活在校园中吗 王浩然沉默了两久随即道 张忍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我也明白这个道 不过我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一下 我点了点头随即道 你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吗 我一个人也能解决世界boss 王浩然摇头 不用这点心理问题 我很快就能克服我们继续前进吧 然后我将这几具尸体拖到路边的草丛中 又从两只尸体上扒下两套衣服 第一套给王浩然 小镇里面估计还有不少飞龙工会的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稍微伪装一下 等进来后发现里面都是飞龙工会的人 看样子他们还没找到那个世界boss 王浩然面露担忧 能让飞龙工会的会长亲自出手的世界boss 少说65级以上 那根本就不是我们两个能对抗的 即便我们混在飞龙工会的队伍中 最后抢到了boss7杀 飞龙工会恐怕也不会让我们离开 我笑着问他就是怂吗 王浩然认真的说有点没有在嘴里 毕竟我们一个35级一个30级 而飞龙工会光是会长就75级 还别说其他职业者 双方的战力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 我却是笑了 放心只要我出手 世界boss一定是我们的 飞龙工会连boss的尾气都闻不到 王浩然本想问我哪里来的自信 随即便想到我给他施加的增益效果 那些增益效果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能让一个人变成战士 而用在自己身上效果肯定会更夸张 想到这里王浩然没有再说什么说的 好接下来我都听你的咱们要做什么 我扫了一眼周围的飞龙工会成员们笑的 既然有免费的劳动力 那我们自然要好好利用一份 等一等吧 飞龙工会肯定能找到世界boss 这时远处传来激动的吼声 找到了世界boss在这边大家快过来 废弃小镇中所有成员都向声音那边跑去 我呵呵一笑立马带着王浩然混在队伍中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 飞龙工会的人已经开始列阵攻略世界boss 骑士们顶在最前面 战士弓箭手和法师等输出在中间输出 后边则是辅助和奶妈 一边给队伍增益和加血 一边给boss控制和解益 几千人的工会此刻佩婆的相当默契 围攻着一个三四米高 羊头人身马蹄浑身缭绕火焰的boss 我当即就对那boss使用深渊之眼 世界boss地狱炎魔羊等级70 力量120万敏捷 30万精神 20万体力2000万 王浩然和我躲在人群后边废弃建筑中 看着地狱炎魔羊在几千人的围攻而毫发无伤 不由看向问道 我们该怎么办 我应该秒不掉这个boss 让飞龙工会先输出一段时间吧 王浩然睁了眼睛都快要瞪出来 你刚才在小秒这个boss 听听这是人能说出来的话吗 我并没有回应王浩然 而是视线在飞龙工会的阵列中扫射 最后落在了一个身材兽靴 身旁悬浮着一本绿色魔导书的男子身上 然后我对他使用了深渊之眼 姓名梅万峰职业巫毒术士等级75级 那就是飞龙工会的会长们居然是个玩毒的家伙 然后就看到梅万峰身旁的魔导书迅速翻页 树道绿光从魔导书中射到地狱炎魔羊身上 地狱炎魔羊痛苦的嚎叫一声 他的动作顿时变得迟缓许多 越来越多的绿色毒素变故他全身 不断俯视他的生命值 我再次探测地狱炎魔羊的信息 发现这boss的属性全都被削减了一半度 而且还在不断下降 不由地感叹一声好狠的技能 地狱炎魔羊的体力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王浩然看地狱炎魔羊撑不了多久 便向我问道 按照这个速度顶多一个小时boss将被击杀 我们什么时候出手 我告诉他不急 既然叶老师让我们带着兵皇之心过来 那肯定是有他的用途 想到我就将罗刹王和兵之精灵女王召唤了出来 王浩然见我突然召唤出了两个boss 震惊道 张员你怎么还是召唤师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我简短地给王浩然解释了一下是装备技能而已 然后对两个召唤物吩咐道 你们去搜查这个废弃小镇寻找可疑的地方 而我继续躲在废弃建筑中观察深渊炎魔羊的状态 十多分钟过去 我已经看到深渊炎魔羊头上出现了斩杀的标志 说明这个世界boss的体力已经降到了25%以下 现在的我可以直接将其斩杀 而就在这时深渊炎魔羊踩着的地里冒出丝丝黑气 一直在挨打的深渊炎魔羊突然进入了暴走状态 击化了身上所有的负面效果 同时四维属性获得大幅提升 深渊炎魔羊突然的爆发让奶妈没有反应过来 导致顶在前面的骑士们被击穿 飞龙公会的阵型被打乱 深渊炎魔羊冲进了人群中大肆屠杀 就这么短短的一瞬间局势立刻逆转 飞龙公会的阵型被打散死伤无数 不少职业者甚至直接抛弃了队友逃离战场 梅万峰见飞龙公会的阵型被打乱当即立刻一声 随即腾空而起那本绿色书开始疯狂翻动 梅万峰周围涌动着恐怖的反力 天空中慢慢凝聚出一团绿色的毒云 整座废弃小镇都开始用毒物弥漫 王浩然死死盯着站在高空的梅万峰惊倒 这架势难道他是要使用毒系禁术 张员我们快 话还没说完 只见地狱炎魔羊突然顺身到了梅万峰背后 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将梅万峰的脑袋给咬掉 飞龙公会的人看到梅万峰被杀当场溃败 所有人都丢盔气甲的向小镇外逃去 魔羊在空中咀嚼着梅万峰的脑袋 他周身缭绕的火焰渐渐变为绿色 似乎是吸收了梅万峰的力量进化出了毒属性 我看到这一幕终于不再留守 展开剑阵覆盖地狱炎魔羊 赤消一闪而过切掉了地狱炎魔羊的头颅 我虽然成功触发了命座的斩杀效果 可却并没有收到击杀提示 这时王浩然惊呼一声 只见地狱炎魔羊脑袋还悬浮在半空中 双眼直勾勾的盯着我们这边 下一刻地狱炎魔羊双眼冒起绿光 王浩然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挡在前面的梦 我将挡在自己前面的赤箫和战炉收进剑阵空间沉生道 如果我刚才没有临时护盾和100%不抗性的话 刚才那一机能要我的命 然后我再一次对地狱炎魔羊使用了深渊之眼 这一次深渊之眼只给出了极少的信息 我甚至都看不到这包的属性 我瞳孔微微一缩立即对王浩然喊道 这包深渊化了快走 话音一落我用赤箫和战炉攻击地狱炎魔羊 给自己攒了一层临时护盾 然后便带着王浩然逃离此处 在我拉着王浩然离开的瞬间 又有两束激光射穿了他们方才所在的地方 直接将大地给融化 下一刻地狱炎魔羊便适应扛着我剑阵的减速 以远超我和王浩然的速度向我们奔来 同时身后留下了一道火焰冲路 地狱炎魔羊所过之处焚烧一切 我回头看了一眼急速靠近的地狱炎魔羊 不由于地停下转身换出赤箫和战炉以及八把飞剑 给我的临时护盾加90%的减伤 以及格挡直掘挡下一次进攻 我应该能抗下这一波攻击 不必使用新神之炮 这是一道立刻从后方传来 随后我发现自己被一团巨大的阴影弩杖 下一刻一堂红色巨龙从头上掠过 直接将地狱炎魔羊给撞飞出去 我瞳孔猛的一缩震惊的转身 只见王浩然大头喘着气对我笑道 张元他可是我压箱底的秘密帅 耍帅还没有几秒 那头红龙便被地狱炎魔羊按在了地上 地狱炎魔羊张开血盆大口 直接咬向红龙的脖子 让红龙发出凄厉的惨叫 王浩然表情微微一变 步行红尔和那boss等级差了太多 他不是boss的对手 我反应过来立刻用剑阵覆盖红龙 将自己所有的增益效果全都施加给红龙 在剑阵增益下红龙当即挣脱了地狱炎魔羊的死影 一爪子将地狱炎魔羊给掀翻在地 然后张口反咬回去 这次该轮到地狱炎魔羊惨叫 他不断用力找撕裂红龙的血肉 不过有我的剑阵在红龙的体力在源源不断的恢复 足以顶住地狱炎魔羊的伤害 王浩然见状又欣喜到 红而压制住boss 我宁生说道 没那么简单 这个地狱炎魔羊不是boss本体 而且他还在不断变强 就算有我的辅助红龙也只是能拖一段时间 迟早会被boss反杀 王浩然表情微微一边问到我们现在怎么办 随后我将冰皇之星取出来地点王浩然 刚才我的召唤物传来消息 他们在小镇深处发现了异常能量 boss的本体或许就在那里 我得留在这里辅助红龙对抗boss 你带着冰皇之星去处理boss本体 王浩然接过冰皇之星瞧了一眼 还在奋力厮杀的红龙 随即眼神变得坚定对我说道 好你一定要坚持下来 如果到最后我都还没回来 你就骑着红而离开这里 别这么悲观 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会帮助 王浩然没有再废话 将冰皇之星收进储物空间 绕过地狱炎魔羊向小镇深处跑去 而我则是换出自己能控制的所有飞剑 协助红龙对抗地狱炎魔羊 由我飞剑加入战场 红龙当即战进上风 地狱炎魔羊被打得节节败退 与此同时小镇废墟中一栋破败的高楼上 叶轻松站在一根突出墙壁的钢筋上 平静地看着我和王浩然 兵分两路喃喃自语 没想到这两个小家伙第一次合作就如此默契 说是有些超过我的意料啊 看来都不用我出手 他们自己就能解决这个boss 正好孩子们有孩子们的事 我做我该做的事 叶轻松拿下腰间的九葫芦狠狠地灌了一口 随即突然向前方置去 前击空间一阵扭曲 然后一只白痴的手掌从扭曲的空间中伸出 抓住了叶轻松的九葫芦将其捏爆 下一刻一个身材苗条的女性恶魔从扭曲空间中走出 淡漠地看着叶轻松 如果我看到这个女性恶魔的话 会发现这个女性恶魔竟然长得跟我的妈妈一样 叶轻松看到来者眼中闪过一丝亚一笑的 没想到还是一个公爵级别的恶魔呀 你们明明针对的是我可在张元进入小镇后 你似乎就特别在意他你和他什么关系 与你无关 女性恶魔淡淡说了一句 手中凝聚一条带着道次的长边 猛地向叶轻松抽去 叶轻松呵呵一笑单手抓住甩过来的长边 眼神逐渐变得冰冷 你要是不说的话可别怪我下杀手 你该担心的是你自己 这次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陷阱 深渊要对付你的恶魔也不止我一个 女性恶魔冷喷一声 她手中的长边顿时变成一条毒蛇迅速缠绕着叶轻松 下一个叶轻松周围的空间突然裂开一道口子 直接将她给吸了进去 计划成功叶轻松已被传送进深渊诸位可以动手了 女性恶魔平淡地对虚空说了一句 又扫了下方我一眼 在空中停留了片刻随后传送离开 在小镇中的我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回头看向女性恶魔消失的地方眉头微壮 明显感觉到刚才有人在盯着我看 这时地狱炎魔羊发出愤怒的吼声 整个大地都开始颤抖 我的注意力被吸引回来 只见地狱炎魔羊又找缭绕起绿色的火焰 心中顿时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当即利和的 红龙快躲开 当在前方和地狱炎魔羊厮杀的红龙听到我的话 毫不犹豫的阵翅卷起一阵狂风飞到高空 地狱炎魔羊同样腾空而起 缭绕绿色火焰的利爪猛然轰笑红龙的心脏 而此时红龙已经躲避不及 剑撞我将赤削换到自己身旁 单手抓住赤削剑柄随即使用技能轨剑神速 飞剑速度增加1000% 赤削化作一道光拖着我到红龙面前 随即我从剑阵空间中抽出战炉架在自己身前 使用格挡直觉 翻了一声 战炉剑完美格挡住地狱炎魔羊的攻击 随即一道蓝色剑光闪光 地狱炎魔羊的手掌被斩飞出去 喷出大量剧毒血液 红龙此时也张口吐出一道龙溪 狂暴的火焰狠狠轰击到地狱炎魔羊身上 砰那一声恐怖的龙溪贯穿大地 整个废弃小镇在这一瞬间陷入一片火海 我单手抓着红龙的爪子死死盯着下方火海 使把飞剑护在红龙周围 还是没有Boss击杀提示 下一刻便看到火海中出现了一个黑影 而且体型还在迅速膨胀 我瞳孔猛的一缩立刻翻身到红龙背上 红龙再飞高一些 红龙再一次震动双翅腾空而起 随后地狱炎魔羊便从火海中冲出 体型还在不断变大抬手向高空的红龙抓去 就像在使用法天相比 与此同时 王浩然也在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的帮助下 在小镇深处发现Boss本体 一个等级50全身燃烧着火焰的肉球 这肉球虽然比地狱炎魔羊弱不少 但在王浩然眼里 这肉球浑身上下依然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发现Boss本体王浩然回头看向正在高空中 极力躲避地狱炎魔羊抓捕的我和红龙 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拿出冰皇之心与自己的聚集 转身看燃烧的肉球 看来我们这边得速战速决了 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当即进入战斗状态 在地狱炎魔羊变大之后 甚至连京都城墙上的士兵都能看到 那是什么好大的怪物 快看好像有人在骑着龙和那怪物战斗 谁有望远镜距离太远了我看不起 在士兵们围观地狱炎魔羊与我战斗的时候 一些飞龙宫会的职业者逃到了城墙下大声呼喊道 出示了70级的世界Boss变成深渊怪物 什么那个巨兽是深渊Boss 难道深渊再一次入侵了 快启动猎魔炮帮助那位英雄对抗深渊Boss 随着飞龙宫会的幸存者们 将世界Boss深渊化的消息传回来 京都西城门顿时拉响了刺耳的警报 城墙上的士兵们当即收起 看热闹的心情 以最快的速度集结 随时准备出门迎敌 城墙上的一个炮口打开 一门灭魔炮从城墙中伸出瞄准远处的地狱炎魔羊 京都西城门立刻进入战时状态 在龙背上的我注意到远方 京都城墙上的大炮已经启动 当即意识到京都城已经发现这个深渊怪物 立刻对红龙道 红龙向地面俯冲 与我并肩战斗了一段时间的红龙 此时已经完全信任我的判断 他毫不犹豫地向下方火海俯冲而去 地狱炎魔羊见状怒吼着向红龙抓去 而就在这时京都西城门中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 开火 噴的一声面膜炮射出恐怖的激光 瞬间贯穿高达百里的地狱炎魔羊 将他的上半身当场被激光轰成渣 激光所过之处空间都在微微扭曲威力极其害人 地狱炎魔羊下半身轰然倒进火海中 虽说地狱炎魔羊的伤口处还在长出新的肉羊 这个复活只是时间问题 但我现在终于有空去帮王浩然 我当即转换到罗刹王的视角 只见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 都被一颗像脑花一样肉球的恐怖触手缠住 浑身是血的王浩然双手握住大剑怒吼着腾空而起 狠狠向那颗被冻住的肉球刺下去 聚见穿过冰块狠狠刺入肉球当中 肉球发出一声刺耳的惨叫声 然后直接爆炸 将王浩然 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直接被震飞出去 罗刹王已阵亡 冰之精灵女王重伤已返回召唤空间 瞬间我就失去罗刹王的视角 收到了两条消息顿时心中意解 当看到队伍面板中王浩然还活着的时候 不由松了一口气 随后看向倒在废弃小镇中的半截地狱炎魔羊 此时地狱炎魔羊头上再一次出现可斩杀的图标 这一次终于可以结束 我毫不犹豫地用赤销刺穿地狱炎魔羊的半截尸体 成功斩杀腐化地狱炎魔羊经验加2000万 获得传说级武器炎魔巨剑 获得传说级披风炎魔披风 神言王者四维属性加715 诅咒王之刃神器任务十万分之四千五百九十六 随着地狱炎魔羊被斩杀 我体内冲出一道金光直接升到了三十一击 不过我也来不及查看倒死亡命 立刻和红龙一起赶往小镇深处 找到了被碎尸堆掩埋王浩然 然后马上展开剑阵覆盖王浩然 利用剑阵给王浩然恢复体力 王浩然的呼吸逐渐平稳 红龙剑状感激地用脑袋蹭了侧我的手臂 随即化作红光消散涌入王浩然体内 我也很快感觉王浩然的气血浑厚了不舍 很快王浩然便睁开眼睛 看到我正在一旁检查装备 不由问道保死娘 托尼的服务已经解决了 爆了两件传说集装备 然后我将两件传说集装备摆在王浩然面前 这两件装备咱们一人一剑里鲜血 王浩然坐起来查看面前的红色巨剑和红色披风 传出武器炎魔巨剑攻击力加3000力量加1万 装备炎魔披风获得100%火焰抗性 持有者可召唤地狱炎魔羊协同战斗 地狱炎魔羊阵亡后会在披风中自行恢复 出手了出手了 身为京都大学第一人的叶青松终于要出手了 就在刚刚他被强制传送到了深渊附地 然后就看到六个气息恐怖的恶魔围着自己 对围守的那只恶魔冷笑一声说道 哈迪你可真看得起我呀 身为七大公之一的你为了杀我这么一个酒鬼 居然还要带五个公爵级别的恶魔过来 哈迪笑呵呵地看着叶青松说道 叶青松本宫一直很欣赏你 你如果愿意投靠深渊的话 本宫甚至可以帮你拿下一个大公的席位 最近蒂萨斯快死了 他的位置马上就要空出来 叶青松微微一笑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瓶酒 狠狠惯了一口醉醺醺道 听起来挺诱人的 不过你们深渊没有好酒留不住 哈迪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可惜了各位杀了他 而我和王浩然回到学校后便直接挡网竹林 发现叶青松并没有在此地喝酒 王浩然对此并不意外对我嘱咐道 正常叶老师他神出鬼没 我也经常找不到他人 你暂时别加入其他学院 在这里只有叶老师才能让你的实力和天赋完美发挥 我想到叶青松那酒气熏间的样子有些迟疑 我承认叶老师很强可他那样子真适合当老师吗 毕竟实力和教学能力是完全不相干的事 如果叶青松一直是甩手掌柜的话 那他在墙也没有意义 王浩然笑道 你别看叶老师这样他在关键时候还是挺可靠的 而且他能看透很多事情 随便指点我们几下 都比得上去其他学院修行一年的成果 最重要的咱们在建兴学院不用上课 京都大学的所有必修课 只要我们去图书馆将相应的书籍看完 就能获得相应的学分 这样能节约很多时间 我听到不用去上课顿时就心动了 听起来还不错 那我明天再过来一趟 那行今天咱们就在这里解散吧 今天出来的早我的房租还没着落 得回宿舍刷一些新知识 问到我去图书馆一趟 趁空闲时间学习一些关于深渊的知识 我在竹林中和王浩然分别后便前往图书馆 京都大学的图书馆是大厦帝国第二大的图书馆 规格仅次于国家图书馆 在京都大学图书馆中 除了一部分竞技知识需要一定权限去阅读以外 其他所有的知识京都大学的学生都能免费借阅 我找了一个无人位置坐下 将手放在桌上的水晶球上 随后一个光幕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光幕中显示了五个区块 分别为职业技能副本怪物以及深渊 我点击深渊区块 随后大量关于深渊的书籍排列有趣的展现在我面前 我从光幕中挑选出一本名叫深渊概论的书后 光幕便是消失 随后一本书从书架中追出落到我面前 翻阅后发现这本书讲了不少关于深渊 以及深渊战场的信息 包括战场上的怪物分布等级环境 深渊怪物厮杀 能在那边活动的职业者都是强者中的强者 将大家帝国这种防线构筑 到距离深渊入口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的国家 全世界都找不到几个 至于能将军队推进深渊入口的更是一个国家都没有 至今人族对深渊的理解都停留在表面 只知道深渊的面积比整个地表世界都要大 深渊中存在着无数实力恐怖的恶魔 那些站在深渊顶点的恶魔被称为恶魔王 恶魔王们瓜分了深渊的土地 诅咒王的领地便处于深渊外围靠近深渊入口 因此诅咒王也一直基于这地表的土地 不断派遣挥下恶魔侵略地理 人族几百年来来和恶魔打了战争 绝大部分都是和诅咒王的战争 三十年前诅咒王亲自率领大军入侵大夏帝国 在大夏帝国付出惨重代价斩杀诅咒王后 深渊中的一位新王取代了诅咒王 成为了诅咒王国的新恶魔王 目前人族对那位新王的信息支支甚深 指清楚那新的魔王统领着七位恶魔大公 每一位恶魔大公都有着单元毁灭一个打刑国家的实力 像我之前遇到的蒂萨斯就是恶魔七大公之一 我看着关于深渊的资料对诅咒王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仅仅是深渊的一个恶魔王国就能单挑全人组 而一个恶魔大公就能击溃大夏帝国第一阵地 和自己签订契约的诅咒王 居然是这么一个王国的前任帝王 可想而知大夏帝国能让我在七十级的时候和诅咒王决战 到底下了多大的决心这是一场猴子 我要是失败了大夏绝对会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战谷中 而元气还没有恢复的大夏帝国 恐怕承受不起一场新的全面战争 这一刻我顿时感觉到了自己肩膀上的重量 不知不觉中我看到了傍晚 这是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 上面写着三个字来竹林 我心想应该就是叶老师 虽然不知道叶青松是怎么搞到自己联系方式的 不过我还是将书放了回去赶到了竹林 此时叶青松正在竹林深处饮酒身上多处有伤 我看到叶青松的状态眼神微微一扁 问他发生了什么 没什么就是跟几个恶魔打了一架 受了一些皮外伤 待会儿去找笑医治疗一下就可以了 没什么大碍 叶青松轻松的笑了笑随即对我问道 可我说说你们今天的战斗吧 我眼中闪过一丝颤 你原来没有忘吗 叶青松笑道 我虽然酗酒但正是还是不会忘的 我心中对叶青松的评价顿时高了不舍 随即将今天的战斗全盘复述出来 叶青松满意的点了点头 你们干得不错你合格了 之后我会去教务处陈云说一声帮你办好手续 以后你就是我建新学院的维尔学生了 我向叶青松道了一声谢随即又问道 不过叶老师你专门把我叫过来 应该不只是单独说这件事吧 叶青松笑了笑随后 从储物空间中取出两张恶魔的照片 这两个恶魔你认识吗 我看到那两张恶魔照片瞳孔微微一锁 然后惊呼了一声爸妈 叶青松看到我的反应眼神微微一鸣 我看他们身上还残留有人类的气息 又和你长得有些像 所以在和他们战斗的时候特意拍下了两张照片 我立刻问道 老师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 说实话不太好 虽说他们两个都还残存有人类的理性 但已经所剩不多了 目前他们已经完全站在恶魔那边算不上人类 有救回来的可能性吗 人类转变深渊恶魔的例子有不少 但至今没有一个从恶魔变回人类的例子 我听后不由后退了两步 叶青松又道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绝大多数人类变成恶魔后 都是变成了最低级的魔物 连一次理智都不会留下 但你的父母很特殊 他们不仅还保留有神志 甚至还都是公爵级别的恶魔 这类恶魔在深渊中地位仅次于恶魔王和七大公 都有着自己的领地地位极高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预解 或许真能找到让他们变回人类的办法 即便做不到我们也要争取让他们站在人族这边 叶老师我能做些什么 这件事需要从长记忆 很多事都要徐徐徒之 不过我的确也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要交给你去做 我当即禀心灵神认真道 老师请讲我一定完成 三天后校长要办一次院长会议 各学院院长的都必须要参加你带我去 我听后满脸问号地看向他 毕业轻松咳了两下继续道 当然我不是因为懒得参加呀 是因为有急事脱不开身 而且这次去的人都是各大学院院长 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不少资源 你和他们打好关系有好处 我无语道 老师你讨我们学生的课也就算了 这院长会议让我一个刚入学的新生去参加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那有什么 你都能对抗八十级的世界boss 很多学院的院长都没有你蒙你完全有资格参加 我听后一头黑线心想这是实力的问题吗 这这么是倒反天罡了 是想一下一堆七八十级的大佬坐在一起 讨论着各种能够左右大下帝国命运的大事 结果我一个学生混入其中 这话风都不一样好吧 叶青松却不当一回事继续道 我给你说呀 这次会议至关重要 校长会对个学院打分 排名最后的学院会直接解散 由于我们建新学院各项指标断档到一 所以建新学院有面临解散的风险 你这次的任务 就是在会议中展现我们建新学院的精神风貌 向校长传达我们建新精神保住我们学院 所以老师建新学院的精神风貌是什么 建新精神又是什么 这不重要 总之这次会议就交定你去处理了 我还有更要紧的是去做就先撤 叶青松将自己刚才说的车步路话糊弄过去 随即将一张金色身份卡甩给我 这是我的身份卡 我已经把我的权限给你 你把卡插到你的通讯器 到时候会议的信息都会发到你的通讯器中里面 说吧一阵清风吹过叶青松消失在原地 为我操 见叶青松将身份卡丢下就跑忍不住抱了粗口 这一刻我心中对叶青松刚刚有所上升的评价 瞬间跌落谷底 我甚至怀疑叶青松刚才说了那么多关于父母的事 都是为了逃避会议的铺垫 这家伙也太不靠 连身份卡这种宝贵的东西都能随便给他人了 不过是已至此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先是将叶青松的身份卡插入自己的通讯器 随后便收到了关于校长群发的会议信息 看完会议信息后正准备抽出身份卡 忽然又收到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 名账户向明月酒庄消费支出300万元 可用余额180亿元 我数了一下余额经到180亿 我被叶青松的个人财产下了一大票 随后我想到了什么嘴角勾起一抹微妙的糊涂 叶老师你让我帮你去打工我要点工资没问题吧 然后我吹着口哨来到了学校中的帝国交易所 学校里的这个交易所可以用身份卡来交易 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使用叶青松的钱 紧接着我放上叶青松的身份卡 然后在拍卖行中搜索了常见二字 这一页帝国交易所大地震 不少人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京都大学的叶青松花了十顿亿 一口气在住建山庄买了十把等级三十几 史诗级别的知识常见 所有人都在猜测 京都大学的最强者一口气买这么多低等级常见 肯定是打算收妥了 收到货的我心满意足地走出交易所 从见证空间中取出自己心满到的长剑 这些剑通体蓝色剑身上有着漂亮的花纹 终于将剑匣中的铁剑给换掉 最后我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宿舍每每个睡去 不久后京都城某个酒馆 几个身穿华服的老者找上了正在喝酒的叶青松 叶青松笑道 几位稀客呀是来找我喝酒的吗 那几个老者笑道 叶先生我们听说您要收拾了 我们几个家里正好有孩子年龄适合 要不您考虑考虑 接下来我不仅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同时还把一学七药上的必修课全都啃了 第三天一大早我还在床上睡觉 叶青松的身份卡忽然亮起光芒 随即一道传送阵在我下方出现 然后将我传送走 我猛地从地板上惊醒 只见自己出现在了一个辉煌的殿堂中 周边亮起一道道独立的传送光芒 一个又一个气息恐怖的高等职业者从中走出 以我定位错了吗 我明明传送的是叶青松啊 一个长得有些可爱女子疑惑的看中 旁边一个白胡子老者当即板着脸道 小徐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 人家孩子还在睡觉 你赶快给人家道歉把他送回去 校长对不起弟弟对不起 徐婉桃连忙向白胡子老者道了一声歉 又向我道了一声歉 然后便将一脸猛逼的我传送回去 徐婉桃重新定位的叶青松再一次展开传送阵 一道白色光芒在大殿中升起 然后我再一次出现在大殿中 这一刻所有人都猛了 包括校长景冰云 徐婉桃见我又一次出现 他脸都绿了 慌张的向景冰云解释道 不可能校长你相信我 我这次绝对没有出错 我定位的就是叶老师 景冰云一头黑线的问难叶青松人呢 这时候已经从睡梦中清醒的我 也意识到这是院长会议开始 立刻取出叶青松的身份卡 给众人解释道 那个诸位老师前辈我叫张元 这一次院长会议由我来代替叶老师参加 话一出口全场怀然 胡闹这叶青松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这种级别的会议 怎能让一个学生来参加 校长你再不管管叶青松 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体内涌出 瞬间覆盖整个大殿现场立刻安静下来 景冰云指示我问道 孩子你确定要代替叶青松参加这次院长会议 我只能无奈到确定 就这样我成功混入了一堆大牢里面 随后会议中果然不出我所料 建兴学院要解散学院学生将编入其他学院 这时我突然开口打断了景冰云的话 叶老师在将这件事交代给我之前特意嘱咐过 要将建兴学院的建兴精神展现给诸位老师 景冰云先是一愣随即呵呵一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你们学院有这种精神文化 你来说说是什么内科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 这就是建兴精神断心倾笑 傻孩子你都快被叶青松那浑荡忽悠去了 什么有不放弃那波学院马上就要解散 连叶青松都不敢亲自来面对这个事实 我查阅过咱们京都大学的学院末位淘汰 如果即将解散的学院 能够证明其培养的学生很出色的话 那就意味着学院的教学方法不错 学院能继续办下去而不必解散 我们学院虽然只有两个学生 但却比得过其他学院成百上千的学生 景冰云听完后问我如何证明 我微微一笑展开建阵覆盖殿堂中的所有人 这一瞬间所有人都发现了我给的增益效果 表情全部变得精彩无比 速度和伤害增加50% 持续恢复精神和体力 攻击必定暴击暴击伤害增加2% 无视敌人50%的防御力 就能看到自己面板上的那些增益 甚至感觉自己就算面对神明也敢碰一碰 建阵中的队友不仅速度和伤害增加50% 而且无视敌人50%的防御力 甚至攻击必定暴击暴击伤害增加200% 等他们缓过神来又问我增益范围有多大 我淡淡地告诉他们目前半径2000米 校长景冰云瞳孔猛的一缩再也帮不住 轻忽这简直是军团级的光环 他都不敢想要是我往军阵中一战 整个军团的战力要提升多少倍 可让他们更想不到的是 我其实是一个输出职业 紧接着几个院长就开始光速变脸 开始抢 断心率先开口 我建议让张元到玄龙学院来 只有我们学院的资源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他的天赋 很快一位气质优雅的白云女子开口道 校长我的意见是让张元加入明镜学院 他现在还没有成长起来 只有我来对他进行一对一保护他 才能茁壮成长 说话的是明镜学院的院长 神级奶妈顾兵宁 同时也是京都大学不少师生的梦中情人 随着顾兵营开口 其他院长也纷纷坐不住 校长我们伙奉学院全是高输出的天赋 这边才是最适合张元的 我们圣光学院里的老师都是顶级辅助 我们这里才是张元最好的去处 景兵云教廷躁动中的众院长道 各位的爱才之心我也能理解 但张元是叶清松的学生 你们这么争抢是不是太不合规矩了 断心听完开始反驳 虽然叶清松号称学院第一人 但他整天喝酒根本不配作为一名老师 而且我刚刚已经查了 张元是我们学校这一届的新生 他连加入建兴学院的手续都还没办完 原则上来讲 他还并不是建兴学院的学生 景兵云也随后说道 我看这样把张元暂时挂名建兴学院一年 这一年只要他愿意 他可以去各大学院学习 而你们也都可以当他的老师 一年后再由张元选择正式加入哪个学院 然后便开始讨论下一个难题 景兵云深吸一口气说道 我们学校最重要的七十级副本 圣灵之境已经彻底深渊化 诸位院长谁去攻略这个深渊副本 圣灵之境这是一个在京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中 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副本 这个副本虽然是七十级 但它的普通难度就比寻常副本的噩梦难度还要高 噩梦难度更是直逼七十级的深渊副本 不过公关奖励却是极其丰厚 可以说京都大学之所以能做到排名第一 和圣灵之境有一半的关系 而现在圣灵之境开始深渊化 这对京都大学来说是极其严重 最棘手的是深渊副本只有一次攻略机会 中段星率先开口申请攻略圣灵之境副本 校长我申请担任队伍里的输出 顾冰莹也站了出来同样申请担下这个重任 我可以负责哪位 景冰莹点了点头 不错你们两个都是神级职业者 由你们来担任主输出和治疗 的确是这次行动的最佳人选 圣灵之境是五人副本 由我来当队位最合适 如此一来攻略队伍就只差两个辅助 或者一个输出和一个辅助 一旁的徐婉桃举手道 校长我可以打辅助位 的确虽然你的等级只有70 但身为神级阵法师的确有资格加入攻略队 如此一来攻略队基本成型 再找一个输出或者辅助就可以出发 段星提议说叶青松如何 顾冰莹倾笑的说道 副校长你不是最讨厌叶老师吗 这时候居然会主动举荐他 恨我只是觉得他不配当老师 但并未否认他的实力 这次行动他当主C比我合适 景冰莹此时却道 的确叶青松是这次任务的最佳人选 不过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不能参加此次的攻略行动 此话一出口断星和顾冰莹两人眉头微微皱起 这时我突然开口说道 校长让我来参战的 没等景冰莹开口断星店否决了我的提议 顾冰莹此时也道 小张元虽然你的辅助能力的确出众 但我们要攻略的是70级的高难度深渊副本 那里边的随便一只小怪摸你一下就死了 我的治疗对你都没用 景冰莹摇头说道 孩子你的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 你一点也不明白深渊乐魔的可怕 我立刻对景冰莹道说道 校长我没有再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这个队伍的最佳第五人只能是我 这一刻我的剑阵再一次展开 是肖战炉以及八把紫幽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剑风上散发的危险气息 让在场所有人心中掀起滔天骇落 他们居然从一个31级的小家伙身上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我控制时把飞剑在自己身旁转了一圈的 老师们其实我是一个输出辅助 只是一个天头 段星看到周围的飞剑震撼了片刻随即回过神案 就算你是一个输出 但是你和怪物的等级差距太大 你进队能做的也只有辅助 没等他说完我便开口问道 段老师你有所缺的手段吗 我当然有不过你问这个干什么 话因为落我身旁的赤箱化作一道剑光猛的摄像段星 段星表情巨变 当即在自己前方凝聚一面火焰护盾 不过我的剑太快 没等段星的火焰护盾成型 我的赤箱便贯穿他的胸口 直接将段星的免死被动给打了出来 当即造成了九一零六百零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五点伤害 整个大殿此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在场所有人脸上进阶露出不可置信之色 他们知道段星的火焰分身被打出来 说明刚才我那一剑直接将段星的生命值打到了百分之三十一下 若段星没有那个被动刚才他已经被秒杀 三十一级就拥有秒杀八十几法师的能力 这究竟是什么伤害 众人猛了 顾冰颖此时回过神来向段星问道 副校长张元对你造成了多少伤害 段星此时满头大汉整个人有些默默 颤声说了一声九一 这一刻整个大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大殿中不知沉寂多久 紧冰云率先打破瓶颈 张元这种程度的伤害你多久能输出一次 我的剑只要戳一次便能输出一次 刚才只是我的普通攻击而已 说着我就使用了技能鬼剑神索 那时把飞剑顿时在我周围转得跟电风扇一样 看了不少院长脸都灭了 以我现在表现出来的攻速 在场一半以上的院长都撑不过一秒 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只想对我说一句话 这挂不便宜吧 在我展现出超然的实力后 在场所有院长包括段星 都不再把我当做一个学生 而是和他们站在同一平台的平等存在 他们现在能胜过我的也只有年龄和等级了 既然如此 我再次宣布本次攻略圣灵之境的队伍成员 主谈景冰云八十五级荒谷之盾 一号输出段星八十级圣火财绝使 治疗顾冰云八十级光辉神使 一号辅助徐婉婷七十级万证使 二号输出兼二号辅助张元三十一级鬼神建筑 然后景冰云走到我面前说道 张元我们之中就你对圣灵之境没有任何了解 所以在出发之前 我给你简单的讲解一下这个副本 圣灵之境的地图是一座天空岛 上面的怪物以龙人为主 绝大部分怪物你都不用担心 我会全部拦下他们碰不到 但有一种叫复制龙人的怪物 你得千万注意 它可以复制我们队伍中的任意一个成员的技能和装备 一旦你被复制所有深渊怪物 被你的剑阵强化 再加上你的高伤害 我们很可能直接团灭 那我该怎么避免被复制 一般来说复制龙人会复制队伍中输出最高的人 所以在我们解决复制龙人之前 你不要出手 就在后方使用剑阵辅助就好 在景冰云给我讲解一些副本中的细节是 圣灵之境副本内 奥迪斯和伊斯塔蹲在副本入口处聊天 伊斯塔这里可是京都大学的副本 副本外边到处都是八十级以上的人族强者 大公让我们在这里守门 不就是让我们送死吗 还不都怪你这个废物 一个十多级的张元都搞不定 最后害得蒂萨斯大公被张元重伤 现在王怪罪下来我跟着你倒霉 你有脸说我你当时也不没搞定的小子吗 谁知道那混蛋免疫谁属性伤害 老子也不知道他免疫精神系伤害啊 反正我已经开始学习其他戏法术 等下次见到张元一定得弄死他 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撑过今天吧 这个副本深渊化人族强者一定会过来攻略 别忘了我们的任务 任务成功了我们还有资格复活 要是没成功那咱们可就真死 放心我回深渊找恶魔先知算了一挂 他说我最近气运爆炮 只要不遇到张元我干什么都能成功 那混蛋东西总不可能跑进这圣灵之境吧 在奥迪斯和伊斯塔聊天的时候 副本传送入口的光芒忽然亮起 两个恶魔立刻躲到路边的草丛中 屏息凝神地盯着传送入口 他们两个七十级的深渊boss 在我面前是不可一世的打 可在景冰云等一众神级职业者面前 他们又是小塔拉米做事必须谨慎又谨慎 这时景冰云从传送入口中走出 奥迪斯眼中闪过一道金光来了是景冰云 和我们预测的一样 人族攻略队伍成员是景冰云断星顾兵营徐婉婷 和张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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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元 奥迪斯看到跟着队伍走进副本的舞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 这货怎么有脸来这个副本呢 就在奥迪斯看到我情绪产生波动的瞬间 断星眼中金光一闪 一本红色魔导书凭空凝聚快速翻动 下一刻两头火龙从魔导书中冲出 向奥迪斯和伊斯塔咆哮而去 奥迪斯和伊斯塔见两头火龙起来 各自使用脱身技能躲开了断星的攻击 奥迪斯感受到脸颊传来的灼烧感 毫不犹豫的转身逃跑没有半点战斗欲望 景冰云往前踏了一步 发动技能巨盾挑衅 一面巨大的黑石盾牌凭空凝聚 猛然砸到地上 黑石盾牌直接将地面砸碎 恐怖的气浪向四周席卷而去 奥迪斯和伊斯塔遭受无法抵抗的牵引力 不受控制的向景冰云发动攻击 精神光波和水剑打到黑石盾牌上 没有给景冰云造成淡点伤害 与此同时徐婉婷快速释放 释放技能超重力结界 一道法阵在他脚下快速展开飞快覆盖奥迪斯和伊斯塔 奥迪斯和伊斯塔直接被压到地上动弹步 我站在队伍后面 看到曾经给自己造成不少麻烦的两个恶魔buff 被校长等人轻松制服不由心生敬意 不愧是京都大学的顶尖站立 断星冷哼一声又一条火龙从魔导书中涌出 就要将这两个恶魔吞噬掉 这时景冰云站出来阻止要下杀手的断星 这两个恶魔只是炮灰 他们没能力让圣灵致敬深渊化 真正的Boss还藏在幕后先审问一番 说吧景冰云看向顾冰云微微点头 小姑交给你了 顾冰云优雅地走到队伍前方 朝着伊斯塔吹了一口气 一道奇特的相风吹拂伊斯塔的面庞 伊斯塔的双眸当即失去色彩变得呆滞 亲爱的告诉我谁派你们过来的 伊斯塔穆纳蒂回到哈迪大宫 听到伊斯塔的回答众人眼神微微一点 没想到这次的幕后主使来头竟然这么大 居然是深渊七大宫之一的哈迪 顾冰云继续向伊斯塔问道 你们为什么会守在这里是想打成什么目的 伊斯塔刚要开口一旁的奥迪斯突然怪叫一声 伊斯塔当场被引爆了灵魂七窍流血而死 骁勇的精神力量向四周扩散而去 让整个副本的元素之力都变得混乱起来 断星当场暴怒那条火龙化作一只火焰剧者 直接抓住奥迪斯的脑袋将它给提了起来 奥迪斯强忍着痛苦凝笑道 哈哈哈哈愚蠢的人类 想从我们嘴里挖出情报门都没有 要杀就杀反正我们还有复活的机会 但你们可都得死在这副本中 断星怒吼魔导书中又飞出一个火焰拳头 狠狠轰在奥迪斯的腹部 当场将奥迪斯给打的内脏碎片都吐了出来 警兵人按住暴走的断星向顾兵营问道 小顾你能魅惑他吗 顾兵营尝试了一番随即摇头 不行这恶魔是精神大法师 精神抗性太高 我的魅惑技能对他没有效果 奥迪斯又看向队伍最后边的我 张元真是哪里都有你这个混蛋了 我本来还想着下次见面就杀了你 可惜你得跟这群老家伙一起死在这个副本了 我平静地看着奥迪斯忽然咧嘴笑道 奥迪斯你真是一个大冤种了 有点子智慧 可惜你这辈子偏偏遇到了我 奥迪斯一正问我什么意思 我冷笑一声说道 奥迪斯替我号令 此话一出口 他的双眸顿时变得漆黑 仿若无边无际的深渊 奥迪斯看着我双眼瞳孔猛的衣服 随即一股无法言明的恐惧 从他灵魂深处涌出 奥迪斯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脸上恐惧越来越浓郁 仿佛是看到了鬼一般直呼不可能 段星看到奥迪斯突然的转变 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我问道 你对他做了什么 这个之后再解释吧 段老师先把他放下来 然后我对奥迪斯轻声说了句跪下 咕咕一声 奥迪斯不受控制的向着我跪了下 五体伏地卑微的像一只虫子 我俯看着卑微的奥迪斯 回答我你们在这里想做什么 奥迪斯卑微的回应道 好地无王 哈迪大公将圣灵之境分为了阴阳两个副本 人族攻略队伍必须兵分两路 击杀阴阳两个深渊boss 才算是真正攻略腐化圣灵之计 若人族攻略队伍没有发现阴阳副本的存在 只走其中一路一旦 人族踏入boss影币 开启深渊攻略模式 另一路会因为没有攻略队伍 默认副本攻略失败 届时深渊boss将获得大幅度增强 并率领深渊怪物大军冲出副本 屠杀京都大学的学生 而被困在副本的人族攻略队伍 也会因为腐化副本的破碎被卷入深渊之中 被早已在深渊等候的恶魔们绞杀 我与伊斯塔的任务便是在这里不下迷阵 吸引人族攻略队伍注意 利用我的精神力量掩盖 施加在副本入口出的幻境力量 妨碍人族攻略队伍发现另一个副本 奥迪斯此话一出口 在场所有人眼中都不由闪过一丝惊骇 这哈迪好阴毒的手段 随着奥迪斯说出真相 顾兵营闭眼赶知了一番 随后向前方一扇白色拱门吹了一口气 特内上白色传送门旁边出现了一扇黑色传送门 其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出现在众人面前 我们的队伍是按照攻略一个副本进行的配置 而现在需要同时攻略两个副本 那这支五人小队就必须分割成两个队伍 紧兵营此时表情也有些民众一时无法做决断 使得队伍说道 张元在向奥迪斯多问一些关于阴阳副本的情况 尤其是两边副本的强度 我点头让奥迪斯回答校长的问题 奥迪斯立刻回答道 阳副本就是腐化之后的圣灵之境 所有怪物都被巨量深渊力量腐化 尤其是最终Boss圣灵之王强度增幅在20倍以上 阴副本总体是复刻阳副本的 但由于阴副本是哈迪大功利用自己力量凭空创造出来 难度处于深渊阳副本和圣灵之境副本噩梦难度之间 段星听完说道 这样的话校长和顾老师得分开组 我们需要保证每个副本都有顿或争 另外阳副本需要派前主战力得分三人过去 依我看的话 我顾老师和小许三人走阳副本 校长和张元走阴副本正或许是最合理的分配 但我却是摇头说道 段老师我觉得不妥 段老师和徐老师是一个输出和一个辅助 顾老师是治疗 你们这个队伍走阳副本谁抗伤害 顾老师的治疗压力很大吧 只能这样分配以张元你的等级 即便是阴副本的怪物你也是摸一下就死 顾老师的治疗对你没用 至于我们这边抗一抗应该能过去 不行深渊怪物本就高攻高防 而且还有复制龙人的存在 段星沉默了他心中也清楚 没有肉盾就去攻略阳副本 他们团列的概率极大 我见大家沉默继续道 我的建议是校长段老师顾老师徐老师 你们四人一起走阳副本 有我一个人走阴副本 景冰云忍不住惊呼出声 你要单刷阴副本 段星也不由皱眉 张元你是疯了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顾冰云说道 是啊小张元阴副本虽然难度比阳副本低 但那也只是相对的 他的难度绝对远高于噩梦难度的盛营之境 走阳副本才能保证攻略阳副本 可你又如何仅凭一个人攻略阴副本了 这副本不是光有输出就能过去的 我直接召唤出了70级的地狱炎魔阳说道 我有70级的地狱炎魔阳外加70级的奥迪斯 在我的辅助能力下 他们两个勉强能当前排 这样阴副本也有三个站立 另外我还有两个30级的boss召唤物可以挡枪 足够通关了请诸位老师相信 景冰云看着我召唤出来的boss 沉默了许久闭眼深吸了一口气长叹的 没想到有一天 我们这群老家伙又要一个孩子来立碗狂乱 真是造话弄人了 段星咬着牙说道 可是我们作为市长 让一个学生独自面对深渊这成河体统 顾冰云走到我面前说道 小张元答应老师你一定不要死 然后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口 随后我便感觉有一股奇特的力量涌进自己体内 这是我的技能女神之吻 他能让你复活一次希望能给你带来好运 我心中顿时一暖赶忙道谢 顾冰云随后看向段星 段老师张元是叶青松的学生 你就算再看不惯叶青松也不会否认他的眼光吧 毕竟当年那个力挽狂澜的少年也是他选出来的 随后他们便跟着锦冰云一起进入白色传送门 我扫了一眼还跪在地上的奥迪斯 又看向那扇黑色拱门淡淡笑道 奥迪斯啊你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今天的表现 奥迪斯一颤回答道 是我的王 我穿过黑色拱门后来到了一座迷宫当中 根据校长之前所说 需要跟着绿离墙壁上的白色花夺走 等找到墙壁上的白花后 将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也一同召唤出来 让他们站在自己后方 同时让地狱炎魔羊在最前面开路奥迪斯紧飞气后 自己坐镇中间用飞剑护住周身 就这样摆了一个铁桶镇跟着白花的指引向前走去 很快我便在迷宫中遇到了第一个腐化龙人 或许是因为深渊大公哈迪的力量影响 我的深渊之眼只能看到怪物的名称和等级 没法洞悉这怪物的属性和技能 所以只是到这是一只70级的精英腐化龙人战士 随后直接吩咐地狱炎魔羊和奥迪斯一起上 在没有杀掉复制龙人之前 我并不打算展现自己的伤害 像我这样伤害逆天的存在 全世界只有一个就够了 好在鬼神剑主拥有极强的辅助能力 地狱炎魔羊和奥迪斯在剑阵的加持下 几下便将腐化龙人战士干顶 成功击杀腐化龙人战士经验加100万 获得龙人之脚一个 一只小怪加100万经验 就算分给诅咒王一半 我也杀不了多少只就能升一级 不知道这个副本通关后我能不能到40级 我对这个副本小怪的经验极为满意 开始稳不推进 我在迷宫中没走多远 后方的罗刹王便被隐藏腾万 给缠绕住体力疯狂下降 几手快地操纵飞剑割断腾万 整个过程不超过0.5秒 但罗刹王的体力已经建立 罗刹王的等级和属性都太低了 这还是由我见证恢复体力 他都坚持不了一名 要是有能提升召唤物等级和属性的办法就行 我在原地等待罗刹王体力恢复满后 这才继续前进 随着我不断前进一条又一条怪物击杀信息出现 我体内直接冲出一道金光升到了32级 这里边练级果然很快 只可惜地狱炎魔羊和奥迪斯都不能触发命座剑舍 大大影响我的练级效率 一只一只的杀真的好不习惯 我感慨了一生 我现在很想见证全看 然后给这副本的怪物来一记精神风霸 体验等级暴增的爽感 可惜复制龙人还没有出现要是这样爽了 待会儿就该复制龙人爽了 我这小身板可承受不住自己一见 在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开无双的时候 杨副本当中 景冰云一行人已经在花园迷宫里陷入孔战 尤其此发龙人就像是发疯了一样 踩着断星扑下的火海无视徐婉婷的控制 不断劈砍景冰云的大盾 一道道治疗和回栏从顾冰饮雪中飞出 分别落在景冰云和断星身上 巨大的治疗压力让他相悍淋漓 这些怪物的强度未免太夸张了 九世纪的恶梦副本也不过如此 断星满头大汉咬牙说着 此时他的魔导书都快翻冒烟了 海量的火元素倾泻到腐化龙人身上 可那些腐化龙人的数量却根本不见识 死了一个就有另一个补上仿佛源源不绝 徐婉婷步下一道又一道增益 反正眼中有着浓浓担忧 我们四人都推进得如此艰难 不知道张元弟弟那边有多么痛苦 当我走出花园迷宫后 向一旁刚被我奴役的奥迪斯问道 奥迪斯啊那个叫哈迪的深渊大弓 还有没有藏着其他手段 奥迪斯摇头回答道 在哈迪大弓的计划当中 我只是一个炮灰 没有资格知道哈迪大弓的全盘计划 不过哈迪大弓不是会在一棵树上 吊死的恶魔 他在布局的时候会设想 每一个环节失败的可能 然后在模拟计划失败后 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一定B计划 也就是说哈迪会预料到我们兵分两路 并提前做好应对纪录 奥迪斯点头说是的 哈迪大弓就是这样的恶魔 向来算无一策 他甚至已经提前预测到了 攻略队伍的成员构成 唯一的误差就是队伍中 第五人从陆火送变成了宁 那你觉得我们的胜率是多少 如果是陆火送的话 百分百失败 但现在变成了你 我觉得你们胜率有三成 而且胜负手全在王宁的身上 我没想到奥迪斯在建设了 他们这边的队伍配置后 依旧只给出了三成的圣女 不过我并没有感到慌张 毕竟奥迪斯是根据目前 也有信息做出的判断 完全不知道我隐藏的底牌 不说其他单是诅咒王之心 附带的不可进化的诅咒 以及那新神之袍中 储存的新神之力 就足以通关这个副本 有这两件神器 别说是这圣灵之境的副本 BOSS 就算哈迪亲自来 我也能把他叫爹 心中对这个深渊副本的难度有数后 便吩咐地狱炎魔羊 攻击古老神殿前的龙人 随着地狱炎魔羊咆哮 顿时吸引了龙人们的注意 这是一些穿着法杖的龙人 开始送念咒语 天空顿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我直接给奥迪斯下达命令 奥迪斯直接对那些龙人法师 施展精神攻击 中断他们施法 地狱炎魔羊冲到龙人法师们面前 张口喷吐地狱之言 当即将所有龙人法师烧成灰烬 其他龙人战士纷纷掏出武器 向地狱炎魔羊冲去 奥迪斯再次施法震荡龙人战士们的精神 地狱炎魔羊趁机绞杀 其余龙人战士 将他们击杀后一道金光 从我体内冲出升到了33级 我看着自己那如火焰般飙升的经验条 先是兴奋 自己才刚刚走完副本的五分之一 就从31级升到了33级 这就是月40级单刷副本的快乐吗 随后又隐隐有些担忧 自己这样升级太快了 如果早早到了70级 提前将诅咒王放出来的话 那不仅大厦没有做好应对诅咒王的准备 我也没法对抗诅咒王 看来得找个时间去深渊战场 刷一刷低等级的深渊小怪 不管怎么样在升到70级之前 得先把思维属性刷上去 想到我就进入到了古老神殿当中 按照校长的说法 要打开前往圣灵之地的通道 需要在神殿中收集五颗龙珠 每颗龙珠都有一个龙人贤者守护 只有击败龙人的五贤者 才能进入圣灵之地 我看向神殿中五个不同颜色的门 对奥迪斯问道 要开始攻略深渊 报算你能顶住吗 奥迪斯坚定地说道 只要王下令就算我顶不住也得顶住 我微微点头吩咐奥迪斯 用念力打开棕色的大门 在大门被打开的瞬间 大量黑气从中涌出 整个神殿顿时充斥浓郁的深渊气息 一个强壮龙人从门后走了出来 我当即就用深渊之眼查看 首领及腐化土贤者等级80 同样是简短的信息 不过怪物等级已经从70变成了80 下一秒地狱炎魔羊冲得腐化土贤者嘶吼咆哮 腐化土贤者冷冷地扫了地狱炎魔羊一眼 微微抬手一根极其尖锐的地刺从地面冲出 瞬间贯穿地狱炎魔羊的胸口 鲜血蹦践地狱炎魔羊的体力当即就少了一大半 腐化土贤者又随手甩出四块岩石 直接将另外四扇门打开 腐化的火风水雷似贤者纷纷从门后走了出来 五个腐化贤者散发出来的深渊腐化气息 浓郁到快要凝为实质 甚至让神殿中的空气都变得粘稠 我看到五个腐化贤者居然在同一时间出来了 眼神微微一变 心想这难道就是哈迪的B级火 这一刻围绕在我周围的尸把飞剑开始微微震动 地狱炎魔羊和奥迪斯绝对倒不下五个宝所围攻 看来自己必须要出手了 现在我心情有些凝重开始担心另一边 现在这种局面连我都顾不上复制龙原 必须要亲自出手 校长他们那一路战斗只会更加艰难 杨复本中被我挂念的锦冰云4 此时已经彻底陷入苦战 五大腐化贤者不断操纵元素攻击顶在最前面的锦冰云 恐怖的元素力让整个神殿都彻底崩坏 唯有那座巨大的龙人雕像还安然无恙 锦冰云的黑石大盾已经出现裂纹 而巨大的治疗压力让顾冰云话都说不出来 他必须集中注意力治疗锦冰云 哪怕他稍微有一点失误 锦冰云的血线也会跌落到安全线之下 随时被五贤者斩杀 一旦锦冰云的防线被突破 他们整个小队会在瞬间团灭 顾冰云甚至连复活技能都使用不出来 而此时断星悬浮在半空中 周围涌动着无比恐怖的火元素 他似乎是在酝酿着某种恐怖的禁术 那些腐化贤者很快便注意到蓄力的断星 腐化雷贤者突然摆脱了锦冰云的潮口 手中凝聚出一杆雷枪猛的向半空中的断星秩序 直到雷光闪过凶勇的雷元素 甚至扭曲了副本的空间 这是一道反射法阵在断星前方出现 内感雷枪被反射法阵吸收 随即以双倍的威力反弹回去 直接在腐化雷贤者身上炸出一个血洞 脸色苍白的徐婉婷双手 接着硬眼神无比坚异 有我在休想伤到段老师 干得好小许我已经蓄力完成给我增益 断星大笑一声 他双眸至终燃气火焰 一声龙银冲天而起 一头足以覆盖整个浮空岛的火龙凭空出现 徐婉婷健壮再次布下三道增益法阵 精神力增加50% 法式技能威力增加50% 伤害增加50% 有了徐婉婷法阵给的增益效果 断星周围涌动的火元素燃烧得更加炽烈 甚至点燃了整片天空 五大腐化贤者感受到断星带来的威胁 他们毛子中进阶浮现恐惧 纷纷送念晦咒语准备师父 一时间武器元素在他们周身汇聚 紧闭云瞅准时机突然高高跳起 举盾狠狠砸下 使用技能大地震战 举盾直接将整个浮空岛砸得剧烈晃动 五个腐化贤者当场被地震波炫韵施法中断 断星眼中金光闪过他面前魔导书燃起神圣火焰 使用竞数圣炎龙裁决 天空的炎龙咆哮着俯冲向五大腐化贤者 直接将他们吞噬 整个浮空岛在这一刻彻底燃烧化作烈焰之斗 与此同时我感受到了空气中躁动的火元素 以及微弱的灼烧感 不由向阳副本方向看去眼中闪过一丝震撼 这是段老师的技能吗 这么浓郁的火元素竟然连因副本这边都影响到 这是奥迪斯出声提醒 我回过神来只见腐化土贤者之一感石枪 奥迪斯尽力在我前方凝聚一道精神屏障 可惜他的精神屏障毫无作用 当场被石枪刺穿 我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控制一把紫幽剑完美格挡下腐化土贤者攻击 随即用赤销战炉以及另外七把紫幽剑 毫不犹豫的将腐化土贤者扎成刺物 腐化土贤者生命值当场降到25%以下直接被枕杀 成功击杀腐化土贤者经验加1000万 获得土龙珠一枚 其余四个腐化贤者受到50%的建设伤害纷纷重伤 我又立即使用精神风暴 恐怖的风暴瞬间吞噬剩下四个腐化贤者 几乎是瞬间五大贤者当场暴毙 我也一共获得了5000万经验 紧接着那五颗龙珠便悬浮在半空中 奥迪斯目瞪口呆地看着暴毙的五贤者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我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虽然有诅咒王称号的影响 奥迪斯现在完全臣服于我 但他依旧保持着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他上次对付我到现在才过去多久 我就已经拥有瞬杀五个八十级小包的能力 奥迪斯大脑都在站立 这就是王的力量吗 太可怕 深夜恶魔本就以实力为尊崇拜强者 33级的我已经强大到让奥迪斯需要仰望 此时奥迪斯已经想不到六十级二爪后的我 到底该多么恐怖 这一刻奥迪斯对我越发崇拜于恐惧 在他眼里我已经彻底变成了诅咒王 他甘愿为我献出一切 而我倒并没有产生任何情绪波动 这五贤者虽然是八十级的腐化Boss 但他们只是关卡中间的小Boss并没有任何锁削机制 他们被斩杀在我预料之中 现在让我头疼的是自己提前出手干掉了五贤者 圣灵之地的复制龙人必定会复制我 按照锦冰云的说法 复制龙人除了神器无法复制以外 其他一切都能复制 包括我的技能装备乃至身上的增益效果 也就是说除了诅咒王之刃 诅咒王之心和心神之刀 我有的复制人都有 我和复制人都有赤箫和女神之文两次免死被动 而且战炉还有将伤害转化为临时护盾的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谁先打中对方谁就是赢家 这是真正的激情护鸟 我一边思考着接下来的应对措施 一边用剑阵恢复地狱炎魔羊的体力 同时吩咐奥迪斯将五颗龙珠放入龙人雕像前的凹槽中 随着五颗龙珠被放入凹槽 神殿上方的天花板缓慢分开 柔和的光芒照射到龙人雕像上 龙人雕像开始剧烈晃动 逐渐变成了真正的龙人 随后将巨大的手掌放在了我面前 我带着自己的召唤物和奥迪斯一起走上龙人的掌心 巨大龙人单手托着我等人站起 随后他背后展开双翅 卷起一阵狂风腾空而起 飞向浮空岛上方的天空 巨大龙人突破云层 带着我来到了副本最后一个区域圣灵之地 在浮空岛的云层上方 还悬浮着另一个被结界笼罩的浮空岛 那里便是圣灵之地 在这个副本中只有集齐五颗龙珠唤醒龙人王 才能穿过结界进入圣灵之地 当龙人王穿过结界 将我和奥迪斯放到了圣灵之地后 他就重新变回了雕像守望的这个浮空岛屿 如同这个岛屿的守护士 不过在深渊力量的影响下 这个本该充满神圣气息的圣灵之地 此时已经变得阴森诡异 龙人王雕像对这个腐化岛屿的守护变得有些可惜 在圣灵之地中那些头上顶着光环 穿着纯洁长袍的龙人 如今已经变得面目猙獰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恐怖的气息令人不适 我看向远处那些腐化龙人使用深渊之眼 发现圣灵之地的怪物们等级已经全部是80 远远超过了这个副本应该有的平均等级 我落地后并没有亲自动手 而是命令地狱炎魔羊一只只引怪过来 然后让地狱炎魔羊和奥迪斯合力杀死这些怪物 腐化圣龙灵只是圣灵之地的小怪 虽然等级高但对我造不成任何威胁 我现在得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随时可能出现的复制人身上 防止有复制飞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偷袭自己 随后我在圣灵之地中慢慢推进 等级都已经升到了34级 却依旧没有发现复制人的踪迹 我看着不远处圣灵之王的宫殿 心中固有生出一股不好的欲 这个复制龙人他该不会是想和巴西一起围攻我吧 奥迪斯此时的 哈迪大功之前就已经篡改了副本规则 让五贤者一起出现 那他让复制人和巴西一同出手也不是不可能 我本来是想和复制人一对一 等解决了复制人之后再去攻略最后的腐化圣灵之王的 但现在复制人和腐化圣灵之王一起出现 那我这边就无限劣势 七十级的地狱炎魔羊和七十级的奥迪斯 即便有见证的帮助 也不一定能拦下被深渊强化后的腐化圣灵之王 这种局面下想要赢下战斗 就必须只能使用新神之袍 借用神明的力量秒掉腐化圣灵之王和复制人 虽说这样能百分百通关阴副本 但如果哈迪这时候跑到副本中 没有了新神之袍的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预感 只要通关副本哈迪很可能会亲自动手 所以我必须要将新神之力留到最后 往我有一个想法 这时奥迪斯突然开头想要立下一功 奥迪斯为了能让我和复制人单挑 他选择给自己身上施加各种诅重 然后他走进圣殿见到这个副本的最终宝 旁边还有一个和我长得一名一样的复制人 刺咧嘴一笑随即挥动法杖 对腐化圣灵之王和复制人施掌魂暴术 复制赤箫立刻挡在复制人面前 将圣灵之王双眼亮起红光 直接射出一道死亡射线 将奥迪斯的胸口烧出个大洞 奥迪斯没能用出魂暴术 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他的尸体顿时涌出大量黑气 迅速缠绕到腐化圣灵之王身上 腐化圣灵之王发现自己被诅咒 眼眸中闪过一丝惊慌 立刻对自己施放进化技能 而就在这时 浑身燃烧着烈焰的地狱炎魔羊 撞破了圣殿的墙壁 将腐化圣灵王扑倒在地 眼睛向腐化圣灵王射出两道死亡射线 预言魔羊让腐化圣灵之王的体力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并且打断腐化圣灵之王的净化技能 一行我的复制人 见到腐化圣灵之王被压制 正要出手帮腐化圣灵之王解围 他前方的空间突然扭曲 随后一把紫幽剑 从剑阵空间中飞出直刺他的面目 复制人立刻放弃帮助圣灵之王 直接使用了格挡直觉控制飞剑 将那把紫幽剑弹开 不过复制人在弹拍紫幽剑的瞬间 赤霄和战卢以及另外七把紫幽剑 又从九个不同的方向射出 直接将复制人给射成了刺吻 然后复制赤霄的被动出发 复制人的生命值强行变为异点 一旁的腐化圣灵之主受到巨量剑射伤害 开始愤怒地咆哮 整个圣殿开始剧烈振动起来 腐化圣灵之主体内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冲击波 直接将地狱炎魔阳阵飞出去 与此同时 复制人毫不犹豫地向圣殿外的我发起反击 将复制赤霄与战卢 以及八把复制紫幽剑收进剑阵空间 随后又在我周围将那十把飞剑放出来 在鬼剑神速这个技能的加速下 我根本就不可能拦下那十把飞剑 除非我一开始也没打算来 我利用格挡直觉挡下了复制赤霄的攻击 之后依靠战卢被动 用伤害转化出来的灵石护盾 抵消了复制战卢与八把复制紫幽剑的伤害 保住了自己的免死被动 复制人的命座建设下我的三个召唤物当场暴敌 不过我并不惊花 又一次操纵十把飞剑攻击复制人 再一次把复制人的女神之吻的复活被动打了出来 战卢把伤害转化为我的灵石护盾 腐化圣灵之王又一次受到重创 直接被打出锁血技能 他冲出了圣殿飞到了半空中 胸腔亮起邪恶的光芒 然后一道巨大的暗紫色法阵 直接复住了圣灵之地的天空 圣灵之地变得昏暗无比 与此同时复制人恼羞成怒 马上就又控制飞剑攻击我 可惜在战卢剑转化出来的临时护盾下 复制人依旧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伤害 这一场正主与复制人之间的战斗 在我抢到先手 利用一把紫幽剑骗出复制人的格挡 直觉那一刻 战斗的胜负便在没了悬念 十道剑光射出直接斩杀了复制人 下一秒系统击杀提示响起 成功击杀腐化复制龙人经验加200万 获得道具复制之境 传说及道具复制之境的效果是 可重复使用复制出一个灵体战斗 灵体强度与复制对象相同 复制对象越强灵体存在时间越短 同时最多只能存在一个复制灵体道具 冷却时间为一天 我在杀掉复制龙人后 也没有去查看复制龙人爆出了什么道具 直接使用属性转换 将自己的精神力5倍转化为敏捷 使用成功之靴的预风技能 再加上剑阵的加速 转身向圣灵之地入口处的龙人王雕像狂奔而去 圣灵之王在进入二阶段后 会释放一个全服范围的攻击技能 而这时龙人王雕像会再次复活 利用五颗龙珠的力量构建一道防御节节 副本攻略者只要在圣灵之王的攻击降下之前 跑到龙人王雕像构建的节节内 就能规避圣灵之王的攻击 这是京都大学的前辈们 多次攻略圣灵之境这个副本后 才发现的副本机制 龙人王雕像的节节算是这个副本的底层固有机制 即便哈迪将副本深渊化 这种副本机制也不会被改变 在属性5倍转换下我依靠着20多万的领节 外加各种加速 终于在腐化圣灵之王蓄力完成之前 跑回了龙人王雕像附近 雕像重新变成龙人王随后龙人王腾空而起 利用五颗龙珠的力量 构建出了一个半径不到十米的结界 这是五照天空的紫色法阵中降下无数只紫色光枪 如同暴雨般杂落刺穿大地 不过那些光枪在落到结界上时 则是全部化作光丽消散 没有对结界造成任何伤害 我站在结界内看着外边密密麻麻的紫色光枪 忍不住感慨道 不得不承认这次如果没有奥迪斯的话 仅凭我一人还真没法单刷这个副本 当腐化圣灵之王释放完技能向我扑来时 士霄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化作一道红光刺进了腐化圣灵之王的胸膛 将它直接钉在地上当场击杀 成功击杀腐化圣灵之王经验加四千万 获得装备圣灵之罐 传说极道具圣灵之罐的效果是 精神力增加百分之五十 获得圣灵之星一个 而圣灵之星则是锻造神器的材料 时间仅此一颗 并且还获得了三颗神之石 紧接着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生到了三十五级 在腐化圣灵之王被斩杀后 我这才有空打开储物空间检查自己的收获 当看到圣灵之罐的装备效果被彻底震惊到 我现在精神力是五六九零二 只要戴上这圣灵之罐 岂不是会飙升到八五三五三 直接增加了近三万的精神力 最为重要的是我的精神力还会不断增加 越到后期这圣灵之罐增益效果就会越强 接下来终于来到了今天的重头戏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 把命运罗盘和三颗神之石一起取出来 新的精炼三阶的专五或者新的三板专五 无论是哪个结果对我的战力都是无比巨大的提升 我没有犹豫直接将三颗神之石放进命运罗盘当中 大量塔片在命运罗盘中转动 随即命运罗盘中亮起三道红光飞出 副本的天空忽然变成星空 三颗星辰从天空银河中落下 凝聚成一柄剑身上闪烁星辰的宝剑 神剑七星龙渊专属三阶 攻击力加三千 自动护主持有者免疫定身类效果 持有者免疫雷属性伤害 持有者获得星辰加护不受强者威压影响 神器任务汲取星神之力 备注十大剑气之一护主当魔嫡喜天下 然后七星龙渊剑缓缓落到我面前 剑身散发着柔和的星光 其中仿佛蕴藏着星空漂亮至己 我刚刚握住七星龙渊剑的剑柄 我穿着的星神之袍便自主显性 随即两者同样闪烁着星光仿佛是产生了供应 下一秒弹出了系统提示 七星龙渊剑感知到星神之力 是否消耗星神之袍的充能次数为七星龙渊剑充能 我看到那本提示心脏猛的一跳 心想难道自己能直接完成神器任务吗 随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充能 然后星神之袍中蕴含的星神之力有出 尽数灌进七星龙渊剑中 咚的一声 七星龙渊剑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势 然后我便发现自己突然处于一片星空之中 七星龙渊剑闪烁的星光仿佛是在呼吸 与漫天星辰闪烁的频率一样 完成七星龙渊剑神器任务 七星龙渊剑进化为神器可精炼到三阶以上 神剑七星龙渊专属神器三阶 攻击力加三万 自动互助持有者免疫控制效果 持有者免疫雷属性伤害 且可反弹雷属性攻击 持有者获得星辰加护不受强者威压影响 且对非神明生物产生威压致使伤害减少50% 我看到七星龙渊剑新的属性虹虹猛的一所 甚至忘记了呼吸 无敌绝对的无敌 除了无敌这两个字以外 我已经想不到其他形容词来形容这七星龙渊剑 且不说攻击力面板直接成了10 就是七星龙渊剑的那些词条效果全都获得了巨大提升 这就是完成了神器任务的专武的太女天了 我握住七星龙渊剑的时候激动的手都在发抖 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来计算七星龙渊剑的伤害 结果脑袋都快算爆了也无法得出具体伤害值 只知道那大数字已经超过了百亿 这已经不是三体人了 不知道恶魔大公能不能抗住七星龙渊一剑 我不断胆抬着 立刻将剑匣中的一把紫幽剑卸下装备上七星龙渊剑 这一刻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获得了生化 随着七星龙渊剑带来的天地一向消散 一个副本传送出口出现在我面前 我看到那代表副本传送出口的蓝色漩涡 下意识就要上前去触碰忽然一顿 瞬间从喜悦中惊醒 不对赤消的神器任务都没更新 这个深渊副本还没通关 这个副本传送出口是怎么出现的 就在我停下来心中疑惑的时候 副本传送出口中传出一道阴冷的声音 则这么警惕可不好玩了呀 给本宫进来 随着那道阴冷声音出现 副本传送出口突然变成紫色漩涡 里边涌出一股极强的威压 大量仔细化作的触手从紫色漩涡中冲出缠绕柱 然后那些触手猛的用力一拉 可这使我周身亮起星光 那些触手直接被扯断 而我亏然不动 我冷笑一声 七星龙渊剑化作一道星光当即射进紫色漩涡中 紫色漩涡中传出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你这小怪物哪里来的神奇 随后那个紫色漩涡关闭深渊恶魔的气息骤然消失 成功击退恶魔哈迪经验加一千万 我看到自己的面板提示的是击退 而不是击杀 略微有些失望 不过这个结果也在预料之中 毕竟哈迪是深渊七大功之一 是令全世界都恐惧的大恶魔 不管他的血后不后肯定有不少保命的手 七星龙渊剑一击杀不死也正常 我检查了一遍四周 确认真因副本已经没有怪物后 便开始使用属性转换 将精神属性转换为敏捷属性原路返回 我打算回到原点再去往杨副本驻校长等人一臂之力 杨副本圣灵之地 天空岛上方的浮空岛已经被打成了碎块 真正的腐化圣灵之王悬浮在高空中 一道恐怖至极的法阵悬浮在空中 无数紫色光枪从天而降将天空岛都戳出了无数个窟窿 顾兵营表情微微一变惊呼 校长我如果不治疗你的话你岂不是 顾兵营打断道 我这老家伙在三十年前就该死了 活到今天已经是大转特转 我如果能在这里燃尽拯救京都大雪 那我这个校长也死得起死 小姑你的精神力已经不够了吧 接下来不用再把精神力浪费在我这个死人身上 只有辅助断心我们才有可能攻略这个深渊宝 徐婉婷此时声音带上了哭腔 校长不行您不能死在这 你说过要带领我们反攻深渊的您怎么能躲在这 顾兵营看向小许温柔道 我们之中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的年龄最小又总是习惯依赖他人 我一直期望着有一天能看到你不当一面的模样 徐婉婷眼睛泛红还没说出声 这是天空的暗紫色法阵散去 腐化圣灵之王骑到了一匹周身闪烁雷电的独角兽上 从虚空中取出了一杆闪烁雷电的长枪 一股极其强大的气势从腐化圣灵之王体内散发出来 直接将龙人王用五颗龙珠构筑的结界压碎 断心眼神微微一变 强忍着因为过度消耗精神力而带来的头痛 将自己的魔导书取了出来 景冰云看向远方气势恐怖的腐化圣灵之王吧 看来对方不打算给我们道别的时间了 朱军放轻松一点胜利必定属于我们 景冰云拎起破碎的大盾飞到高空 他周身开始冒着热气浑身肌肉变得通红 使用技能荒谷之血 燃烧荒谷血脉的效果是 十分钟内大幅度提高生命值与防御力 技能持续时间结束等级下降一 生命值强制变为1点且一个月内无法恢复生命值 景冰云立在虚空直视远方的腐化圣灵之王 用拳头敲了敲大盾怒吼到圣灵之王来啊 腐化圣灵之王成功被景冰云挑戏 他骑着雷电独角兽化作一道雷芒 石枪向景冰云奔袭而去 死变枪间狠狠刺激到景冰云的大盾上 激起大片雷暴而景冰云在雷暴中窥然不动 甚至还用大盾顶开腐化圣灵之王的长枪 包大的拳头狠狠砸在独角兽的脑袋上 轰的一声独角兽脑袋出的盔甲直接被砸碎 独角兽痛苦地嚎叫周身雷电激荡 不过腐化圣灵之王依旧面无表情 他牵扯将神稳住晃动的独角兽 自挥动长枪当即刺穿景冰云的胸膛 鲜血刺剑从高空洒落 顾冰云见状下意识就要给景冰云治疗 却被徐婉婷拦住说道 顾老师不要浪费精神力治疗校长了 我们全力辅助的段老师争取在十分钟内杀死Boss 说罢顾冰云眼神也变得坚定 他消耗自己的精神力给段兴恢复精神力 段老师接下来就拜托你 段兴周身再次燃起熊熊溜 一头盐龙从魔导书中飞出 他看着在空中和紧冰云肉搏的腐化圣灵之王 沉声道 放心就算拼上我这条老命 今天也得把这深渊Boss暗死在这里 徐婉婷也当即构建一道又一道增益法阵覆盖段兴 获得全状态的增益的段兴又一次施展了禁术 一条足以毁天灭地的炎龙向腐化圣灵之王咆哮而去 如果本派炎龙周身突然涌动雷电 随后炎龙体内响起一道震耳欲龙的雷鸣 无穷的雷暴直接将炎龙给震碎 十面腐化圣灵之王的颈冰云被震飞出去 段兴遭受剧烈反噬当即吐一大口气 段兴捂着胸口死死盯着雷暴中的腐化圣灵之王 我们感知到Boss的气息混乱 刚才那一击重创了他我还得使用一次禁术 顾冰云眼神微微一变 段老师你的精神状态还能使用禁术吗 这是段兴的火导书开始自然 段兴以透支自己灵魂为代价再一次酝酿禁术 中的腐化圣灵之王察觉到了威胁 当即将矛头指向段兴大量雷暴在他的枪间凝聚 景冰云的怒吼声在天空乍响 随后浑身是血的景冰云如同导弹般撞向腐化圣灵之王 直接将腐化圣灵之王给撞下独角兽 景冰云扔掉大盾绕到腐化圣灵之王背后 死死抱住腐化圣灵之王咆哮到向我攻击 段兴望着高宫死死抱住腐化圣灵王的景冰云 当即对徐婉婷和顾冰云喊道给我撞 顾冰云和徐婉婷此时已经彻底那类目 他们也开始透支精神力给段兴施加最后的增 景冰云看着下方那头重新凝聚的炎龙 忽然间一个少年的背影出现在了他眼前 看到那个少年的背影景冰云瞳孔微微一碎 许建兴 他回想起了三十年前的深渊战场上 京都大学一众失声 负责狙杀诅咒王麾下的三位恶魔大公 当时战况无比惨烈 他们也站到了绝境 所有人都已经到了极限 不过那时身为荒谷之盾的他并没能站出来 就是叶青松的徒弟许建兴站了出来 以牺牲自己性命为代价 换下新神之力控住了那三个恶魔大公 给叶青松争取到了最后一击 看到那个少年的背影景冰云已然泪流满面 当年本该是我站在最前方 因为我的怯懦大下 失去了一位历史上最璀璨的天子 现心对不起我是罪人 这是我的声音从远处团来 见证瞬间覆盖战场众人的体力和精神快速恢复 景冰云猛然睁眼一脸不可置信的探向远方 只见我正向这边急速飞来 断心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赶来动 我看出了他的疑惑开口解释道 我已经攻略了英副本 便想着能不能来杨副本这边帮助你们 所以就从包斯林地缘路访回又走了一遍杨副本 顾兵营在我的剑阵辅助下精神力恢复了不少 立刻将自己的精神力转化给断心 以支撑断心竞术所需的精神消耗 我看向空中死死抱住腐化圣灵之王的景冰云 向徐婉婷问道 徐老师你能将校长传送回来吗 听到我的话徐婉婷先是一愣 随即一脸感激的看着我连连点头的 好待会儿我和断老师一起攻击棒 校长他老人家可就拜托你了 把赤销战炉七星龙渊以及七把紫幽剑 从剑阵空间中飞出在我周身发出剑鸣声 我看向断心说道 断老师我看不到这个深渊boss的属性 但我的技能有斩杀效果 我们两个一起攻击应该能秒掉这个boss 断心听后哈哈哈哈大笑 好小子咱们今天就失声齐心打败那boss 放声大笑他周围火元素涌动 那头跪拒了恐怖火元素的凶猛阎龙朝着天空咆哮而去 与此同时我控制飞剑射出 十把飞剑追上阎龙围绕着阎龙旋转 最终和阎龙融合在一起化作十把玉谷的力气 取耳瓶瞅准时机双手核实 在颈兵云脚下展开传送阵 一道白光闪烁颈兵云传送离开 轰的一声十把飞剑和阎龙贯穿腐化圣灵之王 成功击杀真腐化圣灵之王经验加一千万 获得道具圣灵之河 锻造神器的材料世间仅此一刻 赤销神器任务进度十分之二 随着我面板上弹出一系列信息 也彻底宣告这个副本成功攻略 真正的副本传送出口出现在众人面前 断星无力的摊坐在地台头 看着重新变得清澈的天空 终于结束了 说罢断星便直挺挺的躺在了地上昏死过去 我看到后不由一击 顾兵云笑呵呵的看着我说道 不用担心他只是太累了 小张元你可真是越来越让老师惊喜了 要是老师我年轻了几十岁 我可不会放过你这么一个潜力不可惜了 我不要脸一红 老师你这说的什么话 居然还会害羞真是可爱吗 顾兵云看到我反应后哥哥直向 这时安顿好重伤昏迷的徐婉婷走过来 顾老师你就不要逗张元弟弟 这一次要没有你 我们这次攻略行动恐怕就失败了 说的也对那小张元是我们的最大功臣 顾兵云微微点头 他扫了一眼破碎的副本 眼神逐渐变得凝重 声音画的副本越来越危险了 就跟三十年前一样了 徐婉婷听到三十年前这个词后 眼神微微一变 下意识攥紧拳头 我注意到徐婉婷这个反应正想要询问 顾兵云此时回过神来对我说道 小张元深渊副本虽然已经攻略了 但还有些收尾工作 接下来这里就交给老师我了 你应该也累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等副本的是处理完 我会蹲促校长他老人家给你奖励的 听到顾兵云这番话 我便没再继续询问转到 说起来这一系列的战斗也真够累 那我就先回去了 顾兵云对我微微一笑又在我额头亲了一口 我瞬间感觉到又有一股奇特的力量涌入自己体内 顾兵云笑了 这个永久持续女神之吻增益 就当老师提前给你的一个奖励 然后我见自己身上的女神之吻增益不再有了时间限制 当即兴奋的向顾兵云到了一声谢 随即便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副本 徐婉婷目送我离开后终于忍不住向顾兵云问他 顾老师我之前就想问了 你的女神之吻 什么时候变成需要亲吻额头才能释放的技能了 看着徐婉婷那天真的样子顾兵云玩耳一笑 傻妹妹当然是在我想的时候 我出了圣灵之境副本后便被直接传送回了宿舍 虽然我今天攻略了一个大型的高难度深渊副本 但这次巨大的收获让我分泌了足够的多巴胺 现在我兴奋至极毫无睡意 反正也睡不着就好好探探零号宿舍 我记得牛婆婆说新知识可以快速提升自己 我身上几万颗新知识也是该好好用用 我出了宿舍便静止来到了宿舍楼第六层 这时牛婆婆正在吃饭 牛婆婆笑到来零号宿舍这么些天了 你终于舍得来花你身上的新知识了吗 我笑着挠了挠头说道 是啊牛婆婆我对这里还不是很熟悉 您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下 可以啊你上次攻略新知逆境得了多少新知识 如果超过一百颗的话我可以 没等她说完我便说自己有三万多颗 正在说话的牛婆婆一顿她眼珠子都快要瞪着 一脸不可思议的盯着我问 你说你有多少 我见牛婆婆一副见了鬼的表情有些差一回头 这很多吗 牛婆婆一脸震撼 岂止是多呀 我记得你住进零号宿舍后 就只刷了一次噩梦难度的新知秘境吗 是啊那个副本不是可以一直增加难度吗 我过了55级的难度后就拿到这么多新知识了 55级的噩梦难度让我缓缓 牛婆婆有些窒息她缓了好久才到 那个副本中随着难度每增加一次 Boss数量就会翻一倍 我记得你当时才25级吧 你能击杀24个55级新知识期是吗 能啊 牛婆婆沉默了两九随后才开口呢 我只能说新知识选择赐服你是有道理的 这世界上除了你以外恐怕没人能做这种逆天的事 既然你有超过三万的新知识 就没必要用这些基础设施了性价比不高 那我该怎么使用 参加新神赌斗 那是神明与凡人的游戏 参加新神赌斗的入场券就是三万颗星石 入场后你会与神明们的投影进行游戏 游戏内容根据神明投影们的喜好而定 你如果赢了神明投影会给你解历 你如果输了新知神也会给你安慰奖 让你四维属性的提升一千 跟你用新知识在这第六层锻炼提升的属性差不多 总之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牛婆婆我想参加新神赌斗 没问题跟我来吧 牛婆婆对我笑了起 然后走到神之宝库副本旁边的一个入口介绍道 支付三万新知识后 赌斗副本会根据你的情况匹配相应的神明投影 我在牛婆婆的指导下将三万颗新知识送入副本中 随后这个副本入口便亮起蓝色光芒 新神赌斗副本以激活正位挑战者匹配神明投影 随后这个副本入口便亮起蓝色光芒 新神赌斗副本以激活正位挑战者匹配神明投影 匹配神明成功欢愚之神降下投影是否挑战 我看到自己面板弹出提示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挑战 四本漩涡亮起光芒 我被传送到了一个昏暗老旧的房间 坐在一张长条桌子前 在长桌对面坐着一个极美的女子 我尝试对那个女子使用深渊之眼 结果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桌子对面的欢愚之神笑道 亲爱的挑战者就让我们来进行一场欢愚的游戏吧 我回过神来问游戏内容是什么 游戏名称叫欢愚轮盘 是我精心想出来的刺激游戏 欢愚之神首先出现一把类似左轮的手枪 将其推到桌子中间 这手枪里有六颗子弹 其中有三颗是空包弹 我们轮流开枪可以朝自己开枪 也可以朝对方开枪 如果朝自己开枪没有中弹的话 就能再行动一次 我看着桌上的那把手枪眼神微微一鸣 立刻就想到了自己原来世界的俄罗斯轮盘 这种游戏胜负全凭运气考验的是游戏 可在这个副本中玩家并没有死亡威信 朝自己开枪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如果游戏规则仅仅就是这样的话 那未免也太不欢愚了 欢愚之神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微微一笑 毕竟这个副本是不能死人的 极大的削减了这游戏的刺激感 所以我为这场游戏准备了多种 能在游戏中使用的道具 而你我都有三次抽取道具的机会 这场游戏中我们各有三条命 同时我们抽取到的三个道具能随时使用 我心想从勇气游戏变成了策略游戏吗 欢愚之神继续道 另外为了让这场游戏变得更加刺激有趣 我想额外设了一个彩头 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听后挑没问他什么彩头 欢愚之神扫了我身上的心神之袍一眼笑道 这场游戏如果你赢了我给你一件我的神器 如果你输了你把你的神器给我怎么样 我眼眸低垂表情逐渐变得微妙起 赢了得到新的神器 输了损失一件神器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风险和利益都相当巨大的赌局 但欢愚之神并没有指定神器 而我身上又有不少神器 其中有两件还是烫手山芋 其诅咒王之刃 其二诅咒王之心 这两玩意儿都不用想一旦诅咒王复活 这两件神器会立马变成捅向我的刀子 自己现在是巴布的有人能帮我把这两玩意儿带走 如此一来我和欢愚之神的赌局输赢都是赚 欢愚之神见我低下头颅还以为我在犹豫笑道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赌直接起身离坛 你还是有属性奖励 我假装考虑了许久觉得自己还不够赚 只是欢愚之神 好我可以和你赌不过我想赶一个彩头 欢愚之神草莓问我想赶什么 如果我输了我可以给你一件神器 可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神器 你给我欢愚的赐服 听到我这段话欢愚之神咯咯直笑 傻小子一件神器的价值可是在神明赐服之上 我坚定地告诉他自己确定 我心想自己根本就没有新神祝福不仅如此 我身上还背负着诅咒王的契约 而诅咒王背后更是有着一个 魏格比心之神还要高的的魔神 我想要击败诅咒王就必须在七十级之前 寻找到一位比诅咒王的魔神魏格高的神明 如果欢愚之神的魏格在魔神之上 那我赢下游戏后便能一劳永逸 靠着欢愚之神击败诅咒王 如果欢愚之神无法给我赐足 一个神明无法履行赌约 那这事情就会变得相当欢愚了 呵呵真是一个奇怪的凡人了 说实话我开始对你感兴趣了 欢愚之神笑呵呵地看着我打了一个响指 他和我面前各自出现了三个盲盒 盒子里的道具是随机的 只有你摸到盒子才能知道里面道具的效果 道具是你给的这怎么确保公平 你大可放心身为神明 我还没有堕落到和一个凡人玩游戏都要作弊的地步 而且这个副本是新之神的我作弊瞒不过他的眼睛 你还有其他疑问吗 没有了 好那咱们开始吧 下一刻一枚精力从空中落下 随后被欢愚之神用手抓住 你来猜朝上的是图案还是数字把决定先吼 我随便猜了一个图案 欢愚之神摊开手掌正好是图案朝上 小家伙运气不错呀 你先还是吼 我选择先手欢愚之神便将手枪推到我面前 不过我并没有急着开枪 而是将手放在自己面前的盲盒上挨个检查道具 他们分别是 透视镜 确认当前弹堂中的子弹是否为空包弹 麻痹神 对方下一回合无否行动 幻想子弹 弱弹堂中的子弹为空包弹 将其变为实弹反之一然 三个道具透视镜和转换器能形成配合 两个道具一起使用能确保一定赢下一个回合 麻痹神也相当厉害 我要是用了能直接朝对方连开两枪 极大带率也能赢下一回合 不过这游戏是五局三胜 想要赢得胜利的话 最好是将三个道具分别在三局游戏中使用 欢愚之神见我检查完道具不有效的 小家伙你是要直接用道具吗 这才第一枪当然是得先拼拼运气 我回到将手枪对准自己直接扣动扳机 插大一声是空包弹 欢愚之神倾效 运气不错呀 接下来五分之三的概率是实弹 你要朝我开枪吗 不我得使用道具 我成功堵出空包弹后便毫不犹豫地使用了麻痹手 一条跟黑色绳索从盲盒中飞出捆住了欢愚之神 弹夹中只有两颗空包弹 而我接下来连续打出两颗空包弹的概率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只要朝欢愚之神开枪赢的概率是九成 想到我瞄准欢愚之神扣动扳机 我验一颗子弹当即打到欢愚之神身上 欢愚之神头上的红星消失了一颗 欢愚之神却并不慌张笑道 真是可惜了你虽然打中了我却是浪费了一个道具 能用道具确保一局游戏胜利那就不存在浪费 欢愚之神笑着我手里的手枪消失 一把新的手枪出现在欢愚之神手中 欢愚之神直接使用道具透视剂 他看了一眼手枪呵呵一笑 看来幸运妹妹今天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然后欢愚之神瞄理 这种扳机一颗子弹飞出打中我胸口 我顿时感觉胸口火辣辣的疼同时 头上的一颗红星消失 然后欢愚之神手中的枪消散 一把新的手枪落在了我手上 我拿起手枪思考的片刻还是决定使用透视剂 下一刻我便看到了弹堂里边的子弹是空包弹 欢愚之神笑着不留余力的嘲讽 我给我施加压力 看你的表情该不会是空包弹吧 你这么倒霉吗 我看了一眼自己最后一个道具 要是现在使用转换器的确能赢下这一局 可接下来两局都没有道具 而欢愚之神还有两件道具 如此一来我大概率彻底输掉游戏 想到这里我决定赌一把先朝自己开了一枪 然后向欢愚之神开了一枪 结果下一发还是空包弹 我嘴角不由一抽心想真有这么没吗 欢愚之神见我连续打出两发空包弹笑的越加开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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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家伙你真这么倒霉啊 你是不是得罪幸运女神了 欢愚之神笑着拿起手枪自信的向我开枪 看出这游戏的确是公平的 居然堂堂欢愚之神也表演了一次小丑 我松了一口气拿起手枪 好欢愚之神后动扳机赢下了这局胜利 手枪重新回到欢愚之神手上 此时我表情一脸轻松开始倒反天罡 持续给欢愚之神压力 我现在还有一个道具 就算你用道具赢下这一小局 下一局也该我赢了女神大人 要不你现在投降吧 你是这么觉得的吗 忽然欢愚之神咯咯一笑 他再次使用一个透视镜查看蛋糖里的子弹 当欢愚之神看到蛋糖里的子弹后 他嘴角勾起微妙的笑容看向我笑道 小家伙看来是我赢了 欢愚之神从最后一个盲盒中取出道具 爆炸子弹本后游戏中所有子弹伤害翻倍 爆炸子弹化作光芒进入手枪中 欢偷之神瞄准我 小家伙你的神器是我的了 我这时同样使用道具转换起 一颗半虚半实的子弹从字盒中 飞出化作光芒进入手枪 欢愚之神见我最后一个道具居然是幻想子弹 不由一愣随即对自己开了一枪 一发空包弹 局势变得胶着起来 我笑着问道 女神大人手枪里还有三颗空包弹两颗实弹 五分之三的带率空包弹 你要再朝自己开枪吗 欢愚之神随即瞄准我扣动扳机 咔弹一声是一颗空包弹 我拿过枪后毫不犹豫地朝着自己就开了两枪 结果咔咔两声依旧是两发空包弹 然后我用手转一圈枪随即瞄准 欢愚之神扣动了扳机 随着我用一颗子弹迎下了圣灵 周围昏暗的行间消失 在睁眼来到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大殿之中 欢愚之神笑着说道 小家伙不得不说你今天让我玩了一场愉快的游戏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听到欢愚之神这番话并不意外 我刚才之所以发疯似地朝着自己连开两枪 就是想到了星神之袍的被动效果 神明好感度加50% 在欢愚之神面前做些疯狂的事 只为刷欢愚之神的好感 只要欢愚之神的好感度高了 那无论游戏的输赢如何都有利于我接下来的计划 欢愚之神并不知道我心中所想意犹未尽地说道 小家伙按照赌约 你要的是我的神明赐福不要神气对吧 是的 欢愚之神点了点头朝着我吹了一口气 下一秒我就收到了系统提示 是否接受欢愚之神的赐福 注意同时只能获得一位神明的赐福 我选择接受祝福后 便感觉到有一股极强的力量涌入自己体内 不过很快那股奇特的力量便被我排斥到体外 欢愚之神力量受到魔神污染赐福失败 我面板中又一次出现神明赐福失败的提示 欢愚之神显然没有预料到这种事情发生 立刻凑到我面前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良久欢愚之神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他同情地看着我说道 小家伙没想到你这么倒霉啊 我的祝福无法给你 有一个位格比我高的魔神诅咒占据了你的身体 别说是我吧 绝大部分神明的赐福都没法顶掉那魔神诅咒 我听后表情变得了凝重 虽然我知道自己身上有魔神的力量 但没想到那力量竟然是诅咒 估计是赤霄将那魔神诅咒给屏蔽了 所以我才一直没发现 毕竟赤霄只是让我免疫精神系攻击 这不代表我身上的诅咒会消失 欢愚之神继续道 小家伙这赐福是没法给你了 我看还是给你换成神器吧 我回过神来连忙对欢愚之神道 女神大人我们之间的赌约 可是你给我神明赐福 你怎么能擅自给我换成神器 欢愚之神一脸无奈 我这不是没法给你上赐福吗 这就不关我的事了 我现在只想要一个神明赐福 至于是谁的不重要 还是说女神大人知道这件事很难做到 所以打算耍赖了 欢愚之神忽然想到了什么顿时恍然大悟 好啊小子原来你一直在算就 你一开始不要神器只要赐福 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赐福会失败 所以专门给我挖坑 你们这些人类怎么比深渊恶魔还缓 你是为女神该不会想耍赖了吧 欢愚之神听到我的阴阳怪气 顿时感到一阵头疼白手的 算了算了这次算我认灾 关于你神明赐福的事情 我会帮忙想办法 另外这件神器你拿着 就当是我没能兑现赌约而给你的补偿 欢愚之神说着取出一个彩色头子交给你 我也不客气 直接接过彩色头子查看属性 神级消耗品混沌头子 可对任何装备或道具使用 将其品质转化为神级 我看到混沌头子的属性一脸 震惊地看向欢愚之神 自己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物品 欢愚之神笑道 这是我这段时间花费了不少神力 才创造出来的宝贝 甚至可以让一瓶初级治疗药水 变成神级药水 这时大殿中想起一道悠扬的钟声 欢愚之神一顿随即对我说道 愉快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我也该走了 至于神明赐福的是 我会尽量帮你弄弹不保证成功 随着欢愚之神离开 我又收到了来自这个副本的奖励 一枚心之结晶 当即便使用心之结晶 给心神之刨冲了能 然后便被传送到了副本外 副本外已经是晚上 牛婆婆早已经离开 我也没有在第六层逗留 独自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经过一天的奋战 又是攻略大型副本 又是和神明投影完俄罗斯轮盘 我已经相当疲惫 洗漱之后躺在床上 将混沌头子取了出来 将任意物品和装备转化为神级 我该转化什么呢 是销战卢不划算 他们迟早会晋升为神器的 紫游剑的话 我有十把装物 后期剑侠没有他们的位置 我喃喃念着忽然想到了 什么猛的窜了起来 对啊我的剑侠是不是可以升级成神器 想办立刻从剑阵空间 将自己的白板剑侠给取了出来 这装备是我抽卡转制后 抽到的第一件装备 没有任何属性 只有装剑的功能 而在我有了剑阵空间后 这剑侠连唯一的功能都用不上了 如今这剑侠唯一的作用 就是限制我只能装备 十把飞剑纯纯副作用 我看着自己面前的白板剑侠 当即做了决定 将混沌头子放在了剑侠上 下一秒混沌头子亮起彩色光芒 迅速溶进剑侠中 随后整个剑侠亮起耀眼的光芒 剑侠表面出现厚重的流金符纹 这一颗剑侠产生了质变 神级剑零武库 空间无限剑侠内所有飞剑可复制 复制飞剑持续消耗精神力 飞剑品质越高 消耗精神力越大 复制数量无上显 等我看到这新的剑侠脑海中 瞬间蹦出一个词 万剑归宗 看到自己剑侠新的效果后 瞬间就不困了 赶紧穿上外套 前往学校的竹林 我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试一试这件零武库 找到一片空地 然后将砖武和紫幽剑 全部召唤出来 我闭上眼睛 尝试消耗精神力来复制飞剑 快赤销战炉 七星龙渊 以及十把紫幽剑 全部被复制出来 围绕在我身边的飞剑 一下就从十三把变成了二十六把 与此同时 我的精神力也开始飞快消耗 即便有剑阵和诅咒王之刃的 精神力恢复效果 我也维持不了 这十三把复制飞剑多久 我看到个品质飞剑的精神力 消耗速度略微有些失望 我还以为自己可以看到 万剑天来的壮观场景 就算只复制紫幽剑 到一百把的时候 每秒钟的精神力 消耗速度就高达一万 八秒钟我就得被抽干 虽说以我的伤害 只要复制几把七星龙渊出来 几秒时间足以秒杀任何敌人 但是不够帅 这时我突然想起 自己不是还有铁剑吗 当即取消了 专武和紫幽剑们的复制 然后将十把铁剑召唤出来 十把铁剑瞬间分为二十把 而我的精神力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在剑阵和诅咒王之刃的 加持下飞快恢复 我眼中闪过一丝兴奋 开始继续复制 四十八十一百六 直到一万零二百四十把铁剑 悬浮在竹林上空 我的精神力才开始明显减少 而且消耗速度 也不过一秒一百一分钟六千 以我现在的精神力 能够维持这万把飞剑十多分钟 我兴奋地看着竹林上空的万把飞剑 在月光的照耀下 每一把飞剑都闪烁着漂亮的光阻 然后我尝试控制飞剑 上万飞剑开始以我为中心 在空中飞舞 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卷起了剑刃风暴 恐怖的剑气向四周扩散而去 无数在夜晚苦学的京都学子们 见学祖中忽然起风 纷纷往竹林方向看去 只见上万把闪烁寒光的飞剑 化作了龙卷风暴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技能 我去居然是万剑归宗 何方大佬来我京都大学 这种规模的技能好帅啊 恐怕只有传说级职业才能拥有你吧 所有见到这一幕的人 全都被那壮观场景给深深震撼到 一时间学生们一传十时传百 很快全校师生都注意到了 空中那壮丽的万剑启发 与此同时我控制的也越加得心应手 一时兴起我一跃而起 大量飞剑化作我登天的阶梯 自动飞到脚下 我踩着飞剑扶摇而上 直接腾空了数百米 紧接着使用技能鬼剑神速 我再次加快飞剑们的速度 竟让飞剑们卷起了一股上升气流 让我在数百米的高空悬体 远跃之下 我平屈而立望着下方京都城的霓虹夜景 不过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在看完成市夜景后 我的精神力也即将见到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 该怎么安全落地呢 随着大量复制飞剑化作光点消散 上升气流消失 我开始在几百米的高空中进行自由落体 这时我这才想起 自己不会飞这个严峻的问题 可现在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本就没有时间思考 眼见着地面离自己越来越近 只得选择摆烂 翻身面朝天空平静地 听着封在自己耳边的呼号声 等待着落地到来 心想算了之后 再去找顾老师刷新一下赤销被动吧 就在我即将落地的时候 忽然一道微光卷住了我卸去了下落速度 我差一睁眼 只见柳如烟正气喘吁吁地站在不远处 他手中的法杖还亮着光 显然刚才是柳如烟出手了 我看到柳如烟现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柳烟你怎么来了 柳如烟收起法杖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质问道 呆瓜这开学都多久了 你没参加新生集训 也就算了分学院的时候也不在 咱们不是说好了一起上京都大学吗 你怎么到现在一次的都没来找我 要不是我在宿舍看到你在空中耍宝 我都不知道你在哪 我挠头笑了笑连忙道歉 真不是我不找你只是最近事情太多了 一件接一件根本忙不过来 算了懒得跟你这家伙计较 柳如烟气鼓鼓地呼了一口气 他似乎是想说什么 又有些犹豫便停顿下来 我见柳如烟预言又止步又问他怎么了 柳如烟回道 我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 最近我家里那些长辈对你很上心 一直吵着要我带你回去 结果刚一到他家 他哥哥就要和我比试一场 对此我却是摇头说了声不行 李方一愣便问我为什么 难道是怕了吗 文言我告诉他自己的伤害太高 直接打会出人命 在院子中的三人听到我这个回答全都沉默了 李方率先反应过来怒道 臭小子你就算不敢打 也该扯个正常点的理由 你这也太夸张了 李元康此时眼中也闪过一缕失望 他眉头微微皱起 对我说道 如果你担心的是这点大可不必 李方等级高你13级 而且还有我和徐管家在旁边看着出不了事 但我依旧坚定摇头说真不行 这一刻李元康也有些愈怒了 他忍不住看向徐管家似乎是在置卫徐管家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都没有看清张元的品性 李方这时是彻底愤怒了陈生道 张元你要是坚持用这个理由的话 那咱们就去比武台打那里设有法阵 即便受到致命打击也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李家也有神级治疗师 就算伤了残了都能治好 我见李方坚持叹了一口气 说既然如此那走吧 李方气势汹汹地带着我走上庄园中的比武台 比武台上的法阵亮起一个光幕将比武台笼罩 李方捏了捏拳头直勾勾盯着我说道 张元我本来想对你温柔点 可惜你成功惹目我了 这下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好情李哥指教 我话音刚落对面便传来喷的一声巨响 李方如同一头星红恶兽 以极快的速度向我突然 然后一道剑光闪过贯穿李方的胸膛 在下一刻李方出现在了比武台外 比武台上的光幕消失比武结束 我向比武台外还有些猛逼李方拱手行李 李哥承让 李元康看到眼前这一幕终于绷不住 满脸尽是惊骇之色 虽然我的剑很快 但他看得非常清楚 一把飞剑凭空出现穿过李方胸膛后又凭空消失 仅仅用了一个普攻便直接把48级的李方给秒了 要知道李方不仅仅是传说级职业者 他更是一身的传说级装备 即便是60级的boss李方也有能力单刷 不对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我们在哪儿 李方有些不幸些他重新跳到了比武台上 光幕再次笼罩整个比武台 李方取出两把星红的长刀 此刻就如同要捕食的猛虎只勾勾地看住 张元这一次我可真认真了 李方话音刚刚落下 然后他便再一次出现在了比武台外 而正在观战的李元康 此时心中已经掀起滔天骇马 他清楚地看到有一把飞剑从李方背后凭空出现 击穿了李方的后背整个过程不超过0.1秒 这要是实战的话 李方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这一刻李元康看向我的眼神彻底变了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李正国会要他全力笼络 这比武台上的年轻人 注定是大夏帝国历史上最璀璨的明珠 其他天才散发的光芒与我比起来犹如萤火与好运 不对老爸是不是这比武台出棒了 都两次了我都还没开打就被弹出来了 李方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 李元康开口 方而你已经败了 张元之前说的没错是他的伤害太高 若是没有保护措施的话你会死我也就不了 李方瞳孔的震惊道 老爸你没再开玩笑了 李元康淡淡说了一句 不过这也不是你的错事 张元太优秀了 优秀到让你这样的天才都变得像庸才 说吧李元康转身离开对众人道 走吧该去吃饭了 接下来的午饭时间李元康一直沉默不语 而李方全程都失魂落魄 搞得本来在担心我的李雪 忍不住去问我到底对他家人做了什么 目前的情况似乎与他预想的不一样 随着一场气氛微妙的午餐结束 我这次见家长活动圆满完成 药日工会临时有工作 李元康来不及和我说什么 只是交给我一个精美的礼物盒子 我回到学校后独自前往图书馆学习知识 顺便打开了李元康给的盒子 里边躺着一张职业专属技能卷轴 我看到盒子里的礼物忍不住低呼一声 我之前就在帝国交易所搜索过职业专属技能卷轴 这种宝贝价值在十一网上 而且一直都是功不应求 一旦有人上架职业专属技能卷轴 不管标价多少钱都会被人瞬间拍下 只能说不愧是李家出手就是阔绰呀 职业专属技能卷轴都能随便锁 途过小爱也是李雪儿的父亲 是当今大厦帝国排名第三个药日工会会长李元康 而他的爷爷李正国更是当今大厦帝国五国老之一 不仅如此李元康创建的药日集团 同样是大厦前50强的企业资产无比雄厚 我感慨了一生在图书馆中找了一个单间书房 随后便使用了这个技能卷轴 随着企业专属技能卷轴化作一道光涌入我体内 顿时感觉自己体内涌出了一股奇特的力量 获得技能建议巨石一级 所有飞剑攻击可蓄力蓄力攻击不可被格挡 根据蓄力时间至多提升100倍伤害 建议巨石达到巅峰无视任何锁削效果 看到自己新的技能我浑身一震 至多提升100倍伤害 而且还无视任何锁削效果 我都不敢想自己要是将七星龙渊剑蓄力满 一击射出将会是什么样的场面 怕不是得贯穿星辰 就是不知道这个技能要蓄力多少时间才能到巅峰 随即我换出了一把铁剑尝试蓄力 飞剑在我面前不断震动着 我能感觉到有源源不断的力量从我的剑阵涌入飞剑 面板上也出现了飞剑的蓄力进度 前面涨得很快 几乎是每蓄力10秒就能让威力提升一倍 蓄力两分钟就能将威力提升到10倍 不过当威力提升到10倍后 蓄力进度条就开始上涨得极其缓慢 好几分钟都没有再上涨一丝 我心想可能是因为武器品质的原因 然后就换成了紫幽剑 这把剑也是一样前两分钟就能蓄力到10倍 之后蓄力速度便大幅度减缓 不过与铁剑不同的是 紫幽剑的威力在超过10倍后依旧在缓慢提升 在蓄力到10分钟后 威力终于停留在20倍 之后便不再上涨 果然每把飞剑都有蓄力上线 我发现这一点当即将赤销战如七星龙渊 这三把砖五拿了出来同时开始蓄力 三把砖五蓄力的速度远快于紫幽剑和铁剑 仅仅用了一分钟便将威力提升到了10倍 而在三分钟的时候威力就提升到了20倍 在那之后三把砖五依旧可以蓄力 而且速度也不慢 第六分钟时三把砖五蓄力到了30倍 第十分钟时蓄力到了40倍 之后赤销和战卢蓄力的速度明显下降 倒是七星龙渊还在坚挺 15分钟后赤销和战卢蓄力威力到了50倍 之后便在无法提升威力 而七星龙渊还能继续挺 不过当我花了半个小时 把七星龙渊的威力蓄力到70倍后 七星龙渊的蓄力进度也不再上涨 看来想要让建议巨士达到巅峰 必须要将砖五精炼到满阶 而且这种技能应该是用来攻坚的 这个技能今后用来对付诅咒王或许有大用 我实验完新技能后就收到了叶青松的信息 竹林素来 我来到竹林后 只见叶青松和万长安正站在一起聊着什么 万长安见我感到立马招手 张元你来得正好快过来 我大步走上前向叶青松和万长安行李 叶老师好万战神好 张元你知道我们找你什么事吗 你两位站在一起莫非是关于我爸妈的事 叶青松微微点头 没错自从那天我看到很像你父母的恶魔后 我就有些在意那两个恶魔就又去了深渊战场一趟 我眼睛微微一亮连忙问他发现了什么 我在深渊战场第一阵地外五十公里处 发现了一个恶魔据点 而你的母亲就是那个据点的首领 他们在那边做什么 叶青松摇头说道 我早就已经被深渊标记 靠近恶魔一定距离所有恶魔都会知道我的位置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我并没有过于靠近那个营地 无法探知里面情况 万长安此时的 由于那个据点已经在第一阵地外 那边的深渊怪物都是五十级网上 普通职业者与士兵无法深入 所以乾隆之队会组建一支小队前去探知 如果有能力的话可以摧毁那个据点 所以是要我也参加这次行动吗 你帮京都大学攻略圣灵之境副本的事我已经听说了 以你的实力完全可以胜任这次军事行动 而且对面恶魔有可能是你母亲 你如果加入这次行动的话 或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 你也轻松附和道 我也这么认为 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试炼机会 张仁以你的天赋到七十级用不了太久 到时候你就会面对诅咒王 所以在你七十级之前 你必须抓住每一次与恶魔实战的机会明白吗 明白我会参加这次行动的 很好在出发之前你先跟我去一个地方 叶青松说吧 他和我脚下出现一道传送阵 洁白的光芒渐渐笼罩我们两人 这次我传送的时间超过了一分钟 超长距离和超长时间的传送 让我头昏脑仗有一种晕车的感觉 随着传送结束 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处极为恢宏的大殿 在大殿四周立着许多高大神像 每一尊神像都散发着极其强大的气息 我扫了一眼大殿中的神像 很快便从其中两尊神像 感知到了新神和欢愚之神的气息 叶青松说道 这里是万神殿大殿中立着的神像 都是历史上赐服过我国公民的神明 即便曾经与神明沟通的人已经逝去 这些神明依旧在这里留下一缕气息 与我大厦帝国保持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同时等待下一个赐服者出现 说吧叶青松取下腰间的一个酒葫芦 走到一尊一手持剑一手 拿着酒葫芦喝酒的神像面前 神像亮起光芒叶青松手中的酒葫芦 飞到半空中 赐服者叶青松供上仙酿 请求酒剑仙又我后背张远 叶青松说着酒葫芦中的仙酒飞出 浓郁的酒香瞬间充斥整座万神殿 不少神像都亮起了光芒 似乎被这仙酒给吸引了 可酒剑仙的神像亮起了最为闪耀的光芒 那些仙酒被神像吸收 随后神像中飞出一个酒葫芦状的光团 飞到我面前 叶青松对我说道 这是酒剑仙的神仙葫芦 你把精神力探入其中 与之接触落下精神印记 我见状什么也没问当即赵总 紧接着就收到了系统提示 你与神仙葫芦建立联系 若是阵亡神仙葫芦将保留你的神魂 叶青松看我迷茫的表情解释道 你与神仙葫芦建立联系 之后你若身亡神仙葫芦会为你留一线生机 叶青松虽然说的平淡 但我心中清楚 他绝对付出了某种巨大代价 我感动不已心中有千言万语 最终只化作一句话 叶老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叶青松呵呵一笑 我当然知道去吧 说把我脚下亮起传送阵的光芒 随后我便被传送离开 这时欢愚神像上出现了一个美丽女子 她翘着二郎腿笑呵呵的 看着万神殿中的叶青松 没想到当今世界最强的人类 居然甘愿自将等级来保护一个后辈 我今天真是看了一场好戏 叶青松看向那女子微微行李 不知欢愚之神将是有何吩咐 也没什么只是单纯觉得那小家伙有趣吧 欢愚之神笑呵呵的回了一句随即又道 对了看在你今天给我上演了一场好戏的份上 我便提醒你一句 最近深渊诅咒王国中出了几个赐福者 你要是再像之前那样大张旗鼓的跑去深渊 可就回不来了 叶青松眼神微微一变随即笑欢愚之神道谢 多谢女神提醒 谢谢就不用了 你刚才给酒店先上供的鲜酒还有没有多的 给我也上供一瓶 我这就去明月酒庄带一瓶回来 快点要张元那边还有好多乐子等着我去看了 跨面来到深渊战场第一阵地的兵戈长城 在恶魔大公帝萨斯退兵之后 大厦帝国便抢回第一阵地 并加固了兵戈长城的防御攻势 我从传送阵中出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正处于一座钢铁城池当中 城墙上还有不少职业者在安装灭魔炮 兵戈长城是大厦帝国最危险的一座城 这里的士兵和职业者们常年和高等级深渊怪物交战 等级全部都在五十级网上 这座城池不仅仅是大厦的尖盾 也是大厦安插在深渊战场的一只眼睛 观察深渊大军的动向 若深渊大军大举入侵 这座城池就肩负着抵挡深渊第一波进攻 为后方两大阵地争取时间的重任 我刚走出传送阵一个五十多级的老兵便是走上前来 向我行了一个军力说道 我带你去见宁将军 我微微点头跟着老兵走到一个独立的楼房前 走进楼中只见宁无为正在一个沙盘前 给两男一女布置战术 宁无为见我进来脸上立刻挂上笑容 你的事我已经听万战神说了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次队员 白发高冷帅哥叫高宁六十二级的幽冥刺客 是我们小队的事后 那没头发的光头叫庄文强六十四级龙血猎手 是小队的肉盾 庄文强对我咧嘴一笑 有我在没有深渊怪物能碰到你们一根汗毛 非常值得大姐姐叫陆一兰六十级幻影师 小队辅助兼治疗 陆一兰笑呵呵的打量着我说道 是一个俊俏的小后生呢 宁无为给我介绍完三人后我也自我介绍到 我叫张元三十五级鬼神剑主 当我自曝等级和职业后 那三人脸上表情突然都有了微妙的变化 显然他们之前并不知道我的等级 三十五级太低了 不过这毕竟是万战神亲自选的人 众人虽然心有疑惑但也没有明说 宁无为看到三个队员微妙的表情变化 瞬间明白他们心中想法说道 我知道你们三个人在想什么 无非就是张元等级太低了 你们怕他拖后腿 不过我们是一个整体等出了城之后 我们就必须要百分百信任自己的队友 队员间任何的猜疑都有可能导致任务失败 随着宁无为说出这句话 庄文强便发表了自己的疑惑 队长我并不是看不起张元 但这个等级是不是太低了 他跟着我们去执行那种任务太危险了 毕竟我们要面对的是深渊恶魔的剧点 甚至有可能攻略七十集以上的深渊恶魔 张元才三十五集 就算他天赋出众也没法胜任这个任务 其他两人沉默不语 但显然也是认同庄文强这番话 宁无为见庄文强提出一问当即笑道 这才对心中有疑虑就要直接说出来 我们当场解决就是 说吧宁无为看向我说的 城中有比武台 你和他们打一场可以吗 我点头说了声可以 庄文强见宁无为居然要三十五集的 我和他们三个匹配 这要说话城中忽然响起厚重的警报声 宁无为听到那警报声并未惊慌 在兵哥长城这种警报 每天都会响起好几次 只要警报响起 就代表有深渊怪物开始进攻 一般来说远程职业者们 在城墙上丢几轮远程攻击 然后近战职业者 在城墙下收割还没死的残血怪物 两三小时就能结束战斗 如果警报声变得再尖锐的话 那才该注意 宁无为笑道 看来有更直观的展现实力的方法 张元和我们一起上城墙吧 我点头跟宁无为几人一起上了城墙 此时城墙上已经有不少职业者严阵以外 他们各自组成队伍各个摩拳擦掌准备打杀四方 毕竟深渊怪物的经验都极为丰富 职业者们哪怕用技能蹭几下 混到一些助攻也能获得不菲的经验 与此同时战后 他们还能根据击杀的深渊怪物掌军功 从而提升军衔以及获得军队的各种资源 可以说在这兵戈长城高风险和高收益是并存的 我站在城墙上眺望远方 只见荒芜的大地上出现大量黑雾 密密麻麻的深渊怪物从里边冲出 那些深渊怪物等级有高有低 高的有60级 低的也有30级数量有好几万 兵戈长城的结界 大量灭魔炮向怪物群射去毁灭激光 一扫直接倾平一大片场面极其壮观 一轮灭魔炮骑射后灭魔炮开始冲了 剩下的深渊怪物依旧朝着城池猛冲 不过好在有前排战士阻拦 这是一个指挥官发号施令 城墙上的远程职业者们纷纷酝酿技能 辅助们则是开始给各自的小队成员加状态 宁无为对我笑道 该你表演了给他们露一首 我看着外边奔袭而来的深渊怪物 并没有直接动手 而是对宁无为问道 宁教官能不能把全城的人组成一个军团 宁无为一正说道 一般来说要深渊大规模入侵时 我们才会组建军团 平时这种小规模战役是不会开军团的 毕竟大家都要惊艳 如果组建军团的话 惊艳平分 宁无为说到这里瞬间明白我的想法笑道 好小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这就组建军团 宁无为当即取出自己的将级徽章高声喊道 全城替我号令组建军团 宁无为话一出口 兵哥长城中央的一座高塔亮起光芒 随后城中所有职业者的军事徽章都开始跟着亮起 一时间城墙上职业者们议论纷纷 组建军团难道新一轮的深渊大规模入侵来了 为什么城内没有拉高等级几宝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就要打决战 别墨迹这是宁将军亲自组建军团 快加入进去免得待会儿吃不上增益效果被怪物砍死 随着宁无为组建军团 众职业者纷纷加入进去我也顺势加入 这是同样加入军团的陆一兰向我问道 张元弟弟你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组建军团吗 以城外那种规模的深渊怪物 完全没必要搞这么大的动静 我回到外边那些怪物对我来说经验太高了 得让大家分担一下 陆一兰显然没听懂经验高还能是坏事了 这是什么奇怪的逻辑 而我只是笑笑没有过多解释 然后直接从城墙上跳了下去 墙上墙下的职业者们 看到一个35级的小家伙突然跳到了战场最前方 表情进阶一边 谁把小孩子带来战场啊这不是胡闹吗 小弟弟外边危险快回来 有没有正法是快把他传送了 正在中方职业者们消极忙慌的时候 我微微抬手见证展开 上万把飞剑骤然出现在天空 万把飞剑如同暴雨般向前方的深渊怪物大军射去 无数深渊怪物如同麦子般倒下化作黑烟消散 所有人军传评告怪物击杀信息疯狂盘出 杀那件荒芜的大地上深渊怪物们被清空 战场兵得长城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不只是城中诸多职业者 就算是站在高空的宁无为 此时也被我的能力给吓倒 他知道我有大范围群攻手段而且伤害还极高 但他没想到伤害竟然这么高 仅仅是一轮攻击就让上万的深渊怪物大军全军覆没 宁无为已经找不到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我了 他看着兵戈长城外我的背影迷难道 果然万战神力宝张元是对的 他就是我们大厦反攻深渊的希望 经过长久的沉默兵戈长城中爆发出了今天的喧哗 太帅了我们大厦出见仙了 万剑归宗草我刚才怎么没拍照 好小子牛批啊 一时间无数赞美之词永笑我 能在兵戈长城战斗的职业者 无意不是对深渊恶魔痛恨欲绝的人 现在我一招清贫的壮观手段 让在场所有职业者都爽爆 宁无为落到我面前拍了拍肩膀笑道 小子不错呀 这才多久没见面你居然已经成长到这个地步 以你这种进步速度 那狗屁诅咒王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我只能谦虚的说道 宁教官我还差得远 过分谦虚可就是装逼了呀 等我进城后周围职业者进阶向我投来肯定的目光 对他们来说只要杀身冤怪物那就是好人 在人们赞誉的目光中我回到会议室中 这时高明庄文强和陆依兰看向我的眼神明显都变了 刚才在城外路的那一手已经彻底将他们征服 深渊进攻已经结束我们继续行动会议 在会议开始之前我再向大家确认一番 是否对这次行动的人员组成有意义 先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三人立马说没意义 庄文强说道 我这下是征服了没想到张员小弟这么猛 等级不代表一切 好既然大家都对人员组成没有意义 那我们正式开始会议 宁无为话音落下 会议室中便出现了一个深渊战场的虚拟沙盘 从沙盘上能够看到在兵戈长城外西北方50公里处 驻扎着一个中型恶魔据点 上面把这次行动命名为猎魔计划 我们小队命名为猎魔小队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标是探查出深渊恶魔在这地方驻扎据点的目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将这个据点歼灭 如果是在之前宁无为说出要歼灭这恶魔据点的话 庄文强他们只会觉得宁无为是在开玩笑 但在见识了我的实力后 他们开始觉得靠着我的力量别说是歼灭据点 就算是灭掉一整只深渊大军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 命无为继续道 我知道大家在看到张元的力量后心态可能会有些膨胀 但我再次强调一下 这次任务的主要目标是搞清楚深渊恶魔的目的 歼灭恶魔据点是次要的明白吗 我现在分配任务 由于这个恶魔据点有节节保护 所以我会从正面打破营地的节节 吸引恶魔Boss的注意将营地中Boss引走 之后装闻强路一栏你们两个从据点正面阳攻 吸引恶魔军的注意拖延他们修复节节的时间 与此同时张元和高宁从营地西北边的山坡出发 空中潜入营地 高宁负责点杀营地内的监视魔兽 张元前往营地深处窃取深渊情报 待张元你得手之后立刻发射信号弹 所有人一同使用强制回程卷轴回到兵戈长城 高宁提出异议 队长潜入仪式我比较擅长 为何不让我一个人潜入 由张元兄弟在正面作战 以张元兄弟的能力他在正面发挥的效果 应该远大于潜入的效果吧 宁无为解释道 根据我得到的情报 这次深渊恶魔很特殊 与张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他潜入或许会有意料之外的发现 高宁诧异地问道 张元兄弟居然与深渊恶魔有关联 宁无为严肃道 具体情况是大夏帝国的高度机密 你们只需要知道这次行动的核心是张元就够了 其他的不必多问 宁无为顿了片刻见众人都没在开口变道 既然如此大家过来领取装备 整装完毕后我们即刻出发 宁无为给美人发了一个装备箱 我将其打开里面是十瓶高级治疗药水 两张强制回程卷轴 一个用来小队通讯的无线耳机 以及一个用深渊怪物骨头制作用来掩盖人族气息的手环 五人一同的戴上耳机和手环便悄悄出了场 绕过一路上的深渊怪物向恶魔营地奔袭而去 猎魔小队中除了我以外 大家都是高等级职业者 可我也有属性转换 几人行进速度都极快 不到十分钟我们就赶到了五十公里外的恶魔据点 这附近深渊气息的浓度是其他地方的树北 深渊恶魔肯定在酝酿着什么大阴谋 发号失恋后整个人猛然冲出 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恶魔据点 足够的深渊怪物 进阶被宁无为卷起的气浪先飞 一道紫色结界从恶魔营地中升起 宁无为的枪尖刺到结界上 等着结界顿时泛起波纹挡下了宁无为这一击 恶魔据点中响起号角声 大量深渊怪物从中冲了出来向宁无为发动攻击 宁无为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自己的禁术技能式神枪 恐怖的威能从枪尖爆发天地风云因此色变 轰的一声一道龙银声响起 宁无为一枪刺穿结界 恐怖的冲击力瞬间让从恶魔据点中 冲出来的上百只恶魔爆碎 区区人类竟敢袭扰此地找死 这是据点中传来一道粗犷的声音 随即一个身材壮硕 手持巨锤的恶魔从巨点深处冲出 轮锤向宁无为砸去 宁无为立刻一身握枪迎敌 巨锤恶魔的攻击势大力尘 他每轮动一次大锤都犹如山岳压底 地面被砸出一个又一个深坑 如游龙般在锤影中穿梭 巧妙地避开了巨锤恶魔的每一次攻击 随后又精准地刺中巨锤恶魔的要害 磨咧嘴一笑 他抓住宁无为的一个破绽横扫巨锤 宁无为立刻将长枪横在身前隔板 当的一声巨锤与长枪擦出巨大的火花 宁无为承受上百吨力道的冲击 直接被轰飞出去数百米 巨锤恶魔大笑一声 他化作一道飞忙向宁无为追去 躲在暗处的庄文强剑深渊buff被宁无为引走 当即换出两把巨斧猛然跳出 将据点门口的几个正在修复结界的深渊法师给剁碎 据点中再一次响起号角声 大量深渊怪物从据点中涌出 哈哈哈哈深渊杂碎们都冲过来吧 今天老子就要把你们都给剁成肉鞋 庄文强堵在大门打笑着 依旧藏在暗处的陆依兰偷偷给庄文强上撞 也因依兰的辅助庄文强此时就像一个战神 在据点大门堵着深渊怪物们杀 西北边的小高坡上 高宁见深渊怪物们的注意力 都被据点门口的庄文强吸引当即队伍说道 张元兄弟该我们行动了 随着我点头高宁取出匕首从小山坡上跃下 踩住下方据点中的一只正在巡逻的魔兽 迅速将匕首刺入那只魔兽脖子处的要害 精准干净 魔兽甚至都没来得及发出惨叫便是化作黑雾消散 高宁在杀了一只魔兽后便立刻隐身消失 随后我便看到据点中一只又一只监视魔兽悄然倒下 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我看见一只又一只监视魔兽倒在高宁匕首之下 顿时感觉脖子凉嗖嗖的 全都是一击必杀 不愧是专业的刺客手法太精湛 我同样从小山坡上跃下稳稳进入恶魔据点 朝着营地的深处赶去 有高宁在暗中击杀据点中负责监视报警的魔兽 我非常轻松地潜入据点深处 只见在恶魔主将营帐前方的空地中有一群深渊法师 正围着一个巨大的漆黑立方体构建某种法阵 我躲在一个营帐后方 对那漆黑立方体使用了深渊之眼 巨型深渊金河 汲取深渊气息的神秘精体能够释放深渊气息 我看到深渊之眼给出的信息眼神微微一鸣 先前从京都大学图书馆中学到过关于深渊金河的知识 深渊恶魔们就是利用深渊金河让副本深渊化 一般来说深渊金河也就三间魔方大小 但这据点中的那个深渊金河已经超过一立方米了 我意识到这个恶魔据点中做的事恐怕超乎所有人想象 然后立刻用无限耳机的全息摄影功能 拍下巨型深渊金河上传到军方服务器 我上传照片不到一分钟 无限耳机里就响起了万长安的声音 你快把全息摄影功能打开 我听到万长安严肃急迫的声音 立刻打开耳机的全息摄影功能 持续拍摄恶魔据点中的情况 万长安通过我拍摄的画面看到那个巨型深渊金河 说了句这下麻烦 我宿命前来惊猎恶魔 却遇上了自己的老妈 可他如今不仅也变为了恶魔 甚至还混上了恶魔首领的位置 然而就在两分当午刚到这里的时候 先是将自己见到的紫色水晶拍照发送给了万长安 他告诉我说这是一块巨型深渊金河 并且还说以这块深渊金河的体积一旦释放出来 足以让方圆一千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副本深渊化 而且那些恶魔法师正在构建月迁传送阵 可以将物品传送到另一个月迁传送阵里 紧接着万战神说大厦帝国一直有内鬼 估计那些内鬼已经在国内偷偷建造好了月迁传送阵 如果将巨型深渊金体传送到大厦境内 恐怕会承受一场三十年来最大的灾难 我听后知道事情可能会很严重 但没想到这么严重当即低声问暴 能把这月迁传送阵摧毁吗 不行 就算我们这次破坏了深渊的计划 只要我们大厦内鬼不出 深渊这边只要换一个地方 照样能将巨型深渊金体传送进我们大厦 那时候我们打草惊蛇反倒是会让内鬼们隐藏的更甚 那我该怎么做 其实在你们出发之前 我们就已经锁定了几个疑似内鬼的人 目前我们已经派了特工在暗中监视那几个人 不过那几个人的身份都十分特殊 军方如果没有证据就贸然行动的话 很可能给大厦造成动荡 我们这边能够监测月迁传送阵的能量波动 所以你现在的任务是让他们开启月迁传送阵 但不能让他们将深渊金体传送阵 月迁传送阵开启后我能杀掉那些恶魔吗 只要月迁传送阵启动 我们这边就会立刻锁定目标 届时你做任何事都行 你需要任何支援军方都会全力支持 文言我眼神变得坚定起来说了声交给我吧 我在接下军令后 便通过无下耳机将目前的任务情况告诉了自己队友 众人听闻现状心情进阶变得沉重 他们还以为这次任务就是简单的刺探一下情报 却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严重 正在和恶魔Boss激战的宁无为率先开口道 张元既然这次任务是万战神交给你的 那这次行动指挥权交给你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希望您教官你们佯装失败 然后撤回兵戈长城 庄文强突然在频道里大声嚷嚷 张元兄弟你这是要一个人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吗 我们怎么可能抛下你逃跑 这次任务的关键是让恶魔启动跃迁传送阵 我们突然进攻这个据点恐怕早就引起了恶魔的戒备 我们如果不撤退的话 他们很可能不会启动跃迁传送阵 庄文强又问道 可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放心我有不少保命手段 就算恶魔大功来了我也死不了 我这话一出口 宁无为便明白我的决心 当即在通讯频道下令撤退 随着宁无为开口 宁无为便用枪挑开锯锤恶魔挥过来的锯锤 最快后撤与锯锤恶魔拉开距离 锯锤恶魔见宁无为后撤当即咧嘴一笑 毫不留情的嘲讽道真是一个废物啊 宁无为听着锯锤恶魔的嘲讽只是冷笑一声 突然加速握着紫金长枪 以极快的速度向锯锤恶魔刺取 哈哈被我说破防了嘛人类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不过这一次宁无为只是虚晃一枪 他在长枪被锯锤挑拍的瞬间 趁着锯锤恶魔被他的武器惯性拉扯 立刻骑身到锯锤恶魔面前 宁无为的左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奇特的左轮手枪 瞄准了锯锤恶魔的眼睛 锯锤恶魔瞳孔微微微作带你来的几多声 宁无为口感情 左轮极口样其耀眼光芒 一束和面膜炮同款的毁灭光束从枪口飞出 世间贯穿锯锤恶魔的眼睛 锯锤恶魔发出痛苦的惨叫 他捂着眼睛怒吼面目变得猙獰 想要找宁无为报仇 可此时宁无为已经使用回程卷轴离开 锯锤恶魔独自在荒野中咆哮 他愤怒的吼声让大地都开始振战 不过锯锤恶魔现在的怒吼终究是无能狂怒 另一边的恶魔据点中 我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 暗中观察着那些构建跃迁传送法阵的深渊法师们 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深渊法师明明已经构建好了传送法阵 但却迟迟没有启动法阵 就好像是在等待着某种命令 亦或是某个时机 这时被命无为偷袭打下一只眼睛的锯锤恶魔 怒气冲冲地回到营地 锯锤恶魔将自己的武器重重处在地上怒吼 治疗师快滚过来给本将军治疗眼睛 随着锯锤恶魔发声 很快就有一个恶魔治疗师从一个营帐中小跑出来 不过那恶魔治疗师刚对锯锤恶魔使用治疗技能 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慌 立刻向锯锤恶魔匍匐跪地 阿鲁斯将军 您的伤口被施加了无法愈合的永续简易状态 小的能力不足没法治疗您 阿鲁斯瞪起同龄大的眼睛怒吼道 那本将军要你这废物何用 锯魔治疗师正准备跪地求饶 哼的一声便直接被阿鲁斯用锯锤砸成了肉酱 不远处的那些深渊法师见阿鲁斯杀恶魔 纷纷吓得脸色苍白低下脑袋 生怕阿鲁斯的锯锤会抡到他们头上 这家伙太残暴了 我在暗处看完全城对这些深渊恶魔又有了新的认知 原来他们不只是对待人类残忍 他们对待同类是一样无情 阿鲁斯之后又叫了几个恶魔治疗师 得到的结果依旧是没法清除眼睛出的永续简易笑 当阿鲁斯把据点中的恶魔治疗师全都杀光后 他才不得不接受自己暂时成古眼的事实 就在阿鲁斯自己给自己包扎伤口的时候 一个和我母亲长得一模一样的恶魔出现在了据点中 陈生问阿鲁斯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那个恶魔顿时攥紧了拳头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虽然他的气息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我认得出来这恶魔就是自己的母亲 此时不由的心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阿鲁斯见到那个女性恶魔后 一赶先前血腥残暴的模样 在那女性恶魔面前卑躬屈膝回到 海洛斯大人 只是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过来闹腾了一分 他们已经给我打跑了一切都还在掌控中 您不用担心 你应该知道这次计划有多重要 海洛斯冷冷地扫了阿鲁斯一眼 说道 王为了这个计划 不惜启用了在大夏帝国高层潜伏了多年的珍贵棋子 如果这次计划有任何闪失 不仅是你 你们整个家族都将付出死亡的代价 阿鲁斯浑身一颤连忙保证道 大人放心月迁传送阵都已经准备好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差池 您只要一声令下 现在就可以启动月迁传送阵 既然你如此自信那便直接开始吧 你最好祈祷 这次计划不会一点差错 大人放心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阿鲁斯信誓旦旦地对海洛斯保证道 随即对围着巨型深渊金河的深渊法师们下达命令 你们这些废物没听到大人的话 马立刻启动月迁传送阵 一动深渊 是纷纷开始施法 月迁传送阵开始如同呼吸般闪烁 我见状立刻将自己母亲的事放到一边 全神贯注地盯着月迁传送法阵 事情得分个轻重缓急 现在必须要在月迁传送法阵开启的瞬间动手 阻止深渊金河月迁传送 与此同时大厦京都城某个高官的府邸 亮起了月迁传送法阵的光芒 军部第一时间捕捉到了能量波动 随后军部立马对那高官下达了通缉令 冠长安亲自带队前去缉拿 恶魔据典中月迁传送阵成形 我毫不犹豫地换出飞剑顺杀法阵周围所有深渊法师 同时操纵飞剑将深渊金河给撞出传送阵 阿鲁斯见有人捣乱表情巨变 当即将一旁的锯锤向我的方向致来 下一秒大量复制飞剑在我前方凝聚 我以无数复制飞剑被锯锤撞碎的代价 将阿鲁斯的武器给钉在了自己前方 海洛斯看到我出现眼眸中闪过一丝异样之色 随即他飞快掩饰下来对阿鲁斯质问道 阿鲁斯这就是你说的没有任何差池 阿鲁斯一颤连忙道 海洛斯大人只是一点小意外而已 请您给我一点时间 我立刻将这人族砸碎解决掉 说罢阿鲁斯便是咆哮向我狂奔而来 不过我只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赤销战炉和七星龙渊在我面前微微颤抖 带阿鲁斯冲到我面前使 我的三把专武立刻化作三道剑光贯穿了阿鲁斯身体 直接将阿鲁斯给射爆 阿鲁斯当场跪地全身添血 整个恶魔据点的深渊怪物 除了海洛斯以外其他全部暴敌 两道金光也从我体内冲出 我直接连升两级等级来到了三十七 诅咒王之刃神器任务也来到了 十万分之四万三千六百八十二 深渊王者称号目前全属性增加四万零三十一点 整个恶魔据点在瞬间被清空 我的属性暴涨气息都强了一大截 我见阿鲁斯没死当即用飞剑 到这一天长边破空而来将我的飞剑全部扫开 救下了冰死的阿鲁斯 阿鲁斯激动地看向海洛斯 海洛斯大人救我 海洛斯一鞭子抽到阿鲁斯脸上 直接将阿鲁斯给抽晕过去 我看向海洛斯张了张嘴 最终没能喊出母亲二字 只是问为什么要救他 海洛斯淡淡道 这次计划失败需要有人顶罪 他若死在这里我便有罪 我沉默了片刻诱导 我能感觉到你对我没有敌意你是不是 已经不是了 海洛斯打断了我的问题随即的 张元深渊战场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尽快回去吧 另外再给你一句忠告 大夏即将迎来灾难你们时间不多了 话音落下海洛斯后方涌出大片黑雾 大量来自深渊的低等级魔物 从黑雾中走了出来 朝着我呲牙连嘴露出尖锐的獠牙 我无视自己周围的深渊怪物死死 盯着海洛斯问道 告诉我在你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样才能拯救你们 这一次海洛斯什么话都没有说 他只是用鞭子缠绕住 巨型深渊惊河和昏迷的阿鲁斯 退到了黑雾中 我愤怒地追了上去 无数魔物拦住我的去路 不过进阶被飞剑斩掉 我冲到黑雾之前 伸手进黑雾却并没有抓住海洛斯 反而是被一头从黑雾中冲出的深渊魔犬扑倒在地 随即又有一大批深渊魔物从黑雾中冲出 眨眼间我就被堆积成山的魔物淹没 而那些黑雾当中还有源源不断的魔物冲出 密密麻麻一大片甚至溢出了这个恶魔据点 下一颗猛烈的精神风暴以我为中心炸 这据点从所有深渊魔物 以及那些释放深渊魔物的黑雾全部消失不见 由于击杀的深渊怪物数量太多系统声音紧接着响起 诅咒王之刃神器任务已完成 深渊王者称号增加到了十万一千一百零三十一点 然后我晃晃悠悠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海洛斯离开的方向有些恍惚 不过很快我便是平复下了情绪自我安慰到 至少老妈她还保留有理智一切都还有转机 心情调整过来后 这才注意到诅咒王神器任务完成的提示 一下给我送了这么多低等级怪物 我不仅刷了属性完成了诅咒王神器任务 甚至连一级都没生老妈 她应该是故意的吧 我见到这一幕心情莫名的好了起来 等我看到诅咒王之刃的面板与特效后 整个人的脑袋是嗡嗡的 但凡铸造这件神器的人要点脸 都不可能整出这么夸张的属性 完成任务杰佐后不仅获得了十万的攻击力 而且还能斩杀地狱自身等级的对象 甚至还自带了一个名为诅咒化身的技能 使用该技能后攻击有50%概率 对目标施加绝对诅咒 受到攻击有50%概率 对目标施加绝对诅咒 绝对诅咒的效果是 令被诅咒者每秒减少10%最大生命值 每秒减少10%最大思维属性 施咒者偷取被诅咒者减少的所有属性 属性在目标死亡时消失 被该诅咒击杀者无法被复活 该诅咒无视所欠 该诅咒只能被施术者净化 等我看完后整个人的脑袋是嗡嗡的 但凡铸造这件神器的人要点逼脸 都不可能整出这么夸张的属性 突然诅咒王之刃散发出黑气蔓延至我的手上 随后又缠绕住我的手臂 这是赤肖的被动触发 红色的光辉瞬间覆盖我的手臂 将那些飞气重新逼到诅咒王之刃中 我心想这玩意儿果然还是诅咒王的专物 在诅咒王复活之前得想办法把这玩意儿毁掉或者封印 我能够感觉到这把武器还有隐藏的力量没有挖掘出来 如果让诅咒王拿到这专物 张员我为什么没有早点遇到 这样你就能给我提供更多的乐子 我看到欢愉之神居然来到现实 当即将诅咒王之刃收起来问他 看女神你这么清闲还有枯萎随我 莫非是找到解决神明赐福的法则 欢愉之神一致随即回道 你那赐福的事不是一天两天能处理的 我还在帮你想办法不用急 我听后怀疑的问他的在想办法吗 欢愉之神咳嗽几下随即道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关于你父母变成深渊恶魔的事吗 我眼中闪过一缕金光激动的问他难道知道 欢愉之神无嘴惊笑 我当然知道不过想要我告诉你 你得给我找些乐子 你要我做什么 在深渊入口处有一块石碑 那块石碑只能依靠诅咒王的力量打碎 你去把那块石碑打碎我就告诉你 打碎后会发生什么 欢愉之神呵呵一笑 会有乐子看反正我的要求已经给出了 做不做完全取决于你 哦对了那或许是拯救你爸妈的唯一办法 话音落下欢愉之神的投影便是凭空消失 我便再感知不到欢愉之神的气息 然后我看向远方那里有着大量飞气从大地中涌出 那飞气涌动之处便是深渊入口 在那边的深渊怪物都在七十级以上 不仅如此一旦踏入那片区域 就会受到深渊力量的持续侵染 如果在里边待久了 轻则出现幻觉变得风魔 重则直接腐化成深渊怪物 那里是极度危险的区域 总之先摸过去瞧一瞧 如果情况不妙立刻使用回程阵中 我做了决定便向深渊入口赶去 恶魔据点距离深渊入口也就五十公里 再加上现在有着能掩盖气息的手环 我很快便来到了深渊入口的边缘 事实中身撂起了淡淡的红芒 事消的力量笼罩了我的全身 帮我隔绝了深渊气息的静人 见自己不受深渊气息的影响也彻底放下心来 仔细观察着深渊入口 深渊入口是一个半径超过一百公里的巨大坑洞 其下边还有大量黑气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在坑洞外边有着大量高等级的深渊怪物在游荡 我随便探测了一只在黑雾游荡的怪物 等级都在七十级之上危险无比 我感觉自己在这里练级用不了多久就能升到七十级 当然这样做的性价比不高 我有深渊王者这个天赋 杀的深渊怪物越多属性增加的越多 而我升一级现在也就增加二千的属性 远不如去深渊战场外围屠杀低等级的深渊怪物像 如果快速升到七十级诅咒王就会从我体内复若 反而是帮了诅咒王把自己上线拉低了 更何况我的神明赐福还没搞定 六十级还有二准 砖五也差七吧 我能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现在升到七零级就是找死 所以我躲着那些游荡的深渊怪物 在深渊入口边缘慢慢探索 很快就走到了一块散发着黑气的石碑 石碑上便铭刻着一些恶魔文字 我虽然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看过有关恶魔语的书 但并没有特意去学恶魔文 目前也就认识几个零星的恶魔文单词 我粗略扫了石碑上的恶魔文一遍 以自己可怜的词汇量就只认识石碑上 深渊恶魔王 这三个单词完全读不懂石碑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不过我这次来也不是为了研究石碑内容 给这张石碑拍了照后便取出诅咒王之刃 用力向石碑劈砍而去 轰了一声诅咒王之刃轻松将石碑给砍爆 我立刻后退取出回城卷轴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立刻传送离开 不过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见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还以为是欢愉之神在耍自己 不由吐槽道 他的乐子就这么低级 我有些失望地使用了回城卷轴传送回了兵戈长城 不过我不知道的是此时深渊之中已经炸开了锅 深渊诅咒王国中的所有恶魔都收到了一条信息 诅咒王张元击破恶魔王碑 有恶魔击破了恶魔王碑 张元是谁 诅咒王阿瑞迪斯不是已经陨落了吗 肯定是张元继承了诅咒王的遗志 他要回来从魔龙王阿尔杰隆手中夺回诅咒王国 时隔百年终于要有恶魔王级别的强者交战了 哈哈这才是深渊就是要杀都被我乱起来 深渊就应该是这样的 恶魔王们只要奋力厮杀用性命争夺王位就可以 可是我们这些普通恶魔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了 与此同时魔龙王长 一个气息无比恐怖的魔王坐在王座上 阴沉地看着自己面前的消息沉声道 阿瑞迪斯你死了都还阴魂不散 就这么想抢回你的王座吗 好本王就要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从本王手里夺回你的王座 随着魔龙王阿尔杰农接受了挑战 传送回兵哥长城的我收到一条信息 魔龙王阿尔杰农接受你的挑战 目前你在诅咒王国的支持度0.01% 当深渊支持度超过50% 你将与魔龙王阿尔杰农意死战胜者为王 看到这些信息后我一脸的猛逼 我在深渊概论这本书上看过 诅咒王与落后深渊中心出现的恶魔王就是魔龙王 至今人族都还不知道魔龙王的具体信息 我有些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要和魔龙王决意死战 难道是打碎了那个石碑的缘母 这时欢愉之神的相声在我耳边响起 扭头看去只见欢愉之神正捧腹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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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族少年竟然要和深渊的恶魔王争夺王位 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 欢愉之神此时都笑出了眼泪 张远你可得好好努力 要是你成了恶魔王那就太有趣了 我听到欢愉之神这番话 意识到自己被这乐子神坑了波大的 不过事已至此道也没有抱怨 反正我都已经要对付诅咒王了 再加一个魔龙王也没多大区别 狮子都不怕有 我恢复平常心对欢愉之神说道 我已经按照你吩咐做了 你也该告诉我关于我爸妈的事了吧 当然没问题 欢愉之神我去眼角笑出来的眼泪说道 魔龙王阿尔杰隆掌握着一个名为深渊之星的神器 那神器能够将任何生物转化为恶魔 并赐予那些新生恶魔强大的力量 在这三十年间 阿尔杰隆已经用深渊之星制造了不少新生恶魔 如今他统治的诅咒王国 国力已经赶上曾经阿瑞迪斯统治时期的诅咒王国 你的父母就是被深渊之星转化出来的新生恶魔 由于他们展现出了惊人的反抗意志力 因此得到了阿尔杰隆的青睐 毕竟你爸妈都是凡人 他们意志力在墙中就无法违抗神器 阿尔杰隆赐予了他们两个更加强大的力量 让他们变成了阿尔杰隆的左右手 如今的他们已经彻底成为了恶魔 忘记了人类时期的大部分记忆 等他们彻底忘记所有身为人的记忆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该怎么拯救他们 至少有办法保留他们人类的记忆 阿尔杰隆他有多强 反正不比30年前的诅咒王弱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的挑战任务是没有实现的 只要你不进深渊他拿你也没办法 你有大把的时间发育 那他要是出来了呢 阿尔杰隆离开深渊说明他已经准备完全 要像诅咒王那般入侵你们人组了 到时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说到这里欢愉之神顿了顿随即又对我提醒他 当然阿尔杰隆不出来不代表其他恶魔不会来找你 今后你可得打起精神了 别被一些小喽喽给干掉那样就不好玩了 说到这里欢愉之神扫了旁边一眼说道道 有人来了就说到这里把我先走了 话音刚落欢愉之神便凭空消失 这时你无为带着猎魔小队三人赶了过来 张员我们已经监测到那个恶魔据点被你摧毁了 这次干得不错你没遇到什么困难吧 我并没有说欢愉之神与魔龙王的事转而问道 大厦国内情况怎么样内鬼找到了吗 我真要给你说这件事 托你的福我们军部抓到了一条大鱼 目前万战神正亲自审问那条大鱼 声道上响一旁的陆依兰笑道 张员弟弟我是不是可以提前喊你张战神了 完了完了 我穿越者的身份居然被这个世界的神明发现了 就在一堆石前 欢愉之神再次对我降下投影 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或许能解决我神明赐福的问题 并让我到新神赌斗副本去 会有新的神明投影来见我 我听后便赶回了零号宿舍 然后当着牛婆婆的面进了噩梦难度的新知秘境副本 十分钟放在目瞪口呆的牛婆婆注视下 我带着三万星之石出来去到六楼进入新神赌斗副本 其他住户花一两个小时 勉强能从星之秘境中搞到几十上百颗星之石 在交了房租后 他们都得掰着手指头数来花星之石 结果我十分钟就搞到三万星之石 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人 在牛婆婆独自凌乱的时候 新神赌斗副本中我出现在一个森林中 根据新神赌斗副本的提示 这次降下投影的神明是命运女神 在森林中央有着一口清澈的清泉 一位白衣女神正坐在清泉旁边泡脚 我走到旁边向命运女神行李 见过命运女神 命运女神将发丝撩到耳后看向我说道 你的是欢愉已经跟我说了 我可以指引你如何解决魔神的诅咒 但命运的指引是有代价的 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命运女神起身走到我面前 闻了闻我身上的味道说道 你的气息很特殊 和这个世界其他人都不一样 即便是我也无法看清你的命运 闻言我心神一阵 身为穿越者这是我最大的秘密 命运女神继续道 你是我见过最神秘的生灵 即便身为命运之神 我竟看不穿你的命运 怪不得欢愉如此疯狂地迷上了你 不过我并不喜欢位置 如果你能告诉我你所隐藏的秘密 我便告诉你如何解决那魔神的诅咒 我沉默了许久 最终告诉了他自己来自另一个世界 命运女神眼中闪过一丝惊诧 随后又恢复平静 这一刻他似乎看清了许多事 没有再继续追问我转而道 诅咒王阿瑞迪斯是诅咒魔神的赐福者 你之所以无法接受其他神明的赐福 是因为阿瑞迪斯将你的身体献给了诅咒魔神 如今你的身体就是诅咒魔神在人间去巧 神是无法赐福神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才得不到神明赐福 我该怎么破绝 诅咒魔神是一尊位格极高的神明 很少有神能够在位格上超越他 不过他的力量都聚集在了你的这里 这就有了破坏魔神诅咒的可能 说着命运女神指向我心脏的位置 我诧异地问难道是我的心 准确来说是诅咒王之心 这颗心脏蕴含着诅咒魔神的力量 你让这颗心脏呆在在你体内迟早会被夺射 不过也正是因为诅咒魔神的力量都在这颗心脏中 所以你只要把这心脏毁掉那便能移除诅咒 诅咒王之心是神器有什么办法破坏吗 找到锻造之神 我该怎么找到它 锻造之神自然是对装备感兴趣 你如果拥有引起他注意的装备 他自然就会来找你 我听后眼神微微一鸣 然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的十把砖武 我自己获得十把砖武并将其全部满精炼 是不是就能吸引锻造之神了 毕竟谁能忍住实践成套神器的诱惑呢 看来你已经想到办法那我也就不再啰嗦了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吧 我会守好你秘密的 命运女神对我笑了笑正要离开忽然一顿 对了按照这个副本的规则 你通关后我应该给你奖励 然后她眼睛微微一亮掌心出现一个金金色石头 我接过金色石头查看属性 发现居然是一颗神级的二转觉醒石 自己明明记得新神的神之宝库里面 最珍贵的就是神级一转觉醒石 此刻的我已经有兴望了 这些女神都是富婆们一出手 都是神级 一转二转都用神级觉醒石觉醒了职业者 当今全世界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 命运女神笑道 命运为一切都标注好了架码 张远你的秘密值得这个奖励 等你破坏了诅咒王之心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让你成为我的赐福者 在命运女神的投影消失后 我便被传出了新神赌斗副本 看着新神赌斗副本入口 我忽然灵机一动 每进一次新神赌斗副本 就能获得一件神级物品 那我要是一直进会不会一直得呢 想把立马跑回了一楼 再一次进入新之秘境 花了十分钟赚了三万新知识出来 然后重新回到六楼 想要再进一次新神赌斗副本 结果系统却提示 暂无神明投影降下匹配失败 看到副本提示 我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看来这副本不是无限刷的呀 随后我便赶往了图书馆 在被欢愚之神坑了波大的后 我便立志要学会恶魔语 不然今后怎么被卖的都不知道 图书馆中我找到了恶魔语的词典 首先将自己拍的石碑照片取出来 靠着词典挨个翻译石碑上的恶魔文字 深渊之中王者为尊 若要取代恶魔王击破此碑以明心智 等翻译完石碑文字 瞬间明白自己是怎么被魔龙王盯上的了 感情是自己主动上前去找茬了 别说是恶魔王了 就算是人族的国王皇帝们 你大张旗鼓地召告天下说要去取代他们 他们也得和你拼命 果然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要是之前能读懂恶魔文打死 也不会破坏那块石碑 一个小时候就忽然收到一条群消息 拿起手机一看来自深渊攻略小组 管理员在群里艾特全体成员 紧急情况 请五十级以下在京都附近攻略者 即刻赶往燕山物林 此处出现了一个特殊深渊副本 急需大家帮助 随着管理员艾特全体成员 大量群员发出消息 我就在燕山附近那里是耀日工会的地盘 他们之前就已经派人去攻略深渊副本了 结果攻略失败了 那为什么还要我们去 不应该让军方出动去镇压深渊怪物吗 那个副本很特殊 在耀日工会攻略失败后 没有任何怪物冲出来 反倒是那个副本难度进行了升级 而且挑战等级上线从七十级下降到了五十级 我看着近乎刷屏的群消息眼神不由一鸣 耀日工会是雪儿家的工会吧 深渊副本攻略失败 不仅没有释放深渊怪物 还进一步升级难度这太反常了 我意识到事情有些严峻立刻离开图书馆 给白正国打去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白正国熟悉的声音 张员我正想要联系你 没想到你先打过来了 白老你找我是因为燕山物灵谷的事吗 看来你已经从深渊攻略小组里收到消息了 那我也就不啰嗦了 张员这次事情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如果不解决的话 恐怕京都城会变成人间炼狱 我可以帮忙 你愿意出手那真是再好不过 在那个深渊副本等级上线锁到五世级后 我能想到可以解决这件事的人也只有你了 我赶到物灵谷的时候 发现物灵谷外已经聚集有不少五世级以下的职业者 不过许多应照而来的五世级职业者都是两有不齐 李源康担心深渊副本会再次攻略失败 于是让李方守在谷口进行筛选 只有等级在五世级以下能击败李方的人 才有资格进谷挑战 可惜到目前为止一个能击败李方的人都没有 李方一拳将一个五世级的骑士撂倒在地 情绪有些暴躁扯着嗓子喊下一个 物灵谷中的深渊副本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升级 而他现在却是连一个合适队友都没找到 李方叹了一口气正幻想着我在附近就好了 然后便看到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大叫一声 我被李方突如其来的喊声吓了一跳 还没反应过来李方便激动的抓住我的手 妹夫你是专门过来帮忙的吗 我太感动了 面对李方突如其来的热情我还有些不习惯 李哥你太热情了 然后李方吩咐要日工会的成员给我让开一条路 让我进入物灵谷等他再找三个队友 物灵谷外一些职业者见李方没有测试我 就直接让我进去当即表达不满 凭什么他不用和你打就能进去 你们这走后门也太明显了吧 我刚探查了那小子不过三十七级 就他也能攻略这个副本吗 你们不想给悬赏就直说别在这里恶心人 一时间大量职业者向李方表达不满与抗议 而此时李方已敢先前对我和善的模样 取出缭绕烈焰的双刀冷声道 我妹夫的叔叔弄秒了我 他是这次攻略小队当之无愧的主C 你们若是对自己自信尽管过来挑战 别一个个像废物典型一般混在人群中放嘴 李方此话一出口 现场不少五十级的职业表情微微一变 那些质疑声顿时少了许多 李元康看到我来的紧锁的眉头松了不少 不过他神情依旧严肃 我过来向他打了声招呼后说道 李叔让我一个人去单刷这个深渊副本吧 听到我这番话 李元康表情微微一变惊道 你要一个人单刷深渊副本是认真的吗 虽说李元康知道我强 但实际上他对我的强大没有太清晰的认知 因为我所有的档案都是国家最高机密 哪怕李元康是国老的儿子 他也没资格知道我的具体情报 现况我便将自己的见证展开 将李元康笼罩其中 李元康看到我给自他的增益效果 尤其是那个无视百分之五十的防御力 实在是太过夸张 我只是淡淡地告诉他自己的辅助能力 远不如我输出能力的十分之一 李元康沉默了许久 又看了一眼深渊副本上的倒计时 最终还是同意让我一个人单刷副本 进入副本中 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昏暗的矿洞当中 这副本中的深渊气息浓度 都快要赶上深渊入口处的深渊气息浓度 我在进入这副本的瞬间 便感觉了这个副本的危险 随后我便将地狱炎魔羊 并知精灵女王和罗刹王一同召唤出来 让这三个召唤物成三角之士将我围在中间 不过奇怪的是我已经前进了一段距离 却是连一只怪物都没有碰到 整个副本安静的有些诡异了 根据白正国给的物灵矿洞副本介绍 这个副本的怪物应该是密集起多的 可从现在来看这个副本就好像是死了一样 就这样我没有遇到任何怪物 直接走到了矿洞的最深处 在这个洞窟中央有着一道用血勾勒出来的魔法阵 出于谨慎起见我并没有贸然靠近那魔法阵 而是控制罗刹王前往查探 当罗刹王踩到魔法阵的瞬间 那个用血勾勒出来的魔法阵突然亮起光芒 随后魔法阵中冲出几只血手飞快缠绕住罗刹王 将罗刹王拖向魔法阵中央 此刻我也收到了系统提示 罗刹王正遭受腐化请及时拯救 否则将永久失去罗刹王 剑撞我立刻换出飞剑将那些血手给斩断 随即将罗刹王收回了面具 这一刻我忽然想明白先前攻略小队是怎么团灭的 这副本中之所以没有深渊怪物 应该都是被那攻略小队给清理掉了 甚至有可能副本boss都已经被他们成功攻略 不过他们最后栽在了那血色魔法阵上 我站在远处正准备操纵飞剑将魔法阵给回去 忽然一只箭矢破空而来直射我的脸庞 我飞快反应过来预见将箭矢势劈成两半 随即看向箭矢射来的方向 在那里一个头顶却长着恶魔脚 双眸像红宝石一般的弓箭手走出来 见此我眼神微微一遍使用深渊之眼查看 性灵中天城七十级神圣攻守 这时是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自主挡下了一个恶魔刺客的偷袭 我赶忙转身再次使用深渊之眼 性灵寒英七十级暗影刺客 我看他们的信息念版都还是职业者的信息 心想应该是还没有彻底转化成恶魔 这时旁边地狱炎魔羊向寒英发动攻击 寒英却迅速后退轻松躲开地狱炎魔羊的攻击 随即融入暗影消失不见 在刺客隐身后不久又有三个人从暗处中讽了出来 性灵卢宁和七十级大元素师 性灵使言七十级圣骑士之盾 性灵五宁宁七十级精灵圣女 那三人也没有任何言语和解释 直接向我发起攻击 不过我还抱着让他们重新变成人的幻想 并没有在一开始下杀手 先将冰之精灵女皇与地狱炎魔羊都收回召唤空间 然后尝试着用大量的复制飞剑去压制他们 我本身就自带90%的装备和天赋减伤 外加七星龙渊还能使敌人伤害减少50% 这几个七十级的新生恶魔给我造成的伤害 甚至都没有我自己回得躲 如果我在使用诅咒化身这个技能 估计自己都不用动 这五个新生恶魔自己都会因为诅咒暴敌 在大量减伤的帮助下 我成功用大量复制飞剑将那五个人压制在地上 让他们动弹不得 然后走到攻守中天成面前开口问道 兄弟你还能 结果我话都还没说完 他们的一声中天成便是当场自暴 压在他身上的复制飞剑全部爆碎 虽说赤霄和战炉一同帮我挡住了爆炸的冲击力 但其恐怖的威力还是将我的生命值炸没了十分之一 当场我就被惊到了 还没搞清楚情况 其他几个新生恶魔也有样学样 纷纷开始玩上了自暴 五个人的自暴将我的生命值炸掉了50% 与此同时一道漆黑射线突然从魔法阵中射出 直逼我的面门 其光束中蕴含的恐怖气息 让我感觉到致命危险 见此我不得不使用格挡直觉控制飞剑将那光束弹开 这是一道阴森又有些熟悉的声音在魔法阵中响起 随即魔法阵中冒起大量血泡 略显苍老和疲态的蒂萨斯从涌动的血液中升起 我一看居然是恶魔七大公之一的蒂萨斯 眼神微微一鸣 心中则是掀起滔天骇落 蒂萨斯直勾勾地盯着我阴沉说道 张元那张元没想到本宫居然能在这里遇到 你知不知道你把本宫害得有多惨 你施加在本宫身上的诅咒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本宫 因为你的诅咒本宫失去了太多 本宫甚至像一条狗一样被人从七大公之位上挡得下来 张元如果不是你 本宫怎么可能以高贵的身躯来这里做卑贱的杂事 蒂萨斯嘴角勾起圣人的笑容直勾勾地盯着我笑道 不过幸好苍天有眼 今天你落在了本宫手上 本宫一定会让你好好品尝被折磨的滋味 蒂萨斯话音落下 便是将自己身为恶魔大公的气势全部释放出来 不过在七星龙渊剑的帮助下 蒂萨斯的大公威压对我来说就犹如春松拂面 蒂萨斯见我在威压下纹丝不动先是一愣随即冷笑道 看来你还挺硬气的 虽然你有两把神钉 可以让你免疫精神属性和谁属性的伤害 但本宫掌握着雷火夺暗四属性技能 你那两个被动对本宫无用 其次你攻击能无视防御同时附带诅咒王的诅咒 但本宫只需要将身体虚化 你打不中本宫那你的诅咒也对本宫无效 听着蒂萨斯这番话我默默打开了诅咒化身技能 同时开始用七星龙渊在剑阵空间中里偷偷蓄力句实 你继续说我在听 蒂萨斯瞬间就被我这句话激怒了 魔法阵中冲出大量血液凝聚的毒蛇向我弹射而来 下一秒大量复制飞剑在我前方出现 将所有血液毒蛇定在了地上 张元看来这些日子你也学了不少新手段 但你这些飞剑挡得住血可你挡得住雷吗 蒂萨斯冷笑嘲讽他周围开始有电弧闪烁 黑色的雷霆从他体内涌出化作一条雷蛇 将我所有复制飞剑劈成灰烬 并以极快的速冻向我射出来 电光火势之间雷蛇直接击中了我 黑色的雷狐瞬间缠绕住我全身 张元你放心本宫这毒雷并没有伤害 它只会麻痹你的神经让你无法动弹 毕竟本宫你可是不可多得的玩具 蒂萨斯正大笑着 突然看到本该缠绕住我的黑色雷狐 这一刻突然重新变成雷蛇向他射来 蒂萨斯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瞬间被自己的技能击中 全身开始麻痹无法动弹 蒂萨斯被自己技能控制表情 巨变一脸震惊的看向我 以这到底是什么技能 为什么能反弹本宫的伤害 版本早就更新了阿劳斯 然后我对蒂萨斯呵呵一笑 打开见证空间 我现在也能免一雷属性攻击了 这一刻我已经用七星龙渊蓄力一分钟 七星龙渊剑化作一档星光 射向被毒雷技能麻痹后的蒂萨斯 瞬间就对他造成了四千多亿的伤害 十二位的数字从蒂萨斯头上爆开 七星龙渊剑直接将蒂萨斯胸口 穿出一个巨大血洞 蒂萨斯气息直接降到谷底 他的锁血被动当场触发 进入短暂的无敌状态 蒂萨斯也被我这恐怖的伤害数字吓猛了 他彻底没了战意 趁着自己还处于无敌时间 慌忙退到血阵当中想要逃离此处 我看着想要逃跑的蒂萨斯 却并没有继续攻击的举动 而是嘴角微微上扬对蒂萨斯笑道 蒂萨斯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而且还是永远复活不了的那一种 因为在我将技能反弹给蒂萨斯后 我的面板上已经出现了蒂萨斯 中了绝对诅咒的消息提示 听到我的话蒂萨斯不由一颤 随后他便注意到了自己已中了绝对诅咒 脸上顿时浮现无尽惊恐之色 他身为恶魔大公 对诅咒王的绝对诅咒可在了解不过 这可是诅咒王的禁术之一 这个诅咒能无视锁血技能 一秒烧10%的最大生命值 而他现在刚被我打成了残血 最为恐怖的是一旦被绝对诅咒杀死 他连复活的机会都没有 蒂萨斯陷入了极度恐惧开始向我求饶 可他话还没说完无穷的黑气从他体内涌出 然后便被绝对诅咒烧成了灰烬 下一秒我的系统提示响起 成功击杀蒂萨斯经验加一 获得传说级装备蒂萨斯之剑 装备后力量加50%装备等级90级 获得传说级蒂萨斯之环 装备后敏捷加50%装备等级90级 获得传说级装备蒂萨斯项链 装备后精神加50%装备等级90级 装备蒂萨斯套装效果体力加50% 获得技能暗雷之欲 暗雷之欲效果是在极短时间内 对技能范围内每个敌人 造成100次暗属性与雷属性混合伤害 每一次雷霆伤害等同于四维属性缝合的十倍 获得恶魔大公之心一个 恶魔大公的心脏疾难获得可用来锻造神器 获得恶魔大公灵魂余境一个 恶魔大公的灵魂余境疾难获得可辅助二者觉醒 诅咒王国恶魔支持度10% 检测到宿主达成成就斩杀恶魔大公 奖励觉醒高级天赋装备大师 穿戴装备时无视职业要求无视装备等级 与此同时数到金光从我体内充出 我直接从37级飙升到了41级 通关副本的宝箱也随之出现自动打开 获得了三枚神之石 赤销神器任务进度十分之三 这一刻我彻底被眼前一大堆眼花缭乱的奖励闪瞎了眼睛 太多了 奖励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就看不过来 无敌的迷迪了 获得星际能按雷之欲的我彻底不顶 估计了一下单次雷击就能造成100万基础伤害 再加上1520%的暴击伤害 以及20倍天赋伤害加成 直接可以对每个敌人造成至少1000次三亿的伤害 现在的我简直就是雷电法王本王 随后又打开了自己的储物空间 这次还有一大收获就是三枚神之石 当即我就将三枚神之石丢进命运罗盘中进行抽奖 很快便有两张红色卡片从命运星阵中飞了出来 化作两把七星龙渊剑与我的七星龙渊剑融合在一起 下一秒整把剑爆发出了无比恐怖的神器之威 直接把这把神器给升到了满阶 附紧攻击力增加10万攻击必定命中 而且持有者可以10倍反弹雷属性攻击 甚至让受到的伤害减少90% 我满意的将神器七星龙渊收回剑阵空间后 却发现命运星阵还在滚动卡片 我正疑惑的时候第三张红色卡片终于飞出来 但另张我惊的是这一次并没有抽出新的专物 而是抽到了一个红色的卷种 下一秒他便化作红光进入到我的体内 一个系统提示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唯一神话任务剑仙之路其一 完成任务要求是击杀一位神明 看完后我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过多在意 因为我知道一个凡人怎么可能是谁 与此同时的深渊诅咒王国内 魔龙王阿尔杰农正坐在王座上闭目 汲取深渊之力 海洛斯睡一道大殿中向阿尔杰农单膝跪下 蒂萨斯被斩杀王国所有恶魔都已知晓此事 诅咒王张元的知识度提升到了10% 阿尔杰农淡淡回了一声后问道 对了哈迪休养的怎么样了 自从哈迪大公在圣灵之境被张元击退后 他便沾染上了诅咒王的昏睡诅咒 目前哈迪大公正在自己领地中沉睡 听到海洛斯的话阿尔杰农睁眼 他摊开手掌一颗血色肉球从他掌心中浮现 用深渊之种清除哈迪的组状 等他苏醒后让他前往大夏帝国想办法斩杀张元 海洛斯接过深渊之种十一片刻随即问道 王张元如今已有击杀恶魔大公的实力 如今我们深渊已经损失了一位恶魔大公 哈迪大公本身就不是擅长战斗的类型 他如果去大夏帝国的话会不会 阿尔杰农沉声道 本王如何行事需要你质疑吗 海洛斯一颤连忙道歉 海洛斯消失在大殿后 阿尔杰农再次摊开手掌 我的虚拟投影随之浮现在那蓝色的法球中 若哈迪能杀你那边代表你是个废物 没资格挑战本王 若你杀了哈迪本王便再送几个恶魔大公给你 让你知识度超过50% 本王在亲自斩你 阿尔杰农猛然将我的投影捏碎 重新闭上了眼睛继续汲取深渊的力量 在深渊的加持下 阿尔杰农的气息每时每刻都在上升 与此同时物灵谷中 李方左右四顾没发现我的踪迹 不由向守在副本门口的李元康问道 爸张元人呢 李元康并没有理会李方 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副本紧张的手心都在出汗 因为我是在单刷50级的深渊副本 而且我的等级只有37级 就算生命值是满的也有被秒杀的风险 李元康必须全神贯注 他必须要在第一时间使用家屋四肢和将我救出来 李方看李元康没回答自己继续说道 我只是想问一下张元在哪 我已经凑气对我 李元康淡淡地告诉他我已经进副本了 李方惊呼出声 爸你疯了吗 你怎么能让张元一个人进去单刷深渊副本 他才37级啊 这是他自己要求的 就算他要求自己进去你也该通知我呀 我进去至少也能抗点伤害吧 你这个废物典型跟着张元进去拖人家后腿吗 这个深渊副本只有张元能解决 李方正要距离力争物灵矿洞副本突然有了动静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李元康和李方不再争吵 两人一同盯着副本紧张到极点 如果这个副本漩涡散发的深渊气息变得更加浓郁 那就意味着攻略失败京都城注定要遭受打劫 随着物灵矿洞副本入口的漩涡亮起光芒 缭绕在副本周围的深渊气息散去 暗红色的副本重新变回了蓝色 成功了张元攻略了这个深渊副本 李元康激动的吼出声 对他来说我攻略这个深渊副本意义太过重大 如果这个深渊副本没有被妥善解决的话 要日公会肯定会单子 最后连带着他父亲也会受到影响 搞不好他父亲会失去国老的席位 总之现在是我拯救了他们李家 随着副本漩涡散发的光芒消散 我从中走了出来 此刻我身上散发的气息让在场所有人又是一者 李元康看到我41级有些猛力 他记得我进去的时候才37级吧 从37升到41级需要接近五一的经验值 即便是月等级刷深渊怪物 这个物灵矿洞副本也不可能提供五一的经验 我出来后和众人盘旋了一会儿就回到了零号宿舍 牛婆婆看到我后笑着调侃道 牛张元又来心之秘境进货了 牛婆婆今天我不刷副本 我只是想问问怎么开启零号宿舍的试炼 这个你不用急 等你到40级后我自然会告诉你的 牛婆婆我已经41级了 牛婆婆以为自己听错了对我用了一个探测数 发现我真41级后整个人彻底猛了 牛婆婆脑子中第一时间闪过开挂这个词 不过很快便被自己的想法给蠢笑 这是现实又不是小说哪有挂意说 我笑着解释道 我刚出去单刷了一个深渊副本 然后就升到41级了 你那深渊副本中怕不是有一个恶魔打工 牛婆婆吐槽了一句 不过她倒也没有在追问随即呢 既然你已经升到了41级那跟我来吧 等来到一个蓝色能量漩涡前后说的 虽然我现在说的大概率是废话 但还是得走一下流程 你要挑战试炼副本 首先得交纳1000新知识 挑战失败后再次挑战 需要再交纳1000新知识 没问题 牛婆婆继续道 另外如果你通过试炼成功后 三楼宿舍的房租是一天100新知识 这个数量的新知识 我已经没有权限帮你免房租 这个房租你能负担得起吗 我点点头说了声可以 我现在去新知密境副本刷个十来分钟 就能附上一年的房租问题不大 最后一点虽说 零号宿舍会尽量保证你在副本中的安全 但失恋还是有一定危险性 如果遇到危险 你必须要第一时间退出副本 这个副本是可以随时退出的明白吗 明白 好其他废话 我就不说了交纳1000新知识给我 我立刻取了1000新知识出来 牛婆婆一挥衣袖 那1000颗新知识便化作星光融入那个蓝色漩涡 进去吧 等你通过了考验就能住上第三层了 三楼的福利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走进了漩涡 传送到了一个没有门盒窗户完全密闭的房间 看着密闭的房间不由一愣 这算哪门子试炼 这时欢愉之神的声音响起 张元那张元 零号宿舍的试炼对你来说太没挑战性了 所以我擅作主张将你拉到了这里来 这里是副本空间与现实的夹缝算是个中转站 我一脸无语的看着出现在房间中的欢愉之神 这一次你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开心一点吗 别人想看到我这女神也没机会 你放心我把你拉到这里来是天大的好事 这不怎么说 原来的试炼副本就是给你放一些小怪 一路刷过去后再打个重规重矩的boss 你打过了就算是试炼通关 不仅无聊的很奖励也相当抠搜 只给你一枚心神之识 你要是运气不好都抽不出什么好东西 但我给你改的副本不一样 你没兴趣能把我送回去吗 因为我现在已经一身的神器和传说装备 欢愉之神所谓的丰厚奖励 没能让我掀起半点心理波动 欢愉之神见我兴趣缺缺连忙伸出五根手指头 这样我出五件传说装备 真不是我抠搜是副本的奖励是有上限的 五件传说装备已经是这个副本的最高暴力 我摇摇头说道 女神大人你是不是有些没搞清楚情况 你看看我现在这一身豪华装备 像是缺你那几件传说装备的人吗 你既然想要让我给你找恶子 那我的出场费你总该给他 总不能每次都想着白挑啊 那你说你要什么 至少一件神器 欢愉之神翻了翻白眼说道 你怎么不去抢 神器是很难炼制的 上次给你的混沌头子 已经是我最近能拿出来的最后一样神级物品了 那你身上的装备呢 身为神明你穿的装备总不能不是神器吧 要不我把衣服脱给你也不是不行 你想的美 欢愉之神一口回绝了我随即道 总之目前我没神器给你你换个要求 我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什么对欢愉之神道 你能弄来战炉石吗 我的战炉剑的神器任务就是找到一颗战炉石 但在京都大学图书馆查阅了不少资料 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战炉石的情报 这石头就好像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一样 欢愉之神一论问道 你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我眼睛顿时一亮问他居然知道战炉石 当然知道 那玩意儿是水之女神流下的眼泪所凝结出来的精神 不过水之女神已经很久没哭了 如今世界上应该没有战炉石 那你能把水之女神弄哭不 欢愉之神嘴角抽了抽用怪异的眼神盯着我吐槽的 你以为水之女神是一拳就能打哭的软妹子吗 她的位格可不在我之下 我怎么弄哭她 乐子神那你不觉得弄哭一个不会哭的女神 那场面不比她我闯一个试炼副本有趣吗 听闻此言欢愉之神陷入沉吟 说的也稍 听闻此言欢愉之神陷入沉吟 我此时如同低语的恶魔又对欢愉女神问道 对了女神大人水之女神实力跟你比起来怎么样 欢愉女神说道 她不怎么喜欢争斗 还有些设恐实力就跟我差不多吧 我听后笑的有些灿烂说道 那不就对了吗 反正她又奈何不了你 我们只是要把她弄哭 又不是一定要她怎么样 听到我这番话 欢愉之神反应过来笑呵呵的看着我 好啊 你区区一个凡人竟然开始蛊惑起神明来了 胆子有点大吗 我笑着说道 在我提出要弄哭水之女神的时候 你不也已经心动了吗 如果你不想做的话 我真能鼓动你吗 呵呵小家伙 我可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 感谢心之神让我遇到了你这么有趣的人来 好我答应你 我去弄哭水之女神 你去攻略我改的试炼副本 欢愉之神打了一个 想指密闭房间的空间一阵扭曲 然后我便来到了一个大型城镇外 在我的旁边还悬浮着一个二十面的头子 紧接着欢愉之神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这个副本是我心想出来的角色扮演游戏 你将扮演一位刺客目的 是刺杀风之城的城主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只要你把城主给杀掉 就算你通关试炼 你在这个副本里所有的行为 都会受到头子的运输 而你的属性也会影响头子抛出的点数 另外为了让过程更加有趣 在这个副本中 你拥有独立的属性和职业 欢愉之神简单的解释完规则 便没了声音 我没有多想禁止走向城门 那两个守卫当即拦住我质问的 站住你来封之城做什么 我想也没想随口胡周说 自己是来进城探亲的 西蛮城门守卫所需点数是12 开始投掷头子 这时我旁边的头子顿时转了起来 最后投出了一个酒 西蛮失败城门守卫将向你发动攻击 我面板上刚出现这么一个提示 那两个城门守卫立刻握着长矛向我攻暗 现状我下意识想要换出飞剑攻击 却发现自己手中出现了一把匕首 现在我不仅没有飞剑 甚至连剑阵都没法展开 此时两个城门守卫的长矛已经次来 我来不及多想只得利用匕首反击 反击城门守卫所需点数是15 开始投掷头子 头子再次转动这一次投到了20 反击城宫击杀城门守卫 仿佛有着一股奇特力量迁移 我轻松用匕首将两个守卫的长矛弹开 然后如同一个鬼魅将两个城门守卫割吼 这时城内外见到我杀人的居民们发出尖叫 又吸引了大批卫兵向这边赶来 看着大批卫兵赶来立马冲进城中 向城中汉道跑去 躲过卫兵追杀所需点数是16 开始投掷头子 头子再一次转动投出了18点 躲避城宫你成功逃离卫兵的追杀 随着我看到自己面板上跳出了这么一条信息 便感觉自己速度快了不少动作也变得异常灵活 三两下就翻过一面高墙轻松将身后的追兵甩开 我看向城中央那座宏伟的城主府并没有直接过去 而是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打开自己面板 姓名张元职业刺客 力量15敏捷25精神5体力5装备 脆毒匕首技能隐秘割喉致命一击 在这个副本中我的所有属性和技能都完全重置 而且自己的装备道具也都不能使用 看来是欢愉之神是怕我直接用飞剑杀穿 所以专门给我弄了这么一个垃圾属性 自己已经习惯了六位数属性 突然回到一级状态还有些不习惯 不过我当时很快接受了这个特殊副本的设定 既然欢愉之神创造出了这个特殊副本 那就一定有通关的办法 随后我躲在暗处一边观察着城主府外的守卫一边分析 这个副本是欢愉之神创造的 我得从他的角度思考 欢愉之神最想要的就是看到乐子 如他肯定不希望我用常规的刺客方法攻略副本 正当我陷入沉思时想起了路上看到的转直馆 心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疯狂的想法 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转直 刺客张元做不到的是观鬼神剑主张元什么事 心中出现这个想法后 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潜入城主府刺杀城主这个方法 转而进了城中的转直馆来到一座转直神像面前 看着眼前那个和欢愉之神长的一模一样的转直神像 心中吐槽了一句 这家伙也不害臊把转直女神换成自己的神像 随即便尝试在神像面前进行转直 转直需要所需点数为二时开始投着头子 见自己面板上出现了能够转直的提示信息眼睛一亮 然后旁边的头子开始转动投出了一个一 转直失败还剩两次转直机会 看到二十面的头子投出了一点眼中闪过一丝惊叉 紧接着再一次投着头子 这次我的运气爆表最后头子投到了二十点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高兴 便看到那本来都已经停下来的头子 突然又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了一下 头子再次滚动最后变成一点朝上 转直失败还剩一次转直机会 看到头子变化我当即大声抗议 黑幕绝对是黑幕不带这么玩的 乐子神特意整出这么一个转直管 该不会就是专门戏弄我的吧 意识到这一点我再一次投出了头子 结果一旧是一 二十面的头子连续三次投到一八千分之一的概率 我已经确定这就是欢愉之神搞出来的假东西 转直失败无转直机会请寻找其他通关方法 看着转直神像的笑容 忽然觉得这个神像的笑容有些嘲讽 我咬牙道 乐子神既然你都开始玩了 那我玩点机制也没问题吧 话音落下我当着面前转直神像的面 直接退出了试炼副本 虽说这个特殊副本是欢愉之神改造出来 但这个副本的基底还是零号宿舍的试炼副本 我随时都可以退出 牛婆婆看到我从试炼副本中退了出来也不由一种 在她看来以我的能力应该随便通过试炼副本才对 而我并没有过多解释 再一次取出一千新知识交给牛婆婆 牛婆婆以为我是出现了某种失误想要重新挑战 她倒也没有多想利用新知识帮我重置了副本 然后我再次传送进去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城镇外 成文守卫复活整个副本都已经重置 这一次我轻车熟路依靠敏捷投掷头子 成功利用声东机器吸引了守卫的注意 轻松潜入了城镇然后直奔转直馆 我继续投掷头子转直 不过三次投掷投出的结果依旧是一 基本石水转直馆就是欢愉之神故意搞出来的陷阱 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再一次退出副本 将一千新知识交给满头问号的牛婆婆 然后重新进入副本 在经过多次退出独当后 我发现自己在转直时是有小概率投出二十的 不过每次投出二十的时候 都会有微妙的力量让头子变为一 于是我想出了解决办法 又是三次重新独当终于等到了头子投出二十的场面 这时又有无形的力量开始推动头子 见状我立刻用双手死死按住头子不让他滚动 头子挣扎了一会儿最终放弃了抵抗 转直成功你可以选择两种职业 欢迎信徒或者鬼神建筑 见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己原本的职业鬼神建筑 转直鬼神建筑需要所需点数为二十开始投出头子 要不要脸了居然还要投 见自己旁边的头子再一次开始转动 忍不住吐槽一句眼见着头子转到了十九 心想差一点还要重新独当呢 就当我准备独当重来的时候忽然灵机一动 立刻用小指一拨让二十面头子从十九变成二十 一道白光闪过我腰间匕首消失 我也从刺客变回了鬼神建筑 然后立刻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发现自己的属性和技能全都回来了 顿时我信心大增大摇大摆地走向城主府 城主府外的卫兵拦住我立声呵斥 站住城主府禁地闲人脸路 而不实力的我此时也毫不磨叽 直接展开剑阵覆盖整个城主府 发动技能暗围之一 暗紫色的乌云当即覆盖我剑阵全范围 下一刻大量黑色雷霆以极快的速度劈下 高额伤害的数字在城主府中飞快跳出 现阵内所有人全部在瞬间化作鸡粉 成功击杀峰之城城主通关试炼副本 获得新神之十一个 获得战炉石欠条一张 看到自己获得战炉石欠条 嘴角不由抽了抽 实在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起 这欢愉之神也太埋态了吧 这一刻欢愉之神凭借一己之力 拉低了我心中对所有神明的评价 我在收取了试炼副本的奖励后 便直接被传送回零号宿舍中 此时三层楼到入口处的灰雾 已经消失不见 我能清晰地看到这楼层的房间 与二楼的房间不同 这三楼的房间多了一股厚重感 每扇门都刻有奇特的法阵 其中涌动着庞大的能量 牛婆婆见我终于通过了副本试炼 不由松了一口气 我之前的不断重开试炼副本的举动 都让她感觉试炼副本出问题了 如果不是零号宿舍一直没有预警 牛婆婆甚至都想亲自进试炼副本观察一番 牛婆婆整理好情绪对我笑道 一十号房间的钥匙递给我说 你在二百一十号房间的所有行李 都会传送到三百一十号房间 不过布置房间还需要一段时间 今天晚上才能入住在此之前 你先自由活动吧 等你五十级了 就可以来找我继续零号宿舍试炼 谢谢牛婆婆 我先去神之宝库一趟 收起钥匙向牛婆婆道别后 我便上了六楼进入神之宝库 这一次能抽出什么的好东西 我看着面前的冷彩命运星阵 将星神之石取了出来 然后满怀期待地将星神之石 放进冷彩命运星阵当中 大量金色与红色卡片 在这冷彩命运星阵中翻滚 随即一张彩色的卡片 从星阵中飞了出来 随着卡片飞出化作一张红色卷阵 下一刻变成一道红毛 没入我的体内 恭喜习得九天赤煞剑阵 展开剑阵后 剑阵内所有飞剑附加赤剑阵意 赤剑阵意不造成额外伤害 但每击中目标十次会永久降低目标一级 若目标等级小于一 无视任何规则直接斩杀目标 使用此剑阵需要赤剑 看到自己抽到了一个剑阵有些猛了 而这剑阵图的效果更是抽象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这是一个鸡肋的技能 毕竟与我现在的伤害 没多少怪物能扛得住我实践 更不要说抗道等级降到一级了 用这个剑阵恐怕对方都还没有开始降低等级 就先被伤害给灌死了 不过很快我便注意到了 无视规则这四个字 思维开始活跃起来 无视规则斩杀目标 我要是把神明的等级降到一以下 能不能直接斩杀 想到这一点我心跳开始加快 越想越觉得肯 毕竟这阵图是从神之宝库中抽出来 保底价值就是神级 神级的阵法对神明产生效果 这也是合理的 想到我立刻离开神之宝库 重新找到牛婆婆 牛婆婆零号宿舍二层生三层的试炼副本 还能打开吗 能到时能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再进去一次 牛婆婆一愣飞机道 你已经从那个试炼副本中获取过奖励 就算重新拨越副本 也不会获得任何奖励了 牛婆婆我不要奖励 就是想进去一趟 听到我的回答牛婆婆的表情 顿时变得古怪无比 她不由摸了摸我额头关心道 孩子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她见过对各种事物上瘾的人 但对试炼副本上瘾的人 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看到牛婆婆的表情 也意识到牛婆婆是误会了 立刻解释 牛婆婆你别误会 我不是在发神经 只是我刚从神之宝库中 抽到了一个特殊技能 那试炼副本中 由于我已经通关这个副本 这次进来后 职业和属性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于是我一路冲到转职管 来到了转职神像前 这个副本中的转职神像 是欢愚之神用神力捏出来 神像等级是999级 没有任何属性 且显示不可破坏 如果我能斩杀这个神像 那说明神明也一样能斩杀 乐子神抱歉了 想把我变甲台剑阵 复制出上万飞剑 然后使用九天赤煞剑阵 赤销剑从剑阵空间中 飞出悬浮到半空中 猛然爆发出红色的剑 直接将所有飞剑都染红 然后我控制飞剑攻击转职神像 无数红色飞剑落下 在神像上建起大量火花 数不清的复制飞剑 被转职神像的神力给崩碎 我虽然没能对神像造成任何伤害 不过在上万飞剑的不断攻击下 转职神像的等级飞快下降 不一会儿就从999变成了1 随着第9990把附带赤销剑一的飞剑 击中转职神像 转职神像的等级 从一变成了0 轰的一声 剑阵中央的赤销剑赫然爆发出冲天的煞气 随即天空变成一片血红 无数红色剑影插在转职神像上 下一秒赤销剑化作恐怖的红光 瞬间将不可破坏的转职神像给贯穿 轰的一声转职神像轰然爆炸 其中涌出的恐怖神力裹挟着我 将整个副本都给炸碎 0号宿舍三楼外 守在入口处的牛婆婆 见副本漩涡突然出现裂 整个人眼神猛的一扁 下一刻副本轰然爆碎 我也从副本中飞出 直接将0号宿舍的墙壁给撞出一个大洞 落到了楼外里去 牛婆婆目瞪口呆地看着墙壁上人形大洞 心中涌现千言万语 最后化作一声卧鲁 我也没想到自己破坏了神像后 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那从神像中爆发出来的神力 甚至直接让我消耗了赤销剑的免死被毒 牛婆婆赶忙穿过人形洞口 跳到0号宿舍楼下的我旁边观星问道 小子你没事吧 牛婆婆我没事 灰头土脸的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道歉牛婆婆我没想到动静会这么大 居然把副本都搞没了 这不是什么大事 0号宿舍可以自主修复一切你人没事就好 牛婆婆安慰了一句又问道 不过话说回来 你这孩子到底在试炼副本中做了什么 居然把整个副本都没了 我把欢愚之神用神力捏的转直神像给破坏 牛婆婆瞪大了眼睛大声吼道 你说你破坏了什么 关于之神的转直神像 你把神像破坏了这怎么可能 牛婆婆彻底猛了不管是什么神像 只要有神力庇佑 那就不可能被凡人破坏 如果神像能被破坏 那就意味着那个神明也能被杀死 牛婆婆想到这一点大脑一片混乱 总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不过很快牛婆婆便反应过来对我提醒她 孩子我不管你用的什么手段破坏的神像 但这种手段除非是在生死关头 否则绝不能在其他人面前展示 在这个世界有着许多奇奇怪怪的神教 其中不乏疯狂的狂热信徒 如果让那些病态的疯子知道你有是神的能力 他们会不顾一切的杀死你 在他们眼中神明是不可亵渎的 而你的存在就是对神明最大的亵渎 我见牛婆婆说这话的时候一脸严肃 也认真起来点头道 放心吧 牛婆婆这种技能平时我也用不上 除非遇到神明级的对手 既然如此那我就放心了 我去把宿舍楼外墙补上你自己去忙吧 我瞧了一眼三楼外墙出的人形洞口 颇不好意思 牛婆婆我来帮忙 算了吧 你不来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见状我摇头笑了笑 也不再回去给牛婆婆添的 转而前往明镜学院 让顾兵营帮忙重置一下赤箫的棉丝冷却 顺便看望一下校长 圣灵之境赴本一战后 景冰云使用了竞数技能 一个月内都无法恢复 最近一直躺在明镜学院的医馆中 明镜学院位于京都大学西部的一片人工湖中间的岛上 岛外存在着中年不散的白雾 只有明镜学院的学生和医馆接收的病人才有资格上岛 据说很多年前明镜学院是欢迎其他学院学生上岛的 但因为明镜学院的学生全都是漂亮的奶妈 导致每天都有大量其他学院的学生上岛 看美你 严重影响了明镜学院的教学质量 最后顾兵营不得不设下迷雾结界阻止其他学生上岛 这才让明镜学院恢复正常 如今想要上岛的唯一办法 就是乘坐明镜学院的接引小船 我来到湖边时 将自己身份卡放在岸边的一个身份识别台上 很快就有着一艘无人小船从迷雾中驶出 我上船后都不用滑脚 无人小船便自动带着我驶进迷雾 穿过迷雾便看到了一座小岛 此时港口那边还有几个美女在嬉戏打闹 极高的颜值非常扬眼 小船靠岸边那几个美女便凑了上来好奇问道 移明镜学院今年没有招难学生了 学弟你是怎么进来的 我礼貌回答 几位学姐我叫张元 顾老师特别允许我可以到明镜学院学习 你就是张元啊 几个学姐听到我的话美眸纷纷一亮 好奇地打量着我就好像是看到一个珍稀的宝贝 我看到学姐们的反应不由一乐 学姐们是认识我吗 当然知道院长可是专门嘱咐过我们 若是学弟你来我们明镜学院 必须对你细致入微的照顾让你有家的感觉 学弟快上来你要去哪我们带你去 学弟你要不要去岛上的桃花拳 那里可是我们岛上最美的地方 每个新生上岛必须那里打打 我一下子被热情的学姐们围住 好闻的香气扑鼻而来让我有些不适应连忙到 学姐们我下次再去把我找顾老师有事 那我们带你过去 我实在是拗不过这几个明镜学院的学姐 只得跟着他们走 一路上我可算见识到了明镜学院的牛逼之处 90%的学生都是女生 而且每个都是九分 颜值往上拿出去都是院花戏花级别 看到学院中的美女我都有一种水雕夜清风 头像顾兵营怀抱的冲动 几个学姐将我带到一栋典的医馆外红 笑呵呵的和我道了别 然后我轻轻推开医馆大门一鼓 轻轻的药箱扑鼻而来 随后便听到顾兵营上课的声音 我没有发出声音悄悄走进医馆 便看到顾兵营正在教李雪儿使用治疗术的技巧 我看到上课的是李雪儿眼中闪过一丝亚语 难道雪儿是明镜学院的新生吗 说起来我还没有问过李雪儿在哪个学院 不过仔细想想 李雪儿的精灵圣女就是稀有的治疗职业 而且成长起来后还有大范围复活技能 他能被明镜学院选中导演正常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雪儿你回去后好好消化一下今天老师讲的知识 好的老师 李雪儿点了点头收好书本起身 便看到不远处的我不由一正 我笑着和雪儿打了声招呼 顾兵营见李雪儿和我互相招呼 笑着向李雪儿问道 雪儿你们两个认识 李雪儿点头说道 是的老师我和张元是高中同学 说到这里李雪儿又一脸期待的向顾兵营问道 顾老师张元他上了明镜岛 那他也是我们明镜学院的学生吗 顾兵营笑着摇了摇头 他要是我们学院的话 那老师我可就做梦都笑醒了 李雪儿一正随即一脸诧异的看向我问道 你都做了啥也没做什么 就是和院长们一起攻略了一个深渊副本而已 李雪儿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京都大学的院长都是八十级网上的强者 张元才刚入学不久就已经有资格和他们一起攻略副本了 李雪儿一脸震撼 随后才发现自己已经看不到我的等级 这说明我的等级已经超过了他二十级 这才多久 明明在两个月前我们还处于同一起跑线刚刚转职 李雪儿回过神来有些党太对我说道 原来你已经这么厉害了呀 看来我不能再叫你呆瓜了 今后我得更加努力不然可就配不上你了 我开玩笑的说道 要我等你吗 少看不起人了我当然不需要 说吧李雪儿便向顾兵营微微鞠躬 老师我就先回去了 顾兵营笑着点头 李雪儿走到我旁边后又停下轻声道 阿元还记得三年前那件事吗 我说过欠你的今后我一定会还哪怕是一辈子 文言我一阵呼地回忆起了三年前的暑假 当年小姨硬是要带我去爬雪山 然后我们倒霉地遇到了大雪封路 自己和小姨在赶回据点的路上 恰好遇到了在路边昏迷不醒伤痕累累的李雪 我只是使用最基础的拔刀斩 我惊得了在场的众多强者 只因他们组队都攻略不下的天空塔 却被我在一百秒内直接冲上了第七十层 而就在两分半前 校长在得知我有天空塔的入场券后 拿出了全世界仅此一把的天空之药递给我 并说用它可以额外开启一个隐藏任务 目前大夏帝国所执业者中 六世纪以下的最高爬塔记录是八十九层 由你的老师叶清松创造 听到叶老师三个自我一乐 景冰云呵呵一笑说叶清松 他在五世纪的时候爬到了八十九层 而如今的他已经是公认的最强人类 在校长又了解了一下天空塔情报后 便起身出发 当我看到天空塔的时候内心无比震撼 其他野外副本基本都是以漩涡状呈现 进入副本就会传送到独立的副本空间 如今已不可考究 不过大夏帝国一直有传闻 在万年之前天地发生巨变 神之石第一次出现在人类面前 是天空塔就随之出现了 随后我便将天空塔入场券取了出来 小鸟海上天空塔亮起耀眼光芒 顿时在海边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有人要挑战天空塔吗 快找找看看挑战者是天才还是大佬 这里的职业者们都是来自全世界各大工会的职业探子 他们常年待在这里 目的就是招揽有资格挑战天空之塔的职业者 毕竟大夏帝国有十多亿人 而天空塔每年发放的入场券只有一千张 凡是有资格挑战天空塔的职业者 不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就是本领通天彻地的大佬 这两类人无论是哪一种 都是各国工会急需招揽的人才 随着有职业探子注意到了使用入场券 其他职业探子纷纷看向我丢来探测数 好年轻的面孔看起来还不到20岁 他怎么保养呢 他居然才41级就这么早就来挑战天空塔吗 那家伙疯了吧 这不是纯纯浪费资源吗 当众职业探子们发现我的等级只有41级后 纷纷炸了痛斥我是在暴点天物 天空塔入场券何其珍贵 黑市上甚至能炒到几十亿一张 而且还是有价无事 所有获得天空塔入场券的人 都恨不得到第一次挑战天空塔的时候 等级越高越好 我没有理会众人直接传送了进去 他真的进去了 41级他就算是传说级职业也顶多闯到30层吧 第一次挑战天空塔至少得50层以上 才必报传说级装备 他这下亏大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们有听过鬼神建筑这个职业吗 这职业名字听起来好像就很猛 这么说那家伙莫非是有被而来 毕竟当年夜神50级就闯到了89层 那家伙41级如果真有些手段 闯到50层网上也不是不可能 你们是在搞笑吗 那家伙凭什么和夜神相提并论 要知道至今都没人能打破夜神的记录 难道他还能比夜神厉害 随着天空塔第一层亮起光芒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天空塔上 与此同时天空塔一层 天空之药自动从我储物空间中飞了出来 检测到天空之药是否开启天空门飞 注意天空门飞会让天空塔难度大幅提升 同时天空塔每一层都将有时间限制 我想也没想直接开启了天空塔的隐藏认为 下一刻我面前便是出现了一扇有着漂亮纹路的门 天空之药插入锁孔天空门飞缓缓打开 中爆发出一股极强的能量瞬间充斥整座天空塔 上方出现了一个一分钟的倒计石 与此同时第一层楼中出现了十只三十级的精英怪物 倒计石刚刚转动我的飞剑便收割了怪物们的性命 然后我直接被传送到了第二层一分钟的倒计石重置 第二层的怪物依旧是三十级精英不过数量变成了二十只 但对我来说数量并没有意义一就是秒杀 在天空塔外职业探子们猛逼的看着 代表挑战者所在层数光圈像是电梯一般不断往上升 整个过程没有丝毫停顿无比丝滑 什么情况天空塔出bug那家伙怎么一直在跳关 这是由董哥笑的 瞧你们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不是跳关 就是他杀怪速度太快了 所以看起来他长塔像是在坐电梯 天空塔低层的怪物等级低数量少 他秒杀低层怪物很正常 等他遇到第十层的boss肯定就慢了 而就在董哥解释完的时候 代表我的光圈丝滑的越过第十层 爬塔的速度没有丝毫变缓 董哥十层boss已经过了 那家伙还在坐电梯这还正常吗 董哥嘴硬道正常 夜神当年是到二十层boss时才慢下来 现在这个情况只能说 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 董哥话一说完 我便已经超过了二十层 而爬塔的速度非但没有减慢 反而还有越来越快的趋势 三十层四十层五十层 不到一分钟我便已经过了五十层 平均每层一秒多一点 不管是小怪还是boss全都是秒杀 这一刻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看向董哥 现在董哥嘴角抽了抽 他本能的还想嘴硬 但他看到代表我所在层数的光圈 已经到六十层 直接当场惊恐出声不好他有关 这是画面来到天空塔六十一层 倒计时只有五分钟 而六十一层的怪物却是两个六十级的boss 我看着前方出现的两个高等级boss 士肖和战炉同时飞出收割掉了他们信物 来到的六十二层倒计时 依旧是五分钟 六十级的boss变成了三个 当年叶老师是五十级来闯塔的吧 听校长说叶老师也用了天空之药 仅仅五十级就闯到了八十九层 他也太逆天了吧 我一边感慨着随手处理掉面前的三个boss 当来到七十层的时候 首关boss已经变成了三个七十级的山脉巨人 每个boss的体力属性都超过了二百万 比野外的世界boss都要猛 但这一层天空塔给的通关时限却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在不组队的情况下单刷三个七十级的世界boss 这种是怕是只有开挂的人才能做到吧 不过幸好我有挂 想把飞剑射出三个山脉巨人应声倒地 给我贡献了三千万的睡前经验 直接让我升到了四十二级 而此时天空塔外边已经是一片死机 所有人都盯着海上的天空塔 甚至忘记了呼吸 阿夏帝国又出了一个绝顶强者 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我等凡夫俗子怎么可能理解张神的境界 这一刻在场所有人都被我折服 虽说我才四十一级淡在他们心里 我的地位已经和叶青松一样 甚至比叶青松还要高 画面来到天空塔的八十层 我面对五个八十级的圣灵之主 而倒计时只有一个小时 叶老师连这种场面都能过吗 看着前方五个气息恐怖的boss 忍不住好奇叶青松到底是怎么过的 毕竟这种级别的爆火杀起来也不会那么顺畅 开启诅咒化身复制五把七星龙渊 打出圣灵之主们的锁血状态 然后触发绝对诅咒 灵之主们正在进入二阶段的时候将他们斩掉 随后我继续爬塔 但由于boss们都出现了锁血机制 爬塔的速度明显慢了 从一秒变成了两秒到三十秒不等 通关时间取决于什么时候触发诅咒王之刃的绝对诅咒 在天空塔外观战的职业者 见我灯塔的速度已经慢下来后 也进阶松了一口气 虽说我的爬塔速度依旧是逆天的快 但和先前那座火箭般的速度比起来 众人现在已经能够接受现在的通关速度 这大神爬塔速度终于慢下来了 果然再高的伤害也会被锁血和无敌机制给拦下 按照这个趋势他超越夜神已经是定局 现在就看他能不能登顶一百层了 一百层不太可能吧 放眼大厦历史上登顶一百层的顶尖强者 不超过一千个第一次床塔 超过九十层的更是一个都没有 张神才四十一级 他的战力就能排进历史前一千了吗 经过五分钟的星虎爬塔 我终于来到了夜清松岛下的八十九层 在这一层沉睡着一头红色巨龙 我看到前方的红色巨龙瞳孔微微一锁 龙身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种族之一 本身就有着相当强大的力量 哪怕是王浩然那头三十多级的红龙 都能够和八十级的腐化地狱炎模样对抗 此时八十九层沉睡的红龙 气息比王浩然的红龙强大太多太多 我立刻对他使用深渊之眼 世界领主即爆深红之龙 等级九十 力量999999 敏捷999999 精神999999 体力999999 技能力量强化敏捷强化精神强化体力强化 灭视龙系龙微元素抵抗物理抵抗龙神祝福 恐怖的思维属性外加一连串看着就很逆天的技能 我都忍不住开始流汗了 别说是夜轻松了就算是我自己 此时也没什么信心击败这个深红之龙 好在深红之龙现在还在熟睡 而这一层的攻略时间足足有六个小时 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对此 这深红之龙的战力恐怕在深渊恶魔大功之上 看他的技能蓝他甚至有神明祝福 正面对抗我如果秒不了他的话 他一定会秒我 所以必须要一击必杀 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这给了我一次偷袭的机会 我心神一动想起了自己的蓄力技能 一击剑一巨是 所有飞剑攻击可蓄力蓄力攻击不可被格挡 根据蓄力时间至多提升100倍伤害 当剑一巨是达到巅峰无视任何锁削效果 我的七星龙冤剑已经满精裂 能够蓄力到100倍伤害触发无视锁削效果 再配上25%的斩杀应该能做到一击必杀 如果还杀不了就立刻放弃 我心知深红之龙不会给自己第二次攻击机会 当即退到天空塔边缘和深红之龙保持地最远距离 然后便开始在剑阵空间中偷偷蓄力 来了来了 我终于完成了七星龙冤剑的100倍蓄力 强大的剑气甚至连剑阵空间都无法隐藏 本在熟睡的深红之龙也感知到了恐怖剑 猛然惊醒震动双翅戒备地飞到半空 剑撞我直接释放七星龙冤剑 七星龙冤剑瞬间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划过一头星辰巨龙携带着恐怖气势 扭曲这副本空间向深红之龙呼啸而去 深红之龙从七星龙冤剑上感知到了致命威胁 他自知自己躲不开身上开始亮起一道又一道光芒 力量强化敏捷强化精神强化体力强化龙神祝福 大量增益效果在极短时间能加持到深红之龙身上 深红之龙的气息然暴涨数倍 紧接着深红之龙向七星龙冤剑吐出了蔑视龙溪 充斥暴虐与毁灭的火焰涌现七星龙冤剑化作的星辰巨龙 却是被星辰巨龙轻松撕裂 自一秒星辰之光划破空间七星龙冤剑贯穿深红之龙 深红之龙头上爆出了二开头的十四位数字 没有任何挣扎深红之龙轰然落地化作光点消散 成功击杀深红之龙经验增加十一 获得深红龙带一个 海量的经验涌入我的体内直接来到了四十四级 这时前往天空塔第九十层的通道传送阵出现 此时我正式超过了叶青松 不过这次我并没有急着传送上去 而是打算在原地休息 虽说升级将我的状态补回到了巅峰 但我发现自己蓄力七星龙冤所带来的精神疲惫 是靠升级补不回来 反正这一关限十六个小时 我现在还有接近五个小时的时间 甚至可以直接睡一觉 说干就干我当即给自己设了一个闹钟 随后就这么在天空塔副本中睡过去 天空塔外边的职业者们 再看到我几个小时都没有上第九十层 也不再对我闯过八十九层暴希望纷纷散去 可惜了张神虽然攻略速度比叶神快 但终究没有突破叶神的极限了 是我们想多了叶神被誉为人类的极限 又怎么可能被轻易超过 不过今后张神会成长为雨夜神一个级别的强者 五个小时过去后养足精神的我醒了过来 见这一层还剩一些时间便不着急去九十层 而是取出了自己击杀深红之龙获得的战利品 深红龙弹能够孵化深红之龙的巨蛋 孵化所需经验五十亿 看到五十亿经验才能让这颗深红龙弹孵化忍不住笑出了声 对其他人来说五十亿经验不知道要刷多少年 而且这么多经验足够让一个人从四十级升到五十多级 一些弱势的职业者 或许耗费大半辈子都不见得能升到五十级 对他们来说 这深红龙弹就是一个巨大的副拍 就算孵出来了也养不起 但这五十亿经验对我来说就是洒洒水 我杀一只深红之龙就能得分到五亿经验 或许都不用我闯完天空之塔龙宝宝就能孵化出来 而且我一只苦恼自己升级太短 毕竟想要变强就得去刷高等级副本 获取各种材料装备 可以刷这些副本等级就会刷刷的上档 根目停不下来 我与诅咒王签订契约才不到一个月 现在就已经四十四级了 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等七十级放诅咒王出来的时候 估计大厦连对付诅咒王的兵工厂都还没有修建起来 而现在爆出来的深红龙弹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 养龙是需要消耗海量经验的 否则王浩然也不会进入京都大学一年了 还有红龙帮忙刷高等级怪物等级才三十五级 随后我将自己和深红龙弹之间的经验分配比例 调整为最高的一笔九 便是收起深红龙弹 心满意足地登上第九十层 而此时天空塔外的海滩边 众人看到代表我进度的光忽然登上了第九十层 全都快要把眼睛出来纷纷惊呼出声 他居然超越了叶青松 我来到第九十层的时候后 发现这一层的面积比第八十九层大了一千倍不止 甚至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平原中 这么大的场地自己到底要对付什么怪物 我莫名地感到紧张四处张望 毕竟八十九层的BOSS就已经是深红之龙 这九十层的BOSS绝对比深红之龙更强 很快便发现距离自己两千多米外的地方 站着一个披着黑袍手持法杖的骷髅法师 见状我立刻对那骷髅法师使用深渊之眼 世界灵主亡灵君主等级九十 力量999999 敏捷999999 精神999999 体力999999 技能召唤亡灵军团召唤海骨巨龙召唤强化 亡灵复苏灵魂燃烧死灵领域伤害转移诅咒风暴 当我看到九十层的BOSS是一个亡灵法师后 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最不怕的就是人海战术以及精神系攻击 这一层的BOSS就是送的 随着第九十层十二个小时的倒计时开始转动 亡灵君主便是发现了我立刻摇动手中法杖 下一秒地面涌出黑气大量骷髅从地里爬了出来 眨眼间便形成了一个数量上乱 平均等级八十级的亡灵军团 与此同时我又听到一声龙银 三口九十级海谷巨龙从亡灵君主后方飞出 他们煽动古异其恐怖的气势席卷天空弹 我甚至感觉周围温度都下降了几度 随后亡灵君主又扬起法杖 一道光环扩散开来覆盖到他所有的召唤物 亡灵君团顿时获得大幅度强化气息猛掌 这还没完亡灵君主脚下又有一道领域展开 直接覆盖住他的亡灵君团 随后他的亡灵们又一次获得强化 同时还有源源不断的新亡灵从地里涌出 这个亡灵君主如果到现实世界去 恐怕以他一人之力就能毁灭一个中小型的国家 这九十层的Boss都这么夸张了 后面那些Boss得是什么样 我瞧着前方密密麻麻的亡灵感慨了一声 随后便展开了自己的剑阵笼罩整治亡灵君团 发动技能暗雷之遇 暗紫色的乌云在亡灵君团上空凝聚 阴影笼罩住整治亡灵君团 亡灵君主还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他向自己的军团下达进攻命令 三头海谷巨龙便带着亡灵君团向我呼啸而来 不过亡灵君团还没有碰到 大量黑色雷霆以极快的速度披下 无数亡灵在顷刻间化作击粉消散 那三头气息不比深红之龙若多少的海谷巨龙 连一秒都没有撑住当场灰飞烟灭 虽说在死灵领域的作用下被消灭的骷髅会重新复活 但是在我的命座建设效果下 死灵领域中所有复苏的骷髅战士 甚至都没有拼接好古道 便再次灰飞烟灭 大量击杀提示在我面板上刷屏的同时 深红龙弹的经验条也在猛涨 我没想到这些召唤物居然也能提供经验 我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不由看向远处已经打出了锁血被动的亡灵君主 放弃了用绝对诅咒斩杀他的想法 现在亡灵君主正归缩在一个能量罩里面 不断使用伤害转移技能 将自己承受的伤害 转移给自己新召唤出来的骷髅君团 源源不断的骷髅战士被召唤出来 然后被暗雷劈成灰烬 转化为我和深红龙弹的经验 在暗雷治愈结束的时候 亡灵君主的精神力已经消耗一空 再召唤不出新的骷髅君团 这是我的三把专武破空而来 将失去利用价值的亡灵君主斩杀 成功击杀亡灵君主经验增加十亿 深红龙弹孵化所需经验二十七亿 获得传说级装备召唤之书 传说道具召唤之书 持有者的所有召唤物宠物 获得持有者自身百分之百属性加成 持有者的所有召唤物宠物可获得经验升级 持有者的所有召唤物宠物阵亡后 可在召唤之书中直接复活 我看到亡灵之主爆出的装备不由惊呼出声 虽然我是玩剑的 但实际上我的召唤物已经有罗刹王 冰之精灵女王和地狱炎魔羊三个 再加上还未孵化的巨龙 现在的召唤物足足有四个 我现在已经44级四位属性都破了五位属 30级的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早就派不上用场 但现在不同了 我有了召唤之书 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完全能焕发第二春 想办我立刻装备召唤之书 随即将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召唤出来查看属性 召唤物罗刹王等级30 力量11000额外增加211713 敏捷11000额外增加198513 精神11000额外增加352684 在召唤之书的加成下 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 一下子便从小卡拉米变成了四维爆表的顶级战领 散发的气息恐怖无比 再加上我的技能和命做给的加成 这些召唤物全部都变成了小张园 试想一下之后我战斗时剑阵一开召唤物一照 然后敌人就得面对一个大张园和一堆小张园 想想都头皮发麻呀 我心满意足地将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收回召唤空间 然后前往第91层 天空塔外 众职业者们还沉浸于我通过89层的震撼中 然后他们便看到塔外的光圈已经到了91层 这次好快十分钟不到就通关了91层 张神这是超进化了吗 我只知道天空塔越往上越困难 他怎么反而闯关速度却变快 神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他做了人做不到的事 一时间塔外又一次沸腾起来 我终于踏上了天空塔的第91层 此时在塔中央站着一个身披血红战甲的女武 我使用深渊之眼之后发现无法探测目标 意识到对面的Boss等级在95级网上 我不敢大意立刻将罗刹王兵之精灵女王 还有地狱炎魔羊召唤出来让他们挡在自己前方 下一个女武神化作一道C字形金色幻影 从三个召唤物中间穿过手拿长剑刺项目 瞬间我就收到了三只召唤物死亡的提示 我瞳孔一缩立刻使用格挡直觉 当那一声完美格挡下女武神的攻击 但我还没来得及发起反击 那个女武神便一个后空翻轻盈的回到了原地 我死死盯着女武神 即便使用技能完美格挡住了女武神的攻击 此时我握着七星龙渊的守护口还在隐隐发麻 理智告诉我面前的这个女武神 绝对不是自己现在这个阶段能够对抗的Boss 可现在都已经到第91层 要是现在就放弃的话又怎么能甘心 我开始头脑风暴 现在还有几个压箱里的手段 血纷使用已经重新充能的星神之袍 一发星神之力绝对能送这爆上西天 可这才第91层 要是星神之袍在这里用了的话 那之后的路就不好走 第二选择靠诅咒化身触发绝对诅咒 只要绝对诅咒触发就能持续不断偷取对方属性 如此一来只需要撑过绝对诅咒触发时的前几秒 就能打败Boss 但诅咒化身只有在攻击或者受击之时 才有50%的概率施加 这概率实在太独 而且我也不确定这Boss有没有免疫诅咒的技能 第三选择利用能够永久削减等级的九天赤煞见证 配合上能秒杀低于自身等级的诅咒王之刃 只要将Boss等级削减到44级之下 那就能取得胜利 但困难的是该怎么击中对方500次以上而自己能不死 忽然间我想到了被自己遗忘在储物空间中的复制之际 他可重复使用复制出一个灵体战斗 灵体强度与复制对象相同 复制对象越强灵体存在时间越多 同时最多只能存在一个复制灵体 道具冷却时间为一天 复制之镜复制出来的灵体能吃我剑阵的增益效果 而Boss在剑阵中也会受到剑阴效果 这一加一剑复制灵体的实力会彻底碾压本体 只要我用复制之镜将Boss复制出来 在复制灵体存续时间复制灵体能完全压制Boss本体 而在这个时间我复制数万本飞剑 一股脑的惯像Boss再怎么样都能击中Boss几百次 进攻火石之间我想出了破局之际 立刻从储物空间取出了复制之际 与此同时女武神再一次动了起来 化作一道金光冲向我冲来 四秒复制之镜亮起白光 一个和女武神长得一模一样的灵体从镜子里飞出 用长剑刺向女武神Boss将其逼 我剑到灵体时间只有五秒钟 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九天赤煞剑阵 同时全力复制飞剑 赤削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为所有复制出来的飞剑附加赤削剑翼 然后我向复制灵体下达命令 复制灵体当即一枪刺穿女武神的腹部 将其定在地上让其动弹不得 下一秒数万复带赤削剑翼的飞剑如同暴雨般落下 被钉在地上的女武神剑撞周身爆发红光 逼出复制灵体的长枪 同时将所有落下来的飞剑镇成机子 我再次向复制灵体下列 爆住Boss破坏它的防御 复制灵体直接爆住了女武神 将女武神死死压在地上 这一次海量飞剑刺穿复制灵体的身躯 击中女武神疯狂削减它的等级 五秒时间很快过去复制灵体消散 女武神立刻一声再次爆发出恐怖红毛 将所有飞剑给震碎翻身而起 就在这时一道黑芒破空而来 我使用属性转换将精神属性转化为敏捷 手持诅咒王之刃刺穿了女武神的腹部 诅咒王之刃斩杀效果触发女武神当即化作光点消散 成功击杀天空女武神投影经验增加15亿 身红龙弹孵化所需经验20亿 罗刹王等级提升为35级 兵制精灵女王等级提升为35级 获得传说级装备女武神之亏 传说级道具天空女武神之亏 免疫诅咒精神力增加100% 一道金光冲出我也升到了45级 我看到天空女武神新爆出来的装备 毫不犹豫地换下了圣灵之镜副本得到的圣灵之罐 虽说这头盔免疫诅咒的词条对我无用 但增加百分百精神力的属性却是相当的小 随着圣灵之罐被替换为天空女武神头盔 我的精神力直接从355084 暴涨到了443855 之后圣灵之罐拿去拍卖的 无等级限制的传说装备 这装备一出手直接财富自由了 想到我将圣灵之罐收回储物空间 看向92层的入口不由深吸了一口气 复制之境冷却时间是一天 我想在92层复刻这一层的打法已是不可能 不过这90层网上每一层都报一件传说级装备 而且我闯的层数越高最终奖励就越高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可能现在收手 总之上去瞧瞧吧 等我上到92层之后 发现在这一层中央有着一座散发着神性光辉的神像 看到那座神像 不由想起了那个欢愚之神在试炼复北中 用他自己神力捏的转值神像 欢愚之神捏的转值神像和这天空塔的神像一样 都充斥着魂后的神力显示无法破坏 91层是女武神投影92层就是神明的神像 这岂不是往后这么多层自己都要跟神明的投影干架 虽说用了天空之要开启隐藏任务 会让天空塔难度大幅度上升 但现在这难度是不是有些超模了 我现在相当怀疑 这天空塔的隐藏难度真的有人能够通关吗 就在我质疑天空塔难度设置不合理的时候 一股极强的神力从神像中溢散出来 在天空塔中缓缓凝聚出人形 整个天空塔副本都因此震动 不过或许是因为神明出场需要有逼格 又或许是凝聚神明投影需要的能量过于庞大 发现神像凝聚投影的过程相当缓慢 如果按照游戏设计来的话 现在神明投影降临就是游戏过场CG动画 我作为挑战者现在需要做的 就是安静看完神明投影那规模盛大的降临一世 然后再以挑战者的姿态去挑战神明投影 但是现在我瞧着那座不断散发神力的神像 忽然有了一种想法 要是破坏神像阻止神明投影降临 自己算不算通关这一层 想到这里我不再老是等待神明投影降临 而是直接复制数万飞剑 使用九天赤煞剑阵操纵飞剑绕过神明投影攻击神像 大量飞剑在神像的神力下暴 但神像的等级也因为赤销剑翼的侵蚀开始下降 见神像真能被削减等级我眼睛亮了起来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操纵更多的飞剑攻击神像 反正我也打不过神明投影 还不如拼一波万一就成了呢 随着成千上万飞剑被神像散发的神力震碎 神像的等级也被削减到了一 这时战神的投影终于在半空凝聚 他缓缓睁开眼睛高傲的俯视我淡淡的 挑战者无为战神你的旅程将止步 战神话还没说完 我的九天赤煞剑阵便将神像给轰碎 战神的投影当场消散 神像一散出来的恐怖神力向四周扩散而去 早有经验的我立刻将地狱炎魔羊召唤到自己前方 让地狱炎魔羊带他承受了神力冲击 随着地狱炎魔羊阵亡的消息提示出现 神像毁坏所爆发的神力逐渐平息 天空塔中央的那座战神神像已然消失 然后没有任何击杀提示也没有获得任何奖品 但是前往第九十三层的传送阵确实出现在我面前 看到九十三层的传送阵出现 我表情顿时变得微妙起 自己似乎找到了天空塔逃课的通关办法 这副本中神明投影降临的前摇很长 我有足够的时间在神明投影降临之前 削减神像的等级 然后将承载有神明投影力量的神像毁掉 虽说这样做会失去击败那些神明投影的奖励 但对我来说自己根本就搞不定那些神明投影 又何来击败奖励一说 而我要是这个方法直接逃课到一百层的话 那将做到一件前无古人的事 首次挑战天空塔便直接登上一百层 要知道职业者第一次挑战天空塔是有额外奖励的 而我又是用了天空之药开启了天空塔隐藏难度 奖励还会进一步提升 天之道通关一百层后天空塔给的奖励会有多丰富 我怀着对一百层的朴素期待通过传送阵去往了九十三层 与九十二层一样 这一层中间也有着一座神像 二话不说直接展开九天赤煞剑阵攻击神像 抢在神明投影降下之前将神像毁掉 我看见又一个神明投影还没凝聚就消散 心情好地吹上了口哨继续前往下一层 谁让你们出场前摇这么长了 天空塔外边渤海海滩上已经聚集了数万的职业者 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职业者从各地传送过来 自从我超过叶青松的记录创造历史后 就有越来越多的听到消息的人赶来这里 想要看看我最终会到第几层 然后在场的数万人都目睹了一件诡异的事情 我在上了九十二层后 爬塔的速度变越来越快 短短几分钟便直接冲上了九十九层 已经没有人能解释天空塔内部发生了什么 他们只知道现在天空塔发生的一切都是神机 天空塔内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是万众瞩目 我摧毁掉九十九层的神像后 前往顶层的传送阵出现在了面前 我看着眼前的传送阵 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与激动 虽说这最后几层都是逃克过来的 但这天空塔的强度 已经能赶上在王之买谷地副本中的神话试炼了 真不愧是神机副本的隐藏任务 想要闯到一百层开挂都不够 还得专门找这个副本的漏洞 这任务怕是没准备让人完成 自言自语吐槽着 踏进了前往第一百层的传送阵 一道白光闪过便来到了天空塔 第一百层 引入眼帘的居然是一个小花园 我终于冲到了天空塔的最后一层 可这一层却没有任何boss怪物 而是一片蓝天白云下的花田 在花田之中我的小女友李雪儿正坐在其中 可李雪儿才二十几 而面前的女子散发的气息 甚至比欢愉之神还要强 明显是一尊高位格的神明 李雪儿耐心解释说她因为某种原因 在十八年前失去了神格 从神界坠落到人界 转世成了李雪儿 不过我在失去神格之前 就将我所有的力量和记忆封印在天空塔中 当天空塔能量产生波动的时候 封印就会松动 我会短暂恢复身为神的记忆 直到天空塔重新恢复稳定 你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我有双重人格 在天空塔能量稳定的时候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 而只要天空塔产生波动 我就会变回神明 我虽然知道李雪儿隐藏着某种秘密 但没想到这秘密竟然这么大 从凡人直接变成神这个跨度未免也太大 李雪儿嘴角上扬情着微笑 不过话说回来你才四十五级 到底是怎么登上这一百层的 我记得天空塔的隐藏难度 九十一层往后都是神明投影了吧 我还以为等你到这里的时候 至少都得八十几往后了 那还不简单在那些神明投影出现之前 把神像毁掉就是了 李雪儿先是一阵随即扑斥一笑 不得不说真有你的风格 恐怕那些神都快要气死了吧 恐怕谁都想不到 曾经那么多神明争夺的天空塔 最后落到一个四十五级的凡人手中 什么意思我会拿到天空塔吗 这不是一个神奇副本吗 国海上的天空塔副本 只是神奇天空塔是演化出来的副本 这个神奇副本存在的意义 就是给神奇天空塔寻找合适的主人 只要有人能在天空塔隐藏难度下登上一百层 就会获得天空塔的控制权 阿言你可是天空塔落到人间一万年来 第一个在隐藏难度下登上天空塔一百层的人类 等你结算副本奖励的时候 应该就能获得天空塔 听到李雪儿这番话 我也不由有些激动问答 天空塔有什么效果 我只能说天空塔是神界第一神奇 我文言瞳孔微微一缩满脸震惊这么猛啊 毕竟上一次诸神黄昏就是天空塔引发的 大量神明因为争夺天空塔而陨落 最后还是神王看不下去 献剂了自己力量来破坏天空塔 让天空塔变成了余神无用的沸铜烂铁 这才止住了争端 神王让天空塔变成沸铜烂铁 那这神器不是沸铜烂铁 听到李雪儿这番话 我嘴角不由抽了抽 本以为自己能得到一件无敌的神器 怎么就又变成了沸铜烂铁 李雪儿反问我 如果天空塔不变成沸铜烂铁 你觉得这座塔能在渤海上助力一万年吗 它要还处于巅峰人间 早就成为神明战场了 说得到也是 若它现在还神界第一神器 也不会落到我手上 我这算是剪了一个漏势 不能要求太多 不过你也别太失望 我在天空塔里也待了这么多年了 意外发现当年神王并没有破坏天空塔的核心 这座塔还是有机会恢复到巅峰的 那该怎么恢复 我只是力量和记忆被封印在天空塔 又不是天空塔的主人我怎么知道 总之具体要怎么让天空塔恢复至巅峰 那就是你成为天空塔主人之后要考虑的事 我没有在追问天空塔的事 而是看向李雪儿 其实我现在更好奇的是关于你的事 李雪儿主动凑上前笑音音 你是想要深入了解我的全部吗 我可能这笔尖都要碰到自己的李雪儿 心跳骤然加快 耳根子泛红不由后退 雪儿你靠太近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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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呆瓜就是呆瓜呀 稍微一逗就脸红了 李雪儿哥哥直笑随即认真道 说实话我的情况很复杂 目前不止一个神明在寻找我还活着的踪迹 为此我不得不割裂自己的记忆 就是为了彻底伪装成一个凡人 张元现在的你知道太多 除了给你带来危险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 李雪儿思索片刻后说道 在你把盯上你的那个魔神解决之后吧 听到李雪儿说这话的语气 我至少能猜到一些事 李雪儿的神明位格 或许比诅咒王背后的魔神还要高 好了今天我和你说的也够多了 再聊的话就有暴露的风险 李雪儿主动结束了对话对我嘱咐道 阿元你我今天的对话只能存在这片空间 在你出去后不要跟任何人说起我的存在 包括我自己知道吗 笨我知道 随后我便回到了天空塔中 系统的奖励声音也随之响起 恭喜到达天空塔100层 现在开始结算奖励 获得玄水珠魔剑阵图 展开剑阵凝聚至多十道战卢剑阴 战卢剑阴不造成伤害 每道战卢剑阴可谓自身附加一次免伤护盾 该护盾能够无视规则抵御任何伤害 剑阵冷却时间为一天使用此剑阵需要战卢剑 获得残缺神器神器天空塔 石油者可消耗固定10%最大生命值 重置技能或装备冷却时间 消耗的生命值一天内无法恢复 生命值为一后无法再重置冷却 神器任务一寻找天空之时 等我看到这两件宝物的效果倒吸了两口两起 玄水珠魔剑阵简单来说就是一天提供十次无敌 天空塔可以消耗生命值来重置技能冷却 这就意味着我完全可以利用天空塔 不断刷新玄水珠魔剑阵的冷却 这样一来我只要有生命值就能全程保持无敌 这下真是无视敌人防御又无视敌人攻击了 将阵图和神器天空塔收回储物空间后 面板又弹出一条消息 你已完成天空塔最终任务获得天空塔最高权限 是否关闭天空塔副本 天空塔副本就消失了 傻子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虽说如今的天空塔已经是诸神看不上的沸桃烂体 但我要是大张旗鼓地显摆自己有天空塔 保不起有心术不正的眼神来找麻烦 我退出副本后便看到海滩上已经站满了 出来了张神出来了 张神能不能告诉大家您是怎么通关一百层的 张神您能不能带我刷本我可以出钱 几乎是瞬间我便被人潮淹没 吓得我立刻使用了强制回程卷轴传回京都大学 一口气闯了天空塔一百层 此时我已经疲惫到极点 于是便静止赶回零号宿舍准备每每睡上一觉 当我走到宿舍门口时 忽然感觉有一道异样的视线在盯着自己 不由回头看去却发现自己身后一个人都没有 是因为太累了所以出幻觉了吗 我嘀咕了一句也没有太过在意刚才的错觉 而此时在路口的拐角处 一个双眸空洞学生正贴着墙壁 面无表情地看着自己正前方 忽然那学生嘴角勾气诡异的微笑长到 而我一进三楼的宿舍自己面板上便弹出一道提示 进入特殊领域请选择一个祝福效果 一每天永久加持随机属性 二经验每秒增加一百点经验 三地域自身等级的召唤物每天提升一级 看到面板上的三个选择 随即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个 我现在的四维属性都已经突破了六位数 每天涨时的随机属性完全没有意义 而第二条更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现在已经45级距离70级就剩25级了 正愁经验太多了 我不可能给自己挖坑 选完房间祝福之后便倒头就睡 这一睡就是十多个小时 等我起床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而欢愉之神就翘着二郎腿坐在床边 睡眼惺忽的我向欢愉之神打了一个招呼 随后意识到不对劲猛然惊喜 问他怎么在这里 欢愉之神瞪了我一眼怒道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在这里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 我有些猛逼没搞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火气 此时欢愉之神有些暴躁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我捏的转之神像给毁了 听到欢愉之神的这番质问 我瞬间便明白了欢愉之神找自己什么是不由的 你也没说不能破坏啊 欢愉之神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的确他是没说不能破坏神像 但有哪个闲的蛋堂 没事做的傻瓜会花大力气去破坏一个 没有任何收益的神像 欢愉之神直勾勾的探着我百思不得其解 最后只能说到 张远你知道你毁了神像后 给你自己造成了多大损失吗 我听得有些猛毁的是欢愉之神的转之神像 自己能有什么损失 欢愉之神没好气到 在你毁坏神像之前 我已经成功将水之女神捉弄苦 并且搞到了战颅石 或许是我做的太过火 火之女神看不下去了 扬言要帮水之女神出口气 那火之女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五吃疯婆子 她在神界追了我十万八千里 结果就在我要跑掉的时候 你突然把我的神像给毁了 害得我神力出现波动被她抓住 就是因为你的乱爱 我不仅被那疯婆子胖揍了一顿战颅石 也被她抢走了 那现在该怎么办 要是没有战颅石 我的战颅剑就不能升级为神器 这可是卡我一辈子脖子的大事 欢愉之神却是眼珠子一转 又装作一脸为难的样子 其实也不是没有其他办法 只是需要辛苦辛苦你 我看到欢愉之神这做做的表情 忍不住吐槽的 都是千年的狐狸 要我做什么就直接说 没必要演这一套 希希我这不是怕你拒绝吗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火之女神是一个头脑简单 满脑子肌肉的五吃 她最爱做的事就是找人打架 所以我在被她抓住的时候 为了让她放过我 哦不是 是为了拿回战颅石 就像她提到了 你提我干嘛 我在她面前把你吹得天花乱坠 说你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如果她和你同等级的话 她绝对不是你的对手 火之女神一听这番话 那就像是要喷发的火山 非要让你和她打一架 你让我我去打火之女神疯了吧 我听得有些猛自己虽然是逆天 可也没逆天到现在就能干过神明吧 欢愉之神立刻道 你放心不是让你和她本尊打 咱们这里不是有新神赌斗副本吗 火之女神会在新神赌斗副本里降下投影 在副本中她的等级会和你一样 属性也会有相应的平衡 你去副本里和她打一架就够了 我也不需要你剩了那疯婆子的投影 只要你陪她打得尽兴 你之后凭我这三寸不乱之舍 我一定给你把战颅石要来 我思索片刻后最终还是选择答应 不管这件事是不是欢愉之神 为了故意找乐子而促成的 我破坏转职神像 导致欢愉之神被抓也得被一部分活 这个苦差是不得不接下 另外现在有了神器天空塔和新的阵斗 与一尊神兵投影对战正好是意识强度 等欢愉之神走后 我正准备起床洗漱 忽然感觉自己储物空间中有什么动静 立刻检查自己的储物空间 只见那颗深红龙蛋正在不断晃动 红色的蛋壳表面已经出现裂纹 隐隐有破壳而出的迹象 我的深红龙蛋终于孵化出来了 并且还汲取了星神之力进化为了星辰之龙 仅仅是一级思维属性就全部高达一万 而且不但能免疫魔法伤害和负面效果 甚至还能和人类一样抽取命座 随后我便给它起名叫做宝顺 下一秒我的面板上就出现一条提示 宝顺已与你签订契约你们将共享命座加成 顺命座已加入卡时 看完后我的内心已经抑制不住的兴奋 这么说自己日后岂不是可以拥有双满命 收拾好心情我便前往星之力进赚取星之石 进入副本我并没有自己动手 而是将宝顺召唤出来展开见证 宝顺骤然获得我命座的全部加成 然后他发出一声嘹亮龙银 向星之骑士们喷吐龙溪 星光龙溪席卷大地24个星之骑士 瞬间化作灰烬 成功击杀星之骑士经验增加10万 获得星之13万美 宝顺等级提升为5级 我和宝顺的经验获取比例是1比9 而且召唤之书还会给星提供额外经验 即便这样宝顺也才升到5级 那等宝顺等级高了所需要经验又得多少 将宝顺收回召唤空间时 顺便查看他现在的属性 发现他的思维属性已经全部变成了5万 生意级就加亿万的思维属性下了一我条 现在的鬼神建筑 可是用两颗神级觉醒师转直出来的 即便是这样生意级思维属性提升加起来 也就2000 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 收起震惊的心情后 我便进入了《星神堵斗》副本 随着一道白光闪过 我被传送到了一个古代决斗场中 一道充满压迫感的女生在决斗场中响起 张元你终于来了 随后决斗场中央燃起了一团炽热的火焰 一个穿着台甲火红长发的女子从火焰中走出 炽热的火浪拍打到我脸上 直接击穿了研磨披松的火焰抗性 烧得我全身火辣辣的疼 我眼神一鸣立刻对那女子使用深渊之眼 火之女神投影等级已压制为45级 虽说这火之女神投影只有45级 但我感觉这投影能够把90级的生红之龙给生死了 想把我立刻展开剑阵覆盖整个决斗场 借用剑阵削减火之女神的速度和伤害 火之女神在我的剑阵中跳了跳 发现自己的动作变慢了许多不由效 看来欢愉真没骗我 你这凡人的确有意思 你的领域居然能对我产生压制 火之女神周身燃起火焰 她的动作重新变得流畅起 剑阵对她的压制效果全部无效 我见火之女神气息重新上涨 并不感到意外 毕竟对方是神 如果连清楚剑阴效果的手段都没有 那这个神未免也太水利一些 随后我默默地祭出赤销剑和战炉剑 同时使用了九天赤煞剑阵和玄水珠魔剑阵 随即用剑领武库不断复制飞剑 杀内剑 决斗场上空出现数万把附加赤销剑一的红色飞剑 我的周身围绕着十道蓝色战炉剑一 火之女神见我搞出来的阵仗兴奋地点了点头 手中顿时凝聚一杆火焰长枪对我笑了 小子你要是能够让我今天玩得尽心重重有解 火之女神请赐教 我话音落下万把飞剑从轰而落 汇聚成一条钢铁巨龙向火之女神席卷而去 火之女神舞动长枪 以雷霆万军之势正面迎上万道剑影 滚滚烈焰吞噬着决斗场中的一切 我的飞剑全在眨眼间化作铁水 小子这可远远不够 火之女神长笑一声他腾空而起 枪间的火焰化作不死的凤凰向我俯冲而来 瞬息之间我就被烈焰凤凰吞噬 整个决斗场化作一片火海 火之女神站在高空俯视着下方一片火海 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就到此为止了吗 下一刻一道剑光冲出火海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划破空间 一幅断穿火之女神的胸口 打出了13位数字的爆炸伤害 火之女神看着自己胸口出现的血动 眼眸中闪过一丝惊骇 这伤害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怎么一下子就把她的锁血被动都给打出来了 而且不仅仅是伤害问题 方才飞剑的速度对她来说并不快 她完全有能力反应过来 但却不知为什么飞剑袭来的时候 她根本就无法割打 火之女神看向那把飞回我旁边的七星龙渊 瞬间便想明白了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由的 张元没想到你还藏有这种宝贝 看来你的神器有必定命中的效果 差点一下就把我给带走了 我也得认真了 说吧火之女神胸口的血动便是迅速愈合 她剑底的生命值重新恢复 与此同时她的头发也变成火焰 全身上下都涌动着滚滚热了 这个副本的空间都因为高温而变得扭曲 我见到火之女神要进入第二阶段 眼神微微一鸣 又将七星龙渊剑收回剑阵空间重新蓄力 我从未指望过自己能一剑带走火之女神投影 不过一剑不行那就两剑三剑 烈焰焚身的火之女神 见到我这个举动别嘴一笑 你是要顾忌重施吗 可我不会再给你第二次出手的机会 当过火之女神握着长枪 如同一颗毁灭陨石向我促冲而来 大量复制飞剑凭空出现 像机关枪子弹般射向火之女神 试图阻挡火之女神的攻势 不过我的复制飞剑都是最普通的铁剑 它们根本就承受不住火之女神周身烈焰的高温 所有飞剑都没能碰到火之女神 便再次化作铁水 小子看枪 火之女神立刻出声枪出如龙池吸我的要害 这一击若是命中我必定会生命之归零 而此时一道战炉剑一化作护盾 轻松挡下了火之女神的攻击 我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火之女神注意到我周围缭绕的战炉剑 一直剩下八把 当即想明白我还能免除八次伤害 这时我再一次蓄力完成 七星龙渊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席向火之女神 火之女神不躲不必任由七星龙渊剑刺穿自己身体 但这一次火之女神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张元可不止你一个人有免伤手段 火之女神笑着七星龙渊剑周围突然浮现大量火环 直接将七星龙渊剑控制住 火剑装立刻尝试收回七星龙渊剑 却发现在火环的压制下七星龙渊剑完全动弹不得 别白费力气了在烈焰火环的压制下 你的神器已经无法参与这场战斗 张元我很好奇没有了避重神器的你还有其他手段 火之女神咧嘴一笑再一次向我冲 不过这一次她转换了攻击方式 从势大力尘的攻击转为高频率快速刺激 数到枪影瞬间就将我的战炉剑一消耗光 如果你就只有这点手段的话 可还不足以让我精心哦 既然女神大人都这么说了 那我再不动真格的话就不礼貌了 我微微一笑宝顺猛然从召唤空间中冲出 出其不意的将火之女神扑倒在地 张口对着火之女神的脑袋喷出 形成龙溪 与此同时 我直接消耗巨量精神力复制十多把七星龙渊剑 先把宝顺收回后火之女神还没来得及站起 十多把七星龙渊剑变尽数插在她身上 当场让火之女神投影的生命值归零化作火光消散 而我就只是复制了七星龙渊剑几秒钟 自己的精神力就消耗了劲板 让我不得不散去复制七星龙渊剑 这时火之女神的笑声又一次在决斗场中响起 那些散去的火光重新凝聚成火之女神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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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痛快 你竟然连比我用出涅槃重生的技能张员我认可你了 火之女神大笑着她的气息开始飞速上涨 整个人彻底变成火焰形态 决斗场副本的观众席在这一刻被火焰焚烧为灰烬 弱大的古代决斗场变成了火焰决斗场浓烟遮天蔽日 三阶段张员在这个等级下 我已经没有任何所屑和复活的手段 你如果连这个阶段的我都能击败 那我不仅会将战炉使给你 我还会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话音落下火之女神顿时奋出十道烈焰分身 我剑状便意识到自己没法再复制七星龙渊剑攻击火之 女神转而消耗生命值 悄悄用天空塔重置了玄水珠魔剑阵 同时用剑领武库复制出一百把紫幽剑 虽说复制赤紫幽剑同样会消耗大量精神力 而且威力还不高 但以我现在过半的精神力外加剑阵恢复的精神力 能够为一百把紫幽剑一分多钟 我虽然可以复制数万普通铁剑 但那些铁剑都是繁体 碰都碰不到火之女神就会化作铁水 九天赤煞剑阵削减等级的效果发挥不出来 铁剑数量再多都没用 而紫幽剑是实施装备 勉强能抗住火之女神外围的火焰温度 现在火之女神投影只有四十五级 如果我在一分钟内用一百把紫幽剑击中火之女神四百五十次 那就能获得胜利 难度不小 但和召唤物们配合的话可以一时 开战开战了 我和火之女神终于开战了 而且我还以凡人之躯将他给打到了第三阶段 随后我便召唤出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 他们一左一右的攻击火之女神 火之女神当即舞动长枪 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瞬间阵亡 攻势并未停止 地狱炎魔羊抓住了这个空档 一个冲撞顶到火之女神腹部 与此同时大量复制紫幽剑凭空出现 携带赤削剑一攻击火之女神 短短一个呼吸火之女神便被击中数十次 等级也随之下降了六七级 火之女神力哼一声再次挥动烈焰长枪 地狱炎魔羊当场被撕碎 大量紫幽剑被烈焰风暴吹飞出去 而就在这时火之女神发现自己被笼罩在阴影之下 他抬头看去只见星辰之龙俯冲而来 咚了一声大地震动宝顺死死压住火之女神 与此同时大量附加赤削剑翼的紫幽剑凭空出现 我再一次顾忌重拾宝顺回到召唤空间 大量紫幽剑落下不断集中火之女神 火之女神的等级也跟着疯狂下降 火之女神试图爬起来 但大量飞剑的攻击连续不断刺中她的身体 持续打出僵直让她起身无比艰难 在火之女神看来这些飞剑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大 她完全搞不懂我想要干什么 因为削减她投影的等级根本就没有异议 十秒不到一百把紫幽剑循环攻击了数次 直接将了火之女神的等级削减到异议 我的被冲触发直接斩杀等级以下的任何目标 成功击溃火之女神投影经验加20亿 独享90%经验的宝顺 直接从5级飙升到33级 而喝汤的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 也跟着升到了37级 这时欢愉之神出现在副本中鼓掌笑道 真不错呀张元 你居然还真把那疯婆子的投影给击溃了 现在我真的好想知道那疯婆子的表情 突然一只火焰剑破空而来 直接射中了欢愉之神的脑门 让欢愉之神投影当场消散 我眼神微微一变扭头望去 只见火之女神心的投影从烈焰中走出来 她手中还拿着一把火焰凝聚的长弓 那乐子神废话还真多早晚射报她的真身 火之女神冷冷说一句将烈焰长弓收起 随即取出一枚湛蓝色的金石丢给我 我接住湛蓝色金石的瞬间 便感觉里边涌动着澎湃的水粘素 为了拿到这个湛炉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先是忽悠欢愉之神去弄哭水之女神 还要闯过欢愉之神的试炼副本 最后甚至还要和火之女神的投影战斗 一块小小的石头竟然和三位神明扯上了关系 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湛炉进阶后我就能将其抽到满阶湛炉 七星龙渊剑的威力这段时间我已经深有体会 现在我无比期待满阶战炉剑会有什么效果 开怪一石爽一只开怪一只水 等出了副本后便去搞神之石 这个月还有两次满幸运的抽卡机会 如果运气足够好能把战炉剑也抽到满阶 就在我还在想着去哪里搞两颗神之石的时候 火之女神的掌心已经悬浮出一团温和的火焰 张员我还有一件宝物要给你 这时小脸区飞顶着爆炸头发型 嘴里还冒着烟的欢愉之神又从虚空中探进一个头了 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火之女神 可以重铸神器让其货更强的力量 张员这可是不得了的宝贝 我记得曾经锻造之神为了向疯婆子借永恒之言一用 特意花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耗费了无数神级材料 专门给疯婆子打造一杆神枪作为礼物 即便是这样疯婆子也没把永恒之言借给锻造之神 他现在竟然把永恒之言白送给你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听到欢愉之神这番话也不由震惊地看向火之女神 火之女神这宝物是不是过于珍贵 火之女神却丝毫不在意说道 我听欢愉说了你身上背负着魔神的诅咒 我还想等着你完全成长起来后 可我痛痛快快地打一场 你要是在这之前死了 那我的这个愿望不就落空了 锻造之神已经销声匿迹很久 你拿着永恒之言或许就有机会将它引出来 到时候你让它帮你强化你的神器 那你击败魔神的概率也会大不少 我从火之女神手中接过永恒之言 随即便感觉到有一股温和的力量传遍自己全身 火之女神见我收下永恒之言 又瞥了一眼直勾勾盯着永恒之言 哈喇子都快流出来的欢愉之神对我提醒他 张元你记住了 欢愉现在肯定在想法子从你手中绑到永恒之言 所以之后无论欢愉说什么 你都别把永恒之言给他 最好看都别给他看明白了吗 我点了点头将永恒之言收进储物空间 欢愉之神立刻向火之女神抗一抗 我跟张元什么关系 岂容你这松婆子在这里挑拨离间 而我向火之女神微微行礼 火之女神含笑点头随即便是化作火光消散 下一秒星神赌斗副本的传送出口出现在决斗场中 欢愉之神立马拉住我扭捏倒 张元那个我想你能不能 我听后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欢愉之神 直接走进传送出口 伏射后我将战炉剑和战炉石一起拿了出来 随着战炉石化蓝光没入战炉剑内 战炉剑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势 浩瀚的水元素充斥在宿射中 战炉剑神器任务战炉剑进化为神器 可精炼到三阶以上 神剑战炉攻击力加三万伤害增加300% 自动护主持有者免疫谁属性攻击 且可反弹谁属性攻击 持有者的伤害将转化为临时护盾持续到战斗结束 持有者护盾存续期间每秒回复10%最大体力 精神力消耗减半无视装备等级限制 我看到战炉剑进阶后的属性眼睛不由一亮 现在最缺的就是精神力 而这战炉剑能让精神力消耗减半 算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这时白正国来电 我立刻收起战炉接起电话 为白老有什么事吗 电话另一头的白正国上来就问呼吸有些急促 闯上天空塔100层的那个张元是你吗 是我 已经传到您那里去了吗 何止是传到我这里来了 现如今全世界都发起了寻找张元的活动 小子你现在可真是爆火了 你现在赶快来找我一头 随后我便挂断电话前去寻找白了 白正国坐到沙发上笑着说道 首先是你完成了深渊攻略小组的任务的奖励 按理说依你所做的贡献 直接晋升为史诗冒险家是没有问题的 但冒险家协会有规定 冒险家想要晋级为史诗 极光有贡献度是不够的 必须要进行史诗试炼任务 这一点即便是身为会长的我也没法改变 所以根据系统结算 你这次任务的贡献度奖励是100万 但你的冒险家等级只能提升为白金冒险家 交易所会员等级提升到四级 这个你有问题吗 没问题 100万贡献度如果到黑市去换取金钱 其实也就一个亿 这对我来说其实并不多 自己现在随便去交易所卖点淘汰的传奇装备 身价就能暴涨成百上千亿 但这并不代表我不需要贡献度 这贡献度最为关键的是解锁冒险家协会的商店 那里边可是有不少好东西 如果没有足够的贡献度看都没资格看 目前只是冒险家协会官方给你的奖励 我也算是你的长辈你表现这么出色 我个人想额外给你一个奖励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都可以要吗 你尽管开口 我当会长这么多年了还是有一点积蓄的 有道是有不过你要那玩意干什么 神之石本来就会抽卡还没有保底 大概率抽出一堆垃圾 你选未绑定神之石可远不如一件传说装备实在 白老我现在一身传说装备 目前对传说装备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只想要神之石 对其他人来说一枚神之石大概率抽出一堆破烂 能抽到命座或者砖武就已经是祖上冒清烟 如果让人选一件传说装备或者神之石十连抽 99%的人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无能选择传说装备 但对我来说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十枚神之石那可就是十把砖武合起来 就是两件神器 白正国奇怪的看了我一眼 随即从自己储物空间中取出一个盒子 好吧既然你想要的是这个 我这里还有十枚没绑定的神之石你都拿去 我看到白正国递过来的盒子不由惊呼出声 居然有这么多 白正国继续道 我也知道你们年轻人喜欢抽卡石的刺激 但是孩子你今后的路还很长总归要脚踏实地 你偶尔玩一次没什么 但不要把所有资源都投入到抽卡中那是个无敌 白老我明白了 我并未解释自己抽卡必出金的事 按耐住内心的兴奋 郑重地接过装有神之石的盒子 白正国微微一笑随即道 第一件事算是完了 咱们来谈谈第二件事吧 见白正国提起我不由问世天空谈吗 白正国点头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大夏帝国除了要面对深渊威胁以外 还得提防其他国家的被子 也不满你 我们大夏帝国在经历了三十年前的血战之后 之所以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他国家在暗中搞破坏 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间谍潜伏在国内 暗中收买我国近三十年来诞生天才 如果收买不成 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的毁掉他们 也就是说我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的间谍盯上 白正国纠正道 不是可能是一定 深渊恶魔虽然邪恶残暴 但更狠毒的是人心 接下来他们们一定会不择手段的接近你收买 一旦收买不成 他们一定会毁掉 那我该怎么做 白正国又取出一枚黑色的徽章递给我 我接过徽章查看属性 错乱徽章 不高于持有者等级三十的对象 对持有者使用探测术实 将获得错乱信息 此徽章在储物空间依旧有效 这是我托朋友专门帮你打造的特殊视频 你待在身上后能帮你过滤掉百分之九十的麻烦 我心中有一阵暖流 流过随后与白正国聊了一些家常 然后便告别了白老前往帝国交易所 只是上架了自己淘汰的装备 就惊待了世界各地的所有买家 这一刻全国各地的奢华庄园 以及个大高等级副本内 凡是收到交易所这条消息的地方 进阶炸开了锅 谁这么豪横竟然拍卖五等级的传说装备 妈呀增加百分之五十的精神力 我拿到不是原地起飞 快尽可能的变卖家常 我必须要抢到这件装备 一时间大下帝国上层圈子沸腾起 帝国交易所上突然多了大量法系装备和材料 我上架的圣灵之冠 没有哪个法系职业者能抵挡得了诱惑 而上架圣灵之冠的 我并不知道自己扔了一个核弹出去 我买了一些红药水和蓝药水后 便直接回到了学校 反正开卖完后 交易所会自动将钱汇到账户上 卖多卖少都是个原我并不强求 我在神之宝库用了两次抽奖机会 满街七星龙渊用了五次机会 一个神级任务用了一次 目前还剩下两次抽奖机会 现在一个月十次根本就不够用 要是绝对幸运这个天赋能升级就好 想到我拿出命运罗盘 又取出两枚位绑定神之石送进命运新阵中 随着神之石化作光芒涌进命运新阵 大量红色卡片开始在法阵中转动 下一刻一张红色卡片飞出 整个宿舍骤然充斥着金戈之气 我见抽凯一向不是战炉剑顿时禀心灵神 死死盯着空中那张卡片 紧接着卡片化作一把金色长剑 剑身上涌动着无穷剑影 神剑纯军攻击力加一千 自动护主持有者免疫金属性伤害 此剑每次攻击削减目标1%最大生命值上限 神器任务斩杀山海巨人王 备注十大剑气之一护主当魔嫡喜天下 看到纯军剑的效果后 我瞬间便明白这把剑是用来打攻坚战的 以后不管遇到血量多后治疗量多高的敌人 纯军剑出手100次攻击直接解决战斗 当然如果单单让一把纯军剑攻击100次那难度还挺高 但别忘了我可是有剑林武库 直接复制100把纯军剑一次攻击便解决战斗 就在我查看纯军剑属性的时候 另一张红色卡片从命运星阵中飞了出来 一道嘹亮的龙银声顿时吸引了我的注意 只见卡片上有着一头星辰巨龙 没等我召唤宝顺便自己从召唤空间中飞出 一脸激动地看着空中的红色卡片 似乎知道卡片中的力量是什么 下一刻卡片化作红光没入宝顺体内 宝顺的气息顿时长了一大截 见状我立刻查看宝顺的命座属性 命座一星辰龙龄 物理伤害减免提升至99% 我看到宝顺命座一普世无华的效果有些猛 99%的物理伤害减免这跟免伤有什么区别 最重要的是我能和宝顺共享命座加成 也就是说我也有99%的物理伤害减免 我本身有特等功勋章的10%减伤 天赋无畏之躯的80%减伤 七星龙渊剑还能减少非神明生物90%的伤害 这些累加起来只要不是神 那再高的物理攻击对我都没有伤害 而就在这时一枚新的神之石在我面前缓缓凝聚 我看到新的神之石先是一正 随即才意识到这是抽到宝顺命座送的石头 看来这抽卡还是挺公平的嘛 不管是人还是龙只要抽到命座都会赠送神之石 我笑着接受了这个意外之喜将神之石收了起来 要不是这个月的满级幸运次数已经消耗完 我高低的再表演一次一抽满命 只是现在这个壮局得留到下个月去了 这时我的手机再一次响起 这一次是老师陈云的电话 今天是真有这么忙吗事情一件接一件的 张元明天就是新生入学考试你准备的怎么样 文言我一愣 怎么还有这种考试 我就知道你都入学快一个月了 一次公共课都没去上 不是刷副本就是泡图书馆 能知道新生入学考试就怪了 劳烦陈老师给我讲一讲吧 我打电话过来就是为了给你讲这件事 新生入学考试是你们大意新生在新生集训过后 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这场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测试 新生们有没有能力跟上京都大学的强度 所有在这场考试中表现不合格的新生 都会被直接退学 我听后不由一经居然这么严格 毕竟京都大学是大厦第一学府 我们学校不受庸采 在新生入学考试中不合格的人 注定是跟不上京都大学的节奏 无法获得任何资源 张忍我知道以你的能力 闭着眼睛也通过新生考核 不过学校也有学校的规矩 你如果不参加考试的话 还是会被判定林尊 一旦你被判定林尊 就算是校长也没法将你捞回 所以不管你明天有多忙 都必须要去参加考试明白吗 我知道了 谢谢老师提醒我 明天一定准时到考场 哦对了朱永福托我问问 校园竞技联赛 马上就要上报参赛成员名单了 你有没有练到35级 陈老师我45级了 陈云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记得我答应朱永福 参加校园竞技联赛的时候 才29级吧 这才过了几天就升到45级了 要知道京都大学绝大部分学生 到大四的时候才40多级 其他大学的学生升级更慢 直到毕业恐怕都30多级 于是他再次问我多少级了 老师我45级了 这一刻身为教导主任的陈云 发自内心的说出了一句 不符合他身份的话 你是开挂了吗 不行你这消息太过炸裂容我缓缓 陈云心脏有些接受不了 直接挂掉了电话 不就是升级快乐点吗 至于这么震惊吗 我嘀咕了一句 不过倒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去学校图书馆学习恶魔语到晚上 然后回宿舍 每每睡上一觉养精蓄锐 一夜过去宝顺 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 各自升了一级 我洗漱完成后便赶往考试会场 等来到广场上的时候 这里已经聚集了 一千多个大义心声 他们各个朝气蓬勃充满着自信 对未来充满的希望 这时我听到熟悉的声音闻声望去 只见苗书兰正站在李雪儿旁边招手 我走上前去笑着招呼他 两位早上好啊 苗书兰笑呵呵的看着我说道 张远你还真是一个大忙人啊 开学这么多天了 我连你一面都没见到 要不是雪儿说我已经见过你了 我都以为你退学 最近是有些忙到是你们两个关系越来越好 我们可是双人宿舍的社友 我现在跟李雪儿的关系可比你好 是吧雪儿 那是当然 李雪儿笑呵呵的附和 就在和两女聊天的时候 一道略微有些凌厉的声音喊我的名字 扭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发泡 长相清秀的男子气势汹汹的走了过来 我疑惑的问来人咱们认识吗 描述栏给我介绍到 他叫江云是咱省高考的榜野 在新生集训中表现最为亮眼 直接就进了玄龙学院 江云死死盯着我说道 江云自从高考输给你后 我便是日益基业的努力 如今已有极大的进步 你敢不敢和我再比一场 升级速度的确很快 不过队已经杀过恶魔大功 跟神明投影打过架的我来说 25级的江云根本就提不起兴趣 于是我摇头说道 算了吧我来就是为了拿个合格 对比赛没兴趣 江云挑衅道 你是怕了 就当我怕了吧 江云看到我这摆烂的态度当场破防 面对江云的破防我并不予以理会 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 而且还没什么仇怨 要是真答应比试 我怕自己一个普攻就把对方送走了 江云见我依旧不理会 他顿时热血上涌 当着大量新生的面 直接召唤出了大量机器虫怒道 张云今天你就是打也得打不打也得 过去是江云这番咄咄逼人惹恼了宝顺 我都还没有任何表示 宝顺便是直接从召唤空间冲出 一脚将几只机械虫踩便冲着江云咆哮 猛烈的风暴吹得江云的头发倒竖起来 他召唤的所有机器虫全部瘫痪闪烁火花 成长到三十多级的宝顺 体型已经比刚出生的时候大了两三倍 此时他就如同一座小山俯视着呆入目击的江云 江云仰头与宝顺对视彻底猛了 什么情况 这是龙吗 张云不是见证师吗 怎么能召唤龙 我是在做梦吗 这一刻江云脑海中闪布无念头 然后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 脸颊活拉拉的疼痛 让江云意识到这并不是做梦 他脸上逐渐浮现惊骇之色一脸 不可置信的叮嘱 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居然真的有一条龙 众新生学员纷纷议论着 在今天之前他们其实有不少人 都对我没有参加新生集训这一世颇有非议 但在见到我的龙后全都释然了 都有一条巨龙了 谁还乖乖去参加新生集训 多刷点本升级不相骂 这是一道钟声响起 陈云出现在了空无一人的讲台上 广场上的新生们纷纷看过去 同学们新生入学考试即将开始 在考试之前我先简单讲一遍规则 这次新生入学考试是一个20级的秘境副本 考生两两组队随机分队 只要通关副本 不论双方贡献大小两个考生都算合格 当然如果没有通关副本的话 不管什么原因两人都不合格 所以这次考试希望分到一组的学生能通力合作 这是一个学生举手 老师随机组队的话 如果是两个没有输出能力的辅助分到一起 那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次秘境副本内容是会根据组队情况变化的 如果是两个辅助随机抽到一起 那考验的就是辅助能力 只要你们能力足够就不存在在通不了关的情况 具体的分组情况 教务系统应该都发到你们各自的手机中了 你们自行找到队友 然后进入副本就算考试开始 陈云说把广场中央电视凭空出现一个蓝色漩涡 新生们也纷纷拿出手机查看自己的队友 描述栏看到叫教务系统分配的队友眼睛不由一亮 雪儿我们居然是一队爷这下考试晚了 我见李雪儿和描述栏组的队 也打开自己的手机查看队友 结果就看到了江云的名字 我一愣诧异的看向江云 咱们居然是一队 江云尴尬的挠了挠头 都是缘分 我只是简单的刷个副本 就惊呆了跟在身后的小弟 只应当进副本的时候我便问他 是想自己在这副本中发挥意醒 还是让我带你过副本 江云听后笑的说道 我现在其实更想看看圆哥你的手段 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 圆哥你当时高考是怎么刷那么高级分的 想看我出手也行正好可以节约时间 我点了点头直接展开剑阵 整个小岛的直径也就两公里不到 我的剑阵轻松覆盖整座岛屿 下一刻在火伤口熄熄的保鲜兽上方 剑阵空间打开赤销落下 一瞬间我的面板上弹出大量击杀信息 整个岛屿的怪物全部被剑射死亡 一道金光从江云体内冲出江云当场生了一击 下一刻传送出口出现在我们两人面前副本已经通关 江云看着击杀信息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 惊恐的看向我说道 哥你这是做了什么开挂了吗 他甚至都没看到我出手怎么一个副本的怪就没了 这不是开挂是什么 放平心态机操罢了咱们出去吧 我又对江云笑了笑直接离开了秘境副本 我和江云从副本中出来的时候 广场中有一大半的新生还在找队友组队 这是有和江云关系比较好的新生不由问的 江哥你们怎么出来了 是副本出bug要不要跟陈老师说一声 和江云互相到了别后 我便去找到广场上的陈云 陈老师副本通关后 接下来还有其他安排吗 陈云惊呼一声随即调出秘境副本的后台 我和江云三秒的通关时间 赫然排在这次新生入学考试的榜首 陈云摇头笑了笑随即道 校园竞技联赛马上就要开始 朱老师那边的集训队已经开始集训 你今天要是有空的话就去朱老师那边一趟吧 我微微点头告别了陈云前往集训队的训练团 半路上我又一次感觉到了前天感觉到的一样 绝对有人在暗中跟踪自己 我新神一宁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一样 依旧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一般继续往前走转进一个拐角 在我后方一百多米处了 一个学生立刻加快速度跟了过来 那学生转过拐角的时候 一把剑直接抵住了他的喉咙 我冷声问他为什么跟踪自己 那学生非但没有慌张反而是咧嘴一笑 张员你警惕性还挺高的吗 见到学生的表情有些不对我眼神微微一鸣 你是深渊恶魔 学生咧嘴笑道 答对了有假 说着那学生便突然往前一送 直接让我的剑刺穿了他的脖子 这时不远处路过的两个女学生目睹到了这一幕 当即吓得脸色苍白高喊杀人了 那两个女生大声尖叫顿时吸引了不少学生过来 一时间大量学生成了我杀人的目击症 在京都大学校园内是严禁打架斗殴的 一经发现轻则处分既大过重则直接开除 在京都大学内杀人更是最为严重的罪行 顶格处罚甚至会直接废掉等级 然后移交警司依法处置 我看到周围围过来的越来越多的人 又看向倒在血泊中的尸体难难倒 深渊恶魔真是好狠毒的手段 那么多人看到我当众杀人现在要是平了的话 那就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可要是不跑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 接下来深渊恶魔肯定还有一套组合剂等周 让我没法洗清罪名 这是一个羊毛 很快收到消息的学校老师和教授们便赶了过来 飞快封锁现场控制住 这时顾兵营也赶来现场 他看到被控制的我眼神微微一面 不过还没等他说话一旁的老师便催促道 顾老师学生被杀没多久 宁先试试复活 顾兵营点头立刻对死亡学生使用复活技能 随着一道绿光笼罩住死者的尸体 尸体上的伤口迅速愈合 可学生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顾兵营眼神巨变说无法复活 一众老师听到顾兵营的话表情进阶一遍 这怎么可能顾老师你不是神级治疗师吗 顾兵营表情凝重并没有解释什么指示道 先疏散学生们把这件事不小的开院长会议 众老师见顾兵营这么说也没再多问 开始疏散周边围上的学生 毕竟顾兵营是他们学校唯一的神级治疗师 现在出现了一个连顾兵营都无法复活的死者 那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我瞧见顾兵营民众的表情不由问的 顾老师他为什么没法复活 是诅咒 他身上残留的诅咒之力 和三十年前诅咒王的诅咒力量一模一样 我瞳孔微微一缩当即明白深渊恶魔的用意 大下帝国只有我和诅咒王签订了契约 而且也只有我有诅咒王之认 换句话说 整个大下帝国只有我能使用诅咒王的力量 再加上有大量目击证人目睹杀人 这一下就人证物证据在了 我如果现在辩解死者是主动撞上线的话 估计也是苍白无力没人会信 不过我还是想辩解一下对顾兵营的 顾老师不是我杀的他 我相信你 顾兵营亲生说到但他的眉头依旧紧撞 但死者的身份很特殊 在现在这种情况就算我相信 如果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 我没法获你安全 死者是谁 他是京都五大家族之一 官家二爷的儿子官卢 自己记得大下五国老 其中有一位就是官家的老祖 谁约恶魔还真是挑了一个好替死鬼啊 我心中感慨开始思考这次的破局之法 孩子为了证明你的清白 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前 你千万不可暴力对抗司法机关 不然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你明白吗 顾老师放心我明白该怎么做 不会让恶魔们得逞的 顾兵营心为地点了点头 随即用技能将是官卢的尸体 动住维持住尸体的状态 之后靖思也派人前来 将我收押进看守所 而顾兵营则是找到了 顾兵营说了我事 顾兵营当即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立刻召开了院长会议 当然将叶轻松排除 顾兵营是不敢去想 当叶轻松知道 我被收押进看守所后 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 肆意是中断性猛的一拍桌子 岂有此理张元那孩子怎么可能杀人 他一定是被人陷害的 顾兵营劝道 段老师你这般激动无济于事 我们都清楚张元那孩子 不会做出这种事 但关键是我们需要找出 是恶魔控制官颅的证据 否则单凭我们一面之词 官家那边给不了交代 一旁火奉学院院长陆火奉此事也道 不仅仅是官家 我们学校许多学生 都亲眼目睹了张元杀人 如今社会舆论已经开始发叫 许多人都要严惩凶手舆论形势 对张元相当不利 段兴又怒道 真是岂有此理凶案发生不到半个小时 舆论怎么会发展得这么快 我不信没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 景冰云沉声道 的确段兴说的不错 我们可以从社会舆论上这块入手 一旁的徐婉婷当即问道 校长是要雇佣水军帮张元洗地吗 景冰云摇头 社会舆论无法影响司法机关的判断 对方在舆论上推波助澜 明显就是冲着我们学校来的 我们如果雇佣水军洗地 反而会让他们抓住把柄 小许学校先正常发布声明 就说学校已经了解到此事 并积极进行调查 不要给有些人攻击学校的机会 另外去查一查 万长安也收到了我在学校杀人 同时死者身上还残留有诅咒王力量的情报 万长安直接将一张石木桌子给拍死 这深渊恶魔真是越来越猖狂了 竟然都敢在我们大厦玩栽赃陷害这一套了 万长安光是瞧见情报中的文字描述 便明白我是被深渊恶魔栽赃陷害的 他了解我的性格 就算真要动手杀人也不可能做出当众杀人 而且还用诅咒王之力阻止对方被复活这种蠢事 万长安立刻套上军大衣对一旁的宁无为道 走给我去警司要人 宁无为连忙劝道 万战神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冲动 张元是我们军部的人 他就算犯法也该上军事法庭 咱们要人可有正当理由 我当然知道可以把张元带出来 但这样做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甚至会让军部与政府走到对立面 万长安就没说到 无为你这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 宁无为苦笑 您要不再仔细看看死者的名字 听到宁无为这番话 万长安又将情报抓起来看 官卢官家 看到这个眼熟的名字 万长安眼神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这下事情棘手了 京都的官家大院内 一位老者正躺在态势以上悠闲地晒着太阳 在老者旁边一棵老树上 还有一个少女正坐在树枝上磕瓜子 老者看向树上的少女微微叹了一口气 关心让我说你都在家休学一年了 书不读等级也不练你到底要做什么 关心笑道 爷爷你不懂我可是在修炼神迹等级不重要 老者冷哼一声 这世界上比我懂修炼的人不超过十个 是是是爷爷您是国老您懂得比我多 关心敷衍地回了老者一句继续嗑瓜子 老者见状重重叹了一口气 真浪费了你那神机天赋 这是一个老管家急匆匆地跑进院子 焦急地对老者喊道 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 老者眉头微皱看向白管家 白管家能让你这么着急的事可不多呀 发生什么事了 关卢在学校被人杀了 疼的一声 老者猛然爆发出一股恐怖气势 院子中顿时狂风大作 他眼神变得阴冷沉沉问道 是谁干的 怒了怒了 关家老祖得知我杀了他孙子后彻底怒 白管家感受到老者恐怖的气势连忙道 老爷张元竟敢与恶魔为伍的确是太猖狂 我这就去警司把他押过来 由我们关家亲自审理 老者狠狠瞪了白管家一眼怒似的 警司是干什么吃的还不快把人给我放了 他以为自己是听错了向老者问道 老爷您是要让警司把凶手放了吗 他可是杀了官少爷啊 这摆明了就是深渊恶魔的离间集 目的就是为了将张元推到深渊那边去 不管张元是因为什么原因杀官卢 结果必须是深渊恶魔洞的事 白管家一颤瞬间明白老者的意思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联系警司放人 这时关心从树上跳了下来说道 爷爷我也去一趟警司 老者正想追上关心便接到了万长安来电 老者见到来电人眼神微微一鸣随即接起电话 长安是为了张元的事吧 我也刚知道这件事长安你不用着急 既然当时我在会议上选择保张元就一定会保到的 而且这事应该是深渊在从中作梗 你来关家我们详谈 京都警司看守所中 男子走了进来 他关上门笑呵呵的看着我 人族大名鼎鼎的天才如今居然落得这般田地 人族还真是喜欢残害自己同胞吗 我微微睁眼瞧着面前的男子淡淡问道 所以你搞这么一出就是为了过来看我笑话 不不顾我当然没有这么无聊 你杀的是你们大厦五国老之一的孙子 如今大厦帝国已经容不下你了 我现在正式代表魔龙王邀请你加入深渊 随便一个阿猫阿狗过来都能邀请我加入深渊了吗 你们挖墙角至少也得带点诚意吧 男子微微一笑随即道 其实告诉你也无妨 本宫是辨识深渊七大功之一的喊一 原来你就是那个被我戳了一剑 然后连遍都不敢露一面就落荒而逃的废物打工 男子嘴角一抽表情变得有些争议 小子上次是本宫大意了没有闪 再来一次本宫能像捏虫子一般将你捏死 那你为什么不真身过来是不敢吗 听到我这番话男子正要发怒 随即想到什么又立刻恢复冷静冷笑道 你以为这种低劣的激将法就能激怒本宫 本宫最喜欢看的就是你们人族自相残杀 接下来都不用本宫出手就知道你的两种结局 要么你盼出国被大厦追杀 要么你被大厦绞死 张员本宫可是相当期待你的结局呢 说吧男子变化作黑烟消散 这时我看向牢房外 只见关心正拿着一串钥匙走到牢房口笑的 张员我们又见面了 我看到关心不由一愣 你来这里干什么 当然是救你了 关心直接将牢门打开说道 走吧你自由了 我眉头微皱问他这是劫狱吗 我之所以待在这里 就是相信国家和老师们会还自己清白 否则就凭这间小牢房根本困不住 关心见我那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扑斥一笑 你这家伙还真跟以前一样死板只知道认死脸 我问你关卢是不是你杀的 不是 那他怎么死的 被恶魔控制的 还真是被恶魔控制的呀 听到我的回答关心眼中闪过一丝亚意随即有道 不管怎么样 既然你是无辜的那你就不该待在这里 咱们要做的事出去解决陷害你的恶魔 文言我还是有些犹豫 现在要是跟着关心离开 岂不是坐实了自己罪名 你放心到我爷爷发话了 不管你有没有罪都可以先把你保释出去 警司不会有人为难你的 你爷爷是谁 关卢的爷爷 知道关心是关家的人后 我还是决定先出去 毕竟哈迪就是冲着我来的 而且为了针对我哈迪肯定还在暗中挖了一系列坑 要是一直待在这里 哈迪真身不会出现 局面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等出来后关心对我说道 这今天如果你没有去除的话也可以去我家 这就不用麻烦你了 我来京都后一直想去乾隆基地报道 其实我还一直惺惺念着乾隆基地的高级技能训练馆 我见证和遇见这两个技能练到五级后都快一个月了 现在我的技能等级还是五级 如果不去技能训练馆天知道多久才能练满 关心听到我的回答不由撇撇嘴嘀咕的 真是个傻子嘛 不过军部倒是一个好去处 那地方恶魔渗透不进去 关卢他爸也没胆子去军部找你麻烦 关心话说到一半 他脚下突然出现一道血色魔法阵 然后涌出大量黑雾迅速缠绕住了他 见状我表情聚便立刻伸手去抓关心 关心自知自己在劫难逃 当即从储物空间取出一把匕首扔给我 在关心扔出匕首的一瞬间他便凭空消失 而我只抓住了匕首 我怒骂一声 随即便看到哈迪控制的男子正笑呵呵的站在警司门口 张员阿本宫真是失算了 没想到那群老家伙这么看重 虽然连自己孙子死了都可以不闻不问 你真以为你攻略了几个深渊副本 杀了蒂萨斯那个废物本宫就拿你没办法 那女孩已经被本宫带到深渊 想要救她的命便亲自到深渊去吧 男子话音刚落便静止倒在了地上 看起来是哈迪解除了附身 不过就在这时我手中的匕首突然亮了解 下一刻关心又回到了我的面前 我见状瞳孔微微一缩满脸不可置信 这怎么回来的 关心不断拍着胸壶庆幸的 幸好我动作够快将相位匕首交给你了 我瞧向手中的匕首问道 你是通过这玩意儿回来的 关心点头又取出两把一模一样的匕首解释道 这叫相位匕首一共有三把 我在一个传器试炼中获得的传说装备 只要相位匕首分开无论距离多远 我都可以通过相位匕首传送到另一把相位匕首附近 我感慨了一声忽然灵机一动对关心问道 我也可以使用这装备吗 当然可以你拿着相位匕首随时都能传送到我身边 听到关心肯定地回答我嘴角勾起了一母威胁 我有对付哈迪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神秘一笑说道 再给一把相位匕首给我 开战了开战 我和大恶魔哈迪终于要开战 当关心听我要猎杀哈迪后直接愣在园里 你没开玩笑吧 居然说能秒杀深渊大公 我告诉他以哈迪的特性 回去后发现你跑了回来肯定会再来一次 我现在就开始叙利等他在掳走你之后 我便用相位匕首过去给他一个惊喜 关心听到我的计划整个人明显兴奋起 猎杀一个深渊大公这是一件多么振奋人心的 说到我便开始在见证空间中偷偷叙利七星龙渊剑 同时带着关心走到了一个无人的想象耐心的 没过一会儿一道血色魔法阵在关心肩下出息 随后巷子中便想起哈迪阴沉的神人 小逆子你真以为你能逃得出本宫的手掌心吗 不妨告诉你你已经被本宫标记成 除非本宫死了 否则不管你逃到哪里本宫都会抓到 哈迪节节笑着血色魔法阵亮起 鸿芒再一次吞噬掉关心 我当即装作震惊的模样大喊关心的名字 哈迪冷笑声在巷子中回答 张元看来你很在乎那小逆子 不过本宫只给你24小时 如果24小时内你不到从深渊入口进入深渊 那小逆子必死无疑 随着周围深渊气息消散 我脸上震惊愤怒的表情立刻转变成笑 见七星龙渊叙利已满当即将一把相位匕首放在盐里 然后拿出另一把相位匕首 哈迪啊哈迪你就算脑子完了再好 那又有什么用胳膜有光 我咧嘴笑着手中相位匕首亮起光芒 并化作白光消失 此同时深渊哈迪宫殿中 哈迪翘着二郎腿坐在奢华的椅子上悠然地端着红酒类 对大殿中被束缚住的关心笑道 小逆子不管你刚才用什么办法逃走 但现在本宫已经封住了你所有装备合计 你永远也逃不出本宫的手掌心 关心装作恐惧的模样 你别杀我张元一定会来救我 只要你给我一条生路我可以帮你坑杀张元 哈迪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有趣真是太有趣了 小逆子你装作一脸清纯没想到性格这么卑劣 你不当恶魔可惜了 看在你这么卑劣的份上本宫不杀你 不过在此之前你把这个吃了 哈迪说着扔出一颗血色肉球到关心面前 关心看到那血淋淋的肉球强忍着恶心 问这是谁 谁愿之总吃下它你就能变成恶魔 只有这样本宫才能相信你的功诚 关心看着面前的肉球有些迟疑 哈迪见关心犹豫眼神变得玩味轻笑 本宫给你十秒钟的考虑时间十秒过后不吃变死 这是我的声音在大殿中响起 可是哈迪你没有十秒 本来一脸惊慌的关心突然变得兴奋 哈迪看到我出现在大殿吞吞猛的一缩满脸惊慌 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并没有回答哈迪只是打开见证轮件 对哈迪咧嘴笑的 哈迪来和我的大宝贝打招呼 此时在见证空间中 蓄势待发的七星龙渊剑闪烁着灵力的寒马 整座大殿都充斥着灵力的剑 哈迪看到七星龙渊剑出现它本能的感觉致命危险 没有任何犹豫变化作一道黑烟逃出大殿 不过七星龙渊剑已经锁定了目标 一道星光划过七星龙渊剑射进黑雾 黑雾没有发出任何残交 只是爆出了一串二字开头的14位数字的伤害 随着哈迪的暴毙我面本开始刷屏 成功击杀哈迪经验增加10亿 获得传说装备卑鄙低手 攻击力加5000敏捷增加1万 刺客戏技能伤害增加100% 被复攻击必定暴击 装备等级90 获得传说装备卑鄙之靴 可增加1万 移动速度增加200%装备等级90 获得恶魔大功之心一个 获得恶魔大功灵魂于静 诅咒王国恶魔之时度20% 还莫等我来得及戏看收获 便感觉到有一股极致的威胁靠近 没有任何犹豫 我直接挡在关心前方 使用了玄水珠魔剑 证实到战炉剑意出现 一道黑芒穿过哈迪大殿 扭曲空间直射我的面部 战炉剑意化作护盾挡下那道黑芒 冲着一声黑芒散开 哈迪的行宫在这一刻画作机子 我站在废墟中看向黑芒袭来之处 只见一个黑衣魔王正悬浮在半空 平静地望着这里 我和那魔王对视的一瞬间便是明白 那就是魔龙王阿尔杰农 阿尔杰农平静地看着我淡淡倒 没想到你45级就赶来深渊杀恶魔大龙 你们恶魔不也是经常来我们大厦吗 这叫做礼尚往来 很好一个礼尚往来 本王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下一秒他身后骤然凝聚出 几十道属性不同的魔法阵 每一道魔法阵都散发着静咒气息 关心看到阿尔杰农后方散发恐怖气息的魔法阵 骑手就这么多法系静咒 那些魔法阵每一道都是需要神机法式 耗费大量时间才能释放的静咒 一旦静咒成形弹指尖就能让一座城灰飞烟腻 可现在阿尔杰农不仅顺发 而且数量还这么多 这个恶魔王实力恐怕30年前的土豆王还要强 我也感受得到那些静咒的恐怖威脑 不过我却没有表现出丝毫惊慌笑容 无愧是新的恶魔王啊 骑手就是静咒喜 你这一轮砸过来我可遭不住 所以还是等我变得更强后再来处理你 我笑着取出相位匕首 匕首上亮起白色光芒笼罩和关心 阿尔杰农眼神一名 他身后一道魔法阵射出一道毁灭光束风向我 又一道战炉剑意冲出在我前方凝聚出一道护盾 挡下这一道毁灭光束 咚的一声毁灭光束在剑意护盾处炸 刺目的白芒瞬间照亮幽暗的深渊 随着光芒消散 阿尔杰农前方只留下了一个直径几百公里的巨坑 而我和关心已经不见踪领 阿尔杰农表情平静他似乎一点也无疑问 当即拂袖离开 京都城关心见自己回到巷子中 心有余悸地拍着胸虎 居然真的活着回来 刚刚那恶魔出手的时候都以为自己死 张元你认识那个恶魔吗 他好像很想杀你 我告诉关心他就是魔龙王 关心先是一愣随后意识到了什么 孔孔巍巍一缩惊到 难道他就是如今诅咒王国的恶魔王 对的没错 我的天将元你到底对深渊都干了些什么 关心彻底震惊一脸 不可置信的看着你 你不是说就攻略了几个深渊父 本杀了几个恶魔王 你怎么会被恶魔王盯上 要知道深渊要征服的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全世界 而恶魔王是需要全世界大量抵击职业者 联合起来才能对抗的强大存在 可现在居然有个人却被那种强大存在盯上 我苦笑回到 我真没干什么就是把蒂萨斯给杀了 对了刚刚还杀了哈迪仅此而已 听到我的回答关心张了张嘴一时间 不知道该说什么 深渊的诅咒王国总共也就七个大功 每个大功都有着独自灭个国的能力 而现在一下就给杀了两个 他记得一个月前我也才十多级 甚至都没高考 开挂也不可能成长这么快 关心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变得不真实 不过关心终究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很快就回过神来对我问他 张元你不介意我把今天的事转告给爷爷吧 我摇头告诉他不介意 反正关心硬要说的话我也不知道 还不如就这样卖关家一个人气 等他准备走时 我将卑鄙匕手拿了出来地理 九十级的传说装备 关心看到我拿出的匕首属性童谱 微微一缩连忙到 不行这装备太珍贵了我不能要 这是击杀哈迪报的装备 他一共报了两件我们正好一人一击 毕竟没有你冒着生命危险充当诱 我也杀不了哈迪这装备是你一名 见关心还在犹豫 我直接将卑鄙匕手塞到关心手里 这本来就是刺客的装备 我拿着也是浪贵 关心看着手中的卑鄙匕手 虽然他觉得自己该拒绝 但是这把匕手实在是太香了 五千的攻击力一万的米击 还有百分百的刺客技能 伤害加成以及被捕必定暴击 他要是拿着这件装备 一个被技能秒高 他十级的暴力 思索了片刻关心道 我白拿着卑鄙匕手实在是于心不安 这样把这匕手给我作为交放 我把他向卑鄙匕手给我 这怎么行呢 向卑鄙匕手也是传说装备 你给我可不就亏了 关心呵呵笑道 向卑鄙匕手除了传送以外 没有任何属性对我来说提升不大 但卑鄙匕手不宜 我正好有着无视装备等级的天赋 这匕手真是太适合我 见关心这么说 也明白自己若是拒绝 关心绝对不会要卑鄙匕手 索性不再客气收下了向卑鄙匕手 关心轻笑 这才对骂礼上往来 朋友才能长久坐下 我先回家了有机会再聊 与关心道别后 我便赶往乾隆基地 乾隆基地中 宁无为正在基地中 心不在焉的训练新兵 此时他满面愁容显然还在担忧 这是一个士兵小跑到训练场 向宁无为报告 宁教官有新人来报告 宁无为回过神来眉头皱眉 这个时候谁会来报告 高考过后除了张元以外 所有试炼合格的新兵 都已经来乾隆基地报告了 而张元现在正被关在看守所 士兵回到 他说他叫张元 宁无为顿时经了连忙问道 他在哪里 基地大门 士兵话音刚落 宁无为便冲到了基地大门头 我看到宁无为 风风火火的冲过来 立刻笑着打招 张元你怎么出来的 宁无为一脸震惊的 看着我立刻压低声音 难道你越狱了 宁教官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然后我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都告诉了宁无为 而宁无为在听完 我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整个人彻底猛了 所以你为了解决 被诬陷这件事 亲自杀进了深渊 当着恶魔王的面 把恶魔大功 你得杀 我点点头说是 命无为当场实话 升级了升级了 我的技能等级 再一次迎来的提升 刚一走进高级技能训练馆 便有一道AI合成语音响 目前可升级技能 鬼神剑阵五级 鬼神预剑五级属性 转换五级 剑意巨石一级 鬼剑神送一级 训练剑意24小时 不间断训练 预计训练时间为10天 我听完后 整个人有些猛了 这是打算把人玩死吗 AI淡淡说道 此方案是为你量身定制 若放弃训练 本技能训练馆 将会关闭 不再对你开放 我合计了一番 以我的精神力和体质 十天十夜 不间断训练 虽然很艰难 但也不是不能撑过去 于是便咬着牙接受 下一刻 高级训练馆馆内的环境 突然出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直接来到了 炎热无比的沙漠当中 仅仅是一秒 我就已经全身出汗 还没搞清楚情况 大地开始震动 无数巨大蜈蚣 从沙漠中冲了出来 下一秒天上 传来AI毫无感情的声音 训练开始 首先使用鬼神剑阵 然后鬼神御剑击杀所有蜈蚣 随着AI声音下达训练指令 我便照做直接展开剑阵 召唤飞剑攻击蜈蚣 一轮飞剑洗刷 所有蜈蚣全部被消灭 不过下一刻 那些巨大蜈蚣便重新凝聚成型 开始向我围攻而来 AI继续导 使用属性转换 躲避蜈蚣的攻击 期间禁止使用其他技能 我还会反应过来 一只大蜈蚣就扑了滚 剑撞我连忙闪到一旁 然后连忙使用属性转换 将精神力转换为敏捷 下一刻我直接化作了 残影在蜈蚣之间穿速 可这沙漠中的巨大蜈蚣 越来越多密度不断增大 留给我躲避的空间越来越小 再加上炎热的温度 以及滚烫的沙漠 我在这里训练感觉十分难受 渐渐的我感受到了 巨大压力忍不住的 这跟初级技能训练管完全不一样 AI淡淡的 你若愿意当个废物 直接选择放弃 本技能训练管不再对你开放 谁训练的这个AI嘴巴 怎么这么多 我瞬间被激怒了 全神贯注的开始训练 不过自己是完全低估了 高级技能训练管的强度 这一次的躲避 蜈蚣攻击练习 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 持续的出汗 已经让我全身脱水 视线都变得模糊 第一组训练完毕 休息十分钟 AI声再次响起我 回到高级训练管中 清凉的空调吹到我身上 让他瞬间感觉自己到了天堂 下一刻两只机械臂 端着特制的能量饮料 和煎牛排送到我面前 友情提示 请在十分钟内用完餐 接下来训练强度 会继续提升 十二小时内 不会再有补给 听到AI的话 我感觉自己要疯掉 十分钟过去 高级技能训练管 环境突然变化 我这次来到了 满是暴风雪的冰雪世界中 远方十多个冰雪巨人 突然出现 向这边缓缓靠近 AI兵猛到 训练开始仅用剑一句式 蓄力到三十倍威力以上 击杀所有冰雪巨人 我来不及思考 哆哆嗦嗦地换出十多把飞剑 在这冰天雪地中蓄力 接下来十天时间 我在这高级训练馆中 几乎去了这世界 所有环境恶劣的地方 这十天时间 我感觉比自己 这一辈子都要长 当像野人一样的 我回到高级技能训练馆中时 AI恭喜道 恭喜您完成本次训练套餐 若您有新的技能 需要提升欢迎再次过来 我张员再来就是狗 然后愤怒地向AI竖起了一根中指 谢谢您给的好评 我上走吧 我一出训练馆 便被突然出现的欢愚之神 堵住了路 这么多天没见想我了没有 我对你没兴趣 自己现在连眼皮子都快撑不开了 直接绕过欢愚之神 头也不回地离开 欢愚之神看着我无情的背影去 故意提高声音察言察语道 哎呀本来说我联系上了锻造之神 想帮某人引荐一下的 没想到某人不领情啊 我听后一顿转身看向欢愚之神 你说你找到了锻造之神 你现在对我有兴趣了 嘖嘖嘖男人啊 卖关子了告诉我要做什么 我非常了解欢愚之神 这乐子神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乐子 他不可能白白让我见到锻造之神 欢愚之神呵呵一笑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上次不是击败了火之女神的投影了吗 然后战神听说了这件事 他也想找你约一件 战神怎么会听说这件事 自己和火之女神投影的战斗 是在新神赌豆腐本中进行的 按理说知道这件事的神 只有火之女神欢愚之神以及新之神 最多最多再加上一个水之女神 水之女神是个宅女神不擅长交流 火之女神是个武痴 也不像是喜欢八卦的神 而新之神我虽然还不是很了解 她是什么样的神明 但新之神创建了零号宿舍 改明了是偏向人类这种 不会做坑人的事 欢愚之神咳嗽了两声 战神怎么听说这件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和他打一架 不管打不打的赢你都能获得许多好处 张元和神明战斗的机会 可不多你千万得把握 我叹了一口气 行我答应你 不过和战神约战的事 等我先睡一觉再说吧 实在是太累了 欢愚之神见我答应下来 眼睛顿时一亮立马到 你可是已经答应了 我这就去通知战神 到时候新神赌斗副本剑 欢愚之神笑着 向我挥了挥手消失在原地 随着欢愚之神离开 我再也撑不住 强烈的皮震袭来 我眼眸盒上直挺挺的向前道去 恍惚之间 我感觉自己倒在了某人香软的怀里 下一刻彻底失去意识 沉沉睡去 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 当我从床上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并没有在军营 而是某个女孩的闺房 看到陌生的房间 我有些疑惑 难道自己又穿越了吗 不过当我发现自己面板装备 都还在的时候 便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穿越 而是真睡到了某个女孩的闺房 随后我起身下床 发现自己只穿了一条内裤 全身上下都被人用毛巾擦洗过 而在床头柜还摆放着我洗好的衣服 带着浓浓的疑惑 我换上衣服出了房间 正好看到在院子里锻炼的李芳 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在李家庄园 妹夫你可算醒了 李芳见我出来立马扔下三百公斤的哑铃 笑呵呵地走上前来打了我胸口一拳 前些日子你出事差点没把我担心死 李哥我怎么会在这里 还不是我那傻妹妹硬要把你带过来 他在得知你被警司压走后 便一直在想办法救你 甚至还专门去求了老爷子 老实说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紧张过 当他从老爷子那里听说 官家已经把你从警司捞出来后 便又急匆匆地动用李家资源 在暗中铲除恶魔奸行和敌国间谍的同时 还在网上帮你洗白 李哥雪儿他现在在哪 今天是校园竞技联赛开幕式 他见你一直没醒就以替补的身份去顶替你的位置 这次校园竞技联赛就在京东凤朝体育馆局了 你现在过去应该还能赶上第一场 听到李方的话 我当即使用了属性转换 整个人瞬间冲出李家庄 原只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李方看到我的速度同哄猛的一锁 他又变强了 在赶往凤朝体育馆的路上 我顺便查看了自己在高级技能训练馆中的收获 鬼神剑阵十级 展开剑阵持续消耗精神力 半径500米内暴击伤害增加300% 剑阵范围内所有敌人速度减慢50% 所有敌人受到伤害增加100% 所有友军速度增加增加50% 造成伤害增加100% 鬼神御剑十级 驾驭飞剑凌空攻击 攻击直接斩杀生命值少于50%的目标 属性转换十级 剑阵内可将精神力转化为力量敏捷和体质属性 转换增幅为10倍 剑一巨石十级 所有飞剑攻击可蓄力 根据蓄力时间至多提升1000倍伤害 当剑一巨石达到巅峰 无视任何锁削效果 鬼剑神速十级 飞剑速度增加100倍 我看到这五个升到十级的技能也有些瞠目结舌 只能说这些天的苦没白吃 全国校园竞技联赛 是大夏帝国热度最高 参与人数最多奖品 最丰富含金量极高的比赛 整个联赛会全程直播 我感到后并没有在大荧幕上看到京都大学的积分排名 看来他们还没进副本还来得及 此时京都大学休息室中气氛有些凝重 朱永福正在休息室外打着电话脸色阴沉的可怕 突然我的声音在休息室门口响起 房间内三人眼睛进阶一亮 李雪儿激动的站了起来 我对李雪儿点了点头随即扫了一眼休息室 故由诧异道 怎么只有你们三个其他队员呢 他们都退赛了现在就咱们三个 文言我一论问他们为什么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突然退赛的动机 但这不重要 张忧我问你要是让你们三个去打五人本 你有信心进八强吗 朱老师你放心像这种35级的团队副本 我一个人就能刷爆 不拿断层第一我名字倒着写 看过主角的都知道 不仅身怀外挂各种越级斩杀 平时暴爽打脸的剧情也不能少 而今天我来参加全国校园竞技联赛 却被旁人嘲笑 连一只五人的队伍都凑不起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复仆 我只需要一件就可拳图清平 这是有个小卡拉米站起来说的 京都大学也太狂妄了 这次比赛不是野外复仆 他们真以为能刷过其他学校五人队伍吗 太傲慢了他们这是在侮辱这个比赛 强烈要求取消京都大学的参赛资格 而导播也很懂得怎么搞热门 当即将我们一行人所在的副本画面切了出来 这一次还选副本的场地模拟的深渊战场 我们三人站在了荒芜大地上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虚拟的深渊怪物 我回头看向李雪儿和王浩然问他 咱们现在大概率是被全国观众看的 你们要表现一番那我后面再出手也行 我本来就是来凑数的就不抢你的风头了 那我也算了 别到时候我哼吃哼吃杀半天 结果你一下就把积分给我抄了 那我不是成小丑 在全国观众面前我还想要点脸 好吧那就让我来出力 见两人都想摸鱼 我只是微微一笑 随后走到前方展开建政覆盖整个副本 副本外主持人解说道 京都大学的张元选手出手了 根据选手资料 张元是今年高考备受瞩目的全国状元职业式建政师 据说建政师这个职业能够驾驭十把非剑格空杀敌 张元选手凭借着强悍的职业特性 在高考中获得了大量积分断层领先 但校园竞技联赛的副本模拟的是真实的深渊怪物 难度远高于高考副本 张元选手面对强悍怪物们 他隐藏职业的优势将会极大削弱 面对这种困张元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拭目以待 主持人正激情解说的忽然间 他便看到大量飞剑在副本上空凭空出现 以极快的速度在副本中穿梭纵横 一瞬间整个副本的怪物都被清空 京都大学代表队的积分疯狂爆炸 直接飙升到了第一名 与此同时副本BOSS出现 然后一道剑光闪过副本BOSS当场暴毙 新的一轮怪物生长 无数飞剑在一次瞬间清空副本怪物 然后副本BOSS出现又被一剑秒杀 就这样我站在原地 操纵大量飞剑收割着副本中怪物的性命 短短几分钟 京都大学代表队的积分已经是第二名的十多倍 而且这个差距还在上涨 场馆中所有质疑京都大学的观众全都沉默 主持人也看得瞠目结舌不知道该怎么解说 这一刻校园竞技联赛现场 出现了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幕 做了十多万人的场馆安静的像图书馆 他们只看得到副本中剑气纵横 然后一只怪都没有 但是京都大学代表队的积分还在火箭般飙升 不仅仅是副本外边的观众看呆了 副本中的李雪儿和王浩然也全都省 大量击杀提示在他们面板中刷屏 李雪儿的经验条像是在做火箭一样飙升 每隔几分钟就升一级 在这个副本中 他就感觉自己像是在把升级担当糖豆吃 不只是李雪儿 连养了龙虫等级35的王浩然 他的经验条也在缓慢上涨 要知道王浩然是和我一样 将自己和红龙的经验分配比例设定为一笔九 连他的经验条都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上涨 红龙升级的速度可想而知 在这个副本中 我本身杀这些低等级怪物是没什么经验的 但这个副本的怪物是实时刷新的非常适合练级 所以为了带李雪儿和王浩然升级 我在副本中孜孜不倦地刷了一个多小时 李雪儿直接升到了30级 而王浩然也升到了36级 此时副本外边的大萤幕上 展示京都大学积分的那个方框 已经装不下京都代表队的积分数字长度 直接导致积分变成了乱码 身为专业的主持人 看到我搞出的积分已经多到让大萤幕出现乱码 终于忍不住爆了粗口 这策目是哪里来的逆天存在 而我还在孜孜不倦地刷怪 我整出的乱码就好像是不断分裂的病毒一样 开始影响到排行榜第二名的积分 这一刻比赛的性质彻底变了 没有一个观众去关心 这一届校园竞技联赛会有哪些学校竞技 他们现在只想知道 我能不能把这秘境副本给刷爆 在观众席中看着这一切的朱永福 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感情我先前说的一个人就能刷爆副本 是物理意义上的刷爆 校园竞技联赛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们 眼见着我搞出乱码 快要影响其他队伍的技术 他们不得不让导播将副本画面 切到第二名的副本中 然后将副本中 我们三人强制踢出了副本 本来在副本中 杀得兴起的 我见自己突然出来不由一乱 什么意思不是时间还没到吗 我怎么出来 此时李雪儿和王浩然也有些不熟 毕竟他们大腿都还没抱够 就在我们疑惑的时候 一堆赛事工作人员 便一脸严肃的围了上岸 三位将你们强制踢出海选副本 我们真的很抱歉 但再让你们这样刷下去了 整个副本都崩溃了 作为补偿组委会临时决定 你们不用再参加 接下来三人和单人副本海选赛 直接以三项第一的成绩 晋级淘汰赛 这毕竟是全国性质的赛事 大家都看着 我们不过海选就晋级 这样不好吧 工作人员不由擦了残 放心组委会的决定 都是合理合规的 京都大学代表队 以第一的成绩晋级 没有任何问题 要知道这个秘境副本 是人工制造的 里面生成怪物 是需要消耗大量能源的 那些都是钱了 我刚才在副本中疯狂刷几 不仅仅是把排行榜搞出了本 还消耗了组委会大量能源 我刷的那一个多小时 组委会就把现场来看 比赛的门票钱都赔进去 要是再让我刷两个本 这比赛办下来 组委会肯定亏的裤场子都不少 在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 哭口婆心的劝导下 我终于放弃了 继续参加海选赛的想法 之后五人本海选副本结束 京都大学代表队 以积分多了第二名 积分几个零的绝对优势 毫无悬念地夺得了海选赛的第一名 而京都大学的这个成绩 也彻底引爆了全国热点 网上开始有人发帖 说了我在深渊战场第一阵地 凭借一己之力击退 深渊大军带着全程人升级的壮举 随后又有人发帖 说我第一次挑战天空塔 就到了一百层 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 然后我又被扒出抽卡 转之时一抽满力 强盗被深渊恶魔大功陷害等事迹 一时间全网热搜前十条热词 全是我的名字 在破天的流量下 我忽然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甚至有人已经试图将我推上神台 京都大学休息室中 王浩然刷着网上那些热点 惊叹个 张兄这下你可真的出名了 你通关一百层天空塔的事是真的吗 我点头表示真的 真没想到你连叶老师的记录都能破 我还以为这世界上不会再出一个 像叶老师那样的怪物 没想到你比叶老师这个怪物还要像怪物 过于了我还差得远 你这人哪里都好 就是这太谦虚的毛病得改一点 你要是差得远 那我们算什么虫子吗 同样在旁边刷热点的离血 此时美眸中不由浮现一次担忧 阿元这次你的热度太高了 他们已经开始疯狂扒你的过去 我担心你的外婆和小姨 他们会不会受到骚扰 的确这次热度比我上次被诬陷杀人还要大 我倒是无所谓 外婆和小姨肯定受不了 不过你也别太担忧万战神能保护他们 说吧我便给万长安发了消息 请求军部保护他外婆和小姨 万长安也答应得十分爽快 承诺会封锁网上一切关于外婆和小姨的信息 并会派人在暗中去清理所有骚扰他们的人 力保他们生活平静 等晚上回到宿舍后 我并没有急着去新神赌斗赴本赴约 而是取出了命运罗盘和九枚神之石 新的一个月已到 我已经刷新了十次满幸运的抽奖机会 自然是要再去和战神约架前把神之石用完 毕竟在攻略天空塔的时候 他当着战神的面毁掉了战神的神像 双方也算是一个仇人 没有任何犹豫我直接说哈 将九枚神之石一起送进了命运星阵 命运星阵中有着大量红色卡牌滚动 整个房间中都充斥着一股奇特的能量 下一刻五张红色卡片飞出 每张卡片都印着一头星辰之龙 与此同时 五枚因为抽到命座而赠送的神之石在空中凝聚 这时宝顺自己从召唤空间中飞了出来 直勾勾地探着悬浮在空中的红色卡片 然后心酸地嚎叫着将五张卡片涌动的力量吸入体内 随着宝顺吸收完所有命座的力量 他气势疯狂暴涨体型也再次变大 此时的宝顺 已经彻底从一个小龙幼崽变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巨龙 我感受到宝顺的气势 也迫不及待地查看宝顺的现在的命座 当过主角的宠物都知道 跟着大哥混 一天吃酒 此时我就是利用自己的满极信念 直接给宝顺抽到了满极命座 我感受到宝顺今天的气势 迫不及待地查看星空的现在的命座 命座一星辰龙龄 物理伤害减免提升至99% 命座二星海之源 喷吐龙溪不再消耗精神力 命座三星海之翼 飞行速度提升100倍 命座四星之羁绊 若主人受到致命伤害将此伤害转移给自身 命座五不灭龙溪 自身受到致命伤害后不会死亡 十秒后恢复至50%生命值 命座六完全之龙 自身与主人移除等级上显 我看完星空的命座属性有些呆了 四五六这三个命座是什么意思 自己若是受到致命伤害 会将致命伤害转移给星空 而星空受到致命伤害后不会死亡 十秒后复活 这岂不是我十秒就有一次免死机会 要知道赤枭的免死被动也是一个月一次 这下我真成了打不死的小强了 至于最后这个完全之龙 我更是看不懂 目前已知的信息 人能到达的最高等级就是100级 而且至今世界上都还没有出现过100级的强者 超过100级后已经是神明的领域 现在星空这命座能够无视等级上线 那岂不是意味着有星空这命座便能成神 在我惊叹星空命座强横的时候 命运星阵中又飞出四张红色卡片 其中两张卡片上印有金色的纯军剑 另外两张则是蓝色的战卢剑 纯军剑和战卢剑自动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那四张卡片分别融入到两把剑中 金色与蓝色剑气在房间中纵横 甚至将星空都逼退了数步 这下纯军剑精炼到三阶战卢剑精炼满了 看着悬浮在自己面前的两把宝剑 我笑开了花立刻检查两把专武的属性 专属三阶神剑纯军 攻击力增加3000自动护主 持有者免疫兵戈之伤 每次攻击削减目标5% 最大生命值上限 若用此剑成功完美格导破坏对方武器 专属神器满阶神剑战卢 攻击力增加10万 伤害增加500% 持有者免疫水属性攻击 且可反弹10倍水属性攻击 持有者的伤害将转化为临时护盾 护盾存续期间 每秒回复50%最大体力 和50%最大精神力 精神力消耗减半此剑攻击必重 看到这两把剑的属性 金肤的阴调都高了两度 关键是只要战卢的护盾存在 再加上命座二自带的精神力回复 等同于每秒回复60%的精神力 我现在精神力是46万6千 也就是说精神力秒均消耗 只要不到28万 那我就能全程保持满蓝状态 而且在此基础上 我甚至还没有将精神力消耗减半给算进去 我复制满阶神器消耗的精神力 大概是在一秒钟一万 而现在有战卢效果加成 复制一把神器的精神力消耗 是5000精神力每秒 有战卢在就意味着 我能全程复制56把满阶的七星龙渊 或者满阶的战卢 我现在相当于是能在战斗中 全程保持50多件神器用于进攻 试问这天下除了神以外 还有谁能扛得住这么多神器的围欧 我现在是在开挂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将纯军剑和战卢剑收回剑阵空间后 又看向那五枚抽中星空赠送的神之石 这个月还有一次满幸运抽奖干脆一起抽了 想大就将最后一枚神之石放入命运罗盘中 命运星阵再次亮起光芒 大量红色卡片在里边滚动 随后飞出一张应有厚重剑侠的卡片 剑自己竟然抽出一个剑侠不由一正 原来剑侠也有专物 我只能装备一个剑侠 而现在已经有了剑领武库 专属剑侠和剑领武库必须得放弃一个 不过还莫得我决定放弃哪个的时候 剑领武库便主动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可悬浮在半空中的剑侠遥相呼应 忽然间我看到自己面板上弹出信息 地剑宝库感知到神级剑侠剑领武库 是否让地剑宝库吞噬剑领武库 当即我便选择了试 然后立刻查看专属剑侠的属性 专属一阶地剑宝库 空间无限当剑侠内存有任意十大剑气时 获得技能地剑真身 没有一把十大剑气 地剑真身便会解锁相应的技能属性 地剑宝库可吞噬神级剑侠获得其所有效果 地剑真身人剑合一以剑斩刀 地剑真身持续一分钟 持续时间内根据所拥有剑气获得特殊属性 冷却时间为一天 事消真身 伤害提升100倍 速度提升100倍 飞剑速度提升100倍 战如真身 所有技能无冷却时间 且不再消耗精神力 七星龙渊真身 自身免疫所有伤害 纯军真身 必定格挡 且反击必定削减目标50% 最大生命值上限 我看完地剑真身的描述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后 身体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起 虽说地剑真身持续时间只有一分钟 但我有神器天空塔来重置冷却时间 一天之内可以能维持地剑真身十分钟 我甚至感觉自己连神明都可以碰一碰 在宿舍收拾完毕后 我便去星之秘境副本耗了三万星之石 随后便进了星神赌斗副本 还是之前与火之女神战斗的决斗场 我一进副本 便感觉到一股铺天盖地的肃杀之气席卷而来 张元又见面了 一道浑厚的男生在决斗场响起 随后副本空间裂开 一个两米多高身穿黑色重砍 手持七黑长枪的男子从中走出 男子一进角斗场 我便从他身上感受到了无比浑厚的气血之力 面对着男子就感觉自己是在面对一头洪荒巨熟 这战神的实力或许比火之女神都要强 我心中感慨随即向战神拱手抱拳 战神大人我们是现在开始吗 小子这次居然这么礼貌了 我还以为你会直接动手偷袭 我听后有些尴尬笑着解释道 战神大人上次天空塔中都是误会 我毁掉您的神像并不是针对您 不用解释 我还没有小气到会为了一座神像来找你麻烦 不过我听欢愉说 你以人类之躯正面击败火之女神 上次我没能见识到你的实力着实可惜 如果你能让我尽信 我也可以赐你一剑宝 听到战神这张话我二话不说 当即展开剑阵覆盖整个决斗场 战神微微点头 他无视我剑阵的压制顺身到我面前 我还未见到长枪的一点寒马 便感觉战神那滔天的血气席卷而来 仿若要将我吞噬 在那滔天血气的压制下 只感觉自己双腿陷入了泥潭 根本移动不了 没有任何犹豫 我换出纯军剑使用格挡之举 当的一声巨响传出 纯军剑直接将战神手中长枪给崩碎 战神看到自己破碎的长枪瞳孔微微一锁 他这长枪虽然不是神器 但也不是凡物 怎会被直接打碎 就在战神震惊之时 我周围空间微微扭曲 七星龙渊剑飞出化作一道剑光向战神射去 开战了开战了 我和战神终于要开战了 就在当当他对我发出这强一击时 我没有任何犹豫 换出纯军剑使用格挡之举 当的一声巨响传出 纯军剑直接将战神手中长枪给崩碎 战神看到自己破碎的长枪瞳孔微微一锁 他这长枪虽然不是神器 但也不是凡物 怎会被直接打碎 就在战神震惊之时 我周围空间微微扭曲 七星龙渊剑飞出化作一道剑光向战神射去 见到七星龙渊剑战神迅速回过神来 他似乎知道我的神器有弊重属性 此时并没有尝试格挡 而是直接在原地留下一个替身作为诱 下一刻七星龙渊剑将战神替身刺穿 而此时战神已经出现在我身后 手中握着一把新的漆黑长刀 小子你的装备的确不错 但过度依赖神器的弊重属性 可是会让你跌落深渊的 战神说着无情的挥刀砍向我的后背 而这时我嘴角却是微微勾起 一道战炉剑一凭空出现 挡下了战神这一技攻击 与此同时我抓住了战神攻击的后摇 直接在自己身后释放在 剑阵空间蓄力的战炉剑 战炉剑刺穿战神的重甲 刺进他的身上 一串六次开头的十四位数字 从战神头上爆开 直接打出了他的锁血被动 战神吃痛震惊道 你还有另一件必中神器 我转过身来笑道 战神大人我大概能猜到 关于之神给你讲述过 我和火之女神的战斗 所以从一开始 我就没想过单靠七星龙渊打中 而现在该轮到我反击了 我知道自己不管伤害再高 也不可能一剑击败战神投影 身为神明投影 战神有再多的锁血技能 我都不意外 我之所以如此设计 目的就是为了打中战神一次 然后获得护盾触发战炉剑的被动 下一刻 50多把战炉剑在决斗场中凝聚 将战神包围 神器们散发的恐怖气势 甚至让战神的投影 都感觉到了不小的压力 战神看到四周50多把神器 一脸震惊的看向我 你居然能复制神器 你怎么做到的 战神虽然知道我能复制神器 毕竟我在对付火之女神投影的时候 就已经用过这招 他现在震惊的事 我是怎么同时复制出这么多神器的 我不过45级精神力也才40多万 怎么可能维持得住 复制这么多神器精神消耗 心中震撼战神双眸亮起光芒 他迅速探测我目前面板情况 随后战神便震惊的发现 我每秒都会消耗20多万的精神力 同时也会恢复20多万 维持在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 战神彻底惊了 我那恐怖的精神力恢复速度 已经远超他这45级的神明投影 这真的是一个人类吗 战神大人和我战斗的时候组成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 我呵呵一笑 数把复制战卢剑便以极快的速度向战神射去 感受到威胁战神不得不集中精神 再一次让替身代替自己承受战卢的攻击 自己则暂时和我拉开距离 不过战神才刚刚顺身到决斗场另一边 附近又有好几把战卢剑向他射去 我将复制战卢剑均匀的分布在决斗场中 保证战卢剑没有攻击死角 不管战神从哪里出现 都会遭到战卢剑的追杀 战神在大量拥有弊重属性 而且速度不在他之下的神剑追杀中 以示疲于躲避找不到向我进攻的机会 而且我此时周围还缭绕着久到免伤的战卢剑 战神就算想靠着免伤技 硬顶战卢剑的攻击来攻击我也做不到 在我的战卢剑一消耗完之前 他一定会先被斩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上点手段他已经输了 可他要是就这样连手都还不了 就狼狈认输的话 以欢愉之神那个大嘴巴 他绝对会沦为诸神的效果 没想到我会这么狼狈 居然被一个凡人逼到了要使用神器的地位 战神苦笑着他忽然停了下来 直面破空而来的战卢剑 凭空凝聚出一面击飞巨盾 轰的一声 战神将巨盾猛地往地上一砸 决斗场地面崩碎 恐怖的地震波向四周扩散而去 所有复制战卢剑当场消散 甚至连我周围的战卢剑翼也全部缓散 我整个人被先飞出去 宝顺当即从召唤空间中飞出接住了我 安稳落地后看向战神旁边那面盾牌 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那面七飞大盾似乎也是神器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神器 在那地震波扩散之后 不仅是我的复制飞剑和玄水珠魔剑阵失效 甚至连身上的零食护盾都全部消失 战神将七飞巨盾立在旁边说道 张远我不得不承认你很强 这面盾牌是我常用的神器之一 你已能逼出我使用这面盾牌 已经足以证明你的出色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这面盾牌不是现阶段的你能越过 这场新神赌斗算你 战神在打断了我的进攻节奏后 并没有转手为攻 而是直接提出了结束这场谱事 毕竟他是神明 即便是压了等级的神明投影 他依旧是一位神器 身为神器对付一个45级 甚至都还没有二转的人类职业者 他用上神器已经够不要脸的 而如果他用神器赢了我 然后说我比试没让他进行 因此不给我奖励的话 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无赖了 战神还做不出来这种事 不过此时我却并不想结束战斗效果 战神大人我可不想要一场失神的胜业 赢就是赢输就是输 这场比试还没结束 我已经承认仅凭我45级的投影 不用神器不是你的对手你还要什么 我想您用上神器权力和我战斗 战神听到我这番话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没想到我能说出这种话 我咧嘴一笑整个人周身突然亮起金光 气势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飙升 整个决斗场开始剧烈震动起 战神看到我现在的气势瞳孔猛的一锁 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因为他从我身上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 此时我的强度已经远远超过了45级的神明头 决斗场观众习欢愉之神凭空出现 刺客他的眼睛里竟是惊喜 与此同时欢愉之神旁边的座位出现一条虎脸 火之女神凭空凝聚 他认真的地盯着决斗场上的五成声道 他又变强了 欢愉之神笑呵呵地看着火之女神 疯婆子原来你也在偷偷看这场战斗 你觉得张元他现在怎么样 如果说他上次能击败我的投影是有些许侥幸的话 那这一次他可以正面击败我45级的投影 短短十多天他竟有了如此境目 他若成神神界必将动革 说到这里火之女神看向欢愉之神问道 欢愉你对他如此伤心 是不是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年 谁知道呢 欢愉之神单手撑着下 笑呵呵地看着决斗场中的我 并没有正面回应火之女神的问题 火之女神深深地看了欢愉之神一眼 也没有再追问将注意力放在了决斗场上 战神见到我现在散发的气势表情 也逐渐变得认真起来 张元看来是我太过傲慢了 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 战神郑重地向我道了一声气 随后左手握住漆黑巨盾 右手中凝聚出一笔漆黑巨盾 来吧 我将发挥出这个投影的极限实力 咱们之间奋出一个胜负 来了来了 我和战神的终极对决终于要来了 就在刚刚战神见到我撒发出来的气势后 表情也逐渐变得认真起来 随后左手握住漆黑巨盾 右手中凝聚出一柄漆黑巨盾 在两件神器的加成下 战神的投影此时也爆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气势 整个决斗场开始晃动 这副本空间都有着崩溃的风险 不过此时我眼中并没有恐惧只有兴奋 当即对身后的宝顺等 宝顺咱们只有十分钟掩护我争取速战速决 宝顺与我心意相通 他理解到我的意图 仰头长笑一声震动 双翼掀起一阵狂风腾空而起 随后如同流星一般向战神俯冲而去 战神见宝顺袭来大笑一声 他高举漆黑巨盾强行顶住了宝顺的俯冲撞击 咚得一声巨响 宝顺巨大的身躯猛然砸在巨盾之上 战神却是纹丝不动 小龙崽子你还差得远 战神大喝一声挥动巨斧披向宝顺 这时宝顺突然消失 大量复制战炉和复制七星龙渊从宝顺后方射来 战神见到数量多到夸张的神器眼神微微一拟 他再一次用巨盾猛砸地面所有复制飞剑全部换散 不过在那一大批复制神器中 真正的战炉剑和七星龙渊剑也藏在其中 战神来不及躲避指的巨盾对抗 两把神剑携带着恐怖的剑气猛然轰击到七黑巨盾上 又是疯的一声巨响 七星龙渊和战炉和巨盾激烈对抗着 三剑神器的威能向四周席卷而去 整个副本的能量都变得无比躁动 战神的盾牌被两把神剑牵扯住 与此同时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绕到战神身后 手持纯军剑刺向战神 战神感知到身后传来危险毫不犹豫松开盾牌 转身向后挥动巨斧锋利的斧刃砍向我的脖子 现状我咧嘴一笑 直接用纯军剑完美格挡下战神的斧头攻击 纯军剑的被动生效 一股极强的力量从纯军剑中冲出轰到战神的斧头上 虽说纯军剑这次没能破坏战神的武器 但那猛烈的冲击力依旧让战神短暂的失去了平衡 我趁机发起了格挡反击向战神披下一道金光 金光狠狠披到战神的胸甲上 直接被削减了战神50%的最大生命值 与此同时大量复制纯军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化作一道道金光射到战神身上 让战神的生命值上限飞快减少 眨眼之间战神的最大生命值 便已经削减到了原先生命值上限的10%不半 战神被我这一手段吓到 他立刻顺移到决斗场边缘和我拉开距离 这种快速削减生命值上限的手段 请客间便让他的生命值掉到了斩杀线 最重要的是他现在生命值还是满了 他所有治疗技能都没有用 接下来他只要被击中一次必败无疑 随着战神后撤我已是战尽先机 我并不打算给战神喘息的时间 立刻复制出大量战炉和七星龙渊向战神攻去 与此同时宝顺又一次从召唤空间中飞出 从正面向战神喷吐龙溪 上有剑雨下有龙溪 我的攻击覆盖了整个决斗场 让战神无路可退 被逼到绝路的战神并不打算坐以待避 他手中巨斧亮起红芒 随后他无视空中落下剑雨化作一道黑芒 直接冲进了宝顺的龙溪当中 在我的命座加成下 宝顺的龙溪完全无视战神的防御力 疯狂灼烧着战神本就不多的生命值 眨眼间战神的生命值便被灼烧至一点 但在战神巨斧的保护下 战神的生命值在变为一点后便不再下降 观众席的火之女神见到这一幕瞇眼道 战神已经把最后的无敌技能都用了 看来他是想要在接下来那一击决胜负了 欢愉之神笑道 我记得这是他的斧头有一个什么血量越少 伤害越高的技能好像是叫什么毁灭之斧 是毁灭之怒 如今战神生命值已经见底 现在他用出的这一招 已经是他目前能使用的威力最大的招式 在毁灭之怒持续时间内他无法死亡免疫控制 而且能够无视防御和索险 如果他真身用这一招足以诛神 那你觉得张元能挡下这一招吗 反正我45级的投影挡不住 至于张元我不知道 火之女神摇头 在欢愉之神和火之女神交流的时候 战神已经冲出了龙溪范围快速向宝顺逼去 宝顺冲着战神怒吼 他试图以庞大的肉身阻挡战神 却是直接被战神给撞成重伤回到了召唤空间 战神速度没有丝毫减慢 他冲到离我十多米地方的时候猛然腾空而起 张元这一击决胜负 战神立刻他在空中劈下七黑斧头 一道七黑斧光撕裂副本的空间向我轰烂 几乎是瞬间我便是被七黑的斧光吞噬 恐怖的光芒在决斗场绽放 星神堵斗副本直接被战神之一击批出一道裂缝 神兵战斗的力量从副本中泄露出去 正在六楼打扫卫生的牛婆婆忽然感觉到开始晃动 不由一阵难道是地震了 不过很快牛婆婆便意识到这并不是地震 因为她惊恐地看到 星神堵斗副本入口漩涡 此时竟然出现了大量裂缝 牛婆婆表情巨变可还没等到她做出反应 战神攻击的恐怖余波席卷出来 牛婆婆被那霸道的力量鱼拨给轰飞出去 整层楼在瞬间被绞得乱七八糟大量射备崩坏 而此时星神堵斗副本当中 战神站在空中平静地看着下方满是空间裂缝 呼得战神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瞳孔微微一锁 下一秒我的声音从烟尘中传出 战神是我赢了 随后便有无数飞剑在战神周围凝聚 彻底包围了战神封锁住了他所有退路 战神看到周围浮现的飞剑们先是一阵 随即哑然失效是我输了呀 下一刻大量飞剑将战神射成刺猬 战神投影当即化作光点消散 成功击溃战神投影经验增加20亿 宝顺等级提升为39级 罗刹王等级提升为40级 冰之精灵女王等级提升为40级 观众席上 看完全诚的欢愉之神与火之女神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不断鼓掌 与上次我取巧战胜火之女神不同 这一次是堂堂正正地从正面击败了战神投影 随着决斗场上的烟尘消散 安然无恙的我出现在决斗场中 周身散发的金光消散地剑真身状态取消 不愧是战神了 若不是地剑真身免疫伤害恐怕刚才那一击 连赤霄的免死被动都触发不了我 直接就死了 在我感慨的时候战神投影在决斗场中重新凝聚 人类你干得很不错我输得心服口服 我赶忙向战神行礼说道 战神言过了 我只不过是击败了您的一个投影罢 输了就是输了你也不用帮我找 你方才的表现太过出色 若你今后成神绝对是神界数一数二的上位神 我输给你并不丢神 说罢战神取出一块滚原的七黑金属 按照约定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收下吧 挖战神你怎么也这么大方 欢愚之神见到战神给出的宝物又跳到了决斗场上 这万象黑金你也舍得点点小子 我看向欢愚之神问你又懂了 我当然懂了 这可是在神界都极其稀有的矿石 专门用来锻造顶级神器的 据说曾经神界第一神器天空塔 也是用万象黑金锻造出来的 张元你现在既有永恒之火又有万象黑金 锻造之神看到你怕是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我是听说火之女神把永恒之火赠送给你 所以才想着把这万象黑金给你 用永恒之火来锻造万象黑金 你应该能得到一件连诸神都会垂涎的神器 火之女神这时也顺移到决斗场上 对满眼闪烁星星的欢愚之神警告道 欢愚你最好管好自己的嘴巴 张元有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的事 绝不能再让其他神知道了 若张元被别有用心的邪神盯上你得负全责 欢愚之神不满抗议 疯婆子我像是那种大嘴巴的神吗 火之女神白了欢愚之神一眼道 你如果不是大嘴巴战神是怎么知道张元的 战神此时也笑道 欢愚火神说的对 虽然我很感谢你让我认识了张元 但今天在决斗场中发生的事 我不希望有其他神知道 要是我在神界听到了一些疯言疯语 可别怪我不讲情谊了 你们两个真的是太讨厌了 要不是我在中间牵线 你们怎么可能认识张元 气死我了 圣洁的天使降临人间 所有人都想获得他的赐福 可我却一句话将他给弃回了神界 就在他要走的时候我又拉住了他 哼哼失去了才知道挽回 那你说本神在你心中的地位怎么样 不是姐妹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你走可以 但你得先把断造之神引荐给我 欢愚之神听后脸上笑容瞬间快 见他不说话我尝试性喊了一声 随后我便直接被欢愚之神 剔出了心神赌斗副本 就在我嘀咕的时候 牛婆婆愤怒的声音又从不远处传来 我回过神来才发现牛婆婆浑身是上 而这一层楼都变得乱七八糟 大量设备被毁坏 看起来像是经过一场大战 现状我眼神微微一边立刻警觉到 牛婆婆是有敌人入侵了吗 狗屁敌人 臭小子上次你炸掉的试炼副本 都还没有完全修复 你现在又把心神赌斗副本给炸了 难道你的爱好就是炸副本吗 牛婆婆对不起 这的确是我的问题 但我也不想事情变成这样 我能做什么来弥补吗 算了心神赌斗副本不够坚固 也不是你的错 你先回去吧 顺便帮我在一楼贴个告示 就说最近第六层不开放 牛婆婆瞧着我离开 微微叹了一口气 随后走到心神赌斗副本入口前 使用心知识的力量 来修复心神赌斗副本 这小子好像已经进了 三四次心神赌斗副本了吧 他运气怎么这么好 随随便便就能匹配到神明投影 在修复副本的过程中 牛婆婆心血来潮 利用副本管理员权限 在心神赌斗副本后台 查看我在这个副本的战绩 而当看到副本后台记录的时候 整个人彻底猛了 赢下欢愉之神的赌局 他还能理解 毕竟那是一个考验智慧和运气的游戏 即便是凡人也有机会赢 但后来的记录牛婆婆 就已经彻底看不懂了 命运之神直接认输白送张元奖励 张元战胜了火之女神的四十五级投影 张元战胜了战胜的四十五级投影 我们第一场就要出战 因此我必须提前赶到 等到休息室的时候 朱永福 李雪儿和王浩然都已经到了 除了他们三个以外 我还在休息室中看到了描述篮和江云 这时广播中传来主持人的声音 比赛即将开始 有请京都大学代表队和东海大学代表队入场 在我走进体育馆中央时 观众们的欢呼与加油声便如同海啸 自从我昨天在海选副本中 把排行榜给刷爆之后 我就在全国范围内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甚至因为我的出现今天竞技联赛的门票 已经被黄牛炒到了比网界决赛门票 都还要贵十多倍的天价 即便这样门票依旧是功不应求 所有人都想亲眼见一见 第一天就在赛场上创造传说的人物 王浩然此时开口说道 张兄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你给我几张你的签名照我去卖几张 我尴尬地笑了笑 听着周围的欢呼有些不自贪 而在我们一行人有说有笑的时候 不远处的东海大学代表队的几个队员 却是满脸愁荣 这下真完蛋的明明昨天差一分就第七了 现在要打精大咱们怎么打 要不直接认输吧 我可不想身上被张神的飞剑戳几个窟窿 东大队长此时怒道 你们这些家伙还有没有点出息 我们昨晚不是已经推演了很多次吗 张元是一个远程 我们只要在他攻击之前进他身 烂输的也能好看一些 咱们是东海大学的 代表的是东海大学的脸面 就算是输也要打出我们东海大学的风采明白吗 随着队长给一众队员打击血 其余几个队员也振奋了不少 对就算是输也得输得漂亮 不就是张元吗 我们五个打一个至少不会被一招秒 主持人高声介绍道 这次擂台是由神级阵法师亲自构建 擂台下方有着最为顶级的保护法阵 所有选手在受到致命打击后 只会被传送到擂台外并不会死亡 所以诸位选手尽情地使用全力 为观众奉献上一场精彩的团战吧 我站在擂台上向队员询问道 你们要不要表现一下我可以给你们兜底 王浩然毫不犹豫拒绝 能躺为什么要努力 李雪儿笑道 我是一个奶妈这场战斗 怕是没有表现机会 苗书兰和江云也是纷纷摇头 毕竟他们两个就是来凑数的等级才20多 面对着至少35级的对手 他们没什么胜算 见大家都不想动手 我不由一笑往前走了一步 这时擂台上方出现了10的倒计时 主持人激情喊道 比赛即将开始 究竟是京都大学以崔普拉朽之士获得胜利 还是东海大学于绝境中翻盘呢 请大家拭目以待 随着主持人倒计时结束 东大队长眼中闪过一缕金光 他直接举起大盾力喝到辅助上状态 话音未落 东大队长便发现 他们整支队伍已经来到了擂台外 东大队长有些猛了 倒计时不是刚开始吗 战斗怎么就已经结束 就在东大队长还有些猛的时候 他们队的辅助妹子 才紧张地给东大队长上了一个增议 他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已经被淘汰 这一刻整个会场 再一次陷入了和昨天一样的死机 回放快放回放 主持人率先回过神来拿着话筒高喊 导播立刻在大荧幕上切回方才战斗画面 并且十倍慢速回放 可即便是在十倍慢速回放中 观众们也只能看到一缕剑光一闪而过 击中了东大队长 然后东大五人全部淘汰 十倍慢放都看不清我是瞎了吗 张神就是张神啊 镇压一切天骄 观众们看到十倍慢放后 进阶发出震震惊呼 在大家解散之后 我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去看比赛 而是直接回到学校一头 钻进图书馆中学习恶魔语 对我来说目前最大的敌人 就是诅咒王阿瑞迪斯和魔龙王阿尔杰农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若是能熟练掌握恶魔语 甚至对深渊恶魔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那今后对付恶魔或许能够对症下药 不过我刚翻开词典的第一页 背上恶魔语的第一个单词 欢愉之神便是出现在我旁边 他单手撑着脸蛋瞧着我的侧脸说道 张远你无不无聊这恶魔语学了有什么用 不就是让你和魔龙王打PK吗 你现在又没有少块肉之鱼记到现在吗 你是个大男子汉 怎么能跟我一个弱女子计较呢 我叹了一口气和上词典 看向欢愉之神 所以你突然来我旁边叙叙叨叨一大堆 影响我学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当然是为了证实 你不想找锻造之神了吗 原来你还记得这件事啊 我都以为你要趁着心情不好的借口 把这件事给水了 瞧你这话说的 我答应过你的是什么时候没有兑现过 我微微点头 对于欢愉之神这番话 我找不到反驳的点 虽说欢愉之神每次在兑现承诺的时候 总是喜欢塞一些乐子丝祸 但好歹也算是兑现了 想到这些我也决定再信任欢愉之神一次问道 所以我该怎么见到锻造之神 现在新神赌斗副本可还没有恢复 这次咱不去新之神的副本 直接去见锻造之神本尊 欢愉之神打了一个响指 一个不知道通往哪里的传送漩涡出现在他旁边 我听到欢愉之神这番话不由一证 等等你该不会要带我去神界吧 你想什么呢 凡人是去不了神界的 锻造之神就在你们大厦帝国一处名叫卢香的秘境 那咱们这次要去多久 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吧 卢香有自己的规矩 你想要见锻造之神得做些钳制任务 而且你见到锻造之神 他破坏诅咒之心也是要时间的 目前正是校园竞技联赛期间 我要是这个时候去找锻造之神 那校园竞技联赛这边就得退赛 未免有些太不负责任了 于是我便问欢愉这个行程能不能推十天 你是惦记那校园竞技联赛吧 其实我倒是可以等 不过锻造之神所在的卢香秘境坐标是随时变化的 我现在锁定了卢香位置 十天后还能不能找到卢香那就不一定了 要是错过了这次 下次就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去卢香了 也就是说我必须放弃校园竞技联赛了 那倒也不用 什么意思难道你还能让我分身不成 你说对了 张元你都见过了不少神明了 难道就不想学一学投影技能 这是我能学的 那是自然 不过这个技能勉强算个神技 你现在要学的话得占用你五个通用技能格子 换句话说学了这投影技能后 你在六十级二转之前便没法再学其他通用技能了 这个你得做好取舍 拿五个有用的通用被动去换一个神技 这还想个鸡毛 投影可是每位神明都会的技能 那就不可能是垃圾 别说拿五个三十到六十级的通用技能去换 就算把之前学的五个通用被动全都拿去换也愿意 我想了不到一秒钟便对欢愉之神道 我可以接受该怎么学 那行你去准备十万张终极技能卷轴 然后我来教你 多少 我只是在交易所买了一点东西 就惊动了整个国家 只应在两个半小时前 欢愉之神说要教我一项神级技能 但要求是准备十万张终极技能卷轴 我听完后大吃一惊问他是在开玩笑的 十万张终极技能卷轴而已 这有啥的 欢愉之神诧异的看着我似乎不明白我震惊的点 不是姐妹 你知道一张终极技能卷轴多少钱吗 整整一百万啊 十万张终极技能卷轴那可是要一千亿 你把我卖了都凑不上 那我有什么办法 你身上有魔神诅咒我又不能赐服你 我要交给你技能只能帮你制作神级技能卷轴 十万张终极技能卷轴 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便宜的制作方法了 而且我都还没有找你要手工费 我冷静下来接受了这个现实 取出手机打开帝国交易所的软件 我上次卖了一个传说装备圣灵之冠 应该能卖个几百亿 打开后便看到自己的账户上 一字开头后便跟了一长串的数字 仔细一看发现自己账户余额已经上了千亿 这才发现那圣灵之冠竟拍出了一千多亿的高价 圣灵之冠已经是我淘汰的传说装备了 就算这样也能卖一千多亿 那身上这一堆传说装备和神器我都不敢想象 既然你钱够 那尽量在今天把十万张终极技能卷轴凑起吧 那炉香秘境的位置随时都可能便我们得抓紧时间 我也没莫及直接前往学校的帝国交易所 开始大批量收购终极技能卷轴 不过此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我大批量收购终极技能卷轴 直接导致市面上所有终极技能卷轴的价格暴涨 甚至有些奸商直接价格翻了几倍 而且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我搜罗了一番交易行中的所有终极技能卷轴 发现自己就算将市面上所有终极技能卷轴全部买下 也才两万多张 剩下八万的缺口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说来也是 终极技能卷轴本就相当昂贵 不仅一张一百万 而且还不是百分百觉醒技能 并且稍微差点一百万便是打了水漂 放眼整个大厦帝国 能够消费得起终极技能卷轴的只是少数 这种商品就不可能多 不过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起是白正国来电 帝国交易所那边检测到你的账户 在大批量囤积终极技能卷轴 疑似在囤居其货 如今已经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 所以那边托我来问问是你本人在操作吗 如果你的账户被盗了的话 帝国交易所那边会立刻封锁你的账户 白老那些技能卷轴都是我买的 您可以帮我转告帝国交易所让他们放心 我没有扰乱市场的意思 白正国听到我的话彻底惊了 你买这么多终极技能卷轴干什么 难道你还养了一支军队 不对啊就算你养部队也应该买装备 你买技能卷轴干什么 那玩意儿又贵性价比还低 白老我现在有一个任务 需要十万张终极技能卷轴 不过目前我还有八万的缺口 白正国不由惊呼出声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逆天的任务 不过他转念一想 我本身就已经相当逆天 逆天人做逆天任务也是合理 八万张终极技能卷轴不是小数目 不过我可以让冒险家协会帮你发布收购任务 大概一个月能帮你凑齐 太久了白老我得在今天完成这个任务 最迟不能拖到明天 任务失败了有什么代价吗 可能影响到对付诅咒王 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今晚十二点之前 一定将八万张终极技能卷轴送到你宿舍去 白老您真能弄到八万张终极技能卷轴 傻小子我当然做不到 不只是我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单一势力 都不可能在十多个小时内 给你做出八万张终极技能卷轴出来 但你别忘了张元 在你身后是整个大夏帝国 国家机器运转起来 在今晚十二点之前 一定能制造出你所需要的八万终极技能卷轴 挂断电话后欢愉之神 这时又出现在我面前 据我所知能让大夏帝国如此支持的天才 你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现今活着的唯一一个 我听后不免好奇地问他第一个人是谁 你的师兄 许剑星 莫非剑星学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你猜的没错 在当年许剑星可是一个天赋不在你之下的天才 有趣的是在许剑星陨落之前 你老师叶青松还是一个一板一眼的正经老师 当许剑星死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酒鬼 那时我都没有想到一个人的变化居然能这么大 许剑星他是怎么死的 因为三十年前那场战争了 当时许剑星才三十几吧 甚至都还没有一转就凭借心神祝福 以一己之力挡住了三位恶魔大公 就下了如今京都大学所有院长 包括你的老师 那场战斗过后 许剑星永远留在了战场上 如果他活着的话 当今世界最强者估计就是他了 那场战争让大厦死了太多强者和天才 直接导致如今大厦青皇不接 如果小原子你活在那个年代的话 应该会很有趣 可惜了 好了故事会就讲到这里 你要是对你那个天才师兄感兴趣 就找时间去问你的老师 我得去准备制作神级技能卷轴的材料了晚上见 欢愉之神迅速结束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原地消失 一直到深夜23点我才收到白正国的消息 赶到宿舍楼后 只见白正国和万长安正站在宿舍楼大门口 和牛婆婆聊着天 张元你来得正好我们刚才和牛婆婆聊到你 我真是没想到啊你才住进来一个月 就把零号宿舍都给拆两次了 我听后尴尬的解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 你不用怕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反倒是觉得你干得不错 年轻人就是要有活力和冲击 你之后就算是把楼拆了也没事 军部负责出一切维修废用 牛婆婆气得揪住万长安的耳朵 你这家伙说的什么屁话 感情修楼的不是你是吧 腾腾腾牛婆婆我错了您清点 明明身为军部首长 在大夏帝国全力能排进前十的万长安 此时在牛婆婆面前没有半点脾气 一旁的白正国似乎早就对此见怪不怪了 他取出一个五公分左右的胶囊扔给我 这是军部研发的黑科技空间压缩胶 能够储存十万份以上的材料 你要的八万张终极技能卷轴都在里面 我看着手中的胶囊眼中闪不一丝惊讶 我在交易所将两万张终极技能卷轴收进储物空间后 自己的储物空间便是被塞得满满当当 再没办法装下其他东西 正愁自己储物空间不够的时候 这空间压缩胶囊正好解决了燃眉之急 等他们两人走后牛婆婆对我说道 小子虽然白会长和万长安没有说 但他们能在这么短时间内 给你感知出八万张终极技能卷轴 一定是欠了很多人的人情 放心牛婆婆我不会辜负任何人的期待 等回到房间后欢愚之神又凭空出现 看来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直接开始了 欢愚之神呵呵一笑 他双眸泛气紫光 整个房间中的终极技能卷轴全部漂浮起来 欢愚之神又取出一张金色的空白技能卷轴 随后那张技能卷轴 开始疯狂抽取终极技能卷轴的能量 那些能量被抽干的卷轴全都化作了灰烬 随着源源不断的能量灌注到金色技能卷轴上 那金色技能卷轴表面也开始出现了神明的文字 那些神文与恶魔文不同 我能从那些文字中感觉到强大的神性以及恐怖的力量 伴随着第十万章终极技能卷轴化作灰烬 能让凡人觉醒神技的技能卷轴在这房间中成形 我买光世界上所有的技能卷轴 只为合成一个神级技能 当我看完介绍后彻底震惊了 因为我觉醒的这个虚幻真身 可以通过持续消耗精神力 召唤一个与自身等级技能装备命做天赋相同的投影 此投影可向下调节强度 投影强度越低消耗精神力越少 自己以后要是战斗岂不是可以正义二打一 乐子神你这个技能保真吗 神用的技能怎么可能是垃圾快试试吧 创造一个投影出来放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我点头立刻尝试召唤出一个自己的顶配投影 下一刻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投影便出现在房间中 这个投影除了没有残缺天空塔以外 我其他所有装备投影都有 不过我的精神力也开始快速消耗 我估摸了一下以这个投影的精神力消耗速度 若不让战炉被动生效的话最多维持十分钟 看来完全踢的投影不能在日常中永久保持 虚幻之身这个技能其实没什么精神力消耗 只要你不复制神器你的投影完全能应对日常生活 之后我便在自己投影身上去除了六件神器 此时维持投影所消耗的精神力都还没有我自然回复的多 然后我尝试控制自己的投影 发现自己的意识可以在本体和投影中随意切换 甚至可以同时控制自身和投影 我看了自己投影一眼像欢愉之神问道 这投影不能自主控制吗 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有神是思考过 人的结局不太好 为什么投影就像是你的影子 他如果有了自我意识 然后他的力量还和你一模一样 你觉得他还会一直甘心当你的影子吗 说吧欢愉之神笑呵呵的打了一个响指 前往卢香秘境的传送漩涡出现 我也没有多想禁止走向传送漩涡 当我半只脚踏进传送漩涡时 欢愉之神忽然倒 对了张元忘了跟你说一件事 其实卢香秘境是一个特殊副本哦 你进去后小心点 听到欢愉之神这番话我没有感到丝毫意外 只是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就知道有坑 等在睁眼时 发现自己来到一处充斥熔岩和高温的山脉 而欢愉之神已经不见踪影 在这山脉中央有着一座冒着黑烟的巨大火山 看起来如同一座巨大的熔炉 确实我的面板上出现了三个任务 发现隐藏神级副本炉香 净见神明者需完成三道试炼 其越过熔岩海 其二击败守卢者 其三锻造神器 我扫了一眼三个任务内容 第一和第二个倒是能理解 但第三个任务我是一点也看不懂 即便是大厦的神级锻造师 终其一生也不见得能锻造出一件神器 而我连锻造师都不是怎么锻造神器 罢了来都来了 多想无意先把前两个任务做了吧 我喃喃念着按照惯例 将罗刹王和地狱炎魔羊召唤出来 让他们去前方探路 至于冰之精灵女王这环境一看就不适合他上班 便给他放一天假 地狱炎魔羊和罗刹王刚走上小道 沿江中就冲出了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黑衣 一口就将地狱炎魔羊和罗刹王吞掉 我见地狱炎魔羊和罗刹王直接暴毙不由一惊 刚才那怪物速度太快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使用深渊之眼查探 为了保险起见 我在原地等到地狱炎魔羊复活后 继续派地狱炎魔羊走上小道 哼的一声巨响 在地狱炎魔羊踏上小道的瞬间 那个巨大黑影再一次从沿江海中冲出 我立刻唤出战卢攻击 同时对那怪物使用了深渊之眼 特殊精英神铁兽等级90 深渊之眼只给了极其有限的信息 这时战卢也击中了神铁兽 直接将神铁兽的脑袋给换穿 随后神铁兽滚落进岩浆中 但我并没有收到击杀提示 只看到路上多了一些铁块 像是神铁兽身上掉下来的 见状我皱紧眉头 按理说以我现在的攻击 只要不是恶魔大公以上的怪物 都能秒掉才对 随后我便发现自己不仅仅是 没杀掉那神铁兽 身上甚至都没有战卢产生的护盾 也就是说刚才虽然看起来 已经轰穿了神铁兽的脑袋 但实际上并没有给神铁兽造成任何伤害 这种情况只能是 刚才我攻击的神铁兽不是本体 果不其然地狱炎魔羊没走多远 岩浆中就又冲出了新的神铁兽 向地狱炎魔羊咬去 我眼几手快再次控制飞剑击穿神铁兽 让地狱炎魔羊继续前进 这片熔岩海长2000多米 地狱炎魔羊在小道上急速奔跑的时候 总共遭到了神铁兽13次袭击 期间我一直在岸边用飞剑给地狱炎魔羊保驾护航 总算是让地狱炎魔羊到了对岸 这时面板上出现任务完成的提示 然后面前便是燃起了一团火 紧接着凝聚成黑色的徽章碎片 第二个任务是击败守卢者 Boss应该就在山上 我找到了一条上山的小道 也不犹豫当即让地狱炎魔羊在前面开路 自己则是跟在后边 山道上没有一只怪物 只是这里所有装备都显示破损无法装备 要是这些装备未破损的话 那我可真就发大惨了 我看着满地的装备无比肉痛 这就好像明明有一座金山在自己面前 可自己却是什么都带不走 当我走到山腰的时候 便感觉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火箍 呼吸滚烫空气甚至在灼烧气管 若不是炎魔披风有百分之百火烫的话 我现在怕是光呼吸都得掉血 当我走走停停终于爬到山顶时 便看到一个二十多米高 由钢铁和矿石胶筑的巨人守在火山口 当即我对前方的巨人BOSS使用深渊之眼 守炉者山海巨人王等级九十 深渊之眼依旧是给出了极其简略的信息 但当我看到BOSS的名字后 眼中顿时闪过一丝惊喜 我记得自己纯军舰的神技任务 就是击杀一个山海巨人 想到我立刻就兴奋起来展开剑阵 山海巨人王也随之发出一道怒吼 起身向我狂奔而来 不过他都没跑出两步 便被战炉剑一剑刺穿 轰的一声巨响 山海巨人王当场被打到了二阶段 他的身体开始变红 就好像是在被猎虎淬炼一半 我刚才那一击已经获得了护盾 战炉被动生效一瞬间 无数神剑在半空中凝聚 随即轰然落下 刚刚爆发二阶段结束无敌状态的山海巨人王 便是被大量神剑给活生生冠 伤害冠死 成功击杀山海巨人王经验增加十亿 随着山海巨人王被秒杀三个召唤物都升了一击 而我体内也冲出一道金光升到了46击 即便我将自己和星空的经验分配比例调整成了一笔九 但架不住这段时间又是击败神明投影 又是杀九世纪boss 等级提升速度依旧是远远超过了一般的职业者 紧接着有一道系统声音响起 成功完成试炼二获得神铁徽章碎片 完成纯军剑神器任务 纯军剑进化为神器可精炼到三阶以上 我见到纯军剑完成神器任务 立刻将纯军剑取出来检查其属性 来了来了 我的纯军剑终于进化为了神器 装备后不仅可以免疫所有物理伤害 而且每次攻击会削减目标10%最大生命值上限 并且有概率造成眩晕 甚至用此剑完美格挡后破坏对方的武器 这其防御输出控制三位一体的武器 我愿意将其称为三体剑 就当我还在查看纯军剑的时候 面板上突然出现了自己完成了试炼三的提示 又一枚神铁徽章凭空凝聚 我一愣随即意识到什么看向自己手中的纯军剑 该不会是因为纯军剑完成了神器任务 从传说级装备进阶为神级装备 所以副本判定我锻造出了神器吧 现在我都不得不感叹自己运气好 要是那守炉者不是山海巨人王的话 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完成第三个试炼任务 随着完成三个试炼任务 三块神铁徽章一同浮现拼接在一起 向火山口内部射出一道光 下一刻整座火山都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一座由钢铁胶筑的古堡从火山口中的岩浆里升起 住在岩浆里边锻造之神可真拼呢 想必他这么做肯定是为了锻造出一件金石神器 不过我的这个念头仅仅持续了不到十秒钟 便被钢铁古堡中吹出的冷气给掐灭了 这锻造之神既然也怕热 那还把佳安在火山岩浆里边干鸡毛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这时欢愉之神出现在我旁边 张元咱们真不容易啊终于完成试炼任务 论性格其实你也不遑多让 谢谢你的夸奖货 别磨蹭了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锻造之神 正好瞧瞧他在这鬼地方做什么 说吧随即便主动走进宫殿 当我走进宫殿时一道震耳欲聋的打铁声传来 差点将我的耳朵给震聋 对此我震撼不已 虽然我不懂锻造 但仅是从锻造之神打铁的声音当中 便感觉到了锻造之神那恐怖的力量 锻造之神的每一锤仿佛都能让世界山崩地裂 这大殿中的神威与我之前面对的神明投影 完全是两回事 倒是欢愚之神依旧如常 他提高音量冲的大殿深处喊道 打铁的客人都进屋了还不出来迎接 又是一道震耳欲聋的打铁声传来 我甚至能从大殿深处看到音波成形 不等我反映星空又一次自己从召唤空间中飞出 用自己的翅膀护住我挡下了这一次的音浪 而欢愚之神则没有那么好运了 他直接被打铁的音浪给轰飞出去 随后宫殿大门猛然被关上 我见欢愚之神被关在了宫殿外眼神微微一边 还没来得及有所行动 随后便感觉到有一股异常强大的神威 从大殿深处席卷而压得我喘不过起来 只见一个身材壮士手里拿着锯锤 全身上下都散发着恐怖气势的男子 从宫殿深处向这边走来 星空死死盯着锻造之神呲牙低吼 显然是从那位神奇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我回过神来立刻将紧张的星空收回召唤空间 随后向锻造之神行礼 凡人张元见过锻造之神 锻造之神见我并未在自己面前露怯微微点头 你很不错既然你已经通过了我的三场试炼 按照规矩我可以为你打造一件神器 你需要什么 回锻造之神 我不需要您为我打造神器 反而是需要您破坏我身上的一件神器 锻造之神一乱 他似乎没想到张元会提出这么一个奇葩的要求 还没等我回答欢愚之神便重新挤进了宫殿 给锻造之神解释道 打铁的他被诅咒魔神盯上了 现在他的心脏变成了诅咒王之心 想找你帮他把那诅咒王之心毁掉 好解除诅咒魔神的诅咒 听到欢愚之神的话 锻造之神眉头微微皱起随后摇头 这件事我做不到你们还是换一个要求吧 我就知道这家伙不想烫这浑水 欢愚之神对锻造之神拒绝帮助我并不意外 立即对我低到 小子把火之女神和战神给你的东西拿出来 他自然就会乖乖过来求你 我当即将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取了出来 本来才拒绝我请求的锻造之神 欢愚之神立刻挡在我面前逼退锻造之神 打铁的这可是张元的东西 你身为神明难道还要抢凡人的东西吗 要不要脸 此时锻造之神的态度已然有了180度大转变 他面对欢愚之神的质问丝毫不恼笑呵呵道 你们居然有这种宝物为什么不早说 不就是破坏诅咒王之心得罪诅魔神吗 我干就是 锻造之神说着伸手就去抓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 不过却被欢愚之神用手拍开 先把张元的问题搞定后再碰 锻造之神干笑道 乐子神你也知道我就缠这口 那永恒之火我心心念了几千年就让我先碰一下吧 欢愚之神坚定摇头 那可不行要是你出尔反尔了怎么办 小元子把东西收回去 这次我难得认同欢愚之神的想法 直接将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都收回储物空间 锻造之神不舍地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 随即转身走向宫殿深处 罢了跟我来吧 欢愚之神对我眨眨眼靠到耳边低声道 记住了等你的事了结后你就都听我的 我没让你拿出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 不管那打铁的说什么你都别拿出来 听到欢愚之神这番话我也不由压低声音问道 你想要干什么 欢愚之神脚侠一笑 那打铁的只对锻造感兴趣 至于他锻造出来的东西归谁咱们可以运作一下 文言我恍然大悟 立刻对欢愚之神做了一个OK的手势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呢快过来啊 来到大殿深处后 锻造之神让我躺在锻造台上 文言我眼中闪过一丝迟疑 躺到锻造台上这是要把我当铁挡啊 你要我破坏你的神器我总得做一个检查吧 我不由看向欢愚之神 欢愚之神点头笑道 没事那锻造台也是打铁的工作台 你放心吧没事的 有欢愚之神替锻造之神背书 我也不再犹豫直接躺在了锻造台上 小子躺好了就别动我要开始了 或许是因为锻造之神进入了工作状态 他整个人的气质有了巨大的改变 此时变得无比认真 他双眸亮起红芒扫我圆全身一遍 随后视线集中在我的胸口 小子你可真不得了啊 被诅咒魔神注入了这么多诅咒力量 居然还能活蹦乱跳真是奇迹 在锻造之神的视野中 我胸口的心脏汇聚着一团无比浓郁的黑屋 其中的涌动的诅咒之力要是释放出来 足以让一个中小型国家瞬间裂国 欢愚之神凑上来对锻造之神问道 你有办法毁掉这诅咒王之心吗 我有办法吗 乐子神瞧瞧你问的都是些什么话 虽说诅咒魔神位格比我高 但在锻造方面他给我提鞋都不配 只要是装备就没我完不转了 这诅咒王之心在坚韧我也能毁掉 说到锻造之神的身体开始兽化 体型不断膨胀 最后变成了一个四郎四虎的半兽人 锻造之神本就无比恐怖的气势 在这一刻变得更加强大 我一脸震惊地看着兽化的锻造之神 小子没必要那么惊讶 这才是我的本来面目 摧毁高位格魔神的神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即便是我也得需要一些时间 锻造之神说着锻造台上便突然出现镣铐 将我的四肢给绑住 随后锻造之神又从工作台上拿来一个巨大的锥子 将尖端抵在我胸口处另一只手扬起巨大的锤子 我见状瞳孔猛的一锁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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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该不会是要 小子过程可能有些痛你忍着点 当的一声巨响巨锤落下 尖锥刺入我的心脏大量漆黑的鲜血蹦践而出 一股难以忍受的剧痛瞬间传遍我的全身 差一点就让我昏厥过去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缓一口气 锻造之神便又是一锤落下 大量漆黑鲜血建设到锻造之神的皮毛上 随后被炽热的火焰蒸发化作黑气消散 锻造之神见我这样都没有哼一声 眼眸中不由闪过一缕赞赏 行啊小子居然能忍受这种疼痛 我还以为你第一下就得叫出来 此时我已经疼得满头大汗 不过还是问出了自己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我想问您把这诅咒王之心砸烂后 我原本的心脏还在吗 锻造之神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回答 都到这种时候了你居然还有余力想这种问题 你放心这诅咒王之心虽说和你的心脏融合了 但它只相当于一层附在你心脏外表的壳 以我灵巧的记忆不会伤到你心脏的 说吧锻造之神又重重落下一锤 直接把尖锥都打出了火花 我当场口吐鲜血 您的记忆还真是灵巧啊 多谢夸奖 锻造之神又是挤锤落下 诅咒王之心表面已经出现裂纹 而我在经历了一开始极致的痛楚后 也渐渐变得有些麻木 接受了锻造之神锤鸡的节奏和力度 这一场锤鸡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 我心脏表面的漆黑外壳已经被彻底打破 但我的心脏还是缠绕着大量诅咒的力量 锻造之神将诅咒王之心的碎块 全都从我体内挑了出来长舒一口气 已经结束了吗 锻造之神呵呵一笑 你以为诅咒魔神的诅咒是那么好清楚的 这诅咒王之心已经和你彻底绑定 我就算现在把它和你分离 之后它也会自己愈合再一次进入到你体内 想要毁掉这神器 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 在这个过程中 为了避免你心脏外围的诅咒之力重新凝聚成外壳 你胸口的洞得一直开着 敲掉你心脏外表的外壳才算刚刚开始 听到锻造之神这番话 我脸色有些苍白颤声问道 这得多久 锻造之神成因片刻 也不长十多天吧 我顿时两眼一黑 我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 竟直接在胸口开了一个大洞 而且还要用两吨半重的铁锤疯狂敲击心脏 指引我受到了魔神的诅咒 心脏已经和诅咒王之心彻底融合 锻造之神虽然已经将诅咒之心敲碎 但为了防止他重新凝聚我胸口的洞 必须一直开着 听到锻造之神这番话 我脸色有些苍白 颤声的问这得多久 也不长大概四坤天吧 我文言顿时两眼一黑 这段时间你可以在我的城堡里自由活动 但不要离开城堡 否则诅咒魔神可能会察觉到 你正在破坏诅咒王之心 到时候他出手 我们之前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 那我可以操纵在京都的投影吗 锻造之神听到我的问题眼中 闪过一丝亚语 虚幻真身不是神迹吗 你怎么会的 不过当锻造之神看到旁边的欢愚之神后 便明白了许多他不再多问说道 你可以用投影 只要本体不离开这座城堡就行 随后我的意识切换到 自己在零号宿舍的投影上 在胸口开了一个洞的情况下 我只能专心控制其中一个 欢愚之神也跟着出现在宿舍中 小原子有些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 你胸口都开了一个洞了 都还要去打那个比赛吗 跟一群34级的家伙打有什么意思 既然已经做出了承诺 那自然不能食言 况且我在炉香也没什么事做还疼得心慌 还不如去比赛上放松放松 转移一下注意力 好吧那我自己去找乐子了 说吧欢愚之神便凭空消失 等我到京大休息室的时候 距离五人团队四强比赛 开始不到一个小时 其他人都已经在休息室中就绪 李雪儿见我脸色有些苍白 立即关心道 阿元你是生病了吗 脸色怎么这么差 没事就是昨天没睡好 对了我们这次的对手是谁 魔城大学代表队 他们队伍虽然在海选赛中只获得了第三名 但硬实力在这次比赛所有队伍中排名第二 他们的队长是一个45级传说级职业者圣光骑士 其余队员的平均等级都是40 别管他们等级有多高 咱元神出手一下全都送走 听到元神这个称呼我微微疑论 阿元你是没有上网吗 昨天你一招秒了东海大学整队后全网都报了 现在大家都叫你元神呢 文言我摇头苦笑 没想到自己得了这么一个称呼 在一众队员吵闹的时候 广播中再次响起主持人的声音 比赛即将开始 有请京都大学代表队和魔城大学代表队入场 随着主持人开口整个体育馆彻底沸腾了起来 所有观众都在为京都大学和我欢呼 为魔城大学代表队加油的声音完全听不见 魔城大学代表队的一个年轻队员 听到整个体育馆全是给我加油的声音不由叹道 这校园职业竞技联赛都快成为张元的专属秀场了 咱们所有人都是陪跑的 就是 昨晚咱们研究了一夜张元的比赛录像 到现在都没弄明白他是怎么一穿五的 本来还想着这次比赛夺冠 去顶级工会拿个好的offer 没想到遇到这么一个逆天存在 区区一个张元就把你们吓成这样了 说出去真丢我们魔大的脸 队长你这能怪我们吗 网传张元连天空塔一百层都通了 就咱们这些小卡拉米怎么和他对抗 怎么不能对抗我自有办法 霍威冷笑一声眼眸深处闪过一缕不自然的黑光 待会儿上擂台后 你们就帮我牵制住精大其他队员 我一个人单挑张元 一众队员见霍威这么自信 也纷纷燃起了一点战役 这时体育馆中的欢呼声顿时提高了不少 魔大队员们立刻看向入口处 只见我们一行人从里边走了出来 一张元的脸色看起来有点差 他是生病了吗 这不是天助我们魔大 哈哈队长我们有机会了 霍威看到入场我的状态后 嘴角勾起一抹微妙的弧度 眼中闪过的黑气变得浓郁了一些 而我也感知到了一股不怀好意的视线 不由看向霍威正好与霍威的视线对视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霍威的气息有些不对劲 但具体是哪里不对劲自己也说不上来 一旁李雪儿见我似乎对霍威很在意当即介绍道 阿元那人就是魔大的队长霍威 文言我直接对霍威使用了深渊之眼 霍威圣光骑士45集 深渊之眼给回来的信息很正常看不出什么问题 深渊之眼看破隐藏力量霍威信息已更正 不过下一秒我面板上便又出现了新的提示 随后关于霍威的信息直接变成了血色 魔神眷属霍威腐化堕落骑士45集 当我利用深渊之眼看到霍威隐藏的信息后 欢愉之神突然出现在旁边呵呵一笑 没想到这小小的校园禁忌联赛卧虎藏龙 竟然还有一个魔神的赐服者出现 文言我疑惑地看向欢愉之神 欢愉之神笑着解释道 就像你们人界有深渊神界也有对应的魔界 人类信仰诸神深渊恶魔信仰魔界的魔神 就比如盯上你的诅咒魔神 就是魔界中一个位格相当高的神奇 神明可以给你们人类赐服 魔神自然也能给恶魔们赐服 说到这里欢愉之神看向不远处的霍威 那人类既然有魔神的赐服 说明他早就已经背叛人类投靠深渊了 这种赐服者的实力怎么样 上下线得看魔神给了他多少力量 如果只给一丁点的话 他也就相当于多了一个高级或者神级天赋 可如果魔神力量给的多的话 那就说不定了 在我和欢愉之神交流的时候 主持人激情开口 有请京都大学代表队和魔城代表队上场 霍威当即一马登仙带着自己队员上了擂台 欢愉之神健壮对我笑道 为了让比赛多点乐趣 我就不给你透露更多关于那人信息了 总之你自己加油让你同伴小心 话音落下 欢愉之神消失在原地 在欢愉之神离开的瞬间 李雪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他看了一眼欢愉之神离开的地方 不过他倒什么都没说对我说道 阿元该上擂台了 我微微点头和众人一起走上擂台 随即对大家提醒道 诸位小心一些对面魔大队长是深渊的卧底 我这话一出口 本来有说有笑的众人表情进阶变了 张兄这个指控可是相当严重的确定 我有一个天赋能够探测目标信息 霍威已经是堕落其事了 而且还有魔神赐福很不简单 将于连忙道 那要不要告知主办方停止比赛 这比赛现场有十多万人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等级不高的年轻职业者 一旦这里出现深渊恶魔 那后果不堪设想 李雪儿面色也变得凝重沉生道 恐怕不行 首先我们拿不出证据 其次霍威是魔城大学有名的天才 我们直接指控霍威是深渊卧底 就是在打魔城大学的脸 搞不好最后会升级成两所大学的战争 我看了一眼擂台上方的倒计时随即道 待会儿开赛后我暂时不出手 你们找机会去把人头送了退出擂台 之后浩然和江云回学校联系校长 雪儿和舒兰去乾隆支队联系万战神 校长和万战神不会无视我的意见 到时候学校和军部会联系主办方 随着上方倒计时归零主持人便激情喊道 比赛开始 开战了 我和魔城大学终于要开战了 我看出他们队长是深渊的卧底后 就先让自己的队友前去送了人头退出擂台 霍威此时眼中也闪过一亩阴霾 张远你们惊大什么意思 是可怜我们所以故意给我们送几个人头吗 那你也把我想得太贴心了霍威 我只是想和你单挑而已 话音落下我展开剑阵 一把紫幽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化作一道剑光向霍威射去 只凭你这破剑也想破防 霍威剑飞剑袭来冷笑一声 他手中凝聚出一面圣光的盾牌挡在自己前方 轰的一声巨响 紫幽剑将霍威的盾牌连带着霍威一起给轰飞出去 而魔大另外四个队友则是直接出现在擂台外 这一幕又一次在体育馆中掀起喧哗 霍威在擂台边缘稳住身形 他看了一眼自己那已经凹陷下去的盾牌 眼中闪过一缕惊骇 你竟然能无视我的防御 要不是他还有半血无敌的被动技能 我刚才那一击直接就把他给秒了 难道你背后的恶魔没告诉你这件事吗 霍威表情巨变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嘴角依旧带着笑容 不过语气却变得越来越冰了 没什么其他意思 你要是不把你隐藏的魔神力量使用出来 下一招我就会把你打死在擂台上 说吧十把紫幽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环绕在我周围渐渐瞄准霍威 虽说我现在本体还带着伤 我的投影也就带着复制的赤箫和战武 但仅凭这些对付霍威绰绰有余 霍威听到我的话沉默了片刻呼的吃笑出声 看来他们说的没错 想要瞒过你的眼睛再悄悄把你弄死 真没那么容易 既然如此那我也没什么好装的 话音落下一股黑气从霍威体内涌出 他左手的盾牌长满了尖刺 圣光盔甲也变成了挂着骷髅头的漆黑铠甲 右手出现了一把两米多长的巨石大刀 霍威的这副姿态顿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这什么情况霍威不是盛光骑士吗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对劲霍威的状态不对劲 是我的错觉吗 他身上怎么有深渊的气息 而此时擂台上霍威丝毫不在意观众的谈论 张员你可得千万小心别太快被我砍掉脑袋 霍威直接向我使用了冲锋技能 他此时如同一头蛮牛以极快的速度向我冲来 而我依旧站在原地控制紫幽键向霍威射去 张员你这些小破剑对现在的我没有用 霍威冷笑着他双眸涌动黑芒 周身凝聚出黑色的能量护照 竟将我的飞剑全部给弹开 在魔神的刺服下 霍威在使用位移技能过程中全程无敌 并无视任何控制效果 三秒不到霍威便是跨越了一百多米 从擂台边缘冲锋到我面前挥动巨石大刀向我砍来 这时纯军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当的一声巨响 纯军剑和巨石大刀撞在一起 下一秒锯齿大刀当场断成两截 霍威瞳孔锯缩满脸惊骇 霍威魔神给你的刺服就这么 紧接着十把紫幽剑从四面八方射来 直接将霍威射成了刺猬 鲜血四剑霍威的生命值当场归零 我用的手段根本就不是擂台PK 而是摆明了就是冲得要霍威命去 全场也掀起阵阵惊呼 张神这次下手怎么这么狠 为什么擂台法阵没有生效 张神这是要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杀人 所有人都惊恶而下一刻 他们便全都明白我为什么会下这么狠的手 生命值归零本该死去的霍威忽然发出一声长啸 他的身体迅速膨胀 魔化生命值迅速恢复 一股无比恐怖的深渊气息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直接震碎了擂台法阵充斥着整个体育馆 在场所有观众表情进阶变了纷纷起身惊呼 是深渊恶魔 深渊已经入侵到这里来了 大家快跑 不少胆小的观众开始逃离体育馆 在大夏帝国经历了三十年前的那场噩梦之后 对不少普通民众来说深渊就代表着死亡 一时间观众席变得混乱无比 大家不要慌大夏会保护诸位的安全 请有序撤离 万长安和京都大学一众老师 带着大量高等级职业者及时赶到 他们迅速控制住了混乱现场 安抚民众情绪组织民众有序撤离 这时逆无为非到万长安面前问道 首长我们已经接管导播是要切断直播吗 万长安看向站在擂台上临危不惧的我笑道 不用 如今的大厦民众需要一个英雄 来树立对抗深渊的信心 这一次该让张元那孩子杨明立万成为英雄了 擂台中央霍威已经完全魔化 变成了一头三米多高的人形魔兽 全身肌肤都透着金属光泽 不过霍威自己也清楚 在京都大学和军方的高等职业者包围了体育馆后 他今天已经活不了了 但他现在已经不在乎了 张元今天你也必须死在这里 霍威咆哮着他如同一头洪水猛兽 张开血盆大口凶残的扑向我 数百架无人机飞在空中 全方位拍摄体育馆中的战场进行全国直播 无数观众紧张地盯着直播画面为我捏一把汗 他们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魔化霍威的压迫感 可想而知在现场压力有多大 X10类台上我面部改色控制紫幽箭攻击霍威 一道道剑光射向霍威 但却只是在霍威体表擦出火花 没能给霍威造成任何伤害 没用的张元 在魔神的祝福下 我现在完全免疫物理伤害 霍威咆哮着他三步并两步 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到我面前 用尖锐的爪子拍下 纯军剑飞出我周围凝聚金色护盾 霍威的巨掌猛然拍到护盾之上 但是周围的金色护盾安然无恙 霍威的攻击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解说台上的宁无为见到这一幕不由感慨到 张元这小子又变强了 霍威那一击即便是我也没法轻松接下 可他却毫发无损他的天赋太可怕了 万战神说句大逆不到的话 他恐怕快要超过您了 或许他现在就已经超过了 宁无为一正惊道 您没开玩笑吧 无为啊你难道没有看出来了吗 在这体育馆中和霍威战斗的张元 不过是一句投影罢了 宁无为瞳孔微微一缩 我竟完全没看出来 万长安只是笑了笑叹道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夏新时代的篇章已经揭开了 破败的擂台上我笑呵呵的看着霍威 真是巧了我也免一物理伤害 说把我握住纯军剑迅猛的砍向霍威 剑刃与霍威胸口的金属皮肤擦出大量火花 随即一道金光穿过霍威的身体 直接消去了霍威10%最大生命值上限 吓得霍威连连后退 看来你也只是免疫物理伤害 但是免疫不了装备效果 我说把手中的纯军剑凭空消失 又在霍威身后出现砍了霍威一剑 再一次消去了霍威10%最大生命值 霍威尝试躲避纯军剑的攻击 但我遇见的速度太快 他根本就躲不开 此刻完全魔化的霍威 现在就是一个巨大的沙宝 被我的飞剑追着砍 他认识到了自己和我之间的差距 那绝对不是单靠一个魔神赐福就能跨越的 为什么你区区一个人类 为什么会这么强大 明明我都凌驾在你们这些凡人之上 我为什么会打不过你 霍威心中的某个信念开始崩 他整个人彻底崩溃了 不过我并没有因为霍威的崩溃便有所留守 不断控制纯军剑攻击霍威削减他的最大生命值 使用最简单的拔刀斩 全国的观众都见证了这一场奇迹 一个人族少年单方面碾压了一个深渊恶魔 在击杀霍威后我便开始舔他的盒子 然后就发现一张刻有黑色玫瑰的卡片 当即我便使用深渊之眼查看 神选俱乐部邀请函 一张神秘的邀请函使用后 可以前往神选俱乐部 备注前往天堂还是地狱是个未知数慎用 万长安看到这张卡片后脸上笑容一将 随后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我见万长安表情突然变得严肃 也意识到事情可能不简单 于是将神选俱乐部邀请函递给万长安 并说这是击杀霍威报的物品 万长安接过邀请函将其翻到邀请函背面 发现上边已经有了我的名字 这下麻烦了 万战神的神选俱乐部到底是什么 这里不方便说先跟我们回司令部吧 等回到司令部后万长安向我说道 其实关于这个事例的信息 我们也是前段时间才有所了解 上次事件我们抓到了潜伏在大厦的内鬼 是大厦的一个高层地位仅次于五国老 那等大人物怎么会愿意当深渊的走狗 我们在抓到他后便赶在他自尽之前 利用军部的手段提取出了他的记忆 在他的记忆中出现最多的五个字 就是神选俱乐部 莫非那个大人物的叛变是和那个俱乐部有关 这个我们还在调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那个高层是在得到神选俱乐部的邀请函后不久 便开始为深渊做事 万战神那张邀请函似乎是可使用的道具 我使用邀请函的话 或许能传送到神选俱乐部去 不行这太冒险了 与其等待他们再次出手 还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这样至少能取回点主动权 你的安全如何保证 我现在保命的手段多得数不过来 退一万步来讲就算出了意外 叶老师那边也给我在万神殿留了一个火种 我还可以复活 听到我这番话万长安才勉强放下心来 你有什么需要尽管给我说 军方会尽力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告别了万长安我便离开了司令部 关于之神这时出现在我面前笑道 小元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乐子神你知不知道关于神选俱乐部的信息 如果想要我在锻造之神那里配合你的话 就把神选俱乐部的事告诉我 居然拿锻造之神来威胁我你真是卑鄙 好了好了我告诉你就是 神选俱乐部其实就是 一群获得神明赐福的人类创造的势力 那些蠢货认为自身是被神选中的人 理应凌驾于整个世界之上 于是便创造了这个俱乐部 目的就是在暗中操纵整个世界 那个俱乐部里有些什么人 你觉得我会关注一群得意忘形的蠢货吗 总之那个俱乐部中鱼龙混杂 有人类也有恶魔 算是独立于人类与恶魔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简单来说就是一群脚屎棍 我的神选俱乐部邀请函又是怎么来的 我想是因为你击杀了被魔神赐福的霍威 被某些人认为你也被神明赐福了 所以才想让你加入他们吗 你看他们就是这么一群傻子 连你没有被神明赐福都看不出来 我想这一点也怪不了他们吗 你这说的也对 谁又能想到一个不被神明赐福 甚至被神明诅咒的人类 却是一个能斩杀神明赐福者 甚至斩杀同等级神明投影的变态 校园竞技联赛上出现了深渊恶魔 接下来肯定是办不下去了 小园子啊你现在本体胸口都开着动 肯定没法去管那什么俱乐部 反正你现在有空有没有兴趣跟我去搞一搞乐子 听到乐子神要搞乐子我立刻警惕起来 你这么紧张干嘛我又不是要害你 我要去锻造之神的宝库里偷点神器 你就说干不干嘛 我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吗 人家锻造之神正帮我破坏诅咒王之心 若是他发现我们去他宝库岂不是含了他心 这里可以放一百个心 那打铁的只要开始工作就会进入忘物状态 完全不关心其他 而且他宝贝多得很丢一两件也不会发现 就比如我上次给你的混沌头子 其实就是我以前从锻造之神那里顺的 那咱们还等什么 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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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我就知道 我在炉香等你你快点来哦 说吧欢愚之神便凭空消失 我也不磨蹭控制自己的投影回到宿舍休息 然后便将意识挪回本体 我一睁开眼大殿深处便不断传来 锻造之神打铁的声音 将食指放在嘴巴上的欢愚之神凑到我面前 对我眨了眨眼睛指向大殿宝库所在方向低声道 跟我来 很快我便跟着欢愚之神来到一扇紧闭的黄金之门前 黄金门上转刻了大量的上古符文 而那些符文又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道极强的反证 凡是触碰到黄金门的人都会遭受神明之力的反噬 乐子神你有办法打开这扇门吗 当然有不让我带你来这里干嘛 欢愚之神呵呵一笑随后取出一把金色的钥匙 强强你看这是什么 这难道是宝库钥匙 没错 以前我趁打铁的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将他的宝库钥匙复制了一把 你到底从锻造之神的宝库中毛了多少宝贝 其实也没多少几十件吧 欢愚之神笑着哼的小曲 将黄金钥匙插入锁孔轻轻转动 啪哒一声 欢愚之神转动钥匙黄金大门打开了一道缝隙 嘿嘿你看吧就是这么轻松快过来 欢愚之神回头对我笑了笑兴奋地推开大门 刚踏进去了半只脚 下一刻一股恐怖的力量从黄金门后涌出 直接将欢愚之神给轰飞出去 欢愚之神叫了一声从我旁边掠过 在远处墙壁上撞出了一个人形大洞 我回头看向黄金门此时大门已经打开 里边出现了一个类似副本入口的金色漩涡 我眼中闪过一丝差异立刻查看副本信息 锻造之神的宝库 等级未知 难度无法选择 备注欢愚之神与狗不准进 我看到副本的备注信息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就说骂乐子神你性格这么恶劣 锻造之神怎么可能不防备 让我看看那打铁的写了什么 鼻青脸肿的欢愚之神又一次凑了上来 随后便看到副本的备注当即气得直跺脚 那混蛋不过是偷了他几十件神器而已 虽然把锁点换了还说我和狗不能进真的过分 乐子神你这性格被骂是真不冤枉 不过既然锻造之神只说了欢愚之神和狗不能进 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去 说到我直接将手放进了副本漩涡上 是否进入锻造之神的宝库 看到自己面板上出现了提示信息 眼睛微微一亮直接选择了进入 漩涡中亮起一道金色光芒包裹住了我全身 下一刻我便在欢愚之神咬牙切齿的祝福之下 传送进了锻造之神的宝库 一进副本我便来到了一个金币辉煌的大型宝库中 而在宝库两边悬浮着各种各样的装备 我随便选择一件装备查探 那装备后面都带着神级的磁条后缀 整个大厦帝国拥有的神器都不知道有没有超过十件 而这里却是有一仓库 只能说不愧是打铁的神 我一边胆开一边前进 我虽然很想把这里的神器全都收入囊中 但每件神器周围都有结界 看来锻造之神是真被乐子神给耗怕 居然别每个神器都上了锁 那他放我进来只是为了让我参观他的作品呢 我自言自语着周围的神器让我眼馋无比 但我也只能单看着 很快我就从装备区逛到了矿石区 周围摆放了大量我未曾见过的神级矿石 矿石区中一块长得像云朵的白色矿石吸引了我注意 天空之石 传说是由天空凝聚的奇特矿石 其中蕴含着庞大且神秘的能量可用来锻造神器 看来介绍我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 这不就是天空塔的神器任务需要找的石头吗 我只是掏出了自己的武器 修却连吓死了在一旁的神秘 因为这两把武器的锻造机 远在他这个神界第一铸造势之上 可在等我掏出第三把武器的时候 他彻彻底底的蒙了 而在这之前我还和欢愉之神偷偷溜进他的宝库 让我看到矿石区的天空之石后走不动道 因为自己的神奇天空塔任务正是寻找一枚天空之石 这次锻造之神的投影出现在我身后好奇问道 你想要天空之石吗 我看到锻造之神出现在这个副本中 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差异 乐子神不是说你一旦投入工作就不会关心其他了吗 一般情况下 我的确喜欢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 望我状态能够让我保持极致专注 同时发挥出百百分百创造力 不过这次只是毁掉诅咒王之心而已 并不需要太过投入 再说了 要是你家里进了一个偷了你几十件宝贝的贼 你还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中吗 这倒也是 锻造之神将天空之石从结界中取了出来说道 张元我可以将这块矿石给你 但前提是你必须给我提供同等价值的东西 就比如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 抱歉我已经答应了欢愉之神 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暂时不能给您 果然那乐子神也防着我的呀 不想用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来换也可以 你还能提供其他等价值的物品吗 我想了一下自己拥有的神器和宝物 似乎唯一能拿得出来而且可以舍弃掉的 就只有诅咒王之刃这把神器 于是我便将诅咒王之刃取了出来 锻造之神这把长刃怎么样 如果单是从品质上来讲的话 你这件武器倒是够格 而且看起来还是和诅咒王之心配套的 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不过你小子这算盘倒是打得叮当响 这武器对你来说明显就是一个烫手山芋 如果我要是说你怕是白送都愿意 现在你居然想拿着玩意儿来和我换天空之石 不管我心中怎么想的 但事实就是 这诅咒王之刃的价值的确匹配得上天空之石 话倒是不错 你这人类真有意思 我可以答应你用天空之石换这把神器 但我还有另外一个条件 您请讲 你完成试炼任务时不是打造出了一把剑吗 给我瞧瞧 文言我将纯军剑取了出来 问他是不是这把 锻造之神看到纯军剑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直接将诅咒王之刃放到一边 一脸激动的捧起纯军剑 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 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完美的作品 我能感觉到这把剑内部还隐藏着巨大的能量 当这把剑真身现实的那一天 天地都要因此动用 张元这把剑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我已经很久没有锻造意图上突破了 铸造这把剑的大师记忆在我之上 我太想和他交流了 你如果能为我引荐那位大师 这个宝库所有神器我都送给你 我是万万没想到 锻造之神在看到纯军剑后会变得如此激动 但铸造纯军剑的欧野子 是我原本世界的铸剑大师 已经死了几千年还怎么引荐 锻造之神道歉 这武器是我从命运新阵中抽出来的专属武器 恐怕我没法满足您的要求 锻造之神眼眸之中闪过硬我浓浓的失望 真是可惜了 如果我能再多看一些那位大师的作品 我的记忆或许能更进一筹 您如果只是想看那位大师的其他作品 我或许能满足您这个愿望 文言锻造之神眼眸中顿时涌现出无尽惊喜 你难道还有那位大师的其他作品 随即将战炉七星龙渊一同取了出来 这两把神剑也出自欧野子之手 锻造之神看到战炉和七星龙渊散发的寒芒 身体激动的颤抖起来 这两把剑力量开发程度明显在纯军剑之神 但依旧没有完全发挥出它们全部力量 这些剑是真正的神奇 厉害 那位大师太厉害 剑锻造之神对这些剑如痴如醉 便明白这是自己刷好感的绝佳机会 于是又将赤销剑取了出来 锻造之神我这里还有一把赤销剑 您请过目 锻造之神看到我取出的赤销剑彻底猛了 他看得出来赤销剑和方才那三把剑 并不是出自同一位助剑师 但很明显赤销剑的锻造记忆 同样也在他之上 不可思议 这世上竟然有两位大师的记忆在我之上 我这个锻造之神当真是名不副实啊 您也不用妄自菲薄 这宝库里的藏品全是神奇 这已经是凡人无法想象的场面了 今天我也算是开了眼界 不用安慰我 对我来说 发现自己与别人还有很大的差距并不是一件坏事 反而能激励我攀登上更高的山峰 谢谢你这四把剑给了我很多灵感 按照约定这天空之石就送给你了 另外诅咒王之刃我也可以收下 作为交换你还可以另选一件物品带走 说吧锻造之神似乎是怕自己的灵感溜走 当即带着诅咒王之刃离开 留我一个人在宝库中 而此时宝库中所有物品周围的结界境界消失 我看到这宝库中的宝贝全部解封哑然失效 或许这就是将星吧 我算是有些明白它为什么能成锻造之神了 我感慨着将天空塔取了出来 这时系统弹出提示 是否消耗天空之石修补天空塔 我当即就选择了是 天空塔神器任务一已完成 天空塔恢复部分能量 天空塔神器任务二已开放 寻找天空之星 然后我立刻查探天空塔现在的属性 残缺神器天空塔 石油者可消耗固定10%最大生命值 重置技能或装备冷却时间 消耗的生命值一天内无法恢复 生命值唯一后无法再重置冷却 石油者可突破界限 觉醒第七命座 我看到天空塔的描述整个人彻底震惊了 原来六命并不是极限 这可是全人类从古至今都没有的巨大发现 这意味着如果我再一次抽到见证师职业的话 那我就能觉醒第七命座 六命的效果都已经变态到不要脸了 我已经想不到第七命座到底会有多变态 只可惜这个月的满幸运机会已经用完 想要抽到命座得等到下个月了 不然今天高低得整一下第七命座 看完天空塔新的属性我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诸神会拼了命的争抢天空头 这件神器是真正能够改变了这个世界规则的宝固 破损的天空塔就已经能让我突破命座的极限了 完整的天空塔又该有多可怕 我怀揣着敬畏之心将天空塔收回了储物空间 随即又扫了宝库一遍 接下来我在宝库中挑选了几个小时 眼睛都快要挑花了 这些神器效果都很好 但却是没有一剑能完美契合自己的 当我正要挪不到下一个展台 忽然注意到离他不远处的展台 悬浮着一个白色剑侠 当即我便用深渊之眼查看他的属性 神级装备仙灵剑侠 剑侠内所有飞剑品质提升一个等级 若飞剑本身已是传说品质极以上 则孕育剑灵剑灵会不断成长 宝剑自身品质越高 剑灵上线越高 被主 失落在世界边缘的剑侠 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也不知曾经剑侠内装有何等神兵 我看到这个剑侠 忽然有了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 先不说孕育剑灵这种虚无缥缈 玄而又玄的事 但论那所有飞剑品质提升一个等级 就已经是相当变态的效果 我的所有铁长剑全部变成白银装备 而我买的紫幽剑一下 全部变成传说剑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再看到仙灵剑侠的第一眼 我便是彻底心动 直接选择了仙灵剑侠 地剑宝库感知到神级剑侠 是否让地剑宝库与仙灵剑侠融合 与之前地剑宝库吞噬剑灵武库不同 这一次面板提示是地剑宝库与仙灵剑侠融合 仅凭这一点 我也明白仙灵剑侠绝对不简单 没有犹豫我直接选择融合 两大神级剑侠变化的光芒纠缠在一起 在我面前形成了一个太极阴阳图案 随后那图案便变成了一个黑白剑侠 地剑宝库已与仙灵剑侠融合 获得仙灵剑侠所有效果 剑侠内铁剑品质提升变为白银飞剑 白银飞剑攻击力加100无装备等级限制 剑侠内紫幽剑品质提升变为幽冥剑 幽冥剑攻击力加3000 其中目标恢复自身5%的精神力 是萧觉醒剑灵 战炉觉醒剑灵 西星龙渊觉醒剑灵 纯军剑觉醒剑灵 一时间我面板上刷新出大量信息 在融合完仙灵剑侠的我彻底的无敌 我剑四把砖五都觉醒了剑灵 立刻将四把剑都取了出来 发现这四把剑都开始散发淡淡的光芒 似乎是有了灵性 赤削剑灵 可自主控制赤削剑与持有者协同作战 赤削剑灵控制赤削剑期间 持有者获得赤削剑一加成 持有者控制的所有飞剑附带10% 持消剑伤害 斩杀效果将无视目标所屑机制 战炉剑灵 可自主控制战炉剑与主人协同作战 战炉剑灵控制战炉剑期间 持有者获得战炉剑一加成 持有者的所有飞剑附带10%战炉剑伤害 无需护盾也能触发战炉剑被动效果 七星龙渊剑灵 可自主控制七星龙渊剑与主人协同作战 七星龙渊剑灵控制七星龙渊剑期间 持有者获得七星龙渊剑一加成 持有者控制的所有飞剑附带17% 七星龙渊剑伤害 每次减少生命值时 最多不超过自身10%最大生命值 纯军剑灵 可自主控制纯军剑与主人协同作战 纯军剑灵控制纯军剑期间 持有者获得纯军剑一加成 持有者控制的所有飞剑附加10% 纯军剑伤害 且持有者可以完美格党法系技能 并破坏目标武器 我看完四个剑陵给自己的加成 忍不住惊叹 这四个剑陵的加成都太变态 我的鬼神御剑技能 可以斩杀生命值少于50%的目标 只要我有赤削剑一加成 不管对方有多少保命的技能 只要生命值到50%以下 我就能强制斩杀 现在我的伤害是完全溢出的 而唯一能阻止我秒杀的 就是层出不穷的无敌与锁血技能 有了赤削剑陵后 自己终于能快快乐乐的秒杀敌人了 战炉剑陵也相当变态 我之前想要启动还得攻击到对方 而有了战炉剑陵后 开局就能万剑归宗 这提升可不是一点半点 七星龙渊剑陵可以增加我的容错 有了这剑陵保护就算是真正的神来了 想杀我也得攻击十次 这在配合星空的命运 只要操作得当神也杀不了我 至于纯军剑陵 看上去没有另外三个剑陵厉害 但仔细想想 这纯军剑陵的上限才是最高的 毕竟此前我只能格挡物理系的攻击 但现在他连法术都能格挡 试想一下 一个大法师在远处扔了一个火球过来 结果打不中我不说 反而自己的法杖或者魔导书没了 这些剑陵还会不断成长 就是不知道今后能不能真正幻化成人 总之 我算是在不当人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随后将砖武们收回剑陵空间 便离开了锻造之神的宝库 我一出宝库便听到了欢愉之神阴阳怪气的声音 又终于舍得出来了呀 怎么 是在里面挑花眼了吗 我看向酸溜溜的欢愉之神笑道 谢谢 这一次我收获很大 要不是你带路我也遇不到这种好事 不过你放心在宝库中 锻造之神曾让我用永恒之虎和万象飞机 和他交换宝物我没答应他 算你还有点良心 我得去找那打铁的理论理论 你就自己好生休息 耐心等待诅咒王之心被破坏了 说罢欢愉之神便凭空消失 随后我找了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 重新接管了自己的投影 由于竞技联赛上出现了深渊恶魔 整个联赛只能无限期推迟 于是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 我都泡在了图书馆中 一边学习恶魔语 一边攻读京都大学的课程拿到学分 在这期间我也借着零号宿舍的效果 让星空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的等级 全部都提升到了和我一样的四十六级 十五天一画而过 炉香当中 随着锻造之神最后一锤落下 诅咒王之心终于彻底被破坏 我胸口血动愈合 彻底从魔神诅咒中解放出来 欢愉之神出现在我本体面前笑问道 张远你现在已经解除了魔神诅咒 可以接受神明赐福了 要不要我的 我保持怀疑的问他的赐福很强吗 毕竟一个人只能接受一个神明的赐福 而现在的我是不愁找不到神明赐福的 小原子咱们是什么关系 难道我还会坑你吗 难道你没有坑过吗 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咱们要重新开始建立信念 你想想别的神给你赐福 或许就只给你一点点 那对现在的你来说没有任何提升 但我不一样 我可是会分很多力量给你 到时候你直接起飞 这不比你去找其他神强 说得到也是 相比于其他神 我最熟悉的还是这个乐子神 虽说我被乐子神坑过不少 但也从乐子神这里得到了不少好处 可以说我如今一半的强度 都是靠乐子神搞到的 想到这里我便开口答应他 黑黑不会让你失望的 欢愉之神黑黑一笑 用食指在我额头轻轻一点 欢愉之神赐予你神明祝福是否接受 注意同时只能获得一位神明的赐福 随着我选择接受欢愉之神的祝福 第七命座影响 神明赐福发生变化请做出选择 第一完整接受欢愉之神赐福 第七命座将无法觉醒 第二由第七命座吸收欢愉之神赐福 赐福效果将在第七命座觉醒后生效 我看到突如其来的选择不由一正 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不过我想也没想 直接选择了让自己的第七命座吸收欢愉之神的赐福 神明的力量再强大那也是别人的 再怎么样也比不上自己的命座 随着我做出选择 体内神秘力量便开始与欢愉之神的力量融合 闪过一丝疑惑 奇怪我赐福的神力怎么消失了 欢愉之神立刻捏住我的脸蛋 左看看又看看 小圆子你对我的力量做了什么 我怎么感觉你没有半点长进 我的赐福呢 别紧张你的力量还在 只是被我的命座给吸收了 欢愉之神一愣 你可别框我 我又不是不知道你命座的效果 你哪个命座有吸收神明赐福的功能 就不能是还没觉醒的命座吗 你都已经满命了哪还能觉醒命运 说到这里欢愉之神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瞳孔微微一缩立刻拉着我到一旁 还真有 你知不知道第七令座 其实就是神明的神格 这玩意儿可是只有神才有的 文言我一正问 难道自己已经成什么了吗 得了吧 你成没成神我一个神明还看不出来吗 欢愉之神直接否定了我的话 随即意味深长地打量着我 似乎是想要看穿我的灵魂 片刻后欢愉之神突然跑步大笑 小圆子啊小圆子 你可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乐子挖都挖不完啊 有趣真是太有趣了 算了你怎么觉醒的第七令座也不关我的事 反正我的赐福已经给你了 随便你怎么造吧 我见欢愉之神没有在第七令座上追问 也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问的 话说回来 你们神明赐福凡人 会有什么好处吗 好处是有一点但并不多 主要还是看人顺不顺眼 要是顺眼 就算是虫子我们也乐意赐福 要是不顺眼 再逆天的天赋也没用 当然像你这种看得顺眼 天赋也逆天的人类 就是优质赐福对象了 赐福你我不仅舒心 还能顺带捞点好处 原来如此 我若有所思的点头 神明的赐福果然是双向的 断造之神完成我提出的条件后 欢愉之神却笑着说道 在把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给你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条件 恶子神这可跟说好的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只是说 你如果搞定了诅咒王之心 那我们就可以让你碰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 又没说一定要把这两件宝物交给你 你这是在玩文字游戏 你看你又急 我知道你急但你先别急 我们又没说不给你 只是要你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吧 什么条件 用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锻造出来的神器 所有权归我们 这次锻造出来的神器一定会有灵 它会自主选择主人 就算我把它锻造出来了 也无法决定这等神器的规属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要是我们收服不了神器 那是我们自己没本事 但你给不给就是另一回事了 好我可以答应你们 当神器锻造出来后可以交给你们 但永恒之火至少得借给我三千年 欢愉之神笑了出来 不过他倒并没有拍板 而是转头问我的意境 我见欢愉之神已经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便明白不能再得寸进尺 当即将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取了出来 我没问题您请笑呢 此时锻造之神眼中难掩激动之色 迫不及待地接过去 有了这两件宝物 再加上之前得到的灵感 我设想中的那件不弱于天空塔的神器 一定就能锻造出来了 你们请回报我得闭关琢磨 等神器出炉后我会通知你们的 说吧锻造之神便不再理会我和欢愉之神 转身走向工作台 你是不知道 那打铁的有了永恒之火和万象黑金 那他为了锻造出一件完美的作品 肯定会把他压箱底的材料都拿出来一起锻造 到时候咱们肯定能白挑一件不得了的神器 乐子神你可真坏啊 在欢愉之神的忽悠下 锻造之神不仅冒着得罪诅咒魔神的风险 去破坏诅咒王之心 还要自掏腰包来白打工锻造神器 最后锻造出来的神器还不属于锻造之神 这就是典型的纠集大冤种 我先送你回去吧 锻造之神打造神器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他还得罪了诅咒魔神 搞不好会遇到麻烦我得在这边看着 等神器出炉了我再通知 我从欢愉之神构建的传送阵回到宿舍后 便拿出了神选俱乐部邀请函 准备去一探究竟 这时王浩然打电话过来说朱老师失踪了 而他前几天刚好在调查魔城大学 我听后便知道 朱老师已经被牵扯到神选俱乐部这件事中了 挂掉电话后我不再浪费时间 直接使用了神选俱乐部的邀请函 下一瞬间从传送阵中出来后 发现自己前面是一座古朴典雅的寺庙 看到面前的寺庙我整个人有些猛了 这不就是京都城内有名的安国寺吗 安国寺有着几百年的历史 位于京都城一环内 据说寺庙内许愿相当灵验 因此每天都有许多来这里上香的乡客 甚至有不少京都大学的学生都是这寺庙的常客 我站在寺庙前 甚至能够看到几百米外的冒险家协会组多大宝 没想到神选俱乐部居然在安国寺内 看到面前知名的寺庙我心中尽是震撼 我还以为这神选俱乐部藏在某处深山老林中 却没想到这等势力 竟然就大摇大摆地安插在大厦京都城内 而就在我震惊的时候 手中的邀请函忽然亮起淡淡光芒 随后在我的视野中 出现了一朵朵黑色的玫瑰 指向寺庙内部 回过神来后我悄悄给万长安发了坐标 随即便跟着黑玫瑰走进了寺庙 紧接着我走进一个隐秘的小院 在一棵金黄的银杏树下 坐着一个肥头大尔的和尚 一个穿着破烂道袍的道士 和一个拿着十字架的金发牧师 看到院子中三个奇特的组合 我立刻使用了深渊之眼 慧绝合上32集 玄虚道士35集 乔纳牧师26集 三个人都是没有战斗力的生活职业 乍一看除了组合有些奇怪以外 没多大问题 不过下一刻深渊之眼就给出了新的信息 慧绝魔神眷属堕落武僧72集 玄虚魔神眷属血一道士75集 乔纳魔神眷属黑暗牧师69集 在深渊之眼更正信息的同时 院子中的三人不约而同的看向我笑道 新朋友来了 慧绝起身向我微微行礼 小施主 已经做好决定要加入神选俱乐部了吗 我现在对你们神选俱乐部一无所知 在要我加入之前 你们难道先不介绍一下吗 乔纳这时变得一脸虔诚道 我们每个人都被神明注视着 我们注定要凌驾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将是未来的神 说人话 玄虚呵呵一笑 人话就是 神选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被神明赐服的精英 我们的力量凌驾于这个世界之上 这世界上你能想象到的任何国家 都在我们的掌控中 慧绝继续道 小施主只要你加入神选俱乐部 这个世界施主你也能分一杯羹 分世界一杯羹 你们当真是好大的口气 玄虚倾向 我们到底有没有夸张 等你加入了神选俱乐部 你自然就知道了 乔纳紧跟着道 其实我们已经观察了你有一段时间 你身上有着极为浓郁的神明气息 而且你最近展现出来的实力 也无疑不再证明你和我们一样 都是被神明选中的神选者 张远你不应该和那些渔民混在一起 你是真正的精英 你应该加入我们 和我们一起统治这个世界 我对你们神选俱乐部 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 在回答你们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施主请讲 如果是我们知道的 我们一定知无不言 我的老师朱永福 他现在在哪里 区区一个凡人而已 也值得你关心吗 张远你身为神选者 似乎还是普通人的心态 这可不行 中生泛起淡淡的鸿芒 是肖建议以家住在身 我再一次开口问他在哪 乔纳感知到我的气势变化 并没有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这就生气了吗 如果我要是说 那个凡人已经被我杀了 那你不得气死 休的一声 施肖建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化作一道红光射向乔纳 乔纳剑飞剑袭来眼神微微一扁 手中立刻凝聚出一根法杖 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发动技能 便被施肖建贯穿脑袋 并在了银杏树上 乔纳生命值直接降到50%以下 施肖建议效果触发 无视乔纳的索穴被动完成斩杀 随着乔纳被我秒杀 惠绝和玄虚表情巨变 他们一人取出膝杖 一人拿出铜钱剑 可两人还没来得及动你 数十把犯着鸿芒的飞剑 便出现在他们周围 我面色冰寒冷声问道 再问你们一遍 你们是不是真杀了朱老师 惠绝当场耸了连忙收起膝杖 小施主别激动 他没死乔纳是给你开玩笑的 人在哪 八虎长老负责看管 平僧现在可以带你过去 等来到大殿后 神像前面的扑团上 还坐着一个 穿着萨满衣服的长发男子 见此我再次使用深渊之眼 八虎魔神眷属恶魔先知八十级 张远我知道你的来意 你放心朱永福没死 只是他看到了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所以我们暂时控制了他 不过如果是你开口 我们也可以无条件放朱永福离开 神选俱乐部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 先让我见到他在谈起他 八虎呵呵一笑 他掌心涌出一团黑雾 随后昏迷不醒的朱永福 从中滚了出来 我见到朱永福立刻上前检查 确认朱永福没有生命危险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后我抬头问他们想要什么 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说过了 我们希望你能加入神选俱乐部 如果我说不呢 那就太遗憾了 不过我们俱乐部是从不强制人加入的 如果你不愿意加入的话 那你们可以走了 完了完了 我刚摆脱诅咒魔神 就又被新的魔神标记了 就在刚刚我从安国寺出来后 万战神就带着一众强者冲了进去 可出来后却说里面什么都没有 你确定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吗 会不会是中了某种幻术 我坚定摇头随即将堕落法杖取了出来 万战神这是我击杀那个牧师报的装备 如果是幻觉的话 我不会得到这件装备 如果你遭遇的一切都是真的话 那就代表着神选俱乐部那几个人 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 换掉了五座十多米高神像 同时还修改了安国寺所有和尚的记忆 我眼神微微一鸣 又想起了巴虎那空洞的眼睛和自信的笑容 恐怕巴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随后我万长安分别回到学校 欢愉之神便出现在我面前笑道 小张元你可真是一点也不消停啊 我才没看着你一小会儿 你就搞出了这么大的乐子 我见到欢愉之神眼中闪过一丝差异 你怎么不看着锻造之神锻造神器了 看那家伙打铁真的是太无聊了 我实在是坚持不住 放了一个投影在那里就溜了 反正打铁的一直藏在炉香 诅咒魔神就算想找他麻烦也找不到他 还是你这家伙有趣 刚摆脱诅咒魔神的诅咒 又招惹到了新的魔神 闻言我眼神微微一便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你身上已经被新魔神打上硬颈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这家伙也算是桃花指质了 不过这次你倒不用太担心 盯上你的是幻觉魔神 这个魔神的位格还没有我高 而且在上一次神战中 就差点被打个神型涣散 我供诺着他现在都没有恢复过来 我估计这个幻觉魔神实力 和战神的八十级投影差不多 你如果努努力的话 应该能干掉他 听欢愉之神说完后我心神移动 那幻觉魔神真这么乱 我可没忘记 自己之前抽了一个神话级任务 剑仙之路其一就是让我是一个神 想到这里我莫名的兴奋起来 欢愉之神见我都不用他窜多古墓 就变得异常兴奋不由报警自己 小原子我怎么感觉你突然变心酸了 你该不会有喜欢是神的变态癖好吧 我可没招惹你了 我白白手早已对乐子神这种做太习惯说的 你就别给自己加戏了 跟我多说说那幻觉魔神 欢愉之神惊诧地看着我说 难道你就已经下定决心去对付幻觉魔神 我可先说好 幻觉魔神再弱 他也是真正的神 真要打起来我可不会帮忙 如今神魔两戒还有停战协议 虽然我也不介意再次开战 但我可不想由我来肉身开团 他都已经盯上我了 我反杀他不是天经地义吗 高卫格的诅咒魔神也就罢了 现在随便一个野神都敢打我主意 我以后还混不混了 听到我的回答欢愉之神先是一愣 随后扑斥一笑 哈哈有趣有趣 说实话自你们人类可以抽卡转之后 幻觉魔神给杀掉 那可真是开创历史先河了 我都不知道到时候神界会有多热闹 这不就是乐子神你所追求的场面吗 所以为了搞出这个大乐子 你不给我一些有用的情报吗 看你这么上道的份上 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透露一些吧 首先神只能用神器杀死 所以你真想要解决幻觉魔神 最后一击就只能使用你的七星龙渊剑或者战卢剑 现在你只有这两把武器能算神器 纯军剑勉强能算半剑 其次幻觉魔神顾名思义 就是擅长幻术和精神系攻击 我知道你有一把砖武可以免疫精神系攻击 但对方毕竟是神明 你的那赤销剑还没有进化成神器 说实话 我也不清楚你的赤销剑能不能抵挡对方攻击 这点还需要实验 最后安国寺的下方有一个副本 那幻觉魔神就藏在副本里面 你要是准备好了 直接进副本就可以是神了 友情提示神终究是神 幻觉魔神再若肯定有隐藏的底牌 生死存亡之际 他会做出什么我都不感到意外 你要是求稳妥一点 我建议是等你第七命做觉醒 并二转后再去挑战 最好是把你的赤销搞成神器这样就天克的 当然你要是想现在去碰一碰也无所谓 反正你叶老师在九剑仙带里给你存了一缕魂魄 你死了也能复活 最多就是丢一些装备吧 听完乐子神的讲述后我点点头 我明白了总之 现在就要疯狂练剂 目前能够给我提供大额经验值的 只有高等级的深渊副本 而且刷深渊副本也能完成赤销的神器任务 这是一举两得 而要攻略高等级的深渊副本 我便想到了深渊攻略小组 看来你心中已经有计划了 那我也就不多啰嗦 我等着看你上演的好戏哦 说吧乐子神凭空消失 我拿出手机进入了深渊攻略小组 随后便看到群里的一条置顶消息 大厦边境北芒山八十级深渊副本 即招人看到深渊攻略小组给的深渊副本信息 我眼神微微一宁 北芒山位于大厦北边 那是一条横贯大陆的超长山脉 也是大厦帝国的天然屏障 北芒山再往北十公里 便是大厦帝国第三阵地不去长城 不去长城作为大厦最后的防线 帝国这里驻扎了上百万的部队 可现在深渊攻略小组却是在群里 发了北芒山深渊副本求助信息 这只能说明不去长城 已经没有余力去处理他们后方的深渊副本 随后我便传送到了北芒城 一到这里便感觉到了极为浓郁的深渊气息 城门口一个守卫拦住我 小兄弟城主已经下达封城令 任何人都不能出去 你还是赶紧传送离开吧 见状我取出自己的上校徽章 我是乾隆之队的张元 要出城攻略北芒山深渊副本 城门守卫听到我的自我介绍 整个人顿时激动起来 眼中的阴霾都消散了许多 您就是张神 你认识我吗 瞧您说的话 这大厦有谁没听过张神您的大名 我可是您的粉丝 说着城门守卫立刻拿出纸笔 张神能麻烦您给我签个名吗 我被城门守卫整得一愣一愣的 不过还是给他签了名 随即问道 那我现在可以出去了吗 当然可以 有张神您出手 北芒城的危机一定能解除 此时深渊副本外 已经设下了警戒线 不过副本周围 却是一个人都没有 看着副本前空荡荡的碰地 我愣了片刻 没有人响应冒险家协会的号召吗 不过转念一想 我也能理解这种情况 毕竟这北芒山副本 是一个80级的深渊副本 想要攻略这个副本 至少是得85级的强者队伍 这种等级的强者 都已经是和京都大学的 院长的一个级别了 放眼整个大厦都没多少了 看来我得单刷了正合我意 我笑了笑静止走向副本 突然一道稚嫩的女生 从森林中传出 未未为你站住 你要干什么 我纹身看去 只见一个长得有些 像精灵的可爱女孩 从林中跑出来 见状我立刻对那女孩 使用深渊之眼 死马蝶精灵欲龙是40级 在确认对方是人类后 我便让躁动的剑灵们 平息下来回答 我是来攻略深渊副本的 死马蝶听到我的话不由一论 随即对我使用了探测术 顿时满头黑线 你一个40多级的阵法师 去攻略什么副本 要是攻略失败了 把里边的深渊怪物提前放出来 北盲城可就完了 看来我的错乱徽章生效了 死马蝶得到了一个错误的情报 紧接着我反问道 那你又是干什么的 我当然是来攻略这个副本的 目前正在等队友 你不也才40级有资格说我吗 我自然是有攻略的办法 总之我会处理这个深渊副本的 你就别来添乱的乖乖回去吧 我选择无视死马蝶的话 禁止走向副本漩涡 你这人怎么不听劝 小翠 死马蝶一声令和 随即一声龙银从森林中出来 一头绿色巨龙从林中飞出 落在副本漩涡前 挡住了我的去路 顿时我眼中闪过一丝差异 立刻对面前的绿色巨龙 使用了深渊之眼 小翠森之龙90级 看到挡住自己去路的巨龙 不由转身对司马蝶笑的 你运气挺好的吗 居然有一头90级的成年巨龙啊 像司马蝶这种 40级的职业者 收服一头90级的巨龙 放眼全世界估计也是独一份 这世界上果然是卧虎藏龙 司马蝶自信的插起小妖 你看到了吧 小翠就是我攻略这个副本的一张 你别看我40级 但我是真有料的 毕竟深渊副本只能攻略一次 听我的你就别去添乱了 星空出来交一交新朋友 我忽然开口星空从召唤空间中飞出 冲小翠咆哮 虽说星空的个子只有小翠的一半 等级也只有46级 但在六个命座与星辰之力的加成下 星空的气势竟还压了小翠一头 不过小翠也不甘示弱当场吼了回去 两头巨龙在山林间针锋相对 恐怖的龙温吓得不少山林的怪物四处逃窜 司马蝶看到我旁边的巨龙 瞪大了眼睛震惊到 你也有龙 怎么样我的龙漂亮吧 漂亮是漂亮 可就算你也有一头龙相助 但你也不能这么莽撞吧 单凭一头四十多级的巨龙 你怎么单刷这个八十级的深渊副本 你要不和我一起等等 这个就不劳你操心了 我既然敢单刷 那我肯定也是有料的 我笑了笑并没有解释太多 直接走到副本漩涡前 将手放了上去 你怎么就进去了里边危险 司马蝶见我直接开启了副本 惊叫一声 情急之下他竟向我扑来 死死抱住了我的腰 剑撞我满脸震惊 你干什么快松开 不行 不能让你一个人攻略这个深渊副本 在司马蝶的大叫声中 深渊副本的光芒吞噬了我们两人 三只龙和星空也一同化作光芒 进入了深渊副本中 我只是亮出自己的名字 就惊呆了一旁的大蕾美少女 我当着全国观众轻松碾压了深渊恶魔 如今我已是家喻户晓的英雄少年 可就在今天我准备进入这个八十级的深渊副本时 被一个美少女拦住去了 她看我只有四十级便让我赶快离开中 但我没搭理她静止的走进了副本中 可她却突然冲过来抱住我与我一同进入了副本 副本内我一脸无语的看着司马蝶 你是有毛病吧 我都没跟你组队 你跟着进来干什么 我刚才就想着不能让你一个人攻略这个副本 然后脑子一热就冲上来抱着你了 不过你也别担心 我们现在有两头龙 应该也能攻略这个副本 算了就当是我免费当一次带恋吧 事已至此 我也只能向司马蝶发去了组队邀请 而当司马蝶看到我发来的信息后 一脸惊讶地看向我 你就张员 怎么难道你认识我吗 我怎么不认识 我可是你的学姐啊 不仅如此哦 我也住在零号宿舍 是你的邻居 那我怎么没见过你 最近两个月我一直在北芒山练集 并没有回去 不过我一直和牛婆婆有联系 听了你不少故事 宿舍中发生的事不重要 咱们还是专注于攻略这个副本吧 你这家伙 怎么突然就变得腼腆了 也罢 就让我瞧瞧传说中闯过天空台 司马蝶见到怪物出现 当即换出了森之龙 小翠长笑一声 双头亮起绿光 大量尖锐藤腕从僵尸脚下冲出 直接把那只僵尸给刺穿 学弟我的龙怎么样 还行看来你也不用我带了 我轻轻一笑将星空也召唤出来 长笑一声 他扑腾双翼直接飞到空中 向下方森林持续喷吐龙溪 蓝色的火焰覆盖整片森林 很快 两人面板上便开始不断敲出了击杀信息 小翠看到星空在大显身手 处一段时间就得休息一会儿 最后小翠见自己比不过星空的无限火力 也只能乖乖认输 转而用木属性魔法来点杀 学弟你的龙不会累的吗 他的龙息怎么一直没有停过 年轻龙经历比较旺盛 咱们走吧 有两头龙开路 估计我们到boss前都不用动手 虽说有星空诅咒王和司马蝶分经验 但这里的怪物经验相当高 我还是靠两头龙刷了不到半个小时 便升到了47级 深渊王者的属性也加了6000度 不过半个多小时过了 我都已经47级可思马蝶还是40级 不由好奇地问他怎么还没升级 这是我的命座效果了 我的一命座能将获得经验10倍转化给小翠 同时获得小翠10%的思维属性 你别看我现在等级只有40 很多二转的职业者也不见得能单挑的步 那你自己怎么升级 小翠升级的话 会返还50%的经验给我 总之只要小翠升一级 我就能升很多级 那你这个职业挺厉害的吗 算起来杀怪5倍经验了 毕竟是唯一隐藏职业 而且我还抽到了一个命座能不厉害吗 倒是学弟 你的职业不是用剑的吗 你怎么会有一头巨龙 它是我用龙弹孵化出来的 这时突然山谷中忽然传来一道冷吭声 愚蠢的人类 你们该不会以为靠着两头巨龙 就能把这个深渊副本通关了吧 随着那阴冷的声音响起 山谷中忽然涌出大量黑雾 迅速缠绕住空中的星空与森之龙 下一刻 两头巨龙都化作光点消散 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召唤空间 这时 我和司马迭的面板上都出现了同一条提示 由于深渊力量的影响 深渊副本规则发生变化 此副本禁止召唤召唤物 但深渊怪物受到伤害增加50% 司马迭见状表情巨变 我倒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毕竟星空不是我的主战力 被封印了也没什么影响 想到这儿有深渊七大弓之一的恶魔boss 我嘴角勾起了变态的笑容 好久没有杀恶魔大弓 我现在都有些手痒了 学弟这种时候了你都还能笑出来 没有巨龙的帮助 我们该怎么攻略这个深渊副本 难道你忘了吗 我从一开始就打算单通的 星空虽然是我的伙伴 但它其实并不是我的主要占领 你的意思是你能单刷80级的深渊boss吗 可学弟你现在才47级吧 对我来说等级并不重要 你就安心看着把我带你通关 此时山谷中间立着一块20多米高的巨石 周围还缭绕着极为浓郁的黑气 好恐怖的气势学弟 我的探测数对这个boss完全无效 连等级都看不到 不过我并没有把这个boss放在心上 在有了赤销剑灵后 只要在剑阵空间中蓄力 这个boss甚至连二阶段都不会有 出场就被秒 现在我更关心的是恶魔大公在哪里 我打量着山谷周围 试图找到恶魔大公的踪迹 隐藏在暗处的恶魔大公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图 人类你是想要找到本宫吗 很敏锐的感知力 可惜你们没有巨龙帮助 是没机会见到本宫的真容吗 下一秒恐怖的黑气从巨石中涌出 随后那块石头变成了一个 二十多米高的巨型石头人 不过那巨型石头人甚至连出场姿势都还没做完 我的剑阵迅速展开 一道红色剑芒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直接贯穿了巨型石头人的脑袋 一串二字开头的十三位数字 在巨型石头人脑袋上爆开 成功击杀腐化圣石巨人经验增加一百万 获得传说集装备圣石之卡 传说道具圣石之卡 体力增加百分之一百 敏捷减少百分之三十物理 以为自己是老花眼了 刚才的伤害是爆了一串电话号码出来吗 赤箫的攻击力还是低了 居然连十四位数字的伤害都没打出来 司马迭听到我的这声感慨 大脑瞬间荡击 一剑秒杀了一个八十级的深渊暴 而且还是伤害严重溢出的那种 这还低 那什么才算暴 司马迭猛了 隐藏在暗处的恶魔大公也猛了 人类难道你就是张元 既然认识我那不出来见见吗 张元是你太天真了 还是你觉得本宫是傻子吗 哈迪和蒂萨斯都死在了你手上 本宫怎么可能出来见你 你伤害再高又有什么用 只要本宫不出来 你能拿本宫怎么样 司马迭听到暗处的恶魔大公 用最英族的声音说出了最损的话 整个人都有些恍惚了 这还是他认知当中的恶魔大公吗 传闻 深渊诅咒王国中有七位恶魔大公 每一个的等级都在九世纪以上 而且拥有着毁灭中小型国家的实力 司马迭正正的看着我 他记得我才大一刚入学不到两个月吧 而现在 死在我手上的恶魔大公 就已经有两个了 独有毁灭中小型国家实力的恶魔大公 如今却被我一个人族少年吓得不敢出来 现在我便启动深渊之眼 试图捕捉他的踪迹 不过那恶魔大公似乎十分警惕笑道 张远你别白费力气 本宫的本体已经回到了深渊 你现在杀不了本宫的 你好歹也是一个恶魔大公 就这么逃跑掉不觉得丢脸吗 面子有命重要吗 魔龙王的计划失败了就失败了 大不了重新策划一个 可要是本宫的命丢了 那可就真没了 听你的话 你似乎对魔龙王并不怎么忠诚啊 你想要策反本宫吗 本宫虽然不爽魔龙王 但还是有基本的原子 怎么可能被你这个人类策反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人类 而且还要和魔龙王死动 万一魔龙王被我杀掉 我身为人类当恶魔王肯定不服众 那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 到时候 我肯定是要扶植一个有实力 又有声望的恶魔上位 可我在深渊又没有心腹 该扶植谁呢 真是苦恼啊 我觉得你很不错 要不咱们讨论一下细节 小子你该不是想把本宫骗出来杀了吧 怎么会呢 我们人类又不是你们恶魔 我们大部分都是老实芭蕉 诚实守信的老实人 我笑着回答 不过我见证空间中藏着的飞剑 蓄力等级又上了一个层次 小子 魔龙王的实力可是比曾经的诅咒王还要强 你如果想要本宫站队你这点 首先得让本宫看到你有击败魔龙王的实力 怎么证明 魔龙王已经对不去长城发起了攻势 你先让本宫看看 你有没有能力挫败魔龙王的计划 等你有了未来咱们再谈论其他 话音落下 恶魔大公的气息便是彻底消失 看起来像是离开了这个副本 我和司马迭也收到了系统提示 成功攻略北芒山深渊副本 获得职业专属技能卷轴一个 获得神知识一个 就在我攻略北芒山深渊副本这段时间 深渊攻略小组的群内已经彻底炸开了锅 北芒山附近出现了大量新的深渊副本 同时北芒山附近原本的副本也开始深渊化 还有一大批深渊怪物出现不驱长城外 牵制住了不驱长城的主力部队 导致不驱长城没有足够的高等级职业者 去攻略所有的深渊副本 司马迭同样看到了深渊攻略小组的消息 眼眸中闪过一丝震惊 看来这就是魔龙王的计划 学弟你有什么好的破具办法吗 魔龙王能绕过兵戈长城和守望长城 直接在不驱长城外投放兵力 肯定是用了大型传送阵 他们靠着这种方法深渊投放的兵力不会太多 只要不驱长城坚持住一两天 等到大夏增援赶到就能轻松扛过 魔龙王真正的杀招是那些深渊副本 毕竟深渊副本一旦打开 就等于成为了连接深渊的通道 只需要有三个以上的深渊副本成功开启 深渊的大部队就能直接出来了 我把星空交给学姐你 然后你带着小翠和星空前往不驱长城的正面战场 那里才能发挥出巨龙的全部力量 至于北芒山附近的深渊副本 我一个人能全部处理完 司马蝶一脸震惊 你要一个人去攻略那么多深渊副本 你又没有分身时间够吗 我要是认真起来单刷副本速度很快的 那个恶魔大功不是要看看我的手段吗 这正好是我亮肌肉的机会 听到我这番话 司马蝶深深的看了我一眼随即道 好 我相信你 正面战场交给我和星空 目送星空背着司马蝶离开后 我拨通了白正国的电话 白老我有一个请求 请您删除掉深渊攻略小组里面 北芒山附近所有深渊副本的攻略信息 然后将那些深渊副本的坐标全部发给我 如今白正国是百分百信任我 当我提出要一个人攻略北芒山所有深渊副本后 白正国连原因都没有问 直接将深渊攻略小组求助信息给删掉 同时联系万长安 但万长安不再安排攻略小队去攻略深渊副品 而我在得到深渊副本的信息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动身 而是取出了自己在副本中爆出的职业专属技能卷轴 使用职业专属技能卷轴后一道光涌入我体内 获得技能御剑飞行一击 可持续消耗精神力御剑飞行 御剑飞行期间 剑阵影响范围扩大十倍 我看到自己新获得的技能 顿时变得激动起来 我等这个技能实在是太久了 作为耍剑的要是不能御剑飞行的话 那就等于少了七分的帅气 然后我迫不及待的换出了赤销剑 尝试使用了御剑飞行技能 很快我便踩着飞剑突破了云层 然后又用上了轨剑神速技能 飞剑速度加快一百倍 下一秒我瞬间超过了十倍音速 直接在高空中产生了音爆 巨大的爆炸声传遍北盲山 甚至十公里外的步驱长城战场都能听到音爆声 而我也被自己的速度给吓到 若不是刚才有剑气保护 怕是会直接被空气挤压掉半条命 在对自己预见飞行的速度有了预告后 便在高空中确认了所有深渊副本的坐标 随即换出自己的投影 一心二用 让投影前往七十级以下的深渊副本 而且互相距离都很远 如果没有飞行手段的话 单纯在深渊副本间赶路都要花几个小时 不过我现在有了预见飞行这个技能 距离问题对我来说已不再是问题 仅用了一分钟不到 我就来到了一个七十五级副本外 而我也控制投影到了北盲城东边的六十五级副本 速战速决霸 争取在一个小时内攻略掉所有深渊副本 然后去正面战场刷一刷属性 我自言自语着直接进入了深渊副本中 在那个恶魔大公撤退后 北盲山附近的深渊副本都是正常的深渊难度 再加上如今我能靠见零无视BOSS的锁削机制 一进深渊副本后便直接预见飞行 直取副本BOSS领地 用一发建议据是送BOSS上西天 顺便建设掉副本所有怪物 这一套流程下来 我攻略一个深渊放副本所用时间不到五分钟 二十分钟不到 我便是和自己的投影清理掉了六个深渊副本 其攻略速度之快 甚至让大厦负责监测深渊副本的机构中的工作人员 以为系统出了吧 六个深渊副本刷下来 我直接升到了四十九级 四维属性也都刷了一万多 而且赤销神器任务也完成 等我看到赤销如今的属性后 整个人惊呆了 我的赤销剑终于净化为了神 不仅攻击力增加三万 而且暴击率增加到了百分百 暴击伤害增加百分之三千 使用者生命值归零 将移除所有负面状态 生命值恢复至百分之百 十秒内所有伤害增加十倍 且免疫所有伤害 冷却时间为一天 收起激动的心情后 看向最后一个副本 然后撤去了自己的分身 静止走向副本漩涡 不过下一刻 副本漩涡中忽然涌出大量深渊气息 整个副本获得强化 因深渊力量影响 龙人堡垒副本获得大幅度强化 副本难度更正 由深渊副本变更为半神副本 不得我反应 深红色的光芒便完全吞噬 将我拽入了变异副本当中 我一进副本中便感觉到有异物 非常恐怖的气息 从副本深处中扭了出来 这应该是魔龙王专门给我准备的礼物 想到我便展开了剑阵环视四周 在我前面五百米开外 有着一座泛着红光的巨型堡垒 这座堡垒的护城河下方有阴影在游动 看起来像是藏着某种怪物 在城墙之上有着大量穿着盔剑 全副武装的龙人 各个威风凛凛 而且行动还整齐有趣 然后我换出飞剑 向城墙上的龙人射取 不过当飞剑距离龙人们不到十米的时候 一道结界在城墙外升起 将我的飞剑挡下来 看到城墙外出现的结界 我眼神微微一鸣 这副本该不会是要我一个人攻略掉一座城吧 此时我的攻击也惊动了城墙上的龙人们 他们纷纷拉弓搭剑 直接对着我来了一轮骑射 好在我有纯军剑护体免疫物理伤害 漫天剑雨落到我身上 没能造成任何伤害 反倒是我在纯军剑灵的帮助下 完美格挡了不少箭矢 破坏了城墙上不少龙人的弓箭 这半神难度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我便看到城墙上开了不少洞 一门门类似大下面膜炮的火炮从洞中伸出 炮口不断汇聚恐怖的元素力 看到那些大炮出来我再也蹬不住 没想到居然连灭膜炮都有 然后我当即唤醒所有箭令 同时复制数万把飞剑 攻击护城结界 大量飞剑射到结界上 让那结界泛起大量波纹 我的传说级武器优明剑效果 每击中一次目标 我就会恢复5%的精神力 这使得我复制出来的飞剑越来越多 很快就超过了10万把 在高数量高频次的攻击中 这座巨型堡垒的护城结界开始出现猎物 或许是龙人们察觉到护城结界即将被公布 城墙上的大炮蓄力速度明显加快 红色光芒在一个个漆黑的炮口中凝聚 其恐怖的能量让周围空间都微微扭曲 在护城结界被摧毁之前 城墙上所有大炮蓄能完毕 数十道毁灭光束撕破空间 向我贯穿而来 毁灭光束携带的恐怖能量 让我的所有复制飞剑都化作机子 下一秒 一个巨大的光球在城外出现照亮整个副本 不过那耀眼的光芒还没有散去 又有数万飞剑在堡垒上空凝聚 随即如同暴雨般落下 很快捷剑所承受的伤害攻击到达极限 大量飞剑落到城墙上 贯穿龙人们的身躯 在城外使用了地剑真身的我 平静地探着城墙上 如同麦子一般倒下的龙人们 然后踩着一柄飞剑 直接飞到了堡垒上空 此时在堡垒之中 出现了大量强大的龙人法师吟唱咒语 各系法术从堡垒中射向空中 而我任由龙人们的法术 轰击到自己身上 同时让剑灵们控制砖武冲进堡垒 收割龙人们的性命 然后那些强大的龙人 一个个如麦子般倒下 化作我的经验 在这个副本中 我反倒是向副本报告 一个人坐着屠城的残道之举 很快一道金光 从我体内冲出声到了五十级 堡垒中的龙人士兵们 也被涂入一空 不过副本通关的信息 并没有出现 在龙人们被杀光后 这座堡垒的深渊气息 非但没有削减 反而是变得越来越浓郁 我当即使用深渊之眼 发现深渊气息最浓郁的地方 位于一栋豪华宫殿中 进到宫殿后 只见里边有着一个 头戴皇冠的巨大龙人 坐在王座上 不过令我意外的是 那个巨大龙人 并不是副本Boss 而是一具干枯的尸体 正当我疑惑之时 一道黑影从宫殿深处冲出 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五张的一声巨响 四把砖五同时出现 挡下了那黑影的攻击 可即便这样 我依旧是少了十分之一的生命值 我眼中闪过一丝惊骇 要知道我的减伤在90%以上 而且还有战炉被动提供的护盾 并且七星龙渊剑灵 还让我每次受到攻击 最多减少10%的最大生命值 可现在我的护盾没有损伤 那就说明对方不仅伤害高 还能无视自己的护盾 我抬头向前看去 发现那是一个身穿白银铠甲 双眸星红全身遍布黑色鳞片 周身缭绕黑气的年轻龙人 深渊之眼 此时也返回了对方的信息 王子亚洛特半神等级一百 当我看到半神这两个字后 心中满是震惊 紧接着龙人咆哮一声 以极快的速度攻击 挡在我前方的四把砖五 同时我的生命值也开始飞速减少 剑这把像疯子一样不断攻击 我也恼了 直接用天空塔重置地剑真身的冷却 轰了一声巨响地剑真身开启 我瞬间爆发恐怖气势 当即震得王子亚洛特失去平衡 随后我握住纯军剑猛然砍下 金色剑光劈到王子亚洛特盔甲上 不过此时王子亚洛特周身浮现出一个光环 挡下了我的攻击 那个护盾光环被纯军剑砍碎 可王子亚洛特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甚至连纯军剑的效果都没有触发 我剑撞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居然是无敌护盾 随后又用纯军剑砍了王子亚洛特身上 一个新的护盾光环出现 再一次挡下了我的攻击 看来在那些护盾消耗完之前 王子亚洛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对绝大部分战斗类职业者来说 这种次数护盾是无比头疼的技能 毕竟要将这种护盾消耗完 需要的是短时间内的高频次攻击 而绝大部分职业者都没法做的 但对我来说不一样 我最不缺的就是高频次的攻击 我倒要看看你这种护盾能撑多久 说把我在这大殿中复制出大量纯军剑 随后那些复制飞剑 就如同加特林机关枪射出的子弹一般 疯狂射向王子亚洛特 一个又一个护盾光环在王子亚洛特身上出现 随后又被复制纯军剑轰碎 十秒不到 王子亚洛特的无敌护盾便是被消耗干净 无数纯军剑刺穿王子亚洛特的身躯 事消剑一触发 王子亚洛特甚至没有进入第二阶段 便被张元斩杀 成功击杀王子亚洛特 成功攻略龙人堡垒副本 随着王子亚洛特化作灰烬 我面板上也出现了击杀提示 和副本通关提示 但奇怪的是 我并没有获得经验 而且副本通关奖励也没有 倒是离开副本的传送漩涡出现在了我面前 正当我一过这结果太不对劲了的时候 天赋我是传奇触法 发现副本中存在半神级试炼 强制掉落试炼副本开启道具 只见宫殿中央那具龙人尸体头上的王冠飞到了我手上 当即我便用深渊之眼查看 任务道具龙人王的皇冠 被主某个失落王国的皇冠 若是将其戴上 或许能够开启某个秘境 只是戴上了一个路边界的王冠 直接穿越到龙人国成为了他们的国王 而且此时大殿下面还跪着一个年轻龙人 父亲孩儿愿意出战讨伐诅咒王阿瑞迪斯 我见那龙人盯着自己不由一论 随后才发现自己的面板上出现了副本提示 龙人王国试炼副本已开启 你需要扮演龙人王 率领龙人国击退深渊大军 改变龙人国的历史 将亚洛特从无尽的噩梦中拯救出来 我见自己竟然成了龙人王 当即对大殿中央的跪着的龙人使用了深渊之眼 然后发现亚洛特属性并不算是很突出 如果到大下去 估计有不少二转后高等级职业者能单刷他 这点属性去挑战诅咒王不就是去送吗 不行你不是诅咒王的对手 你去就是送死 亚洛特见我拒绝当即道 父王 谁言大军已经侵占了我们大片国土 我们的国家需要一个英雄去拯救他们 这个国家或许是需要英雄 但那个人不会是你 我是龙人国唯一一位被龙神赐福的人 如果我不站出来的话 这个国家还有谁能站出来 自然是我亲自来 此话一出口 亚洛特当场愣主 大殿中也掀起一片喧哗 陛下万万不可 您是一国之主 怎么能亲身涉险 陛下 您的安危关系到国家稳定和百姓的福祉 切勿鲁莽行事 一时间大殿当中还在沉默的龙人们 纷纷向我下跪叩头 没有一个人同意我御驾亲征一事 而我身为试炼者 自然不可能听这些龙人的 我直接从王座上站起来大手一挥 就这么定了 再有扰乱军心折斩 这时 一个龙人卫兵慌张地跑到大殿外高声道 随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 唤出飞剑 遇见飞向城墙 故居长城可还在遭受真正的深渊大军进攻 我可没空和一群虚拟的NPC玩过家家 反正任务是率领龙人国击退深渊大军 改变龙人国的历史 我只要一个人把深渊大军全部杀完 那也算是带领龙人国击退深渊大军 张元落到城墙上 只见上百万的深渊怪物站在王城外 黑压压一片 随后我看向深渊大军最前方的两个的恶魔 其中一个恶魔的气息相当恐怖 长得也跟诅咒王阿瑞迪斯一模一样 另一个恶魔气息相对于诅咒王要弱了不少 不过看样子也是我的熟人 正是现任诅咒王国的恶魔王 魔龙王阿尔杰农 我用深渊之眼探查后 发现这只是他们两人的虚意 但气势已经要比半神级的亚洛特强了 看来巅峰诅咒王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厉害 这时亚洛特从后方追了上来 父王请允许我与您一起作战 我正要拒绝主动请战的亚洛特 耳边忽然又响起了那道苍老的声音 请您辅助亚洛特 他能击败诅咒王 文言我不由一正 一脸诧异的看着亚洛特 这家伙真能击败诅咒王吗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 不过我虽然不相信亚洛特能击退诅咒王 但总感觉那苍老的声音对我说的这些话 或许就是这个试炼副本的隐藏任务 如果完成这个特殊目标的话 或许会有隐藏奖励 想到这里我便打算试一试 直接改口对亚洛特道 既然你执意请战 那我们就一起上吧 谢父王 儿臣一定守护在您左右 做您最锋利的剑和最坚固的 下一条我打开剑阵给亚洛特增益 友军速度伤害增加50% 持续恢复精神力和体力 攻击必定暴击 暴击伤害额外增加200% 无视敌人50%防御力 瞬间大量夸张的增益效果 加到亚洛特身上 让亚洛特一脸震惊的看向我 父王 明镜如此厉害 我并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笑头 以为加强了上吧 有了剑阵强化亚洛特信心大增 握着大剑便向诅咒王虚影冲去 看到亚洛特那一往无前的背影 我忍不住嘀咕道 这家伙真的猛 真有能力击败诅咒王吗 此刻我现在是比自己亲自动手还要紧张 真怕诅咒王一招就把亚洛特给秒了 导致自己任务失败 咒王虚影看到亚洛特向自己冲来 只是咧嘴一笑 伸出一根食指轻轻往虚空一点 一道黑色光束射出 瞬间打中亚洛特的脑袋 直接将亚洛特给轰锥出去 让亚洛特在地上滚了十多米 如果亚洛特虽然表现得很狼狈 但我眼中却是闪过了一丝惊讶 这是居然是无敌盾 刚刚亚洛特挡下诅咒王用的技能 跟之前挡下纯军剑的次数盾是一样的 有这个无敌技能在 如果亚洛特再爆发出一些未曾发掘的潜力 再配合我剑阵的加长 未必不能拿下诅咒王的虚影 不过我心中好不容易生出来的这个想法 很快就破灭了 亚洛特虽然有无敌盾 但他的属性和诅咒王差距太大 亚洛特唯一能让我亮眼的 也就是不管被打倒多少次都会站起来 然后再一次被诅咒王的虚影打倒 很快诅咒王虚影似乎就厌倦了这种游戏 他手指微微一勾 大量黑色丝线迅速缠绕亚洛特 将亚洛特拽到他面前 看你这么想守护你的国家 本王却偏要让你亲手毁掉你的国度 诅咒王虚影咧嘴笑着 恐怖的诅咒之力从他的指尖涌入亚洛特体内 亚洛特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他那张清秀脸布满黑气 表情变得争鸣 我看到亚洛特即将被腐化眼神微微一变 当即唤出飞剑打算救下亚洛特 那道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请您在等待片刻 这些都是历史上正发生过的事 亚洛特正在蜕变 龙神的力量即将绝死 在那道苍老的声音落下后 亚洛特体内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诅咒王虚影表情微微一变 而在后方的阿尔杰农虚影 眼神却在这一刻变得贪婪起来 死死盯着亚洛特不知道在想什么 冲着一声巨响 亚洛特的身体忽然发生大爆炸 一个金色的光球在战场上绽放 笼罩住上百万的深渊大军 在金光照亮天地的时候 我仿佛听到一声浅索未有光影 随着光芒散去我放下手臂 只见亚洛特化作了一头金色东方神龙 盘踞在高空当中 此时诅咒王虚影被炸掉了大半 阿尔杰农不见了踪影 百万深渊大军 只剩下了十分之一不等 我看着空中的那头金色神龙 立刻对空中神龙使用了深渊之眼 龙神投影等级未知 当看到空中那头神龙的信息后 我不由惊呼出声 这挂开得也太猛了吧 亚洛特都把神明的投影都请过来了 龙人国这一战到底是怎么输的 在我疑惑之际 空中的神龙降下雷法 一道道神雷劈到诅咒王虚影身上 打得诅咒王虚影狼狈不堪 诅咒王虚影被神雷劈及之后 顿时发出愤怒的咆哮 他周身黑气涌动 诅咒魔神的刺服显现 无穷无尽的诅咒之力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遍布大地 下一刻诅咒王虚影便绕过亚洛特 无视我冲到城墙之上 向龙人剥洒自己的诅咒 凡是接触到诅咒王诅咒的龙人 都会在瞬间死化 然后开始自相残杀 这时那道苍老的声音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请您出手阻止诅咒王 听到苍老声音请我出手 立刻唤出大量飞剑向诅咒王虚影射取 正在城中肆意拨洒诅咒的诅咒王虚影 呼得感受背后传来的温血 他立刻化作黑雾消散 躲开了我的攻击 不过我的深渊之眼 一直在锁定诅咒王虚影的踪迹 在诅咒王消失的瞬间 我便提前预判到诅咒王的落脚地 控制纯军剑射取 诅咒王虚影刚刚现身 便被吉领复制出来的纯军剑给刺穿肉身 诅咒王虚影不仅仅是受到重创 甚至生命值上限都被削减了不少 诅咒王虚影在遭到我偷袭后 便意识到自己弱不出去我 他没办法诅咒这座城 勾引龙神化的亚洛特上勾 意识到这一点 诅咒王虚影便向我释放出大量诅咒 不过当那些诅咒要落到我身上时 赤肖剑便在我周身凝聚出红色护盾 挡下了诅咒王的诅咒 诅咒王虚影见自己的诅咒对我无效 眼神微微一变惊呼出声 竟然可以免疫本王的诅咒 而这时亚洛特也抓到了机会 化作一道金光落下 直接贯穿了诅咒王虚影 汹涌的龙神之力影响下 诅咒王虚影身体表面出现大量金色裂纹 随即那虚影便当场兵解变成了碎片 成功协助亚洛特击败诅咒王 改写龙人国历史试炼完成 这时我面板上出现这个提示 然后便看到这个试炼副本空间出现了大量裂纹 下一刻我被传送回了龙人堡垒的宫殿中 那个龙人王的尸体依旧坐在王座上 成功完成隐藏任务龙人的杯葛 获得奖励龙神赐福 注意同时只能获得一位神明的赐福 是否接受龙神的赐福 我看到自己面板上出现的提示不由一正 难道自己还能接受神明赐福吗 我只是帮龙神做了一天的国王 就让这位高高在上的神明 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我当初 甚至还对我降下了龙神的赐福 等我看到亚洛特的属性后 眼中浮现惊喜之色 这属性和技能简直和星空是一个级别的 而且亚洛特也有命座 等把亚洛特的命座给抽出来 估计又是一个极其变态般的存在 但伴随着亚洛特的出现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大问题 我的绝对幸运的抽卡次数 已经严重不够用了 要是绝对幸运这个天赋 能升级一下就好了 我神之石都囤了十来枚了 没想到自己也有神之石用不完的一天 这时亚洛特也睁开眼来 主动飞到我面前单膝跪地恭敬的 王亚洛特将誓死追随您 我看像和星空一样拥有自我意识的亚洛特笑道 你果然和星空是一个等级的呀 真的很不错 你能住进召唤空间吗 王我已是您的随从 自然可以住进召唤空间 那就好 你现在等级还低先进召唤空间休息吧 亚洛特点头 随即变化作一道金光消失 进入了我的召唤空间 随着亚洛特进入召唤空间 我的面板上也再次出现了通关的提示和奖命 完美攻略龙人堡垒副本 获得神之十一枚 获得龙族徽章 特殊饰品龙族徽章 持有龙族徽章将被视作龙族单位 我看到龙族徽章的效果 先是一正 随后意识到什么 立刻查看亚洛特的龙神赐福技能 被动龙神赐福 所有龙族友军包括自身 造成伤害提升十倍 队伍中每多一位龙族友军此效果翻倍 目前伤害提升四十倍 我见自己也变成了龙族单位 伤害提升直接飙到了四十倍 忍不住惊呼出声 卧草变四十倍了 指数级提升阿丁 检测到宿主达成成就伤害突破天际 可升级天赋等级加一 我乃见先提升为三级 所有伤害提升三十倍 绝对幸运提升为二级 抽卡是幸运max每月下二十次 我看到自己升级的天赋 笑得嘴完全和不如 这天赋升级来得太及时了 我将这北芒山的深渊副本扫荡完后 加上这个龙人堡垒副本 如今手上神之石已经有十二颗 处于严重过剩状态 然后我直接取出十枚神之石来 一起送入命运星阵中 随着神之石化作光芒消散 命运星阵中的卡片开始转动 大量红色卡片在命运星阵中转动 最先飞出来了四张印有宝剑的卡片 两张赤销 两张纯军 赤销剑和纯军剑一同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那四张红色卡片化作恐怖的能量 分别涌入赤销剑和纯军剑内部 专属神气满接神剑赤销 攻击力增加十万 暴击率增加百分百 暴击伤害增加百分之五千 若持有者生命值归零 移除所有负面状态 生命值恢复至百分之百 一分钟内所有伤害增加一百倍 且免疫所有伤害 自动互助 持有者免疫精神系攻击且无视精神影响 削减目标20%最大生命值上限 并有概率造成炫愈 若用此剑完美格挡 或者与对方武器拼倒 破坏对方武器 此剑攻击必重 我看到赤销和纯军进阶为满阶神气后的鼠气 大喊了一声爽 而就在赤销和纯军进化后 命运星阵中滚动的六张红色卡片又一起飞出 上面另有的都是亚洛特的画像 亚洛特从召唤空间中出来 再一次向我单膝下跪 感谢王 我会化作守护您的尖盾 永远守护您 说罢空中六张卡片化作红光 涌入亚洛特体内 命作一龙的后裔 龙化后免疫法系伤害 命作二圣龙之速 龙化后飞行速度提升100倍 命作三永恒之盾 不灭之盾变为被动技能 该技能不再消耗精神力 冷却时间过后自动刷新 命作四圣龙之星 自身存在不灭之盾时 所有龙系队友受到攻击 伤害转移给自身 自身处于召唤空间中依旧有效 命作五不屈之志 自身受到致命伤害后 会陷入一小时的沉睡 给予所有队友100层不灭之力 命作六神圣之龙 面对神明之石 自身和龙系队友 不会被规则之力秒杀 现在的我就算是主动去作死 恐怕也很难死掉了 亚洛特获得命作后 便再一次回到了召唤空间 而我面前也凝聚出了六枚新的神之石 这是抽出亚洛特的命作奖励 我收起神之石和命运罗盘 又把赤销剑和纯军剑收回剑阵空间 便走进了这副本的传送漩涡 不过我在进入传送漩涡后 却并没有回到现实 而是来到了一个四周一片漆黑的空间 我现状立刻警惕起来 见证空间的四把砖五开始蓄力 忽然间这漆黑空间中 响起一道冰冷的声音 这声音犹如九幽里的玄冰 冰冷刺骨 仿佛要刺穿我的骨髓 下一刻 无穷无尽的诅咒之力 如同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 要将我给吞噬 下一秒次削剑效果出发 红色的屏障附在我周身 将周围所有诅咒之力挡下 暗处的人似乎意识到 诅咒之力无法影响我 很快便将所有诅咒之力撤掉转到 七十级就快到了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话音落下 我便感觉到一股失重的坠落感 从高空坠落 下一秒我便回到了现实当中 这时欢愉之神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小圆子你没事吧 我见欢愉之神一脸紧张不由道 乐子神出什么事了 我刚刚感知到 诅咒魔神的力量降临这片区域 他似乎是来找你的 我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随即将自己刚才经历的事 转述给了欢愉之神 听到我的话 欢愉之神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我估计是他察觉到了 你破坏了诅咒王之心 所以想要重新诅咒你 幸好你的赤销剑够厉害 挡住了他这波诅咒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没事了 你想得倒霉 你这次之所以逃过一劫 是得益于神魔两界的邪忆 诅咒魔神不能真身降临人间 但他这一次失败 并致不代表他会放弃 我估计在你到七十级之前 还会有不少麻烦主动走上 诅咒魔神不可能眼睁睁 看着你发育超过诅咒王的 只要不是诅咒魔神亲自来 他派再多的手下过来 都是给我送经验的 如今的我已经手握 四把满精炼装物 两个满命做的龙 而且还有第一神器天空塔 我现在有绝对的自信 在这天下只要不是神明 不管是人还是恶魔 都不是我的对手 而就算是神明 我也有信心刚两下 这小子倒是挺自信 亏我还专门跑来关心你 算了 既然你安然无事 那我也就溜了 诅咒魔神既然来找你 他大带率也会去炉箱一趟 我得回去看着打铁 免得我神器没了 拜拜了 欢愉之神对我招招手后 凭空消失 失策了失策了 诅咒王这次彻底失策了 虽说欢愉之神 只是过来见一面就好 但我也从他那里 得到了不少新的情报 自己升到七十级红 要对付的可能 不仅仅是诅咒王这么简单 极有可能会与诅咒魔神的部分 或者全部力量对抗 这样想来 当时阿瑞迪斯 和我签订契约的时候 估计早就在心中策划这一切了 他仗着有诅咒魔神兜顶 所以才敢和我签订契约 让我成长到七十几 不过诅咒王再怎么算 也算不到我的挂越来越多 想到我换出飞箭 向不驱长城方向飞去 当我遇见飞到不驱长城上空 发现城外的战斗 已经到了尾声 职业者们已经纷纷出城 不过我并没有在战场上 看到司马迭和星空 我尝试呼唤星空 但却并没有得回忆 我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降落到城外战场 随便搅了一个 打扫战场的士兵 未有见到过 带着两头巨龙的少女吗 你是说司马小姐吗 我当然见过 那士兵眼中顿时浮现崇拜之色 他带着两头巨龙从天而降 直接逆转了战场局势 我们这些人还能活着 都是拖他的福 那他去哪了 士兵指向北方 我们的事后探测到 这次深渊怪物的源头 就在北边的裂峰平原 司马小姐和我们的攻略队 已经前往那边 阻断深渊怪物的兵源 我得到司马迭的去向 向士兵道了一声谢 当即遇见升空向北边顿去 我现在已经联系不上星空 裂峰平原那边的情况 绝对没有士兵想的那么乐观 不一会儿我落到副本入口前 对副本使用了深渊之眼 裂峰一记副本 难度半神级 我看到平原中央的这个副本 眼神微微一鸣 这下麻烦了他们能过半神级的副本吗 虽说我很轻松的单刷了龙人堡垒副本 但这并不代表半神级的副本很简单 要知道我一路通关龙人堡垒副本 先是经历了攻城 然后斩杀了拥有无敌盾的半神级宝 最后还要和诅咒王的蓄影对抗 那个龙人堡垒副本 即便是平均等级90级 全是神级职业者的队伍去攻略 也极容易团灭 这种深渊副本只能由一个队伍挑战 他们进去后其他人都不能进去 我在深渊副本前来回踱步 思考着可能的方法 不小心触碰到了副本漩涡 面板上忽然出现一道提示 你的队友正在副本中奋战 是否进入裂风一记副本 看到面板提示不由一愣 随后想到什么眼睛一亮 对啊 我为了让星空帮助司马迭 一直和他处于组队状态 现在我也算这个攻略队的成员 我找到了这副本的棒 当即兴奋起来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进入 我一进副本便来到一个空旷的平原中 周遭涌动着极为躁动的元素力量 而这时也终于取得了和星空的联系 发现星空正处于复活状态 没过几秒 星空恢复到50%的生命值 然后我便发现星空的生命值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要不了多久 星空就会再次进入冰死状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攻击 连星空都扛不住 见到星空的状态 我心中不由一惊 立刻唤出飞剑 向星空所在方向飞去 很快我便赶到了战场 战场中有着一团巨大黑雾 大量恐怖的深渊怪物 源源不断地从黑雾中冲出来 司马迭和另外三个80多级的职业者 正在星空和小翠的掩护下 拼命抵抗着深渊怪物的进攻 不过那些深渊怪物数量太多 伤害也极高 甚至连90级的小翠都完全扛不住 他们只能让拥有复活机制的星空当作主体 而小翠则是负责顶住 星空复活中的10秒真空期 即便是这样小翠已经是伤痕累累 支撑不了太久 而队伍中的奶妈已经把精神力好干 逼得她只能用法杖去敲那些深渊怪物的脑袋 我见大家都还活着心中暗自庆幸 当即落到众人前方 展开剑阵为众人恢复体力和精神力 司马迭和那三个高等级职业者见我出现 又惊又喜 我回头对四人笑了笑 谈笑之间数万把飞剑在高空中凝聚 接下来都交给我吧 我话音落下数万飞剑跟着落下 密密麻麻的深渊怪物如同麦子一般倒下 大量击杀提示疯狂刷屏 十秒不到整个副本的深渊怪物便被清空 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 仅仅是这一波怪物 我的思维属性便都上涨了5000多点 深渊王者思维属性总加成已然接近14万 等级也升到了51级 司马迭和其余三个队友已经目瞪口呆 他们无法想象 刚刚才把他们逼入绝境的怪物潮 竟然就这么轻松的被我解决 人与人的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 突然战场中那团巨大的黑雾开始出现一笔 一股极其恐怖的气势从黑雾中弥漫出来 让还处于震惊状态的众人瞬间惊醒 这是众人才意识到 这是一个半神副本 这里边还有一个半神级的深渊Buff 司马迭回过神来 连忙对我提醒道 学弟小心 这个副本里存在着一位半神 刚才那些深渊怪物都是那个半神搞出来的试炼 真正的挑战恐怕现在才刚刚开始 我扫了那涌动着恐怖气息的黑雾一眼 表情依旧轻松对众人笑道 到异常阴冷的声音 呵呵呵 人类啊 没想到你们还真有点本事 居然能抗下本座专门为你们准备的怪物潮 看来是该本座亲自出手了 随着那道声音从黑雾中传出 司马迭和三个队友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显然他们之前已经与黑雾中的Buff打过照面 并且还体会过Buff的恐怖实力 这Buff阴冷的声音 已经给他们留下了心里阴影 而我在听到黑雾中的声音后 眉头也微微皱了起来 倒不是我从黑雾中Buff身上感受到压力 而是觉得这个声音有些熟悉 但一时想不起自己在哪里听过 下一刻 手持法杖穿着紫色法袍的恶魔奥迪斯 笑呵呵地从黑雾中走了出来 正好与我四目相对 奥迪斯脸上的笑容当从凝固 下一刻 奥迪斯便头也不回地转身钻进黑雾当中 消失不见 成功攻略裂风一记副本 成功攻略副本的提示出现在众人面板上 本来还无比紧张的几人 此刻都有心猛了 这什么情况 Boss还能跑呢 学弟你长得也不丑了 那深渊恶魔看到你 怎么就跟看到鬼一样 我这事也被整无语了 只能苦笑摇头 只能说缘分到了 我一眼就认出 刚才那半神级的深渊恶魔 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冤种恶魔 精神大法师奥迪斯 按理说 奥迪斯应该死在圣灵之境副本中才对 我着实没想到 这奥迪斯不仅复活了 居然还变成了一个半神 队伍中的奶妈问道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虽然没有奖励 但成功攻略副本的提示已经出现 我们是不是可以出去了 我回过神来微微摇头 不着急 之前我在的半神副本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副本中大概率 还有隐藏的试炼副本 天赋我是传奇触法 发现副本中存在半神级试炼 强制掉落试炼副本开启道具 我话音落下天赋变触法 黑雾再一次涌动起来 随后一把缭绕黑气的漆黑钥匙 从黑雾中飞出 不过下一秒 黑雾中又突然伸出一只手 抓住那把钥匙 然后带着钥匙缩回了黑雾当中 而这一幕 把我也彻底整无语了 这开启隐藏试炼的道具都掉落出来 这还能给抓回去的吗 司马迭忍不住的 学弟 那个深渊恶魔好像不是很想和你战斗 现在怎么办 我走到黑雾面前 将手伸进黑雾里不断摸索 很快就摸到了藏在黑雾中的钥匙 眼睛不由一亮 抓到了 我尝试把钥匙给拿出来 却遭到了巨大的阻力 我不信这个邪 撸起了袖子 给拽了出来 我只是冲着副本boss微微一笑 便吓得他转头就跑 下一刻在司马迭和三个队友 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我直接将boss又从传送门中给拽了回来 奥迪斯刚大的队伍笑了笑 张 张元好久不见了 然后松开了死死抓住钥匙的神 随即便转身冲向黑雾 过这次奥迪斯还没来得及钻进去 赤箱剑便出现在黑雾前方 挡住了他的去路 奥迪斯一个急刹车 转身向往左逃 战炉剑凭空出现 奥迪斯见逃生无望 他捏了捏拳头 转身恨恨的看向我咬牙道 放我一条生路 别逼我跪下来求你 奥迪斯此话一出口 死马迭几人表情瞬间变得精彩无比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 这个把他们逼到绝境的半神机恶魔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才能在我面前用这么狠的语气 说出这么怂的话的 众人都无比好奇 我以前到底给奥迪斯留下了怎么样的心理阴影 奥迪斯有段时间没见 你混得不错吗 都成半神啊 都是托您的福 我才被魔龙王复活的 不开玩笑了我问你点正事 魔龙王为什么会复活你 按理说你在圣灵之境中的所作所为 已经算是背叛深渊了吧 魔龙王说我是深渊中唯一一个 拥有和您多次交手经验的恶魔 他能在我身上看到不少研究价值 所以才选择将我复活 张神您别误会 我并没有想与您为敌的意思 我就是一个听安排的喽罗 魔龙王让我当这副本的官邸boss 我别无选择 我要是知道您会来这个副本 我就算是拼死违抗魔龙王的命令 也绝不可能来这里 我没让你解释 你只需要老实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我现在更好奇的是 魔龙王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 居然在这么短时间内 把一个只有七十级的深渊恶魔 给弄成了一个一百级的半神 如果创造半神的方法要是容易的话 那之后深渊起步是要涌出一堆半神出来 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最为重要的是 既然魔龙王连半神都可以创造出来了 那魔龙王本身又算什么级别 于是我便问奥迪斯 他是怎么把你弄成半神的 奥迪斯见我问出这个问题 顿时面露蓝色迟迟不开口 我眼神微微一鸣 正准备用上一些手段的时候 感知到不妙的奥迪斯立刻回答 张神不是我不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半神的 你会不知道吗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我在复活后就已经拥有这些力量 那我换个问题 深渊之中除了你以外 还有其他被创造出来的半神吗 这好像没有 按照魔龙王的说法 我只是一个试验品 但并不排除今后会有更多半神出现的可能 也就是说 魔龙王还没有找到批量制造半神的手段 那他应该没成神 这时被我问了一连串问题的奥迪斯 哭通跪了下 开口求饶道 张神我现在也就在深渊混口饭吃 好不容易获得半神的力量 甚至都还没来得及享受 张神 您就把我当个屁给放了吧 我保证今后只在深渊中作威作福 再不踏入人类地界 我回过神来看向奥迪斯问道 你真想活吗 奥迪斯头点的跟小鸡捉米似的 想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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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让你成为深渊中被我弄死最多次的恶魔 到时候魔龙王要研究我 肯定还会复活你 毕竟你的经验独一无二 没等奥迪斯反应过来 周围已经蓄力许久的400专武射出 直接将奥迪斯给贯穿 成功击杀奥迪斯经验增加10亿 获得深渊之主 来自深渊的诡异种子 其中似乎蕴含着能让人变成恶魔的诡异能量 随着奥迪斯化作队伍的经验值 我手中那把黑色钥匙也直接破碎 以击杀试炼副本半神 半神试炼副本提前完成发放奖励 获得神级恶魔二转觉醒11个 此觉醒时可以与其他二转觉醒时一同使用 使用此觉醒时二转觉醒 将获得恶魔的力量 获得神之十亿枚 一连串的信息和奖励在我面板上刷屏 让我感慨着奥迪斯杀得很值 这奖励报的实在是太多 我甚至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和奥迪斯相遇的场景了 在我整理自己获得奖励的时候 司马迭和另外三个队友 此时也在一脸兴奋地查看他们获得的奖励 虽然他们没有参与击杀奥迪斯 但他们也是我的队友 而且他们在我没到副本前 也击杀了不少奥迪斯创造的深渊怪物 被判定为攻击了奥迪斯 因此在我击杀奥迪斯的时候 他们也跟着获得了极为丰厚的通关奖励 学弟这次托你的福 我们这次可是大丰收啊 等出去后我请你吃大餐 都是大家的努力 不是各位支撑到现在的话 我也做不到这些 功劳是大家的 元神您太谦虚了 若不是你及时赶来 我们都得交代在这儿 是啊这种半神级的副本 以前从未出现 我们可都托元神 你获得了不少奖励 这次攻略副本的功劳 我们就不分了 你元神的贡献 应该能从上校破格升到降级了吧 不到二十岁的降级 这绝对是大下第一人了 大家就别夸我了 这副本已经通关 咱们还是先出去吧 学弟托你的福 不去长城这次的危机算是解决了 你要和我一起回去吗 我请你吃大餐 这个大餐还是存到以后吧 我也还有一些伪白要处理 是和内阁恶魔大公合作的事吗 如今咱们挫败了魔龙王的宫事 按照约定他会现身 我想从他身上挖取一些有用的情报 学弟我实力低微 也没法在你和深渊大公的博弈中 提供任何建议和帮助 但我知道深渊恶魔 基本都是一些吃人不吐虎头的狡诈之体 你和他们合作就是与虎谋皮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多谢提醒 我心中有数 行吗 我反正是相信你的 那啰嗦的话就不说了 祝你好运 有机会请你吃大餐 拜拜 我目送司马蝶和小翠远去后 才转身看向那个 已经恢复正常的裂缝平原副本 那位藏在暗处的恶魔大公 咱们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合作事影了 张元不愧是你啊 什么时候察觉到本宫的 这是一个白发青年模样的恶魔 从副本中走出来 来者正是深渊七大公之一 戴伦 从我攻略第一个深渊副本开始 你不就一直在暗处偷偷观察了吗 看了这么久 你总该对我的实力有一定了解吧 当然 即便高傲如本宫也不得不承认 你是本宫见过的天赋最强的人类 本宫如今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欲感 如果再让你发育下去 到你和魔龙王决战那天 魔龙王极有可能败在你手上 在与你合作之前 本宫还有一个疑虑 但说无妨 你如何保证在魔龙王陨落之后 本宫真能成为新的恶魔王吗 毕竟本宫刚才看你杀奥迪斯的时候 下手可是一点也不留情 今天我算是开了眼界了 原来身为七大公之一的深渊恶魔 想法也能这么天真吗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是人类你是恶魔 我们永远不可能互相信任或者理解 咱们想要在信任的基础上合作 那就是天方夜谭 难道我发个不是你就能相信我了吗 听到我这番话带伦微微眯起 并没有反驳 的确他也从未相信过也不打算相信我 这也是他用分身来见我的根本原因 我们之间只能是互相利用 你利用我达成你的目的 我利用你达成我的目的 我们各取所需这才是正解 张元 本宫忽然觉得你其实更像是一个恶魔 说说吧 你要个怎么样的互相利用 我取出从奥迪斯那里爆出的深渊之种 告诉我这叫深渊之种的肉球到底是什么东西 告诉你之后本宫有什么好处吗 这能让我给魔龙王带去更多的麻烦 让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而你就有更多的机会在深渊中运走 难道这个好处还不够吗 还是说身为恶魔大公的你 必须要我把恶魔王的王冠带到你头上 你才能成为新的恶魔王 算我真这么做了 你也真担心当一个傀儡恶魔王吗 牙尖嘴利的小子你看得相当透彻 本宫即便要当恶魔王 也不可能当一个人类的傀儡 不过你说的也没错 魔龙王如果将注意力放在你身上 本宫取代他的机会也更多 深渊之种就是魔龙王创造出来的独特物品 其中蕴含着何种神秘能量 恐怕只有魔龙王自己清楚 人类吃下深渊之种会变成恶魔 恶魔吃下深渊之种则是会获得更强大的力量 但不管是人类还是深渊恶魔 只要吃下深渊之种就会被魔龙王控制 目前深渊之种无解 至少本宫找不到解法 所以你之前杀掉奥迪斯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毕竟那家伙已经被魔龙王控制 如果魔龙王想 奥迪斯随时都能在背后捅你一刀 听到戴伦的话我看向手中的深渊之种 这时想到了自己变成恶魔的父母 他们应该就是被深渊之种控制的 他想要救回他们得从这玩意儿入手 既然都说到这里了 本宫便在提醒你一句 魔龙王对不屈长城的进攻只是一次试探 如果你们大厦应对不当 你们将有无数人变成恶魔 一旦魔龙王成功别说大厦帝国 整个世界都会落入魔龙王手掌心 到那时候张元 不管是你还是本宫 都没翻盘机会了 全是不觉醒了 我的第七命座终于觉醒了 就在刚刚恶魔大公爵戴伦 告诉我有关魔龙王的情报后便消失不见 等回去后我亲自将深渊之种交给万长安 万长安也顺便授予了我新的将级徽章 这一刻起我正式从孝级晋升为将级 和你无为平级 也因此成为了大厦帝国历史上 晋升用时最短年龄最小的将军 我在军部接受完将级勋章后 又顺便花了十来天的时间 到高级技能训练馆中训练 将预舰飞行这个技能升到了10级 此时的预舰飞行 可以将戒阵影响范围扩大100倍 完成技能训练新的一个月到来 我立刻军部找了一个清静宽敞的地理 将命运罗盘和自己处物空间中的 九眉神之石取了出来 然后将九眉神之石一桶 送进命运星阵中 大量红色的卡片在命运星阵中滚动 很快一张红色的卡片 率先从命运星阵中飞出 红色的光芒冲天而起 嘹亮的剑迎在军路中回荡 狂宗大作剑气纵横八方 我看到卡片上的剑客虚影 蓬蓬微微一缩心跳莫名加快 第七名命作还真给抽出来 使剑卡片化作一道红光 随即便拥入我的体内 我只感觉有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 从自己灵魂深处中涌出 直冲天灵盖 第七命作觉醒 剑道 以诸神之力构筑无敌剑 可吸收或夺取神明的力量 根据拥有的神明力量不同 获得不同效果或技能 若拥有七位以上神明的力量 可孕育神格 直准效 可对剑阵内的所有目标 施加欢愉标记 拥有欢愉标记的生灵 若是没有欢笑 每鸟流失25% 最大生命值直至死亡 剑阵内没有一个欢笑的生灵 自身属性提升100% 龙神力场 可消耗精神力 让所有蓄力技能变为顺法 我看到自己第七命作的技能 以震撼的无以复加 这就是融合神明力量的第七命作吗 未免有些太不不讲道理 只要是在剑阵内的人 我都可以施加欢愉标记 对方要是笑我就加鼠气 对方要是不笑那就得死 这技能根本就不讲一点道理 而且这还不是第七命作的极限 我的这个命作 能不断汲取其他神明的力量来变得更强 最后还能孕育神格 这意味着我已经有了成神的路 这一刻我脑海中涌现了许多想法 不过我震撼归震撼 但现在抽卡还没停 又有六张红色卡片从命运中飞了出来 这六张卡片上总共印有一飞一百两把剑 每把剑的三张 下一刻相同的卡片融合在一起 变化成两把剑 我总服看到了一飞一百两条阴阳鱼在空中游动 神秘的气息向四周弥漫而去 莫爷剑 神剑干将完成神器任务进化为神器 可精炼到三阶以上 获得干将剑 神剑干将专属神器三阶 攻击力增加三乱 自动护主持有者免疫光属性伤害 持续汲取天地之阳气 左眼变为太阳桶 若体内存在阴之气阴阳二气 获得平衡强化太阳桶 太阳桶白日可使用 消耗体内积累的太阳之气 点燃目标肉身与灵魂持续造成伤害 目标若不脱离太阳桶视线 则太阳之火不灭 强化后无使用限制 神剑墨爷专属神器三阶 攻击力增加三乱 自动护主持有者免疫暗属性伤害 持续汲取天地之阴气右眼变为太阳桶 若体内存在阳之气阴阳二气 获得平衡强化太阳桶 太阳桶夜晚可使用 消耗体内积累的太阳之气 复制目标使用技能攻击身使用 技能伤害与自身属性有关强化后 无使用限制 还没等我闯口气 命运星阵中又飞出了最后两张红色的卡片 这一次卡片上印着的图案不再是宝剑 而是两个厚重的剑侠 地剑宝库主动从剑阵空间中飞了出来 那两张卡片化作光芒没入到地剑宝库中 轰的一声巨响 地剑宝库顿时爆发出恐怖的气势 直接将干将墨爷两把剑给收了进去 在地剑宝库收下干将墨爷剑后 我便感觉地剑宝库也获得了巨大提升 然后迫不及待地查看装备属性 干将真身 太阳之火伤害提高 点燃目标后 无需目标处于视线中 太阳之火也不熄灭 墨爷真身 复制的目标既能无是使用条件可直接使用 而在地剑宝库吸收了干将墨爷后 我的面板上又出现了新的提示 干将觉醒剑灵 墨爷觉醒剑灵 干将剑灵成长期 可自主控制干将剑与持有者协同作战 干将剑灵控制干将剑期间 持有者获得干将剑一加成 持有者控制的所有飞剑附带 10%干将剑伤害 太阳之气积累速度加快 墨爷剑灵成长期 可自主控制剑与主人协同作战 墨爷剑灵控制墨爷剑期间 持有者获得墨爷剑一加成 持有者控制的所有飞剑附带 10%墨爷剑伤害 太阳之气积累速度加快 一波接一波的提升 看得我眼花缭乱 这就是满幸运抽卡 每个月第一天都会有突飞猛进的提升 我都不敢去想 要是让别人知道我抽卡指出红该有多眼红 随着我把九枚神之石都用完后 又有一枚一味抽到命座而赠送的神之石 在我面前缓缓凝聚 我将手上最后一枚神之石送进命运星阵中 红色的卡片又一次在命运星阵中转步 很快一张新的红色卡片从命运星阵中飞了出来 不过这一次抽出的东西并不是专物 而是一颗涌动着恐怖剑气的金色丹药 朱仙丹 服用后等级下降一击 自身下一次攻击时 朱仙剑陆仙剑仙剑决仙剑将会发动一次协同攻击 当看到金色丹药的描述我不由一振 这四把不是神话小说里的神剑吗 这种玩意儿还真正存在呢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 将我从白日梦中拉了回来 叶老师你可算是想起了我这个学生啊 电话另一头传来叶青松的九歌声 随后叶青松醉醺醺醺道 毛头小子好些日子不见 你在大厦闯的名堂是越来越大了吗 跟叶老师你这个大厦第一人比起来 我还差得有些远 你小子的确差得还远 所以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场特训 你有时间就来竹林找我一头 我能多问一嘴 是什么样的特训吗 我见叶青松没有回应 以为出什么事了 结果叶青松竟然直接打起了呼噜 这老灯竟然在打电话的时候睡着了 不一会儿我一走进学校竹林 数道剑气便是破空而来直熄我的面门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如今我各方面战力都有了质的提升 一把飞剑凭空出现 轻松将那些剑气给挡下 随后更多的剑气袭来 我依旧是轻松的挡下 接下来又是接连几波剑气攻击 竹林深处袭来的剑气数量越来越多 速度也越来越快 但还是在我的可接受范围 随着最后一道剑气被斩掉 我将飞剑收回剑阵空间 快步走到竹林深处 发现叶青松此时正躺在青石上呼呼大睡 看到叶青松正在熟睡我不由一论 如果叶青松一直在睡觉的话 那刚才的剑气是谁放出来的 而就在我疑惑的时候 竹林四面八方忽然有大量速度极快的剑气袭来 看到那些无形剑气我眼神微微一比 立刻唤出飞剑格挡 不过这一次 那些剑气不仅速度极快数量极多 而且近乎透明完全看不到轨迹 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剑气 更不要说控制飞剑去格挡了 很快我就被不少剑气打中 好在那些剑气都没有伤害 打在身上后就自动化作微风消散 不要用你的眼睛去看 静下心来病除杂念用耳朵去听风的声音 我随即尝试闭上了眼睛用耳朵去倾听 很快便听到了剑气滑破空气的声音 小子 尝试在你脑海里勾勒出剑气们飞行的轨迹 然后用飞剑提前挡在剑气的必经之路上 文言我尝试在脑海中勾勒出剑气袭来的飞行轨迹 然后控制大量飞剑挡在那些剑气的必经之路上 接下来我挡住了90%的剑气 而那些剑气就好像是主动撞在了我的剑上一样 不错很不错 小子你果然有资格学那个仙术 我睁开眼来诧异的看向叶青松 问他那是什么 在上古时期全名抽卡转值之前 世界上没有深渊恶魔 也没有天上来的神秘 更没有副本和怪物 所有人都是普通人 但在那个时期 世界中也存在着超凡力量 那些拥有超凡力量的人 被人们称之为仙 而他们所用的技能或者说术法 就是仙术 那些仙人还存在吗 那些仙人本就是少数 随着越来越多的强大职业者诞生 那些仙人从食物链顶端的强者 变成了少数的异类 他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一部分坚持不转值的仙人 被强大的职业者们绞杀 另一部分仙人为了生存 选择了抽卡转值 断绝了传承 发展到如今仙人基本绝技 只有极少数的仙术 以技能卷轴的形式传承了下来 老师为了能让我习得仙术 净狂惯了我两吨半的高浓度烈酒 而他也告诉我 他是九剑仙的赐服者 九剑仙其实并不是原生态的生命 十万年前从仙人抽卡转值 成了职业者后 飞升成神的心神 怪不得你这么喜欢喝酒 难道你的赐服是喝酒就会变强吗 那倒不是我只是单纯的喜欢喝酒 我看叶轻松直接把天聊死 随即绕过这个话题 咱们还是说说仙术吧 我该怎么学 这次完好然背着一个 边长十米的巨大箱子 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进竹林 我上前去把木箱拆开 发现里面竟然立着一座 十米高的酒键仙实心同向 随后叶轻松丢给我们两个酒葫芦 让我们把这些酒都喝了 我接住酒葫芦使用深渊之夜查探 神级道具地仙酿 上古留存至今的鲜酿西式至宝 叶老师这宝贝你都舍得给我们喝吗 让你们喝就快喝屁话这么多干什么 叶轻松虽然嘴上这么说着 但我明显看到他吞咽口水的动作 随着我和王浩然不断喝酒 两人脸上醉意越来越浓 那座酒剑仙的铜像表面亮起了淡淡的光芒 突然一股极强的神力 从酒剑仙铜像内部弥漫出来 包裹住了我和王浩然 等在睁开眼的时候 发现自己和王浩然来到了一座道馆之中 正到我们疑惑的时候 叶轻松从旁边的空间中走出来 这里是酒剑仙的梦中道馆 也算是一个副本 只不过是要特殊方法才能进来 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这道馆中有无数酒剑仙的点藏 装备技能材料应有尽有 不过你想要拿到这里的任何宝贝 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试炼 而且每个人都只能在梦中道馆内取走一件宝贝 在这个道馆的尽头有一座酒剑仙雕像 雕像上封印着一个技能卷宠 那是酒剑仙的秘籍 也是这个道馆中最珍贵的宝物之一 这次你的任务就是去学到那个技能 王浩然听后开口问道 叶老师那我呢 我的任务是什么 你自然也有要拿的东西 不过你和张元的路线不一样 你要的东西在道馆外面 外面有什么 外面一块石碑你去那里打坐 之后你就知道有什么了 快去把地鲜亮的效果只能维持12个小时 12小时过后你们就会从梦中道馆醒来 王浩然推开道馆大门 跑到了道馆外的一座客满名闻的石碑前坐下 而我则是一路向道馆最深处跑去 至于叶青松 他欣慰地看着自己两个学生忙碌的身影 眼神忽然变得有些落寞 当年要是你们两个也在的话 他或许就不会死 叶青松自言自语着 取出一个酒葫芦喝了一大口酒 身形缓缓消散 而我刚刚走到道馆的深处 面板上便出现了新的提示 天赋我是传奇触法 发现副本中存在半神级试炼 强制掉落试炼副本开启道具 随着这个面板出现 原本在雕像手中的那个技能卷轴 便是直接飞出 落到了我的手中 在暗处偷偷观察的叶青松 见到这一幕 亲的直接把刚喝到嘴里的酒 都给喷了出来 他一脸不可思议地 看着我大脑一片混乱 这小子什么情况 酒剑仙的试炼呢 那技能卷轴怎么就直接到张元手里 叶青松猛了 而拿到技能卷轴的 我并没有意识到不同 我还以为拿到技能卷轴 就是试炼刚开始 立刻查看手中的技能卷轴 神级道具最先剑技能卷轴 使用后细得先术最先剑 最先剑 消耗任意一瓶神级九 进入五分钟最先状态 最先状态内敏捷增加百分百 闪避增加百分之六十 每闪避一次攻击 四围属性增加百分百 属性增加无上限 属性增幅持续到战斗结束 我揉了揉眼睛 确认自己没看错后 整个人脑袋都是嗡嗡的 我要是会这个技能 再配合各种免伤护盾 只要闪避一段时间 自己的属性不得膨胀到 连神都能干翻 在见识到最先剑的强悍后 我已经按捺不住 使用这个技能卷轴的重点 不过最后他的理智 还是占了上风 忍住了心中的躁动 这个技能卷轴 是开启试炼副本的关键 要是使用的话 固然能获得一个强大的技能 但确实会损失一个试炼机会 我心中有了这个想法后 便尝试打开技能卷轴 发现里边果然有密密麻麻的蚊子 不过那些蚊子歪歪扭扭的 像蚌蚪一样 我是一个都不认识 而在暗处关注这一切的叶青松 见我拿到技能卷轴后 并没有直接使用 而是在研究卷轴上的蚊子 心中已经震惊到了极点 他第一次见到最先剑技能卷轴后 根本就想都没想 直接就使用了 等他把技能都练到满记后 他才察觉到最先剑的真相 从头开始学习 怪不得大家都叫这小子张神元神的 天才就是见他的门槛了 不过他在天才不识字眼摆下 等他出去后 送他一本古先文的词典 叶青松感慨了一声 随后便将注意力放在了王浩然身上 我已经拿到了技能卷轴 接下来怎么折腾都可以 叶青松已经不需要过多关注 而我看着如同天树一般的技能卷轴 忽然突发奇想 不知道使用深渊之眼能不能来点提示 想到我直接对卷轴上的那些蚊子 使用了深渊之眼 下一刻 我发现那些蚌蚪一样的蚊子 开始扭动起来 随后整个技能卷轴亮起光芒 直接将我给吸了进去 本来还在关注王浩然的叶青松 忽然感觉到身后闪过一刀光 不由转身看向我这边 却见那最先见技能卷轴正躺在地上 而人已经消失不见 叶青松瞳孔猛的一说 莫草 人哪 而我被技能卷轴吸进去后 便来到了一个水墨画构成的世界 我站在一头水墨勾勒出的巨精之上 在水墨勾勒的天空里遨游 周围悬浮着各种各样的蚌蚪 唯一神话试炼任务已开启 在画中世界存活12小时 提示音刚落 那些悬浮在空中的蝌蚪 便转化为一道道黑色剑气 向我袭来 我表情微微一便立刻展开剑阵 同时启动所有剑领 然后开启太阳铜 视线扫过袭来的剑气 瞬间将第一波袭来的剑气 全部灼烧干净 不过还没来得及喘气 第二波剑气便再次袭来 速度更快密度更大 我再一次使用太阳铜焚烧剑气 再一次挡下了第二波攻击 我体内的太阳之气 是需要弹降剑持续积累的 以目前的消耗速度 估计撑不了多久 太阳之气就会消耗光 所以看着第三波剑气袭来 当即放弃使用太阳铜 而是控制大量复制飞剑 去隔挡那些剑气 不过那些剑气速度太快 而且威力还极大 我用肉眼控制飞剑隔挡 再加上六个剑铃控制 专五自动隔挡 也最多挡下80%的剑气 而剩下20%的剑气 都是固定扣出我5%的体力值 第三波进攻持续了整整10分钟 我硬是靠着身板扛了下去 第三波剑气攻击结束 第四波剑气袭来 剑气数量更多速度更快 第四波剑气持续了半个小时 随后第五波剑气即将来临 当即我便明白 这个副本不是肉身能够硬扛过去 忽然想到了静梦中盗管之前 叶轻松叫我练习避开剑气的技巧 意识到这一点我闭上眼睛 尝试用耳朵去捕捉四周的剑气 有之前在竹林中的练习经验 我很快就听出了剑气袭来的声音 并在脑海中勾勒出剑气的运动轨迹 并控制飞剑提前割挡 不过这话中世界的剑气速度 比叶轻松释放的训练剑气快太多 这次连50%的剑气都没挡完 好在战炉剑让我每秒恢复50%最大体力 再加上亚洛特的不灭之盾 就算的剑气打在身上我依旧抗得住 但即便这样 我依旧是坚持用这个方法去挡剑气 因为我知道自己现在还能扛得住 可要是等到后面 若找不到隔挡剑气的方法 绝对会被无尽的剑气给灌死 第五波攻势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而我从一开始50%不到的拦截率 逐渐攀升到了80以上 超过了肉眼控制飞剑的拦截效率 第六波攻势更加凶猛 剑气数量更多速度更快 我拦截率再次下降 但我的身板够硬 再加上脑海中越来越清晰的剑气攻击轨迹 它拦截率始终保持在70以上依旧扛了过去 第六波次的进攻同样是持续了一个小时 到后面我已经能无压力的睁着眼睛轻声变位 把拦截效率提升到了90以上 之后的进攻波次难度还在不断上升 但我凭借着掩耳并用的剑气 再加上10秒刷新的不灭护盾 以及用太阳虫烧掉部分剑气 有惊无险的扛过了第15波次的进攻 成功熬过了12小时的试炼 这时画中世界传来一道空灵的声音 语气中带着点脑梦 小子你怎么这样牛逼 本作就没见过你这么离谱的人 不通过本作的试炼 强行拿到最先见秘籍也就罢了 结果连技能都不学就直接进画中世界 硬是一次不闪避靠肉身 看过了本作的隐藏试炼 叶青松那魂球是这么教你的吗 什么 原来这试炼是要闪避的吗 我策吗 那道空灵的声音差点爆了粗口 不过最后还是忍耐下来转的 行算你牛 既然你这么有能耐 本作这里还有一个试炼 你敢不敢挑战 九剑仙邀请你进行决斗 九剑仙这没必要吧 怎么 难道说是你怕了吗 我的意思是说我是叶青松的学生 勉强也算是你的徒孙 你要是输给了我面子挂不住 九剑仙听后终于忍不住抱了粗口 我你马 来 本作今天不干 本作不叫九剑仙 九剑仙强行降下投影试炼强行开启 随着我面板上出现这么一个提示 一股极强的气势从天而降在画中世界爆开 然后我脚下就变为了一片虚空 当即从高空坠落 你这么生气吗 我嘀咕着在自己下方换出一把飞剑 站稳身形 欲剑飞行 小子你有点意思 这是一个身穿长袍白发金桶 气质清冷的长发男子出现在画中世界中 剑撞我立刻对他使用深渊之眼 发现这是他降下的一个和自己等级一样的投影 随即向九剑仙拱手问道 不知九剑仙想要怎么比试 面对本作而不切这点还算看得过去 小子 本作也不是一个喜欢欺负小辈的神器 这一次的试炼你如果能扛过本作十招 本作就算你过关 谢九剑仙手下留情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直接开始吧 你先出招本作先看看你的城市 我倒也不客气直接展开了见证 给九剑仙打上了欢愉标记说道 前辈别总是绑着一张脸 笑一笑嘛 九剑仙看到自己身上的状态 嘴角不由抽了抽顿时满头黑线 邪门歪道 九剑仙冷哼一声 不过他清冷的面庞上 嘴角勾起了一抹不自然的弧度 因为我的属性突然暴涨百分之一 九剑仙的笑容顿时变得有些难看 属性暴涨一倍又如何 六把专武凭空出现 六个剑零苏醒 同时我使用了地剑真身 气势再一次暴涨 九剑仙开始强颜欢笑了嘴硬笑道 没事还能顶你尽管全力攻来 随后我的六把专武各自复制出上千把 360度包围了九剑仙 九剑仙表情再也绷不住了 我直接使用了龙神力场 数千把飞剑瞬间蓄力至一千倍 然后猛地向九剑仙射去 成功击溃九剑仙投影经验增加二十一 同时我体内直接冲出一道金光升到了五十二级 这是九剑仙的投影 在这画中世界重新凝聚 我当即向九剑仙拱手抱拳 九剑仙承让了 九剑仙此时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探头 你说叶青松他为什么要自降等级 让本作保留你的一缕神魂 这不纯纯的多此一举吗 这世界上谁能杀你 叶老师和九剑仙您的恩情 我都不会忘了 算了 本作输给你是心服口服 这是你应得的奖励 九剑仙一灰衣袖一个白色光团 没入我的体内 习得神级技能最先剑 消耗精神力主动进入最先状态 最先状态内敏捷增加100% 闪避增加99% 每闪避一次攻击 四维属性增加100% 属性增加无上限持续到战斗结束 获得九剑仙赐服 第七命作剑到强化 无剑决 以气化剑斩出无形剑气 剑气伤害等同于自身装物 且附带所有装物特效 我见到自己新得到的神级与神明赐服 顿时笑容灿烂向九剑仙行礼 多谢九剑仙 不用谢这是你应得了 滚吧 本座短时间内不想再看到了 轰的一声一阵狂风吹来 我直接被吹出了副本 回到了学校的竹林中 我刚刚回到现实 叶青松和王浩然便一同出现在我面前 关心问我没事吧 叶老师王兄怎么了 你突然从梦中道馆消失了 我找遍所有地方都没找到 你去哪了 张兄你是不知道叶老师有多紧张 要不是我拦着 叶老师甚至都以为你被深渊恶魔带走 要杀去深渊了 我误打误撞进了九剑仙的试炼副本 我在里边待了十多小时 好不容易才通关让你们担心 道歉 不用道歉你没事就好 叶青松见我只是去了九剑仙的试炼副本 不由松了一口气 随后他又心中一惊 一脸震惊的看向我问他 你说你通关了九剑仙的试炼副本 是啊怎么了 你不是连针罪仙剑都没学吗 没有高闪避你怎么通关那隐藏试炼的 我依靠老师你教的听声变味方法 拦截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剑仙 剩下的百分之十呢 叶青松也经历过隐藏试炼 他可非常清楚 十波次以后的剑仙数量可都数万起步 别说是漏百分之十 就算是漏百分之一 他也扛不住 我硬扛过去的 叶青松嘴角抽了抽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身板到底得有多硬 才能硬扛下那么多剑仙的攻击 叶青松非快整理好情绪 他没有再追问我通关的细节问道 既然你已经通过了试炼 应该也学到完整的最先见了吧 学到的效果相当变态 嗯不错 今后你也要多加练习 仙数不同于其他技能 今后你就算是被某些技能沉没了 仙数依旧是不受影响的 这是改变战局的技能 说罢叶青松又从储物空间中 取出一本词典交给我 这是我编证的古仙文词典 你好好学习 今后你如果在冒险途中 得到了仙数卷证 古仙文能帮助你 我接过词典对叶青松道谢 我一定好好学习 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你们回去吧 告别了叶青松后 我便和王浩然一起离开了竹林 路上我好奇的向王浩然问道 王兄你在梦中道馆中获得了什么 在那块石碑的帮助下 我接连绝醒了两个命组 现在我可也是二命的龙剑士 战力翻了一倍多 恭喜恭喜啊 虽然比不上你这种纯靠抽卡 就满命的变态 但我也相当满意了 对了朱老师已经醒过来了 我现在要去明镜医馆 看看他张兄你要一起去吗 好啊一起去 朱永福是目前唯一一个 接触了神选俱乐部 并活下来的非俱乐部成员 我也想从朱永福那里 获取一些关于神选俱乐部的情报 等我们来到明镜医馆 朱永福病房的时候 穿着白大褂的顾冰宁 正好在房间中 记录朱永福的各项身体指标情况 此时朱永福虽然醒着 但脸色依旧苍白 看起来颇为虚弱 我和王浩然走进病房 一同向顾冰宁和朱永福打招 顾冰宁见到我和王浩然立刻的 你们来得正好 浩然你帮忙照看一下朱老师 小张员我们出去谈一谈 说吧顾冰宁便快步走到我面前 拉着我离开病房来到走廊边缘 顾老师朱老师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虽然朱老师已经醒了 但他身体各项指标都极其异常 完全不符合长脸 就好像是上天在用脚乱填的一般 按理说以他身体的各种指标 他根本就不可能活下来 所以小张员 我想问问你把朱老师带回来之前 他都经历了些什么 说实话我就回朱老师的时候 朱老师已经是昏迷不醒 我也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但我猜朱老师现在的状态 极有可能和幻觉魔神有关 顾冰宁眼神微微一变 随即仿佛是明白了什么陈寅导 怪不得 顾老师您是发现了什么吗 朱老师的身体状态极其异常 甚至连我的神级进化术 都没办法让他挥子 这基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朱老师的这个状态魔神导致的话 那就一切都说得通了 那有没有办法将朱老师治好 很遗憾 除非是内的魔神亲自撤去了力量 否则别说是我就算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治疗师 也没办法让朱老师恢复回来 那如果魔神陨落的话 顾老师您能不能救回朱老师 若神灵陨落的话 我倒是能靠神级进化术 一点点消磨掉朱老师身上魔神的力量 但这有点天方夜谭了 再弱的魔神也是神怎么可能陨落呢 我听后陷入沉溺没有说话 顾冰宁摸了摸我脑袋说道 小张元你也别太伤心了 既然是听天令你至少是将朱老师救了回来 我虽然不能治好他 但至少能帮他续命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等我们回到病房后 此时朱永福已经被王浩然搀扶起来坐在病床上 张元 我听浩然说是你单枪匹马去安国寺 把我从神选俱乐部那群疯子中救回来的 谢谢 我欠你一条命 朱老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朱老师 能和我讲一讲你和神选俱乐部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吗 张元 你还是不要和那个俱乐部牵扯上关系 尽可能离他们远一些 老师这是为了你 然后我取出神选俱乐部的邀请函 朱老师这可不是我想去招惹他们 是他们主动找上门来的我躲不了 朱永福看到神选俱乐部的邀请函 顿时沉默下来 良久朱永福才叹了一口气 看向一旁的王浩然 浩然你去帮顾老师的忙吧 我和张元单独聊一聊 朱老师张兄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也可以帮忙 不 你的实力太弱 牵扯进神选俱乐部不仅是你的麻烦 也会给张元带来麻烦就像我一样 我拍了拍王浩然的肩膀 就听朱老师的吧 这件事我一个人就能解决你就别掺和了 王浩然看到我自信的笑容 也不再坚持起身离开了病房 朱老师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 讲一讲吧 朱永福叹了一口气随即到 这件事还是得从校园竞技联赛 我们京大那四个临时退赛的队员讲起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在赛场上杀掉的霍威 其实就是神选俱乐部的成员 而我们那四个队员 就是受到了霍威的蛊惑才临时退赛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霍威想要得到联赛冠军 而我们京大就是他最大的威胁 所以他利用了魔神的力量 蛊惑了我们的队员 成功让他们退赛 我顺着霍威的线调查下去 发现我们那四个队员在退赛后 去了安国寺 然后他们就人间蒸发了 为了调查清楚他们的下落 我潜入进了安国寺 成功找到了那几个队员的尸体 不仅是他们的尸体 还有许多其他职业者的尸体 神选俱乐部那群疯子 好像在安国寺内策划着某种仪式 快表相克不断的佛门寺庙 被逼里却不停地在收集尸体 而我为了得知真相 便向欢愉之神请教 他告诉我那些魔神 都有囤积尸体的癖好 而他们囤积尸体能做的事也多了去 什么血迹啊 降临那这些邪术都需要用到尸体 仅有这个情报的话 其实不好下判断 不过如果是幻觉魔神囤积尸体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猜想 有屁就别卡嗓子里快放出来 在以前神魔大战的时候 幻觉魔神就有一个拿手技能 叫千丝魔魁 那个技能可以将尸体做成傀儡 而那些被做成傀儡的尸体 不仅拥有生前的所有能力和技艺 而且还拥有幻觉魔神的部分力量 如果傀儡数量多的话 幻觉魔神甚至能仅凭那些傀儡 将整座京都城数千万人口 全部拉入幻境当中 最重要的是 幻觉魔神的意识 还可以在所有傀儡中来回转 只要不将幻觉魔神 制造的所有傀儡清理掉 那幻觉魔神就死不了 听到幻觉魔神这番话 我眉头微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幻觉魔神要是把一部分傀儡给藏起来 那他岂不是就死不了吗 不然你以为 他是怎么在神魔大战中活下来 那家伙本就生性警示 如今更是处于虚弱状态 更是无比怕死 我猜他制作的傀儡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除了京都城内的傀儡外 他在世界各地应该都藏有保命的傀儡 想要清除掉他所有傀儡不现实 那我岂不是杀不掉他了吗 自己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弱鸡神明 要是连这个幻觉魔神都杀不掉的话 其他神明更是无稽之谈 小原子你挺自信的嘛 居然真的在考虑以凡人之趋势是什么 你这志向很不错 我支持你 其实幻觉魔神这个技能没那么难破解 只要找对方法 依旧可以在没有摧毁他所有傀儡分身的前提下 将他斩杀 什么办法 幻觉魔神逃避死亡的方式 就是在自己灵魂被摧毁之前 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其他傀儡分身上 只要你力量够强速度够快 快到幻觉魔神转移意识之前 就将他给彻底抹杀 那他也就死了 他有再多的傀儡也没用 你这说的容易 幻觉魔神再怎么虚弱 他也是一个神器 我就算能够剩他 也做不到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把他杀掉吧 我当然知道你做不到 所以我给你准备了B计划 如果做不到瞬间秒杀幻觉魔神 那就需要用技能 或者神器将他的意识 彻底锁在他的本体中 所以说你有这种锁住 神明意识的宝贝吗 我当然没有 欢愚之神双手一摊 随后话音一准 水之女神倒是有一件 可以封锁住幻觉魔神意识的神器 名叫浑水珠 但你也知道我上次为了弄到战炉时 把水之女神给弄哭了 我要是去借的话 他肯定是不会把浑水珠借给我 我听到欢愚之神这番话 立刻明白欢愚之神的意思 所以你给我准备的B计划 就是让我去要水之女神的神器 嘿嘿 知我者小原子是你 水之女神是神界中出了名的宅女 神界中唯一算得上他朋友的 就只有火之女神 火之女神不是很看好你吗 我帮你约火之女神 你和那松活子聊一聊 只要他肯帮你 水之女神一定会将他的浑水珠借给你 听到欢愚之神这番话 我有些狐一说道 乐子神好像不对啊 哪里不对了 我的这个计划不是很完善吗 通过火之女神去借水之女神的神器 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那乐子神你呢 你在这里边能获得什么好处 张元咱们是朋友也 我帮你出谋画策不是很正常吗 你居然还怀疑我的居心 难道我做什么都要带着目的吗 我伤心了 你这套话术对我没用 你主动帮我忙 要是你明面上没有给我挖坑的话 那就代表你在暗地里 给我挖了一个更大的坑 所以先说说你的目的吧 不然我可不去找火之女神 真是事风日下 人与神之间的信任怎么就那么难呢 小元子你以前可不是这样 在你没有忽悠我去毁掉恶魔王碑钱 我对你还是抱有信任的 欢愚之神择了一生 随后也不装了贪手 好吧 实际上是我也想用一下那神器 可我去借的话 水之女神肯定不给 但你不一样 那玩火的疯婆子欣赏你 水之女神看在火之女神的面子上 一定会将浑水珠借给你 到时候你帮我用水之女神的神器 干点私事 且不说人家会不会借我神器 就算人家把神器借给我 我再借给你 这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你想呀 我又没让你把浑水珠给我 我只是让你用浑水珠帮我做点事 全程都是你在用浑水珠 我又没泡 这有啥厚道不厚道的 你用那神器杀幻觉魔神 顺便帮我做点事 这就好比你像水之女神借了台车 目的是要从京都开往西湖市 途中顺带把我烧到东海市 这不是很正常吗 听到欢愚之神这番理论 我下意识点头 好像有点道理 小园子你仔细想一想 你是我的赐福者 我坑其他人也不可能坑你 咱就这么说定了 我去联系疯婆子 你去新神赌斗副本 可不要让人家等久了 欢愚之神说完生怕我反应过来 当场消失在原地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想要再追问欢愚之神 却发现欢愚之神已经消失不见 不过是已至此也没有回头路 于是立刻赶回零号宿舍 进入星之秘境 抛了三万星之时出来 我从星之秘境出来的时候 正好撞到从楼上走下来的牛婆婆 牛婆婆见我是从星之秘境副本里走出来的 立刻就警惕起来 臭小子你进星之秘境干什么 牛婆婆我要进星神赌斗副本 听到我的回答牛婆婆顿时一头黑线随即的 你这臭小子 距离你上次把星神赌斗副本弄坏才过多久 又有神约你了 我尴尬的笑了笑告诉牛婆婆没错 此时星神赌斗副本内依旧是一座决斗场 我刚刚进入副本 前方便是燃起一场火焰 火之女神从中走了出来 张元听乐子神说你找我 我见到火之女神也不游有些犹豫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在我面前没必要局促 有什么话直说就是 只要是我能帮到你的我都会帮你 听到火之女神这番话我也不再犹豫 当即将神选俱乐部和幻觉魔神的事 全盘告知给火之女神 火之女神听完我的话 眼眸中顿时涌出一笔战役 所以你已经成长到可以是神的地步 要不我们再打一场 女神大人这不是重点吧 重点是幻觉魔神盯上了我 我要对付他需要借水之女神的神器 可我与水之女神素妹蒙面 甚至我还对水之女神有所亏欠 火之女神手中凝聚一杆火焰长枪笑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可以带你去见小睡 但前提是你得陪我打一场尽性的战斗 我见到火之女神眼中浓郁的战役 也明白这一战不可避免 于是便向火之女神行礼 请女神大人指教 火之女神哈哈一笑 周身火焰燃起气势开始疯狂飙升 最后等级停留在了80级 炙热的火焰瞬间点燃整个决斗场 甚至整个星神赌斗副本 都因为火之女神的火焰而扭曲 80级的火之女神投影 气势比她是40多级的时候强了10倍不止 即便我如今变强了许多 但面对此时的火之女神 依旧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那种恐怖的神威 似乎是单纯靠装备抵消不了 火之女神挽了一个枪花对我笑道 张元 既然你打算要和虚弱的幻觉魔神战斗 那我稍微提升一下实力没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 我并未退缩展开剑阵 唤醒六把装武的剑队 太阳筒和太阴筒打开 同时启动九天赤煞剑阵和玄水珠魔剑阵 给火之女神施加欢愉应激 并且自身在进入最先状态 在这一连串的加成下 我的气势顿时暴涨了一大几 火之女神看到我的变化先是一阵 随即咧嘴笑道 张元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呀 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 你的进步居然这么快 我也是越来越兴奋了 火之女神话音落下 便化作一团火焰消失 下一刻我周围涌出大量体验 十多个火之女神分身从火焰之中冲出 握枪向我刺来 我耳朵微微一动 很快便通过风声辨认出 有一部分火之女神是虚假的 直接无视那些虚假的投影 依靠最先状态闪避掉 剩下火之女神分身的进攻 思维属性当即暴涨600% 下一刻太阴桶起断 我复制了火之女神的分身技能 十来个我自己的分身从火焰中冲出 向火之女神所有分身斩出无形剑气 瞬息之间火之女神所有分身全部被斩灭 行啊小子 火之女神大笑声从天而降 我抬头看去 只见一头火麒麟从天而降猛然砸下 轰的一声巨响 火麒麟直接吞噬整座决斗场 星神赌斗副本空间又一次有崩碎的风险 此时在星神赌斗副本外 牛婆婆见副本能量变得紊乱起来 咬牙切齿的 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会让我省心 牛婆婆碎碎念着 立刻取出大量新知识 利用星神的力量去稳固星神赌斗副本 此时星神赌斗副本中 决斗场彻底变成一片火海 火之女神站在空中 红色的眼眸来回扫 是下方火海眉头危重 哪去了 女神大人我在你上面 这是我的声音从她后方传来 火之女神眼神微微一遍连忙转身 只见开启了地剑真身的 我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她上方 在我身后还有着一头涌动火焰的火麒麟 以及六把叙事待发的砖武 我微微一笑 六把砖武和火麒麟融合在一起 猛地向火之女神射去 视热的火焰与灵力的剑气 瞬间在星神赌斗副本中炸开 成功击溃火之女神投影经验 增加40亿等级提升为53级 我只是使用最简单的拔刀斩 静静待在天上观察我的神秘 瞬间这一季融合了我六把砖武的力量 瞬间就将火之女神的投影给斩杀 下一刻副本的天空变成了星空 星之神的力量降下 平息了副本中躁动的火焰与剑气 火之女神爽冷的笑声 再一次在决斗场中响起 哈哈哈哈 痛快真是痛快 随后她的投影重新在我面前凝聚 我向火之女神拱手行礼 女神大人承让了 张元你果真没让我失望 我已经相当期待你成神的那一天了 按照你这种成长速度 估计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让整个神界为之震动 女神言过了我差得还很远 你这小子就是太谦虚了 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强的实力 你完全有狂的资本 按照约定我带你去见小睡 我当你的说客 火之女神咧嘴笑着 她抬头看向上方星空喊道 星之神 帮我将这副本链接到小睡的宫殿 在火之女神喊完话后 我便看到上方的星空开始闪烁 随后周围环境迅速变化 从决斗场变成了一处 阳光明媚的森林当中 我在往前方看去 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座 被水汽包围的蓝色宫殿 而在那蓝色宫殿外 有一个穿着蓝色连衣裙 头上竖着一根呆毛的蓝发 美少女正坐在水池边发呆 见状我立刻对她使用深渊之眼 结果深渊之眼只回馈了一些 简单的信息 火之女神喊了一声发呆的 水池女神小睡 水池女神头顶的呆毛呼的一跳 整个人当场惊醒 火姐 小睡我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 她叫张元 我立刻对水池女神打招呼 你好 水池女神此时有些害羞 她甚至不敢正眼直视我的眼睛 头上的呆毛也搭了下来 你好 我看到水池女神这副打一拳 就可能会哭很久的模样 不由想起自己之前 竟然怂恿乐子神 去把水池女神弄哭 忽然间我心中一股灰之不去的 愧疚感游然而生 火之女神倒没多想对我笑道 小睡她比较设恐没什么朋友 你也不要介意多淡呆点 我连连摆手 我不介意没事的 我心想真是开玩笑 对方是舍我是人 而且我还有求于对方能介意什么 火之女神笑了笑 又看向水池女神 小水张元想见你的浑水珠一用 可以吗 水池女神连连点头 直接将一颗蕴含无穷水元素的珠子 取了出来 双手拿着递给我 可以 给你 我见水池女神就这么轻易地 将自己的神器浇了出来 整个人有些忙 和乐子神工心斗脚 惯了的我 忽然遇到这么一个 天真纯洁的女神 竟然我极其不习惯 我有些不好意思 就这么拿着浑水珠忍不住的 女神大人 你都不问我要拿浑水珠 去干什么就把神器交给我 真的合适吗 水池女神连忙回话 我姐介绍的朋友 肯定没问题的 还有 您不用叫我女神大人 叫我小睡就好 我见水池女神 居然连静女都用上了 脑瓜子也是嗡嗡的 这不是道反天罡吗 火之女神此时对我笑道 小睡她就是这样 一遇到外人 不再是太过阴暗卑鄙 猛烈的阳光照得我无所遁形 心中越来越强的愧疚感 驱使我说道 其实我拿浑水珠 除了去对付幻觉魔神以外 也要用浑水珠 去帮乐子神的忙 这个没问题吧 水池女神连连摇头 没 没问题 火之女神也笑道 那乐子神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猜到她心中 在打什么算盘了 她要用就用吧 听到两个女神的回答 我也放心地 接过浑水珠查看属性 神级装备浑水珠 石油者免疫水属性 与精神攻击 可以在水下呼吸 石油者操纵的水元素 对灵体和意识产生额外效果 石油者获得技能水元素掌控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 自己要是知道 水系法术咒语的话 就算是水系静咒也能顺法 体验到浑水珠的强大 立刻对水池女神道谢 谢谢 我用完之后就马上还回来 不用着急 你带在身边也可以 我平时也用不上 小睡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这浑水珠太过珍贵 你就这么白借给我 我良心过意不去 不用 你拿去就好 不行 我必须做点什么 火之女神此时也对水之女神劝的 小睡 这也是张元一片好意 你也别推辞了 你不是一直想要凡件的那些玩意儿吗 正好可以让张元带给你 随着火之女神这话一出口 我注意到水之女神的眼睛 都亮了起来立马道 小睡你想要什么 只要是我们人间有的我都给你带来 真的吗 我要的东西很珍贵的 我看到水之女神这架势 突然有些心虚了 只能硬着头皮说真的 连神明都觉得珍贵的宝物 我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能不能搞到 水之女神激动道 我想要锁天堂的最新款游戏机 还有九龙珠 谁隐忍者 航海帝的全套漫画 最好是要有作者签名 你有吗 我听后当场愣住 堂堂水之女神要的东西就这么 水之女神见我愣住了连马道 是我的要求太过分了吗 如果不行的话 漫画不要签名版的也行 我回过神来苦笑道 小睡 你的要求可一点都不过分 相反身为神明 你的这要求未免也太简单了 都不要说最新款游戏机和漫画签名了 只要水之女神开头 就是把游戏机厂商老板和漫画作者绑到这里来 世界上也有大把人愿意干 这种事根本不止水之女神拿魂水珠来还 不过在听到我这番话后 水之女神却是面露迟疑 可是欢迎说这些物品都很珍贵 我听后遗证 他有这么说吗 一旁的火之女神冷哼的 乐子神可不止一次这样的 他欺负小睡不喜欢出门 便把各种在人间烂大街的东西高价卖给小睡 这样也就罢了 毕竟这是你请我愿的买卖 我也说不得什么 可上次乐子神为了弄哭小睡 送了小睡一部难度超高的游戏 然后又在游戏里面植入了木马 等小睡马上全成就的时候 那木马病毒突然启动 直接把小睡全部存档给清空了 我听后震惊 这么狠狠吗 是啊 小睡可因此哭了好久 水之女神听到火之女神提起这件事 眼角已经泛起泪花低声嘀咕道 后来我又重新干了好久 我听水之女神的话语中满是怨气连忙保证的 小睡你放心 我答应你的最新款游戏机 全套漫画以及作者亲笔签名 一定会交到你手上 以后你想要玩什么游戏也尽管给我说 我给你代保证不做手脚 水之女神眼睛一亮问我是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水之女神激动的差点跳起来 不过她似乎是为了保持自己女神形象 最后还是稳住了对我道了一声谢 受了小睡你的恩惠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论起来该说谢谢的是我 那我就不打扰了 下次我就将游戏机和漫画带来 水之女神笑着点头 好 下次我们一起玩 我又向火之女神行礼 女神大人我就先撤了 火之女神微微点头随后又嘱咐道 对了张元我得提醒你一句 幻觉魔神虽然早已不在巅峰 但他终究是神明 谁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的底牌 你要对付他在确认他彻底死亡之前 都绝不能大意 谢女神提醒我一定会注意的告辞 张元向水之女神和火之女神到了别 便是直接退出了新神赌斗副本 正好撞见正在一旁 因为修副本而忙得焦头烂额的牛婆婆 臭小子你是不是又和神打架 道歉牛婆婆我已经尽量快的去结束战斗了 但实力有限实在是没法速战速决 那你赢了还是输了 小心赢了 赢了就算了 你走吧我还得修副本 牛婆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你别在我面前晃荡 那就是帮最大的忙了 好的牛婆婆 牛婆婆再见 我一进屋欢愉之神便坐在了我的床上 翘着二郎腿笑呵呵的看住我 小元子我说的没错吧 你是不是很轻松就得手了 的确 过程比想象中的要顺利 不过乐子神你心也太狠了 那么软萌的水神你也欺负的下去 欢愉之神嗲声嗲气到忽然变得茶味十足 人家这也不是为了你吗 还是说你觉得小吃好看就要喜新厌旧 乐子神你这戏也太多了 咱还是说正事吧 浑水珠我已经有了 可我该怎么锁住幻觉魔神的意识 浑水珠的效果描述中虽然有和精神意识相关的点 但该怎么使用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 欢愉之神似乎一直在等我问出这个问题 又立马笑道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在东海天空塔附近海面上有着一个巨大漩涡 从那个漩涡上跳下去后 就能到了一个在海底的隐藏副本 我连忙叫住欢愉之神 你快打住吧 咱们不是在谈魂水珠吗 怎么又扯到副本上了 你别急嘛 听我继续说 那个海底副本里边有着一个一百级的隐藏宝 那个boss拥有着和幻觉魔神差不多的能力 你借助魂水珠把那个boss攻略了 你就知道要怎么对付幻觉魔神了 那我打完boss之后呢 没了呀 打完boss后 你就可以去对付幻觉魔神 我的意思是 你不是要我用魂水珠去帮你办一件私事吗 私事是什么 在我和幻觉魔神决战之前 先帮你把事做 看来小原子还是想着我的吗 放心吧 我的私事就是你去帮我攻略那个副本 你拿魂水珠通关那副本 就是帮我的忙了 好吧我明白了 等我把答应水珠的事做完后 就去那个副部 欢愉之神微微一笑 行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对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打铁的最近进展很不错 那件神器就快要锻造出来了 效果可是相当夸张 你就好好期待吧 然后欢愉之神给了我一个飞吻 随即便凭空消失 我见欢愉之神离开 便直接拿出手机 网上下单了索天堂最新款的游戏机 以及最近几年发售的所有游戏打字 这游戏机好解决 倒是那三套有作者亲笔签名的全套漫画 不那么容易弄到 得需要一点关系 可因为这种小事去拜托百老或者万战神的话 未免也太不像话了 我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决定决定拨打李方的电话 李方身为要日工会的少主 各种关系肯定到位 而且她还是年轻人 就算她没有接触过游戏漫画 也应该有所了解 拜托李方办这件事 再合适不过 表面上是古希腊掌管水的高贵女神 背地里却是一个极其社恐的宅女 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能玩到黑神话悟空 还有九龙珠水银人者和满极命座的全套漫画 我思索了一会儿 最终决定拨打李方的电话 李方身为要日工会的少主 各种关系肯定到位 而且她还是年轻人也应该有所了解 妹夫你怎么有空联系我了 李哥我有一件事想要麻烦你 李方以为自己听错了惊道 妹夫你没喝多吧 连你都搞不定的麻烦事 我何得何能可以解决 李哥你误会了 其实我是想要三套漫画 然后我将水之女神的要求复述出来随即问道 李哥这三部漫画都相当热门 想搞到作者签名恐怕有些难 你能帮我搞到吗 李方愣了片刻随即笑道 就这嘛 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麻烦 那下我一大条 妹夫我实力和天赋是不如你 但你也未免也太小瞧我李家了 你或许不知道那三个作者签约的发行公司 我们李氏集团占了51%的股份 别说是那三部漫画的作者签名了 你就是想要他们未发表的存稿 我都能给你搞到 听到李方这番话我眼睛顿时一亮 李哥你当真 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给你吹过呢 那真实在好不过了 李哥 不管是签名未发表的作品还是手骨 你有多少弄多 对了 其他优秀作品的原稿 如果能弄到的话也可以给我 没问题我这就去安排 你把地址给我 我让他们用传送阵来送货 下午就送货上门 麻烦李哥了之后 我请你吃大餐 黑黑吃大餐就不用了 什么时候你带我去练练剂那笔 什么都好 没问题 有时间我带李哥去刷副本 保证刷到你 那咱们可就说定了地址发给我 我去给你安排 有李方帮忙 我不仅能轻松完成水之女神的任务 甚至还能超额完成 而以水之女神的性格 他绝对是激动的不得了 李方办事效率很快 下午我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东西 然后立马将这些都收到了储物空间 再一次去新之秘境 副本耗了三万星之石 然后趁牛婆婆不注意 偷偷溜进了新神堵斗副本 或许是我接了水之女神的任务 我进副本后都没有进行神明匹配 便直接来到了水之女神的宫殿外 此时火之女神已经离开 而水之女神则还在宫殿前的水时边发呆 见状我上前招呼了一声小睡 哈呆的水之女神头上呆毛一跳 他慌张地回过神来 发现是我后又松了一口气 是你啊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有什么陌生神明闯进了 我听后不由问道 小睡你很怕见生人吗 我不擅长社交 只喜欢宅在家里看漫画打游戏 在其他神眼里 我就是一个无法被理解的意义 在神界我的朋友只有火姐姐一个 还有乐子神算半个 我听到水之女神这番话 眼中不由闪过一丝差 你也把乐子神也当朋友吗 他不是经常整蛊你吗 水之女神笑道 虽然乐子神经常整蛊我 但他也是神界中唯一一个 会把凡间的游戏和漫画 带给我的神明 我心中其实还是很感激他的 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在家里会无聊死 如果我不是乐子神朋友的话 听你这么说 我都以为乐子神是一个大好人了 调侃完我便将储物空间的游戏机 游戏光碟和一大箱子漫画书 全部取了出来 小睡这些是你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带来了 水之女神看着面前巨大的箱子 当场震惊了 头上呆毛也竖了起来 除了你要求的游戏机和漫画 和作者签名以外 我还给你带来了大量游戏光碟 这三部漫画还未发表的章节 和他们的原画手稿 除此之外 世界上其他优秀的漫画作品 我也顺便给你带来了 水之女神声音变得有些哽咽 她泪水汪汪地看着我 你真的太好了 说着水之女神突然上前抱了我一下 浓郁的水元素瞬间包裹我的全身 获得水之女神赐福 第七命作见到强化 海洋之星 可水元素净化自身或他人一切负面状态 我见水之女神突然抱了上来 还给了自己神明赐福 整个人当场猛了 我带这些东西过来 只是想稍微弥补一下水之女神而已 没有其他想法 这就得到女神的赐福了 我看着自己已经得到了 四个神明赐福的第七命作 大脑惊呼已经停止思考 水之女神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同 立刻松开我脸红害羞道 对不起 刚刚我情不自禁就给了你神明赐福 你如果不喜欢我的赐福 你也可以拒绝 真的吗 真的 那你可以陪我打游戏吗 我一个人在宫殿有些无聊 没问题我帮你把东西都搬进家里去 哦 谢谢 我也来帮忙 然后水之女神领着我穿过空旷的大殿 进入了她的闺房 和外边清冷的大殿不同 水之女神的闺房布置得满满当当 墙上挂满了漫画和游戏海报 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漫画单行本和游戏攻略 而且房间中还有一个玻璃柜 里面摆满了各种精致的手办 水之女神领着我走到房间角落的懒人沙发上坐下 大量水元素在前方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投影幕 与此同时水之女神将自己的神力注入到张游戏机中 那游戏机部插电便自动亮起 投影幕布上也出现了游戏机的开机画面 真是开眼界了呀 你可真是二次元女王啊 要是人们知道你是这样的神 我都不敢想你会多受欢迎 真的吗 你们人类中也有很多人喜欢宅吗 那可多了句话 一下午的时间眨眼而过 我们终于打通关了黑神话悟空 我放下游戏手柄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随后便注意到水之女神此时正双眼放光 一脸崇拜地盯住我 张游你太厉害了 火姐姐说你天赋极高 就算是在神界中都找不到几个神能与你相比 没想到你玩游戏也这么厉害 其实也没那么厉害 很厉害了 那不我打了很久都没打过 气得我都想亲自进去打了 咱们接下来还要玩什么游戏 抱歉小睡我答应了乐子神 接下来还得去攻略一个副本 我得走了 水之女神头上的呆毛明显搭了下 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不过她很快就打起精神道 那你下次一定还要来玩哦 我笑着点头和水之女神道的脸 便退出了新神赌斗副本 这次新神赌斗副本之行我收获巨大 不仅得到了小睡的友谊 还得到了小睡的神明赐福 如今我已身具四位神明赐福 再来三个自己凝聚神格已是指日可待 我感慨着不由看了一眼自己穿着的新神之袍 我非常清楚 自己能短时间内刷这么多神明的好感 跟新神之袍的神明好感度获取增加50%密切相关 然后我传送前往渤海海滩 过去后再遇见升到空中飞向大海 按照乐子神的说法 那隐藏副本在天空塔附近的一个漩涡下方 在附近找一找应该能找到入口 其实在抽卡时代降临后 大海里面就孕育了大量等级极高的海兽 而那些海兽的存在让航海变成了不可能的事 如今大海对人类来说就是跟禁区一样的存在 只有极少数强者能在跨海而行 至于大海里面的副本更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在海面上搜寻了几个小时 才在天空塔东南方200多海里外 找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漩涡 看着下方海面上的巨大漩涡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欢愉之神的描述 距离天空塔200多海里 这真能叫天空塔附近吗 随后对下方巨大漩涡使用了深渊之夜 无名漩涡吞噬着周围一切事物 或许是通往某处的通道 但如果没有避水的本领 最好离这里远点 否则你将直达地狱 当我跳进去后浑水珠亮起光芒 我周围凝聚出水元素护盾 整个人安然无恙地穿过了漩涡到了深海海底 一个巨大的副本漩涡出现在我面前 而和那副本漩涡一起出现 还有一只高达数百米的巨型章鱼 我看到那大章鱼不由一正 立刻使用了深渊之夜 世界急报深海恐惧等级100 力量为之敏捷为之精神为之体力为之技能为之 这不禁让我咽了咽口水 这个副本连贪门的都这么猛啊 这时欢愉之神突然出现在我身旁 是的 很猛的 我终于要和世界急报开战了 在我使用深渊之眼查探信息的时候 守在副本入口处的Boss也发现了 当即仰起巨大的触手猛地向我抽来 剑造我立刻展开剑阵 竖把飞剑从剑阵空间中飞出向巨大触手射去 不过当飞剑射中Boss触手的时候 那些飞剑却是被那触手表面滑腻的肌肤弹腿 我没能对触手造成任何伤害 我眼中闪过一丝亚异 而这时Boss的触手已经抽打过来 下一刻纯军剑在我前方凝聚金色的护盾 挡下了Boss这触手的抽打 我不信心 又控制自己面前的六把专武射向Boss的脑袋 同样是被滑腻的皮肤给弹开 剑此我眼神微微一鸣 果真是物理免疫 这个Boss的皮肤能弹开我的飞剑 这相当于封锁了我80%的输出手段 不过我倒也不是无计可施 我迅速将星空给召唤出来 利用浑水珠操纵水元素包裹住星空 帮助他在海底自由活动 星空自信地熬了一声 随即游到Boss上方 朝着大章鱼的脑袋喷吐龙溪 这时大章鱼的皮肤又亮起的淡淡的光芒 星空同样没有对内Boss造成任何伤害 星空见自己没能伤到Boss 同样是还不信邪 将嘴巴张得更大 正要吐出更多的龙溪 一条巨大的触手飞速抽到星空身上 直接将星空抽了出去 我见星空也没能给这大章鱼造成伤害 眼中惊讶月浓 这家伙居然连法系技能也能免疫 不过在震惊之余我也发现了一些细节 星空攻击的时候 这Boss的皮肤似乎发生了变化 它会不会是同时只能免除一种性质的攻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好解决 我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猜想 直接在大章鱼Boss周围复制出了大量飞剑 同时使用了暗雷之遇 大量黑色雷霆与飞剑同时Boss身上 Boss皮肤又一次亮起光芒挡住了黑色雷霆 而飞剑则是毫无阻碍地穿过了那些光芒 不过还没等我高兴 那些飞剑便是被Boss滑腻的皮肤给弹开 果真是雾魔双脸啊 现在Boss都玩得这么花了吗 这还让不让人玩了 我吐槽了一句 不过倒也并没有觉得太过及时 这个Boss虽然雾魔双脸 但攻击频率并不高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心想再试试精神方面的攻击吧 随后我利用纯军剑又一次挡下Boss出手鞭打 随即开启太阳铜 尝试用太阳火点燃这大章鱼Boss 按照太阳铜的技能描述 我释放的太阳火能够直接点燃灵魂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太阳火也该归类于精神类法术 随着我左眼亮起金光 太阳火成功点燃了大章鱼Boss出手 对他的灵魂造成伤害 这一次Boss开始发出痛苦的嚎叫声 见大章鱼Boss受到伤害 我立刻加大火力 让太阳之火蔓延至Boss全身 这一刹的 深海之下亮起了一个数百米高的巨大火团 将本来昏暗的海底世界彻底点亮 世界Boss的生命值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他不断用触手鞭打着我 但他的攻击对同样物理免疫的我没有任何威胁 我就站在原地 任由章鱼Boss的巨大触手抽打在自己身上 直勾勾的盯着章鱼Boss 要物理意义上的将这Boss给动死 而这大章鱼Boss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鞭打 对我不起作用 他转而用巨大触手不断拍打下方的海床 大量石块和岩石在Boss巨大力道的拍打下碎裂 随即海床的裂缝中冲出大量黑色粘稠液体 飞快包裹住我全身遮挡住我的视线 受到腐蚀石油影响视野受阻 全属性下降90% 每秒减少5%最大生命值 现自己被施加了减益状态 不由笑出了声当即使用了海洋之星 我现在在海底 这鬼地方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水元素 一道蓝光闪布包裹我全身的石油被尽数清楚 我再次使用太阳铜继续点燃大章鱼Boss 这一次那大章鱼Boss再没有手段来阻止我 它只能旁怒地挥动触手在海底搅起凶猛的漩涡 不过我在七星龙渊舰的帮助下连控制也不吃 如同一块磐石站在漩涡中不断盯着大章鱼Boss 很快这个无计可施的世界Boss 还未在世人面前现实便被我活生生给凳死 成功击杀深海恐惧经验增加40亿 获得恐惧的灵魂鱼镜一个 获得传说装备恐惧的灵魂鱼镜 究极海怪深海恐惧的灵魂鱼镜可辅助二转觉醒 获得传说道具深海之眼 召唤出100级的深海恐惧协同战斗 限定海洋场地 一道金光从我体内冲出 我和我的召唤物们都升到54级 而亚洛特等级也到了50级 马上就要追上大部队 然后我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一个跟足球差不多大小的石头眼球 好奇地使用了道具 伴随着一声巨响 我前方顿时出现了一个500多米高的巨胆的虚翼 它恐怖的触手向四周蔓延过去 其长度都快要超出我见证范围 我仰头看着自己面前的庞然大物 查看其属性 深海恐惧等级100 力量1000万敏捷 1000万精神 1000万体力 1000万技能 光滑皮肤 元素护盾 凶猛鞭胆 恐怖嚎叫 致命缠绕 深海光环 我看着自己面前的大章鱼 忍不住感慨的一声好大 刚才深海恐惧当敌对boss的时候 我其实还没有太多的感觉 毕竟那boss大部分身体都隐藏在了黑暗中 可当深海恐惧成了我的召唤物 我才真切体会到这大章鱼的庞大 然后我又查看了深海恐惧的技能 光滑皮肤和元素护盾就是雾免和磨免 凶猛鞭打和致命缠绕都是靠触手攻击 恐怖嚎叫则是直接对精神造成伤害 这些技能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不过深海恐惧最后那个深海光环 让我有些疑惑了 深海光环使用之后 深海恐惧将永久死亡 但主人会获得一项永久的古神伺服 背注 古神伺服将带来不可控的变化 谨慎使用 我有些看不懂这个技能的描述 但这个技能的背注 让我隐隐感觉这古神伺服 不像是什么好名 谨慎起见我压制了自己的好奇心 将深海恐惧给收回了深海之眼中 然后游到那个海底副本前查看信息 结果发现这个100级的副本难度 居然是问好 我看到这个副本的信息 越发觉得这个副本不对劲 我就知道乐子神的任务没那么简单 不过已经答应了欢愚之神 现在也没有反悔的余地 而且我也是即将要和幻觉魔神PK女 要是连一本100级的隐藏副本都过不了的话 那估计打幻觉魔神也是去送人头的 在我开启传送的瞬间 面板上突然出现了一条神话任务的提示 注意攻略此副本将会开启 唯一神话任务远古之神 不同的选择将决定阵营选择请谨慎抉择 不过还没到等我反应过来 便被传送进了副本中 随着传送光芒淡去 我发现自己站在一块岛礁之上 放眼望去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灰色海洋 天空同样是灰色的 空气中悬浮着大量灰尘 不过那些灰尘就好像是定格在了这片世界上一半 这是一片没有风和声音的海域 整个副本没有半点生机 我扫视着周围平静的海面当即唤醒所有剑林 自身保持高度专注 我能够感觉到这个看似平静的副本 实际上是比深渊副本还要恐怖的地方 我没有贸然下水 而是直接将深海恐惧给召唤出来 让它来搅动这片寂静的海洋 深海恐惧的巨大触手掀起重重巨浪 巨大的声响搅动了这个副本古老的瓶颈 忽然间我自己周围的海域变成了黑色 我先是一阵随后便意识到什么瞳孔微微一缩不对 是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了 想把我立刻遇见腾空 只见以下方小行岛交为中心 方圆树海里的大海都变成了黑色 下一刻 数条比深海恐惧触手还要粗几倍的触手 从平静的海面下冲出 缠绕住了深海恐惧 直接将深海恐惧给拽到了海面之下 大海掀起了滔天骇浪 我们看到深海恐惧的触手正在海中不断扑腾挣扎 而深海恐惧的生命值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 见到眼前这一幕我眼中尽是震撼 深海恐惧就已经有几百米高了 可它很隐藏在这片海域下的Boss比起来 就好像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章鱼 这是欢愉之神的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介绍的 下边那个是古神的头影 我见欢愉之神突然出现在副本中被吓了一大条 随即问他怎么能进这个副本 难道这世界上是有哪个地方是我进不去的吗 好吧你是女神你厉害 古神是什么 这时我想起了深海恐惧的技能深海光环 自己可以牺牲深海恐惧换得古神的赐子 欢愉之神解释道 古神其实就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生灵 它出现在人类诞生前的时代 只不过它们要么已经陨落 要么被封印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岁月没有出现 不管是你们人类还是我们这些神都是后来者 那他们是怎么被淘汰的 欢愉之神摇头 这我就不知道了 在我诞生之前古神就已经消失了许久 别说是我放眼整个神界 对古神有了解的神明都不多 我也是偶然间才发现这里封印着一个古神 当时我出于好奇就进这个副本研究了一段时间古神 然后不小心把古神的封印给破坏了 文言我嘴角一抽 那你到底得有多不小心才能破坏古神的封印 细节不重要 总之我已经亡羊补牢把封印重新补齐 但还是有一部分古神力量泄露了出来 形成了这个古神投影 从而诞生了这个古海废墟覆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古神给解决了 欢愉之神双手一摊说道 我也想啊 这古神投影实力并不强 正常情况下我一根手指就能将其按死 但这会有着一个相当麻烦的能力 它可以不断分裂出大量分身 只要一个分身没被灭它就能无限复活 而这片古海之中藏了不知多少分身根本就杀不完 所以你需要浑水珠 欢愉之神点头 没错 浑水珠可以让水元素拥有攻击灵魂的效果 你有着神器完全有能力独立解决这古神 唯一神话任务远古之神进度以更新请做出选择 选项一帮助欢愉之神解决古神投影 选项二帮助古神挣脱封印 注意此选择或许会带来未知的后果 请谨慎选择 这时我的面板上出现在这么一个提示 整个人当场愣住 不是在海底发了一小惠儿代 竟直接将高贵的女天神下的贵地囚牢 不仅说要穿泳装给我看 甚至就连神位也愿意让给我 因为就在刚刚我触碰副本后谈出一条提示 唯一神话任务远古之神进度以更新 选项一帮助欢愉之神解决古神投影 选项二帮助古神挣脱封印 欢愉之神见我愣住了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当即问道 你该不会是想着要把那古神放出来吧 可以吗 你居然还真想把它放出来 欢愉之神眼睛都瞪大了随即没好气的 要不我把这乐子神的位置让给你 你来当这乐子神 我虽然喜欢搞乐子 但暂时还不想死 那你求我 欢愉之神毫无神明的架子 当即双手合十 向我求道 求求你了 你解决了这麻烦我换泳装给你看 我笑了笑随即问道 逗逗你的呀 不过话说回来把古神放出来会有什么后果 反正我上次不小心揭开了一点封印后 封印里面就只冲出了一条触手 即便是这样 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给塞回去 总之要是那古神被放出来 神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 你们人界肯定是会遭殃 我看向下方翻腾的大海 此时深海恐惧的生命值已经建立 马上就要被古神投影给彻底绞杀 然后我将深海恐惧收回召唤空间 大海中的古神投影失去了目标 当即仇恨转移到我身上 数条宽百米的触手冲出大海向我袭来 我见触手袭来左眼太阳铜亮起 凶猛的太阳火瞬间点燃那些触手 不过太阳火似乎并没有给古神投影造成太高的伤害 那被点燃触手的速度非但没有减慢反而变得更快 我哄哄微微一缩 六把砖舞挡在自己前方 共同凝聚护盾 通了一声巨响一条触手猛然轰击在我的护盾上 然后只见亚洛特的不灭之盾在被迅速消耗 这触手的撞击并不单单是物理伤害 而是附加了某种诡异的属性攻击 与此同时另外三条触手绕到了我的后方 触手尖端张开成花瓣状露出密密麻麻的尖牙 欢愉之神看到后方那些张开血喷大口的触手 眼中尽是嫌弃 你好恶心 我不行了小园子里加油 话音落下欢愉之神便化作一道光消散 这乐子神自己搞出来的事 让我来收拾烂摊子也就算了还一点忙都不忙 我见欢愉之神直接就溜了不由吐槽了一句 然后直接进入最先剑状态 闪掉从后方袭来的触手攻击 下一秒我属性增加气势暴涨 大量复制飞剑在空中凝聚 向那些触手暴射而去 不过古神投影的皮肤比深海恐惧还要强 大量飞剑射在触手上全部被弹开 没有给古神投影造成任何伤害 这时又有数条触手从海面下冲出 从四面八方向我射来 我一边利用最先剑闪避增加属性 一边催动太阳铜来点燃那些触手 耀眼的太阳火点燃了古神投影露出海面的所有触手 整片大海都在这一刻被点燃 这片空气充斥起了水蒸气 不过这古神投影的身体实在是太大 我即便有干将剑林加快太阳之气的积累速度 此时自己的太阳之气消耗依旧远大于积累 又一次避开古神投影的攻击后 随即将魂水珠取出来 果然只能用这神器来对抗古神投影了 先试试效果 然后我尝试催动魂水珠来控制这片海域的水元素 当即就有几条水龙从大海中冲出 撞到了古神投影的触手 直接对古神触手的精神造成了伤害 伤害并不高但是有效 同时我也发现 自己利用魂水珠来控制水元素是需要消耗精神力 消耗的精神力越多 能控制的水元素就越多 我搞清楚魂水珠的做法后 当即启动了地剑真身状态 战如真身 所有技能无冷却时间 且不再消耗精神力 然后我直接将魂水珠的功率开启到最大 尝试控制这整片大海 随着魂水珠亮起光芒 这副本中的整片大海开始剧烈翻腾起来 无数水元素凝聚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牢笼 直接将古神投影给束缚住 紧接着我控制水元素上升 很快便有一只身高超过数百公里的巨大章鱼 被无穷的水元素给拖出了大海 我也看清了古神投影的全貌 那是一个巨大的人形怪物 脑袋像是人类和章鱼的结合体 而刚才攻击我的那些触手 竟然都只是这个怪物的胡须 我被这庞大无比的怪物给震撼到 自己在这古神投影面前 渺小的就像是尘埃 古神投影在水球牢笼中怒吼着 他不断攻击着水牢 但在浑水珠的力量下 他根本就突破不出去 我此时又看向下方 整片大海已经被我一分为二 海底的古老废墟映入在章原面前 那是一座无比古老且宏伟的城市 其中的建筑风格相当奇特怪异 光是看着那些建筑 就有一种自己精神被污染的感觉 而在那座城市中央 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黄金法针 不过那在那法针的一角有着一个缺口 那里存在着乐子神的印记 看起来像是乐子神 为了封印古神而给法针打的补定 忽然间黄金法针下方 响起了一道奇特的声音 一股奇特的音波扩散出来 是肖剑当即在我周围凝聚护盾 挡下了那音波的精神污染 随后又有一道空银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起 放无出来 似入无上力量 那声音中似乎带着一种无穷的魔力 仿佛能勾引出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 好在我有赤销剑相助 那声音中蕴含的魅惑力量 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影响 而经历过古神的引诱后 我便彻底明白乐子神说的没错 把这种玩意儿放出来绝对是错误 我下定了决心再一次操纵 这片大海的水元素 隐藏在海洋之中的所有古神投影 在这一刻全部被水牢锁住 以选择阵营唯一神话任务 远古之神进度以更新 解决古神投影 帮助欢愉之神加固封印 并在一定时间内 找出杀死远古之神的方法 若任务失败 欢愉之神死亡 我看到自己的任务失败的惩罚有些错误 这到底是什么任务 怎么连神的性命都牵扯上了 这时欢愉之神又一次出现在副本中 小原子啊 这篓子好像捅大 封印下边的古神好像盯上我了 你可得救救我啊 很显然这乐子神也接到了类似的任务 我忍不住说道 乐子神 你好歹也是个处于巅峰状态的神明 让我一个54级还没二转的凡人来救命 是不是有些夸张了 那我除了找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欢愉之神双手一摊当场摆满 你要是不救我 那我就死给你看 我被欢愉之神整得有些无语了 主要是这个任务失败惩罚看着很严重 可我却没有从欢愉之神身上感觉到半点紧张感 这要么是欢愉之神足够乐观 即便是死了也无所谓 要么就是欢愉之神自信自己死不了 并准备随时搞一个大乐子 我感觉这乐子神是后者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问道 乐子神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欢愉之神摇了摇头认真回答 没有用 现在情况真的很严重 我能感觉到那个被封印的古神已经彻底苏醒过来 他现在正不断冲击封印 按照他现在冲击的力度 我的封印撑不了多久 最多一个月他就能冲过封印 一个月这么快 文言我眼神微微一点 一个月的时间实在是太短 以我和古神的差距20抽根本就没法逆 欢愉之神点头 不过他嘴角依旧带着笑容 到时候他肯定第一个找我复仇 等我嘎了后他第二个绝对是来找你 事情这么严重 你居然还有心情开玩笑 你是有解决这件事的办法吗 欢愉之神摇头说道 也没有用 如果我本体过来的话 或许能解决这个麻烦 但神界有规定神明严禁干涉下界之事 干涉下界这种事你干的还少吗 私下干和公开弹还是有区别的 我用投影搞事 大家伙顶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用投影在世间活动的不在少数 神界追究我一个神 就得追究其他神 那乐子可就大了 毕竟法不择重吗 但我本体过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这已经是严重违反神界条例 我和古神的战斗绝对会引起神王的注意 到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在这里搞出的篓子 我肯定逃不了神界处罚 恕罪并罚我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所以你本体来不了 就指望我来解决这个古神 欢愉之神笑了笑随即又等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我之前找命运女神算过一挂 他说我有一个大劫 但大劫来临时间还早 总之不在这一个月 所以小原子你一定有办法救我 你这话说得我压力山大呀 经过我的研究 这个封印古神的法阵 能够彻底断绝古神和外界的联系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 古神汲取不了外界的元素之力 如今他的力量已经流失十之八九 也就是说他现在是最虚弱的时候 如果小原子你有办法的话 最好是在他还在封印中的时候 就将他给弄死 你说的这么简单 我哪有 不对我还真有办法 我忽然想起了自己此前抽到的朱仙丹 朱仙丹 服用后等级下降一击 自身下一次攻击 朱仙剑路仙剑仙剑 绝仙剑将会发动一次协同攻击 那四把仙剑在神话传说之中 可是天道第一凶器 而他们构筑的朱仙剑阵 更是天道第一杀阵 按照那神话的设定 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扛不住一剑 如果是服下朱仙丹 换出的那四把仙剑 真是神话里的那天道第一凶器的话 搞定这个古神不成问题 欢愚之神见我真有办法 眼睛也亮起来 我就说嘛 小圆子你肯定还藏着我不知道的底牌 快快亮出来 我看向下方的黄金法针认真的 乐子神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这底牌威力如何 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 如果成功了还好 那就一劳永逸 如果失败了 那我也没有其他办法对付这古神了 到时候这古神提前出来 我们都得玩完 这可是一场好赌 不用担心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干 这篓子是我捅出来的 要是你真失败了大不了 最后我本体过来兜底 听到欢愚之神的话 我一脸诧异地看向他 你真就这么相信我 你本体下来那你不就完了吗 所以你得加油啊 不要让局面走到那一步 总之这次我先来当你的辅助吧 你要我做什么都推 欢愚之神邀请你加入队伍 我收到欢愚之神发来的组队邀请 整个人不由一乐 我这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和神明组队的人吧 还愣着干什么进队啊 我给你上状态 欢愚之神催促 我立刻接受了欢愚之神的组队邀请 然后我的面板上便出现了欢愚之神的头像 出于好奇我查看了乐子神的属性 欢愚之神投影等级100 力量若女子啊 敏捷不喜欢运动 精神特别高 体力最近在结实 技能换泳装 当我看到欢愚之神的属性面板 嘴角抽了抽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小圆子你是偷窥狂吗 就这么好奇我的属性 欢愚之神对我呵呵一笑 不过这可是女神的秘密不能看到 话音落下 欢愚之神食指在我额头轻轻一点 一道紫色光晕在我额头散开 我顿时感觉有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涌入自己体内 获得女神的祝福 力量敏捷精神体力各加9999% 不受负面状态影响 复活次数增加99% 技能冷却减少99% 看到自己面板上的属性加成 我一脸震撼的看向欢愚之神 乐子神你这强化是认真的吗 欢愚之神笑道 你被强化了 快速 我不 快上吧 我只是使用最简单的拔刀斩 却惊呆了在场的神秘 原因我这一击融合了四把绝世神兵 诸仙剑 陆仙剑 献仙剑 绝仙剑 四剑齐出乃天下第一凶 无视规则无论对象斩杀目标 神党杀神佛党灭佛 而就在刚刚欢愚之神对我施加爆后 赤削剑高高飞起九天赤煞剑阵展开 无数复制飞剑在这片海域上空凝聚 射向古神投影 古神投影的皮肤将所有复制飞剑弹开 却挡不下九天赤煞剑阵 给复制飞剑们附加的赤削剑 在无数飞剑的攻击下 古神投影的等级飞快下降 很快便降到了一击以下 赤削剑亮起红芒 一道赤色飞剑贯穿空间 直接将古神投影给打散 成功击杀古神投影经验增加五十亿 获得道具古神之眼 一次性道具 使用后召唤古神投影发动致命一击 获得随机古神赐福 欢愉之神剑我得了五十亿经验 最后等级只提升了一级 忍不住调侃的 小张元 你背负着一个要吸引一半经验的诅咒王 还养了一大家子召唤物 再加上自身是隐藏职业升级经验需求也大 这种种buff叠起来 结果你升级还能这么快 真挺不容易的 要是换成其他人按照你这经验需求 一辈子能不能升到五十级都是一个问题 经验虽然分得多 但星空和亚洛特给我的提升 远大于等级提升带来的收益 他们这种伙伴越多越好 在和欢愚之神聊了两句后 我又将古神之眼给取了出来 乐子神 你知不知道古神伺服到底是什么 这你可就问对人了 我虽然差点把古神放出来 但也研究出了不少东西 古神伺服的效果类似于恶魔契约 你将得到强大的加成 同时也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代价是什么 一般来说你获得古神伺服的话 会永久失去眼睛手臂之类的身体部件 这些代价都还是最轻微的 你要是运气不好 甚至会失去一部分灵魂 直接变成疯子或者吃呆也说不定 这玩意儿连魔神伺服都比不上 是该被扫进历史垃圾桶的东西 那我这战力瓶岂不是没用吗 那倒不一定 你今后如果有能无视古神伺服负面状态的手段 也可以尝试尝试 总之我是不建议你现在就去收获古神伺服 文言我将古神之眼收了起来 又看向海底内的黄金法阵 向欢愚之神问道 乐子神 你确定我直接攻击这个封印法阵 能打中下边古神吗 当然呢 说吧 欢愚之神双手比了一个框 黄金法阵上方便同样出现了一个紫色的方框 你朝着我给你画的框打一定能打中古神 当然 你的攻击同样会把这里的封印给彻底打碎 所以你机会也只有一次 我点了点头看向欢愚之神 我准备开始吧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现在就开始吗 那你先等一等 欢愚之神见我竟然都不用什么准备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随即闭上了眼睛 片刻后欢愚之神才睁开眼对我笑道 我好了 你开始吧 你刚干什么去了 找泳装 啊 哈哈 逗你的呀 我让投影和本体建立了链接 你要是没把古神解决掉就换我本体过来 总之不能让这古神离开这个副根 好吧 那我就开始了 小园子那就让我瞧瞧你的本事吧 欢愚之神呵呵一笑退到了旁边 我也不再磨蹭直接将朱仙丹给取了出来 恐怖的剑气从金色的丹药中一散而出 在这副本中纵厚 欢愚之神看到我拿出来的丹药后 眼眸中闪过一抹震惊 随后他嘴角上扬一脸兴奋地看着我低声自语 小园子啊小园子 你到底还能给我带来多少惊喜呢 我看着面前的朱仙丹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一口吞下 朱仙丹入口即化 我只感觉有一股无法言明的恐怖力量在自己体内战法 瞬间扩散至他的五脏六腑 下一刻一股催精断骨般的疼痛传遍我全身 深入骨髓的痛苦不断刺激着我的精神 紧接着灰暗的天空中响起一道金雷 一道紫色雷霆劈在我身上 直接将我的等级给劈回了五十四级 欢愉之神连忙抬头看去 只见云端之上出现了一扇金色天门 四把看不清模样的仙剑从中飞出 灵力的剑气在天空中纵横交错 编织出一张剑网 欢愉之神眼眸中浮现发自内心的恐惧 身体都不由自主的颤抖 他能感觉到 空中那四把看不清模样的仙剑只是真体的投影 威力远不如真体 可即便这样 他也能从那四把仙剑中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那四把仙剑 每一把的威力 恐怕都超越了曾经的神界第一神奇天空塔 欢愉之神看向我的背影 越发觉得我很神秘迷难道 小原子他到底哪里来的这些宝贝 这小子秘密真是越来越多呀 而我在看到空中四把仙剑出现后 嘴角微微上扬 心中最后一丝担忧烟消云散 因为那四把仙剑的效果已经出现在了我的面板上 诸仙剑须影 无视规则无论对象斩杀目标 怒仙剑须影 无视规则无论对象斩杀目标 献仙剑须影 无视规则无论对象斩杀目标 绝仙剑须影 无视规则无论对象斩杀目标 四剑齐出乃天下第一凶 神党杀神佛党灭佛 欢愉之神满脸震撼地看着悬浮在高空中的四把仙剑 大脑一片空白 他似乎看到了这四把仙剑让神界血流成河的场景 若是真品降临将无神能倒 忽然间欢愉之神听到封印法阵中传来的一响 他意识到是古神加快了突破封印的速度 当即回过神来对我喊道 小原子 法阵下的古神他感受到了威胁 他已经发疯了 快动手别让他出来 我听后微微点头 看向下方不断闪烁光芒表面出现大量裂纹的黄金紫阵 这朱仙丹本来是打算对付幻军魔神的 希望你这个古神也算神吧 说吧换出六把砖舞 穿过欢愉之神画出的方框 射向下方的黄金法阵 直接将法阵给射穿 咔嚓一声法阵破碎 一鼓一场恐怖的神威从法阵下方涌出 整片海域瞬间变得一片漆黑 卑剑的蝼蚁 乳怎敢 一道怒吼声从法阵下方传出 随后悬挂高空的朱仙剑化作一道剑光 直接射进了法阵之中 空间被剑光撕裂耀眼的光芒爆发出来 恐怖的剑气向四周扩散而去 直接将这整个副本空间切成了碎片 欢愉之神剑状立刻飞到我面前 用自己的神力凝聚屏障将我护在其中 下一刻法阵之下发生恐怖的大爆炸 瞬间吞噬整个副本 我和欢愉之神被爆炸推出了副本 现实世界中古海废墟副本的传送漩涡炸开 庞大的能量向四周扩散而去 整个东海都翻腾起来 仅仅是一把仙剑发动了攻击 那个古神甚至都没有发出惨叫声 他的肉身和灵魂便直接被融化气息彻底消散 四把仙剑随即消失 诸仙四剑汲取古神之力 无法获得击杀古神的经验和奖励 远古之神已死亡 唯一神话任务远古之神已完成 获得神级天赋古神天敌 效果是获得古神祝福时 不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以击杀一位神明 唯一神话任务剑仙之路其已完成 神级天赋我乃剑仙进阶为先级天赋 伤害提升三百倍 可自将三级随机召唤诸仙剑路 仙剑仙剑绝仙剑其中一剑 神话任务更新 古神的速敌已开启 击杀古神的你被视为古神的天敌 古神以及古神信徒对你的仇恨增加一百 为了活下去请击杀三位古神 神话任务更新 剑仙之路其二已开启 任务内容获得神格 由于古海废墟副本被为之力量彻底摧毁 无法获得任何副本奖励 检测到宿主达成神级成就是神者 奖励觉醒唯一神级天赋 恭喜宿主觉醒唯一神级天赋是神者 击杀神明时将夺取其神格 将其化为神格经验提升自身神格等级 若无神格 神格经验将保存直至拥有神格 我面板上出现了大量提示 不过都没来得及检查自己的收获 便因为过度的消耗晕厥过去 在晕倒之前 我隐约感觉自己脑袋倒在了一双柔软的大嘴上 然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我逐渐恢复意识 发现自己周围冰冰凉凉的 自己似乎是漂浮在海上 这时欢愉之神的声音传来 我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正漂浮在海面上 身体和波浪一起浮动 而此时换了一身泳装的欢愉之神 正坐在一块浮墓上笑呵呵的看着我 这就是奖励哦 我看到欢愉之神 这才发现自己周围被水元素包裹着 不管怎么样都没法沉下去 然后我立刻坐起来问那古神怎么样了 小原子你可真出血了 四把仙剑只用了一把 就直接把那远古的神明连带整个副本都彻底摧毁 那个古神是连扎都不剩的 那就好 这样一来咱们的任务也算是完成了 何止是完成了 简直是超额完成 多亏你召唤出来的仙剑 直接将整个古海废墟副本都摧毁 我在那里边活动的痕迹也被彻底抹去 没有留下一点证据 这样一来就算是神界想要探查这件事 也没法找到我头上 那看在我帮了你这么大忙的份上 你是不是该给我奖励了 我这不是已经给了你奖励了吗 哪呢 欢愉之神挺了挺胸膛 泳装啊 剑撞我眼中明显闪过一缕失望 就这么 喂喂喂喂 你这失望的眼神是什么意思 是对本神的身材不满意吗 相比于眼福 我其实更想要物质上的奖励 看来你这家伙是没救了 放心吧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等锻造之神的神器锻造出来后 我再给你一个惊喜 说到这里欢愉之神诱导 既然你已经醒过来了 那我也该走了 这一次古神死亡 让我发现了不少新东西 得去研究一下 你自己回去吧 拜拜 这乐子神有了新乐子 就忘记了老朋友 溜的是真快啊 吐槽了乐子神一句后 我坐到了乐子神的幕法上 然后打开自己的面板 查看自己的收获 结果便被一大堆的奖励凸脸 见状我不由惊呼出声 被这些奖励给惊到 有着天赋 我甚至都敢直接去诅咒魔神面前 对他恕中止 太强悍了 我都不想看一眼的是神者天赋 我最把他当作自己最强的底牌 毕竟这世界没几个人 有实力去世神 普通人带着这个天赋 一辈子都触发不了 但对我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相当逆天的天赋 因为我马上就有神格了 而且也准备要去杀幻觉魔神 这个天赋很快就能处罚 最后我将注意力 放在了古神天敌这个天赋上 获得古神赐福时 不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这岂不是意味着 自己能把深海之眼和古神之眼给用 按照欢愉之神的说法 古神的赐福将带来强大的加成 只不过需要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 所以不值得去接受古神赐福 但现在不一样了 想把我取出深海之眼 将深海恐惧召唤出来 大量光环 随后那些光环猛然收缩 直接将深海恐惧给束缚起来 随着深海恐惧发出一声痛苦嚎叫 深海恐惧就像是气球一样 被那些光环给挤 恐怖的能量爆发出来掀起了滔天害蜡 要不是我有浑水珠控制水元素 自己都得被那些巨浪给吞噬 我也被这一幕吓到了 自己是万万没想到 这种光环陷技竟然这么残忍恐怖 相比于古神赐福的过程 热子神和小碎他们的赐福 实在是太过温馨可爱 下一秒隐约看到雾里出现了一个人影 对我伸出了尖锐的食指 古海之神降下赐福获得古海之魂 可消耗精神力将任何水元素 转化为古海之水 古海之水具有水毒精神三种属性 接触古海之水的生灵 灵魂将被束缚同时持续受到伤害 就在我查看古神赐福的时候 雾中的人影发出了一道阴冷诡异的声音 等价交换 乳的部分灵魂无收脚 它飘到我面前 用干枯的手掌抓向我 天赋古神天敌触发 获得古神赐福后 无需付出任何代价 这是我面板上弹出这么一个提示 随后体内亮起一道耀眼的光芒 包裹住我全身 古神的手掌在触碰到光芒的时候 便是惨叫一声 手掌直接缩了回去身形消散 只可惜 这古神的赐福 似乎并不被第七命作季为神明赐福 那些远古之神 果真是被世界遗忘的家伙 我感慨了一声拿出了古神之眼 思索了片刻 又将古神之眼可收了回去 虽说用了古神之眼 也能获得古神赐福 但如果现在用的话 就浪费了古神之眼的一次攻击 如今乐子神的私事已经结束 我接下来就得去和幻觉魔神对抗 这个可以释放古神攻击的古神之眼 或许能让我在与幻觉魔神的战斗中发挥奇效 与此同时安国四后院 神选俱乐部的恶魔先知八虎 此时正在一座诡异神像面前打坐 忽然间八虎旁边的空间微微扭曲 一个被黑物包裹全身的深渊恶魔 从扭曲的空间中缓缓走出 淡淡问道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八虎微微睁眼笑头 已经让傀儡们扩散至京都城各个角落 只要你们的行动开始 我们能在十秒钟内让京都城陷入幻境 深渊恶魔点头 很好 王很重视这次计划 我们这边深渊之中马上到位 希望你们神选俱乐部不要出差错 我们有神明眷顾 做什么都不会失败 事成之后 我希望你们也别忘了答应我们的条件 你们若是食言的话 谁也承受不了我主的愤怒 你放心王他记着的 只要你们让京都城陷入幻境 王就会带领深渊大军占领这片土地 届时 王会杀掉京都城所有人类 将所有尸体献给幻君魔神 别忘了还有的张元身体 那是我主最看重的 放心 我们王国和你们神选俱乐部联合 张元必死无疑 我回到学校后 第一时间便赶回了明镜一国 我如今有了水之女神的赐福 应该能将朱永福救回来 如此一来幻君魔神手上没有了人质 自己打起来也没有后顾之忧 刚到朱永福的病房外 正好看到面色凝重的顾兵营从病房中走出来 老师情况不太妙 总之你进去看看就知道 立刻走进病房只见朱永福正被死死绑在床上 朱永福看到我进来立刻道 张元那你可算来的老师现在已经好 我和顾老师之间出现了一些误会 你快来帮老师解开 我见到这一幕眉头微壮 不由看向跟着走进来的顾兵营 顾老师这是什么情况 朱老师虽然表面看起来正常 但他内心已经完全黑化 会无差别攻击周围的人 我们学院已经有好几个学生 被他打成了重伤 若不是我及时出手 那些学生恐怕已经遭朱老师读手了 听到顾兵营的描述我眼神微微一鸣 这肯定是幻觉魔神的千丝魔魁 顾兵营满脸疑惑的问千丝魔魁是什么 那是幻觉魔神的招牌技能 他可以将尸体做成傀儡 而被这种技能制作成的傀儡 拥有着生前的所有能力和记忆 朱老师这种情况 八成已经是幻觉魔神的傀儡 把尸体制作成傀儡 这岂不是说朱老师已经死了 细细想来 幻觉魔神根本就没有理由 放朱老师一条生路 恐怕这也是为什么朱老师身体各项指标 极其异常 却还活得好好的根本原因 他现在就是一句被魔神操控的尸体而已 张远你在说些什么 我可是你的老师 你怎么能救我死呢 难道你忘了我之前还告诉你了 关于神选俱乐部的情报吗 以朱老师现在的状态 他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再这样下去 他随时都可能正脱束缚攻击其他人 我身为明镜学院的院长 为了学生们的安全 如果再找不到救朱老师的办法的话 复活术能将他复活吗 你难道有办法清除掉魔神的力量 顾兵营眼中闪过一丝震惊 不过他也没有细问直接道 只要灵魂还存留在体内 那不管死亡多久都能复活 朱老师现在这种情况 他既然有生前的能力和记忆 说明他的灵魂也一定被锁在身体中 你如果能让朱老师摆脱魔神的控制 我应该能复活他 文言我微微点头看向朱永福 直接催动浑水珠操纵四周的水元素 凝聚成一个巨大水球 将朱永福包裹在其中 顾兵营见我竟然能调用水元素 眼中惊讶越浓 小张元你什么时候转职成水系法师了 没有转职 是依靠一件装备控制的水元素 我简单解释了一句 然后使用了小水给的赐福海洋之星 笼罩住朱永福的水球亮起了淡淡的光芒 随后脸上带着笑容的朱永福 便突然开始咆哮起来 表情变得争鸣无比 张元你对我做了什么 你是想要我离开主的怀抱吗 我见朱永福直接发狂 眼睛微微一亮 继续利用水元素 净化朱永福体内的魔神之力 大量黑气从朱永福体内一散出来 让包裹朱永福的水球都变成了黑死 不过就在我要彻底净化完魔神之力的时候 本来还在撕心裂肺咆哮的朱永福忽然安静下来 随后有一股强大的神力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直接将包裹住他的水球给震碎 恐怖的神力向四周席卷而去 我眼神一鸣立刻挡在顾兵营前方 六把砖五凭空出现凝聚出一面六色护盾 挡下了朱永福体内爆发出来的力量 通了一声巨小我挡下朱永福爆发的气势 不过病房中的其他物件 在这一刻全部化作积粪 朱永福漂浮在房间半空中 他视线落到我的身上 张元真不愧是你啊 还从来没有人能解除我对分身的控制你是第一个 怪不得诅咒魔神对你这么上心 听到朱永福这番话 我眼神微微一米 你就是幻觉魔神 后面的顾兵营见张元进 直接称呼朱永福为幻觉魔神 表情巨变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朱老师怎么变成魔神了 魔神直接降临到朱永福身上 这种展开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 好在顾兵营也是见识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飞快镇定下来悄悄将手放在了身后 从储物空间中取出手机准备向校长求援 这幻觉魔神只是附身到朱永福身上 本体没有过来 站立顶多算顶尖的神明赐福者 他们京都大学也有多个神明赐福者 小姑娘咱们这次是私下聊天 你若叫其他人过来那就没意思 幻觉魔神将顾兵营的通讯器吸到手上 直接将其捏碎 随后他又展开一道结界 让这个房间彻底与外界隔绝 好了现在没有人能够打扰我们了 张元我现在可以给你两条路走 第一背叛赐福你的神明接受我的祝福 成为我的眷属 我可以保证你将是我所有的眷属当中 获得力量最多的那个 第二就是死在这里 幻觉魔神 要不我也给你两条路走了 第一现在就让你的本体降临到这里 然后让我一见捅死 第二麻溜的从朱老师的身体里滚出去 然后我去把安国四把你捅死 文言幻觉魔神脸上的笑容当即凝固 我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话 就差点吓死在场的大雷院长 他不敢相信一个入学才两个月的新生 如今却当着一位神明的面说自己要是神 幻觉魔神听后却是大笑出声 我活了一万多年 还从来没有凡人敢对我说如此大胆的话 张元你是第一个 话音刚落恐怖的神威从幻觉魔神体内爆发出来 像我和顾兵营碾压而来 这一刻我和顾兵营念板上同时出现一道提示 我们的属性直接被削减到1% 顾兵营见到属性念板变化脸色越来越难看 在魔神的威压下 他甚至连呼吸都变得无比困 然后他尝试对自己和我使用神级进化术 但他的技能却根本就驱散不了幻觉魔神施加的负面状态 别白费力气了 我身为神奇与你们凡人之间的差距 比你们和蚂蚁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幻觉魔神冷笑出声 又轻烈地看向我问道 张元现在你还能说出刚才那番话吗 我瞧了一眼幻觉魔神给自己上了的buff 忽然笑了 你能做到的就这么 听到我的回答幻觉魔神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难道还不够吗 主要是我以为你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现在你有些让我失望 说吧我直接启用海洋之心 用水元素包裹住自己和顾兵营 利用水神的刺服将幻觉魔神施加的负面状态全部清除 幻觉魔神见我竟然利用了水之女神的能力清除了负面状态 瞳孔微微一缩 你不是欢愚之神的赐服者吗 可他还没来得及搞清楚情况 便发现自己身上被打上了欢愚印记 直准笑 这什么诡计呢 幻觉魔神看到自己身上的印记状态 大脑一片空白 而就在他愣神的这一刹呢 他的生命值就已经流逝了25% 幻觉魔神惊醒过来 迅速在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微笑 可他还没有进下一步动作 六把砖五遍破空而来直接射穿了他的身体 幻觉魔神头上直接爆出了35斤的超大数字 幻觉魔神的灵体当场消散 离开了朱永福的身体 顾兵营看到朱永福刚刚头上爆出的伤害数字 整个人有些呆滞 他甚至都没有数清那串数字有多少位数 这是我的呼唤声响起 顾兵营回过神烂 只见朱永福的尸体正躺在血泊中 同时他能看到朱永福的灵体正在迅速消散 不再去胡思乱想顾兵营直接换出自己的法杖 吟唱咒语 一道金光从法杖上飞出落到朱永福尸体上 朱永福尸体上的伤口迅速愈合 他正在消散的灵魂 此时也在顾兵营的引导下慢慢回到身体 迷路的王者接受光辉的指引回到生的世界 顾兵营话音落下朱永福周身亮起金光 惨白的肌肤重新垫的红润胸口也有了起伏 我见到朱永福恢复了呼吸 眼中也闪过一丝欣喜之色 向顾兵营问道 顾老师是不是把朱老师救回来了 顾兵营此时也长松了一口气对我笑道 小张元多亏有你朱老师才能能捡回一条命 刚才幻觉魔神已经在磨损朱老师的灵魂 要不是你把幻觉魔神秒了 朱老师此时应该已经魂飞魄散 谁也就不回来了 他活下来就好 顾老师我还有要事就先告辞了 我确认朱永福被救回来后 便立刻收回专武们向病房阳台走去 顾兵营见我走得这么急疑或问道 小张元 朱老师不是已经就回来了吗 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 幻觉魔神的本体还藏在京都中 刚才我那一击肯定中创了他 得趁热打铁一举将他消灭掉 顾兵营一正随即开口问道 你刚才给幻觉魔神的选择是来真的 顾老师在你面前我说的话可都是真的 我对顾兵营呵呵一笑直接唤出飞剑 在一脸震撼的顾兵营注视下 踩着飞剑从阳台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安国寺的一座大殿中 八虎正盘坐在诡异神像前打坐 忽然间正中央的神像闪过一道幽芒 一脸淡然的八虎猛得睁眼满脸惊憨 这不可能 请求他们赶来安国寺之园 我们的主被张员伤了 会觉三人进阶面露惊憾 这怎么可能 这时大殿外天空传来一声巨响 随后三把飞剑射进大殿 直接将会觉三人射穿 将他们定在了神像之上 八虎见会觉三人当场暴毙 表情变得无比难堪 他转身死死看向大殿门 只见我踩着飞剑缓缓降落到大殿门外 你们这几只老鼠果然都在这里 我笑呵呵地看着八虎从飞剑上走下 踏进大殿之中 扫了一眼大殿中的五尊神像 这些奇怪的神我果然看不惯 还是都毁了吧 我话音刚落微微抬手 一道剑光滑过 这大殿中的五尊神像脑袋全部被削掉 随着五座神像被我破坏 笼罩在安国寺中的幻境彻底破碎 这座古色古香的寺庙忽然变得破败不堪 寺庙中那些线正在引导香客面色红润的和尚 全都变成了面无血色的形式走肉 甚至有部分和尚当场变成了脱了皮的僵尸 寺庙中所有宝箱庄严的佛像 此刻也展露出了真面目 变成了一座座怪异恐怖的魔神像 恐怖的魔神气息从安国寺中爆发出来 惊动了官方各大机构 我打量着周围破败的建筑 又笑呵呵地看着八虎 不愧是神选俱乐部啊 你们竟然能在大厦帝国的首都 见这么一座魔库 本是挺大 八虎此时已经顾不上幻境备武 他死死地盯着我沉生道 我们上次好心好意放你和你的老师离去 你不敢恩也就罢了竟然还要与我们为敌 原来你们这群家伙脸皮这么厚蒙 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 我冷笑一声眼角余光扫到向会觉那三具尸体 发现他们胸口再一次出现起伏 这些家伙果然杀不死 还是得先把幻觉魔神除掉 然后我对着周围高声道 幻觉魔神你身为神奇 该不会被我捅了几件后你就被我吓破了他 躲着不出来了吧 这时幻觉魔神的声音响起 他控制八虎的身体冷眼看着我说道 幻觉魔神话音落下 那三个本来对我杀死的和尚道士和牧师也站了起来 脸上挂起了和八虎一样的诡异笑 与此同时 安国寺的那些和尚也在不知不觉间向这边拒路 将我围了起来 每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魔神的气息 不过我此时表情依旧没什么变故 以我的技能最不怕的就是打群架 自己巴布的周围的敌人越多越好 因为敌人越多我伤害越高 现在让我感到麻烦的事 这幻觉魔神似乎是谨慎的过头 竟然都不敢亮明真身 只敢以尸体傀儡来挑衅 一个被凡人逼得不敢献真身的神秘 那也是活久见了 不过这也侧面证明了幻觉魔神受伤太重远不如巅峰 否则他不可能一点脸面都不要 所以我最后决定再找到幻觉魔神本体前 不能暴露太多底牌免得把他吓跑 忽然间我的手机铃声响起 打破了这安国寺内紧张压抑的氛围 一众向我靠近的幻觉魔神分身傀儡齐齐停下了脚步 我尴尬的对幻觉魔神笑了笑 取出了手机发现是万长安来电 抱歉我接个电话 幻觉魔神见我竟然当着自己的面接起了电话 嘴角抽了抽一张脸顿时变得扭曲起了 奇耻大雨 简直是奇耻大雨 幻觉魔神气得头顶冒烟 周围所有傀儡分身一口同声的咆哮 张压你太狂妄了我可是神了 随着幻觉魔神咆哮 恐怖的魔神之力从所有傀儡分身中爆发出来 随后所有傀儡分身都爆发出极其恐怖的速度 一拥而上 而我直接进入最先见状态 一边在人群中闪避傀儡分身们攻击 一边接起万长安的电话 为万战神什么事 商人你那边出什么事了吗 怎么这么吵 没事我在刷怪您说是就好 前不久安全局的同志发现 深渊恶魔在京都城活动的痕迹 根据安全局同志们的调查 他们发现了深渊恶魔似乎与神选俱乐部勾结起 在策划某个针对京都城的袭击 闻言我眼中闪过一丝亚语 深渊和神选俱乐部勾结起来了吗 然后看向诸多傀儡分身后方面容猙獰的巴虎 眼睛微微眯起 看来这魔神也不老实啊 表面上看起来已经破防 暗地里却还在阴侧侧的使坏 张元你是深渊和神选俱乐部共同目标 他们这次联合起来极大可能会找上 而且刚刚情报部门传来消息 说在安国寺内检测到了神明级的力量 神选俱乐部背后恐怕有着一尊魔神作证 张元这一次大厦或许会直面神明级的力量 这段时间你小心一点 最好不要靠近安国寺 听后我一阵 瞧了一眼不远处散发恐怖气息的幻觉魔神傀儡 随即老实回答 万战神 我现在就在安国寺内和神选俱乐部背后的魔神对峙 你们检测到的能量波动应该就是我搞出来的 下一秒手机那头传来万长安破了音的咆哮声 臭小子你疯了 单枪匹马跑去和魔神对峙你不要命 现在快撤出来这是命令 神奇的力量远超你的想象 万一那个魔神出手了你必死无疑 可我正和魔神打着架 我终于要和幻觉魔神的本体开战了 就在当刚我挂断万战神的电话后 幻觉魔神已经被气到了极点 一个凡人竟然敢在和神明战斗的时候接电话 小子你现在这么狂妄 要不了多久有得你哭的 而我并不在意幻觉魔神的威胁倾效的 别阴沉这一张脸吧 笑一笑有意健康 说吧直接给周围所有傀儡分身都打上了欢愈应急 幻觉魔神见到欢愈应急 眼中闪过一丝暴躁 但还是控制所有傀儡分身笑了出来 随着我的属性开始暴涨 再加上因为最先见闪避而获得的属性 此时我的气势已经突破天际 俨然成一个陆地神仙 那些因为尸体腐化脸部失去肌肉的傀儡 则是因为没法欢笑生命值开始疯狂流逝 四秒过后三分之一的傀儡分身直接暴毙 我摊手说道 我都说了笑一笑有意健康 幻觉魔神你的这批傀儡质量不行啊 幻觉魔神成功被我给激怒 他咆哮出生脸上笑容再也绷不住 可就在幻觉魔神失去笑容的这一秒钟 所有傀儡分身的生命值全部流逝25% 然后在场的傀儡们脸上又重新洋溢起了笑容 哈哈哈哈幻觉魔神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要不你去表演穿剧变脸吧 我绝对买钱拍票 我见到幻觉魔神的表情变化得比翻书还快 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 乐子神这个刺服跟其他神明的刺服比起来 强不强令说蛋挡心态绝对是第一名 我的笑容成为了压倒幻觉魔神心态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场所有傀儡分身脸上挤出扭曲的笑容 异口同声的咆哮 张员我不杀你永不回魔戒 那你可能回不去了 我呵呵一笑打了一个响指 使用技能暗雷之欲 一声雷鸣在安国寺上空乍响 随后一团厚重的乌云在安国寺上空凝聚 其中闪烁的雷狐惊动了整座京都城的人 幻觉魔神看到空中凝聚的雷云 表情猛的一变 立刻操纵所有傀儡分身试掌护盾技能 咔嚓一声第一道黑色雷霆劈响 其中一个傀儡分身的护盾被打破 紧接着便是无数道雷霆降下 紧接着安国寺内雷光闪烁 而这一次暗雷之欲释放的雷暴 整整持续了一分钟 随着雷云消散 安国寺已经变成一片焦土 除了八虎在内的所有傀儡分身 全部都被劈成了焦土 我见没有一个傀儡分身在这场雷暴中存活下 心中顿时一咯噔 直接离开战斗状态 是不是有些用力过猛啊 幻觉魔神该不会跑了吧 不过这时幻觉魔神的笑声又一次在安国寺内响起 哈哈哈哈张员我明白了 我都明白了 小子 你是不是遇到的敌人越多力量就越强 我看向宁笑中的幻觉魔神没有回话 幻觉魔神继续道 你不用承认我也能猜得到 现在你把我的分身傀儡全都毁掉 可你的气息却是跌落了几十倍 而且你刚才的技能明显带着剑射伤害 所以当你的一个范围技能砸下来时 我傀儡分身的人数优势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 我的傀儡分身越多 你属性增加的越多 你属性越多 你灭我傀儡分身的速度就越快 那我的傀儡分身越少 傀儡分身就越多 我呵呵一笑又一次给幻觉魔神打上 换于标记 就你这些傀儡分身质量 你单挑也打不过我呀 张员让你杀了一些傀儡 还真就让你膨胀起来了呀 你真以为刚才我只是单纯的在破防吗 难道不是吗 幻觉魔神一致随机冷笑的 牙尖嘴利的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接下来笑不笑得出来 说吧体内忽然传出一道奇特的声响 随后我便看到有一道黑色的能量扩散出来 形成一个不透明的黑色结界 笼罩住整个安国寺 幻魔结界开启 结界场地效果 属性无法提升生命与精神无法恢复 所有人都无法进出结界 结界中所有人陷入幻境持续受到精神侵蚀 场地效果无法被净化 这时是萧剑亮起光芒在我周身凝聚出护盾 帮助我免疫幻术抵御结界的精神侵蚀 张员你不是要来捅死我吗 我给你这个机会 我的真身就在副本中有胆你就来 幻觉魔神冷笑一声 在场所有变成焦炭的傀儡分身 全部变成血水融化净土 然后一个漆黑的副本漩涡出现在废墟中央 当即我直接使用深渊之眼 魔国寺副本等级位置 难度神级 我并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副本 而是先退到结界边缘用手敲了敲结界壁 整个结界发出了清脆的响声 确认结界边缘是实体后 我又用飞剑攻击结界 不过飞剑全部都被弹退 没法对这个结界造成任何伤害 我确认这个结界是无法离开后 正要回去查看副本 呼得从结界上听到咚咚的声音 我眼中闪过一丝差异 立刻走到敲击声附近 随后便听到了欢愉之神的声音 微微小原子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话把手放到这里 我先瞧了一眼 见证空间中的赤削剑 见赤削剑对这声音没有反应 确认不是幻觉魔神的幻术后 这才按照乐子神的吩咐 将手放在了结界上 下一刻便感觉有一股奇妙的力量 穿过结界钻入掌心 我感觉到在自己体内四处乱窜的热肉 不由一阵低声问道 乐子神这是什么 这是关于之神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没什么 就是幻觉魔神升起了结界 我没办法看到你和幻觉魔神战斗的现场直播了 所以在你身上安个摄像头 我好看直播你继续吧 我听后握紧了拳头 刚刚有那么一瞬间 我真的以为乐子神是专门来帮自己的 看来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小原子别生气嘛 作为你给我直播战斗的报酬 我便好心提醒你一句 幻觉魔神是骗你的 他的本体不是副本里边的Boss 果然是假的 我眼神一鸣随即问道 我该怎么找到他的本体 我还没说完 虽然这个副本是幻觉魔神给你准备的陷阱 但他为了杀你 肯定会把这个副本和他真正藏身的副本连接在一起 同时将自己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到这个副本中的傀儡分身 这个副本里边的Boss虽然不如幻觉魔神 但也绝对是幻觉魔神最强的傀儡分身 魔神就算不死他本体也会受到重创 那家伙已经养了几千年的伤 好不容易从冰死状态恢复过来 他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你击杀他的傀儡 让他重新陷入冰死状态 到时候他的本体自然会出来和你拼命 也就是说我只要在攻略Boss时候使用浑水珠 幻觉魔神本体就会出来 好总结 当然你要是打不过Boss 那什么计划都没用 我微微点头 静止走到了副本漩涡前将手放了上去 然后副本亮起了一团诡异的光芒 直接将我拉进了副本当中 一进副本我便闻到了一股极其浓郁的血腥味 这个副本的天空挂着一轮血液 在我前方是血色的古老寺庙 我透过寺庙大门 能够看到里边有一些穿着僧袍的人形怪物在火 然后我对那些怪物使用深渊之眼 幻影魔神等级位置 深渊之眼只给了怪物名字信息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然后我展开剑阵换出飞剑攻击那些魔僧 不过飞剑却是从魔僧身体中穿过 没能对魔僧造成任何伤害 而那些魔僧在被我攻击后 便纷纷张牙舞爪地冲出寺庙向我冲来 我已经有了丰促的对付物理免疫怪物的经验 直接使用太阳之火将冲出来的魔僧点燃 伴随着一阵惨叫那些魔僧 纷纷被太阳之火焚为灰烬 成功击杀魔僧经验增加五百万 获得幻影惊和一个 一只小怪居然就给了五百万经验 不愧是神级难度的副本 看到自己杀怪获得的经验 感慨了一生 随即将地狱炎魔阳罗刹王和兵之精灵女王召唤主 让他们三个先进入寺庙探幕 一进寺庙空气中的血腥气味顿时浓郁了许多 到处都能看到人类的尸体 躺在地上的吊在树上的埋在土里的 应有尽有 而在这寺庙中的神像 也全都是诡异的魔像 光是看到那些神像的样子 便感觉自己精神受到了污染 实在是丑得辣眼睛 不过寺庙中的怪物并不多 我走到寺庙最深处院子的时候 也就杀了不到二十个魔僧 没刷到什么经验 在院子中有着一棵无比高大的枯树 树上吊着数百个人类的尸体树之上 还占了不少乌鸦 此时在枯树下方 站着一个头上长着鬼姐 灰发灰眸脸上带着病态微笑 周身缭绕黑气的女子 在血月的照耀下 这个容貌美丽的女子却显得无比诡异 我对女子使用深渊之眼后没有意外 这次深渊之眼没有给回馈任何信息 倒是欢愉之神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哇塞 原来幻觉魔神的这个傀儡分身是他呀 我听到欢愉之神的惊叹不由低声问 欢愉之神难道认识这个人吗 欢愉之神介绍道 我当然认识 他是五百年前樱花国境内鬼族的第一天才选 用了不到四十年时间成了半神 他在成了半神后 便率领早已衰落的鬼族离开山林攻打樱花国 血就是当时的天下第一 樱花国的神级职业者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进阶死在他的刀下 鬼族仅仅用了半年时间便攻陷了樱花国全部国土 无数樱花国民成为鬼族的奴隶 不过就当鬼族势力如日中天 准备向大厦扩张领土的时候 血突然消失 而鬼族因为失去了首领内部开始陷入混乱 几大派系争权夺势 最终鬼族分崩离析 被樱花国人类职业者们反攻回去 那一后樱花国为了勇军后患 便将鬼族赶尽杀绝 如今还存活在世界上的鬼族 也不知道有没有时刻 真是没想到啊 这个消失的鬼族天才 居然被幻军魔神做成了傀儡 就在欢愉之神介绍这个副本 巴斯莱莉的时候 血突然开口 张领你可算来了 我在这里等候多时 还真是谨慎啊 明明实力这么强 却还要让三个垃圾在前面给你探路 不过他们太碍眼了 话音刚落 女子一只眼睛变成黑色流出血泪 我前方的空间突然扭曲 自己的三个召唤物当场消失 然后被吊在了枯树上 已失去地狱炎魔羊 已失去罗刹王 已失去冰之精灵女王 我面板出现了三个提示 随后便与地狱炎魔羊 这三个召唤物失去了联系 张领就让我来替主试试你的橙色 血发出了诡异的笑声后 忽然从原地消失 我只感觉有一阵风吹到自己的脸 随后便看到血已经顺移到自己的面前 手中还握着一把红色的太刀猛然斩下 我只是使用了最基础的格挡 就惊呆了曾经的天下第一鬼族天才 因为我的纯军剑只要格挡成功 就能将对方的武器破坏 笑意上 混水珠中涌出凶猛的水元素 化作一个水牢将血困在里面 然后我立刻尝试使用古神赐福的技能 只见困住血的水牢变成灰色 血的脸上浮现极其痛苦的表情 下一刻血的生命值开始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下降 眨眼间就见底当场死亡 然后我便看到血的尸体里冒出大量黑气 在水牢里凝聚出另一个在痛苦挣扎的灵魂 看起来像是幻觉魔神的意识 在混水珠构建的水牢中 幻觉魔神的意识根本就转移不出去 而在古海水的俯视下 幻觉魔神的灵魂持续受到重创 神话任务鬼族女王触发 任务要求帮助血摆脱幻觉魔神的控制 就在我查看系统提示的时候 一声怒吼从天而降 随即我便感觉有一股恐怖的气势席卷而来 抬头看去 只见空中的血月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红色眼球 下一刻欢愚之神激动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小原子那就是幻觉魔神的本体 快打起来快打起来 而在欢愚之神闹痛的时候 空中眼球射出一道黑色光束 直接将我束缚血的水牢给轰穿 幻觉魔神的意识挣脱水牢的束缚 迅速飞到高空中与眼球融合在一起 风的一声巨响 收回力量的幻觉魔神气势再次膨胀 而在他恐怖的神威影响下 整个副本都在不断震动有崩溃的趋势 神话任务鬼族女王已更新 任务要求保存完好鬼族女王的尸体 见到自己面板上的任务更新 飞快扫了一眼落在地上的血 发现血的尸体正逐渐虚滑 见状我立刻用浑水珠将血的尸体包裹起来 阻止血的灵魂消散 随后直接启动地剑真身 把浑水珠的功率开到最大 轰隆一升海量的水元素从浑水珠中涌出 凝聚成一个巨大的水质结界 将这个副本给笼罩起来 浑水结界生效任何灵体无法离开结界 高空中的幻觉魔神显然也注意到了结界 他先是一愣随后意识到什么气急返效 好好好张元 你区区一个人类蝼蚁 为了杀我居然做了如此周全的准备 你生怕我逃跑去水之女神那里借来了浑水珠 就为了给我够这么一个灵体牢笼吗 张元你是不是觉得你一定能杀我 荒谬 我虽然实力早已不及巅峰 但我终究是神而你是人 我与你之间的差距 就如浩月与萤火 幻觉魔神愤怒的吼声在空中回答 随后悬挂在空中的巨大眼球流出血泪 一股诡异的气息从眼球中弥漫出来 瞬间充斥整个副本 此时在安国寺节节外遇 欢愉之神正通过一面光目乐呵呵呵看着我的直播 在通过自己放在我体内的神力感 知道幻觉魔神散发的气息后 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规则的气息 看一个苟延残喘的神哪来的规则之力 难道有其他魔神在帮他 意识到这点 欢愉之神再次看向荧幕呢喃道 这下小原子翻车了呀 还好久见仙那里还存了他一缕灵魂 他不至于死在这个副本中 不过小原子这一失败 魔龙王的阴谋没法阻止 大夏帝国怕是要乱起来 在欢愉之神念叨的时候 我也感觉到幻觉魔神的气势变得跟刚刚不一样了 幻觉魔神此时散发的气势 我原第一次感觉到正直面一位魔神 空中的幻觉魔神笑呵呵地看着我问道 张元 你可知道神明与你们凡人最大的差距在哪了 我回过神来问他在哪 是规则 听完我忽然想到了亚洛特的第六命祖 神圣之龙 面对神明之时 自身和龙系队友不会被规则之力秒杀 幻觉魔神说的规则 该不会就是亚洛特命作中描述的规则之力吧 幻觉魔神继续道 神明掌握着规则之力 而你们凡人则是只能依照规则生存 只要规则改变 你们凡人所有的技能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而现在我掌握的规则之力就是让你立刻去死 我听到幻觉魔神这番话嘴角忍不住上扬 像是给自己打了一个欢愉应景 哎嘿这不就巧了吗 我拥有龙族徽章被视作龙族 所以不会被规则之力秒杀 张元你睁大眼睛瞧着吧 这就是神与人的差距 幻觉魔神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我天克 他的笑声在天空回荡 随即红色眼球中向我射来一道 蕴含规则之力的死亡射线 这就是你挑衅神明的代价 给我化作灰烬 幻觉魔神大笑出声 然后他便看到我周围出现了一个互盾 挡下了死亡射线 幻觉魔神笑声戛然而止 外边看直播的欢愉之神 此时也惊掉了下巴 这小子为什么能无视规则之力 他百思不得其解 而这是副本中的我笑出声 幻觉魔神既然你表演完了 那也该我了吧 轰的一声我自展三级 随即血色的天空中 出现了一扇神圣的天门 下一刻带着恐怖气息的绝先剑 从天门中缓缓飞出 幻觉魔神看到天门中飞出的绝先剑 顿时感觉到了致命危险 他在无先前嚣张模样 开始向我求劳道 等等张哥 咱们之间有误会 我不再理会他一声轻语 绝先剑化作一道剑光 贯穿了天空中那巨大的眼球 耀眼的光芒在这夜空中绽放 成功击杀幻觉魔神 绝先剑汲取足够神明之力 绝先剑好感增加 天赋我乃剑仙等级提升一击 第七命作生效 夺取幻觉魔神力量 获得魔神之力加持 无中剑剑 展开剑阵生成结界 结界内敌人无法离开 无法恢复体力与精神 展开剑阵后 自动触发拥有的所有阵图 且阵图效果强化 强化九天赤煞剑阵 剑阵内敌人等级 每秒下降一级 飞剑击中敌人一次降低目标一级 强化玄水珠魔剑阵 展开剑阵后 直接生成十道战炉剑意 抵御目标一次攻击 每秒额外生成一道剑意 同时至多存在十道战炉剑意 神话任务鬼族女王已更新 任务要求 复活鬼族女王 天赋我是传奇处罚 发现副本中存在神话试炼 强制掉落神话试炼开启道具 幻觉魔神已阵亡 神话试炼已完成 随着幻觉魔神的死亡 我面板上出现一堆信息提示 不过我还没来得及查看 副本中忽然传来一道咔嚓的响声 随后便看到院子中央的树裂开 一颗黑色的心脏从大树内部滚落出来 神级道具魔神位格 备注 幻觉魔神陨落后留下的神格 如今已经是无主之物 使用后将获得下位神格成为下位魔神 这时欢愉之神的声音也响起 幻合小原子你运气真好 居然把幻觉魔神的神格都给爆出来 按理说 幻觉魔神的神格应该随着他的死亡而一起消散 我想应该是幻觉魔神想酝养神格 同时给自己留一条痛 就把自己的神格分开存放 结果他没想到自己被秒 反倒是神格留了下来 我看着神格的描述 我用了能直接获得神格成为魔神 这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神之所以为神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每个神都有独一无二的神格 你现在拿到了幻觉魔神的神格 完全可以收下神格取代幻觉魔神 而且在历史上 有不少人类都是靠着获得其他神明的幻觉成神的 不过我不建议你这么做 为什么 首先你本身成神的潜力就很大 靠自己衍生出来的神格 强度肯定是要远强于掠夺其他神明神格的 而且依靠其他神格成神的 幻觉就已经定死了无法再上升 你要是现在成为幻觉魔神 固然现在变强 但你今后上线也定死一辈子都是下位魔神 所以我的建议 是你把这神格给你的召唤物使用 文言我一论 问他这也可以吗 当然可以 万物皆可成神 别说是召唤物了 如果机缘到了甚至连石头成神也不是没可能 当然 至于你的召唤物能不能承受神格的力量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听到欢愚之神这番话 我沉吟片刻 将地狱炎魔阳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都召唤了出来 不过当我尝试给这三个召唤物使用神格的时候 结果这三个召唤物都是在吸收神格到一半 便是承受不住神格中蕴含的力量不得不中断吸收 不行 你这三个召唤物实力都太弱 根本就承受不了神格的力量 你不是还有龙马让他们来试试 星空和亚洛特 他们两个都拥有着极高上限 后期上限极高 就没必要去吸收下位神格了 那你还是把神格给收着吧 反正这玩意儿也没有保质期 总归是能找到使用对象的 我倒也没过多纠结 正准备将魔神位格收起 忽然便注意到了还在被水球包裹住的雪 灵机一动对欢愚之神问道 乐子神你有复活技能吗 欢愚之神顿时不乐意了 小子 你这是在质疑我身为神的水平吗 你们人类都掌握的技能 我怎么可能没有 那你帮我个忙把雪复活一下 怎么 你是想让雪来吸收魔神位格 他当了几百年的傀儡分身 的确是能完美幻觉魔神的神格 但他又不认识你 搞不好还是你的敌人 你把神格给他也没意义啊 我接到了一个任务 你先帮我复活吧 欢愚之神一愣随后 似乎明白了什么道 好吧 我留在你体内的神力并不多 你去触碰他的额头 我再通过神力将它复活 我点头将手伸进水泡当中 放在雪的脑袋上 下一刻我便感觉 一直在自己体内乱窜的热流 钻到了手中 没入雪的脑袋 雪周身亮起淡淡的光芒 他全身伤势渐渐恢复 神话任务鬼族女王任务进度已更新 任务要求 找到幻觉魔神神格 以获得幻觉魔神神格 是否将魔神位格赠送给雪 任务奖励 雪的忠诚度增加百分之百 看到任务面板的更新 我直接将魔神位格 送进了水球中让雪吸收 伴随着魔神位格 进入到雪的体内 雪周身亮起淡淡的光芒 开始不断和魔神位格融合 他的气势开始疯狂上升 欢愉之神 见到这一幕不由惊叹道 契合度百分百 小姑娘真厉害了 神话任务鬼族女王已完成 雪成为召唤物 本是世界上修炼速度 最快的天台少女 如今却被一位魔神 控制沦为卑贱的奴妇 而我在杀掉这位魔神后 将魔神的神格赐予他 成功让他把对我的忠诚度 提升到了百分百 从而变为了我的新宠物 然后我开始查看他的属性 性灵血等级一百 魏格下位魔神 力量敏捷精神体力都是一一 技能拔刀鼠 挥出致命一刀 若命中目标脖子 无视任何规则直接斩杀目标 技能鬼化 化身弱鬼 全属性提升五百倍 技能瞬移 可瞬移至一千里范围内任何位置 技能天鬼斩 斩出惊天地气鬼神的一刀 造成大范围暗属性伤害 技能神区 承受伤害减少百分之九十九 技能神威 造成伤害增一千倍 技能换魔童 使用童术将目标拉入幻境空间 技能牵丝术 凝聚无形的元素之线 可强制控制或切割目标 看到雪的属性念版 我嘴角不由抽了抽 本来以为自己几十万的四维属性 已经可以横着走了 但在看到雪的属性念版后 忽然觉得自己像一只虫子 刷属性 必须刷属性 我下定决心找个时间 去深渊战场一趟 不说把属性刷到上衣 至少先刷个几百万 这时雪微微睁开眼睛 立刻向我单膝跪下 谢主人赐我心声 我将化作主人的刀斩尽 前路一切障碍 本来还在酸学属性的我 在听到雪喊自己主人后 顿时飘飘然起来 试问这天底下 谁的召唤物是一个魔神 而且还是又撒又美的白毛玉剂 小原子把你嘴角口水擦擦出去 你那些长辈在外边都快急死了 你这边乐子已经结束 我就先撤了 欢愚之神 鱷鱼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随即欢愚之神的气息 便彻底消失 我回过神来问雪 可以进召唤空间吗 雪微微点头 随后又迟一片刻 似乎想说什么 见到雪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不由道 你不想进召唤空间吗 雪摇头随即道 不是 我发现主人的召唤物门都太弱 如果主人宁允许的话 我可以在召唤空间中训练他们 我听后诧异地问他 还有这种能力 我领导鬼族的时候 我也负责训练鬼族的天才 听到雪这番话 我顿时大手一挥 没问题 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干 只要练不死 就给我把他们往私里练 血硬了一句 随即便不知从哪里取出一根皮鞭 然后化作光芒进入我的召唤空间 我看到雪那正底 不由在星底给星空他们默爱 随后便去把院子中央出现的宝箱打开 领取通关副本的奖励 获得神之十五颗 获得职业专属技能卷轴一个 获得神级二转觉醒石一颗 看到宝箱里爆出的宝贝 我眼睛开始发光 自己在六十级二转之前 还可以学最后一个职业专属技能 这个技能卷轴来得相当及时 而神级二转觉醒石更是重量级 我现在已经有两个二转觉醒石 再加上这个觉醒石已经是第三枚 更重要的是 这颗神级二转觉醒石和恶魔二转觉醒石 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 二转职业四连觉醒 我都不敢去想这到底有多强 按捺住激动的心情后 将觉醒石收进储物空间后 便直接使用了专属职业技能卷轴 随着专属职业技能卷轴 化作一道光涌入体内 我顿时感觉有一股新的力量 在自己体内觉醒 天和一剑一几 以天地万物之灵气凝聚一剑 从天而降 对百倍剑阵范围内 所有敌人造成巨额伤害 此技能可用剑一剧是蓄力 且攻击到剑阵范围外的敌人时 同样视为在剑阵内 看到天和一剑的描述 不由愣住 我的鬼神剑阵的有效半径是500米 第一命作让半径扩大20倍 那就是半径10公里 要是在预剑飞行的话 半径再扩大100倍 那影响范围就是半径1000公里 再用天和一剑 技能影响半径是10万公里 虽说这个世界的面积比地球大得多 但大厦身为全世界最大的帝国之一 整个国家疆域横向距离也就20万公里 我这一剑砸下去 范围是整个大厦帝国 我忍不住惊呼一声 自己要是不分敌 我用出这一剑直接裂骨 而且这还是一剑 等技能升到实际后范围绝对更夸张 我咽了咽口水立刻收拾好心情 将神之石收好离开了这个副本 抽卡随时都可以抽 但现在万长安 他们应该都还在结界外交集地等着 随着我通过副本传送出口离开 笼罩在安国寺外的结界便是直接消散 然后便看到安国寺外的街区上 已经有大批重装步兵与坦克严阵阵以待 在街区中间 还架着一门改装过后的超级灭膜炮 炮口中正凝聚着恐怖的威能 我还没反应过来 便听到远处传来一道怒吼 见状我瞳孔微微一锁 卧槽 球都麻的 轰的一声巨鸣 改装灭膜炮轰出一道恐怖的激光 灼热的温度瞬间将街区中的空气蒸发 让街区薄油路面融化 而还没等我做出反应 雪便出现在我的前方 他手中握着一把红色腰刀做出拔刀姿势 然后淡淡说了一句让我退后 拔刀挥出斩出一道月牙 那道灭膜激光瞬间消失 改装的灭膜炮当场被劈成两半 远处所有严阵以待的士兵们 此时全都看得目瞪口呆 而死在斩掉灭膜炮后 他又顺一道机械部队上方 有手握住刀柄 冷声到天鬼 妖刀闪烁暗红色的雷霆就要出窍 我这时才反应过来 将雪妖刀出窍前的那一刻 把他给收回召唤空间 我看见那道刀光腿都快下软了 差点出大事 然后万长安和白正国两人便从队伍中飞出 落到我面前关心问道 孩子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随即向来两人道歉道 万战神白老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 对不起 我刚没控制好召唤物 让他把面膜炮给毁了 万长安警惕的扫尸安国似废墟 一只手死死握着腰间的配件沉生道 这不重要 你先撤离这片危险区域 神选俱乐部和魔神交给我们 白正国点头 孩子你能撑这么久已经服够了 不用担心我们这些老家伙 我们大下帝国有万神殿庇佑 还是能勉强对抗一个魔神的 我苦笑回道 万战神白老你们不用这么紧张 我都已经杀完了 万长安一论 问我难道魔神已经离开了吗 白正国此时也嘀咕起来 不应该啊 他们还没出手魔神为什么会撤 文言我进一步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神选俱乐部那几个家伙 和那个魔神我都已经杀完了 此话一出口 正在嘀咕的万长安和白正国突然一战 不约而同的看向我 两人一起破了阴一口 疼的问我在说什么 我说魔神已经被我斩了 另外这安国寺内 应该还藏着很多被魔神制作成傀儡的尸体 现在派遣拥有复活技能的治疗职业者过来 或许能救回不少 白正国听到我这番话 立刻压下震撼的心情 严肃的说我这就去安排高等级治疗师过来 而万长安则是将我拉到一旁问的 孩子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是神了 我点了点头开口说勉强算是吧 不过那个魔神受了重伤 实力顶多也就一个一百级的神明投影 万长安嘴角不由抽了抽 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 神明投影也是神啊 万长安扪心自问 他估计自己连一个五十级的神明投影都打不过 而如今在我眼里 一百级的神明投影似乎已经上部的台面了 对了万战神 深渊恶魔不是在策划袭击京都城吗 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吗 这件事你不用担心 麻烦基本已经解决了 或许是你一个人对抗神选俱乐部 影响到了深渊的计划 在安国寺的结界升起后 那些被我们特工暗中监视的内鬼们 便纷纷停止了行动 我们的人为了不打草惊蛇也没有收网 总之深渊的袭击暂时搁置了 我们目前能做只有加强警戒和稳固防御攻势 这些基础性的工作不用你操心 而且你也经过了一场恐战 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这里的后续收尾工作交给我们就好 听到万长安这番话我也放下心来 说那自己就先回学校了 有任何情况请第一时间联系我 哈哈放心吧 你现在已经成长起来 是我们大厦帝国的尖刀 能用得上你的地方 我们是不会客气的回去吧 向万长安与白正伯到了别 我便回到学校宿舍休整 我这个月还有十次满幸运抽奖机会 而现在手上有五枚神之石 如果全都抽雪的命座的话 加上赠送的神之石 消耗完这个月的抽奖机会后 神之石甚至还有能剩一枚 希望雪能满命座 顺便把干将诺爷这两把剑升到满街 亦或是抽到新砖五也不错 我在宿舍中小小的许了一个月 随后便将命运罗盘和五枚神之石一起取出来 这次我并没有一股脑的将五枚神之石一起丢入命运罗盘 而是使用一枚神之石投石问路 伴随着一枚神之石化作光芒进入命运星阵 大量红色卡片开始在命运星阵中滚动 很快一张印有鬼族少女的红色卡片便从命运星阵中飞出来 我看到第一抽抽的是雪的命座 立刻将剩下的四枚神之石 连带着刚刚因抽出命座所赠送的神之石 一起送入命运星阵中 伴随着新的五枚神之石在命运星阵中滚动 另外五张印有鬼族少女的红色卡片飞了出来 恐怖的神力在宿舍中涌动 整个零号宿舍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守在楼下的牛婆婆感受到宿舍楼中传下来的恐怖神力 眼神猛的一变惊得窜了起来 一脸惊骇的看向宿舍楼上 难道有魔神将领了零号宿舍吗 可为什么星之神没有反应 牛婆婆此时思绪一片混乱 她也顾不得起她 当即化作一道残影 循着气息涌来方向冲上宿舍楼 与此同时310号房间中 雪从召唤空间中走出来 她看了一眼空中涌动的六个命座卡片 一脸激动地向我单膝跪下 感谢主人的恩赐 我将誓死守护主人 随着雪话音落下 我面板出现这么一个提示 雪忠诚度已至最高 她将全身心奉献于你永不背叛 随后悬浮在空中的六张红色卡片 便化作恐怖的能量涌入雪的体内 轰的一声巨响 雪的气势骤然暴涨 表面上是新上任的傲娇魔神 背地里却甘愿跪倒在我的脚下 沦为一个宠物 不仅白天可以随时出现替我挡刀 甚至晚上都能随叫随道挡我的刀 只因我有一个绝对幸运的天赋 每次抽卡必出红 这天在帮她抽卡的时候 爆发出了今天的气势 宿舍管理员牛婆婆看到后 以为是魔神降临 结果冲进来正好看到雪跪在我脚下一脸的逃走 空气中的气氛忽然变得尴尬起 我看到牛婆婆变得一样的眼神连忙解释道 牛婆婆误会都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 年轻人花样多我能理解 刚刚是我唐突了 我就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说吧牛婆婆呵呵一笑 随后退出了房间顺手关上了门 离开310号房 牛婆婆又扫了一眼紧闭的房门 忍不住叹道 这小子真是越来越逆天了 居然连魔神都能这么玩 人族真是出了一个妖孽啊 我是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吗 我回过神来苦笑着摇头 随即对雪说道 你先起来把我看看你的命座 雪站了起来 我也顺势查看他的命座 命座一鬼影遁形 顺移技能不再有距离限制 命座二暗夜鬼灵 黑夜鬼化增幅效果提升100倍 命座三是血刀兽 每次攻击附带10%目标 最大生命值的真实伤害 且吸取造成伤害1%的生命值与精神力 命座四优名鬼域 鬼化后大幅增加幻魔童力量 可让幻境降临现实 幻境中始终视为黑夜 幻境内所有有方获得鬼化增幅效果 命座无永恒之势 自身受到致命伤害后 将化作不可选取状态 十秒内恢复至百分百生命值 不可选取状态自身可自由行动 同时将自身属性加成到主人身上 命座六皇权魔神 获得皇权规则之力 我看着血觉醒的六个命座 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震惊了许久才出身感慨的 不愧是神啊 这命座加成一个比一个逆天 血有今天全都归功于主人您 这是你自己的能力 我就是帮你开发出来的而已 不用这么恭维我 对了血 你六命的皇权规则之力是什么 觉醒第六命座后 我的体内出现了一个 名为皇权的独立空间 我可以将死者的灵魂拉入其中 让进入皇权的灵魂为我所用 不过我也是初次成神 许多能力都在摸索中 皇权空间的其他效果 我都还在摸索中 暂时无法回答主人 没事 咱们的第六命座就没有弱的 你既然是神明 这被命名为魔神的命座 肯定不简单 你慢慢摸索吧 血向我微微行礼 随即化作光芒回到召唤空间 然后我将视线落到赠送的五枚神之石上 血的事情搞定 还有四次满幸运抽卡机会 一定用了吧 随即将剩下的四枚神之石一同丢进命运星阵中 大量红色卡片再一次滚动起来 然后飞出四张 日出所料 四张卡片分别是两把干将剑两把墨爷剑 伴随着干将墨爷从剑阵空间中飞出 悬浮在空中的四张红色卡片变化作红芒 融入干将墨爷中 轰得一声巨响 两把神剑同时散发出强大的气势 一同精炼到满阶 专属神器满阶神剑干将 攻击力增加十万自动护主 持有者免疫光属性伤害 持续汲取天地之阳气 左眼变为太阳铜 若体内存在阴之气 阴阳二气获得平衡 强化太阳铜使用太阳铜不再消耗阳气 体内阳气可是做生命值 生命值减少时优先消耗阳气 专属神器满阶神剑墨爷 攻击力增加十万自动护主 持有者免疫暗属性伤害 持续汲取天地之阴气 右眼变为太阳铜 若体内存在阳之气 阴阳二气获得平衡 强化太阳铜使用太阳铜不再消耗阴气 体内阴气可是做精神力 消耗精神力时优先消耗阴气 而就在我还处于实力大加强的喜悦之中时 处物空间中的天空塔忽然亮起了光芒 然后主动飞了出来 我见天空塔突然有了动静 不由一愣 随后便听到天空塔中传来李雪的声音 阿元进来 听到天空塔内传出的李雪的声音 先是一愣随即问自己该怎么进来 将手放在天空塔上就可以了 我把手放在悬浮在房间中的天空塔上后 天空塔便亮起一道光芒包裹住我的全身 将我给吸了进去 随着光芒消散 我再一次出现在花田中 穿着白色长裙的李雪 而正站在花田中间 笑眯眯地看着我 阿元那我睡这么一段时间 你身边的美女好像越来越多了呀 而且还都是神明 乐子神 小睡 还有那个星晶魔神妹妹 我的竞争压力好像有点大 你说我是不是也该早一点觉醒了 我听后尴尬地咳了两声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李雪看着窘迫的我扑斥一笑随即道 好了不逗你了 我这次苏醒过来的确是有钥匙找你 你的天空塔已经修复了一些了对吧 是的 我已经找到了天空之石 目前任务是要我去寻找天空之星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任何天空之星的线索 我知道哪里有天空之星 在哪 你还记得玉龙雪山吗 当然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不就是你晕倒在玉龙雪山吗 没错就是那条雪山山脉 其实我当年去那里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寻找修复天空塔所需要的天空之星 当时我已经找到了天空之星所在的副本 不过副本入口处守护着一个半神级的眼外宝 我经历了九死一生才逃出升天最后被你救下 现在阿元你已经变得这么厉害 肯定能去攻略那个副本拿到天空之星了 说着李雪儿将一幅雪山地图交给我 这个地图上标注着那个副本所在的位置 你照着地图就能找到 我接过地图点头说自己现在就出发 等等我还有一个请求 把我的主人格也带过去 文言我眼中闪过一丝亚语 你也要去吗 外边的你才三十级吧 那地方对你来说会不会太危险 不是还有你在吗 我的神格碎片也在那个副本里面 你带我攻略副本 到时候你拿天空之星我取回神格碎片 等我取回所有神格碎片后 我就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 神话任务已出发 帮助李雪儿收集五个神格碎片 我见李雪儿的请求居然变成了神话任务 眼中尽是震惊 这得多高的位格才能主动发布神话任务 阿元 接下来我还得沉睡一段时间 关于神格碎片的事 就不要让主人格知道 免得被神界的那些家伙发泄 你随便便移的理由把我骗过去就行 我就拜托你了 李雪儿对张元笑了笑 随后这片花田便亮起一道白光 笼罩住张元 等白光消散过后我回到了宿舍中 天空塔依旧安静的悬浮在半空中 这丫头秘密真是越来越多了 我嘀咕一声将天空塔和地图收进储物空间 然后取出通讯器拨打了李雪儿的电话 很快李雪儿便接通电话问我找他有什么事 雪儿你最近在忙什么 就是在努力练及和上课而已 明镜学院的课业压力实在是太大 每天不仅要上课练及学医 还要在明镜医馆实习真是累死个人 还是阿元你的建兴学院好 都不用上课叶老师也不管你 文言我智能苦笑地说道 你要是来建兴学院 遇到叶老师那个奇葩那就有得哭了 嘿嘿说的也是 我又不是天才跟不上那个老师的节奏 阿元你突然联系我 该不会只是为了闲聊吧 我当即进行了一番头脑风暴 眼角余光扫到桌子上的桶装泡面 灵光一闪说道 雪儿我吃泡面中了头颈 奖励两人的玉龙雪山三天两夜豪华游 你要和我一起去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明显激动了不少 不过很快李雪儿又迟一想来 可我最近的课程排得很满 而且都是不准请假的那种 我怕旷课太多的话顾老师不会放过我 这个你放心我和顾老师叔 我去帮你请假就好 路上我顺便带你刷几个副本 帮你升级这也不算当入学业 听到我这番话李雪儿当即笑的 那行 我这就回宿舍收拾一下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在哪里集合 一个小时后校门口集合 挂掉李雪儿的电话 便又打了顾冰宁的电话 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帮李雪儿请了假 而双标的顾冰宁对我是相当宽容 她甚至都不在意我编的理由有多别紧 只是嘱咐我要保护好李雪儿 便是笑呵呵披了假 成功请到假后 我又看了一眼桌上的桶装泡面 沉吟了片刻又打通了李方的电话 请求李方联系泡面公司 临时做一个活动出来 做戏就要做全套 万一到时候李雪儿问起来 是哪款泡面中的假 我也没法回答 而当李方听到我是邀约 她妹妹出去旅行 才编了这么一个谎言后 便直接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妹夫放心我李家 有康帅富集团51%的股份 安排这么一个活动一句话的是 你和我妹尽管去旅游 我保证给你们安排得妥妥当当 我向热情的李方道了声谢 也收拾了一番来到了校门口 一到校门口 我便听到李雪儿的声音 只见李雪儿正站在不远处 双手背在后面 笑呵呵的 猜猜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为了骗女友跟自己去玉龙雪山 直接让康帅富的大股东 帮我做了一个特等奖 奖励两人的玉龙雪山 三天两夜豪华油 结果没想到他居然中了究极大奖 奖励玉龙雪山三天两夜 纠集豪华油 免费入住山顶温泉酒店总统套房 外加零七米三星餐厅免费唱吃 我看到中奖页面上 针对性极强的描述 嘴角不由抽了抽 不由感慨李方的工作效率 不仅在一个小时内 就让康帅富集团把活动做出来 还精准地让李雪儿中了奖 等到了后李雪儿正感慨着 下方绝美景色 忽然收到了我的组队邀请 他一论问我这是做什么 我不是答应带你练集吗 咱们到玉龙雪山 还有十多万公里 路上百分之九十都是无人区 这些地方怪物等级高数量 也都不能浪费 李雪儿接受邀请好奇的 问我飞行速度这么快 该怎么刷怪 当然是挂机刷 说把我展开剑阵 换出六把砖武 然后让剑铃控制砖武们 到山野之中收割野怪们的性格 杀那间李雪儿的面板上 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怪物击杀提示 他的经验条就像是做火箭般飙升 仅仅几个呼吸 就直接从31升到32级 李雪儿惊呼出声 他用了一个月才完成了一转觉醒 然后从30级升到31级 现在我待他10秒不到 就从31升到了32 这是何等夸张的升级速度 我笑着加快的预见飞行的速度 同时六把砖武速度也跟着加快 用到剑铃在山林间穿梭 无数怪物被剑射伤害给惯死 化作我和李雪儿的经验 甚至有不少隐藏在山林历境中的世界 也难逃被秒的命运 他们连人都没看到就报名 就这样我和李雪儿在高空中欣赏大好河山 六个剑铃在地上化作无情死神 收割着无数怪物的性命 玉龙雪山位于大厦帝国西南部 距离京都城有十多万公里距离 而我用超过十倍音速的速度 花了八个多小时 带着李雪儿从京都城刷怪刷到了玉龙雪山 无数Boss和野怪死于我的剑下 到后面李雪儿甚至都顾不上欣赏景色 就在飞剑上不断清理自己的储物空间 不是实施品质以上的装备和材料他都不要 这一天无数处于我飞行路线上 在无人区冒险的高等职业者 都目睹到了大量怪物在他们面前突然暴毙 然后洒落一地材料的奇特场面 那些材料落得漫山遍野 不少职业者因此发了大财 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怪物突然暴毙的视频 同时还有少部分人拍摄到了 剑光在山林间一闪而过的画面 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 甚至有好事者将其称之为末日来临的前兆 最后大家也没讨论出个什么结果 野怪突然暴毙事件也成功成为了 大厦十大未解之迷之一 到达酒店后李雪儿暮暮地下了飞溅 看了一眼已经55级的自己 可57级的我自言自语道 妈妈 我坐挂车了 走进温泉酒店后 一个气质绝佳的服务员便是走上前来 两位好请问有预约吗 李雪儿拿出康帅富的平带 说我们是来兑换奖励的 服务员看到李雪儿拿出平带 眼神微微一便立刻退后半步 取出对讲机低声道 各部门注意至尊客户已达到 请做好准备 那服务员吩咐完便立刻带着笑脸上前 向我们鞠了一躬笑道 两位贵宾我们这就为你们办理入主 这边请 说吧服务员便领着我和李雪儿走向前台 大堂里的所有服务人员纷纷站的笔直 一口同声招呼欢迎光临 李雪儿被这温泉酒店的阵仗给吓到 不由对我小声嘀咕道 阿元 这康帅富集团的奖品也太良心了吧 这些人看到我拿出平带后态度都变了 对此心知肚明的我此时也只能笑笑说道 毕竟是唯一的奖励 酒店工作人员态度好一些也是应该的 钱台在电脑上操作了一段时间后 便将一张房卡递给我们两人说道 两位的房间在801豪华温泉主题套房 两位从左边的电梯就可以上去 李雪儿见前台只给了一张房卡 脸顿时红了起来问我们只有一个房间吗 是的 奖品中只有一间房 那可以花钱额外再开一间吗 道歉 最近是旅游忘记 酒店其他房间都已经被订满了 没有多的房间了 我听到钱台这个回答 嘴角不由抽了抽 不过还没等我戳破前台的谎言 李雪儿便收下房卡说道 既然如此那也没办法 阿元我们上去吧 我听到李雪儿这番话不由一正 雪儿 你确定我们要开一间房吗 我都没意见 阿元你怎么却开始扭扭捏捏了 快走吧 说着李雪儿便推着我进了电梯到了八楼 我们一进房间 便被里面奢华的装饰给惊到 这间房在温泉酒店顶楼 整个房间面积超过了三百多平 在房间中还有一个冒着热气 撒着玫瑰花瓣的超大温泉 不过我也不知道是这个房间 本就是这样设计 还是李方故意让工作人员改的 因为这个豪华套房明明有三百多平 却只有一张大床 倒是李雪儿似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他率先打破尴尬的氛围对我笑道 没想到这酒店房间这么大 居然还有室内温泉 是啊 是挺大的 李雪儿看到我害羞的样子扑斥一笑 随即又道 反正来都来了也不能浪费这次中奖机会 我们要不要一起泡温泉 我心脏猛的一跳惊到 啊一起吗 雪儿这是不是太快了 李雪儿用食指戳了一下 我脑袋红着脸说道 你脑袋瓜里都在想什么 话先说好温泉可以一起泡 但你脑袋不能乱想 眼睛不准乱看 手不能乱摸 明白吗 我此时脑袋还有些目 自己实在是想不到 我们都一起泡温泉 自己怎么才能不乱想不乱看 李雪儿见我答应后才咬了咬嘴唇 然后让我先转过去 我此时就好像只能听命令的机器人一般 僵硬的转身 房间里安静下来 我听得到身后李雪儿的呼吸声 以及脱衣服的细细酥酥音 整个人的心跳越来越快 房间中的气氛也变得暧昧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张元又听到李雪儿下温泉的声音 脑海中开始浮想颜天 好了可以转过来了 我转过身去 只见李雪儿已经把头发扎成马尾 他全身紧紧裹着浴巾坐在温泉中 轻摇嘴唇红着脸说道 咱们说好了你可不准乱了呀 见到这一幕我鼻血流了出来说了声后 李雪儿手死死抓着浴巾 对房间中挂着的浴巾五无嘴 你也换衣服吧我不会看的 对此我木然地回应了一句 此时脑子都是空的 换上浴巾走进了温泉和李雪儿底足相视 明明柔和的水温能让人归于平静 但此时我却变得异常紧张心跳更快 我们两人甚至都不敢对视 房间中气氛再一次变得尴尬起来 再一次变得安静 渐渐的温泉的热气冒出来 水雾充斥在整个房间 在浓雾的这袋下 我看不清李雪儿的脸 但却能感觉到李雪儿全身也是紧绷着非常的紧张 就这样 两个小雏鸟在温泉里紧张地泡了一个多小时 无事发声 直到门外响起敲门声 服务员询问是否要用餐的声音传进来 我们两个快泡晕过去家伙才回过神来 结束了这一次奇妙的温泉之旅 在泡过温泉后 便去酒店的高级餐厅享用一顿精致的晚餐 然后又一起回到了房间 但新的问题再次出现 房间中只有一张床而我们有两个人 我看了一眼客厅中的沙发 说要不自己去睡沙发吧 李雪儿打断道 温泉都一起泡了也不在乎这一点 那张床够大两人一起睡也不挤 真可以吗 李雪儿脸微微有些洪水疾道 我说可以就可以 你别乱来就好 文言我心脏砰砰跳 下意识点头 夜深我们两人都换了睡衣 面对着面侧躺在大床上 柔和的月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洒在李雪儿的侧脸上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美好 看到这幅画面的我 忽然感觉李雪儿身上有了一种别样的神圣感 东东心跳漏了两拍 糟糕 这是心动的感觉 过了许久 李雪儿似乎已经平静下来 他看着我的眼睛笑问道 阿元你一直盯着我看 那我问问你我好看吗 当然好看 黑黑好看就好 李雪儿黑黑一笑 然后打了一个哈欠 虽然我现在也很兴奋 但老实说我已经熬不住了 接下来你想怎么样就随你变吧 在笑我道了一声晚安后 他便闭上了眼睛 随我变 这是同意了吗 第一次和女友开大床房的都知道 不仅要有一副强壮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要有极强的耐力 这样才能忍耐到女友睡着后 自己起身出去刷副本 等第二天我回来后便告诉他 自己找到一个隐藏副本 李雪儿听后失落的心情立马转为了兴奋 然后让我立马带他前去刷本 随后我带他遇见穿过300多公里的暴风雪区域 来到了一处冰封的山谷 在山谷中央有着一个金色的副本漩涡 李雪儿忍不住对我吐槽道 你昨晚的随便逛逛也逛得太远了吧 这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随便逛得到的 对此我只能哈哈一醒 将这个话题搪塞过去 随即对李雪儿嘱咐小心一点 这里的Boss有点厉害 阿元你也别太小瞧我了 你可能不知道在我一转的时候 我就从稀有职业的精灵圣女觉醒 进阶成了传说级职业精灵神使 而且我现在也五十几了 李雪儿话说到一半 天空中便传来一道震耳欲龙的吼叫声 随后一头高达六七十米的冰霜巨龙 从天而降 落在了山谷之上 半神级Boss冰川之歌弗洛斯特等级一百 恐怖的龙威席卷山谷 李雪儿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张元那头冰龙就是你说的有点力的Boss了 是啊没错 一百级的半神巨龙而已 是只能算有点力 在李雪儿沉默的时候 站在山谷上方的弗洛斯特斯生咆哮 释放出恐怖的冰霜之风周围温度骤降 我和李雪儿的身体也开始结冰 紧接着就受到了美鸟减少5% 最大生命值的提示 李雪儿回过神来立刻换出法杖 快速吟唱一道咒语 随后从他脚下扩散出一个绿色光环笼罩住我 我对时感觉到自己周围寒意被驱散 圣光祝福 美鸟恢复10%最大生命值 10%最大精神力 思维属性提升50% 移动速度提高50% 伤害提高30% 承受伤害减少30% 全属性抗性增加50% 再看到李雪儿给的状态 我不由一阵一脸惊喜地看向李雪儿 雪儿 你这技能有点强啊 虽然我不辱你 但我可不是花瓶 这增益还行吧 我毫不吝嗇自己对李雪儿的夸奖 随后突发奇想对李雪儿使用了太阴桶 伴随着太阴之气从李雪儿身体中穿过 我的技能面板上也出现了圣光祝福这一个技能 然后我也跟着使用 同样有一道绿色光环从脚下扩散出来 随即覆盖整个剑阵 然后我和李雪儿的圣光祝福竟叠加了起来 兵属性抗性直接来到了百分之百 佛罗斯特的兵风当场失效 李雪儿见我竟然用出了圣光祝福 不由惊呼出声 这可是我转职觉醒的唯一专属技能 你怎么会的 我指了指又眼笑道 我有一个技能可以复制别人使用的技能 那你这也太逆天了吧 别人还怎么玩 别人怎么玩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咱们两个合起来 全属性抗性百分之百 只要对面没有削减抗性的技能 我们就是无敌的 山谷上方的佛罗斯特 见自己的兵系魔法 对我和李雪儿不起作用 右仰头咆哮一声 随后他振动双翅 带着恐怖的气势向我和李雪儿俯冲而来 不过佛罗斯特才俯冲到一半 星空和亚洛特融化出来的金色巨龙 便一同从召唤空间中飞出 地左翼又咬住了佛罗斯特的翅膀 佛罗斯特凄厉地惨叫一声 他再次释放龙语魔法 致命的暴风雪在山谷中呼吓 绝对灵度风暴 灵气抗性减少百分之一千 每秒减少百分之二十生命值全体冻结 随着佛罗斯特使用他最强的龙语魔法 星空和亚洛特瞬间被冻结 不过还没等佛罗斯特挣脱星空和亚洛特 他前方空间微微扭曲 下一刻手持妖刀的血从中走了出来 他平静地看着佛罗斯特 挥出平平无奇的一刀 把刀出暗红色的刀光划破空间 切断佛罗斯特的脖子 本来还在释放强力魔法 愤怒咆哮的佛罗斯特 巨大的龙头轰然落下 成功击杀佛罗斯特经验增加五十一 获得神级装备佛罗斯特之心 佛罗斯特之爪 佛罗斯特之灵 召唤物雪的皇权规则之力生效 冰川之歌佛罗斯特的灵魂被拉入皇权之国 佛罗斯特可驯服 若成功驯服佛罗斯特将成为召唤物 随着佛罗斯特的死亡我升到了五十八级 而李雪儿则是连升五级直接到了六零级 李雪儿看着冰龙巨大的身躯化作光点消散 整个人有些猫 这就把BOSS给杀了吗 这场战斗张元甚至都没动手 光靠召唤物就把一百级的半神给解决了 那如果张元动手的话会是什么光景 李雪儿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想象力变得相当匮乏 他根本就想不出能让张元全力出手的BOSS是什么样 难道是传说中的神明吗 在李雪儿处于震撼中的时候 张元也被面板中最后一条提示吸引了注意力 而我看到佛罗斯特可驯服这条消息后 立刻对回到召唤空间中的血问道 你可以驯服那头冰龙吗 听后我眼睛不由一亮的说道 你居然还有这种功能 是不是你杀的所有怪物都可以被你拉进你体内的黄泉之国 是的主人 而且我与主人共享此技能 主人您杀的怪物 我也可以将那些怪物的灵魂拉进黄泉之国 将其转化为召唤物 那岂不是我杀的越多 我的召唤物就越多 道歉主人目前我体内的黄泉之国容量有限 只能存放十个怪物的灵魂 而且黄泉之国扩张速度与收容的灵魂品质相关 我的建议是黄泉之国只收容半神级的Boss灵魂 十个半神级的Boss造幻物那也很夸张了 主人放心 我体内的黄泉之国能不断扩张的 今后我一定会为主人打造出一支神级的军队 为主人效力 听你这么说我可就越来越兴奋了 主人血不会让你失望的 结束了和血的对话 我随后又查看一番冰龙套装的属性 发现这套装是蒂萨斯三件套的尚未替代后 而且还附带了一个更强大的范围技能 毫不犹豫我直接将蒂萨斯三件套给替换下来 瞬间四维属性暴涨 力量敏捷于体力这三项属性突破了50万 而精神力更是到了恐怖的90万 即将突破百万大关 这都还没去深渊战场刷属性 精神力都快要破百万了 真是夸张啊 我看着自己夸张的属性面板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自己在不当人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在整理完击杀半神冰龙的奖励后 便和同样整理好情绪的李雪儿 一起走到那个金色的副本漩涡前 查看副本的信息 失落地神知秘境 副本等级未知 难度神级 李雪儿在看到副本信息后瞬间就锁了 阿元你确定这个副本是我能进去的吗 在他的认知当中 噩梦难度就是一个副本的最高难度 如果硬要在噩梦难度上面再加一个难度的话 那也就只能是深渊了 但现在他面前的这个副本 不仅等级要求是一个问号 难度更是标注的神级 李雪儿就算对一个副本的强度再没有概念 他也清楚神级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想到这些李雪儿又补充道 阿元我不是怀疑你能不能攻略这个副本 我是觉得的我自己是个废物 如果我跟着你进去的话 绝对会拖你的后头 要不我就在副本外边等你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说带你刷本那就得带你刷本 更何况雪儿你也并不让咱们进去吧 说到这里我也不等李雪儿回答 直接拉住他的手 随后另一只手放在副本漩涡上 随后副本漩涡中亮起一道传送金光 包裹助我和李雪儿将我们一同传送进副本中 以达成触发隐藏任务条件 失落的神之逆境副本开启隐藏任务 副本隐藏任务 神格碎片化身已苏醒 失落的神之逆境副本难度大幅度提升 请在十个小时内通关副本 否则任务失败神格碎片化身顿头 随着两人的面板上都出现这么一条任务提示 我们被传送到一个巨大的宫殿内部 在我们前方还有着三条通往宫殿深处的路口 李雪儿看到面板上出现的隐藏任务 脸色有些难看 阿元你说我们运气是不是有些太好 怎么随随便便就能触发隐藏任务 如果是普通的副本触发隐藏任务的话 那的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 毕竟这意味着能获得的奖励大幅提升了 可关键是这里是一个神级副本 这副本的难度本就已经突破天际了 现在副本难度还要大幅增加 还要不要人火了 在这种高难度副本中 李雪儿感觉这副本中一个随便小怪的喷嚏 就能把他给拼死 我心里倒是清楚 触发这个隐藏任务的原因 绝对是李雪儿进了这个副本 而那个苏醒的神格碎片化身 就是李雪儿需要的神格碎片 不过我心中清楚归清楚 但也明白这些话是不能对李雪儿说的 所以转而对李雪儿笑道 雪儿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已经攻略过类似的神级副本 有我护着你不会有事的 李雪儿听到我安抚的话 也逐渐冷静下来点头的 我相信你阿元 这副本可就要靠你来带我飞了 我给你上庄本 说吧李雪儿便给我施加了圣光祝福 随后我又用太英铜 把这个技能复刻了一遍 让两人的全属性抗性跌到了百分之百 加完状态后 我并没有贸然前进 而是把探路三人组召唤出来 让他们前去探路 这个副本是一个巨大的宫殿迷宫 单单是在我所在大殿前方 就有着三条通往不同方向的道路 而隐藏任务的要求 是在十个小时内通关副本 这个时间看起来相当充裕 可实际上在这种大型副本当中 路线相当复杂 而且充斥着许多死胡同 一旦走错路 那等于浪费几个小时 因此想要在十个小时内通关这个副本 必须要在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路线 随着三个召唤物 在自己的路线上不断深入 他们也纷纷遇到了蓝路的精英怪 穿着白色铠甲骑士模样的怪物 一百级的怪物 我的深渊之眼 查探不到这些怪物具体属性 但能感受到罗刹王 这三个召唤物害怕的情绪 我通过罗刹王他们的视角 看到了副本怪物 随即便展开剑阵 换出飞剑攻击拦路的精英怪们 帮罗刹王他们开路 随着大量神殿守卫被斩杀 我的储物空间中 多了一些钥匙碎片 就当我还以过这些钥匙碎片 有什么用的时候 三个继续前进的召唤物 便都到了新的岔路口 每个岔路口依旧是三条不同的道路 而且这一次更过分的是 每条岔路路口都有着一扇紧闭的门 想要打开那些门 需要用三个钥匙碎片 来合成出一把神殿钥匙 也就是说想要将九扇门全打开 需要二十七个钥匙碎片 杀神殿中的怪物能爆钥匙碎片 但钥匙碎片的暴力很低 刚才靠着建设伤害 已经杀了神殿中近百个神殿守卫 可也就得了十个钥匙碎片 只能开三扇门 照这个趋势下去 别说是在十个小时内通关副本了 能不能在十个小时内 见到第一个Boss那都是一个未知数 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旁边的李雪儿忽然揉了揉眼睛到 阿元我好像出现幻觉了 我回过神来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李雪儿指向大殿最右边那条路 我怎么感觉这条路在发光 开价了开价了 我终于要和三个半神级Boss开仗了 就在刚刚我们被困在迷宫里的时候 李雪儿突然说他看到了一条路在发光 我顺着李雪儿指的方向 看去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不过很快便意识到 这可能是神性李雪儿在引路 当即说让他来带路顺着发光的路走 李雪儿有些迟疑说 万一走错了怎么办 没事的我的其他召唤物也在探路 我们有试错机会 李雪儿听到我这番话也不再迟疑 开始往发光的路走 由于我先前给召唤物开路的时候 就已经把路上的怪物给清理干净 此时一路畅通无阻 没一会便赶到了罗刹王所在的岔路口 我扫了前方三扇门一眼 没看出任何区别 不由问李雪儿还能看到发光吗 阿元中间的那扇门开始发光了 好 你先退后我试试有没有陷阱 然后我用三个钥匙碎片合成一把金色的钥匙 上前去打开中间那扇门 在门被打开的瞬间 一个隐藏在门后的神殿守卫呼的持枪刺来 没等我反应雪便直接从召唤空间中冲出 斩出一刀砍下了那偷袭的神殿守卫的头颅 李雪儿看到倒在地上的神殿守卫不由扎实 阿元你的召唤物也太好用了吧 虽然还有自主护卫的能力 我都还没看清这守卫 他就已经把怪力杀了 他的确厉害 不过他这样我似乎也没什么游戏体验 回到召唤空间中的雪听到我这番话立刻道 抱歉主人我会反省自己 以后在出手前我会判断敌人实力 给您充分的体验 这到不必现在就挺好 我苦笑一声连忙将雪的这个想法打回去 随即对雪儿道 危险已经解除我们继续前进了 李雪儿点头继续带路 有了我的肯定 李雪儿的信心也充足了不少加快的脚步 可即便这样我们也花了一个多小时 才走出这个神殿迷宫到了另一个空旷的大殿 此时在大殿中央 站着三个穿着黄金盔甲手持 巨剑与大盾身材高草的女骑士 讲状我立刻对她们使用深渊之眼 半神级神圣骑士爱丽丝等级100 半神级神圣骑士梅丽尔等级100 半神级神圣骑士伊莲娜等级100 然后我展开剑阵换出六把专武 向三个女骑士攻去 那三个女骑士见到飞剑攻来 纷纷进入战斗状态 同时举起大盾凝聚三道金色屏障 释放技能神圣之盾 下一刻我的专武射到屏障上 竟被那些屏障给弹开 不过我倒也不觉得意外 毕竟对方的是半神 而且还有神力加成 要是轻易被秒了 反而会怀疑自己是走错了路 为了搞清楚这三个半神骑士的技能 我使用太阴铜将他们的技能复制下来 神圣之盾 免疫前方到来的所有攻击 看到半神骑士的技能效果后 随即便在三个半神骑士的后方 凝聚出大量复制专武 从后方攻击 而那三个半神骑士似乎也察觉到危险 三人立刻被靠着被举盾 金色屏障当即将他们三人笼罩得严严实实的 又一次挡下了我的飞剑骑士 见那三个半神骑士被靠背缩在一起 神圣之盾的防御范围 直接变成了360度无死角 我整个人有些猛了 我看技能描述 似乎只要这三个半神骑士一直举盾 那神圣之盾就不会消失 那我岂不是永远没办法击败这三骑士 见三个半神直接缩在屏障里当起了乌龟 根本就没有主动进攻的想法 我一时间没了办法 自己是万万没想到 竟然会遇到这样的卡关方式 就当想要让雪去试试 能不能强行突破半神骑士们的神圣之盾时 李雪儿忽然说让他来试试 我正要说话却发现李雪儿的气质变了 眼眸中已然出现了神性 嘘 只有一小会儿别声张 李雪儿对我眨了眨眼 随后他便看向那三个半神骑士眼眸中亮起金色光芒 下一刻那三个半神骑士便放下了盾牌 神圣护盾消失 我见到这一幕瞳孔微微一缩 这是怎么回事 阿元窗口期很短 快动手 李雪儿快速说了一句 我当即回过神来 当即让六把砖五连带一众复制飞剑射向半神骑士 轰的一声巨响剑光滑过 三个半神骑士当场被射穿 成功击杀神圣骑士爱丽丝经验增加五十亿 成功击杀半神骑士梅利尔经验增加五十亿 成功击杀半神骑士伊莲娜经验增加五十亿 召唤物血的黄泉规则之力生效 爱丽丝梅利尔伊莲娜被拉入黄泉之国 爱丽丝梅利尔伊莲娜自愿臣服 三元成为召唤物 以转移到召唤空间可随时召唤 看到那三个半神骑士 直接就被收服了我不由意境 此时只见李雪儿神秘一笑道 嘿嘿 他们都是我以前的眷属 虽然力量大不如前啊 但对现阶段的阿元你来说还是够用的 这件事可不要声张啊 在我检查三骑士属性和技能的时候 神性的李雪儿也再一次陷入沉睡 人性李雪儿重新掌控了身体 恢复过来的李雪儿 明显对刚才发生的事出现了记忆空缺 他只记得我把三个女骑士给秒了 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才是这次讨伐Buff的主力 然后看着自己六十级后储存的巨量经验满脸惊喜 等他回去完成二转突破 这些经验能让他直接升个七八级 阿元你这带人升级的速度实在是太阴天了 明明昨天他才三十一级 结果我就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让他一举踏入高等职业者的行列 节省了他数年甚至十多年的练级时间 在击败了三骑士后 接下来的副本只有一条通往宫殿深处的道路 不需要再走迷宫 再加上神殿中的怪物都扛不住我的伤害 两人一路高歌猛进很快便来到副本的最深处 在这座神殿深处是一个拥有巨大空间的天然溶洞 在溶洞中央立着一座长满了青苔无比古老的女神性 神像胸口处镶嵌着一块散发着金光 涌动着恐怖神力的惊世 我仅仅是看到那块惊世第一眼 便意识到那就是李雪儿的神格碎片 阿元你小心一点 我感觉那座神像很不简单 或许那就是这副本的最终BOSS 李雪儿话音刚露 神像胸口处的神格碎片忽然亮起耀眼的光芒 将整个溶洞都照亮 下一刻被强光笼罩那座古老的女神像便活了过来 化作了一个看不清样貌的女神 我当即对那女神像变出来的女神使用深渊之眼 发现深渊之眼无法探测目标后 我便确认前方的女神是这个副本的最终BOSS 雪儿你推后BOSS交给我 我嘱咐了李雪儿一句当即展开剑阵 换出大量复制飞剑攻击BOSS 与此同时 雪也出现在BOSS身后斩出一刀 但诡异的是我的飞剑和雪的攻击一同镂空 而那个神像变化出来的女神 此时已经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 雪见自己一刀灰空美眸中闪过一丝亚异 她不信邪再次顺移到BOSS身后使用拔刀术 这一次雪依旧是砍到空气 那个BOSS顺移到了雪的后边一掌 打到雪的后背 雪感受到后方危机来临 立刻抽刀斩向身后 但BOSS似乎能预知雪的攻击 又一次轻松避开了雪的攻击 拍中雪的胸口 通了一声雪被一掌打飞出去 撞进溶洞石壁中 下一刻溶洞石壁中亮起暗红色的光芒 鬼化的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了出来 再次瞄准神像的脖子砍出一刀 暗红色的刀光撕裂至副本空间 这一次雪的速度极快 快到甚至连我都看不清她的动作 但雪依旧没有打中BOSS 反而又被BOSS打中一掌 鬼化后的雪险气失去平衡 连连后退束步才堪堪止住身形 我见雪竟然被BOSS玩虐 眉头不由皱起 雪可是下位魔神 而那BOSS虽说是神级 但和真正的还是有差距 实力顶多在90到100级的神明投影之间 从BOSS的伤害也看得出来 她虽然打中了雪两次 但却连雪的防都没有破 可诡异的是 明明雪的力量速度都远在BOSS之上 可雪无论如何都打不中BOSS 就好像对方能预知未来一般 这时李雪儿察觉到了异样 连忙让我快看任务倒计时 听到李雪儿的话 发现这倒计时每隔一会儿 就会突然减少几秒钟 我看到任务倒计时在加速流逝 第一反应是这个副本出现了异常 不过下一刻似乎想到什么 瞳孔微微一缩 一脸惊骇地看向那正在和雪对战的BOSS 不会是那个能力吧 我喃喃念着立刻唤出一把飞剑 割破自己的手指 让自己的血滴到地上 伴随着滴一滴血落到地上 另一边不信邪的雪再一次向BOSS挥出一刀 BOSS再一次轻松地躲过了雪的攻击 一直盯着任务倒计时的李雪儿 惊到时间又跳了 而此时一直盯着地面的我 发现地上凭空多出来了好几滴血 果然是删除时间的能力 我在确认BOSS掌握着时间模仿后 心中立刻制定了一个针对BOSS的计划 当即对雪很大 雪 拔刀树待命 听我只是在出手 这个BOSS掌握着一种可以删除时间的魔法 不管拥有多快的速度 都触碰不到他的一根魔法 不少的是他今天碰上了身为挂王之王的物 也对付他的办法也很简单粗暴 直接先用结界将整个溶洞封锁起来 随后便使用了自己新得到的范围技能 绝对零度风暴 伴随着一道狂风的呼啸声 凛冽的暴风雪开始席卷无中渐进 冻结界中的一切 BOSS当即删除未来五秒钟的时间 可他却是发现在五秒钟后的所有未来里 全都是暴风雪 很快BOSS便被寒风冻住 由于暴风雪范围内就只有BOSS一个敌人 我的剑阵建设效果没转叠加 暴风雪对BOSS造成的伤害有限 不过我一开始就没打算靠暴风雪杀掉BOSS 当即让雪趁现在快上 早已蓄势待发的雪在听到我的指令后 便直接对被冻住的BOSS使用拔刀树 暗红色的刀光划破冰雪 成功命中了BOSS的脖子 成功击溃无名神格碎片化身经验增加80亿 获得天空之星 神级失落的二转觉醒10亿枚 获得神之15枚 获得无名神格碎片一个 获得神级装备时间之冠 佩戴后精神力增加500% 所有召唤物可成长装备技能的成长速度加快 随着女神像变化出来的BOSS被雪一击必杀 我等级直接升到了60级可以进行二转 然后我将自己90级的传说装备天空女武神之亏泄了下 戴上了时间之冠 瞬间我的精神力直接暴涨到了180万 与此同时也感觉到了时间之冠中 弥漫出来的某种奇特的力量 进入了地剑宝库和召唤空间内 受时间力量影响 剑铃成长速度加快 所有剑铃进化 为飞剑附加伤害增加20% 李雪儿此时也在一脸兴奋地查看自己的收获 虽然这个副本中她全程滑水 她得不到BOSS掉的装备 但光是这副本怪物给的经验 以及通关副本的固定奖励 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这一趟收获巨大 阿元以后你再带我刷本好不好 被你带过之后 我已经对普通副本提不起兴趣 当然可以 阿元你果然是最棒的 李雪儿雀跃跳了起来 狠狠在我脸蛋上亲了一口 我当场愣住 在离开失落的神之秘境副本后 我便直接传送回到宿舍 然后将天空塔取了出来问道 神雪儿啊 你的神格碎片已经帮你取回来了 天空塔里边传来李雪儿的声音 神格碎片就先放在阿元你手上 等及其了再给我 剩下四块神格碎片在哪 我现在还感知不到 不过如今我的力量 已经和天空塔高度绑定 或许等天空塔修复到一定程度后 就能找到他们了 也就是说 现在任务就是修复天空塔呗 得到李雪儿的回答 我便将天空之星取了出来 在使用完后有激活的新的任务 天空塔神器任务二已完成 天空塔恢复部分能量 天空塔神器任务三已开放 寻找天空之谷 然后我立刻查看天空塔现在的属性 石油者可消耗固定5% 最大生命值重置技能 或装备冷却时间 石油者可突破界限觉醒第七命组 石油者可觉醒第二神格 看到天空塔进化后出来的词条 我不犹疑了 我现在连神格都没有 居然就能觉醒第二神格了 只能说不愧是天空塔 神格暂时放在一边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二转觉醒 我心情逐渐兴奋起来 将自己获得的二转觉醒材料 一一拿出来盘点 命运女神赠送的 一枚蕴含命运之力的 神机二转觉醒时 击杀半神奥迪斯 完成半神试炼副本 获得的一枚蕴含恶魔之力的 神机二转觉醒时 击杀幻觉魔神 所得到的一枚蕴含魔神之力的 神机二转觉醒时 以及最后一枚 在失落的神之秘境副本 获得的失落的神机二转觉醒时 没想到我这神机的二转觉醒时 居然收集到了四枚 而且还都是可以一起使用的 试问这天底下 谁的二转觉醒 有我这么好好 说吧随即开启突破进程 等级已到六十级 可以进行二次职业觉醒 是否进行觉醒 开始 觉醒仪式已开始 注意二次职业觉醒有概率失败 目前觉醒成功率为50% 可使用强者的灵魂余境 来提高觉醒概率 我看到自己面板上出现的 最新提示不由一乱 我一转觉醒的时候 没有出现这种事 都以为自己跟其他职业者 不一样觉醒是百分百成功呢 不过很快我便想到 自己击杀蒂萨斯和哈迪 这两个恶魔大功的时候 都获得了恶魔大功的灵魂余境 当即将那个像灰水晶一样的玩意儿 从储物空间中取得出来 随着两块灰色水晶化作光芒消散 我便感觉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涌入自己体内 二次职业觉醒概率提升40% 目前觉醒成功率90% 看到面板的提示 我眉头微微皱起 这90%的概率看起来是很高 但我现在是要用四枚神级 二转觉醒时来觉醒 这相当于我得接连突破五次 这概率乘下来 我完全突破的概率 也只有59% 突然我又想起来 自己在击杀半神深海恐惧的时候 同样抱了一枚灵魂余境 当即将那枚恐惧的灵魂余境取了出来 与恶魔大公的灵魂余境是实体不同 深海恐惧爆出来的灵魂余境是一团灰雾 我能从雾中感觉到类似古神的力量 是否消耗恐惧的灵魂余境 来提高二次职业觉醒的概率 注意该灵魂余境来自于古神 向古神寻求力量需要付出同等的代价 我瞧见那晚出现的提示 忍不住笑出声 巧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白飘古神 随着恐惧的灵魂余境化作灰色光芒 进入我体内 宿舍中忽然被浓雾笼罩 下一刻我看到房间中出现了一个 自己看不模样的人影 一道张员有些熟悉的诡异声音 在房间中响起 等价交换 如季然 卧槽 又是你 那古神虚影话说到一半瞬间就破防了 他当即张牙舞爪的扑向我 随后我体内亮起一道金光 再次将古神虚影给弹飞出去身形消散 宿舍中的浓雾渐消散 我耳边响起古神虚影冰冷的声音 人类无的力量没那么好 如导着 我很快就会回来 伴随着诡异声音落下 宿舍中的浓雾消散 一切恢复如常 我面板上出现了新的提示 二次职业觉醒概率提升 目前觉醒成功率百分之百 看到自己觉醒的成功率变成了百分之百 立刻将古神的威胁抛之脑后 反正我有个神话任务 就是击杀三个古神 就算那个古神不找过来 我早晚也得找过去 那古神过来正好免去了我长人的工夫 这是我的面板上出现新的提示 由于可使用神级觉醒石过多 请选择一枚觉醒石作为核心觉醒石 注意 选择不同的觉醒石作为核心 最终觉醒的职业也有所不同 我沉吟片刻 最终决定用失落的神级二转觉醒石作为核心 一来 在这四枚神级二转觉醒石中 只有这枚觉醒石上描述了可作为核心觉醒石使用 二来 这枚神级二转觉醒石中蕴含的可能是雪儿的力量 雪儿作为高位格的神秘 用他的力量作为核心绝对不会错 随着选择完核心 四枚神级觉醒石变化作颜色不同 气息不同的光芒涌入我的体内 我顿时感觉自己的气息爆炸 觉醒成功 鬼神剑主进阶为鬼神剑王 第一枚神级觉醒石附加属性 鬼神剑王进阶为暗影剑帝 第二枚神级觉醒石附加属性 暗影剑帝进阶为暗影剑神 第三枚神级觉醒附加属性 暗影剑神进阶为永恒剑神 核心神级觉醒石附加属性 永恒剑神进阶为剑星天君 随着觉醒完成 我整个人的气息骤然变得无比恐怖 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张元 称号诅咒王 职业剑星天君 等级60 力量358055 敏捷2545155 精神1230708 体质2545155 职业特殊属性 暴击率159% 暴击伤害1590% 我看到自己觉醒后 精神力直接突破了1000万 满脸震撼 要知道100级的半神正常四维属性也就1000万 而我现在才60级 这还没说自己还有不少增加属性和伤害的技能 在二次觉醒后 我不需要任何技能和命做增幅 自己的常态实力就已经是半神级别 不愧是四枚神级二转觉醒石带来的增幅啊 我笑着继续查看自己的技能变化 剑星领域10级 消耗精神力展开 剑阵领域剑阵半径最大10公里 剑阵内暴击伤害增加3000% 自身和友军伤害提升100倍速度增加200% 剑阵内的友军免疫所有伤害 命做加一所有装备品质提升一截 此技能无法被沉没 天地为剑10级 随心所欲天地万物皆可为剑 攻击直接斩杀生命值少于50%的目标 可将斩杀效果附加给任意数量的友军 平须域空10级 可脚踏虚空平须而立 飞行当中剑阵影响范围扩大500倍 乾坤一念10级 可将精神力转化为力量敏捷和体质属性 转换增幅为100倍 一剑破万法10级 所有飞剑攻击可蓄力 根据蓄力时间至多提升1000被伤害 当剑一巨势达到巅峰 无视任何琐血效果 剑影无踪10级 剑阵内所有飞剑可顺应 天和一剑一级 以天地万物之灵气凝聚一剑 从天而降 以剑道之威 对百倍剑阵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巨额规则伤害 此技能可用剑一巨势蓄力 且攻击到剑阵范围外的敌人时 同样视为在剑阵内 所有的技能全部获得纠集大家强 如果让我评价自己现在的技能 那只能用无敌二字来形怒 而且我的提升还不仅如此 除了第七命座以外 我的基础的六个命座同样有了巨大变化 命座一剑军 剑阵生效半径变为100倍 命座二剑意 展开剑星领域不再消耗精神力 剑阵内自身与友军精神力消耗减半 持续恢复精神力 敌人持续减少精神力 且敌人既能冷却时间增加百分之百 技能消耗增加百分之百 命座三剑五 剑星领域内敌人持续减少体力 自身与队友持续恢复体力 且友军每10秒获得一次进化效果 清除自身负面状态 命座四剑胎 剑星领域内每攻击一个敌人 剑阵内其他敌人会受到百分之百的剑射伤害 命座五剑星 剑星领域内自身与友军的攻击必定暴击 暴击率双倍转化为暴击伤害 暴击伤害额外增加百分之五千 命座六剑星 剑星领域内自身和友军无视敌人防御力 若自身四维属性总和超过对方 攻击时额外结算一次伤害 命座七剑岛 以诸神之力构筑无敌剑岛 可吸收或夺取神明的力量 根据神明力量不同获得不同效果或技能 若拥有七位以上神明的力量 孕育神格神格力量增强 现在的我虽然没有神格 但已经和神明没多大区别了 我见证一开举国飞升 输出辅助防御全部拉满 我对自己二转突破后的职业相当满意 日后若是深渊大举入侵 我只要往前线一站见证一堆 大厦帝国所有职业者人人变成小张元 大家都开挂那就等于都我没开挂 看来我是要创造一个没有挂的世界啊 我自言自语笑着在宿舍中洗漱一番后 便离开宿舍前往学校中的传送中心 前往大厦帝国在深渊战场中的最前线兵戈长城 如今我已经二转自然是要试试威力 而在深渊战场的那些怪物 自然是我的最佳事件对象 我刚从兵戈长城的传送阵中走出来 便听到城中一片嘈杂哀嚎声四起 快快 还能战斗的人去城墙的顶住 不要让深渊怪物冲进来了 治疗师 我们这里需要治疗师 东边防线猎魔炮充能过载 工程师快来 西边城墙八十级的深渊boss 请求支援 兵戈长城内 源源不断的伤员和尸体从城墙上抬下来 城内的治疗师们不断给治疗和复活忌弱 补充精神力的药剂 空瓶堆成了小山 见到城中这一幕我眼神微微一鸣 立刻飞到高空 只见兵戈长城外 宁无为正领着一众精锐士兵 抵挡着大波深渊怪物的进攻 远处深渊怪物乌鸦鸦一片 根本就看不到边 而人类这边的防线则是在节节败退 兵戈长城的节界已经被攻破 所有灭膜炮全部过在冲门 不少可以飞行的深渊怪物 已经绕过了宁无为等人的方向 冲上了城墙撕碎城墙上的法师 不少职业者拼了命去将同伴尸体 从深渊怪物口中抢回来 并送回城内交给治疗师复活 可治疗师们早已到了极限 等待复活的尸体已经堆积成山 而侥幸复活的职业者们甚至都没法休息 便要继续上城墙 整个场面无比惨烈 我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眼神变得坚毅起来 将剑星领域展开 轰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我脚下扩散而去 瞬间覆盖住整个战场 浴血奋战的战士们发现身上突然增加的光环 进阶一阵惊骇的看向高空 大家快看是原神 剑星天君 我刚满18岁就靠着开挂匹敌神秘 不仅一剑可以展出16位数的伤害 而且技能半径更是高达10万公里 如今正好赶上深渊大军大举入侵华夏 我一现身整个兵戈长城都沸腾起来 越来越多的职业者看向天空眼中净是激动 自从我在兵戈长城以一己之力 灭了深渊怪物的一个军团后 便在兵戈长城中留下了传说 我落地后直接展开剑阵覆盖方圆数十公里 大家马上发现一个新兵 虽然被一只魔犬死死咬住脖子 但是他周身亮着淡淡金光 周围的魔物都没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那小子怎么开挂了 他怎么无敌了 与此同时 又有老兵发现本来攻刀防高血后的深渊怪物 此时全都变成了脆皮 他们一刀一个 怎么回事 我攻击力怎么这么高啊 我知道了 大家快看自己的状态了啊 这是张神给我们的增益 这什么增益 我居然解锁命货啊 我低天啊 碾伤进化持续恢复精神和体力 必定暴击暴伤加百分之五千 无视敌人防御力 我这么直接开挂 这就是原神了 一个技能让咱们都变成了小原神 哈哈哈哈 战斗手 开挂的机会可不多 大家赶紧冲 随着第一个职业者发现自己身上的状态 越来越多的职业者们也注意到了自己的状态 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更有一些好战的职业者当场发狂 趁着我的家常还在 提着砍刀便冲进魔物群中开启了无双 一时间魔物大军就如同麦子一般被收割 战士们一刀砍一个 法师们丢一个技能就死一大片 后方的治疗师们重振雄方 治疗术和复活术像不要钱那般狂丢 那个被魔物包围的 正惊恐呼救的新兵弹子 此时也注意到身上的状态 他当即给了正咬住自己脖子的 深渊魔犬一巴掌 我都无敌了你 特么还有 那深渊魔犬被新兵一巴掌扇猛 可他还没来得及对新兵字牙咧嘴 就被那新兵一脚踹翻 然后被一刀截裹了性命 哈哈哈哈 我就是战神 你们这些深渊砸碎一起上吧 新兵自信心大者 直接在魔物群里开启 无双宛如一个战神 在我现身的这一刻 战场局势瞬间逆转 深渊怪物群之中 周身浴血的宁无尾 叫我一出现就改变了战场局势 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 小子干得不错 说把他握枪横扫 方言百里的深渊怪物 全都如同麦子般倒下 见状我立刻落到宁无尾旁边 招呼道 宁教官 宁无尾甩掉枪尖的鲜血 对我笑道 小子一段时间没见 真是越来越强了 你怎么突然到前线来了 万战神不是让你好好休息吗 我刚二转觉醒 就想来深渊战场试试剑 听到我的话 宁无尾瞳孔微微一锁 一脸不可置信地问我是怎么做到 他记得自己四十岁时 才成功二转觉醒 即便这样当时都是 大厦帝国最年轻的一批二转职业者 可现在我才刚满十八没多久 文言我轻松地回答 很简单 从京都城一路刷怪刷到玉龙雪山 然后杀一些一百级的半神boss 然后就升到六十级了 宁无尾听后直接压麻呆住 都是我的一点属性 大家多杀一只怪我就要少加一点 宁无尾回过神来了 将我拉入军团 随即将军团长移交给我 见自己直接就变成了军团长 我不由一论问他这是干啥 你如今是将级 已经有资格担任军团长 军团长率领军团打赢战役 是有军功的 这一场战役能赢下来全都靠你 这军团长自然由你来担任 不必推辞 听到宁无尾这番话 我也没再推辞 开始查看面板上多出来的军团长权限 一个军团长的权限有很多 除开最基本的拉人和替人权限以外 还有分配BUFF布置战阵 分配军功等一系列权限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我最在意的是 军团长居然还有经验分配的权限 不仅可以让一个人独享所有军团经验 也能让军团中任何人都无法获得经验 看到这个权限我心神异动向宁无为问道 宁教官 如果我把自己的经验获得比例调为0 然后将我击杀怪物的经验全部评分给军团人 是不是我只要在军团中 不管我杀多少怪都没法获得经验 宁无为点头说是的 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军团长这么做 毕竟没人会嫌经验多 目前军团默认的是暗团队贡献获取相应的经验 那我就来当时上第一个这么做的军团长 说着我便将自己的经验获得比例调为0 然后让其他所有人评分所有经验 宁无为看到我这个举措瞳孔微微一缩惊到 张元 你该不会又要复刻上一次你在兵哥长城做的事 是的宁教官 我有一个技能在大夏帝国中不方便用 这深渊战场面积广袤怪物又多 正好让我试试那招 话音落下 我便将剑阵范围控制到使用天河一剑 也无法波及到打下边境的程度 随后使用技能天河一剑 轰隆一声巨响 深渊上空有一声惊雷乍响 整个深渊战场风云色变 兵哥长城外本来杀得正欢的职业者 进阶停下了手中动作不约而同的太像天空 大家都能感觉到 空中似乎有一个异常恐怖的东西在承袭 此时无穷无尽的元素之力从天地八方汇聚而来 在我上方凝聚出一个巨大的金色漩涡 耀眼的金光照亮了昏暗的深渊战场 此时在深渊大军后方 负责领军的恶魔大公戴伦和另一位身穿红袍 长得像吸血鬼的恶魔大公克拉里 也都注意到了天空中的金色漩涡 戴伦眼睛微微眯起随即意识到什么 嘴角勾起一抹微妙的弧度 随即装作一脸害怕的样子对一旁的克拉里说道 克拉里 人族似乎在准备一个不得了的技能 我们该撤了 克拉里轻烈地扫了戴伦一眼说道 戴伦你这是怕了吗 魔龙王下令让我等攻克大下的兵戈长城 如今军令还未完成 我们如果现在退兵的话 你拿头去给魔龙王交代吧 现在退兵我们至少能活下来 你要是继续投影 那你只有死路一条 听到戴伦这番话 克拉里眼中轻烈越浓 戴伦啊 你果真是一个废物 上次你攻略不驱长城失败 王为了让你将攻不过 才让你来当我的副将 结果人族稍微上点强度 你就开始打退堂 你要是这么耸 就赶紧从七大弓的位置上滚下去 让更有能力的恶魔上位 克拉里 你要是这么有能力 那你去把人族那个技能破了 让我看看 这有什么难的 人族能搞出这种动静 肯定是一大群阵法师在后方合力使用出来的 我只要去将他们的阵法师杀掉 天空中的那技能不攻自破 人类就是这样的生物 他们个体孱弱 想要抵挡我们恶魔就必须要联合起 但他们的联盟是脆弱的 我只需要杀其中一部分人 其他人自会向我下跪求牢 戴伦你就在这里好好看 我是怎么攻破人类防线的吧 克拉里话音落下 便是化作一道黑雾向兵戈长城方向顿去 戴伦看着克拉里远去的背影 他眼睛中伪装出来的愤怒逐渐变为细血 真是一个蠢货呢 死到临头都不知道 那漩涡明显就是张元的技能 那家伙现在连幻觉魔神都能杀掉 现在连魔龙王都不敢轻易出深渊了 你还送上门去 也好 多死一个大功和我竞争的家伙就会少一个 戴伦笑着 随即便是化作灰雾钻入后方的深渊入口 离开了战场 此时兵戈长城外 一脸震撼的宁无为看着高空那金色漩涡 忍不住向我问道这是什么技能 天合一剑 我的职业专属技能 画一落下天空金色漩涡中 慢慢落下一把金色的巨剑 恐怖的剑气席卷天地 在这荒芜的深渊战场中形成剑气风暴 而就在这时深渊入口方向 涌来一股极强的恶魔气势 宁无为向深渊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红袍的吸血鬼 向这边急速起来 宁无为眼神微微一扁 立刻对我提醒道 张元小心 那是恶魔大功克拉里 无所谓 天合一剑以成形神来的也没用 我笑着回了宁无为一句 甚至都没正眼去瞧起来的克拉里 控制天合一剑落下 同时使用技能剑影无踪 剑阵内所有飞剑可顺影 一剑破万物 所有飞剑攻击可蓄力 根据蓄力时间 至多提升1000被伤害 当剑一剑是达到巅峰 无视任何锁削效果 龙神立场 可消耗精神力 让所有蓄力技能变为顺法 高空中的天合一剑骤然消失 而面带笑意的克拉里 此时已经飞到兵戈长城外 大笑道 人类在本宫面前颤抖了 轰的一声克拉里话还没说完 一把长达千丈的金色巨剑 轰然落到克拉里的后方 恐怖的剑气向四周席卷而去 金色巨剑附近的深渊怪物们 包括克拉里在刹内间被融化 甚至远在深渊战场边缘的不去长城 此时也能看到天边亮起的金光 深渊战场的天空变成了金色 在兵戈长城外的 数百万深渊大军杀内间湮灭 而天合一剑所爆发的剑气 还在向外扩散 所有触碰到金色剑气的深渊怪物 甚至都没来得及感受到痛苦 便是原地融化 兵戈长城内几十万的职业者们 此时全部陷入呆滞状态 他们沐浴在金色的光芒当中 看着自己经验条疯涨几秒钟就剩一几 整个兵戈长城 超五十万的职业者们 所有人的面板都快被刷爆 天合一剑爆发的剑气 最终停留在不去长城的结界外 然后缓缓消散 而偌大的深渊战场 在这一刻竟然变得空到那了 看不到一只深渊怪物 自从深渊降临世界以来 人类就从未想过 深渊战场有被清空的那一天 伴随着金色巨剑消散 深渊战场的天空难得变得清澈 整个兵戈长城此时安静到极点 他们所有人等级 全部都提升到了七十几以上 五十万个七十几以上的战斗类职业者 这是如今大夏帝国 根本就不敢想象的数字 这一刻 大夏帝国的国力 甚至超越了三十年前的巅峰大夏 而创造着奇迹的我 此时正乐呵呵地 看着自己深渊王者家的属性 笑得合不容嘴 随着天合一剑砸下去 我靠深渊王者 直接刷了三千多万的四维属性 再加上装备的属性加成 我的四维属性全部破译 精神力更是接近三亿 我此刻还未成神 但我的属性 已经正是超过了等级一百 下位魔神血 此时的我就是真正的陆地界限 当我还沉浸在 暴刷属性的喜悦感中的时候 经历了长久沉默的兵戈长城 忽然爆发出了今天的欢呼声 张神万岁 元神万岁 大量兴奋激动的职业者冲向我 一边将我抛到天空 一边高喊着我的名字 这一剑不仅暂时清空了 深渊战场的魔物 还清空了大厦帝国的阴霾 这一日起 坐拥五十多万七十级战斗类 职业者的大厦帝国 不再惧怕深渊 我刚满十八岁 就成为了各个国家所争抢的目标 甚至不惜变卖一半的土地 也只是为了借用我一段时间 只因在这个深渊怪物肆虐的时代 我不仅可以一见 弹出十六位数的伤 而且技能覆盖面积 更是达到了恐怖的二十万公里 自从前不久 我一见盪平深渊战场后 便成为了大厦帝国活着的传奇 铃声也响彻世界 世界其他国家高层纷纷向大厦致电 要借我去他们国家清扫深渊怪物 不过他们的请求 却被大厦伯老强硬拒绝 如今我回到零号宿舍找到了牛婆婆 准备挑战试炼副本 臭小子你就不能歇一会儿 你才在深渊战场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回来就要进行深层试炼 我黑黑一笑随即诱倒 我已经六十级了 现在应该能直接住到第五层了吧 按理说是的 但现在我只能给你准备升到第四层的试炼副本 为什么 你也知道 最近零号宿舍楼进行了几次大修 宿舍已经变得破破烂烂 或许是星之神看不下去了 他降下了神力 给这零号宿舍楼进行了全面升级 现在宿舍楼还在升级中 第五层没法开放 文言我尴尬的笑了笑 庄作不知道这零号宿舍是因为自己才大修的 然后问牛婆婆得升级多久 短则一个月慢的话两三个月吧 好吧 那我就先去挑战第四层的试炼副本吧 说把我走进试炼副本漩涡 然后又被传送到了一个密闭的房间中 看到熟悉的房间 我心中顿时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下一秒欢愉之神的声音响起 喊了我一声小圆子 我不由叹了一口气过来 然后纹身看去 只见欢愉之神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房间中的凳子上笑呵呵的看着我 说一起来玩游戏 看到欢愉之神脸上的笑容我不由道 所以乐子神 你是一定要来给我的试炼副本捣乱吗 欢愉之神微微调整坐姿 交叠的双腿交换了一下位置继续道 你怎么能说捣乱啊 我这是来给你增加奖励的 这试炼副本对你又没难度 你进去刷刷两下就通关了 那有什么意思 我就喜欢刷刷刷通关 说实话你之前准备的那几个副本 我也没觉得有多有趣 欢愉之神器的站起来 小圆子 你竟敢说伟大的乐子神设计的副本没意思 你这是在亵渎神明 然后呢 好好好 被偏爱的人有恃无恐对吧 欢愉之神见我一点表示都没有变得 锻造之神马上就要把神器打造出来了 我本来还想等某人通关这试炼后就带他去炉香的 但现在看来他似乎不是很想要的神器 他想要 他如果真想要的话 就会说一千遍美丽的乐子神啊 我错了 文言我无语地愣在原地 欢愉之神见我不说话便开口说道 那我走哦 我嘴角微微一抽 美丽的乐子神啊 我错了 还有999遍 美丽的乐子神啊 我错了 美丽的乐子神啊 我错了 这才对吗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我就一次在循环的那句羞耻的道歉 我感觉自己嘴皮子都快说破了 但欢愉之神竟然是一点都不逆文 硬是一字不落地把那一千句道歉给听完 等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整个人都有些麻木 欢愉之神呵呵一笑随即道 那本女神便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副本的游戏规则吧 这个试炼副本有四个玩家 除了你以外 还有我小睡以及火焰疯婆子 听后我不由一惊 三个女神 你这是要干什么 听我说完规则吗 欢愉之神白了我一眼继续的 这次的副本是一个大型城市 这个城市被分为多种不同的区域 包括但不限于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 我们玩家必须按照特定路线在城市中前进 而且前进距离需要根据投投资来决定 在这副本中 我们每个玩家都有一千万的初始资金 并且每个玩家都可以花钱在这城市中购买各种无主的设施或者地盘 一旦玩家停留在其他玩家地盘上 就会被地盘的持有者收取各种罪名 在这城市某些地方还存着特殊任务 副本还会不定期出现各种事件 总之玩家要做的就是应掠夺其他玩家的资金 保持自己资金增长 当一个玩家资金为零或者变成复述后游戏结束 资金最多的玩家获胜 说到这里欢愉之神自信一笑 小圆子怎么样 我精心设计的这个副本怎么样 是不是超级有趣 这不就是大富翁吗 我心想这种游戏在我前世的时候都完美了 欢愉之神疑惑地问我什么 我笑了笑说没什么 然后转而道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快开始了 欢愉之神也没多想兴奋地搓了搓手 好嘞 随着欢愉之神话音落下 周围画面一转我便来到了一座虚拟的京都城 不过与京都城不同的是 副本中的这座城市悬浮在虚空当中 而且被神力分割成了几百块独立的区域 而且每块区域位置都被随机打乱 每一块区域都独立地漂浮在虚空中 依靠欢愉之神的神力凝聚的道路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棋盘 我所在的区域 正是被放置在棋盘70点的京都大学 与此同时 我面板上也出现了以京都城为模板的副本地图 地图上对京都城各个区域的功能都有详细的介绍 总的来说 绝大部分区域都是可以购买和升级的 不同区域的地皮购买价格不同 能像其他玩家收取的过路费也不同 在京都城中心还有着一块标红的区域 那块区域地皮购买价格最高 不过能收取的费用也是最高一看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除了可购买的区域外 地图上还有着监狱银行医院 以及各种标注了神秘事件的特殊区域 看得出来 欢愉之神为了设计这个游戏用了非常多的心思 不过他心思用得再多 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大富翁棋盘游戏 只不过游戏棋盘是被分割开来的真实城市 我看完副本地图 忍不住对欢愉之神吐槽的 乐子神 你就不能自己设计一座原创的城市吗 直接套用京都城这也太敷衍了 拜托 设计游戏规则很烧闹 如果再让我原创一个地图 真的会累死神的 你就将就着用 欢愉之神反驳了一句随即拍拍手的 游戏准备就绪 请其他玩家入场 随着欢愉之神开口 我便感觉到副本中有大量水元素汇聚 随后穿着深蓝色长裙的小睡在副本中出现 张员你好啊 小睡笑着向我打了一声招呼 这时我又感觉到炽热的火元素扑打到自己脸上 一团树米高的火焰在副本中燃烧 随后穿着白色连衣裙的火之女神 从火焰中走了出来 我当即向两人打招呼 小睡 火之女神 晚上好 火之女神向我微微点头 她扫了一眼周围的环境 随即看向欢愉之神 乐子神 你说过我能在这副本中进行一场畅汗淋漓的战斗 这应该不是在骗我的吧 你放心 肯定能让你战斗爽的 欢愉之神呵呵一笑继续道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 如果还不清楚规则 可以自行在副本面板中查看 说吧 最后投了个1 火之女神 见自己摇到了最低的数字 略为有些许不爽 不过既然是游戏规则 她倒也没说 转而看向我说 小子该你了 我倒也没废话 直接拨动头子投出12 欢愉之神见到我投出的数字笑道 看来行动顺序已经确定 小原子第一个小睡第二个 我第三个战斗狂第四个 我在最后强调一下规则 只有上一个玩家结束回合后 下一个玩家才可以行动 不过为了防止你们无聊 在等待期间 你们可以在区域里自行探索 里面有怪物和宝箱 你们或许能找到一些有用的小道具 火之女神提出质疑 乐子神 这副本是你设计的 那你肯定也知道 那些隐藏道具在哪里 你参加这个游戏 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欢愉之神笑道 这个就放心吧 为了确保去卫星 关于道具的制作和放置 我都交给新之神了 我也不知道这地图里藏着些什么 小睡又问道 那奖励呢 如果我们赢了游戏有什么奖励 欢愉之神笑道 小睡你要赢了 我把未来十年市面上出的 所有游戏都给你包了 并且小原子免费 当你一个月的陪我 没等我回答欢愉之神 便直接道 小原子游戏开始了 快投头子 我本想对乐子神两句 可当看到小睡那一脸 期待的眼神后 最终还是没忍心 说出口窝动头子 这一次我投到了吧 随后整个人被一团光包裹 被传送到了第八块区域 一个住宅区 已到金华小区 是否花费一百万购买此地皮 购买此地皮后 在此地皮停留的玩家 将向你支付十万过路费 看到面板给的提示后 我想也没想直接拒绝了购买 身为把大富翁都玩腻的老玩家 我在游戏开始前 就已经想好该怎么赢下这局游戏 在这副本中 最便宜的一块地都要一百万 而我的初始资金只有一千万 如果见地就买的话 买不到多少块地钱包就得被榨干 而这京都城被分割成了超五百块区域 我丢十轮头子 最多也就走完气盘五分之一的路程 这期间就算把现金全满地 欢愉之神他们踩中 他地盘的概率相当低 而且就算欢愉之神他们倒霉到家 真才中了我的一块地盘 因为我买的地盘没有升级过 他们也就付出十万过路费 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解渴 没有知道这副本里是存在各种特殊事件的 万一后续出了一些扣除资金的事件 让我资金变为负数那游戏就直接结束 这游戏如果想赢 必须先等到副本中的各种事件发生 或者买到商店中售卖的关键道具卡 然后再制定相应的计划一回合定乾坤 简单来说就是得看情况玩脑子 我结束了回合 转身看向副本初始点的欢愉之神轻笑道 乐子神啦 虽说这游戏是你创造出来的 但今天就让你好好体会体会 资本家的险恶吧 玩过大富翁的都知道 前期不能一股脑的疯狂买地产 否则到达中期遇到点变故极容易破产 而此时我就被三位女神邀请进入了这场游戏 输了就要在接下来一个月内 完成对方提出的任何命令 殊不知他们所创造出的这个新游戏 我早就在蓝星玩腻了 可三位女神由于是第一次玩这种游戏 还在乐此不疲的疯狂购置房产 这时我投掷完头子 刚好来到了水之女神的地盘 小睡见状当即兴奋的说道 哈哈张远你踩到我的地盘了 而我并不在意这点得失 笑着回到是自己运气有些不好 对了 你刚才为什么不买地盘 这个游戏不是买的地越多越好吗 我觉得地盘太贵了 乱买地的话资金撑不了多久 小睡并没听懂我的暗示转道 可我看游戏规则 每个五回合 银行就会按照大家拥有地盘的多少来发放利息 第一名能有两百万 最后一名可只有五十万 你不买地盘的话钱只会越来越少 我还是觉得太贵了 小睡依旧不理解我这个想法 不过他也没评价什么转而继续投掷投资传送离开 动脑子不好意思没有脑子 接下来几个回合 小睡火之女神和乐子神三个都是走一步就买一个地盘 而小睡的运气爆表 火之女神和乐子神他们都不幸踩中了小睡买的地 向小睡上交了过路费 这期间我依旧什么地都没买 只在自己的区域中搜寻宝箱 不过五个回合下来除了杀了一些怪爆了点钱以外 其他什么事件都没处罚 五个回合过后银行发放利息奖励 小睡赚钱地盘最多得到二百万 火之女神和乐子神并列第二个字得到一百五十万 而一个地产都没有的我排名最后只有五十万 不过由于我什么地都没买 加上杀怪爆的金币 我的现金足足有一千一百万位列第一 小原子你这是什么玩法 这时欢愉之神的投影出现在我的旁边 你是不是还没有理解游戏规则 以为现金多就赢了 咱们购买的地皮也算是资产的 要是现金归零地皮是可以八折抵债的 你这样玩是赢不了的 那我们来打个赌怎么样 你要赌什么 就赌这场游戏 是我赢还是你们三个女神赢 欢愉之神听到我这番话顿时来了兴趣 口气还挺大我接了 既然是打赌那就得加个彩头 你要是输了你就去帮我找一个神明过来赐服我 听到我这句话欢愉之神笑了 要是他一个人和我比输赢 他或许还会犹豫一下 毕竟这是一个运气游戏输赢不一定 但我赌的是一个人对抗他们三个女神 而且我到现在一块地皮都没买 更何况这个游戏是他设计的 没有人比他更懂这个游戏 在这种大优势下 他根本就没想过自己会输 自认为胜券在握 欢愉之神笑容变得灿烂 没问题 那如果你输了 接下来一个月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去干什么 而且不能要求索取任何报酬怎么样 听完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赌约已成耍赖的是小狗 咱们游戏继续吧 欢愉之神说吧 他的投影便离开了我所在区域 我再一次丢头子这一次丢到了6 而距离我5格的区域便是京都帝国交易所 也就是这游戏副本中的商店 一路过商店可以购买道具 商店道具随机刷新每次最多购买三个道具 看到面板提示我不有感慨一声 终于到商店了 我立刻打开商店 6张拥有特殊效果的道具卡出现在我面板中 我快速扫了一遍商店中的道具 嘴角不由勾起 此刻我的脑海中已经勾勒出胜利的蓝图 转向卡 让三格内任意一个对象改变移动方向 价格15万 超级果冻墙 将6格范围内任意一个区域变为果冻区域 触碰到果冻区域的玩家向后退两格 价格10万 超级导弹 向另外三个玩家发射导弹 将他们炸到医院住院三回合 价格100万 看完我直接花了125万巨资买下这三张道具卡 然后我便被传送到交易所前方的一块区域 20万过路费 这一次我选择购买地皮 这片区域顿时升起了金色的剑气 欢愉之神见我终于开始购买地盘 笑着调侃道 小原子你现在开始购买地皮 终于理解游戏规则了吗 虽说我们都跑到前面去了 你买的这块地收不到我们过路费 但你好歹也算是有一个不动场 你继续加油吧 我看着一脸自信的欢愉之神 只是呵呵一笑耐心等到自己回合开始 待火之女神结束回合后 我对自己使用了转向卡 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又一次变为京都帝国交易所 欢愉之神见我使用道具卡再次笑道 你这是要干什么 那后面全是我们买过的地 你是嫌自己钱太多 要给我们交一点吗 不过欢愉之神话音刚落 他便看到我又使用了果冻卡 将帝国交易所区域后边那一格区域变成了果冻区域 然后我又掏出了超级导弹道具卡 欢愉之神见到这一幕不由一正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眼神微微一变 小原子你想干什么 当然诈飞你们了 话一落下我便是使用超级导弹卡 一个夸张的火箭筒出现在手中 转身我用火箭筒锁定前方的欢愉之神 小帅和火之女神 直接发射导弹 轰了一声巨响三枚炮弹从火箭筒中飞出 砸中三个女神各自所在的区域 随后他们三个便直接被传送到了京东医院区域 三回合不能行动 然后我开始扔头子 扔出十二点再一次经过帝国交易所 我扫了一遍商店 看到商店里刷出了两张果冻墙 以及一张查账卡 脸上挂起了邪恶的微笑 查账卡 从指定玩家手中获得15%现金 价格20万 我当即吃40万巨资 购买了两张超级果冻墙一张查账卡 然后继续前进 紧接着就碰到帝国交易所后方的果冻区域 被强制弹回两格 我在被回弹的过程中 再一次路过商店 此时商店中又刷新了一张查账卡 两张新的道具卡片 传送头 将任意玩家传送到指定区域 价格50万 扶神卡 购买此道具后扶神附身三回合 停留在几方地产时免费升级区域一次 价格50万 我花了120万买了这三张道具卡后扶神附身 回退到自己购买的地皮中 扶神效果生效 京都国贸商业区免费升级 过路费提升至40万 是否消耗100万升级京都国贸商业区 我再次升级后京都国贸商业区过路费提升至80万 由于其他玩家住院 继续你的回合 距离其他玩家出院还剩两回合 我呵呵一笑 对乐子神和火之女神用了查账卡 抽取他们15%的现金 然后便在三位女神目瞪口呆的注释中 又一次在帝国交易所后方区域使用了超级果冻卡 然后我的面板中 再一次打开了商店页面 三个回合我一直在重复着路过商店 购买道具 升级以购买商业区的过程 最后京都国贸商业区过路费提升至1280万 我取出了三张传送卡 看向医院中现金已经快被自己吸干 毫无游戏体验的三个女神笑道 好了游戏结束 小水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张元你果然好厉害 火之女神则是看向旁边猛逼欢愚之神 吐槽道 乐子神这就是你设计出来的游戏吗 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 还有你说的畅快淋漓的战斗在哪里 欢愚之神精神有些恍惚呢难道 不对啊 这游戏不是这样玩的 城市核心区都还没到隐藏任务也没处罚 城市事件也还没开始 怎么就要结束了 欢愚之神想破脑袋都没想到 自己精心设计出来的游戏副本 内容都还没有展现出十分之一来 就直接被我给诉通了 她看着我那一系列行云流水的操作 感觉自己设计出来的游戏 跟我玩的游戏是两个不同的玩意儿 下一刻我手中的三张传送卡亮起光芒 化作三道光 笼罩住了刚刚可以出院的三个女神 将她们一起传送到了满级的京都国贸商业区内 三个人当场被收取1280万的过路费 她们的现金清空房产全部倒卖 道歉了我几百万 游戏结束胜者为张元 获得星神之十一枚 随着面板上出现副本通关的结算画面 彩色的星神之十出现在我面前 周围的城市棋盘消散 我和三个女神一同回到了密闭房间 乐子神院赌服输 你可别忘了答应我的事 知道了知道了 之后我会给你找个神来赐服你的 火之女神听到欢愉之神的话 微微挑眉向我问道 你想要神明赐服吗 文言我立刻向火之女神行礼 是的 我有特殊命座 能接受多位神明的赐服 等及其足够神明赐服 我就能凝聚神格 火之女神听到我的话 他眼中顿时涌现赤热的战役 随后他掌心涌出一团火焰送进我的体内 获得火之女神赐服 第七命座见到强化 赤热之魂 造成伤害提升五百倍 随着火之女神浩瀚的火元素涌入我体内 自己便感觉自己浑身上下都充满着力量 有用不完的劲 我是万万没想到 火之女神就这么把神明赐服给了我 而且赐服的效果还如此简单粗暴 顿时面露喜色道谢道 多谢火之女神 欢愉之神见到这一幕脑瓜子一转 立刻将副本的事抛到一边对我笑道 小原子 既然火之女神把赐服给你了 那咱们赌约可就两清了 没等我回答 火之女神便是直接戳破了欢愉之神的妄想 乐子神 我赐服张元与你无关 你见张元的神明赐服该还的还是要还 尽快给他找到新的神明赐服 欢愉之神脸上的笑容顿时将助 火之女神又对我笑道 虽说今天没有打到酣畅淋漓的战斗 但也算是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我期待你成神的那一天 然后咱们再全力打一场 我笑着向火之女神行礼说一地 火之女神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小帅 小帅我们该走了 小帅点点头对我说的 张元下次我们在一起玩游戏 张元拜拜乐子神拜拜 今天我玩得很开心 我也笑着回应他好的 这密闭房间中 此刻只剩下了我和欢愉之神两人 乐子神 心情好点了吗 要不我再陪你正常玩一下这游戏 算你还有良心 欢愉之神白了我一眼随即到 虽说你这么速通我的副本 有点打击到我 但你能做到这样也是你的本事 不得不说仔细想想 你速通我的副本 也算是另一种乐子 不过我短时间内 已经不想玩了这游戏了 走吧我带你去炉香 断造之神打造的绝世神器 终于要出世了 当我一进断造之神的宫殿 便听到了震尔玉龙的垂击声 每一次聚垂落下 整个宫殿都会被金色的火花照亮 随后便有一股恐怖的神威席来 原来断造之神 说的锻造出比肩天空调的神器 不是在吹牛啊 是吧是吧 我一开始就看好打铁了 它肯定是能锻造出好神器的 此时欢愉之神呵呵一笑 随即对我说道 现在神器锻造已经到尾声 打铁的肯定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神器最后的打磨上 咱们要不去它的宝库逛过 闻言我眼中闪过一丝差异 锻造之神不是早就禁止 你和狗进入它的宝库了吗 瞧你说的这话 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到 高一齿磨高一杖吗 区区锻造之神的结界 怎么可能拦住 你跟我来就是 我见状连忙跟上去低声道 乐子神 人家锻造之神正给我们打造神器呢 咱这样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放心 包发现不了的 欢愉之神笑着取出一把 半透明的金色钥匙 你瞧瞧这是啥 我一正立刻查看金色钥匙的信息 神级道具万能之药 门之神的至宝可开启任意的门 这可是我从门神那里顺来的神器 在这天底下 只要是门 不管那门被施加了多少结界 都会被这样是打开 不是姐妹 你这样到处偷人家的神器 真不会出问题吗 请注意你的措辞 我这不是偷只是借一段时间 要还的 什么时候还 被抓到后 在和欢愉之神扯皮的时候 我们又一次来到了 锻造之神的宝库 此时宝库大门紧闭 门内门外都涌动着 极为恐怖的结界气息 看起来是欢愉之神 上次尝试潜入宝库后 锻造之神便又加固了宝库的结界 哼哼加多少结界都没用的 小原子帮我放风 欢愉之神哼哼一笑 走到宝库前 将万能之药插入锁口 下一秒 万能之药亮起淡淡的光芒 随后那光芒扩散至整个宝库 随着一声脆响 宝库门锁被打开 所有结界全部消失 欢愉之神兴奋地搓了搓小手 推开宝库大门正要探头进去 一只巨大的手便 突然将欢愉之神给拎了起 乐子神你就这么喜欢 往我的宝库里钻 完全受化 高达六七米的锻造之神 将欢愉之神拎在半空中 沉声问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欢愉之神见到锻造之神尴尬一笑 随即他看向我 只见我脸上带着欠意摊手道 乐子神没办法 你在开门的时候 他就来了我也没办法 你这卖队友的家伙 欢愉之神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随即脸上堆起笑容 立刻变成女服装 给锻造之神解释道 老哥 如果我说我最近在兼职家政 突然职业病犯了 想进宝库帮你打扫一下 你信吗 其他神的话我或许会醒 但你不可能 锻造之神淡淡说了一句 随手将欢愉之神向我这边扔来 欢愉之神当即如同炮弹一般撞向我惊肤的 啊小原子接住我 我见欢愉之神急速飞来表情微微一变 连忙伸出双手去接欢愉之神 砰的一声欢愉之神撞进我的怀里 巨大的力道直接将我给震飞出去 我死死抱着欢愉之神后退了近百米 这才在墙壁边缘卸掉 锻造之神的力道稳住身形 锻造之神见我竞争接住了欢愉之神 眼眸中闪过一丝亚异 不过很快他便掩盖下情绪 将宝库大门上的万能之药取了出来 关上宝库大门转而道 神器已经完工 现在还差最后一步认主 就能让他力量彻底觉醒 你们两个商量一下谁去让神器认主吧 躺在我怀里的欢愉之神立刻到 打铁的你先把钥匙还给我 这把钥匙是我帮门之神打造的 之后我会帮你还给他 你们快些过来吧 神器出世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那之前尽快让神器认主免的被人夺了去 说吧 锻造之神便是原地消失 欢愉之神从我怀里下来轻咳两声 随即对我催促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打铁的不是让你去认领神器吗 你还真把神器让给我吗 那玩意儿实际上对我来说没啥用 你让我瞧瞧长什么样就好了 快去把我去那边等你 这乐子神一边总是想着占其他神的便宜 一边又对诸神都渴望的强大神器毫无兴趣 真是看不透他呀 我笑着摇了摇头向锻造台方向走去 带我走到锻造台促进的时候 只见变回人形的锻造之神和欢愉之神 正站在一个半透明的结界外 而在结界中悬浮着一团金色的闪电 我看到所谓的神器是一团闪电 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跟我想象中的神器完全不一样 锻造之神剑我过来开口说道 所谓神器并不一定要拘泥于气 精髓在于魂 这无形之雷便是我毕生所追求的完美节奏 他的力量会根据主人而变化 无论他的主人是谁 他都将成为他主人最适配的利己 小子他现在还是处于沉睡状态 真正的力量还没有觉醒 既然乐子神愿意把他让给你 便由你去唤醒他吧 欢愉之神此时也催促到 小原子快去让他认个主 让我瞧瞧这团闪电的真正形态 听到锻造之神和欢愉之神的话 我也不再客气静止走进结界中 一进结界 便感觉到平静的闪电中 蕴含着一股无比恐怖的能量 神级装备无形之雷 其中似乎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正等待着他的主人到来 看到无形之雷的信息后 我便直接手伸过去 是否与无形之雷进行绑定 注意绑定之后 无形之雷将永久改变形态 随着我开始和无形之雷绑定 本来安静的无形之雷 便开始噼里啪啦地跳动起来 金色的雷弧打到我手上 并未让我感受到疼痛 反而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相当舒服 下一刻便感觉 有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涌入自己体内 我全身都开始闪烁金色的电弧 随着面板上出现融合成功似的字后 无形之雷便钻入我的体内 然后我周身开始涌动雷光 恐怖的雷维直接将结界给震碎 耀眼的雷光当即将锻造之神的宫殿给吞噬 金色的雷霆冲出宫殿 覆盖住整个炉箱 随后又突破了炉箱副本向天地间扩散而去 无形之雷完成自我进化 变为剑气旋雷 神级装备剑气旋雷 剑气旋雷存于体内 石油者不受规则之力影响 可为所有飞剑和剑气附加旋雷之力 旋雷之力可穿透护盾结界屏障 无视目标无敌效果 无视目标减伤效果 直接对目标灵魂造成伤害 剑气旋雷可是做神格 且持有者可拥有多个神格 持有者每获得一个神格 剑气旋雷获得一次进化 目前下位神格剑气旋雷 不受下位神格的规则之力影响 可穿透中卫神格及其中卫神格以下的护盾结界屏障 伴随着剑气旋雷在我体内成型 我的眼眸之中有雷光闪烁 整个人的气息也有了相当巨大的变化 就仿佛是一位新诞生的神明 欢愉之神震惊地看着我 眼中尽是不可思议 他能感知得到我的气息变了 好像是从人变成了神 但他又没有感知到我的神格 这说明我现在还是人 更何况成为神是有两个硬性条件的 一是孕育神格 二是等级超过界限突破100级 可我现在既没有神格等级也才60级 但却拥有了神的气息 欢愉之神想到这 他看向我的眼神变得越加激动 是人也是神 如今的我就算放在神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锻造之神见到我的变化顿时哈哈打笑 好好好 成了终于成了 我的想法没有错 神的神格是可以人为制造的 神也可以不止拥有一个神格 张远你就是最好的例子 锻造之神大笑着 他仿佛想通了一切气势猛然暴涨 一股异常强大的神威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神界的天空出现异响 一个巨大的铁锤猛然落下 整个神界都听到了锯锤敲打金属的声音 无数神明都面露震惊之色 那些感知到神气出世 本想前往炉香争夺神气的神明 在听到锯锤落下的声音后 进阶停了下来纷纷反唱 放弃了抢夺那神气的响法 本来还对我变化感到震惊的欢愉之神 此时在看到锻造之神的变化后 又惊叹道 这打铁的位格竟然提升了 欢愉之神惊叹着 然后他想到了什么眼中 闪过一缕脚下 悄悄往锻造之神那边挪了一步 过了许久锻造之神的气息 才归于瓶颈 不过我发现 锻造之神的心跳 也变成了铁锤敲打金属的声音 欢愉之神对锻造之神笑道 打铁的恭喜啊 神界已经有近万年 没有神明提升位格了 没想到你成了第一个 成为上位神的感觉怎么样 如果没有张元专武给我的灵感 以及你们提供的永恒之火 与万象黑金 我也不会有此突破 锻造之神笑了笑向我 须求尽管来找我 话一落下锻造之神 便原地消失离开了如香 瞧给这打铁激动的 咱们两个都还在他家呢 他就直接走了 欢愉之神见锻造之神 急匆匆地离开 先是调侃了一句 不过他的嘴角却是翘了起来 看到欢愉之神嘴角勾起的微妙弧度 我便明白他要开始做坏事 不由问道 乐子神你又想搞什么 欢愉之神笑道 小圆子 现在锻造之神回神界了 如香中就只剩下我们两个 那岂不是锻造之神宝库里边的宝贝 我们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你还没死心 可锻造之神已经把万能之药拿走了 你怎么打开宝库 黑黑你瞧这是啥 欢愉之神黑黑一笑 随后便将万能之药给掏了出来 见欢愉之神竟然又拿出了一把万能之药 我不由惊道 万能之药这玩意儿还有第二把 当然不是 这神器蕴含着门之神的规则之力 是独一无二的天下独一版 我刚刚从打铁身上顺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拖回来的 在锻造之神位格提升的时候 我全程都被锻造之神释放的神威吸引 完全没有注意到欢愉之神的动作 而且方才锻造之神全程有神威掳障 其所散发的恐怖气势让人根本无法靠近 在这种情况下 乐子神竟然还能从锻造之神身上顺攻起 我彻底惊了 黑黑本乐子神自有妙法 欢愉之神笑着对我招招手 小原子快来 咱们去灵园狗 来 又一位魔神找上我后让我给鸟了 本来在欢愉之神的带领下 我再一次来到了锻造之神的宝库 瞧着前面欢愉之神开门的背影忍不住问道 乐子神 你不是说锻造之神位格提升成了少卫神吗 你这么搞就真不怕锻造之神找你麻烦 没事打铁的心胸开阔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和咱翻脸的 欢愉之神说话的时候 锻造之神宝库大门也被他给打开 别怕小原子伟大的乐子神罩着 宝库里的东西随便拿 欢愉之神回头对我说着 随即他便掏出一个麻袋冲进宝库里 将里边的神器一股脑的装进麻袋 我见到这一幕嘴角度由抽了抽 拿麻袋去装神器 恐怕这天底下也就乐子神能干得出这种事来 我正要跟着走进去 忽然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道极致的威胁 全身汗毛倒数 下一秒雪出现在我身后 抽出腰刀将后方袭来的黑色箭矢斩斩成两半 我转身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团黑雾 里边似乎站着一个人但叹不清模样 我眼神微微一鸣问来人是谁 身为魔神居然甘愿自负等级 当一个人类的宠物 你的存在真是我们魔神之耻了 黑雾中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随后又有三只箭矢从黑雾中飞出 携带着恐怖威能向雪射去 雪似乎从那三只箭矢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它直接鬼化全属性提升500倍 大量丝线凭空出现缠绕住那三只箭矢 区区一个没突破等级限制的召唤物 居然挡住了我的三只箭有意思 黑雾中传出一声冷笑 随即又有三只箭矢射出 这一次的箭矢速度更快威力更强 雪的千丝树跟不上箭矢的速度完全抓不住 下一刻三只箭矢直接刺穿雪的胸口 恐怖的魔神之力从箭矢中爆发出来 直接让雪的生命值归零 生命值归零的雪并没有回到召唤空间 它反而爆发出恐怖的气势 使用幻魔童将周围环境变为黑夜 让自己的鬼化效果再提升100倍 随后它顺移到黑雾面前挥出妖刀 与此同时我的气息暴涨 雪的第五命座永恒之势 自身受到致命伤害后将化作不可选取状态 十秒内恢复至百分百生命值 不可选取状态期间自身可自由行动 同时将自身属性加成到主人身上 暗红色的刀光撕碎如香副本的空间 斩向黑雾 不过此时黑雾周围凝聚出一道黑色屏障 轻松挡下了雪的攻击 身为召唤物飞弹杀不死 受致命伤后还能变得更强吗 看来还是得对你的主人动手 黑雾中的人对雪冷笑一声 便又有三只箭矢从黑雾中射出 轻松绕过雪笑我急射而来 紧接着神圣三骑士从召唤空间中冲出 在我周围举起神圣之盾 将那三只漆黑箭矢挡下 你这家伙召唤物可真多呀 黑雾中的人见自己又一次失手 语气变得有些不耐烦 本想快点搞定收工的 看来稍微得动点真格 废话真多 你几次出手威力也就这样 看来你也不过是一个垃圾神而已 我对这个未知的敌人 彻底没了耐心直接展开剑阵 给黑雾中藏着的人使用了欢愉印记 随后启动地剑真身 在宫殿中复制出数千把神器专物 又给所有神器附加旋雷剑起 顺便用太阳之火点燃黑雾 金色的雷光在宫殿中闪烁 这时扛着鼓鼓一麻袋神器的欢愉之神 从锻造之神宝库中探出一个头来 小原子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有个不长眼的神来刺杀我 我平淡地回了一句 周遭闪烁金色雷光的飞剑向黑雾射去 黑雾中的家伙冷笑一声 他周围再一次凝聚出黑色的屏障 不过这一次 那黑色的屏障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防御作用 大量飞剑穿透屏障射进黑雾中 黑雾中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下一刻整团黑雾当场消散 弥漫在宫殿中的冰冷气息也跟着消失不见 成功击退公魔神经验增加150亿 我面板上出现击退魔神的提示 然后一道金光从体内冲出 自己和一众召唤物一起升到了61级 看到面板上出现公魔神 我眉头微微皱起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魔神 怎么就得罪这家伙 欢愉之神这时的 我知道这家伙 他是诅咒魔神的铁杆小弟 也是庇佑深渊诅咒王国的魔神之一 我估计是因为你杀了幻军魔神 再加上又用一个技能 把深渊战场上的所有深渊怪物给清空 让深渊那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后魔龙王就请这魔神来刺杀你了 其实这魔神也有点实力的 中卫神卫格 比巅峰时期的幻军魔神都要强不舍 他来亲自刺杀 你看来魔龙王是真的黄了 欢愉之神呵呵一笑又继续道 小园子 接下来一段时间你可得小心点了 你刚才没秒掉公魔神 他之后肯定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刺杀力度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那家伙刚刚被你的玄雷重伤 短时间肯定回不来 我沉阴片刻又问方才公魔神用了几成力 三成不到了 反正我搜刮宝库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 听到欢愉之神的回答 我在心中合计了片刻 决定下次遇到这魔神的时候 不召唤诸仙四剑 而是靠自己真本事拿下 毕竟诸仙四剑虽强 但用这技能是神没有奖励 说实话死在我手上的神都有两个 但还没正儿八经的看到过是神的奖励是什么 是神没有奖励那我不是白色 或许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公魔神 能满足我的这个平凡朴素的愿望 欢愉之神显然也没太在意那个刺杀的公魔神 他在简单的给我介绍了一番公魔神后 便将那一麻袋的神器拖到我面前笑道 公魔神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一麻袋神器 小原子剑者有份你随便挑 随着欢愉之神将麻袋打开 我差点没被那一堆神器给闪瞎眼 这时我才发现欢愉之神的麻袋 是一个跟储物空间一样的空间道具 麻袋里边的神器塞得满满当当的 少说都有五百件 乐子神你该不会把锻造之神的宝库给掏空了吧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那种人吗 我还是给他留了一些的你快挑 挑完了咱就撤 这里残留着公魔神的气息 咱们正好把宝库失窃这口黑锅扣他头上 我听到欢愉之神这番话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你这么一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嘿嘿搞快点搞快点 待会打铁的可能就回来了 然后我便开始在麻袋里翻找起来 很快一个闪烁星光的罗盘吸引了我的注意 神级道具吸引罗盘 蕴含命运的力量 可以揭示神话任务和神器任务所需道具的位置 每一次使用需要充能一个月 重置冷却的技能或道具无法对此罗盘生效 我一看到这个罗盘的效果 便瞬间明白这玩意对自己到底有多重要 自己现在还有四把砖五没抽出来 那四把砖五就是四个神器任务 而且我修复天空塔也需要找到一大堆采药 这心理罗盘简直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 你就挑一件吗 欢愉之神一论 这里边还有很多呀 其他神器虽然也强大 不过跟我不太适配 我拿着也是浪费 你还是自行处置吧 你小子倒不贪心那就这样吧 咱们开溜 欢愉之神倒也没强行推销 将装神器的麻袋给收起来 带着我传送离开回到零号宿舍的试炼副本中 小原子我得去销赃了 你离开副本就能回到零号宿舍 你自己回去了 我微微点头随即又对欢愉之神提醒他 对了乐子神你可别忘了咱们的赌约 你放心吧 记着呢 拜拜 欢愉之神向我道了别化作一道紫光消散 我见欢愉之神离开 也不继续在这个试炼副本逗留 通过副本传送出口回到零号宿舍第四层 此时牛婆婆正在试炼副本外候着 他见我从试炼副本出来也没说什么恭喜的话直接道 四层的租金是每月一万新知识 我已经帮你把宿舍布置好了 410号房和三楼一样都是楼道最角落的房间 你所有的行李都已经传送过去 你直接去住就好了 我道了一声邂逅取出三万新知识交给牛婆婆 我先交三个月的房租 要是其他学生一下拿三万新知识出来交房租 牛婆婆肯定只会一个月一个月的收 让学生先拿新知识去提升自己 但现在拿出三万新知识的事务 牛婆婆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将新知识收下 随即便将410的钥匙扔给我 小子这四楼的房间和楼下那两层完全不一样 你入住之后动静尽量小一点 我虽然并不明白牛婆婆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 不过她还是老实地答应了下来 等我将房门打开的瞬间 一道白光照射到我的脸上 可当看到宿舍内部模样时 整个人不游有心吗 410号宿舍内完全就是一片空白空间 而我的行李就安静地放在这空白空间中央 这房间除了白色以外什么都没有 正当我疑惑之时面板上便出现了新的提示 进入星神宿舍副本请选择副本难度 注意通关不同难度的副本 最终获得的宿舍与祝福效果也不同 难度分为普通困难噩梦和张员特供 我现在很想退出房间去向牛婆婆问个清楚 但在进入这白色空间后 410号宿舍的房门已经消失 看着情况我如果不把这个副本通关的话 估计是出不去的 我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直接选择了特供难度 这个所谓的特供难度都直接把我的名字标上去 我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块浮空的白玉石头上 在我前方有着一座雕刻有龙凤图案的白玉桥 桥的另一端则是一座立在云端 由白玉和水晶构筑的宫殿 悬浮天宫副本已生成 副本通关条件 击败Boss天宫之主 副本限制 竟用召唤物道具以及星神之袍 看到面板上出现的副本信息后 随即便发现自己的召唤空间和储物空间都已被封禁 星神之袍中蕴含的星神之力也处于封禁状态 不仅如此 连星空亚洛特他们给他的增益效果也全都消失 我笑了笑 倒也并不觉得召唤空间和储物空间被封禁是什么严峻的事情 雪和星空他们是很强 但召唤物们的出现 对我来说始终都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坛 即便我不依靠召唤物 自己如今的强度也是神级 就让我来瞧瞧这个专门给我特供的副本 到底有什么玄妙吧 想到我腾空而起向前方那座白玉弓雀飞去 我只释放了一个最简单的技能 就在四秒内斩杀了满级的天弓之主 指引我这个技能施加到敌人身上后 对方如果不笑就会每秒损失25%的生命值 而身为天弓之主的boss为了保持自己高冷元寿 依旧选择面部改色慢慢向我走来 我看到天弓之主被施加了幻云印记后 连眼睛都没长一下彻底惊了 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这可是其他神明都没做到的事 不过下一秒我便错愕地发现 天弓之主生命值减少了25% 这下我愣住了 一时间没搞清楚天弓之主这到底是什么操作 难道是有血量越少力量越强的技能吗 这时天弓之主还是不苟言笑 浑身上下都充斥着自信不计不还地走向我 结果四秒刚一过去 还没走出十里的天弓之主呼得痛哭一声 他直接捂着胸口跪到地上 握着巨剑支撑着身体 咬牙对我说道 挑战者是你赢了 这一战很精彩 说罢便直接倒在了我面前化作光芒消散 成功击杀天弓之主天赋经验增加一万 获得星神之十一枚 处于地剑真身状态 如灵大敌的我看着天弓之主就这么倒了 整个人彻底猛了 感情这天弓之主之所以面不改色 并不是这天弓之主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必 而是这Boss就是一个面谈 随着天弓之主被击杀 周围的宫殿环境便迅速变化 重新变回了我熟悉的宿舍房间 完成宿舍副本试炼评价为SSS 星神宿舍等级提升为最高 请选择宿舍祝福效果 第一 每天等级提升一级上线100级 第二 每天永久增加一万点思维属性 第三 每天增加一千点天赋经验 看到星神宿舍给自己提供的三个选择 想也没想就选择了第三条 以确定宿舍祝福效果 请选择星神宿舍风格 静意的蓝 炙热的红 变换的紫 看到面板上出现的新提示 不由一乱 不过我本身也不太注重这些 再加上这三个风格属实有些抽象 最后我也就随便选择了一个静意的蓝 这一次副本生成的时间是格外的久 我在房间中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结束 实在无聊我干脆躺到床上睡上一觉 而就在我睡着后的这段时间 我的面板上出现了新的提示 神界传送通道已成功构建 宿舍副本位置选定为水之神殿 正询问水之女神的意见 水之女神已接受 宿舍副本已安置于水之神殿 忽然间敲门声响起 听到敲门声的我迷迷糊糊的坐起来 还以为是牛婆婆找我有事下床去开门 张元你好啊 我是你的新邻居小睡 门外的小睡笑呵呵的向我打了一声招呼 文言我整个人当场愣住 小睡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家呀 张元你睡迷糊了吗 听后我彻底的猛了 回头看了一眼房间 确认这是自己的宿舍后 这才一脸疑惑的看向小睡 小睡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里是零号宿舍呀 小睡见我还没搞清楚状况扑斥一笑 退后几步对我说道 而是小睡的宫殿 我惊呼出声立刻转身看向自己的宿舍 只见自己的宿舍已经变成了小睡宫殿中的一个房间 随后我便注意到自己面板上出现的那两条体式 整个人更猛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宿舍安置到了水之神殿 那我现在岂不是在真正的神界 小睡内心给我解释道 张元你现住的房间实际上是星之神创造的一个副本 跟星神赌斗副本类似 只不过星神赌斗副本是神明通过副本降临人间 而你这个副本则是人类通过副本来到神界 那我该怎么回去 你宿舍的门现在就相当于传送阵 你能通过这扇门任意来往人界和神界 你先进屋把门关上 再把你的手放在门把手上 然后你就知道了 去试试吧 听到小睡这番话我便立刻进入房间 将门关上把手放在门把手上 果然我的面板上出现了传送提示 请选择前往地点 第一零号宿舍楼 第二水之神殿 在我选择前往零号宿舍楼后 便听到啪哒一声 然后紧闭的门自己就开了 我打开门走出去 发现外边已经变成了零号宿舍的楼等 而小睡已经不在 星之神大费周章 专门给我构建出一个新的副本 让我可以任意来往神人两届 肯定不是为了让我和小睡当邻居 不过我一时想不通星之神的目的 决定去询问询问小睡 于是再次进入房间关上房门 选择水之神殿 重新打开门 便在门外看到了笑呵呵的小睡 小睡叫我回来又笑道 张元 咱们今后可就是邻居了 请多多指教 你也多指教 我对小睡笑了笑随即问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小睡 你知不知道星之神 为什么要把我的宿舍安置在你的神殿里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当时星之神找到我 说你要当我邻居的时候 我也下了一大跳 毕竟张元你还是人 你到神界中来属于偷渡 这是违反神界立法的事 一旦其他神明发现你出现在神界 他们绝对会将你抓去审判 后果相当严重 说到这里小睡顿了顿继续的 不过你也别担心 我的神殿有着我的神力笼罩 只要你不离开我的神殿太远 其他神明是发现不了你的 我的事先放到一边 那你又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风险来答应这件事 让我住在这里对你没有好处吧 虽然小睡没有明说 但我心中清楚 一旦自己被其他神明发现 小睡也绝对会被审判 怎么没好处啊 小睡眼睛开始亮起光芒激动的 有你在 漫画更新的时候 我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 而且我游戏卡关的话 你也能来帮我忙 就这吗 难道还不够吗 看到小睡那高兴的模样 我哑然失笑 是够了 你以后如果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吩咐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小睡跃跃欲试 其实我一直想尝尝人间的披萨是什么味道 你能帮我买一块吗 我会付钱的 一块披萨而已 小睡你没必要这么客气 我请你吃 先到我宿舍去坐坐吧 好呀那我就打扰了 小睡笑着点头走进宿舍 在玄关脱掉鞋子进入客厅 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宿舍 这还是他第一次去除了火之女神以外的 其他人的房间 我走进宿舍关上宿舍门 将坐标改变为零号宿舍 用手机点了披萨外卖随即兑小水道 披萨过一会儿就到 冰箱里有喝的你想喝什么自己拿 小睡好奇地问我不用出去买吗 直接网上下单就好了 外卖一会儿就送过来 小睡仿佛是捕捉到了某种关键词 他的单毛当即竖了起来兴奋问道 是不是传说中的互联网 是不是只要有互联网 我就算在家里 也能买到全世界所有东西 我没想到小睡居然这么兴奋 不过仔细一想 神界本身就没有互联网 小睡又是足不出户的类型 他接触的一切人间玩意儿 都是乐子神导卖给他的 这种情况下 小睡没上过网也能理解 想到这里我对小睡笑道 那你先玩会儿我的电脑 我出去帮你买一部手机 顺便给你办理一个交易账户 之后你可以网上购物了 到时候你想要买什么 直接来我宿舍就好 账单也不用担心直接刷我的卡 谢谢老板 小睡雀跃点头 我需要回报你什么吗 不用回报 光瞧着你就已经很养眼了 你就在家里自己玩吧 我去买手机 好的好的好的呢 如今我储物空间中 吃灰的高等级传说级装备 都有一大堆 随便一件都能卖出去上千亿 养的小睡还是信守年来的 我离开零号宿舍 便直接去校内的帝国交易所 买了一部最新款的 华为十三面折叠屏手机 办理了一个新的交易账户 顺便绑上自己的交易账户 并设置了无限额的免密支付 随后我又将自己淘汰下来的 传说级头盔天空女武神之冠 传说级首饰蒂萨斯三件套 以及以前刷副本爆出来的 传说装备圣石之铠 和堕落法杖一起上架到交易所 这时我的交易所面板上 弹出了一条新的信息 尊敬了张元先生 感谢您对帝国交易所的支持 由于您一次性上架 多件传说级装备 其价值已超过 大厦帝国市场承受极限 这有可能导致单件装备成交额下降 为了确保您的利益 是否授权交易所开启全球拍卖 备注 您已升级为帝国交易十级会员 帝国交易所将不再收取 您拍卖装备的手续费 看到交易所传来的信息 我不由一愣 自己记得大厦帝国交易所 最高的会员等级就是十级 而我在这之前 也不过是四级会员而已 带着强烈的好奇 我先是同意了帝国交易所的 全球拍卖方案 随即便打开了帝国交易所的 交易面板 进入十级会员的专属商店 发现里边已经出现 不少传说级的装备和材料 不过那些传说装备的属性 都差了我拍卖的那些装备属性一大截 更不要说我身上穿的那些了 看来这十级会员的商店 也没啥用啊 这里边卖的东西 不如我自己去刷一下副本 我嘀咕着 对这十级会员的商店略感失望 不过正当要关闭商店界面的时候 忽然注意到一个名叫天赋单的商品 天赋单服用后 增加一万点天赋经验 一百亿一颗目前库存九枚 学习神级技能 花了两百多亿买了两万张终极技能卷轴 如今账户余额在一千亿网上 清空这九颗天赋单账户余额还有的剩 在我下单的瞬间 我面前的交易法阵便亮起光芒 九颗弥漫浓郁药香的天赋单 直接就传送到了我面前 然后我先吞下一枚天赋单 瞬间便感觉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在自己体内滑开 滋润自己的灵魂 紧接着面板上出现了 获得天赋经验的提示 见自己真的得到了天赋经验 眼睛微微一亮 当即将剩下的八颗天赋单吞下 伴随着八颗天赋单下毒 我又获得了八万天赋经验 周身顿时亮起了淡淡的金光 绝对幸运等级提升 三级绝对幸运 抽卡时幸运max 每月限三十次 见绝对幸运等级提升 我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 自己这个月的抽卡机会已经耗光 但现在手上还有六枚神之石 和两枚心神之石用不出去 现在天赋等级提升又能抽奖了 随后我也没有在交易所抽卡 而是带着新的手机赶回零号宿舍 毕竟家里还有一只小水等的头位 自己也不能在外边耽误太久 我回到零号宿舍的时候 披萨外卖也已经送到宿舍楼下 我带着披萨上楼还没打开宿舍门 便被房间中涌动的澎湃水元素给警告 感受到屋内汹涌的水元素 我眼神微微一边立刻打开宿舍门 然后便看到了一地的战炉石 而小水此时正抱着双膝坐在电脑椅上 一边看着电影金刚尼克号一边抽起 他滴落下来的眼泪 在半空中便凝结成战炉石滚落在地 我瞧着一地的涌动着恐怖水元素的战炉石 整个人彻底猛了 回想起帝国交易所十级商店里的上架的神级材料 品质最低的都能卖十多亿 品质高的甚至几十亿 而战炉石身为水之女神的力量结晶 其价值远高于交易所内的神级材料 一颗最少卖的百亿 这一地的战炉石少说也有几百颗 发财了 这位女神第一次降临人间 就在我的房间内抱头痛哭 我进门一看才发现她正在看电影金刚尼克号 而她所掉落的眼泪全都化作了价值百亿的宝石 看着一地的宝石我心想这下可发大财 水之女神见我回来连忙暂停电影向我道歉的 对不起我把你房间搞乱了 我会帮你收拾的 没事 待会儿我让召唤物来收拾咱们先吃披萨 我笑了笑将披萨放到桌子上打开盒子 浓郁的香味瞬间弥漫至整个房间 小睡看到桌上满满是牛肉和芝士的大披萨 口水立刻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她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说道 那就待会儿收拾 我可以开动了吗 小睡不用和我客气 你把这里当自己房间就好 她拼后用力地点头 随即便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披萨 狠狠咬下一大口 牛肉的汁水和浓香的芝士在她口腔炸开 好吃地让小睡悬浮在半空中 真正意义上的好吃到飞起 好似 太好似了 小睡口腹之欲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此时她满脸的幸福高兴地看向我 张元 你们人界才是天堂吗 我都一直住在这里了 新之神应该能把这宿舍扩张成两个房间 你想搬进来随时都可以 我笑笑随即换出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 让他们去收纳地上的战炉石 同时又将新买的华为13面折叠屏手机交给小睡 这是我给你买的手机 他已经绑了我的交易所账户 网购地址也定在了零号宿舍 你想买什么就自己买 谢谢 张元你太好了 小睡满心欢喜地接过手机开始鼓刀起来 本来是人们人手一个的手机 此时在小睡的眼里 却好像是稀释珍宝一般 他对此爱不释手 这是我的手机想起是万长安来变 你自己慢慢吃我去接个电话 好的好的好的呢 我走到门外接通电话询问万战神什么事 张元你交给我们的深渊之种 最近研究已经有新的突破 是什么突破 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发现 爱丽维拉精灵一族的翠玉灵液 对深渊之种有压制的功效 但以我国目前翠玉灵液的存量 目前还没法对深渊之种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 文言一证我还没听过这种种族 那一个七夕在我国西部翡翠森林中精灵族 他们信奉的自然女神 而翠玉灵液就是他们一族 世代守护的圣权泉水 是相当珍贵的材料 三十年前我们大夏帝国还和爱丽维拉一族交好 当时他们还非常愿意用翠玉灵液 来与我国换取各种勿资 不过在诅咒王帅领深渊大军大举入侵我国后 爱丽维拉精灵损失无比惨重 他们几乎被灭组 在那之后爱丽维拉精灵便彻底绝技 他们的圣权也随之消失 自那以后翠玉灵液变成了绝品用一点少一点 科学院用来研究深渊之种的翠玉灵液 已经是最后一番 听后我顿时明白了万长安的意思 所以万战神您是想要我去翡翠森林寻找翠玉灵液 万长安并未掩饰直接到 爱丽维拉精灵在消失后 我们也多次派遣冒险家 前去翡翠森林搜寻他们的下路 不过至今一无所获 张元你能力出众运气绝佳 你去翡翠森林或许会有所收获 当然我们这边也会继续寻找 其他能压制深渊之种的材料 如果你没有找到翠玉灵液的话 也不用灰心 我们一定能把你爸妈救回来 谢谢万战神 我接下来就去翡翠森林一趟碰碰运气 对了张元 你小姨最近正在翡翠森林外围的翡翠市开演唱会 不过我们均不负责在暗中保护江玉雅的特工报告 她在翡翠市这段时间经常往翡翠森林跑 每次我们的特工都会跟丢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才能在森林中找到她 我们猜测江玉雅可能与爱丽维拉精灵接触 虽说曾经的爱丽维拉精灵爱好和平 但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爱丽维拉精灵经历了灭族之痛 谁也不知道他们这族群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今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江玉雅与爱丽维拉精灵们接触可能会有风险 我们的人不好直接与你小姨接触 你过去后可以稍微提醒一下她让她注意安全 当然如果你最后发现爱丽维拉精灵一族没有黑话的话 我国也愿意扶持他们的族群 听到万长安这番话我眼神微微硬明 小姨居然和爱丽维拉精灵扯上关系了 想把随即到多谢万战神提醒 我会去找小姨的 就先这样吧 你之后需要什么帮助尽管给我说 军部会尽可能为你提供最大帮助 挂掉电话后我有些放心不下小姨 决定立刻前往翠翠 是于是便转身回到宿舍 只见小睡正望着桌上半块披萨咽口水 看到小睡那想吃又不敢吃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了声 本来稍微有些紧张的情绪当场被冲散 小睡见我回来连忙道 张元快来吃披萨冷了就不好吃了 这披萨本来就都是给你买的 你想吃就吃吧不用给我留 我可以全吃了吗 小睡有些惊讶 他本来还想和我客气一下 但他实在是抵挡不了披萨的诱务 最终还是败给了食物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笑了笑又道 对了 我有事得出去一段时间 你想住这里就尽管住 想吃什么就自己用手机点 好的我帮你看价 小睡想也没想就硬了想 在我宿舍里待了一段时间后 小睡便是明白这里才是宅的天头 漫画和单机游戏中有看完和通关的时候 但网络不一样 这上面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信息出现 网络才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此时的小睡 就像是一个父母马上要出远门 就留他一个人在家自由自在没人管的孩子 他嘴角的笑容都快要压不住 我见状摇头笑了笑 像小睡到了别后便禁止前往学校的传送阵 传送前往翡翠市 而小睡在我离开后 便拿起了我给他买的通手机 直接躺到我的床上 一边欢快地哼着小曲 一边点开手机中的购物平台 翡翠市是大夏帝国西部的四线城市 这座城市的规格并不大 与西湖是差不多 甚至比西湖是小不少 这座城市与森林的界限相当模糊 就好像这座城市是从森林中长出来的一般 绿色植被 我走出翡翠市的传送中心后 便在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 看到了江玉雅演唱会宣传海报 亮棕色的长发头发勾人的大眼睛 加上那恰到好处的泪质以及完美的身子 很容易让人一眼就爱上她 简直就是天生的爱道 在广告牌下 还有聚集了不少江玉雅的粉丝 我才上大学两个多月 小姨居然就变成大明星了 火得有这么快吗 我见这城市中有不少人都穿着 带有江玉雅Q版头像的粉丝 颇有些惊讶 不过粉丝多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倒也没多想拿出手机 拨打江玉雅的电话 很快电话被接通 另一边响起江玉雅轻快的声音 或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原子你终于响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吗 小姨我可不只是给你打电话 我还倒翡翠市了 现在你可真大明星了呀 这城里到处都是你的粉丝 黑黑跟你这个大夏之星比起来 小姨这点成就算什么 最近我可是隔三差五 就看到你上一次热搜 一上就是图板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 被你抢热度的大明星 对你恨得牙痒痒 你才是大夏真正的顶牛 什么时候让小姨蹭一蹭你的热度 只要是小姨你想蹭 随时都可以蹭 小姨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来看看你 我在西城门这边打算出去办点事 原子你先去办你的事 我回来请你吃饭 听到江玉雅这番话 我也不藏着掖着 小姨我这次来翡翠市 要办的事就是你啊 文言江玉雅一愣 总之小姨你在西城门 等着我别乱跑 我马上过来 我并没有给江玉雅过多解释 挂掉电话后我便腾空而起 以极快的速度向西城门飞去 很快我便感到翡翠市西城门 很快便注意到一个高端女子 虽然那女子特意遮挡了面容 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 那就是乔装打扮过后的江玉雅 毕竟这世界上 能有江玉雅那般完美身材的人可不多 我从空中降落到江玉雅前方 笑着打招呼 行啊原子 上大学两个月居然已经会飞了 真不愧是京都大学啊 江玉雅见我竟然是 飞过来的笑着夸奖了一句 随即问我找她什么事情 我也不管弯摸脚 直接打只求说道 小姨你知不知道 艾里维拉精灵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 江玉雅明显愣了一下 她沉默了片刻后 随即才低声道 这里不方便说 我们还是先出场 我微微点头 和江玉雅一起离开了西城门 前往西边的翡翠森林 虽然翡翠森林 是一个面积广袤的原始森林 但这森林神奇的是 其外围没有一只怪物 就算是深入翡翠森林几十公里 也最多遇到一些零星的野怪 而且等级基本都不会超过 十级毫无威胁 也正是因为翡翠森林怪物 少自然风景还漂亮 这片森林外围 被政府发展成了旅游圣地 每天都有大量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 我跟着江玉雅出城后 城外的人反而变得多了起来 而且绝大多数 都是拥有生活职业的普通人 这种场面 是在其他城市不可能看到的 哪怕是大厦最坚固的京都城 也只能清理城市 带着我走上了一条隐秘的小路 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少 最后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江玉雅停了下来 甩了甩头发对我问道 原子你找爱丽维拉精灵什么事 小姨你果然知道他们 见江玉雅知道爱丽维拉 我便直接道 我需要翠玉灵液 翠玉灵液这玩意儿 我可没法给你梦完 不需要小姨你来梦 你告诉我一些 关于爱丽维拉精灵的事情就行 剩下的我自己来 这时江玉雅却面露难色 原子不是小姨不愿意帮你 爱丽维拉精灵并不喜欢陌生人 而且我也答应过他们 不能透露太多和他们有关的任何信息 听到江玉雅这番话 我倒也没有为难她 转而问道 那小姨你是怎么碰到他们的 这个总该能讲了吧 江玉雅却是摇头说自己不知道 文言我一愣 江玉雅继续道 我是真不知道 前些天我就是在森林里 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恋嗓子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 到了他们的地盘 就突然过去了 你有没有被传送的感觉 没有 直接就顺移过去 而且我每次去他们的地盘 都是在森林里溜达几圈 然后就突然过去 听到江玉雅的话 我陷入沉吟 以江玉雅描述的遭遇 她很像是误入了某个结界 想到这里我又问道 那他们让你干了什么 江玉雅说是唱歌 就只有唱歌吗 没错 就只有唱歌 已经消失千年的精灵种族 重现事件的第一件事 既然是让当红歌手 去给他们唱歌 而且每次过后 歌手都能获得巨量的等级和精力 听完小姨的描述后 便把可以传送的相位匕首弟弟她 让她这次前去精灵族 遇到事前就联系我 看来咱家原子真长大了 都能保护小姨了 说吧 她便转身走进森林深处 目送江玉雅离开 我随即便跃到了高处的树枝上 在后方悄悄跟踪 这时欢愚之神的声音响起 我扭头看去只见欢愚之神 坐在树枝上 一边啃着苹果一边道 说道 小原子你的小姨恐怕危险了 文言我不由问 为什么这么说 爱丽维拉精灵是信奉自然女神的族群 对吧 信奉自然女神有什么问题呢 以前信奉自然女神当然没问题 但现在自然女神被深渊深处的 禁忌力量污忍 已经自我封印了30年 她早就自断了人间的信仰 而现在爱丽维拉精灵一族 还在信仰着自然之神 并且还能获得神明的力量 你猜猜他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还有假的自然之神 倒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爱丽维拉一族信奉的同样 是和自然有点关系的神明 爱丽维拉精灵一族管理 如今自然女神自我封印了 这里的古神搞出点手段 控制了爱丽维拉精灵一族 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我个人对爱丽维拉精灵一族没啥兴趣 只是发现你到这边忽然想起了这些事 便出来提醒你一下 在欢愉之神说这些话的时候 走在翡翠森林中的江丽雅便是凭空消失 这翡翠森林中再感知不到江丽雅的气息 欢愉之神见到这一幕便道 哦呼这下确定了 那个被封印的古神 古神不仅仅是控制了爱丽维拉一族 甚至还有可能突破了部分封印 你怎么确定的 刚刚那小姑娘之所以消失 就是进入了古神创造的戒中介 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副本 只是这个副本没有传送入口 只有被古神认同的人才能进去 小姨居然也被古神盯上了 不行 我得去把她带出来 我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立刻取出了另一把相位匕首 小圆子 我个人建议是不要直接传送进去哦 戒中介是古神的私人领域 你这么进去 那个古神一定会发现 而且是你为入侵者 最轻的后果都是 古神控制爱丽维拉精灵 一族围攻你 严重的话 你的小姨会被当场陷阱 然后古神亲自降临来对付你 但不管后果如何 你小姨身为一个普通人 下场都不会太好 听到欢愚之神的警告我 收起相位匕首 问到我该怎么做 第一个选择你老是等你小姨出来 然后带她远离翡翠森林 永远不回来这里 如今你不是古神的世界 所以只要你的小姨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古神也不会大费周章地 去控制你小姨回来 不过你这么做也有风险 万一那古神就认定了你小姨 那不管你小姨去到哪里 都会受到古神的影响 而且保不齐 这一次古神的仪式就已经完成 那你的小姨可能就出不来了 第二个选择呢 你去代替你的小姨 成为古神仪式中的祭品 只要里边的古神盯上了你 那你小姨自然就能离开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和古神正面 拼个你死我活了 这样听起来 第二个选择更靠谱一线 第二个选择倒也不是没有风险 我也不知道里边的古神 突破了多少封印 实力恢复了多少 万一那古神现在很蒙 小原子你过去可能就是送人头 文言我呵呵一笑 这倒没事 只要对方赶量血条 那我就能把他给送走 就算对方真的恢复了绝大部分实力 我也不信对方能扛得住诸仙四剑一剑 如果一剑不行那就两剑 欢愉之神听到我的这番话先是一愣 随即笑道 看来小原子你还能召唤那四把恐怖的神剑了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拦着你们去吧 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该怎么被古神选中呢 欢愉之神听到我这个问题只是笑心 这点你大可不必操心 古神之所以要祭品 是因为他想要一具可以在人间行走的外壳 既然是要选择外壳 那自然是天赋越高的越好 你小姨的天赋不错 他被古神选中很正常 但如果你到翡翠森林中走一圈 我打保票 古神会在第一时间放弃你的小姨 然后盯上你 行那我去试试 听到欢愉之神这番话我也不再犹豫 直接跳到了江玉亚消失的地方 下一秒我便发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巨变 自己来到了一个雾气缭绕的山谷当中 小姨动听的歌声从远处传来 眼中闪过一丝差异我环视四周 只见这谷中有不少亮着淡淡绿光之夜茂密的巨树 然后我又往江玉亚歌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山谷中央立着一座高大的自然女神像 神像前面有着一个鲜花舞台 而江玉亚正在舞台上进行歌唱 舞台下边的观众全是颜值极高的精灵 毫不夸张地说这里随便一个精灵到外边去 都能轻松成为顶流的偶像 迷路的人类啊欢迎来到自然山谷 这是一个手持拐杖的精灵老人走到我面前笑道 我是这里的长老 我立刻对这精灵老人使用深渊之眼 首领及BOSS精灵长老埃达瑞恩 等级80 力量10万 敏捷10万 精神999万 9999 体力50万 技能 木元素掌控 毒元素掌控 风元素掌控 武神赐福 见到这个精灵长老的居然是以怪物的面板呈现 我眼中闪过一丝亚语 随后他又扫了一眼舞台下方的那些精灵 同样使用深渊之眼 不过那些精灵 只有一部分是以怪物属性面板呈现 另一部分则是和他们人类职业者一样 是性灵职业等级这种信息呈现 这艾利维拉精灵一族并不是所有精灵都被古神控制 看来这里的精灵族还有得救 在发现艾利维拉精灵一族只有一部分变成敌对怪物后 我也确认了不少信息 这里的古神并没有恢复多少实力 否则他不可能只控制一部分艾利维拉精灵 我在心里分析着局势 不过表面上还装作一脸迷茫 像艾达瑞恩问我是怎么来这里的 艾达瑞恩并不知道我是来找茬的 她脸上带着和善的笑耐心的对我解释的 这里是翡翠森林中的戒中戒 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副本 只不过这个副本是靠寻常方法进不来的 只有被自然女神青睐的性欲才能来到这里 然后我装作一脸震惊 你的意思是我被自然女神看着 艾达瑞恩笑呵呵点头 每一位信奉自然女神的信徒 都将得到女神的垂爱获得女神的赐福 如果你能信奉自然女神 你也将得到女神的垂爱 当然我们并不会强迫改变每一个人的信仰 你就算不信仰自然女神 只要你能进自然山谷 那必定是心地纯善之人 我们依旧会视你为朋友 今后你也可以随时进出自然山谷 就像那边那位正在唱歌的美丽女士一样 艾达瑞恩似乎是为了提高自己话术的说服力 指向了舞台上的江玉眼 她是你们人族中的大明星 如今也是我们艾里维拉精灵最好的人类朋友 我听到艾达瑞恩这番欲情故纵的话 只在心中冷笑脸上则是做出新增的表情 长老我要怎么做才能获得自然女神的赐福 艾达瑞恩也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被忽悠了 她脸上笑容乐家浓郁对我问道 你会唱歌吗 还行吧 艾达瑞恩取出一页乐谱让我试着唱一程 我一接过乐谱便感觉到上面有着极其浓郁的补神气息 然后直接使用深渊之眼 自然女神的乐谱 艾里维拉精灵珍藏的音乐 据说其中蕴含着自然女神的力量 吟唱此乐谱将会获得自然女神的垂涯 刚看到乐谱的信息 我面板上便出现了新的提示 深渊之眼看破隐藏力量乐谱 信息已更正 古神之音 吟唱古神之乐将会引来古神的注视 注意 古神的注视将带来不可控的后果 请谨慎吟唱 好家伙 小姨原来唱的是古神音乐 看到乐谱真正的信息 我眼神微微一鸣 不由瞧了一眼远处 还在唱歌的疆域 我深吸一口气 随后便在歌词中注入自己的感情 开始歌唱美妙的歌曲 艾达瑞恩听后连忙叫停了我 我诧异地问怎么不让唱 艾达瑞恩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不是说你唱得还行吗 我觉得还行啊 不瞒您说我家有着优秀唱歌基因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歌手 艾达瑞恩看到我那自信的样子 嘴角不由抽了抽 他心想我总唱了四段歌词 就没有一个字在吊上了 若他真让我把古神之乐唱完 看着艾达瑞恩的背影 我嘴角微微上扬连忙拿着乐谱跟上 长老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孩子听我一句劝唱歌不适合你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自己 在我的魔鹰攻击当中 艾达瑞恩感觉自己耳朵被侮辱了 他强忍着心中杀掉我的冲动 带着我走进了山谷中的一处山洞 这山洞中央有着一口散发着淡淡绿光的泉水 而泉水中央则立着一座新的自然女神像 不过与外边那座自然女神像比起来 这座神像上的古神气息都快要溢散出来 我看到那座神像后便停下了歌唱 艾达瑞恩大缓一口气平复下心情 随即对我说道 这里是我们艾利维拉一族的圣权 他蕴含着自然女神的力量能够抵起灵魂 你如果想要得到自然女神的赐福就进去吧 只是简单地唱了一首奇迹在心 竟让在场的神明直接破防是要将我抹杀 听到对方居然说自己唱歌难听 便直接召唤出自己的大宝贝 让大宝贝用大雷狂扇他大嘴巴 原来我刚来到圣泉时 艾达瑞恩已经彻底忍受不了我的歌声 你要再敢唱一句我这打你 说吧杨奇手中拐杖狠狠向我偷 我假装笑呵呵地闪开艾达瑞恩的攻击 直接跳进了泉水中 随后泉水中央便亮起淡淡的光芒 我顿时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扭于自己体面 试图占据自己的身体 而艾达瑞恩见我跳进泉水里面彻底部装 他冷声道 哼臭响子 你就在这里边换泡着 以后你永远别想唱歌 歌声 下一刻浓雾中出现了一个有些眼熟的声音 然后一道诡异的声音响起 凡人那像无限出乳的身体与灵风无将赐予你 等等我真是草 你这么是不是有兵啊 就逮着我一个补身后 那道诡异声音话说到明白 声音顿时变得尖锐起来 张仁我都还没去找你的麻烦 你竟然自己找上门来吧 你不让我好过事吧 我今天就要强加了你的身体 轰的一声巨起 雾中的声音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势 整个自然山谷开始剧烈晃动起 鼓中所有精灵都震惊地探向山洞房间 正在唱歌的江玉牙也被突然的地震给打断 歌声消失 这是部分拥有怪物面板 精灵挺过 连忙对江玉牙喊道 继续唱不要停 在诸多精灵热情的催促下 江玉牙也没法去管什么地震 继续歌唱 当走到洞口的埃达瑞恩 也被山洞中席卷出来的鼓舞气势下 他一脸震惊地探向山洞深处随景 那人类唱歌果然难听 居然把伟大的鼓神都弃成了这样 与此同时煽动深处雾中的飞影消失 泉水中央的自然女神像轰然破碎 大量漆飞的触手从破碎的女神像中飞出 迅速缠绕住我的全身 下一刻那些触手便将我拉到了一个幽暗的奇特 在我前方是一个巨大的笼笼 里边囚禁着一团没有固定形状的飞气 笼笼的每一根栅栏都镌刻着复杂的符文 而那些符文又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封印 将玉雅动听的歌声传入这一世空间 化作实质性的力量不断磨锁 栅栏上的符文 此时那些栅栏上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符文被磨锁 导致整个封印法阵的力量都变得相当微弱 古神从封印中冲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时牢笼中的飞气里睁开一双巨大的眼睛 他直勾勾盯着我冷声道 张远你现在放弃抵抗乖乖让我占据身体 你还能少承受一些痛苦 神话任务古神的宿敌已出发 请击杀自然梦境之神诺登 他面板上出现了神话任务刷新的提示 便是明白高斯亮雪天 然后我当即展开见证幻想见语 隔着封印对牢笼中的诺登施加欢愈印记 诺登发现我给他施加了欢愈印记 你有心神的赐福又如何 你终究不是神只是一个人类 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 与古老的神明对抗是多么的愚蠢 大量飞气从封印中一散而出 在牢笼外凝聚出了一个身穿绿 气息无比恐怖的男子 恐怖的神威从他体内弥漫出来 雪同样感知到了诺登的鼓舞气势 他直接从召唤空间中冲出挡造我面前 死死盯着牢笼前的诺登 而我再感知到诺登气息的瞬间 也对这股神分身的力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知 气息在幻觉魔神之上攻魔神之下 连分身的力量就怕要赶上中卫魔神 若是让这股神彻底突破封印 实力恐怕会更上一个层次 必须要在诺登彻底突破封印之前 把这股神给干 意识到这一点我让雪全力以赴不要流水 雪听后直接进入鬼化状态 同时使用幻魔童 一轮血跃出现在这特殊空间中 它的鬼化增幅效果提升100 我同样获得鬼化增幅效果 诺登见到我和雪的气势暴涨 当即冷笑一声 不错呀张元 居然还有一个下位魔神帮 不过论完幻术类的礼仪 你们连给我提鞋都不得 诺登话音落下 他体内扩散出一道灰色光 向四周扩散而去 雪用幻魔童构建的幻境当成获福 它鬼化增幅效果消失 我同样也失去了雪的效果增幅 幻梦深渊降临 全属性减少99% 攻击防御移动速度下降99% 无法获得增益效果 我看到面板上出现了的提示 眼神微微一鸣 不过好在欢愉之神给的属性增加100% 抵消了幻梦深渊的属性下降 自己目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 我见到自身属性面板的变化 便也逐渐意识到了一点关键 神明之间的战斗卫格品杰似乎相当重 关于之神的卫格在诺登之上 所以诺登无法影响到关于之神的增幅 而雪的卫格在诺登之下 所以雪便是被诺登压制 而我的剑气悬泪能够对拥有中卫神格的宫魔神造成伤害 那理论上来讲也能对诺登造成伤害 这一战我就算不使用诸仙四剑也有 判断完局势后我便向雪下了命 让雪发起进攻去试探一起 雪换出妖刀身形意识 瞬移到诺登面前挥出灵力的一刀 诺登见雪正面攻来 只是吃笑一声 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任由雪的妖刀斩向自己的脖子 下一秒雪的妖刀从她脖子出窗 却没能对她造成任何伤害 而在雪攻击诺登的那一刹 佛的飞剑基准而止 不过依旧是从诺登身体中穿过 见雪和自己的攻击都没有打中诺登 我眼神微微一明 心想她是没有实体 还是说可以把身体虚化的剂面 区区一个凡人 一个被限制在一百级的下位模式 也想挑战真正的神秘 诺登冷笑着她微微抬手 地面瞬间冲出一根 长满稻刺的冲撞树枝 直接将雪腹部贯穿 雪当即吐出一大满鲜血 生命值眨眼间 与此同时我脚下也冲出 大量长满稻刺的须子 然后我第一时间进入最先见状态 闪避地里冲出的尖刺 可即便闪避加上了99% 但我的速度被减少99% 再加上那些树枝 似乎也有无视闪避的效果 我在最先见状态中 只避开了不到一半的攻击 好在我本身有着 亚洛特的独裂之盾 和战流剑一副体 诺登的这一轮攻击 并没有给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而且最先见加成的蜀性 也不受诺登领域的影响 我闪避了一轮后 四维蜀性全都上涨到了十多亿 而诺登在见到自己一轮攻击 非但没有将我击杀 反而让我的气息涨了一大几 眼眸深处闪过一次惊态 这家伙是怎么做到 抗这么多次攻击不死 而就在诺登震惊的时期 被尖刺贯穿的血也触发了 命作的免死效果 他直接挥刀将从捅穿 自己付过的树枝枕 又忍痛将这满是道次的树枝 给抽了出 剧烈的疼痛让血当场暴走 他直接解放自己全部力量 将自身的妖力与魔神之力 灌进妖刀中 向诺登挥出全力一刀 发动技能天鬼斩 下一秒一刀巨大 闪烁雷霆的暗红色刀光 直接切开了这个空间 携带着恐怖的威势 向诺登呼啸而去 诺登回过神来见血 非但没死 反而还用出了更强力的技 眼神微微一闭 他下意识想要用身体虚化 来抵开这一阵 随后又似乎意识到了神 当即放弃了身体虚化 而是抬手在自己前方 升起一堆巨大的木墙 轰了一声巨响 血一刀劈抗到木墙之上 暗红色的雷光与灰气纠缠 新生魔神与旧日古神对抗 其力量余波向四周席卷而去 让整个空间出现大量猎物 甚至封印诺登本体的牢绒栅栏 都出现了大量猎物 整个封印法阵都有破碎的迹象 不过在后面的我此时却注意到 此刻的诺登正在有意阻止 战斗的余波破坏封印 我注意到这个反直觉的是 眼中闪过一丝疑火 脑子中多了一些详统 为什么他要保护封印阵阵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我再次复制出部分的飞剑 趁着雪和诺登在对抗的时候 绕过他们直接射向诺登后方的封印阵阵 而诺登在注意到我那些飞剑 眼眸中又闪过一丝阴的 地上顿时冲出数分藤外 迅速缠绕住我的复制飞剑 将其拽到了地上 果然诺登不想封印被破坏 我见到这一幕当即对雪道 绕开古神的分身 直接攻击他后方的封印阵阵阵 虽然我还不明白诺登 为什么不愿意打开封印阵阵阵 诺登见雪突然攻击封印阵阵 面容有些扭曲当即用脚往地上 瞬间一颗紫色的巨树从雪脚下沉出 树枝瞬间缠绕住雪的全身 及时拦下了雪的根基 与此同时那颗巨树迅速变大 直接将整个牢笼都遮挡得严严实实 诺登控制住雪后龙眼看向我说的 张元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观察力很理睿 这么快就发现了我的弱度 不过那又如何 我后方的巨树是由我的神力余迹 就凭你们两个绝不可 诺登话说到一半 然后他便看到大量附加有玄雷之力的飞剑在眼中呈起 而我并没有给诺登反应的机会 无数道剑光轻松洞穿了牢笼外的巨树 轰穿了封印阵阵 狂暴的古神气息从封印阵阵中爆发出来 而在那恐怖的古神气息当中 我还感觉到了一股与古神完全不同的神明气息 在发现封印阵阵阵中竟然还有第二个神的气息 我眼中闪过一缕震惊 不过还没等我搞清楚里面另一个神是谁 张远你坏我大事我一定要打 见到这一幕我眼神微微雨 当即将雪收回中召唤空间 同时使用相位鼻舌 轰的一声封印法阵彻底暴露 无穷的神力瞬间吞噬掉磨灯的分身 整个空间当场灰飞烟灭 我在被爆炸吞噬的前一遍 传送到了还在舞台上歌唱的江玉雅前 江玉雅见我突然出现不由一乱 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直接展开剑阵笼罩整个伤体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江玉雅和在场 所有精灵都纳入了几次 同时又唤出半神三骑士 让他们举起神色制度 自己和小明互在里面 见证的无敌金光从我们身上亮起 下一刻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从山洞方向炸开 赤月的气浪向四周扩散而去 气浪所过之处 无论是山势还是树木 都在一瞬间淹没 武神的界中界破碎 翡翠森林深处亮起了药眼光芒 关于之神坐在一棵餐天古墓的树枝上 一边啃着苹果 一边看着远方生耀眼光芒 嘴角带着小 小原子放在这烟花不破吗 开战了开战了 我和自然梦境之神诺东的本体 终于要开战了 就在刚刚它的分身爆炸后 引起剧烈的能量冲击 在爆炸结束后 自然山谷已经彻底被一危平地 山谷中唯一留下的 就只有被半神三骑士 用神圣之盾顺便保护的舞台 以及后方的自然女神像 舞台下方的爱丽维拉精灵们 也因为由我见证的保护 逃过了一几 不过此时所有精灵都是一连猛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江玉牙扫了一眼 周围已经变成废墟的伤 悄悄戳了戳 我低声问道 原子你都闯了什么祸 咱们要不要现在开溜 江玉牙话还没说完 山洞方向又传来一道巨响 滔天的飞气从中喷涌而出 随后一个高达百米 由巨木和藤腕扭曲出来的人形怪物 从废墟中站了出来 它的头部有十二只眼睛 背部生长的巨大的一魔 口中不时喷出黑色的雾气 恐怖的神威向四周扩散而去 翡翠森林无数参天古墓 在瞬间变成枯木 江玉牙仰头 看着那恐怖的怪物 整个人当场猛了 那是什么 那就是爱丽维拉精灵 现在信奉的自然女神 你在逗我吗 如果那都能是女神 我给你洗一个月的袜子和内裤 江玉牙话音刚说完 舞台下就有一部分精灵 向着那怪物跪了下 口中还高呼着自然之神 江玉牙又当场正主 维拉精灵们喊道 你们的族人都已经被古神控制 你们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到我后边来 我此话一出口 在场的精灵们都面露犹豫之色 现状我不由对江玉牙道 小姨要不你来喊一嗓子 他们要还待在那里 待会儿打起来 我可顾不了他们 江玉牙本来还想和我 交涉一下内裤和袜子的事 不过如今精灵命关天 她也步步的这些鸡毛算品 对舞台下方一众犹豫的精灵喊道 大家不要害怕张元是我外甥 她是来帮大家的快泄过来 随着江玉牙一开口 那些本来还在犹豫的精灵们面面相去 随即便纷纷跑向我 见到这一幕 我也不忧有些扎实了 还得是小姨出马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江玉牙拍了拍 我肩膀又说道 你去做你的事吧 安抚精灵们的工作交给我 我见没有跪下来的精灵 都已经到了自然女神像周围 当即吩咐半神三骑士 将小姨和一众精灵 固在神圣之盾中 而自己则是腾空而起 直面诺灯的本体 此时诺灯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她看到我飞过来 十二只眼睛瞬间变得一片星空 缠绕在诺灯身体表面的藤岸刺入大地 开始不断汲取翡翠森林的生命力 大批树木和花草在瞬间枯萎 仅仅是吸取自然生命力的诺灯并不满足 她嘶声咆哮着 又将自己的神力释放出来 灌入山谷之中 整个山谷废墟中 突然冲出一棵紫色的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虽快变大 而那紫色的树此时就如同灵巧的毒蛇一般 虽快刺穿山谷中那些正向她跪拜的精灵 汲取那些精灵的血液 包括那个精灵长老 此时也是被树枝无情的刺穿胸膛 掉在半空中 不到一秒钟 所有被树枝刺穿的精灵便全部变成了干尸 吓得躲在神圣之盾后边的精灵们脸色苍白 江玉雅也被眼前这一幕吓得双口发软 不过她在看到大家都害怕后 又强行振作起来对大家鼓励的 大家不要怕相信我外甥她可是原神 可惜原神这个名号 在与世无争的爱丽维拉一族里面似乎并不好用 而且江玉雅发抖的双腿 也让她的话毫无说服力 江玉雅见中精灵依旧被恐惧的情绪支配着 下意识便道 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吧 此话一出口中精灵脸上的恐惧顿时散去了不舍 进阶看向江玉雅 江玉雅见到这一幕先是一愣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努力平促下心情 又轻了轻嗓子道 那我便开始了 伴随着江玉雅的歌声响起 如百灵鸟般的声音在山谷废墟中回答 精灵们恐惧的情绪被渐渐安抚 江玉雅见大家脸上的恐慌之色消失了许多 嘴角微微上扬再度提高声音 而江玉雅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她唱歌的时候附近的自然女神像 此时也开始亮起了淡淡的光芒 而外边那些扭曲的树枝则是变得更加狂妆 诺登仿佛也听到了江玉雅的歌声 她开始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 不断挥动拳头垂击大底 随后她终于忍受不住 甚至将我都放在一边 不管直接向江玉雅冲去 我见诺登发狂 当即将雪星空亚洛特一起召唤出来 与此同时我换出大量复制飞剑向诺登射去 星空和亚洛特都变成了几十米高的巨人 一左一右咬住诺登的两条手臂 拖慢诺登的速度 雪顺移到诺登面前 鬼化幻境将灵天鬼斩一气合成 暗红色的刀光撕裂空间 同时将诺登的胸口撕裂出一个巨大的孔子 大量鼓神的气息从他胸口伤口一散而出 诺登发出痛苦的咆哮甩动手臂 将星空与亚洛特给扔出去 而这时数万把附带玄雷之力的飞剑袭来 如同暴雨一般刺入诺登的身体里 逼得诺登不断后退 诺登再次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从地里生出的紫树冲天而起 化作一棵上千米高的巨树 巨大的树冠 这带整片山谷 甚至远在翡翠森林外的翡翠城上 都能看到这森林中央的巨树 紫树开始不断抖 大量树叶落下瞬间化作剧毒的飞镣向我射来 而我直接启动太阳桶 炙热的太阳之火瞬间变漫天树叶和巨大紫树点燃 本来因为紫树遮天地日而变得昏暗的山谷 被太阳之火照亮 这里的天空变成了一片火海 此时我又将视线转移到诺登身上 下一秒诺登便直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 诺登痛苦地嘶吼在这天地间回导 在我和一众召唤物的围攻下 诺登终于被拦了下 被大量飞剑压制在地 动弹不得 不过面对诺登 我已经用万剑齐发攻击了好几轮 加上太阳之火的燃烧和强化九天赤煞剑阵的削减等级 我所有能用的招数都是尽了 然而诺登却只是惨叫依旧活力四射 一点要死的迹象都没有 按理说以我的伤害 诺登就算比弓魔神还强也早该被击杀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血条是无限吗 怎么就杀不死 我在空中躲避紫树的枝条和藤蔓的攻击 同时操控复制飞剑压制诺登 心情愈发沉重 尽管诺登在巨大化后失去了很多理智 此时完全是靠本能在战斗战力大减 但我为了保持对诺登的持续压制 也得一直开启地剑真身 如今我已经用天空塔重置了地剑真身几个 再这样下去 一旦我的生命值不够天空塔重置地剑真身冷却 那我只能再次用诸仙四剑结束这场战斗 而不会获得任何是神的奖励 如此一来 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岂不是白费力气 不如一开始就自降等级一剑送走诺登 这时我耳边忽然响起一道陌生的声音 让我靠近它 我不由一愣 但就在我愣神的瞬间 突然有两根长满稻刺的紫色藤蔓破空而来 直洗我面门 血瞬间移动到我面前 一刀将那两根藤蔓斩断 我对血到了一声线 操控飞剑将自己周围袭来的藤蔓斩掉 又用大量飞剑将诺登压制在地 随即问血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血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看到血的反应我明白他并没有听到 于是转而说没什么 或许是我出现幻听 张原来神像这年 就在这时我再一次听到那空灵的声音 眼神微微一遍立刻看向自然女神像那边 只见江玉雅正在神圣之盾中唱歌 而那座自然女神像也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然后我立刻使用虚幻真身技能分出一个投影 然后对血说道 你和我的分身一起压制诺登 我先脱离战场片刻 不过这段时间我可能没什么精力去操纵投影 你得多辛苦一下暂盖主力 尽管血不明白我想要做什么 但在他心中主人的话就是绝对的命令 立刻点头答应没问题 这边交给我 在主妇完血后 我便操控投影与血一起配合抵挡诺登 却悄悄找机会脱离了战场 进入三半神骑士的护盾屏障内 看到我突然来江玉雅不由问 原子你怎么来了 战斗快结束了吗 我们是不是要赢了 我见江玉雅停止了唱歌 发现自然女神像亮起的光芒变得暗淡不少 立即说小赢你就继续唱歌 最好唱精灵异族的歌千万不要停 江玉雅虽然不理解我的意识 但她明白现在是我独自对抗外边巨大的鼓神 而大家想活下去就只能听我的话 伴随着她动听的歌声 自然女神像暗淡的光芒又重新恢复过来 张元将手放在神像上 那道声音再一次响起 我赶忙照做将手放在了神像上 随后我感受到自己的意识 与一股柔和的力量连接在一起 脑海中变得生机盎然 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位 穿着白色长裙绿发金魔的精灵女子 我见到面前的精灵立刻问道 你是谁这里是哪 我是自然女神 这里是我创造出来的意识空间 自然女神回答我的问题之后 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道 三十年前我在清理自身深渊污染时 中了鼓神的暗算落入了鼓神的封印中 从那时起我便一直被囚禁在鼓神的封印里直到今天 之前我在封印法阵内部感受到的神明气息 莫非就是你 没错 这三十年间鼓神试图挖走我的全部神德 彻底取代我的身份 而我也在与他不断抗争 按理说封印法阵中是不会有任何元素力量 被封印的神无论是我还是鼓神诺登 都会越来越虚弱最终走向死亡 但诺登却不知道用了何种手段与外界懂事联系 还窃取了我的部分权柄 这导致他可以从精灵一族的信仰与歌曲中获取微弱的力量 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 诺登愈发强大而我却愈发虚弱 若不是你及时出现破坏的封印法阵 强行中断了诺登的吞神仪式 我恐怕自己就要被他彻底吞噬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即便如今我的本体也虚弱到无法动态 仍被困在破碎的封印法阵中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歌声的执意 勉强用一缕意识与你取得联系 我继续问道 我已经能压制诺登了 但他似乎怎么都杀不死你知道原因吗 我努力联系你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诺登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与大地连接在一起 只要大地不毁灭 他就永远不会死 而大地中的生命力量源源不尽 除非世界末日到来大地彻底枯萎 否则诺登将永生不死 那我该怎么斩断他与大地的连接 诺登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 正是因为得了我部分权能 而那部分权能正是源于我的一部分神格 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摧毁我的那部分神格 他话音落下后掌心飞出一团绿光进入我的体内 我感受到一股奇妙的力量进入体内 而周围的花草树木似乎也对我亲近不少 张元我已将我仅剩的力量完全授予你 你可以通过这些力量找到藏在诺登身体里的神格碎片 找到我的神格碎片摧毁他 拜托了 自然女神的话音落下 她的形象瞬间消散 我从意识空间中脱离回到了现实世界 神话任务 古神的宿敌任务进度已更新 请摧毁自然女神的神格碎片 击杀自然梦境之神诺登 锻造之神打造的绝世神器终于要出世了 当我一进锻造之神的宫殿 便听到了真儿欲聋的垂击声 每一次锯锤落下 整个宫殿都会被金色的火花照亮 随后便有一股恐怖的神威席卷了 原来锻造之神说的锻造出比肩天空谱的神器 不是在吹牛啊 是吧是吧 我一开始就看好打铁了 他肯定是能锻造出好神器的 此时欢愉之神呵呵一笑随即对我说道 现在神器锻造已经到尾声 打铁的肯定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神器最后的打磨上 咱们要不去他的宝库逛过 闻言我眼中闪过一丝诧异 锻造之神不是早就禁止你和狗进入他的宝库了吗 瞧你说的这会儿 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高一齿磨高一丈吗 区区锻造之神的结界怎么可能拦住 你跟我来就是 我见状连忙跟上去低声道 乐子神 人家锻造之神正给我们打造神器呢 咱这样是不是太不厚道了 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 放心 包发现不了的 欢愚之神笑着取出一把半透明的金色钥匙 你瞧瞧这是啥 我一正立刻查看金色钥匙的信息 神级道具万能之药 门之神的至宝可开启任意的门 这可是我从门神那里顺来的神器 在这天底下 只要是门 不管那门被施加了多少结界 都会被这钥匙打开 不是姐妹 你这样到处偷人家的神器 真不会出问题吗 请注意你的措辞 我这不是偷只是借一段时间 要还的 什么时候还 被抓到后 在和欢愚之神扯皮的时候 我们又一次来到了锻造之神的宝库 此时宝库大门紧闭 门内门外都涌动着极为恐怖的结界气息 看起来是欢愚之神上次尝试潜入宝库后 锻造之神便又加固了宝库的结界 哼哼加多少结界都没用的 小原子帮我放风 欢愚之神哼哼一笑走到宝库前 将万能之药插入锁口 下一秒万能之药亮起淡淡的光芒 随后那光芒扩散至整个宝库 随着一声脆响 宝库门锁被打开 所有结界全部消失 欢愚之神兴奋地搓了搓小手 推开宝库大门正要探头进去 一只巨大的手便突然将欢愚之神给拎了起 乐子神你就这么喜欢往我的宝库里钻 完全受化 高达六七里的锻造之神 将欢愚之神拎在半空中沉身问道 你什么时候来的 欢愚之神见到锻造之神尴尬一笑 随即他看向我 只见我脸上带着歉意摊手道 乐子神没办法 你在开门的时候他就来了我也没办法 你这卖队友的家伙 欢愚之神狠狠地动了我一眼 随即脸上堆起笑容 立刻变成女服装 给锻造之神解释道 老哥 如果我说我最近在兼职家政 突然职业并犯了 想进宝库帮你打扫一下 你信吗 其他神的话我或许会信 但你不可能 锻造之神淡淡说了一句 随手将欢愚之神向我这边扔来 欢愚之神当即如同炮弹一般撞向我惊呼道 啊 小原子接住 我见欢愚之神急速飞来表情微微一变 连忙伸出双手去接欢愚之神 砰的一声欢愚之神撞进我的怀里 巨大的力道直接将我给震飞出去 我死死抱着欢愚之神后退了近百米 这才在墙壁边缘卸掉锻造之神的力道稳住身形 锻造之神见我竞争接住了欢愚之神 眼眸中闪过一丝亚异 不过很快他便掩盖下情绪 将宝库大门上的万能之药取了出来 关上宝库大门转而到 神器已经完工 现在还差最后一步认主就能让他力量彻底觉醒 你们两个商量一下谁去让神器认主的 躺在我怀里的欢愚之神立刻道 打铁的你先把钥匙还给我 这把钥匙是我帮门之神打造的 之后我会帮你还给他 你们快些过来吧 神器出世可能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那之前尽快让神器认主免得被人夺了去 说罢锻造之神便是原地消失 欢愚之神从我怀里下来轻咳两声 随即对我催促的 你还愣着干什么 打铁的不是让你去认领神器吗 你还真把神器让给我吗 那玩意儿实际上对我来说没啥用 你让我瞧瞧长什么样就好了 快去把我去那边等你 这乐子神一边总是想着占其他神的便宜 一边又对诸神都渴望的强大神器毫无兴趣 真是看不透他呀 我笑着摇了摇头向锻造台方向走去 带我走到锻造台附近的时候 只见变回人形的锻造之神和欢愚之神 正站在一个半透明的结界外 而在结界中悬浮着一团金色的闪电 我看到所谓的神器是一团闪电 眼眸中闪过一丝惊讶 这跟我想象中的神器完全不一样 锻造之神剑我过来开口说道 所谓神器并不一定要拘泥于气 精髓在于魂 这无形之雷便是我毕生所追求的完美杰作 它的力量会根据主人而变化 无论它的主人是谁 它都将成为它主人最适配的利己 小子他现在还是处于沉睡状态 真正的力量还没有觉醒 既然乐子神愿意把它让给你 便由你去唤醒它吧 欢愚之神此时也催促到 小原子快去让它认个主 让我瞧瞧这团闪电的真正形态 传着一股无比恐怖的能量 神级装备无形之雷 其中似乎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正等待着它的主人到了 看到无形之雷的信息后 我便直接手伸过去 是否与无形之雷进行绑定 注意绑定之后 无形之雷将永久改变形态 随着我开始和无形之雷绑定 本来安静的无形之雷 便开始噼里啪啦地跳动起来 金色的雷弧打到我手上 并未让我感受到疼痛 反而有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相当舒服 下一刻便感觉 有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 涌入自己体内 我全身都开始闪烁金色的电弧 随着面板上出现 融合成功似的字后 无形之雷便钻入我的体内 然后我周身开始涌动雷光 恐怖的雷维直接将结界给震碎 耀眼的雷光 当即将锻造之神的宫殿给吞噬 金色的雷霆冲出宫殿 覆盖住整个炉箱 随后又突破了炉箱副本 向天地间扩散而去 无形之雷完成自我进化 变为剑气旋雷 神级装备剑气旋雷 剑气旋雷存于体内 持有者不受规则之力影响 可为所有飞剑和剑气附加旋雷之力 旋雷之力可穿透护盾结界屏障 无视目标无敌效果 无视目标减伤效果 直接对目标灵魂造成伤害 剑气旋雷可是做神格 且持有者可拥有多个神格 持有者每获得一个神格 剑气旋雷获得一次进化 目前下位神格剑气旋雷 不受下位神格的规则之力影响 可穿透中位神格及其中位神格以下的 护盾结界屏障 伴随着剑气旋雷在我体内成形 我的眼眸之中有雷光闪烁 整个人的气息也有了相当巨大的变化 就仿佛是一位新诞生的神明 欢愚之神震惊地看着我 眼中尽是不可思议 他能感知得到我的气息变了 好像是从人变成了神 但他又没有感知到我的神格 这说明我现在还是人 更何况成为神是有两个硬性条件的 一是孕育神格 二是等级超过界限突破100级 可我现在既没有神格等级也才60级 但却拥有了神的气息 欢愚之神想到这 他看向我的眼神变得越加激动 世人也是神 如今的我就算放在神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锻造之神见到我的变化顿时哈哈打笑 好好好 成了终于成了 我的想法没有错 神的神格是可以人为制造的 神也可以不止拥有一个神格 张远你就是最好的例子 锻造之神大笑着 他仿佛想通了一切气势猛然暴涨 一股异常强大的神威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神界的天空出现一响 一个巨大的铁锤猛然落下 整个神界都听到了锯锤敲打金属的声音 无数神明都炼露震惊之色 那些感知到神气出世 本想前往炉香争夺神气的神明 在听到锯锤落下的声音后 进阶停了下来纷纷反唱 放弃了抢夺那神气的想法 本来还对我变化感到震惊的欢愚之神 此时在看到锻造之神的变化后 又惊叹道 这打铁的位格竟然提升了 欢愚之神惊叹着 然后他想到了什么眼中 闪过一缕脚下 悄悄往锻造之神那边挪了一步 过了许久锻造之神的气息 才归于瓶颈 不过我发现 锻造之神的心跳 也变成了铁锤敲打金属的声音 欢愚之神对锻造之神笑道 打铁的恭喜啊 神界已经有近万年 没有神明提升位格了 没想到你成了第一个 成为上位神的感觉怎么样 如果没有张元专武给我的灵感 以及你们提供的永恒之火 与万象飞金 我也不会有此突破 锻造之神笑了笑向 请求尽管来找我 话一落下锻造之神 便原地消失离开了炉香 瞧给这打铁激动的 咱们两个都还在他家呢 他就直接走了 欢愚之神见锻造之神 急匆匆地离开 先是调侃了一句 不过他的嘴角确实翘了起来 看到欢愚之神 嘴角勾起的微妙弧度 我便明白他要开始做坏事 不由问道 乐子神你又想搞什么 欢愚之神笑道 小园子 现在锻造之神回神界了 炉香中就只剩下我们两个 那岂不是锻造之神宝库里边的宝贝 我们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你还没死心 可锻造之神已经把万能之药拿走了 你怎么打开宝库 黑黑你瞧这是啥 欢愚之神黑飞一笑 随后便将万能之药给掏了出来 见欢愚之神竟然又拿出了一把万能之药 我不由惊到 万能之药这玩意儿还有第二把 当然不是 这神器蕴含着门之神的规则之力 是独一无二的天下独一版 我刚刚从打铁身上顺回来的 你什么时候偷回来的 在锻造之神位格提升的时候 我全程都被锻造之神释放的神威吸引 完全没有注意到欢愚之神的动作 而且方才锻造之神全程有神威掠罩 其所散发的恐怖气势让人根本无法靠近 在这种情况下 乐子神竟然还能从锻造之神身上顺攻起 我彻底惊了 黑黑本乐子神自有妙法 欢愚之神笑着对我招招手 小原子快来 咱们去灵园狗 又一位魔神找上我后让我给秒了 本来在欢愚之神的带领下 我再一次来到了锻造之神的宝库 瞧着前面欢愚之神开门的背影忍不住问道 乐子神 你不是说锻造之神位格提升成了少卫神吗 你这么搞就真不怕锻造之神找你麻烦 没事打铁的心胸开阔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和咱翻脸的 欢愚之神说话的时候 锻造之神宝库大门也被他给打开 别怕小原子伟大的乐子神罩着 宝库里的东西随便拿 欢愚之神回头对我说着 随即他便掏出一个麻袋冲进宝库 将里边的神器一股脑的装进麻袋 我见到这一幕嘴角不由抽了抽 拿麻袋去装神器 恐怕这天底下也就乐子神能干得出这种事来 我正要跟着走进去 忽然感觉到背后传来一道极致的威胁 全身汗毛倒数 下一秒雪出现在我身后 抽出腰刀将后方袭来的黑色箭矢斩斩成两半 我转身只见不远处出现了一团黑雾 里面似乎站着一个人但看不清模样 我眼神微微一鸣问来人是谁 身为魔神居然甘愿赐赋等级 当一个人类的宠物 你的存在真是我们魔神之使了 黑雾中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 随后又有三只箭矢从黑雾中飞出 携带着恐怖威能向雪射去 雪似乎从那三只箭矢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威胁 它直接鬼化全属性提升500倍 大量丝线凭空出现缠绕住那三只箭矢 区区一个没突破等级限制的召唤物 居然挡住了我的三只箭有意思 黑雾中传出一声冷笑随即又有三只箭矢射出 这一次的箭矢速度更快威力更强 雪的牵丝树跟不上箭矢的速度完全抓不住 下一刻三只箭矢直接刺穿雪的胸口 恐怖的魔神之力从箭矢中爆发出来 直接让雪的生命值归零 生命值归零的雪并没有回到召唤空间 它反而爆发出恐怖的气势 使用幻魔童将周围环境变为黑夜 让自己的鬼化效果再提升100倍 随后它顺移到黑雾面前挥出妖刀 与此同时我的气息暴涨 雪的第五命座永恒之势 自身受到致命伤害后将化作不可选取状态 十秒内恢复至百分百生命值 不可选取状态期间自身可自由行动 同时将自身属性加成到主人身上 暗红色的刀光撕碎如香副本的空间 斩向黑雾 不过此时黑雾周围凝聚出一道黑色屏障 轻松挡下了雪的攻击 身为召唤物飞弹杀不死 受致命伤后还能变得更强吗 看来还是得对你的主人动手 黑雾中的人对雪冷笑一声 便又有三只箭矢从黑雾中射出 轻松绕过雪笑我急射而来 紧接着神圣三骑士从召唤空间中冲出 在我周围举起神圣之盾 将那三只漆黑箭矢挡下 你这家伙召唤物可真多呀 黑雾中的人见自己又一次失手 与其变得有些不耐烦 本想快点搞定收工的 看来稍微得动点真格 废话真多 你几次出手威力也就这样 看来你也不过是一个垃圾神而已 我对这个未知的敌人 彻底没了耐心直接展开剑阵 给黑雾中藏着的人使用了欢愚印记 随后启动地剑真身 在宫殿中复制出数千把神器专物 又给所有神器附加旋雷剑起 顺便用太阳之火点燃黑雾 金色的雷光在宫殿中闪烁 这时扛着鼓鼓一麻袋神器的欢愚之神 从锻造之神宝库中探出一个头来 小原子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有个不长眼的神来刺杀我 我平淡地回了一句 周遭闪烁金色雷光的飞剑向黑雾射去 黑雾中的家伙冷笑一声 他周围再一次凝聚出黑色的屏障 不过这一次 那黑色的屏障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防御左右 大量飞剑穿透屏障射进黑雾中 黑雾中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下一刻整团黑雾当场消散 弥漫在宫殿中的冰冷气息也跟着消失不见 成功击退公魔神经验增加150亿 我面板上出现击退魔神的提示 然后一道金光从体内冲出 自己和一众召唤物一起升到了61级 看到面板上出现公魔神 我眉头微微皱起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魔神 怎么就得罪这家伙 欢愉之神这时的 我知道这家伙 他是诅咒魔神的铁杆小弟 也是庇佑深渊诅咒王国的魔神之一 我估计是因为你杀了幻军魔神 再加上又用一个技能 把深渊战场上的所有深渊怪物给清红 让深渊那边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然后魔龙王就请这魔神来刺杀你了 其实这魔神也有点实力的 中卫神卫格 比巅峰时期的幻军魔神都要强不舍 他来亲自刺杀 你看来魔龙王是真的黄了 欢愉之神呵呵一笑又继续道 小原子 接下来一段时间你可得小心点了 你刚才没秒掉公魔神 他之后肯定会卷土重来 到时候刺杀力度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 不过你也别太担心 那家伙刚刚被你的玄雷中伤 短时间肯定回不来 我成因片刻又问方才公魔神用了几成力 三成不到了 反正我搜刮宝库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他 听到欢愉之神的回答 我在心中合计了片刻 决定下次遇到这魔神的时候 不召唤诸仙四剑 而是靠自己真本事拿下的 毕竟诸仙四剑虽强 但用这技能是神没有奖励 说实话死在我手上的神都有两个 但还没正儿八经地看到过 是神的奖励是什么 是神没有奖励那我不是白事了 或许是自己送上门来的公魔神 能满足我的这个平凡朴素的愿望 欢愉之神显然也没太在意 那个刺杀的公魔神 他在简单地给我介绍了一番公魔神后 便将那一麻袋的神器 拖到我面前笑话 公魔神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一麻袋神器 小原子剑者有份你随便挑 随着欢愉之神将麻袋打开 我差点没被那一堆神器给闪瞎眼 这时我才发现欢愉之神的麻袋 是一个跟储物空间一样的空间道具 麻袋里边的神器塞得满满当当的 少说都有五百件 乐子神你该不会把锻造之神的宝库给掏空了吧 瞧你这话说的我是那种人吗 我还是给他留了一些的你快挑 一番话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你这么一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黑黑倒快点倒快点 待会打铁的可能就回来 然后我便开始在麻袋里翻搅起来 很快一个闪烁星光的罗盘吸引了我的注意 神级道具新颖罗盘 蕴含命运的力量 可以揭示神话任务和神器任务所需道具的位置 每一次使用需要充能一个月 重置冷却的技能或道具无法对此罗盘生效 我一看到这个罗盘的效果 便瞬间明白这玩意对自己到底有多重要 自己现在还有四把砖武没抽出来 那四把砖武就是四个神器任务 而且我修复天空塔 也需要找到一大堆材料 这心理罗盘简直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 你就挑一件吗 欢愚之神一论 这里边还有很多呀 其他神器虽然也强大 不过跟我不太适配 我拿着也是浪费 你还是自行处置吧 你小子倒不贪心呢就这样吧 咱们开溜 欢愚之神倒也没强行推销 将装神器的麻袋给收起来 带着我传送离开 回到零号宿舍的试炼副本中 小园子我得去销赃了 你离开副本就能回到零号宿舍 你自己回去吧 我微微点头随即又对欢愚之神提醒他 对了乐子神你可别忘了咱们的赌约 你放心吧 记着了拜拜 欢愚之神向我道了 别化作一道紫光消散 我见欢愚之神离开 也不继续在这个试炼副本逗留 通过副本传送出口 回到零号宿舍第四层 此时牛婆婆正在试炼副本外候着 她见我从试炼副本出来 也没说什么恭喜的话 直接道 四层的租金是每月一万新知识 我已经帮你把宿舍布置好了 410号房和三楼一样 都是楼到最角落的房间 你所有的行李都已经传送过去 你直接去住就好了 我道了一声 邂逅取出三万新知识交给牛婆婆 我先交三个月的房租 要是其他学生一下 拿三万新知识出来交房租 牛婆婆肯定只会一个月一个月的收 让学生先拿新知识去提升自己 但现在拿出三万新知识的数 牛婆婆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将新知识收下 随即便将410的钥匙扔给我 小子这四楼的房间和楼下那两层完全不一样 你入住之后动静尽量小一点 我虽然并不明白牛婆婆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 不过她还是老实地答应了下来 等我将房门打开的瞬间 一道白光照射到我的脸上 可当看到宿舍内部模样时 整个人不游泳羡慕 410号宿舍内完全就是一片空白空间 而我的行李就安静地放在这空白空间中央 这房间除了白色以外什么都没有 正当我疑惑之时 面板上便出现了新的提示 进入新神宿舍副本 请选择副本难度 注意通关不同难度的副本 最终获得的宿舍与祝福效果也不同 难度分为普通困难噩梦和张员特供 我现在很想退出房间去向牛婆婆问个清楚 但在进入这白色空间后 410号宿舍的房门已经消失 看着情况我如果不把这个副本通关的话 估计是出不去的 我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直接选择了特供难度 这个所谓的特供难度都直接把我的名字标上去 自己也没理由去选其他难度 随着张员选完难度周围白色空间便迅速变化 然后我发现自己站在了一块浮空的白玉石头上 在我前方有着一座雕刻有龙凤图案的白玉桥 桥的另一端则是一座立在云端 有白玉和水晶构筑的宫殿 悬浮天宫副本已生成 副本通关条件 击败Boss天宫之主 副本限制 竟用召唤物道具以及星神之袍 看到面板上出现的副本性西红 随即便发现自己的召唤空间和储物空间都已被封禁 星神之袍中蕴含的星神之力也处于封禁状态 不仅如此 连星空亚洛特他们给他的增益效果也全都消失 我笑了笑 倒也并不觉得召唤空间和储物空间被封禁是什么严峻的事情 雪和星空他们是很强 但召唤物们的出现 对我来说始终都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即便我不依靠召唤物 自己如今的强度也是神级 就让我来瞧瞧这个专门给我特供的副本 到底有什么玄妙吧 想到我腾空而起向前方那座白玉宫雀飞去 我只释放了一个最简单的技能 就在四秒内斩杀了满级的天弓之主 指引我这个技能施加到敌人身上后 对方如果不笑就会每秒损失25%的生命值 而身为天弓之主的boss为了保持自己高冷人士 依旧选择面部改色慢慢向我走来 我看到天弓之主被施加了幻云印记后 连眼睛都没长一下彻底惊了 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这可是其他神明都没做到的事 不过下一秒我便错愕地发现 天弓之主生命值减少了25% 这下我愣住了 一时间没搞清楚天弓之主 这到底是什么操作 难道是有血量越少力量越强的技能吗 这时天弓之主还是不苟言笑 浑身上下都充斥着自信 不计不缓地走向我 结果四秒刚一过去 还没走出十米的天弓之主 呼得痛哭一声 他直接捂着胸口跪到地上 握着巨剑支撑着身体 咬牙对我说道 经验增加一万 获得星神之十一枚 处于地剑真身状态 如灵大敌的 我看着天弓之主就这么倒了 整个人彻底猛了 感情这天弓之主之所以面不改色 并不是这天弓之主 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必 而是这Boss就是一个面谈 随着天弓之主被击杀 周围的宫殿环境便迅速变化 重新变回了我熟悉的宿舍房间 完成宿舍副本试炼评价为SSS 星神宿舍等级提升为 最高请选择宿舍祝福效果 第一 每天等级提升一级上线100级 第二 每天永久增加一万点思维属性 第三 每天增加一千点天赋经验 看到星神宿舍给自己提供的三个选择 想也没想就选择了第三条 以确定宿舍祝福效果 请选择星神宿舍风格 静意的蓝 室热的红 变换的紫 看到面板上出现的星体是我不由一论 不过我本身也不太注重这些 再加上这三个风格属实有些抽象 最后我也就随便选择了一个敬意的蓝 这一次副本生成的时间是格外的久 我在房间中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结束 实在无聊我干脆躺到床上睡上一觉 而就在我睡着后的这段时间 我的面板上出现了新的提示 神界传送通道已成功构建 宿舍副本位置选定为水之神殿 正询问水之女神的意见 水之女神已接受 宿舍副本已安置于水之神殿 忽然间敲门声响起 听到敲门声的我迷迷糊糊的坐起来 还以为是牛婆婆找我有事下床去开门 张员你好啊 我是你的新邻居小睡 门外的小睡笑呵呵的向我打了一声招呼 文言我整个人当场愣住 小睡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家呀 张员你睡迷糊了吗 听后我彻底的猛了 回头看了一眼房间 确认这是自己的宿舍后 这才一脸疑惑的看向小睡 小睡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里是零号宿舍呀 小睡见我还没搞清楚状况扑斥一响 退后几步对我说道 到底是谁搞错了 你出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听着小睡这番话 我是越来越迷糊 随即我走出房间 发现门外竟然真不是零号宿舍 而是小睡的宿舍 我几乎出声立刻转身 看向自己的宿舍 只见自己的宿舍 已经变成了小睡宿舍中的一个房间 随后我便注意到 自己面板上出现的那两条体式 整个人更猛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的宿舍安置到了水之神殿 那我现在岂不是在真正的神界 小睡内心给我解释道 张员你现住的房间 实际上是星之神创造的一个副本 跟星神赌斗副本类似 只不过星神赌斗副本 是神明通过副本降临人间 而你这个副本 则是人类通过副本来到神界 那我该怎么回去 你宿舍的门 现在就相当于传送阵 你能通过这扇门 任意来往人界和神界 你先进屋把门关上 再把你的手放在门把手上 然后你就知道了 去试试吧 听到小睡这番话 我便立刻进入房间 将门关上把手放在门把手上 果然我的面板上出现了传送提示 请选择前往地点 我发现外面已经变成了 零号宿舍的楼等 而小睡已经不在 星之神大费周章 专门给我构建出一个新的副本 让我可以任意来往神人两届 肯定不是为了让我和小睡当邻居 不过我一时想不通星之神的目的 决定去询问询问小睡 于是再次进入房间 关上房门选择水之神殿 重新打开门 便在门外看到了笑呵呵的小睡 小睡见我回来又笑道 张元 咱们今后可就是邻居了 请多多指教 你也多指教 我对小睡笑了笑 随即问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小睡 你知不知道星之神 为什么要把我的宿舍 安置在你的神殿里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当时星之神找到我 说你要当我邻居的时候 我也下了一大提 毕竟张元你还是人 你到神界中来属于偷渡 这是违反神界立法的事 一旦其他神明发现 你出现在神界 他们绝对会将你抓去 审判后果相当严重 说到这里 小睡顿了顿继续的 不过你也别担心 我的神殿有着我的神力笼罩 只要你不离开 对你没有好处吧 虽然小睡没有明说 但我心中清楚 一旦自己被其他神明 发现小睡也绝对会被审判 怎么没好处啊 小睡眼睛开始亮起光芒激动的 有你在 漫画更新的时候 我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 而且我游戏卡关的话 你也能来帮我忙 就这吗 难道还不够吗 探到小睡那高兴的模样 我哑然失笑 是够了 你以后如果有什么 要我帮忙的尽管吩咐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小睡跃跃欲试 其实我一直想尝尝 人间的披萨是什么味道 你能帮我买一块吗 我会付钱的 一块披萨而已 小睡你没必要这么客气 我请理师 先到我宿舍去坐坐吧 好呀那我就打扰了 小睡笑着点头走进宿舍 在玄关脱掉鞋子进入客厅 好奇地打量着这间宿舍 这还是他第一次去 除了火之女神以外的 其他人的房间 我走进宿舍 关上宿舍门 将坐标改变为零号宿舍 用手机点了披萨外卖 随即兑小水道 披萨过一会儿就到 冰箱里有喝的 你想喝什么自己呢 小睡好奇地问 我不用出去买吗 直接网上下单就好了 外卖一会儿就送过来 小睡仿佛是捕捉到了 某种关键词 他的呆毛当即竖了起来 兴奋问道 是不是传说中的互联网 是不是只要有互联网 我就算在家里 也能买到全世界所有东西 我没想到小睡居然这么兴奋 不过仔细一想 神界本身就没有互联网 小睡又是足不出户的类型 他接触的一切人间玩意儿 都是乐子神导卖给他的 这种情况下 小睡没上过网也能理解 想到这里我对小睡笑道 那你先玩会儿我的电脑 我出去帮你买一部手机 顺便给你办理一个交易账户 之后你可以网上购物了 到时候你想要买什么 直接来我宿舍就好 账单也不用担心 直接刷我的卡 谢谢老板 小睡雀跃点头 我需要回报你什么吗 不用回报 光瞧着你就已经很痒痒了 你就在家里自己玩 把我去买手机 好的好的好的呢 随便一件都能卖出去上千亿 养的小睡还是信守年来的 我离开零号宿舍 便直接去校内的帝国交易所 买了一部最新款的 华为13面折叠屏手机 办理了一个新的交易账户 顺便绑上自己的交易账户 并设置了无限额的免密支付 随后我又将自己淘汰下来的 传说级头盔天空女武神之冠 传说级首饰蒂萨斯三件套 以及以前刷副本爆出来的 传说装备圣石之铠 和堕落法杖一起上架到交易所 这是我的交易所面板上 谈出了一条新的信息 尊敬了张元先生 感谢您对帝国交易所的支持 由于您一次性上架 多件传说及装备 其价值已超过 大厦帝国市场承受极限 这有可能导致 单件装备成交额下降 为了确保您的利益 是否授权交易所 开启全球拍卖 备注 您已升级为帝国交易 十级会员 帝国交易所将不再收取 您拍卖装备的手续费 看到交易所传来的信息 我不犹疑了 自己记得大厦帝国交易所 最高的会员等级就是十级 而我在这之前 也不过是四级会员而已 带着强烈的好奇 我先是同意了 帝国交易所的全球拍卖方案 随即便打开了 帝国交易所的交易面板 进入十级会员的专属商店 发现里边已经出现 不少传说级的装备和材料 不过那些传说装备的属性 都差了我拍卖的那些装备 属性一大截 更不要说我身上穿的那些了 看来这十级会员的商店 也没啥用了 这里边卖的东西 不如我自己去刷一下副本 我嘀咕着对这十级会员的商店 略短失望 不过正当要关闭商店界面的时候 忽然注意到一个名叫天赋单的商品 天赋单服用后增加一万点天赋经验 一百亿一颗目前库存九枚 看到这个商品我眼睛不由一亮 当即下单花了九百亿 把这帝国交易所的九颗天赋单清空 我上次圣灵之冠卖出了一千三百亿 天赋单账户余额还有的剩 在我下单的瞬间 我面前的交易法阵便亮起光芒 九颗弥漫浓郁药箱的天赋单 直接就传送到了我面前 然后我先吞下一枚天赋单 瞬间便感觉有一股奇特的力量 在自己体内滑开 滋润自己的灵魂 紧接着面板上出现了 获得天赋经验的提示 见自己真的得到了天赋经验 眼睛微微一亮 当即将剩下的八颗天赋单吞下 伴随着八颗天赋单下毒 我又获得了八万天赋经验 周身顿时亮起了淡淡的金光 绝对幸运等级提升 三级绝对幸运 抽卡时幸运MAX 每月限30次 见绝对幸运等级提升 我整个人顿时兴奋起来 自己这个月的抽卡机会已经耗光 但现在手上还有六枚神之石 和两枚新神之石用不出去 现在天赋等级提升又能抽奖了 随后我也没有再交易所抽卡 而是带着新的手机赶回零号宿舍 毕竟家里还有一只小水等的头位 自己也不能在外边耽误太久 我回到零号宿舍的时候 披萨外卖也已经送到宿舍楼下 我带着披萨上楼还没打开宿舍门 便被房间中涌动的澎湃水元素给警告 感受到屋内汹涌的水元素 我眼神微微一边立刻打开宿舍门 然后便看到了一地的战炉石 而小水此时正抱着双膝坐在电脑椅上 一边看着电影金刚尼克号一边抽起 他滴落下来的眼泪 在半空中便凝结成战炉石滚落在地 我瞧着一地的涌动着恐怖水元素的战炉石 整个人彻底猛了 回想起帝国交易所十级商店里的上架的神级材料 品质最低的都能卖十多亿 品质高的甚至几十亿 而战炉石身为水之女神的力量结晶 其价值远高于交易所内的神级材料 一颗最少卖的百亿 这一地的战炉石少说也有几百颗 发财了 高贵女神第一次降临人间 就在我的房间内抱头痛哭 我进门一看才发现她正在看电影《金刚尼克号》 而她所掉落的眼泪全都化作了价值百亿的宝石 看着一地的宝石我心想这下可发大财了 水之女神见我回来连忙暂停电影 向我道歉道 对不起我把你房间搞乱了 我会帮你收拾的 没事 待会我让召唤物来收拾咱们先吃披萨 我笑了笑将披萨放到桌子上打开盒子 浓郁的香味瞬间弥漫至整个房间 小水看到桌上满满是牛肉和芝士的大披萨 口水立刻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她擦了擦嘴角的口水说道 那就待会收拾 我可以开动了吗 小水不用和我客气 你把这里当自己房间就好 她听后用力地点头 随即便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披萨 狠狠咬下一大口 牛肉的汁水和浓香的汁事在她口腔炸开 好吃地让小水悬浮在半空中 真正意义上的好吃到飞起 好似 太好似了 小水口腹之欲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此时她满脸的幸福高兴的探向我 张元 你们人界才是天堂吗 我都一直住在这里了 星之神应该能把这宿舍扩张成两个房间 你想搬进来随时都可以 我笑笑随即换出罗刹王和冰之精灵女王 让他们去收纳地上的战炉石 同时又将新买的华尾13面折叠屏手机交给小水 这是我给你买的手机 他已经绑了我的交易所账户 网购地址也定在了零号宿舍 你想买什么就自己买 谢谢 张元你太好了 小水满心欢喜地接过手机开始鼓刀起来 本来是人们人手一个的手机 此时在小水的眼里 却好像是西式珍宝一般 他对此爱不是手 这是我的手机响起是万长安来点 你自己慢慢说我去接个电话 好的好的好的呢 我走到门外接通电话询问万战神什么事 张元 你交给我们的深渊之种 最近研究已经有新的突破 是什么突破 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发现 爱丽维拉精灵一族的翠玉灵液 对深渊之种有压制的功效 但以我国目前翠玉灵液的存量 目前还没法对深渊之种进行更进一步的实验 文言一证我还没听过这种种族 那一个栖息在我国西部翡翠森林中精灵族 他们信奉的自然女神 而翠玉灵液就是他们一族 世代守护的圣权权水 是相当珍贵的材料 三十年前我们大夏帝国 还和爱丽维拉一族交好 当时他们还非常愿意用翠玉灵液 来与我国换取各种勿资 不过在诅咒王帅领深渊大军大举入侵我国后 爱丽维拉精灵损失无比惨重 他们几乎被灭死 在那之后爱丽维拉精灵便彻底绝技 他们的圣权也随之消失 自那以后翠玉灵液变成了绝品 用一点省一点 科学院用来研究深渊之种的翠玉灵液 已经是最后一番 听后我顿时明白了万长安的意思 所以万战神您是想要我去翡翠森林寻找翠玉灵液 万长安并未掩饰直接到 爱丽维拉精灵在消失后 我们也多次派遣冒险家前去翡翠森林搜寻他们的下落 不过至今一无所获 张元你能力出众运气绝佳 你去翡翠森林或许会有所收获 当然我们这边也会继续寻找 其他能压制深渊之种的材料 如果你没有找到翠玉灵液的话 也不用灰心 我们一定能把你爸妈救回来 谢谢万战神 我接下来就去翡翠森林一趟碰碰运气 对了张元 李小姨最近正在翡翠森林外围的翡翠市开演唱会 不过我们均不负责在暗中保护江玉雅的特工报告 她在翡翠市这段时间经常往翡翠森林跑 但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艾莉维拉精灵经历了灭族之痛 谁也不知道他们这族群会发生什么变化 如今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 江玉雅与艾莉维拉精灵们接触可能会有风险 我们的人不好直接与你小姨接触 你过去后可以稍微提醒一下 他让他注意安全 当然如果你最后发现艾莉维拉精灵一族没有黑话的话 我国也愿意扶持他们的族群 听到万长安这番话我眼神微微硬明 小姨居然和艾莉维拉精灵扯上关系了 想吧随即道 多谢万战神提醒 我会去找小姨的 就先这样吧 你之后需要什么帮助尽管给我说 军部会尽可能为你提供最大帮助 挂掉电话后我有些放心不下小姨 决定立刻前往翡翠 于是便转身回到宿舍 只见小睡正望着桌上半块披萨咽口水 看到小睡那想吃又不敢吃的样子 忍不住笑出了声 本来稍微有些紧张的情绪当场被冲散 小睡见我回来连忙的 张元快来吃披萨冷了就不好吃了 这披萨本来就都是给你买的 你想吃就吃吧不用给我留 我可以全吃了吗 小睡有些惊讶 他本来还想和我客气一下 但他实在是抵挡不了披萨的诱务 最终还是败点食物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笑了笑又道 对了 我有事得出去一段时间 你想住这里就尽管住 想吃什么就自己用手机点 好的我帮你看假 小睡想也没想就硬了下来 在我宿舍里待了一段时间后 小睡便是明白这里才是宅的天头 漫画和单机游戏中有看完和通关的时候 但网络不一样 这上面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信息出现 网络才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 此时的小睡 就像是一个父母马上要出远门 就留他一个人在家自由自在没人管的孩子 他嘴角的笑容都快要压不住 我见状摇头笑了笑 像小睡到了别后便禁止前往学校的传送阵 传送前往翡翠市 而小睡在我离开后 便拿起了我给他买的通手机 直接躺到我的床上 一边欢快地哼着小曲 一边点开手机中的购物平台 翡翠市是大厦帝国西部的四线城市 这座城市的规格并不大 与西湖是差不多 甚至比西湖是小不少 这座城市与森林的界线相当模糊 就好像这座城市是从森林中长出来的一般 虽说这座城市的主体还是水泥建筑 但所有建筑都大量采用了各类木材 许多建筑的外墙上都覆盖着绿色植被 我走出翡翠市的传送中心后 便在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 看到了江玉雅演唱会宣传海报 亮棕色的长发头发勾人的大眼睛 加上那恰到好处的内质以及完美的身子 很容易让人一眼就爱上她 简直就是天生的爱道 在广告牌下 还有聚集了不少江玉雅的粉丝 我才上大学两个多月 小姨居然就变成大明星了 火得有这么快吗 我见这城市中有不少人都穿着戴有江玉雅Q版头像的粉丝 颇有些惊讶 不过粉丝多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倒也没多想拿出手机拨打江玉雅的电话 很快电话被接通 另一边响起江玉雅轻快的声音 或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原子你终于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呢 小姨我可不只是给你打电话 我还到翡翠时了 现在你可真大明星了呀 这城里到处都是你的粉丝 嘿嘿跟你这个大夏之心比起来 小姨这点成就算什么 最近我可是隔三差五 就看到你上一次热搜 一上就是图版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被你抢热度的大明星 对你恨得牙痒痒 你才是大夏真正的顶流 什么时候让小姨蹭一蹭你的热度 只要是小姨你想蹭随时都可以蹭 小姨你现在在哪儿 我过来看看你 我在西城门这边打算出去办点事 原子你先去办你的事 我回来请你吃饭 听到江玉雅这番话 我也不藏着掖着 小姨我这次来翡翠时要办的事就是你啊 文言江玉雅一愣 总之小姨你在西城门等着我别乱跑 我马上过来 我并没有给江玉雅过多解释 挂掉电话后我便腾空而起 以极快的速度向西城门飞去 很快我便感到翡翠时西城门 很快便注意到一个高层女子 虽然那女子特意遮挡了面容 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 那就是乔装打扮过后的江玉雅 毕竟这世界上 能有江玉雅那般完美身材的人可不多 我从空中降落到江玉雅前方笑着打招呼 行啊原子 上大学两个月居然已经会飞了 真不愧是京都大学啊 江玉雅见我竟然是飞过来的笑着夸奖了一句 随即问我找她什么事情 我也不管弯墨角直接打直球说道 小姨你知不知道艾里维拉精灵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 江玉雅明显愣了一下 她沉默了片刻后随即才低声道 这里不方便说 我们还是先出城 我微微点头和江玉雅一起离开了西城门 前往西边的翡翠森林 虽然翡翠森林是一个面积广袤的原始森林 但这森林神奇的是其外围没有一只怪物 就算是深入翡翠森林几十公里 也最多遇到一些零星的野怪 而且等级基本都不会超过十几毫无威胁 也正是因为翡翠森林怪物少自然风景还漂亮 这片森林外围被政府发展成了旅游圣地 每天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 我跟着江玉雅出城后城外的人反而变得多了起来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拥有生活职业的普通人 这种场面是在其他城市不可能看到的 哪怕是大厦最坚固的京都城 也只能清理城市周围的十公里的怪物 而且严令禁止生活职业者出城 江玉雅招呼着我前进 她在人群中不断穿梭 很快就带着我走上了一条隐秘的小路 周围的人群越来越少 最后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江玉雅停了下来甩了甩头发对我问道 圆子你找爱丽维拉精灵什么事 小姨你果然知道他们 见江玉雅知道爱丽维拉我便直接道 我需要翠玉灵液 翠玉灵液这玩意儿我可没法给你梦完 不需要小姨你来梦 你告诉我一些关于爱丽维拉精灵的事情就行 剩下的我自己来 这时江玉雅却面露难色 圆子不是小姨不愿意帮你 爱丽维拉精灵并不喜欢陌生人 而且我也答应过他们 不能透露太多和他们有关的任何信息 听到江玉雅这番话我倒也没有为难她 转而问道 那小姨你是怎么碰到他们的 这个总该能讲了吧 江玉雅却是摇头说自己不知道 文言我一愣 江玉雅继续道 我是真不知道 前些天我就是在森林里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练嗓子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到了他们的地盘 就突然过去了 你有没有被传送的感觉 没有 直接就顺移过去了 而且我每次去他们的地盘 都是在森林里溜达几圈 然后就突然过去了 听到江玉雅的话我陷入沉淫 以江玉雅描述的遭遇 她很像是误入了某个结局 想到这里我又问她 那他们让你干了什么 江玉雅说是唱歌 就只有唱歌吗 没错 就只有唱歌 已经消失千年的 精灵种族重现事件的第一件事 既然是让当红歌手去给他们唱歌 而且每次过后 歌手都能获得巨量的等级和精灵 我听完小姨的描述后 便把可以传送的相位鼻鼠递给她 让她这次前去精灵族遇到事前就联系我 看来咱家原子真长大了 都能保护小姨了 说罢她便转身走进森林深处 目送江玉雅离开 我随即便跃到了高处的树枝上 在后方悄悄跟踪 这时欢愚之神的声音响起 我扭头看去只见欢愚之神坐在树枝上 一边啃着苹果一边道说道 小原子你的小姨恐怕危险了 文言我不游问为什么这么说 爱丽维拉精灵是信奉自然女神的族群对吧 信奉自然女神有什么问题呢 以前信奉自然女神当然没问题 但现在自然女神被深渊深处的禁忌力量污忍 已经自我封印了30年 她早就自断了人间的信仰 而现在爱丽维拉精灵一族还在信仰着自然之神 并且还能获得神明的力量 你猜猜他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还有假的自然之神 倒也不能这么说 现在爱丽维拉一族信奉的同样是和自然有点关系的神明 只不过这个神明有点古老 我眼神微微一变惊讶地问难道是古神 猜对了 这翡翠森林本来也封印着一个古神 而且翡翠森林的封印由自然女神和爱丽维拉精灵一族管理 如今自然女神自我封印了 这里的古神搞出点手段控制了爱丽维拉精灵一族 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 我个人对爱丽维拉精灵一族没啥兴趣 只是发现你到这边忽然想起了这些事 便出来提醒你一下 在欢愉之神说这些话的时候 早在翡翠森林中的江亦亚便是凭空消失 这翡翠森林中在感知不到江亦亚的气息 欢愉之神见到这一幕便道 哦呼这下确定了 那个被封印的古神不仅仅是控制了爱丽维拉一族 甚至还有可能突破了部分封印 你怎么确定的 刚刚那小姑娘之所以消失 就是进入了古神创造的戒中介 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副本 只是这个副本没有传送入口 只有被古神认同的人才能进去 小姨居然也被古神盯上了 不行我得去把她带住 我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立刻取出了另一把相位匕首 小圆子 我个人建议是不要直接传送进去哦 戒中介是古神的私人领域 你这么进去 那个古神一定会发现 而且是你为入侵者 最轻的后果都是 古神控制爱丽维拉精灵一族围攻你 严重的话 你的小姨会被当场陷阱 然后古神亲自降临来对付你 但不管后果如何 你小姨身为一个普通人 下场都不会太好 听到欢愉之神的警告我收起相位匕首 问到我该怎么做 第一个选择你老是等你小姨出来 然后带她远离翡翠森林 永远不回来这 如今已不是古神的世界 所以只要你的小姨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古神也不会大费周章的 去控制你小姨活 不过你这么做也有风险 万一那古神就认定了你小姨 那不管你小姨 去到哪里都会受到古神的影响 而且保不齐 这一次古神的仪式就已经完成 那你的小姨可能就出不来了 第二个选择呢 你去代替你的小姨 成为古神仪式中的祭品 只要里边的古神盯上了你 那你小姨自然就能离开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和古神正面 拼个你死我活了 这样听起来 第二个选择更靠谱一些 第二个选择倒也不是没有风险 我也不知道里边的古神 突破了多少风印实力 恢复了多少 万一那古神现在横蒙 小原子你过去 可能就是送人头 文言我呵呵一笑 这倒没事 只要对方赶量血条 那我就能把他给送走 就算对方真的恢复了 绝大部分实力 我也不信对方能扛得住 诸仙四件一件 如果一件不行 那就两件 欢愉之神听到我的这番话 先是疑问 随即笑道 看来小原子你还能召唤 那四把恐怖的神剑了 既然如此 我也就不拦着你们去吧 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该怎么被古神选中呢 欢愉之神听到我这个问题 只是笑心 这点你大可不必操心 古神之所以要祭品 是因为他想要一具 可以在人间行走的外壳 既然是要选择外壳 那自然是天赋越高的越好 你小姨的天赋不错 他被古神选中很正常 但如果你到翡翠森林中走一圈 我打导票 古神会在第一时间 放弃你的小姨 然后盯上你 行那我去试试 听到欢愉之神这番话 我也不再犹豫 直接跳到了江玉雅消失的地方 下一秒我便发现 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巨变 自己来到了一个 雾气缭绕的山谷当中 小姨动听的歌声从远处传来 眼中闪过一丝 差异我环视四周 只见这谷中有不少 亮着淡淡绿光之夜茂密的巨树 然后我又往江玉雅 歌声传来的方向看去 只见山谷中央立着 一座高大的自然女神像 神像前面有着一个鲜花舞台 而江玉雅正在舞台上进行歌唱 舞台下边的观众 全是颜值极高的精灵 毫不夸张地说 这里随便一个精灵到外面去 都能轻松成为顶流的偶像 迷路的人类 欢迎来到自然山谷 这是一个手持拐杖的精灵老人 走到我面前笑脑 我是这里的长老 我立刻对这精灵老人 使用深渊之眼 首领及BOSS精灵长老 艾达瑞恩 等级80 力量10万 敏捷10万 精神999999 体力50万 戏能 木元素掌控 毒元素掌控 风元素掌控 鼓神赐福 见到这个精灵长老的 居然是以怪物的面板呈现 我眼中闪过一丝亚语 随后他又扫了一眼舞台 下方的那些精灵 同样使用深渊之眼 不过那些精灵 只有一部分是以怪物属性面板呈现 另一部分则是和他们人类职业者一样 是性灵职业等级这种信息呈现 这艾利维拉精灵一族 并不是所有精灵都被鼓神控制 看来这里的精灵族还有得救 在发现艾利维拉精灵一族 只有一部分变成敌对怪物后 我也确认了不少信息 这里的鼓神并没有恢复多少实力 否则他不可能只控制一部分艾利维拉精灵 我在心里分析着局势 不过表面上还装作一脸迷茫 像埃达瑞恩问我是怎么来这里的 埃达瑞恩并不知道我是来找茬的 他脸上带着和善的笑耐心的对我解释道 这里是翡翠森林中的戒中戒 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副本 只不过这个副本是靠寻常方法进不来的 只有被自然女神青睐的幸运才能来到这里 然后我装作一脸震惊 你的意思是我被自然女神看着 埃达瑞恩笑呵呵点头 每一位信奉自然女神的信徒 都将得到女神的垂爱获得女神的赐福 如果你能信奉自然女神 你也将得到女神的垂爱 当然我们并不会强迫改变每一个人的信仰 你就算不信仰自然女神 只要你能进自然山谷 那必定是心地纯善之人 我们依旧会视你为朋友 今后你也可以随时进出自然山 就像那边那位正在唱歌的美丽女士一样 埃达瑞恩似乎是为了提高自己话术的说服力 指向了舞台上的江玉眼 她是你们人族中的大明星 如今也是我们爱丽维拉精灵最好的人类朋友 我听到埃达瑞恩这番欲情故纵的话 只在心中冷笑脸上则是做出兴奋的表情 长老我要怎么做才能获得自然女神的赐福 埃达瑞恩也没想到我这么容易就被忽悠了 她脸上笑容越加浓郁对我问道 你会唱歌吗 还行吧 埃达瑞恩取出一页乐谱让我试着唱一首 我一接过乐谱便感觉到上面有着极其浓郁的古神气息 然后直接使用深渊之眼 自然女神的乐谱 埃里维拉精灵珍藏的音乐 据说其中蕴含着自然女神的力量 迎唱此乐谱将会获得自然女神的垂涯 刚看到乐谱的信息 我面板上便出现了新的提示 深渊之眼看破隐藏力量乐谱 信息已更正 古神之音 迎唱古神之乐将会引来古神的注视 注意 古神的注视将带来不可控的后果 请谨慎迎唱 好家伙 小姨原来唱的是古神音乐 看到乐谱真正的信息 我眼神微微一鸣 不由瞧了一眼远处 还在唱歌的疆域 我深吸一口气 随后便在歌词中注入自己的感情 开始歌唱美妙的歌曲 埃达瑞恩听后连忙叫停了我 我诧异的问怎么不让唱 埃达瑞恩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不是说你唱的还行吗 我觉得还行啊 不瞒您说我家有着优秀唱歌基因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歌手 埃达瑞恩叹了一口气 转身向山谷中一个山洞走去 看着埃达瑞恩的背影 我嘴角微微上扬 连忙拿着乐谱跟上 长老请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孩子听我一句劝唱歌不适合你 不行我一定要证明自己 在我的魔鹰攻击当中 埃达瑞恩感觉自己耳朵被侮辱 他强忍着心中杀掉我的冲动 带着我走进了山谷中的一处山洞 这山洞中央有着一口 散发着淡淡绿光的泉水 而泉水中央则立着一座新的自然女神像 不过与外边那座自然女神像比起来 这座神像上的古神气息都快要溢散出来 我看到那座神像后便停下了歌唱 埃达瑞恩大缓一口气平复下心情 随即对我说道 这里是我们爱丽维拉一族的圣权 她蕴含着自然女神的力量能够滴血灵魂 你如果想要得到自然女神的赐福就进去吧 我只是简单地唱了一首《奇迹在心》 竟让在场的神明直接破防是要将我抹杀 听到对方居然说自己唱歌难题 便直接召唤出自己的大宝贝 让大宝贝用大雷狂扇她大紫满 原来我刚来到圣权时 埃达瑞恩已经彻底忍受不了我的歌声 你要再敢唱一句我就把你停了 说吧杨奇手中管杖狠狠向我偷 我假装笑呵呵地闪开埃达瑞恩的跟机 直接跳进了泉水中 随后泉水中央变亮起淡淡的光芒 我顿时感觉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勇于自己体验 试图占据自己的身体 而埃达瑞恩见我跳进泉水里面彻底不撞 她冷声道 疯臭小子 你就在这里面好好泡着 以后你永远别想唱歌 说吧拂袖离去 在埃达瑞恩离开的瞬间 泉水周围亮起了门 同时雾中还响起了一段有限 又有些诡异的歌声 下一刻浓雾中出现了一个有些眼熟的声音 然后一道诡异的声音响起 凡人那像无限出入了身体与灵风无将次运 等等我真是错 你这么是不是有病啊 就逮着我一个补生 那道诡异声音话说到一半 声音顿时变得尖锐起来 张忍我都还没去找你的麻烦 你竟然自己找上门来 你不让我好过事吧 我今天就要强架了你的身体 轰的一声巨弃 雾中的身影猛然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势 整个自然山谷开始剧烈晃雾气 雾中所有精灵都震惊地看向山洞方向 正在唱歌的江玉牙也被突然的地震给打断 歌声消失 这是部分拥有怪物面板的精灵挺过 连忙对江玉牙喊 继续唱不要停 在诸多精灵热情的催促下 江玉牙也没法去管什么地震 继续歌唱 刚走到洞口的埃达瑞恩 也被山洞中席卷出来的鼓舞气势下 她一脸震惊地看向山洞深处随景 那人类唱歌果然难听 居然把伟大的鼓神都弃成了这样 与此同时山洞深处雾中的黑影消失 泉水中央的自然女神像轰然破碎 大量漆黑的触手从破碎的女神像中飞出 迅速缠绕住我的全身 下一刻那些触手便将我拉到了一个幽暗的奇特股间 在我前方是一个巨大的笼笼 里边囚禁着一团没有固定形状的飞气 笼笼的每一根栅栏都镌刻着复杂的符文 而那些符文又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封印 将玉牙动听的歌声传入这一世空间 化作实质性的力量不断磨损在栅栏上的笼文 此时那些栅栏上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符文被磨损 导致整个封印法阵的力量都变得相当微弱 古神从封印中冲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牢笼中的飞气里睁开一双巨大的眼睛 他直勾勾盯着我冷声道 张元你现在放弃抵抗乖乖让我占据身体 你还能少承受一些痛苦 神话任务古神的速敌已出发 请击杀自然梦境之神诺登 他面板上出现了神话任务刷新的提示 便是明白包四样选题 然后我当即展开剑阵幻醒剑阵 隔着封印对牢笼中的诺登施加欢迎应激 诺登发现我给他施加了欢迎应激人 你有心神的赐福又如何 你终究不是神只是一个人类 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 与古老的神灵对抗是多么的愚蠢 大量飞气从封印中溢散了出 在牢笼外凝聚出了一个身穿绿 气息无比恐怖的男子 恐怖的神威从他体内弥漫出来 雪同样感知到了诺登的不服气势 他直接从召唤空间中冲出挡在我面前 死死盯着牢笼前的诺登 而我在感知到诺登气息的瞬间 也对这股神分身的力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知 气息在幻觉魔神之上攻魔神之下 连分身的力量就快要赶上中卫魔神 若是让这股神彻底突破封印 实力恐怕会更上一个层次 必须要在诺登彻底突破封印之前 把这股神给干 意识到这一点我让雪全力最不要都是 雪听后直接进入鬼化状态 同时使用幻魔灯 一轮血月出现在这特殊空间中 他的鬼化增幅效果提升100倍 我同样获得鬼化增幅效果 诺登见到我和雪的气势暴涨 当即冷笑一声 不错呀张元 居然还有一个下位魔神帮 不过论完幻术类的礼仪 你们连给我提鞋都不停 诺登画一落下 他体内扩散出一道灰色光 向四周扩散而去 雪用幻魔童构建的幻境当成破负 他鬼化增幅效果消失 我同样也失去了雪的效果增幅 幻梦深渊降临 全属性减少99% 攻击防御移动速度下降99% 无法获得增益效果 我看到面板上出现了的提示 眼神微微一鸣 不过好在 欢愚之神给的属性增加百分之 还在抵消了幻梦深渊的属性下降 自己目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 我见到自身属性练本量 便也逐渐意识到了一点关键 神明之间的战斗位格品阶 似乎相当重的 欢愚之神的位格在诺登之上 所以诺登无法影响到 欢愚之神的增幅 而雪的位格在诺登之下 所以雪便是被诺登压制 而我的剑气旋类能够对拥有 中卫神格的宫魔神造成伤害 那理论上来讲也能对诺登造成伤害 这一战我这算不使用军仙四剑也有 判断完局势后我便向雪下了命 让雪发起进攻去试探一起 雪换出妖刀身形意识 顺移到诺登面前挥出灵力的一刀 诺登见雪正面攻来 只是吃笑一声 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任由雪的妖刀斩向自己的脖子 下一秒雪的妖刀从他脖子出窗 却没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而在雪攻击诺登的那一刹 我的飞剑机种而至 不过依旧是从诺登身体中穿过 剑雪和自己的攻击都没有打中诺登 我眼神微微一鸣 心想他是没有实体 还是说可以把身子虚化的剂面 区区一个凡人 一个被限制在一百级的下位模式 也想挑战真正的神秘 诺登冷笑着他微微抬水 地面瞬间冲出一根长满道次的冲撞树枝 直接将雪腹部贯穿 雪当即吐出一大满鲜血 生命值眨眼见灵 与此同时我脚下也冲出大量长满道次的削枝 然后我第一时间进入最先剑状 闪避地里冲出的尖刺 可即便闪避加成了99% 但我的速度被减少99% 再加上那些树枝似乎也有无视闪避的效果 我在最先剑状态中只避开了不到一半的攻击 好在我本身有着亚洛通的狐猎之盾和战流剑一副 诺登的这一轮攻击并没有给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而且最先剑加成的属性也不受诺登领域的影响 我闪避了一轮后思维属性全都上涨到了十多亿 而诺登在见到自己一轮攻击非但没有将我击杀 反而让我的气息涨了一大几 眼眸深处闪过一次惊嘴 这家伙是怎么做到抗这么多次攻击不死 而就在诺登震惊的时刻 被尖刺贯穿的血也触发了命作的免死效果 他直接挥刀将从捅穿自己腹部的树枝掌 又忍痛将震满是盗刺的树枝给抽了出 剧烈的疼痛让血当场暴走 他直接解放自己全部力量 将自身的妖力与魔神之力灌进妖刀中 向诺登挥出全力一刀 发动技能天轨斩 下一秒一刀巨大 闪烁雷霆的暗红色刀光 直接切开了这个空间 携带着恐怖的威势向诺登呼啸而去 诺登回过神来见血非但没死 反而还用出了更强力的技能 眼神微微一闭 他下意识想要用身体虚化来抵开这一阵 随后又似乎意识到了神 当即放弃了身体虚化 而是抬手在自己前方升起一堵巨大的木墙 轰了一声巨响血一刀劈砍到木墙之上 暗红色的雷光与灰气纠缠 新生魔神与旧日古神对抗 其力量余波向四周席卷而去 让整个空间出现大量猎物 甚至封印诺登本体的牢绒栅栏都出现了大量猎物 整个封印法阵都有破碎的记性 不过在后边的我此时却注意 此刻的诺登正在有意阻止战斗的余波破坏封印 我注意到这个反直觉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丝疑火 脑子中多了一些想法 为什么他要保护封印阻振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我再次复制出部分的飞剑 趁着雪和诺登在对抗的时候 绕过他们直接射向诺登后方的封印阻振 而诺登在注意到我那些飞剑 眼眸中又闪过一丝阴暖 地上顿时冲出树根藤外 迅速缠绕住我的复制飞剑将其拽到了地上 果然诺登不想封印被破坏 我见到这一幕当即对雪露 绕开古神的分身 直接攻击他后方的封印阻振 虽然我还不明白诺登 为什么不愿意打开封印阻振 但只要是敌人不希望发生的事 那我做了准备 雪听到我的话也没有问为什么 毫不犹豫地放弃正面突破诺登防御 直接顺移到诺登的后方挥出 妖刀闪向封印阻振 诺登见雪突然攻击封印阻振 面容有些扭曲当即用脚往地上 瞬间一颗紫色的巨树从雪脚下沉出 树枝瞬间缠绕着雪的全身 即是拦下了雪的根基 与此同时那颗巨树迅速变大 直接将整个牢笼都遮挡得原言实实 诺登控制住雪后龙眼看向我说道 张员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观察力很理睿这么快就发现了我的弱等 不过那又如何 我后方的巨树是由我的神力预矩 就凭你们两个绝不可 诺登话说到一半 然后他便看到大量附加有玄雷之力的飞剑在空中成形 而我并没有给诺登反应的机构 无数道剑光轻松洞穿了牢笼外的巨树 轰穿了封印法阵 狂暴的古神气息从封印法阵中爆发出来 而在那恐怖的古神气息当中 我还感觉到了一股与古神完全不同的神灵气息 在发现封印法阵中竟然还有第二个神的气息 我眼中闪过一缕震惊 不过还没等我搞清楚里面另一个神是谁 封印法阵上出现大量裂物 一股无比恐怖的能量正要爆发出来 诺登的身形顿时变得虚拟 他一张脸无比扭曲愤怒咆哮 张员你坏我大事我一定要打 见到这一幕我眼神微微雨 当即将血收回中召唤空间 同时使用相位鼻舌 轰的一声封印法阵彻底暴露 无穷的神力瞬间吞噬掉诺登的分身 整个空间当场灰飞烟灭 我在被爆炸吞噬的前一遍 繁送到了还在舞台上歌唱的江玉亚剑 江玉亚剑我突然出现不由一乱 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直接展开剑阵笼罩整个伤 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江玉亚和在场所有经验都纳入了几绝 同时又换出半神三骑士 让他们举起神色之躲 自己和小龙不在里 剑阵的无敌惊光从我们身上亮起 下一刻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山洞方向炸开 赤热的气浪向四周扩散而去 气浪所过之处 无论是山势还是树木都在一瞬间淹灭 武神的戒中戒破碎 翡翠森林深处亮起了药引的光芒 关玉之神坐在一棵餐天古墓的树之上 一边啃着苹果一边看着远方生药引的光芒 嘴角带着想 小原子放的这烟花不错吗 开战了开战了 我和自然梦境之神洛东的本体终于要开战了 就在刚刚它的分身爆炸后 引起剧烈的能量冲击 在爆炸结束后 自然山谷已经彻底被依为平定 山谷中唯一留下的 就只有被半神三骑士用神圣之盾顺便保护的舞台 以及后方的自然女神像 舞台下方的爱丽维拉精灵们 也因为由我见证的保护逃过了一几 不过此时所有精灵都是一连猛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江玉牙扫了一眼周围已经变成废墟的伤 悄悄戳了戳我低声问道 原子你都闯了什么祸 咱们要不要现在开溜 江玉牙话还没说完 山洞方向又插来一道巨像 滔天的飞气从中喷涌而出 随后一个高达百米 由巨木和藤蔓扭曲出来的人形怪物 从废墟中站了出来 它的头部有十二只眼睛 背部生长的巨大的一抹 口中不时喷出黑色的雾气 恐怖的神威向四周扩散而去 翡翠森林无数参天古墓 在瞬间变成枯木 江玉牙仰头看着那恐怖的怪物 整个人当场猛了 那是什么 那就是爱丽维拉精灵 现在信奉的自然女神 你在逗我吗 如果那都能是女神 我给你洗一个月的袜子和内裤 江玉牙话音刚说完 舞台下就有一部分精灵 向着那怪物跪了下 口中还高估着自然之神 江玉牙又当场正主 小英你刚说的话 我可不能当作没听到啊 我对江玉牙呵呵一笑 随即看向舞台下方那些 在场的精灵们都面露犹豫之色 现状我不由对江玉牙道 小英要不你来喊一嗓子 他们要还待在那里 待会儿打起来 我可顾不了他们 江玉牙本来还想和我 交涉一下内裤和袜子的事 不过如今精灵命关天 她也步步的这些鸡毛算品 对舞台下方一众犹豫的精灵喊道 大家不要害怕张元是我外甥 她是来帮大家的快捷过来 随着江玉牙一开口 那些本来还在犹豫的精灵们 面面相去 随即便纷纷跑向我 见到这一幕 我也不由有些扎实了 还得是小姨出马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 江玉牙拍了拍我肩膀 又说道 你去做你的事吧 安抚精灵们的工作交给我 我见没有跪下来的精灵 都已经到了自然女神像周围 当即吩咐半神三骑士 将小姨和一众精灵 附在神圣之盾中 而自己则是腾空而起 直面诺灯的本体 此时诺灯似乎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 她看到我飞过来 十二只眼睛 瞬间变得一片辛辱 缠绕在诺灯身体表面的藤蔓刺入大底 开始不断汲取翡翠森林的生命力 大批树木和花草在瞬间枯萎 仅仅是吸取自然生命力的诺灯并不满足 她私生咆哮着 又将自己的神力释放出来 灌入山谷之中 整个山谷废墟中 突然冲出一棵紫色的树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变大 而那紫色的树 此时就如同灵巧的毒蛇一般 这一块刺穿山谷中 那些正向她跪拜的精灵 汲取那些精灵的血液 包括那个精灵长老 此时也是被树枝无情的刺穿胸膛 掉在半空中 不到一秒钟 所有被树枝刺穿的精灵 便全部变成了干尸 吓得躲在神圣之盾 后边的精灵的脸色苍白 江玉雅也被眼前这一幕下的双腿发软 不过她在看到大家都害怕后 又强行振作起来对大家鼓励她 大家不要怕相信我外甥她可是元神 可惜元神这个名号 在与世无争的爱丽维拉一族里面 似乎并不好用 而且江玉雅发抖的双腿 也让她的话毫无说服力 江玉雅见重精灵 依旧被恐惧的情绪支配着 下意识变道 我来给大家唱一首歌吧 此话一出口 重精灵脸上的恐惧 顿时散去了故事 进阶看向江玉雅 江玉雅见到这一幕先是一愣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平促下心情 又轻了轻嗓子的 那我便开始了 伴随着江玉雅的歌声响起 如百灵鸟般的声音 在山谷废墟中回荡 精灵们恐惧的情绪 被渐渐安抚 江玉雅见大家脸上的恐慌之色 消失了许多 嘴角微微上扬 再度提高声音 而江玉雅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她唱歌的时候 附近的自然女神像 此时也开始亮起了淡淡的光芒 而外边那些扭曲的树枝 则是变得更加狂妨 诺登仿佛也听到了江玉雅的歌声 她开始声嘶力竭地咆哮起来 不断挥动拳头锤击大地 随后她终于忍受不住 甚至将我都放在一边 不管直接向江玉雅冲去 我见诺登发狂 当即将雪星空亚洛特一起召唤出来 与此同时我换出大量复制飞剑 向诺登射取 星空和亚洛特都变成了几十米高的距离 一左一右咬住诺登的两条手臂 拖慢诺登的速度 雪顺一到诺登面前 鬼化幻境将临天鬼斩一气合成 暗红色的刀光撕裂空间 同时将诺登的胸口撕裂出一个巨大的孔子 大量鼓神的气息从他胸口伤口一散而出 诺登发出痛苦的咆哮甩动手臂 将星空与亚洛特给扔出去 而这时数万把附带玄雷之力的飞剑袭来 如同暴雨一般刺入诺登的身体里 逼得诺登不断后退 诺登再次发出愤怒的咆哮声 从地里生出的紫树冲天而起 化作一棵上千米高的巨树 巨大的树冠 这带整片山谷 甚至远在翡翠森林外的翡翠城上 都能看到这森林中央的巨树 紫树开始不断抖动 大量树叶落下瞬间化作剧毒的飞镖像武射 而我直接启动太阳铜 炙热的太阳之火瞬间变漫天树叶和巨大紫树点燃 本来因为紫树遮天地日而变得昏暗的山谷 被太阳之火照亮 这里的天空变成了一片火海 此时我又将视线转移到诺登身上 下一秒诺登便直接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 诺登痛苦地嘶吼在这天地间回等 在我和一众召唤物的围攻下 诺登终于被拦了下来 被大量飞剑压制在地 动弹不得 不过面对诺登 我已经用万剑齐发攻击了好几轮 加上太阳之火的燃烧和强化九天赤煞剑阵的削减等级 我所有能用的招数都使尽了 然而诺登却只是惨叫依旧活力四射 一点要死的迹象都没有 按理说以我的伤害 诺登就算比弓魔神还强也早该被击杀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血条是无限吗 怎么就杀不死 我在空中躲避子树的枝条和藤蔓的攻击 同时操控复制飞剑压制诺登心情愈发沉重 尽管诺登在巨大化后失去了很多理智 此时完全是靠本能在战斗战力大减 但我为了保持对诺登的持续压制 也得一直开启地剑真身 如今我已经用天空塔重置了地剑真身几个 再这样下去 一旦我的生命值不够天空塔重置地剑真身冷却 那我只能再次用诸仙四剑结束这场战斗 而不会获得任何是神的奖励 如此一来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岂不是白费力气 不如一开始就自降等级一剑送走诺登 这时我耳边忽然响起一道陌生的声音 让我靠近它 我不犹疑了 但就在我愣神的瞬间 突然有两根长满稻刺的紫色藤蔓破空而来 直洗我面门 血瞬间移动到我面前 一刀将那两根藤蔓斩断 我对血到了一声蟹 操控飞剑将自己周围袭来的藤蔓斩掉 又用大量飞剑将诺登压制在地 随即问血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血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看到血的反应我明白他并没有听到 于是转而说没什么 或许是我出现幻听张原来神像这年 就在这时我再一次听到那空灵的声音 眼神微微一遍立刻看向自然女神像那边 只见江玉雅正在神圣之盾中唱歌 而那座自然女神像也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然后我立刻使用虚幻真身技能分出一个投影 然后对血说道 你和我的分身一起压制诺登 我先脱离战场片刻 不过这段时间我可能没什么精力去操纵投影 你得多辛苦一下暂贷主力 尽管血不明白我想要做什么 但在他心中主人的话就是绝对的命令 立刻点头答应没问题 这边交给我 在嘱咐完血后 我便操控投影与血一起配合抵挡诺登 却悄悄找机会脱离了战场 进入三半神骑士的护盾屏障内 看到我突然来江玉雅不由问 原子你怎么来了 战斗快结束了吗 我们是不是要赢了 我见江玉雅停止了唱歌 发现自然女神像亮起的光芒变得暗淡不少 立即说小赢你就继续唱歌 最好唱精灵异族的歌千万不要停 江玉雅虽然不理解我的意识 但她明白现在是我独自对抗外边巨大的鼓神 而大家想活下去就只能听我的话 伴随着她动听的歌声 自然女神像暗淡的光芒又重新恢复过来 张元将手放在神像上 那道声音再一次响起 我赶忙照做将手放在了神像上 随后我感受到自己的意识 与一股柔和的力量连接在一起 脑海中变得生机盎然 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位穿着白色长裙绿发精模的精灵女子 我见到面前的精灵立刻问道 你是谁这里是哪 我是自然女神 这里是我创造出来的意识空间 自然女神回答我的问题之后 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道 三十年前我在清理自身深渊污染时 中了鼓神的暗算落入了鼓神的封印中 从那时起我便一直被囚禁在鼓神的封印里直到今天 之前我在封印法阵内部感受到的神明气息 莫非就是你 没错 这三十年间鼓神试图挖走我的全部神德 彻底取代我的身份 而我也在与他不断抗争 按理说封印法阵中是不会有任何元素力量 被封印的神无论是我还是鼓神诺登 都会越来越虚弱最终走向死亡 但诺登却不知道用了何种手段与外界懂事联系 还窃取了我的部分权柄 这导致他可以从精灵一族的信仰与歌曲中获取微弱的力量 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 诺登愈发强大而我却愈发虚弱 若不是你及时出现破坏的封印法阵 强行中断了诺登的吞神仪式 我恐怕自己就要被他彻底吞噬 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 即便如今我的本体也虚弱到无法动态 仍被困在破碎的封印法阵中 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歌声的指引 勉强用一缕意识与你取得联系 我继续问道 我已经能压制诺登了 但他似乎怎么都杀不死你知道原因吗 我努力联系你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诺登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与大地连接在一起 只要大地不毁灭 他就永远不会死 而大地中的生命力量源源不尽 除非世界末日到来大地彻底枯萎 否则诺登将永生不死 那我该怎么斩断他与大地的连接 诺登之所以有这样的能力 正是因为得了我部分权能 而那部分权能正是源于我的一部分神格 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摧毁我的那部分神格 他话音落下后掌心飞出一团绿光进入我的体内 我感受到一股奇妙的力量进入体内 而周围的花草树木似乎也对我亲近不少 张员我已将我仅剩的力量完全授予你 你可以通过这些力量找到藏在诺登身体里的神格碎片 找到我的神格碎片摧毁他 拜托了 自然女神的话音落下 她的形象瞬间消散 我从意识空间中脱离回到了现实世界 神话任务 古神的宿敌任务进度已更新 请摧毁自然女神的神格碎片 击杀自然梦境之神诺登 我只是使用最简单的拔刀斩 竟然险些将与我对战的神明吓死 只因我这一击必定斩杀生命值少于百分之百的目标 本来我在刚接到这个是神的任务后 曆光转向山谷废墟中的诺登 发现他腹部亮着一团绿色的光芒 心想那个就是自然女神的神格碎片 随后我飞出神圣护盾撤去投影 再一次进入地剑真身状态 召唤漫天的复制飞剑 并为他们加持旋雷之力 万千飞剑闪烁着金色雷光 齐齐锁定诺登腹部的自然神格碎片 诺登似乎察觉到了危险 他扭过头来怒视我立声咆哮 轰的一声巨响恐怖的古神之力从他口中喷出 漫天的复制飞剑瞬间崩坏 只剩下六把砖五环绕在我周围 我见诺登开始主动摧毁我的复制飞剑 心中明白自己真正抓住了诺登的致命弱点 立刻对召唤物们说道 星空亚洛特使用龙溪遮挡诺登的视线 学你全力进攻让诺登尽量失去平衡 学与两头巨龙齐声回忆 随即星空和亚洛特震动双翅 飞到了诺登前方对着他喷吐 湿热的龙溪蓝色与金色的龙溪交错 覆盖了诺登巨大的脑袋 诺登愤怒地嘶吼着 双手像抓机一样抓住星空与亚洛特的脖子 狠狠向地上砸去 咚了一声巨响大地崩碎 然而星空和亚洛特在我的剑阵保护下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即使被诺登按在地上猛烈攻击 他们依旧向诺登的脑袋喷吐龙溪 尽力遮挡他的视线 雪抓住机会瞬一道诺登双腿 后方挥动腰刀 暗红色的刀光划过 诺登的跟剑被斩断 他当即失去平衡头朝前猛倒去 诺登重重摔倒在地 整个翡翠森林剧烈震动 剑撞我的眼中闪过一缕金光 是萧战炉七星龙渊 纯军甘将墨爷六把神剑化作六道剑光 向诺登后背的绿色光芒处射去 与此同时无数复制砖武在半空中成形 追随六把神剑而去 是要一击摧毁诺登的自然神格 此时山谷中的紫树和长满道次的藤蔓 已纷纷疯狂起 大量树枝和藤蔓以极快的速度冲向诺登 试图保护他的后背 然而就在那些树枝和藤蔓 快要覆盖住诺登时 他们却突然被大量凭空出现的银线缠绕住 鬼化后的血控制着 大量元素凝聚而成的银线 顺利一拉将那些藤蔓与树枝拉开 我夸奖了一句干得好 随即利用龙神立场 将所有飞剑的蓄力伤害拉升到一万倍 全部灌入诺登的后背 这六道剑光如同划破黑影的流星 直接撕开诺登后背的坚硬外壳与骨头 刺中他体内那颗半径5米的自然神格 咔嚓一声六把砖5向钉子般刺入自然神格内 那颗自然神格表面顿时出现大量裂纹 无数飞剑紧随其后 极快地钻进诺登体内击打着自然神格 并试图刺入神格中 但被神格的力量风散 不过在地剑真身加持下的我 复制飞剑是无尽的 每一把都有六个剑灵的剑翼和剑气旋雷的力量加持 尽管他们在碰到神格时崩碎依旧造成了伤害 诺登再次咆哮 他直接将双手捏住的星空和亚洛特按进几十米的地下 想要爬起来 雪莉克握着腰刀在诺登周围不断顺移 精准切断他控制身体的每一条肌肉 使用千丝束将诺登缠住 雪莉克一声手臂变得血红 顺移到诺登前方地面 抓着元素之线猛然一转 诺登再次被拽倒在地 更多的复制飞剑轰击向自然神格 自然神格表面裂纹越来越多 神格的力量从内部一散出来 化作绿色光芒继续压制住诺登 诺登重新恢复意识愤怒咆哮 释放古神之力崩断血的元素之线 修复断裂的肌肉 试图重新站起来 然而自然神格又释放出更多的绿光 再次将诺登压在地上 阻止他的后背肌肉毙抖 这家伙真是顽强 都瞄准致命弱点攻击了居然还不死 我看到诺登仍有余力挣扎 感慨的同时更震惊于诸仙四剑的强大 要知道上次在深海的古神气息 比这诺登强多了 甚至能让欢愉之神都如临大体 忌惮的宁愿违抗神界律法 亲自下界去压制那古神 而这个诺登欢愉之神不过提醒了一句 诺登本体冲出封印后 欢愉之神也没什么动静 由此可见深海下的古神实力远超诺登 可诸仙四剑依旧能一剑秒杀那古神 要是用诸仙四剑杀神不扣奖励就好 那是神可就轻松多了 我感慨一生迅速提升复制飞剑的速度 同时对自然神格使用太阳之火 和古神赐福的古海之魂 水火齐发自然神格表面的裂纹愈加增多 最终终于突破某个极限 伴随一声脆响自然神格轰然裂开 耀眼的绿芒在诺登体内绽放照亮整个山谷 随后一股绿光从破碎的自然神格中射出植入我的体内 张元就是现在 自然女神的声音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 自然之死 汇聚天地万物之源起 下一季必定斩杀生命值少于百分之百的目标 我瞥了一眼状态的 立刻使用无剑绝 以气化剑一把由剑气凝聚 柳枝缠绕的绿色光剑在我前方凝聚而成 剑光滑破空间 如同一道绿色流星贯穿了诺登的心脏 伴随着诺登一声惨叫他化作积粉消散 成功击杀自然梦境之神诺登请选择基础奖励 第一解除等级限制等级直升至三百级 第二永久获得诺登百分之十的四维属性 并获得诺登所拥有的任意一个神迹 第三获得额外的转值觉醒机会 我看到面板上的三个选择 顿时陷入沉吟 一号选项肯定不选 虽然直升三百级看起来很夸张 但星空命座已经帮我移除了等级上限 选择依旧相当于浪费了一半的奖励根本不划算 选项二看起来很香 诺登作为古神他的属性绝对是突破天际的 而且还能额外得到一个神迹 目前我有两个神迹虚幻真身和最先剑 这两项技能绝对逆天 诺登身为古神他的技能可不会弱 选择二绝对不会亏 获得的新职业增幅可能大也可能小 如果能从鬼神剑主转变为剑星天军那种级别的提升 那我闭着眼睛直接选就行 但现在我犹豫的是 第三次转值能不能使用神迹觉醒时 如果不能那说不定就是一次普通的觉醒转值 增幅绝对不如第二个选择 如果能用神迹觉醒时那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经过权衡利弊我还是决定选择第三个选项 毕竟属性克力刷技能也可以学 但这额外的觉醒转值机会不管强不强 那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既然我能不靠诸仙四剑杀了第一次诺登 那我就能杀第二次 如果这次觉醒转值不强 下一次再选择其他奖励也行 随着我选择第三项后面板上弹出提示 获得额外转值觉醒机会 额外转值觉醒将在70级80级90级以及100级开放 看到面板上出现的提示我眼睛顿时亮了起 一次转值觉醒收购或许赶不上诺登的14%为属性 但四次转值觉醒哪怕每一次都没有神级觉醒时 光是普通觉醒的加成也极为可怕 这下子太爽了 基础奖励已发放 开始结算其他是神奖励 获得神器救日之靴 思维属性增加100% 石油者获得技能救日踏空 救日踏空 可将自身任意部位转移至救日空间 被转移的身体部位虚化规避任何伤害 虚化时间至多一分钟 冷却时间一秒 获得神器救日手套 思维属性增加100% 石油者获得技能救日捉心 救日捉心 可将目标任意部位扭送至救日空间 转移目标的体积越大 消耗的精神力就越多 冷却时间一分钟 获得诺登的灵魂余境 古神诺登的灵魂余境 世间仅此一份 辅助职业觉醒 获得古神三转觉醒时 由于落古神残留的神力凝聚 此觉醒时可与其他觉醒时一同时 使用此觉醒时的觉醒者将获得古神的力量 天赋是神者以处罚 夺取诺登的残余力量 转化为神格经验 目前带转化的神格经验 幻觉魔神 自然梦境古神 获得神之时时眉 检测到宿主达成神级成就正规世神 奖励觉醒唯一神级天赋以下克上 自身与自身召唤物 不再受下位神级以下 生灵的负面效果影响 一连串奖励在我的面板上闪过 储物空间内瞬间 多了两件神器和十眉神之时 我的注意力很快被那两件神器吸引 立刻将传说集装备 卑鄙之靴卸下 换上救日之靴和救日手套 我的属性再次暴涨 精神力直接提升到三亿七千万 其余力量敏捷和体力 也都提升到了一亿八千万 不过神器带来的属性提升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带的技能 看这技能描述 之前我和雪的攻击 没能打中诺灯 恐怕就是因为 救日踏空技的技能 我在装备好这两件神器后 发现自己身边 多了一个类似 见证空间的压空间 试着使用救日踏空技能 转移我的左手臂 竟然发现我的左手臂 出现在了救日空间中 而现实中的左手臂 则变成了虚异 虽说是虚弈 可是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 我在试试手套 带来的救日捉心技能 远处的一块石头 就瞬间有一半消失了 与此同时 那被削掉的部分 也出现在我的救日空间中 切面光滑的如同镜面 我再次追动救日捉心 那块处在救日空间的石头 如同炮弹般飞出去 撞到另一半石头 竟然将其一同撕成了鸡粉 看着远处化为鸡粉的巨石 我不由扎舍 我立刻收起所有奖励 降落到江玉雅面前 问小姨什么事 我没事是她找你 江玉雅微笑着让到一边 一位年轻美丽的精灵走上前来 微微行礼恭敬说道 英雄我是爱丽维拉精灵族的 现任族长希尔纳 感谢英雄拯救了我们爱丽维拉一族 英雄的大恩无以为报 这是我们一族最珍贵的宝物 圣水翠玉灵液 还请英雄收下 我原本就打算向爱丽维拉的精灵 请求翠玉灵液 没想到他们自主送上来 便不再客气双手接过瓶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 相比于您为我们一族所做的事 我们的这点礼物微不足道 希尔纳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翠玉灵液是我们一族守护的圣权精华 她能进化世间一切邪碎 希望她能帮助到您 若今后您还需要翠玉灵液随时欢迎您过来 另外自然女神已经苏醒她想要见两位 还请英雄和江小姐随我过去 江玉雅愣了一下 自然女神还要见我 这是搞错了吗 是自然女神亲自向我降下的神域不会错了 她要见的就是您和江小姐两人 请两位随我来吧 女神想要见二位 请随我来吧 袁子 咱们到时候是不是得行给你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境界啊 咱们什么该做 怎么不该做 小姨 你太紧张了 我能不紧张吗 那可是神 你难道见过真正的神吗 见过呀 我现在宿舍里还养着一个呢 我有一个骚缸 总之小姨你不用紧张 神和我们其实是差不多的 都有着喜怒哀论 你把他们当做厉害点的人就好了 真算你这么说 普通小百姓怎么会被神看中 小姨你可不普通 你的歌声可是决定了刚才那场战斗的胜负 当我和江玉雅聊天的时候 已经不知不觉已走到了山洞深处 此时洞穴中的泉水已经消失不见 许而代之的是一个蓝色的副本入口漩涡 希尔娜停在副本入口漩涡前向我们行务 英雄 江小姐 自然女神大人就在里面 劳烦两位自己进去吧 我扫了一眼副本漩涡 使用深渊之眼进行查探 自然女神的花田副本 等级需求零 难度无 简单的副本没有任何陷阱 我随即向江玉雅发去组队邀请 小姨咱们进去吧 此时的江玉雅有些紧张 忽了片刻才接受了我的组队邀请 随后副本漩涡中亮起一道绿光包裹住我们 伴随着绿光的消散 我和江玉雅一同出现在了一片花瓣飞舞的花田 江玉雅在见到副本环境的那一刻 深深被这里的美景吸引 而我的目光则落到了坐在花田中间 穿着白色连衣裙裙的自然女神身上 自然女神面带如和煦春风般的微笑 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两位辛苦了 我向自然女神微微行礼 张玉雅见过自然女神 一旁发呆的江玉雅见到我的动作 立刻有样学样的向自然女神行礼 江玉雅见过自然女神 不必多礼 自然女神呵呵一笑接着说道 若不是我本体虚弱 本应该是我亲自去拜见你们的 让你们亲自过来已经是我失了礼数 江玉雅顿感受宠若惊 您言过了 您贵为神明我和原子都是凡人 怎能让您来拜见我们 我们过来是应该的 自然女神笑着回忆 神与人并无高低贵贱 我们之间并无不同 而且这一次本就是我想要感谢你们 你们太恭敬了 反而让我无所适从了 小姨你不用这么紧张放平常心 我拍了拍江玉雅的背 随即对自然女神道 既然女神大人这么说了 那我也就不客气 您说是要感谢我们 那是不是有奖励 自然是有的 自然女神会心一笑抬起手掌 两团绿色光点从她掌心浮出 分别飞向我和江玉雅 随着绿光进入我的体内 我便感觉到一股柔和的力量涌入全身 获得自然女神赐福 第七宁座剑道强化生生不息 可复活剑阵内所有灵魂 为全部消散的生物 以及其七位神明的赐福 孕育神格 由于等级未超过一百级 神格之力无法完全解放 剑神下位中阶 获得剑神之力 免意为隔壁自身低的神明 及非神生物的伤害 所有飞剑和剑气附加剑神之力 可赐福他人 赐福者便强势获得神格经验 目前可拥有赐福者数量三 剑神之力 伤害提高9999倍 若目标无中未滴接神格 及以上未格的规则之力附体 当目标生命值不足50%时 可直接斩杀 剑神神格获得幻觉魔神 与自然梦境之神的神格经验 进阶为下位高阶 伴随着自然女神的赐福降下 我终于集齐了七位神明的赐福 一颗飞剑形状的神格在五腹部成型 与此同时 我的双眸中也出现了些许神性 恐怖的剑神之力从我体内爆发 在花田中形成剑气风暴 自然女神见我竟直接孕育出了下位中阶的神格 而且在极短时间内神格还进阶了一次 美眸中浮现震撼之色 心中掀起滔天骇漏 这小子什么情况 不是才六十级骂怎么这有神格了 然后是韩阳如自然女神 此时在内心深处也忍不住说了句脏话 她活了这么多年 见过无数天才和妖孽 但这是头一次见我这种夸张的家务 自然女神震惊了好一会儿才回不神来 轻可两声对我笑道 张元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优秀许多呢 我能赐服你是我的荣幸 此时我也查看完自己新获得的力量 收敛气势向自然女神行礼 女神过奖了 能收获您的赐服也是我的荣幸 嘴巴还挺甜 自然女神对我呵呵一笑 随后又看向江玉雅 孩子你感觉怎么样 听到自然女神的声音江玉雅这才反应过来 震惊地看向自然女神 女神大人我这是连职业都变了 我听到江玉雅这番话立刻查看她的属性 江玉雅风雨歌者三十集 我眼中闪过一丝亚语 而且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职业 是隐藏职业吗 自然女神笑道 是的 这是我为江玉雅量身打造的职业 她的歌声有着温暖人心改变世界的力量 如果仅仅是当一个偶像未免太浪费了 江玉雅有些犹豫 可我已经从生活职业类大学毕业了 没有学习过任何战斗技巧 而且一个怪物副本都没去过 我适合当战斗职业者吗 自然女神倾笑着回忆 如果你不嫌弃 可以在爱里维拉精灵一族待一段时间 我来当你的导师 江玉雅听着猛了脑海中一片空白 几乎停止思考 拥有神明导师这是什么概念呀 江玉雅想象不到 我见状立刻推了推发呆的江玉雅 小姨你还发什么呆呀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还不快答应 听到我的话江玉雅才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道 我愿意当你学生女神大人 请教我老师就好 自然女神对江玉雅微微一笑又看向我说 张玉雅我本来也想让你留在这里客训 但从现在看来我并没有资格当你的导师 就不厚着脸皮将你留在这里了 不过你可以把这里当做你的家 我永远欢迎你过来 那我就在这里先谢过女神了 我向自然女神微微行礼 此件事了我就先告辞了 我明白你还有自己的事要做 我也就不多留了 自然女神微笑着点头 随即对江玉雅道 你也去和张玉好好道个别吧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们或许都没机会见面了 江玉雅向自然女神行了一个礼后转身对我说道 原子走吧小姨请你吃饭 最近我在翡翠城发现了一家百年老店 那味道简直绝了你必须去尝尝 不好吃就怎么说 我和江玉雅插可打混着向自然女神到了别 出副本后又与组长希尔纳到了别 随后两人便一起回到了翡翠城 我们来到了一家位置偏僻 但装修相当有格调的餐厅 在这家餐厅中我算是体验了一回翡翠城的本土高端餐饮 真是大饱口服 酒足饭饱后醉醺醺的江玉雅对我笑问道 怎么样原子小姨的品味还不错吧 的确不错 我认同B点了点头 随即又对江玉雅嘱咐道 小姨你现在已经是战斗职业者 今后在自然女神那里修行一定得努力不要陷入 千万别丢了我跟外婆的脸 行了行了 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啰嗦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江玉雅加起一个点心塞进我嘴里 好好好我不说了 待会儿我可就回京都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知道了 江玉雅回了一句 随后单手撑着下巴笑眯眯地盯着我 或许是因为喝了点小酒 她脸上带着些许红玉 本就漂亮的脸蛋此时显得更加迷人 你盯着我干什么 我好奇问 咱家原子真是越来越帅了 江玉雅呵呵一笑 我以前还以为姐姐和姐夫消失会对你造成巨大的打击 我总是担心你一蹶不振 没想到一眨眼间你就成为了这么优秀的大人 说到这里 江玉雅又叹了一口气 原子啊原子 你可真是让我想一愁啊 你这么优秀我可怎么找男朋友啊 我一正 这两者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关系可大 江玉雅白了我一眼 有你这么一个又帅又强的年轻小伙整天在我面前晃 我能看上其他男人吗 原子啊就因为你太优秀 小姨可能要孤独中老 你今后可得给我养老 小姨你可就比我大四岁 我不管 我可就赖上你了 江玉雅打了一个酒阁 见她已经醉得有些神志不清 我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自己去捡了账 把江玉雅背到酒店中安顿好 又拜托暗处那些负责保护江玉雅的特工站好 最后一班稿后 便通过翡翠城的传送阵回到了京都城 刚出京都城的传送阵 我的手机便响起铃声 果然是江玉雅发来的短信 原子抽时间回去看看你外婆 你如今这么优秀也得让我妈高兴高兴 另外你今天说的话小姨可都记在心里了 休想赖账 短信后边还附带了小姨的一张俏皮的自拍照 这是我们的约定哦 这大姑娘真是越活越回去 我看到短信不禁摇头笑了笑 回复完他后我便给万长安打去了电话 万战神 碎玉灵涅我已经得手了 这么快 万长安微微一惊随即又问道 爱丽维拉一族现状怎么样 我报道道 他们近三十年来一直被古神控制着 万长安惊呼出声 显然也知道古神是什么 语气变得无比凝重 沉声说道 张人古神现实是一件大事 我们需要再次召开国老会议 你立刻到中央试炼他 万战神我话还没说完 您不用担心古神的事 他已经被我杀了 等了半天我听万战神不说话 以为是信号卡 万长安沉默了许久才到 好小子你硬是把我整的都不会说话 总之你先到军部来吧 全国十四亿人 都被一些科研场所的常规印象骗了 其实他们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 有宏伟的建筑和整洁的环境 还是像我面前的科学院一样 隐藏在荒郊野里 中文不仅遍布着没有意识的丧尸 甚至就连研究所内部 也只有一个小女孩 而我在和万战神通过话后 便带着可以抑制丧尸的翠玉灵液 赶往科学院 刚来到后发现这荒郊野外 除了游荡的僵尸怪物 根本没见到任何人造建筑 此时几只七十级的僵尸野怪 察觉到我 开始咆哮着朝我冲来 现状我正准备施展 见其一举清除周围的僵尸野怪 却忽然看到一道红色激光 从山谷深处射出 瞬间将那些僵尸的头颅烧穿 紧接着一道女子的声音从谷内传来 我纹身看去 但依旧没有看到任意 我低头一看 近看到一个不足十厘米高的机器人 从草丛里走出来 招了招手说跟我来 说罢这机器人转身朝山谷里走去 我有些愣住随即快步跟了上去 虽然机器人身材小巧 但速度却很快 不到一秒就窜出二十多米 加上山谷中砸草丛生 我稍不留神就可能跟丢 好在我的敏捷值足够高眼神也不错 跟上这小家伙算是毫不费力 机器人带着我来到一处山壁 然后用脚踹了一下旁边的石头 白色金属构造的人工通道 我跟着他走进通道忍不住问 你们科学家平时进出科学院 都通过这通道吗 机器人回答说那倒不是 他们平时利用传送阵 那这个通道是干什么的 我用来运送那些僵尸怪物的专属通道 听后我一阵的无语 随后机器人引导我走到了通道尽头的电梯 又经历了一次身份验证后 电梯才缓缓往下运行 电梯下降了足足十分钟才停下 估计大厦科学院的基地建造在了地下500米 大厦科学院的其他研究成果不停 就凭能在地下500米建立这样的大型科研基地 就已经很可观了堪比神迹 在电梯门打开我直接来到了一个实验室 此刻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 墨绿色头发的女子正坐在桌子上 好奇打量着我 你就是最近在大厦声名确起的天才张元 天才称不上 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罢了 我回答了一句随后问 你就是大厦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严厉吗 称不上首席科学家 我只是个普通科研工作者 万叔说你带来了足量的翠玉灵液给我看看 我从储物空间中拿出了翠玉灵液朝他扔去 眼里伸手接住打开 平口闻了一下点头说的 不错或很纯 跟我来吧 我跟着他扫了一眼空旷的实验室 忍不住好奇 这实验室怎么救你一个人 科学家也要下班 现在我算是为了你免费加班 我其实也想知道翠玉灵液是否能让恶魔化的人类恢复正常 跟着眼里我来到了实验室身处 发现那儿有三个隔离室 分别束缚着一个长相怪异的魔物 一个丑陋的恶魔 以及一个和人类差不多的恶魔 眼里走到超近台前戴上手套 酒精给手套和装着翠玉灵液的瓶子消毒 然后开始掉配药水 我见他认真工作也不好出声打扰 只能去查看隔离室中的三个恶魔 根据隔离室外的标签 里边的三个恶魔都是被深渊之中转化的 因人个体的差异魔化程度各有不同 我的眼眸中闪过一道光 那三个怪物的信息出现在我的面板中 正当我查看三个魔物属性时 眼里提着三管绿色药剂走到我旁边轻声说道 这三个被魔化的人其实是三兄弟 都是二十级左右的生活职业者 但被深渊之种魔化后却变成了不同的魔物 真是神奇吧 目前我们对深渊之种了解的太少 完全无法理解其魔化人类的机制 所以这兄弟三人大概率会成为实验牺牲者 而其他被魔化的人类 若能借助这三兄弟的实验结果 还有机会恢复正常 尽管他们都是无辜者 但命运却截然不同 难道这不是很不公平 我平静回道 确实不公平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弥补这份不公平 如果我们能力不足以弥补 那就是能力不足 然后呢 我摊手说没有然后了 我们不可能救下所有人 对隔离室内的三人而言 他们或许会成为实验的牺牲艇 但外面还有更多被魔化的人 连成为实验艇的机会都没有 命运从来不会公平 能做的只有竭尽全力 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公平 听到我这番话眼里微微一正 随即笑道 你这家伙真是冷血 不过或许大夏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冷血之人 才能找到救赎 好了闲聊到此为止 第138次实验正式开始 眼里将配置好的药剂交给三个机器人 只是他们将药剂带入隔离室 喂给那魔化的三兄弟 当魔化的三兄弟喝下药水的瞬间 他们都惊醒过来 脸上进阶浮现出扭曲与痛苦的神器 变成普通魔物和精英魔物的两兄弟 在束缚带上挣扎咆哮 而变成低阶恶魔的那位 则直接正断了束缚 潮味药的机器人狂轰滥炸 紧接着低阶恶魔嘶吼着冲向我和眼里 剑撞我立刻召唤出一把复制飞剑 准备结束这个低阶恶魔的性命 可眼里却拦住我 不用担心他跑不掉了 眼里话音未落 低阶恶魔就狠狠撞上了隔离室的玻璃墙 然而玻璃墙竟然连半点损伤都没有 眼里熟练地在控制台上按下一颗暗影 低阶恶魔的隔离室中喷出大量麻醉烟雾 那疯狂的低阶恶魔当场晕了过去 另外两个隔离室中那未能挣脱的魔物 此刻挣扎的幅度逐渐减小 身体表面的鳞片已退去大半 露出了人类的皮肤 我看到那两个魔物开始变回人类 忍不住露出了惊喜的神情朝眼里探举 眼里摇头 他们的状态和以往一次一样 只不过是暂时恢复了人类特征 但药效过去他们依然会变回魔物 至于被化身为恶魔那位 眼里看向沉睡的恶魔 果真如我所想 第139次实验继续 接下来一整晚的时间 我都在目睹眼里不停重复配置药水 为给三个魔化人记录数据 随后再进行配方的过程 开始实验的眼里就如同一个机器人完全无数 看不出任何人类的情胆也没有一丝疲惫 不过那三个魔化人可被折腾的够强 就连最后那个低阶恶魔也耗尽了力气乖乖喝药 第172次实验 碎玉灵液占比上调至32.9% 魔晶粉占比下调0.5% 删除圣角虫壳粉末 加入玄规壳粉末 眼里对着实验记录一说完新药剂成分 便将其交给机器人让他们喂给三个魔化人 这一次低阶恶魔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而那两个低阶魔物在喝下药水后 身上尽量起了淡淡的绿光 黑气开始大量从他们体内一散而出 下一秒那两个低阶魔物一声喉险的比之前 所有实验都要撕心裂肺 而面无表情的眼里就在此时变得兴奋 成了 他们体内的深渊力量被逼出来 我听到严厉这个声音 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两个恶魔身上 只见他们身上的鳞片不断脱落 异惑奇特的脸庞也逐渐回复了人类的轮廓 然后立刻对这二人使用深渊之眼 宋唐理发是20级 宋明屠夫23级 我看到这两个魔物恢复成人类面露喜色 没过多久却看到他们身体迅速衰老 生命机能急剧衰退 全身毛发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掉落 转瞬间那两人的身形从20多岁的轻壮 变成了70多岁的老人 继而又变成了干尸 整个过程不到一秒钟 严厉一拳轰在控制台上 我早该想到深渊之种将它们魔化后 会抽取掉它们所有生命力 等它们变回人类的那一刻 失去了深渊力量维持身体机能 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回过神来安慰严厉 没事你已经做得很好 接下来让我来试试 说完我便展开剑阵将那两具干尸包补 生生不息 在我运用自然女神的力量时 剑阵中涌出巨大的生命力量 那两个干尾的尸体 仿佛被打气的气球 身躯也渐渐变得年轻健壮 仪器上的两人生命体征 也逐渐恢复正常 严厉看到这一幕瞳孔微微一锁 盯着我惊讶道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心里可非常明白 这两人并不是普通的死亡 而是因为生命力完全透支而导致的 这种死亡和寿终正寝并无差别 连神级治疗师的复生之计都无法复活 除非那是神的力量 我笑着回答 我得到了自然女神的恩赐 有点心虚忍不住问她想戴什么 你能让我研究一下吗 我的意思是我对你身上的神明力量非常感兴趣 能否协助我研究一下 神的力量对我们人类而言还是未知的领域 我一直希望能在神的范畴内开辟新课题 但一直找不到研究对象 你让我看到了人类的未来 我看到严厉那一副要将我吃掉的模样 不禁无奈恐笑 协助你研究可以 但咱们是不是得先把深渊之种的课题先完成 这个课题离完成也不远了 眼里瞥了一眼 接下来的进度会很快 至于深渊之种抽取魔化者生命力的问题 虽然麻烦但终究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法 总之只要翠玉灵液足够 最多一个星期 我就能配置出让高阶恶魔恢复的人类解药 过战场奶妈的都知道 面对生命力完全透支的人 普通的治疗方法往往效果甚微 就算是强大的神级治疗师的复活术也无能为力 因为这种情况下死亡就如同寿终正寝般难以往 而我身为一位阵法师却能轻易恢复他们的生机 只因我有自然女神的赐福 可以调动真正神的力量 眼里在看到我是神明的赐福者后两眼放光 说什么也要深入研究我一下 我听后便先让他配置出 可以恢复恶魔大功级别的解药再说 听到我这话眼里的眼神微微一变 两久后眼里微微摇头说很难 恶魔大功级别的恶魔与高阶恶魔相比 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质 而我们科学院的数据库中 关于恶魔大功的资料也极为缺乏 光屏现有的数据 我无法保证能百分百配置出匹配的解药 我则接着说 如果我能提供恶魔大功的相关数据呢 眼里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说道 如果有恶魔大功的战斗数据 我可以结合数据库中的其他恶魔的信息 推导出恶魔大功的体质数据 这样或许能配置出相应的解药 那好你先继续配置解药 我去一趟深渊战场很快就回来 然后我没过多解释直接离开实验室 通过科学院的传送阵传送到兵戈长城 自从我带着50万战斗职业者升到70几乎 兵戈长城已经实实在在成为了坚不可摧的壁垒 曾经需要全城之力组建军团才能抗击的深渊大军 如今兵戈长城只需派出一部分战斗职业者 自由组队就能轻松解决 我从兵戈长城的传送阵出来后 没有去打扰正在休息的人们悄然离场 到了一个人际罕见的地方朝空气很大 戴伦一到深渊战场后你就开始偷窥我了 出来聊聊 片刻后前方出现一团黑雾 戴伦从中走出恭敬道 尊敬的张元大人有何吩咐 自从我杀掉幻军模式 又一见清空深渊战场的怪物后 戴伦对我的态度明显有了变化 我扫了一眼戴伦问道 戴伦你觉得我和魔龙王比起来谁更强 自然是您强 那你站哪边 您可真会开玩笑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我当然站在您这边 既然你站我这边 那为什么仅用分身来见我 戴伦的笑容微微明智随即道 大人有什么吩咐您和我分身交流也一样 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你想要魔龙王的位置就用本体来见我 如果你连这点决心都没有 我如何相信你不会出卖我 我又凭什么扶持你坐上恶魔王的宝座 他沉默片刻随即哈哈打笑 哈哈当然您说的对 我的确该下定决心了 说吧戴伦的分身化作黑雾消散 随即一个气息更加浑厚 顶着恶魔脚的白发青年从黑雾中走出单膝跪地 恶魔七大功之一戴伦拜见大人 我微微点头接着说道 稍微打扮一下别太显眼随我去一个地方 戴伦一愣问我去哪里 京都大厦科学院 他听后微微一缩瞳孔随即笑道 大人您真是信任我 居然要带我去那种地方 万一我在那里搞点小动作大厦可就损失惨重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命够长可以试一试 哈哈我开玩笑的我怎么敢呢 戴伦哈哈一笑迅速变身为一个穿着西装的人类男子 完全收敛恶魔气息笑道 大人这个形象如何 我扫了一眼点头说还不错 话音未落我便对戴伦使用旧日捉心技能 他感受到空间的撕扯 眼神微微一变想要挣扎 但整个人已被吸入旧日空间 随后我使用回程卷轴传送回兵戈长城 再通过传送阵抵达大厦科学院 当我回到实验室时 发现眼里正在桌前推倒某个攻势 他用惊讶的目光望向我 显然没想到我离开不到半小时就返回 眼里听万长安提过我与恶魔大公的战斗经验 但他未曾想到我还记录了战斗数据 他本想夸赞我 下一秒我所说的话却令他开始怀疑人生 这时我张嘴说道 战斗数据没有不过倒是搞到了一个恶魔大公 说完我将戴伦从旧日空间中放了出来 被放出来的戴伦差点摔倒 此时他的脸上满是恐惧身体微微颤抖 当我将他转移到一空间时 他以为自己死定了 而眼里见戴伦突然出现同样吓了一跳 震惊地问我这是谁 恶魔七大公之一戴伦 你想要什么数据都可以从他身上自取 这不是重点吗 眼里小声嘀咕 他原本以为我提供的是恶魔大公的战斗数据 便于他进行分析 他刚才在纸上计算的 是为了找出恶魔数据与身体素质之间的关联 为此推导出一个合理的数据转换公式 但他万万没想到今天我居然带来了一个活物 活捉恶魔大公 在大夏帝国历史上可是前所未有的奇迹 想到这眼里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你牛波一 我把恶魔大公带轮带到科学院后 眼里再也进不住了 他立即拨打电话给科学院的秘书处 将我抓到恶魔大公的事情报告上去 并要求把所有研究员召集到科学院 秘书处也第一时间通知了所有科学家 无法打通的则派人上门告知 半小时不到所有研究员纷纷赶到严厉的办公室外 那些在各自领域都堪称太陡的科学家们 远远地观察着实验室中的带人 心中却是既爱又怕 大夏科学院的主要责任就是研究深渊与恶魔 发明对抗深渊的武器 随着对深渊高级恶魔的反复研究 他们早已陷入技术瓶颈 许多研究员都好几年没有成果 如今我带来了一个活着的恶魔大功 这让所有科学家看到突破瓶颈的希望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研究员大多数都是生活职业者 如今面对的是深渊第一梯队的强大恶魔 即便带伦如今收敛了恶魔气息变成了普通人 但身为恶魔大功的气场依然令人心颤不敢靠近 即便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严厉 此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见到这种情况我毫不犹豫对雪喊道 把带伦绑住别让他动他 他吓到科学家们了 是主人 雪宫进了回应 随后便用千丝术将带伦捆成了粽子 悬吊在半空中 接着我对众研究员说道 各位别怕 我的召唤物血能完全压制这恶魔大功 他先不起什么风波 今天无论你们想要从这恶魔大功身上得到什么 就算是想把它切片都可以 保证他不会反抗 众研究员听到这些话 心中的恐惧逐渐消散 此时一个胆大一些的研究员忍不住举手道 张神我是研究恶魔免疫系统的 可以抽取一些恶魔大功的血液吗 当然可以 说往我看向被捆住的戴伦问道 你有意见吗 戴伦立刻挤出一副尴尬的笑容说没意见 见戴伦没有脾气 众研究员开始活跃 张神我想要一些恶魔大功的皮肤组织 张神请允许我给恶魔大功做一次胃镜检查 张神我要恶魔大功的干细胞 当然没问题都没问题 我见他们活跃的如此踊跃 内心也有些欣慰 这时我转向一旁的眼里交代道 眼里接下来戴伦就交给你安排 若有需要摘掉他的某些器官也行 放心他的生命力足够强不会死 眼里听到这番话仍稍显恍惚 自然意识到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他下意识地点头说了声后 30年来他从未遇到如此离谱的事情 他心中不禁惊叹 这即将被研究的目标可不是阿猫阿狗 竟然是恶魔大功 在他的认知中 随便哪一个恶魔大功都是能摧毁一个国家的存在 如今这种生物被五花大把掉在空中 画面令人震撼 经过短暂震惊后他越加兴奋 大夏帝国科技产生怎样的飞跃 毕竟他们的面膜炮就是通过研究深渊高级恶魔金河而发明的 恶魔大功的数据必定可改变整个世界 我在将戴伦交给严厉后对雪再次叮嘱 密切关注戴伦的动向 一旦发现他有什么小动作 就算是他用语言蛊惑研究员 也要第一时间结束他明白吗 雪的眼中闪烁着红光 他手中握着的妖刀已随时待命 戴伦感受到那把刀上恐怖的杀意 不禁颤抖连忙说道 大人您放心我能屏蔽痛觉 就算研究员们把我凌迟我绝对不哼一手 我对戴伦露出笑容说道 希望你能做到 当然如果你能坚持过这一关 我可以考虑让你成为我的伺服者 听到我的话他眼中闪过激动的光芒 然后瞳孔皱缩刚想惊呼 却见我食指放在唇边示意他不要说话 我轻声笑道 戴伦这可是我给你的一次试炼 能否获得我的力量完全看你的表现 此刻戴伦的眼神中流露出狂热 大人您放心我绝不会让您失望 本是深渊之中的弱者 若能够紧紧抓住我的大口 将来一切皆有可能 甚至尽有机会坐上魔神之位 在这瞬间戴伦心中燃起了希望 在给予戴伦机会后 我在科学院找了一个 能够完全隔离能量波动的房间 将命运罗盘取出 在我成功升到三级后 这个月也能抽十次卡 加上神之石积累了十六个 完全能够耗尽这个月的抽奖机会 不过之前被一堆事情千万没机会抽卡 现在严厉和研究员们忙着 从大人身上提取数据 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将剩下的十次机会用完 我兴奋的搓搓手 将十没神之石一同取出 送进命运新阵中 开抽